楚汉丰,你又上课睡觉,晚上是去偷人了吗? 北仓学府,无一般。 御妖师张兰看着课堂上这个名弯不化,正在呼呼大事的学生,脸色韵怒。 手中青色的妖气见射而出,直接击中了对方的驳梗处。 啊,下课吃饭了吗? 楚汉丰一个机灵站起身,打着哈欠迷糊道。 吃饭?吃屎吧你。 张兰怒道。 回答我刚刚提出的问题。 水泽森林内同境界的妖宠,火狮王和招风谁更厉害? 听到这个问题,楚汉丰一阵猛逼。 火狮王是什么东西? 我是谁? 我在哪儿?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沉默片刻,他只能将求助的目光看向同桌王帅。 入着北仓学府三年,他连个屁都没学到,至于具体原因。 唉,说多了都是嘞。 肯定是招风厉害啊。 水泽森林乃是水系之地,火狮王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王帅一边挤眉弄眼,一边自得地说道。 楚汉丰连忙头去感激的目光,随即将王帅的话重复了一遍。 你长得猪脑子吗? 火狮王乃是二次进化妖宠,招风不过区区普通妖宠。 哪怕是有地理优势,但二次进化的妖宠依旧完爆普通妖宠。 除非招风也二次进化,成为圣寒鸟。 你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吗?将来怎么外出闯荡? 张兰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老师,他如今都已经留纪三年了,说不定想在咱们学府养老。 旁边有学生哈哈大笑道。 他那种人怎么可能外出闯荡呢? 闯荡你妈呀,我闯不闯荡跟你有毛线关系。 齐绍峰,就你屁话多。 一天天骂你能的,怎么不上天与太阳肩并肩呢? 楚汉丰直接给骂了回去。 我这小暴脾气啊,那叫齐绍峰的学生脸色愤怒。 不过他是今年刚来学府的新生,而对方却是留纪三年的老游子。 嘲讽一下就算了,倒也不想真的有矛盾。 倒是旁边的张兰冷哼了一声,说道。 楚汉丰,这种提你都不会。 今天给我抄一百遍,没抄完不许回家。 像你这种学生,让我怎么教? 只能给你死记硬背了。 说完之后,他目光环视整个教室,又说道。 今天上午的课先到这儿。 你们带着各自的妖宠去吃饭吧。 下午开始实战练习。 张兰说完之后便离开了,教室的学生们也都一哄而散。 风哥,想吃什么? 我给你带。 旁边的王帅尴尴尬地笑道。 楚汉丰不说话,只是一脸忧怨地看着他。 风哥,你别这样。 我也不是故意告诉你错的答案。 王帅连忙解释道。 我就是能力不行。 算了,我他瞄得也是猪油蒙了心,竟然会信你这个全班倒数第二的答案。 虽然老子是倒数第一,楚汉丰摆摆手。 一摆遍,可有的他抄了楚汉丰,正在这时,一道清零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楚汉丰听到声音,身体微微一颤,不过还是抬起头。 亲久久,有事。 面前的女生很美,其实楚汉丰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的美丽。 橘红色的外套自然敞开,展现出红白相间的绒衣。 湖蓝色的紧身长裤,修长的双腿,亭亭欲立。 一张雪白的脸,眉弯嘴小。 十七八岁的模样,眸如洪水,眉目如画。 只是她微微皱起的眉头,却显得她很不开心。 没事就不能找你。 亲久久反问道。 我很忙的。 楚汉丰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忙着睡觉? 你烦不烦? 有事说是,楚汉丰不耐烦地回道。 我爸妈去了山鬼界,我已经得到叔叔阿姨的同意。 这周末去你家住几天。 亲久久说道。 哦,楚汉丰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木讷地点点头。 亲久久盯着楚汉丰看了许久,最终才收回目光,朝教室外走去。 哇,丰哥,你可以啊。 什么时候勾搭上咱们班的大美女,亲久久了? 能不能给小弟传授几招,王帅在一旁起哄道。 你这人俗不可耐,整天眼里就只有女人吗? 楚汉丰呵斥道。 不是只有女人,是只有优秀又漂亮的女人。 王帅指着亲久久离去的背影。 笛声说道。 看见他肩膀上那条白色的赤水明蛇目。 据说可以五次进化,成为九幽吞天网。 我用你提醒。 楚汉丰不耐烦地说道。 快点滚去吃饭吧。 在楚汉丰的打骂下,王帅这才离开。 而楚汉丰的神情也渐渐默然。 他不太想谈论亲久久的事,甚至不愿去回想,其根本原因就是自卑。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住一个小区。 说一句青梅竹马也不为过。 可惜,一切的一切都在那场妖宠觉醒中改变了。 对方觉醒了五遍的妖宠,最终成为天之娇女。 而他呢? 他低头看了看脚下,正在呼呼大睡的二哈。 睡你麻痹,他踢了二哈一脚,最终又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是白犬,最多只能二次进化。 就算二次进化成为明月犬,依旧是个废柴。 他这一生,可能就这么晚了。 他还记得三年前那场切磋。 那人高高在上地站在他面前,记忆犹新的话语声。 你现在是咸鱼,一辈子就都是咸鱼。 咸鱼就算翻身,依旧是一条咸鱼。 或许,当咸鱼没什么不好的,楚汉风平静地说道。 没人对你有期待,你也没有什么压力。 定。 千道系统绑定完成。 千道五一般,获得荒谷御龙。 谁,谁在说话,原本正打算继续睡觉的楚汉风目光一阵。 在他的面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张悬浮的卡片。 那卡片上,画着的,赫然是一条龙的虚影。 当他想要看清这条龙的模样时,意识仿佛透过卡牌,进入了一片虚无的空间中,虚空中满是黑暗。 而在这广阔无垠的黑暗中,此刻正沉睡着一条巨龙。 他通体恐怕有百米之长,全身皆是紫黑色。 一片片的灵甲,灵刺致笔地覆盖全身,莽荒的气息自周身散开,回荡在这黑暗空间内。 两根龙脚上,火红色的火焰不断喷涌着。 他的身后,还有一双病笼的,遮天蔽日般的紫色翅膀。 更恐怖的地,从这巨龙身上传来仿佛满荒时代古老的气息。 排山倒海般,如同海啸袭来,压得楚汉风脸色苍白。 这便是荒谷御龙。 楚汉风喃喃自语着,他甚至有种直觉,只要自己打开第二条妖脉,就能让这荒谷御龙认主。 一个念头,他从这黑暗空间中退了出来。 楚汉风看着眼前的卡牌,捏了捏自己英俊的面容。 不是吗?去他喵的彩虹蛇屁棒棒糖,我要发了呀。 现在摆在他面前唯一的问题,便是如何打通第二条妖脉。 从而让这荒谷御龙认主,他又低头看了看熟睡的二哈,看来希望还在这伙身上。 只有妖宠变强,欲妖狮才会得到反补,从而拥有更强的力量。 不过既然迁到能拥有神兽,不知能否获得提升妖宠的物品。 这个悬念只能等到明天了。 内心有了规划,心底的雾霾一扫而光。 楚汉风也不抄作业了,将熟睡的二哈叫醒,说道。 笑天,去吃饭了。 一听到吃饭,二哈立马来了精神,不断地在他身边蹦蹦跳跳着。 放心吧,总有一天,我会把你变成这世间最强的妖宠。 楚汉风蹲下身子,摸了摸他的脑袋。 笑天也很亲密他,脑袋不断地在他掌心蹭着。 这让楚汉风不由又想到三年前觉醒妖宠的那一幕。 他们去北苍学府的妖宠山,那里有几万颗的妖宠弹。 所谓的御妖师,不仅仅是人类选择妖宠,同样也是妖宠选择人类的一个双向选择。 其他学生进入妖宠山后,都或多或少有几十颗妖宠弹产生震动共鸣。 这表示,他们愿意成为那些学生的妖宠。 而清久久进去时,据说有几百颗妖宠弹一同共鸣。 这当时甚至惊动了北苍学府的校长。 至于他楚汉风,进去后竟然没有一颗妖宠弹共鸣。 当时许多人都觉得他没有成为御妖师的天赋。 直到最后,还是笑天的妖宠弹震动了一下,也算缓解了他的窘迫。 不过笑天本身是白犬,没什么资质。 两人也算是难兄难弟了。 从武一班出来,北苍学府很大,单单是吃饭的地方御妖宠就有十几个。 路上遇见的学生,每个人的身后也都跟着一两只的妖宠。 在这个世界,妖宠为王。 势力挫杂,法律与黑暗同在,最终还是拳头大决定一切。 来到御妖斋,这里人声鼎沸。 学生们排队买着饭。 有的是他们吃的,也有的是妖宠吃的笑天什么都吃,杂食动物,好养活。 这也是让楚汉风省心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妖宠都是有属性的。 金木水火土风雷,或者光明、黑暗、空间。 什么属性的妖宠,只能吃什么属性的食物。 但笑天没属性,所以他吃什么体内的力量都不冲突。 楚汉风要了一份零米蒸的米饭,其他的便是什么水煮鱼,鱼香肉丝,宫宝鸡丁之类的。 别看这些菜名字熟悉,其实材料可都是妖兽的肉,价格也不便宜。 不过好在,他爸妈在深海市开了一家妖宠店。 收入还算小康,他倒也不差钱。 饭菜分两份,他与笑天一人一半。 这么好的饭给一只狗吃,真是糟蹋钱了。 楚汉风正吃着,旁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楚汉风微微皱眉,抬头看去。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名穿着黑色舞蹈服,留着寸头的青年。 张剑,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楚汉风不嫌不淡地回道。 这青年叫张剑,两年前与他是五一班的同班同学。 不过两年过去了,对方已经是五二班的学生了。 而自己还是留级生。 听说,你在欺负我小弟,所以我特意过来给他讨个公道。 张剑说道。 你小弟。 楚汉风疑惑。 随即他看到了张剑身后,一脸傲气的奇哨风后便明白了。 这家伙估计是今天课堂上被自己骂了一顿,脸上挂不住了,才想找人出气。 你想怎么样? 楚汉风问道。 人人都说你是废物,北苍学府的耻辱。 让你跟我来一场与妖师之间的决斗,就显得有些欺负你了。 只听张剑吃笑道。 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 我的妖宠放开受威,只要你这只狗能抗住三分钟。 这件事便到此为止。 楚汉风看了看张剑的旁边,对方的妖宠乃是一只大地熊。 此刻那大地熊战亦昂然,还耀武扬威地捶了捶自己的胸口。 傻逼,楚汉风吐槽了一句。 你说什么? 张剑冷哼道。 张剑,你要是想决斗,我来跟你打。 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只见清九九端着盘子,目光冰冷地走了过来。 而他肩膀上,那条赤水鸣蛇被笼罩在雾气中,似乎随时都在叙事待发。 张剑不想招惹清九九,听说对方有校长这后台在。 他看向楚汉风,说道,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孬肿。 听到这话,楚汉风还没开口,清九九似乎已经怨怒了。 他目光带着杀鸡,淡淡说道。 张剑,让你的妖宠出手。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清九九,我忍让不是怕你。 你别太过分。 张剑脸色难看地说道。 杀,清九九轻和一声,根本就懒得跟他废话。 那肩膀上的赤水鸣蛇一尾巴抽过去。 速度快若闪电,肉眼几乎都难以看见。 尽管大帝雄已经伸出双臂挡在面前了,但还是被抽飞了出去,大帝雄怒吼着。 只见他刚刚挡在身前的双臂,不知何时已经被寒冰给冻住了。 道歉,要不然下一次就是抽在你身上了。 清九九语气冰冷地说道。 张剑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似乎僵在原地了。 九九,这是我的事,相信我,我能摆平。 楚汉风的声音适时地响起。 清九九一愣,他已经不记得楚汉风多久没这么温柔地跟自己说话了。 鼻尖突然有些酸楚。 随即重重地点了点头,开始安抚起赤水鸣蛇。 楚汉风,你想干什么? 张剑这才惊异地问道。 刚刚明明他已经骑虎难下了,楚汉风竟然给自己解围了。 看书的同学们,希望能投一些推荐票。 让我知道有人看这本书,也有更多动力去写。 拜谢了。 我只是想重申两件事。 楚汉风笑了笑,说道。 第一,躲在女人后面吃软饭也是一种本事。 像你这种,别说吃软饭了。 吃屎都要赶着热乎的。 楚汉风的白犬,但他对我来说,也是伙伴。 给他吃再好的饭,我都不觉得糟蹋。 反而是你,在我眼里,不过是个连狗都不如的东西。 好,楚汉风的话语刚落,旁边就传来一道叫好声。 张剑脸色铁青,目光凶狠地看去。 只见那叫好声的主人,竟然是一名穿着邋遢西装, 戴着圆帽,嘴里叼着一根烟的男子。 男子吊儿郎当的鞋靠着桌子,丝毫不避讳张剑的目光。 还呵斥了一句,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啊。 对于对方的挑衅,张剑竟然显得有些畏惧。 他认得对方,北苍学府十几个御妖斋的负责人。 据说背景通天,而且性格跋扈飞扬。 惹了他的人,都没有好果子吃。 楚汉风清了清嗓子,没有管这点小插曲,继续说道。 你要挑战我? 可以。 等改天,我会跟你堂堂正正来一场御妖师之间的决斗。 你也不需要让我,免得你说得难看。 御妖师的决斗,就平民。 张剑笑了笑,说道。 好,我等你。 你可别让我等太久了。 这样吧,一周以后,咱们御妖台上见。 张剑说完便离开了,继续待下去,也占不到便宜。 本来想放狠话,最终还是没敢。 张剑离开,四周原本看热闹的学生们也都散去了。 清久久端着自己的盘子,轻轻放在楚汉风面前,笑道。 刚好我也没吃饭,咱们一起吃吧。 小弟弟,我看好你,楚汉风还没来得及回话。 旁边的袁茂南突然走上前,一巴掌拍在楚汉风的肩膀,大笑道。 大叔,咱们认识吗? 楚汉风看了对方一眼。 大,大叔我今年才二十五啊,叫哥哥,袁茂南有些忧怨。 嗯,楚汉风显得有些无语,对方看上去确实像叔叔辈的人。 抱歉,算了,我叫秦朗,凭你刚才那句话。 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袁茂南秦朗笑嘻嘻地说道。 哪句话?楚汉风疑惑地问道。 妖宠对你来说是伙伴,哪怕他只是只低级的白犬。 秦朗一字一句地说道。 随即又叹气道。 可惜多少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明明是并肩作战的生死伙伴。 很多御妖师偏偏自认为高贵,将自己当成主人。 听到对方的话,楚汉风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 只见秦朗从口袋中掏出一本情帖,递到楚汉风面前。 说道。 下周三是我生日,上面有地址。 既然是朋友,你可要记得来。 他说完之后,便直接离开了根本不给楚汉风拒绝的时间。 还真是自来熟啊,楚汉风微微摇摇头。 我刚刚出手,你没有生气吧? 清九九问道。 没有,楚汉风摇头。 那就好。 正在这时,旁边有女生路过。 差一个声音传来, 九九,咱们不是刚刚才吃完饭吗? 你怎么又吃? 那女生的目光扫过楚汉风,意味深长。 爷鱼道。 哟,咱们九九饭量变大了呢? 清九九脸蛋微红,不敢抬头。 毕竟她刚刚才跟楚汉风说,自己没吃饭,要一起吃。 怎么? 你要是羡慕,也可以坐下来一起吃呀。 楚汉风笑道。 我才不跟你吃,免得某人觉得我灯泡。 那女生打去了一句,便笑音音地离开了。 跟清九九吃完饭,楚汉风便直接去了学府的书院。 下午还有实战课,但她懒得去上了。 她要去学习一下关于妖宠的知识。 最近恶补一下,以前是觉得人生无望,学不学无所谓。 但现在,既然有机会出去闯荡了。 为了自己的小命,她还是要认真学习的。 书院在学府的西南角,里面面积广阔,收藏书籍的大殿就有七座。 以北斗七星的方位布置着。 有人说,书院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阵法。 不过楚汉风懒得纠结这些事。 教了学生令牌,她便如愿进入了书院内。 先是御妖师的境界。 每个御妖师都有十二条妖脉,因此便有十二个境界。 不过学院的书籍只记载了前六个。 分别是,隐气、后天、先天、心窍、神藏、子佛。 至于妖宠的强大,则分别由四个方面决定。 妖宠自身的境界。 妖宠进化的次数,这代表他们的潜力。 像清久久的赤水明蛇,可五次进化。 而自己的笑天,只能二次进化。 第三个便是妖宠的属性。 属性这东西相生相克,比较复杂。 第四个则是妖宠所掌握的妖际以及神通。 据说强大的妖宠,生来就自带神通,根本不用遇妖师煞费苦心去修炼。 妖宠的知识如浩瀚海洋。 楚汉风沉浸其中,整整一下午。 直到放学的钟声响起,他才被惊醒,不舍地离开了书院。 放学门口,王帅如往常般在等他。 两人住一个小区,不过他们所在的阳光小区很大,两人基本就没见过,以前也不熟。 还是这学期坐了同桌,两人才算是成了朋友。 听说美食一条街,新开了一家麻辣烫店。 我请客,去喝几杯。 看到楚汉风走出来,王帅立马上前,勾肩搭背。 笑道,就当是给你错误答案,赔礼道歉了。 我没那么小气,楚汉风回道,不过麻辣烫可以考虑,我要变态辣。 双份,两人一边聊着天,来到了美食一条街。 这一条街全是卖美食的地方,这里有家麻辣烫。 这新开的麻辣烫店就叫这个名字,因为是刚刚开业,还有折扣的原因,店里面自然是生意火爆。 两人排了一会队,才有位置坐下。 这店里只有老板一个人,收银员和服务员全是他一个人干。 至于厨师,则是一只可可爱爱的厨师熊。 厨师熊,辅助类的妖宠。 他做出来的饭,自带治疗效果。 月妖师带着妖宠出来卖艺,这不是稀奇的事。 毕竟,修炼越到后期,需要的资源就越庞大。 不卖艺,难道还卖身不成? 麻辣入口,就仿佛要在嘴里爆炸开。 那种滋味,别提有多爽了。 听说你跟张剑那狗东西越战了。 王帅问道,怎么? 一点都不明智。 他说你几句不痛不痒,就当是狗肺罢了。 总比到时候被打得头破血流,丢人现眼吼。 王帅也是个直肠子,直接说道。 如果是以前,肯定忍。 但现在不行,楚汉风摇头。 还有,你怎么就认为我一定会说? 这不明白的是吗? 王帅说道,不过已经约战了,埋怨也没用。 都是兄弟,有需要帮忙的。 你尽管说。 楚汉风笑着点了点头。 各位客人安静些,可否听我说几句话。 正在这时,麻辣烫店的老板走到门口处。 声音洪亮地说道。 店内的客人都将目光投去,似乎有些好奇。 我只有本三接妖记,森罗幻象。 那老板直接取出一本书籍。 顿时整个饭店都安静了下来。 甚至连有些人呼吸都急促起来。 三接妖记在这平湖市,足以让许多人争得头破血流。 不算罕见,但也是稀缺之物。 从今天开始,本店贴出告示。 我愿意用这三接妖记,换一朵雪莲。 无论何时都有效。 希望大家能互相转告。 那老板说完之后,便歉意一笑,道。 打扰客人们吃饭了。 他收起妖记,又开始默默无闻地端起饭菜。 不过此刻,整个饭店内却是不安宁了雪莲是什么。 王帅这个学渣,好奇地问道。 楚汉风想了想,自己似乎还真听过这个东西。 是领冬界内一桌罕见的炫耀。 以前倒是常见。 不过自从领冬之主失踪后,领冬界混乱不堪。 而雪莲再也没有出现过。 以后有机会出去闯荡,可以注意一下,王帅说道。 楚汉风点头,不过那老板也是个妙人,就不怕别人抢他妖记吗? 两人吃完饭后,便回到了阳光小区内。 各回个家。 楚汉风家在三楼。 老爸楚正然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老妈李云则在厨房里忙碌着。 妈,我在外面吃过饭了。 楚汉风大喊道。 知道了,李云笑道。 今天在学校怎么样? 挺好的,楚汉风换了拖鞋,从冰箱拿出一瓶饮料。 毫无形象地躺在了沙发上。 久久给你说了没? 他这周来咱家住,楚正然问道。 说了,楚汉风点头,人家姑娘的心思跟明镜似的。 你也拿出点实际行动,楚正然说道。 老亲家那丫头都是看着长大的,知根知底。 等从北苍毕业以后,要是合适,你们就结婚吧。 爸,你不对劲。 楚汉风刚刚喝的饮料差点呛住。 连忙说道,八字都没一瓶,你这说什么呢? 小兔崽子,你是不是傻? 趁现在那丫头对你有意思,赶紧生米煮成熟饭。 把事办了。 你亲说那边,有我扛着,怕什么? 楚正然冷哼道。 等将来,离开了平湖市。 那丫头见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认识更多优秀的青年才俊。 你楚汉风,一个二哈玉妖师。 估计连追逐人家背影的资格都没有。 爸,好歹我也是你儿子,太打击我了吧。 楚汉风无奈,打击你。 臭小子,除了你这张帅脸,是遗传我的基因外。 你还有什么优点? 楚正然反问道。 楚汉风一愣。 这…… 虽然有些不甘心,但自己竟然无从反驳。 楚正然叹了一口气,拍了拍楚汉风的肩膀。 语众心长地教育道。 追姑娘无外乎三大技巧。 胆大,心谢,不要脸。 行了吧,我回房间了。 楚汉风站起身,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他暂时也不想谈这个话题。 银月如虎,繁星点缀。 卵风吹拂杨柳,乘坐着妖宠的御妖师还奔跑在马路上。 时不时能听到几声妖宠的吼声。 凌晨十二点刚过。 迁到阳光小区,是否迁到? 迁到,楚汉风惊喜地说道。 迁到成功,获得地狱三头犬血脉。 地狱三头犬。 楚汉风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他看了看旁边熟睡的笑天。 又看了看自己眼前,虚空中已经幻化出了一张卡牌。 那卡牌便是地狱三头犬血脉。 他直接将卡牌扔给笑天。 卡牌化作一道血色之光,那血色中充满了罪恶和杀伐,随即涌入笑天的体内。 正在熟睡的笑天哀嚎一声,便没有了声音。 只见无边无际的血色包裹着他,似乎在孕育着什么。 砰砰砰,正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 小枫,发生了什么? 楚正然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你在房间干什么? 小金反应特别大。 楚汉风连忙跑去开门,刚刚笑天激活地狱三头犬的血脉,或许老爸感应不出来。 但老爸的妖宠绝对是感应到了。 小金正是楚正然的妖宠,惊艳圣诗。 要知道,楚正然可是一名先天级别的御妖师,已经打通了三条妖脉。 楚汉风打开房门,说道,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刚刚笑天好像发生一变了。 一变,楚正然走进来看到了被血色包裹的笑天。 还真是一变,楚正然诧异地说道。 一般来说,妖宠一变的可能性很小的,尤其是像笑天这种白犬。 不过,一变也有好有坏。 有的妖宠一变后更强了,有的却变弱了。 但对于你来说,是好事。 因为笑天再弱,还能弱到哪去? 楚汉风顿时满头黑线。 他知道,老爸说的是实话。 但依旧有种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的感觉。 行了,早点睡吧。 一变一时半会也结束不了。 楚正然说道。 楚正然不在意一变,反而为自己的儿子开心。 倒是旁边的惊艳圣诗,目光中带着深深的恐惧。 甚至不敢靠近房间。 这一夜,整个阳光小区注定无眠。 所有的妖宠都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嚎叫不止。 玉妖师怎么努力,都无法安抚下来。 清晨,万物苏醒。 熬了一整夜的楚汉风,终究还是睡着了。 脸蛋有些湿润润的温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舔自己。 别闹,楚汉风一巴掌拍了过去。 随即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迷糊地坐起身。 不过下一刻,他双眸猛然睁大,看着眼前的生物。 狗子,你变了。 站在他面前的哪里还是什么白犬,而是真正的凶手。 此刻的笑天身躯大了足足好几圈,全身都是深红色与黑色交缠着,仿佛从荣江地狱中走出来。 尤其是他长着三颗脑袋。 每一个脑袋看上去都让人毛骨悚然。 紫色的双眸散发着邪恶的光芒。 嘴巴十分尖锐,那牙齿密密麻麻又锋利无比。 尤其是那几颗獵牙更是闪烁着寒光。 耳朵高高的竖起就好像鸡脚般。 这三个脑袋分别代表着三种属性,火焰、黑暗以及腐蚀。 再看他的身躯,胸膛是好几块比钢铁还硬的肌肉。 尤其是两条前肘,竟然生出来好几根白骨般的道刺。 笑天一怒吼,受威弥漫。 死神,来收割了。 这应该是幼年的地狱三头犬吧。 楚汉风低语道虽然说,笑天如今的身躯已经比许多妖宠庞大得多。 但他知道,地狱三头犬那可是传说中的恶魔之手。 绝对不止如此。 真帅,看着笑天就连楚汉风都不得不称赞一声。 他与笑天是一体的,笑天是他的妖宠,任何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双眼。 竟然觉醒了三个神通,楚汉风大喜。 众所周知,一般的妖宠都是要去学习妖际的,而强大的神兽却是自带神通的。 笑天这三个神通分别是地狱之火,黑暗之体,亡灵腐蚀。 楚汉风还顺便查看了一下自身的情况。 他的第一条妖脉此刻充斥着地狱三头犬的力量。 这力量徘徊在体内,不断地冲击着第二条妖脉。 相信过不了多久,自己就能打通第二条妖脉,从而契约荒骨欲龙了。 楚汉风还没惊喜多久,突然看了看时间。 已经八点半了,要知道北苍学府的上课时间是八点。 他,迟到了,想起张兰那个小肚鸡肠的家伙。 再想想,昨天下午自己还旷课了,发抄的一百遍也没有抄。 完了,心账就账要一起算了。 他走出房间,老妈李云正在化妆。 妈,我迟到了,你怎么不叫我? 楚汉风无奈问道,你爸让你多睡一会。 笑天你爸看过了,说他未来不可限量,让你自己注意点。 李云涂完口红,顺手将一个戒镯扔给楚汉风。 叮嘱道,这戒镯内有三万金币。 后天周末,三大祥瑞帝之一的麒麟驼鹉鹿要出事了。 你带着九九去逛逛。 楚汉风看了看手中的戒镯。 他知道自己家虽然还算富裕,爸妈开的妖宠店也算生意兴隆。 但三万金币依旧是一笔很大的资金。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带九九去吗? 李云问道,楚汉风摇头,我和你爸一样,把九九当未来的儿媳妇。 如果你喜欢九九,就带他一起去。 若是不喜欢,你一个人去就行。 我也不强迫你。 李云笑道,妈,你比我爸还狠。 楚汉风说道,我爸也就嘴上说说。 你这直接就让我做选择了。 选择全在你手里,跟着自己的心走。 李云拿起沙发上的包包,换了鞋,说道,我要去妖宠店了,你也快去学校吧。 看着老妈离开的背影,楚汉风无奈,带着笑天朝北苍学府走去。 今天要讲的是,统领级的妖兽以及君主级别的妖兽。 张兰清脆的声音回荡在五一般的楼道里。 报告,楚汉风硬着头皮站在门口喊道。 一瞬间,所有人都目光全部落在了他身上。 迟到了,张兰罕见得没有发怒,而是平静地问道。 但在那平静的面容下,楚汉风竟然感受到了一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楚汉风回道。 实在是我的床绑架了我。 今天放学之后,来我房间一趟。 张兰摆摆手,平静地说道。 回到你的座位上吧。 他越是平静,楚汉风心里就越慌。 因为平时,肯定少不了一顿痛骂的。 看着楚汉风走进来,许多人都是一脸幸灾乐祸。 尤其是齐少风,呲牙咧嘴的,好像故意要让楚汉风看到他的嘲笑。 不过当笑天随着楚汉风一起进来时,许多人都是倒吸一口冷气。 这,这是什么怪物? 有学生看着三颗脑袋的笑天,惧怕地问道。 怪物,你小子眼瞎了,连神兽都不认识。 楚汉风淡淡说道。 你的二哈呢? 有学生疑惑地问道。 一便懂不懂。 我之所以迟到,就是因为昨晚笑天一变。 我这个主人尽心尽责地陪了他一晚上。 楚汉风冷喝道。 他故意带着笑天从齐少风的面前走过。 这齐少风的妖宠乃是一只风雪虎。 其实还算不错了。 可以二次进化为冰原虎。 三次进化为吉王虎。 最多也就能进行三次进化。 不过,如今笑天乃是地狱三头犬的完整体, 仅仅只是一眼扫过。 那风雪虎就颤抖着趴在地上,表示了沉浮。 笑天一声怒吼,对方竟然直接被吓尿了。 此刻齐少风脸色难堪,感受到了奇耻大乳。 没用的东西,齐少风狠狠踢了风雪虎一脚。 就连讲台上的张蓝,目光停在笑天身上少许, 眼神中都有不一样的光芒。 帅啊,风哥,一回到座位,王帅立马惊叫起来。 随即贼眉鼠眼的笑道,能不能让我摸摸你的笑天? 你随便,楚汉风笑道。 跟笑天玩了一会,王帅突然叹了一口气。 连你的妖宠都一变了,不知何时我的妖宠能有机会啊。 他的妖宠乃是一只白玉象,最多二次进化成为战锤象。 比白犬好一些,但前途依旧一片黑暗。 因为按照许多玉妖师的说法, 不能实现三次进化的妖宠都是垃圾。 这种事,要看命。 说不定是我前世拯救了银河系,才有如此机缘,楚汉风笑道。 今天的课程主要是关于妖兽的。 与妖宠不同,妖兽在这个世界的地位,要比人类还高。 除了帝国以内的安全地外, 外面的世界几乎都是由妖兽主宰着。 别说普通人了,就算玉妖师不达到一定的境界, 也没有资格离开帝国,外出去闯荡。 而妖兽中,除了普通妖兽外, 其中最能给玉妖师造成伤害的, 便是变异妖兽、领主级妖兽以及君主级别的妖兽。 这些都是玉妖师的大敌。 张岚虽然性格不怎么样, 但作为老师,他算得上博学多彩。 几乎把各个方面都讲到了。 一直到中午, 众人吃饭下午依旧是实战课。 这次楚汉风却是兴致勃勃, 笑天的手战不知会如何呢。 楚汉风,清久久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楚汉风微微抬头,加油。 清久久说完,便迈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 他今天穿了一件水蓝色的长裙。 盈盈一窝的细腰上是一件带绒的白色宽松长袖。 刚洗的头发还没有扎, 就这般蓬松落在身后。 少女的脚步显得他内心很开心。 楚汉风也笑了笑, 他跟王帅结伴去育妖斋。 从今天开始, 他要注意笑天的饮食了。 之前笑天没有属性, 所以吃什么东西, 体内的妖气都不会冲突。 而现在, 癌丑穷变高富帅。 从没有属性变成了三种属性, 火焰、 黑暗以及死亡。 那么以后, 笑天吃的食物就必须是拥有着三种属性之一的。 楚汉风刚刚走进食堂, 迎面突然走来一名老者。 你应该是楚公子吧? 老者笑着问道。 有事吗? 楚汉风疑惑地看向对方。 秦大人吩咐过了, 以后这玉妖斋内关于楚公子的事, 专门由我负责。 老者笑道。 秦郎? 楚汉风想起了那个长相老成, 要跟自己交朋友的家伙。 对了, 这家伙好像还给了他一张生日的请帖。 老者笑着点点头, 说道。 秦大人在二楼给你留了一个专用的包间。 不用了, 我不想欠他人情。 楚汉风拒绝道。 两人认识没多久, 关系还没到呢。 楚公子别难为我, 我接到的是死命令。 老者苦笑道。 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谈不上什么人情。 我要是不答应, 是不是这北仓学府内的玉妖斋, 以后都不做我生意了。 楚汉风问道。 怎么可能? 楚公子是秦大人的朋友, 自然是玉妖斋最珍贵的客人。 老者连忙说道。 楚汉风看了看王帅, 随即问道。 我带同学一起去没问题吧。 那当然, 这房间是公子的, 随你做主, 老者点头。 那就上去看看吧。 老者在前面带路, 楚汉风跟着上了玉妖斋的二楼。 其实一般的学生, 哪怕是像他这种家境殷实的学生, 都是在一楼吃饭的。 而能上去二楼的, 要么是北仓学府的老师, 要么就是一些有背景的天之骄子, 反正都是一些有特权的人。 楚汉风也是第一次上这玉妖斋的二楼。 与一楼不同, 这二楼的装饰偏淡雅, 里面都是一个个单独的包间。 包间以梅兰竹菊这些植物命名。 这二楼似乎还布置着阵法, 其中聚集着浓郁的妖气。 无论是玉妖师还是妖宠, 一呼吸就有种心旷神疑的感觉。 天语学长, 这龙糖果你的妖宠若是喜欢吃的话, 下次我将家里那些全带过来。 是啊, 学长, 不知你妖宠距离第四次的终极进化, 还需要什么材料,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你尽管吩咐。 楚汉风刚刚走上二楼, 旁边的包间中正巧走出来一群青年。 不过这些青年皆是表情卑微, 带着讨好的笑意。 而他们讨好的对象, 便是那被围在中间众星捧月般的黑色风衣青年。 这风衣青年名叫周天宇, 在整个北苍学府势力很大, 听说他组建了一个叫天门的势力。 整个北苍学府很少有人敢惹他。 听到四周的讨好声, 周天宇已经细以为常。 从小到大, 这不过是他生活的常态罢了。 他自傲地抬起头, 突然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楚汉风他冷声喊道。 他一出生, 四周恭维的人也都安静了下来。 有事。 楚汉风淡淡地看着他。 对方记得他, 他又何尝不是呢? 三年前那场大败。 你现在是咸鱼, 这一辈子便都是咸鱼, 就算咸鱼翻身依旧是咸鱼。 这句话他也记一辈子。 你也有资格来这二楼。 周天宇冷声问道。 是秦大人的吩咐, 旁边的老者适时地回道。 秦朗? 周天宇淡淡说道。 把他赶下去。 周公子, 有什么事去找秦大人? 别为难我们这些下人。 否则御妖斋有御妖斋的规则, 老者宜然不惧, 正死回道。 那我就跟秦朗去说, 周天宇冷哼了一声。 临下楼前, 他走到楚汉风的面前停了下来。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三年前是, 现在也是。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哭着跪在我面前求饶, 楚汉风转头, 直视着他的双眼。 那你现在敢不敢跟我来一场 御妖施之间的战斗? 周天宇挑衅道。 放心吧, 这一天不会太久的。 楚汉风回道。 他虽然很想抱走对方, 但内心也是清楚的, 必须等契约荒谷浓后才行。 虽然说地狱三头拳很强, 但笑天跟自己一样, 不过是隐气劲罢了。 而这周天宇, 周天宇说完之后便离开了。 身后一群追随的青年 也是一脸不善地看了看楚汉风。 楚公子请罢, 老者依旧是平静的模样, 带着楚汉风走进了包间内。 公子稍等片刻, 你的食物和妖宠的食物 我们马上就送到。 老者说道, 这包间的面积不算太大, 里面的设备十分齐全, 吃饭的桌子 似乎是用千年的青妖木制成的, 墙上还挂着几幅画。 我就在外面候着。 老者说道, 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喊我, 不知怎么称呼你。 楚汉风问道, 叫我陈老就行, 老者笑了笑。 等到老者离开, 旁边一直没说话的王帅才开口道, 风哥,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怎么?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秦大人啊? 王帅惊诧道, 这种大人物, 平时别说认识了, 连剑一面都难。 楚汉风简单将昨天玉妖斋 与张剑的冲突说了一遍。 张剑就算了, 周天宇的事, 莫非你还放不下? 王帅问道, 这是我记一辈子, 楚汉风回道, 而且对方也不会善罢甘休。 等着看吧, 这北苍学府以后可有的热闹了。 周天宇可和张剑那种货色不同, 听说他家族的势力很大。 王帅说道, 周天宇碍于身份, 可能不会耍什么小心思, 但保不准他身边的人, 为了讨好他会让你难堪。 你以后还是要注意些, 我的是我心里有数, 楚汉风点头, 倒是你, 尽快将你那只白玉像 净化成战锤像吧。 也要准备打通第二条妖脉了。 打通第二条妖脉又如何? 你知道, 外面现在一颗好的妖宠蛋 需要多钱吗? 王帅无奈地说道, 就算我家里倾家荡产, 我也买不起好的。 去外面找妖魂, 恐怕我连命都得丢。 听到王帅的话, 楚汉风倒是认可地点了点头, 妖宠蛋本身就珍贵。 尤其是一颗上好的妖宠蛋, 更是无价之宝。 在北苍学府念书, 你自己想办法了。 欲妖师契约妖宠, 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便是妖宠蛋, 这是最安全也是最省事的办法。 而第二个办法, 就是去野外猎杀妖兽。 从而得到他们的臣服, 献上妖魂。 才有可能将这妖兽 当作自己的妖宠。 楚汉风庆幸自己可以迁道, 想来妖宠以后是不缺了。 两人正聊着天, 已经有穿着旗袍的侍女敲门而入。 端着翡翠宝盘, 将准备好的饭端了上来。 看到宝盘上的饭, 王帅则是目瞪口呆。 这是百变的黑暗花吧, 他指着其中一个盘子。 惊讶道, 生长于深渊鬼地, 乃是由妖兽尸体为养料。 起码三年才有可能长成这么一朵花。 还有这个, 烈焰木。 生于火山之上, 日久天长经过荣江的洗礼。 看这颜色, 五六年总有了吧。 这些都是给啸天的食物, 楚汉风回到。 旁边的啸天已经双眸发光, 流口水了。 看着楚汉风将盘子递过来, 他直接一口连盘子都吸入嘴中。 这些食物入口之后, 直接转化成强大的妖气, 在他体内流动着。 他吃的不是饭, 只是补充妖气。 楚汉风打开其他几个盘子, 都是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有好几个菜, 还是珍贵妖兽的肉做成的。 楚汉风和王帅一起吃着。 王帅感慨道, 这秦大人真是舍得。 认识第一天, 就给你这么一份大礼。 你算算看, 这些东西需要多钱。 人情这东西, 有大有小。 我不是小人之心, 他也不会君子之父。 楚汉风摇头, 你现在欠的人情, 总要还的。 所以, 有时候能用钱还人情, 是最简单的方法。 王帅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回道, 这些饭菜加起来, 最起码要三千金币了。 这些有钱人真奢侈, 一顿饭就这么朴实无华。 楚汉风笑了笑, 两人吃完饭, 便离开包间。 陈老静泽的手在门口。 楚汉风笑道, 陈老, 我们要走了, 你就不用送了。 包间的桌子上有三千金币, 算是我的饭钱。 楚公子, 这是秦大人请你的, 我可不敢收你的钱。 陈老连忙说道, 陈老, 刚才我没让你为难, 来了这包间, 这回你也别让我为难, 饭钱我必须付。 楚汉风笑道, 他虽然笑容温和, 但语气却十分坚定。 这, 陈老迟疑了一下, 只能点点头。 那好吧, 希望饭菜还能和你的口味。 说真的, 陈老, 楚汉风笑道, 这包间以后我还来, 笑天的食物照旧。 我的可以便宜点, 要不然以后真吃不起了。 楚公子真是个妙人, 陈老点头, 目送楚汉风两人走下楼, 陈老方才收敛笑容, 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二楼最里面的一个包间。 这包间从外面看不出, 但里面的装饰却十分的奢华。 秦朗正翘着二郎腿, 坐在豪华的沙发上, 一份份地翻越着面前的情报。 大人, 楚公子已经走了, 陈老的声音传来。 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也有几分智慧, 陈老想了想, 斟酌言辞。 说道, 未来如果不陨落, 恐怕大有作为。 这分寸, 有智慧的人多了去了。 你可知我, 为何会特意结交他? 秦朗问道, 陈老微微摇头, 他一直都是那种, 只负责做事, 从来不打听大人想法的人。 所以, 秦朗也愿意跟他多说几句。 清久久成了辅主的关门弟子了, 秦朗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陈老一愣, 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清久久与这楚汉风乃是青梅竹马, 内心也有情愫在。 我昨天给他生日请帖, 便是想借助他拉拢清久久。 秦朗说道, 陈老一言不发地低着头, 安静地听着。 不过, 那是我昨天的想法。 你见过他身边那只妖宠了吧? 秦朗突然说道, 陈老点头, 他自然看得出来笑天非同反响。 他自认见多识广, 竟然也分辨不出笑天是何种妖宠。 地狱三头犬只存在于上古诗三门中传说的地狱兽。 秦朗轻笑道, 一夜之间白犬一变。 真是让人好生羡慕啊。 他的面前放着一夜情报正是关于楚汉风的。 是啊, 运气真好, 陈老也跟着点头。 你真觉得那是运气? 秦朗摇头, 世间之事, 一饮一拙, 早已注定。 人定胜天, 我可从来不相信运气这种东西。 大人的意思是, 陈老试探地问道, 你误会了, 每个人都有秘密, 能探知清楚最后, 就算不知也不必勉强。 秦朗摇头笑道, 我只是告诉你, 昨天我结交他, 是因为清久久, 而今天, 纯粹是因为他自己。 秦朗说完之后, 一招手, 只见面前的虚空被撕裂, 一只巨大的大鹏鸟落在了他的胳膊上。 强大的妖气环绕大鹏鸟周身, 他尖锐的双眸仿佛带着穿透之光。 地狱三头犬啊, 可是比我这精灵大鹏鸟还要强得妖宠啊。 陈老沉默了片刻, 又说道, 楚公子似乎与周天宇有些矛盾, 周天宇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秦朗冷哼一声, 淡淡说道, 有什么事, 让他哥找我谈, 他还不配。 知道了, 陈老点头, 随即身影渐渐消失在房间中, 无一般进行实战练习的地方, 在学府的一号御妖场。 这里是专门开辟出来, 让学生之间对战用的。 楚汉丰和王帅从御妖斋出来后, 便直奔这里。 巨大的御妖场有阵法加持, 据说就连先天境的御妖师 也无法击破这里。 御妖场的四面都是厚重的石墙。 除了大门外, 这里几乎是蜜蜂的场地。 楚汉丰一进入其中, 便吸引了全班同学的目光。 实在是他身边的孝天太拉风了。 孝天所过之处, 其他妖宠都是战战和和的。 这是来自血脉的恐惧。 张兰站在最前方, 他一身紧身牛仔裤包裹着香臀。 短发垂肩, 给人的感觉是干净、利落。 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 说道, 既然人都来齐了, 那就安排对抗练习吧。 老师, 我要挑战齐少风。 楚汉丰直接站出来, 说道, 楚汉丰, 你不要太过分了。 齐少风目光一变, 亲和道, 跟谁对抗练习, 是老师说了算, 还轮不到你安排。 怎么, 你怕了? 楚汉丰问道, 楚汉丰, 你觉得自己很强。 张兰出声问道, 不敢, 楚汉丰摇头, 不过战齐少风这种土鸡娃狗, 却如探囊取物。 既然你这么自信, 张兰笑道, 好, 齐少风, 王宝宝还有月灵, 你们三个占他试试。 知道了, 老师, 齐少风神情一松, 单挑他打不过, 但三个人一起上, 他就没有耸的道理了。 你们觉得谁会赢? 四周的学生退到边缘, 给几人腾出了决斗的地方。 说不好, 虽然楚汉丰的妖宠强弹对方毕竟有三个人, 我还是看好齐少风他们, 有人说道, 没错, 而且楚汉丰可是从没学过任何的妖技, 如何一对三? 相比起其他人的窃窃私语, 王帅的声音就大了许多。 风哥, 加油, 抱走齐少风那个狗东西, 他丝毫不理会周围其他同学怪异的目光。 王帅, 有本事下来, 咱们单挑, 看我会不会把你的白玉像打出屎来, 齐少风愤怒地喝倒。 跟我单挑, 你先打过风哥再说吧, 王帅大笑道, 月妖场内, 威风凉凉, 人也凉凉, 楚汉丰看着面前的三只妖宠, 齐少风的妖宠乃是一只风雪虎, 这是攻击系的妖宠, 而王宝宝的妖宠则是防御系的妖宠咕噜龟, 至于最后一个月灵, 妖宠同样是攻击系的剑士, 这件事比较特殊, 据说三次进化后可以成为一把神兵剑, 甚至可以修炼双妖宠的合击剑, 王宝宝, 用你的咕噜龟挡住他, 我的风雪虎和月灵的剑士两侧攻击, 齐少风直接揽过了指挥大拳, 说道, 他的妖宠没有修炼过妖技, 应该不是很强, 悬水盾, 王宝宝点点头, 随即轻喝一声, 只见咕噜龟嘴里吐起泡泡, 竟然在面前形成了一面水盾, 这水盾出现时, 直接挡在了孝天的前面, 杀, 楚汉丰只是一声大喝, 地狱三头犬怒吼着, 双眸中紫色之光泛着凶器, 啸天庞大的身影如同发怒的牛魔般, 直接朝咕噜龟猛烈冲撞了过去, 防御吸妖宠, 那也要看防的是谁, 楚汉风冷哼道, 三颗巨大的脑袋袭来之时, 这每一颗脑袋都跟咕噜龟的体型差不多大, 轰的一声爆炸响起, 水盾连一秒钟都没有撑住, 直接被破碎开, 而咕噜龟的身影也倒飞了出去, 不好, 快攻击, 齐少风大汉, 连忙喊道, 风雪禁锢, 只见他的妖宠风雪虎张开大嘴, 那嘴巴内无尽的寒冰在凝聚着, 无数风雪飘零, 最终, 一根巨大的冰刺凝聚而成, 随着虎啸震天, 冰刺直接朝咕噜天杀来, 沿途的一切虚空都被冰封住, 而月灵也是一脸凝重, 玄铁剑绝, 虚空中的剑势爆发出无穷的剑意, 那剑意凝聚在一起, 成了一道四缸铁般坚不可摧, 又锋芒毕露的剑气, 玄铁剑气斩杀而来, 看着两只妖宠左右夹击, 啸天并不在意, 他微微伸展前掌, 只听轰的一声, 他的身影就仿佛一只脱弦的利剑般, 飞了出去, 这两道攻击很快, 但啸天的速度明显更快一筹, 众人只看到, 啸天原本还在御妖场的另一头, 下一刻原地只剩下残影, 不知何时, 竟然出现在了剑室的旁边, 不好, 月灵想控制妖宠逃跑,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伴随着啸天的嘶吼声, 他的双掌落下, 重重地拍在了剑柄处, 整把剑直接插入地下, 几乎有一半都陷入地底, 剑室受了重伤, 月灵自然受到反噬, 脸色苍白, 重伤见识后, 啸天转过身, 一跃而起, 朝风雪虎狂扑了过去, 快逃, 其少风着急地大吼道, 虽然风雪虎的速度够快, 显而又显地躲过了笑天的这一扑杀, 但在两兽擦身那一刻, 笑天的尾巴突然甩起, 狠狠地将风雪虎抽飞了出去, 啪, 四周一片安静, 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仿佛都能听见, 开什么玩笑, 一个照面, 三只妖宠全部身受重伤, 有人狠狠咽了一口唾沫, 四周的寂静中, 笑天面露凶光, 俯视着在场的所有妖宠, 这便是上古十三门的地狱兽吗? 最前方, 张兰喃喃自语着, 他知道笑天强, 所以特意安排了三人对战, 没想到依旧不堪一击, 所谓上古十三门, 指的是上古时代, 曾经十三只震杀一技的凶兽, 其实许多妖宠, 都是有一些来历的称呼, 地狱三头犬是上古神兽, 而像风雪虎, 咕噜龟, 这些就是地狱妖灵了, 楚汉丰盛, 张兰的声音响起, 齐绍峰几人面色沮丧, 一个个带着受了重伤的妖宠, 离开了御妖场, 妖宠重伤, 肯定要去雪府的百草堂治疗, 否则单凭妖宠自身的治愈力, 没有几天时间是好不了的, 齐绍峰, 楚汉丰突然喊道, 你想干什么? 齐绍峰连忙转过身, 警惕地看着楚汉丰, 其实咱们之间没什么矛盾, 只是你以前经常喜欢在我面前嘴炮, 今天算是给你的教训, 咱们也算两清了, 楚汉丰说道, 如果你依旧想报复我, 那我奉陪, 但是下次, 你的妖宠就不是受伤这么简单了, 你威胁我, 齐绍峰脸色难堪地回道, 你觉得你配吗? 楚汉丰不留情地反问道, 只是看在同学一场, 给你一条活路, 你自己好好考虑吧, 听到楚汉丰的话, 齐绍峰罕见地沉默了起来, 他朝外面走去, 越想越委屈, 眼角甚至流下了不争气的眼泪, 但他知道, 楚汉丰说的是事实, 打败三人以后, 全部的同学也没人敢跟楚汉丰切磋了, 之后的比试也就无聊多了, 倒是王帅, 跟他切磋的同学明明可以打败他, 但都知道, 他是跟楚汉丰混的, 一时间输也不是, 赢也不是, 反被王帅抓住机会, 一击给打败了, 实战演练完后, 已经是下午了, 晚霞染红了半边天, 夕阳追逐着黑暗的背影一点点地落下, 明天是周末, 会有两天假期, 张兰看着一众学生, 说道, 作业我就不布置了, 下周来了之后, 我带你们去戒余闯荡, 一听这话, 四周的学生都兴奋了起来, 这可是他们一直期待的事情啊, 学府虽然安全, 但终究太无聊了, 拥有妖宠, 试问谁不想闯荡人皇戒, 便立着山河璀璨, 见识一下世界的光怪陆离, 强者都有一颗冒险的心, 说起戒余, 在平湖市的四周, 有许多次园外的小世界, 只不过这些小世界实在是太小了, 便被称呼为戒, 张兰临走前, 看了楚汉锋一眼, 提醒道, 别忘了, 等会来我房间, 看着张兰离去的背影, 楚汉锋知道, 自己已经彻底把这家伙得罪死了, 楚汉锋, 这时, 清九九走到他的面前, 从口袋掏出了一个小盒子递给他, 这是什么, 楚汉锋问道, 你也快打通第二条腰卖了吧, 清九九说道, 这是一枚破卖单, 应该可以帮到你, 你哪来的破卖单, 楚汉锋皱眉问道, 这东西珍贵无比, 清九九家境虽然还算可以, 但买破卖单就有些奢侈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破卖单这东西有价无市, 没有背景, 单单有钱, 你还买不到, 你放心吧, 这没丹药绝对没问题, 清九九说道, 你要是不告诉我丹药的来历, 我是不会要的, 楚汉锋摇头, 他虽然不介意吃软饭, 但也是有原则的一个人, 这个, 清九九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说道, 是我师父给我的, 你哪来的师父, 我怎么不知道, 楚汉锋彻底的疑惑了起来, 是咱们北苍学府的辅主, 其实当初我契约赤水鸣蛇时, 辅主就出现过, 把我收为了记名弟子, 而一直到前段时间, 我才算正式成为清传弟子, 清九九解释道,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 只是师父不让我们说, 免得招惹上麻烦, 这破卖单便是他给我的见面礼, 他为什么要给你破卖单, 你的下一条腰脉, 是不是也要打通了, 楚汉锋问道, 这一次清九九倒是沉默了下来, 既然是你师父给你的, 你便用吧, 楚汉锋不想让气氛这么凝重, 笑道, 等你变强了, 我才能吃软发啊, 我不会用这没破卖单的, 就算你不要, 我也不会用的, 清九九抬头, 很认真的回道, 为什么, 这下道轮道楚汉锋不懂了, 因为, 我一旦用了他, 就要离开北苍学府, 离开平湖市, 清九九沉默了许久, 方才神情低落地说道, 楚汉锋第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 随即下一刻, 方才吃惊道, 你要打通第四条腰脉了, 在这平湖市, 北苍学府已经算不错的地方了, 可是人黄界何其大, 暂且不提人黄界, 单单是蔚蓝帝国内, 北苍学府都排不上名号, 一旦打通第四条腰脉, 便可以从北苍毕业, 去往帝都, 去往飞禹城这些大城市, 去更高等级的学府, 所以清九九才不愿用这破卖单, 其实说起来, 楚汉锋与清九九三年前一起进入五一班, 这一待, 便是整整三年, 不过大家都知道, 楚汉锋待三年, 是他真的能力不行, 而清九九, 则是为了楚汉锋才留在这里的, 私下里, 很多人都猜测, 清九九应该已经打通了第二条腰脉, 这等实力, 去五二班, 甚至五三班都有可能,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丫头竟然翘无声息的, 就已经要打通第四条腰脉了, 这可是心俏镜的御妖师, 可以同时契约四只腰宠啊, 楚汉锋想到这, 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清九九皱了皱鼻子, 很不开心地问道, 楚汉锋指了指自己, 说道,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 总有一天会让这个世界振战, 所以你啊, 不要压制自己的境界, 努力且拼命地修炼吧, 否则到时候, 你连追逐我背影的机会都没有, 求推荐, 储藏, 楚汉锋有千道系统存在, 所以他敢说这种话, 倒是清九九闷闷不乐地回道, 我知道你这样说, 是为了安慰我, 我不是安慰你, 楚汉锋指了指旁边的笑天, 问道, 地狱三头犬, 你知道这是怎么来的吗, 你不是说一遍吗, 你真的相信一遍, 楚汉锋笑道, 哪有什么一遍, 白犬想一遍神兽, 简直吃人说梦, 清九九愣了一下, 是啊, 但凡有见识的人都知道,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只不过之前, 这话是楚汉锋说的, 他便相信了, 丝毫没觉得荒唐, 所以你明白了吧, 即使神兽对我来讲, 也就那样, 好好修炼, 过不了多久, 我也会去帝都的, 楚汉锋伸出右手, 轻轻摸着他脸颊旁柔顺的长发, 这一刻清九九彻底沉没了下来, 其实之前, 笑天还是白犬的时候, 清九九的想法是, 能拖多久是多久, 而今天早上, 当他发现白犬一变成地狱三头犬后, 他的想法又变了, 他想将自己的修炼资源给楚汉锋, 帮助他打通其他的妖脉, 然后两人一起去帝都, 因为如果是白犬, 给多少资源, 也不一定能打通剩下的妖脉, 但地狱三头犬却可以, 只是如今, 楚汉锋的一番话, 让他彻底地矛盾了起来, 楚汉锋没有再说话,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个女孩, 这是人生路上的分叉口, 必须清九九自己去选择, 楚汉锋, 清九九突然抬起头, 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嗯, 我们在一起吧, 别闹, 没闹, 清九九很认真地盯着他的眼睛, 笑如颜开, 回到,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总有一天, 你会振战这个世界这么优秀的男人, 我肯定不能放管, 所以, 我们在一起吧, 楚汉锋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为什么, 清九九脸色瞬间苍白了起来, 就连娇躯都狠狠一颤, 这一刻, 他脑海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楚汉锋不喜欢自己, 他只是将自己当妹妹看待, 对方拿自己当朋友, 自己却想, 女人的心思总是复杂的, 这是他从小到大的情愫破碎的感觉, 你知道昨晚, 我爸跟我说过什么吗, 楚汉锋问道, 他说, 趁你现在没见过广阔的天地, 让我赶紧诱骗无知少女, 跟你生米煮成熟饭, 生个大胖小子, 万一你以后, 见识了这世界的缤纷, 接触到了无数比我还优秀的青年才俊, 你突然会发现, 我不过是, 你人生转瞬即逝的情愫罢了, 叔叔怎么会说这种话, 清九九低着头, 两只手有些手足无措地抓着衣角, 问道, 那你的想法呢, 我啊, 倒是希望你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这天地究竟有多广阔, 山河有多璀璨, 还有那些真正的妖孽天才, 如果到时候, 你还喜欢我, 楚汉锋停顿了一下, 笑道, 那么, 我娶你, 这话音落下, 只见清九九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狠狠咬了下去, 你干嘛, 谁让你当当大喘气, 不一口气把话说完, 我还以为, 楚汉锋笑了笑, 他没有挣脱自己的手臂, 任凭对方泄恨地咬了一会, 出现了一个不深不浅的牙印, 下次别咬这里了, 楚汉锋笑道, 那咬哪脸, 清九九下意识地问道, 楚汉锋低了低头, 清九九先是一愣, 瞬间脸色通红, 我, 我先回家了, 你赶紧去找老师吧, 清九九背着双手, 裙摆随着微风飘荡, 像一只精灵般, 脚步轻盈, 走了几步之后, 突然转过头, 楚汉锋, 记着你说的话, 早点来帝都, 我, 等你, 话音落下, 瞬间笑天正蹲在一旁, 眼巴巴地看着他, 看什么看, 单身狗, 楚汉锋冷哼了一声, 随即朝教师楼的方向走去, 砰砰砰, 楚汉锋敲了敲门, 张兰一脸淡漠地打开房门, 淡淡说道, 跟我来, 他走出房间, 朝学府的后山走去, 学府后山, 一直都是禁地, 不过两人并没有进入后山, 而是在山下的御妖场前面, 停了下来, 这御妖场, 要比武一般的御妖场大得多, 近来, 张兰语气僵硬地说道, 他打开御妖场的大门, 楚汉锋紧跟着走了进去, 一进入其中, 楚汉锋才发现, 这御妖场就像是古时代的斗兽场, 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座位, 可以供人坐在高处观看, 而脚下乃是七级妖石铺成的地板, 御妖场是椭圆形的, 老师,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楚汉锋疑惑地问道, 出手吧, 这里地方大, 而且没人打扰, 也不怕损坏什么东西, 正是和咱们决斗, 张兰回道, 老师, 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决斗了? 楚汉锋一惊, 连忙问道, 是我要跟你决斗, 至于你的意见, 不重要, 张兰回道, 你这是报复, 楚汉锋大喊道, 对, 就是报复, 张兰直接点头, 竟然不要脸地承认了, 楚汉锋直接摇头拒绝, 你是心俏镜的御妖师, 这不公平, 我不会跟你比的, 你若是不动手,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张兰淡淡说道, 楚汉锋看这架势, 就知道, 来应得肯定不行了, 老师, 我发现你今天漂亮了许多, 还有你身上这件衣服, 跟你好搭呀, 别废话了, 张兰直接打断了楚汉锋的话, 只见他伸出右手, 强大的妖气在掌心凝聚着, 顿时一声尖锐的鸣叫, 从虚空中响起, 一只庞大的圣寒鸟, 从虚空中飞了过来, 兵属性, 攻击系的妖宠, 虽然只是二次进化, 但潜力无限, 四次之后, 可以进化为玉凤凰, 虽然不是真正的凤凰, 但依旧有一丝凤凰的血脉, 圣寒鸟盘旋于苍穹上, 它四周凝聚了无数寒冰, 尤其是身上的羽毛, 更是如同冰雪一般, 而且, 它的两只利爪, 锋芒毕露, 似乎都闪烁着寒光, 上, 张兰一声轻贺, 圣寒鸟庞大的身躯, 从虚空中俯冲了过来, 双爪碰撞, 冰火两重天, 两声嘶吼同时传来, 只见啸天与圣寒鸟同时倒飞了出去, 不愧是神兽, 仅仅饮气静就可以抗衡我心翘近的圣寒鸟, 张兰也自语道, 楚汉风, 这是我今天给你上的第一堂课, 妖宠之间的战斗, 除了进化外, 妖际也是最重要的方面, 张兰说道, 他目光看向圣寒鸟, 吩咐道, 圣寒之语, 只见圣寒鸟飞向苍穹, 无数的寒气从体内渗透了出来, 好像四周的温度都变低了许多, 他的羽毛开始脱落, 上百片的羽毛散发着刺骨的寒意, 每一片羽毛都如同利刃, 上百片寒冰利刃缠绕在一起, 铺天盖地地袭杀了过来, 老师, 看来我也要给你上一堂课了, 我虽然没有修炼过妖技, 但你应该知道, 神兽是自带神通的, 楚汉风笑道, 笑天, 地狱之火, 只见笑天抬起头, 那三颗脑袋中的第一颗脑袋, 缓缓睁开眼睛, 双眸一片火红, 似由火焰燃烧而起, 那颗脑袋, 睁开血盆大口, 直接一道地狱洪流, 朝圣寒鸟喷去, 火红色的地狱之火, 焚化八荒, 融化了沿途的一切虚空, 圣寒鸟的圣寒之雨, 瞬间便被融化, 地狱之火, 其实反火可以比拟的, 融化寒冰之后, 地狱之火去尸不减, 再次朝圣寒鸟袭来, 快躲开, 张兰大喊道, 圣寒鸟的优势之一, 便是它能够凌空, 轻易地躲过了笑天的这一击, 不过张兰的脸色依旧不好看, 自己一个心俏镜的御妖师, 竟然打不过自己的学生, 这就一笑大方了, 神兽确实足够强大, 传言也没错, 哪怕是幼年的神兽, 也能博抱吞虎, 凶残无比, 老师, 到此为止吧, 楚汉风回道, 他倒不是怕了, 只是刚刚一番战斗, 他体内的妖气已经消耗了一半, 妖虫与他的妖脉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 笑天的情况他最为清楚, 果然, 一条妖脉并不能支撑太久的战斗, 他相信, 张兰体内的妖气估计还很饱和, 毕竟对方有四条妖脉, 不过对于楚汉风的话, 张兰只是冷哼了一声, 说道, 楚汉风, 我都差点忘了, 我是一名心俏镜的御妖师, 又何必与你单打独斗呢? 只见他话音落下, 周身便浮现出两道光团, 光团内有心脏跳动, 生命之力浮现, 随即光团破碎, 又是两只妖宠从其中跳了出来, 心俏镜御妖师打通四条妖脉, 可以拥有四只妖宠, 张兰现在召唤了三只妖宠,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合适的妖宠, 所以第四条妖脉没有契合, 还是说, 对方觉得跟自己打, 三只妖宠就足以, 楚汉风额头已经有了汗, 他看着面前的三只妖宠, 圣寒鸟盘旋苍穹, 一副虎视眈眈的模样, 第二只妖宠乃是猎天甲, 这是防御性妖宠, 由穿山甲二次进化为破空甲, 三次进化为猎天甲而来, 防御妖宠中排的上名号的妖宠, 这并不是让楚汉风凝重的事情, 因为他凝重的是对方的第三只妖宠, 辅助系妖宠, 冰心毒妖残, 在地界的辅助妖宠榜中可排第十名, 当然, 地狱三头犬乃是天界妖宠, 只是孝天终究还是太弱了, 对方的冰心毒妖残已经进化到了终极形态, 而且是心窍巅峰的境界,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辅助系的妖宠了, 所有的妖宠都离不开三个方面, 攻击系, 防御系, 以及辅助系, 相比较攻击系与防御系的单一, 辅助系妖宠可谓是百花齐放, 同样的妖宠, 辅助系妖宠的价格会是其他两系的好几倍, 而且辅助系妖宠, 他们的能力多不胜数, 之前清久久拿出的破卖单, 为什么有价无事, 珍贵无比, 因为这丹药买是辅助系妖宠才能炼制, 而且必须是特定的炼丹妖宠, 先天丹炉, 除此之外, 楚汉峰上次去吃麻辣烫, 见到的那只厨师熊, 他便是治疗系的妖宠, 当然, 辅助系不仅仅只有这些, 还能增加全方面的属性, 给攻击妖宠加攻击, 防御妖宠加防御, 全体治疗, 净化, 束缚禁锢, 幻境虚空, 总之花样百出, 也是最难以防备的妖宠, 看着这冰心毒妖残, 楚汉峰目光凝重, 他只知道对方的大名, 却不知道对方的能力是什么, 每一个御妖师体内都有12条妖脉, 所以,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 一个御妖师最多可以契约12只妖宠, 因为数量有限, 那么御妖师契约的每一只妖宠, 都是深思熟虑的, 张兰看向楚汉峰, 淡淡地说道, 这是我今天教你的第二课, 妖宠的阵容搭配, 基本上每个御妖师的前三只妖宠, 都会搭配一只攻击系, 一只防御系, 以及一只辅助系, 这么做, 是为了阵容平衡, 发挥妖宠的最强战斗力, 也能更持续地长时间作战, 当然, 什么样的辅助系妖宠搭配什么样其他系的妖宠合适, 这个以后再说, 今天先让你感受一下, 听到张兰的话, 楚汉峰倒是诧异了一下, 他看得出来张兰是认真在教自己知识, 对方说的话, 他也慢慢理解了, 就像你玩游戏, 不管是手游王者荣耀, 还是端游英雄联盟, 五人团队里一定要有一名射手, 一名法师, 以及辅助, 打野, 这么多的目的自然是经济平衡, 伤害平衡, 让阵容发挥最强的战斗力, 否则你直接选五个射手, 那酸爽谁用谁知道, 笑天攻击那只兵心毒妖残, 楚汉峰吩咐道, 在御妖世界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战斗可以说, 辅助吸妖宠必须死, 这就可以看出, 大家有多忌惮辅助吸妖宠了, 笑天怒吼一声, 又是一道地狱之火喷出, 坟尽巴荒, 融化一切, 虚空中的圣寒鸟挡在前面, 圣寒之雨降临, 按理来说, 普通的寒冰是抵御不住地狱之火的, 毕竟刚才就已经证明了, 但张兰并不着急, 他看向冰心毒妖残, 冷笑道, 寒冰增福, 毒妖试魂, 两道命令一下, 那冰心毒妖残的身躯不大, 全是乳白色的, 只有脑袋是黑色的, 他的周身开始发出一阵阵光圈, 这光圈从他身上套到了圣寒鸟的身上, 一瞬间, 圣寒鸟威势大掌, 一声尖锐的鸣叫, 那圣寒之雨的寒冰, 竟然与地狱之光不分上下, 甚至隐隐压制住了笑天, 猎天甲, 大地崩碎, 张兰又是一声轻贺, 旁边的猎天甲尖叫一声, 尖尖的嘴巴猛然戳向地面, 下一刻, 轰隆隆的爆炸声响起, 大地军裂出无数条的裂缝, 似乎想要将笑天困入其中, 笑天, 黑暗之体, 楚汉风连忙大喊道, 对方的速度太快了, 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 唯有硬抗了, 黑暗之体, 这是防御性的神通, 与攻击神通地狱之火不同, 笑天的第二颗脑袋, 睁开双眸, 丝丝黑暗之气弥漫而出, 将笑天庞大的身躯包裹了起来, 大地崩碎之时, 那股气径携带着碎石, 全部冲在了笑天的身上, 不过黑暗之体防御惊人, 竟然毫发无损, 厉害, 这样都伤不了你, 假如我们是同等境界, 说不定我还真要败给你, 张兰说道, 不过你体内的妖气, 要干涸了吧, 那又如何, 就算败, 我也要啃下你的一块肉, 楚汉风目光发狠, 他命令着笑天朝冰心毒妖残扑去, 只有杀死这辅助系的妖灵, 自己才有一丝赢得机会, 你难道还没发现吗, 张兰突然说道, 发现什么, 楚汉风疑惑, 毒爆, 张兰轻声说道, 他的话音刚落, 便见笑天的身上竟然有毒开始蔓延, 一瞬间便侵蚀了笑天整个身躯, 毒妖是魂, 这是冰心毒妖残的第二个技能, 刚刚猎天甲的攻击虽然被笑天挡住了, 但攻击上面附带的毒, 却还是粘到了你妖宠的身上, 只听张兰说道, 这就是你平时不好好学的下场, 对于妖兽的了解不过多, 跟别人对战时连妖技都不知道, 这样很容易吃大亏, 老师, 我投降了, 楚汉风十分光棍地说道, 打不过就投降, 这样没什么好丢脸的, 主要是那冰心毒妖残太逆天了, 而且三个打一个, 说出去也不光彩, 投降, 哪有那么容易, 张兰冷笑道, 接下来是我教你的第三课, 五级, 五级, 楚汉风一惊, 随即下一课, 便见张兰朝他飞奔过来, 速度极快就犹如鬼魅般, 二阶步伐五级, 鬼影神踪, 当他来到楚汉风面前时, 楚汉风竟然连反应都来不及, 对方笔直又纤细的长腿高高抬起, 一个劈腿就朝楚汉风踢了过去, 三阶五级归圆腿, 砰砰砰, 让你整天不好好学习, 天天在课堂惹我生气, 你知道监院大人找我谈过几次话吗, 像你这种留级三年的学生, 影响学院的声誉, 早就应该开除了, 要不是, 我再三保你, 你以为自己还能留在北苍学院吗, 张兰一边说着, 拳脚交加在楚汉风身上, 好像要把自己这三年来, 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完毕, 不过他的力量掌握得恰到其中, 能让楚汉风感到疼, 却不会真正伤到他, 只是单纯地想揍他罢了, 终于, 一阵暴风雨过后, 张兰收拾而立,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学到没? 张兰问道, 学到什么? 楚汉风站起身摸了摸自己的身上, 竟然连一块轻种的地方都没有, 看来张兰对力量的把控已经很入微了, 武技顾名思义, 乃是御妖师给自己修炼的招式, 据说强大的御妖师甚至不需要妖宠, 自己就可以硬汉神兽, 搬山断月, 抽水断流, 张兰平静地说道越是强大御妖师之间的战斗, 幼妖师只要妖脉在, 就可以复活, 但一旦御妖师死, 那么就彻底完了, 所以修炼武技不仅仅是战斗, 也是御妖师对自我的一种保护, 在生死战上面, 对方优先击杀的一定是你, 而不是你的妖宠, 我知道了, 楚汉风点头, 这些以前确实是他的知识盲区, 虽然他可以去书院自学, 但自学的知识量何其大, 哪有老师给你总结话一, 这种继续时间又通俗易懂, 今日考核, 我都教了你哪些? 那种的阵容搭配, 武技这三个方面, 看来你也不傻嘛, 张兰笑道, 在课堂上跟你好好说话, 你不听, 那么以后, 每天放学来这, 我只能实战给你教了, 以后每天都有考核, 要是没通过, 就做好挨打的觉悟吧, 老师, 学府不支持体罚, 楚汉风连忙说道, 楚汉风, 张兰的言语突然严厉了起来, 你以前的妖宠是白犬, 你自甘堕落也罢, 当烂你也好, 我都没有管, 那是因为, 你该醒醒了, 莫要糟蹋着好神兽, 楚汉风深吸一口气, 大喊道, 我知道了, 那么老师, 请你以后就好好编凑吧, 这才像话, 张兰微微点头, 不过老师, 我能不能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楚汉风笑道, 就是你以后编凑我的时候, 能不能穿的皮衣皮裤, 再拿条鞭子, 你别误会, 我是正人君子, 只是这样, 我的记忆会更深刻, 看着张兰脸色愤怒, 楚汉风连忙转移话题, 老师, 这下午已经很晚了, 我再不回去, 我爸妈该担心了, 张兰冷哼了一声, 右手一挥, 方才打开了御妖厂的大门, 走到门口时, 楚汉风突然停下脚步, 转身郑重地说道, 不管怎么样, 多谢你的教导, 蓝姐, 事实上, 对方完全没必要给自己开小造教学, 因为这不在学府的教学时间, 虽然对方揍了自己, 但恩情, 楚汉风还是会记得, 自己不是一个知恩不报的人, 所以他叫对方蓝姐, 而不是老师, 两人的年龄也就差了三四岁, 这一点倒是可以忽略不计, 看着楚汉风离开的背影, 张兰冷哼了一声, 喃喃自语道, 这小子, 还算有点良心, 回家的路上, 楚汉风心情愉快, 嘴里哼着小曲, 刚刚一番战斗, 不仅仅是学到了知识, 最重要的是, 他感觉自己的第二条腰脉, 好像快松动了就在这几天, 应该就可以打通了吧, 楚汉风内心暗自想道, 正在这时, 手机响了, 他打开手机看了看, 原来是御妖师官网, 有了新的通知, 明天早上九点, 三大祥瑞帝之一的麒麟陀路, 要再一次出事, 请各位御妖师准备好金币, 寻找自己的机缘, 底下一大堆巴拉巴拉, 关于祥瑞之地的介绍, 文章的最后, 便是以熟悉的话结尾, 愿各位人道昌龙, 麒麟陀路啊, 楚汉风喃喃自语了一声, 今天早上, 老妈就给了他三万金币, 让他周末戴清久久去, 所以他并不吃惊, 说起这祥瑞之地, 其实就是魏蓝帝国四周, 充实的各种小世界, 有无主的, 以及有主的, 其中, 像山鬼界, 领东界都是危险世界, 还有一些兄弟禁区, 当然, 其中自然免不了祥瑞之地, 魏蓝帝国内有三大祥瑞之地, 其中两处, 仙鹤闺明和天降龙凤, 分别坐落于帝都以及飞玉城, 而这第三处的麒麟陀路, 正好在平湖市的范围内, 能被称为祥瑞之地, 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自己不作死, 里面就基本不会有危险, 这麒麟陀路便是机缘之地, 你支付了多少金币, 就能得到多大的机缘, 因此, 人们经常调侃, 这地方找的不是有缘人, 而是有钱人, 回到家, 老妈已经将饭菜做好了, 今天鸟枪换大炮, 带着孝天去学校, 有没有学生羡慕啊? 楚正然打去道, 不过是区区神兽而已, 有什么好羡慕的, 楚汉风稍微反耳赛了一下, 你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 楚正然哼道, 明天麒麟陀路, 爸你跟我妈不去吗? 楚汉风问道, 没意思, 那陀路脾气不好, 见了我说不定要抱走, 我还是离得远一点为妙, 楚正然直接摇头, 什么路, 楚汉风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回到, 老爸, 你莫非认识那麒麟陀路的七色路, 关系怎么样? 介绍给我认识呗, 让我也走走后门, 千万别, 楚正然连忙摆手, 你要是有幸见到他, 可别说你是我儿子, 要不然, 你就自求多福吧, 老爸不愿多说, 楚汉风也就没有再追问, 小金, 笑天, 吃饭了, 李云从厨房出来, 将几只妖宠的食物也都做好了, 因为小金, 经验圣师赎火, 吃的是火属性的食物, 而笑天, 也刚好可以吃火属性的, 所以, 在笑天一顿友好的威逼力诱下, 小金的食物自然有一半归了笑天, 两兽今天的食物是火烈鸟的肉, 火烈鸟是飞行妖兽, 很难抓吧, 楚汉风问道, 嗨, 不算难, 楚正然摆摆手, 说道, 今天有人来妖宠店看病, 没钱付费, 便给了一块火烈鸟的肉, 正好也让他们换换口味, 两兽吃饭时, 小金明显畏惧笑天, 甚至不敢跟笑天抢东西, 一直到笑天吃饱喝足后, 他才委屈巴巴地上前吃着笑天的剩饭, 看到这一幕, 楚正然觉得自己在儿子面前没面子了, 气得大喊道, 你小子也太没出息了吧, 他一个隐气静的小憋三, 你怕什么, 倒是上去干呀, 说起来, 金焱圣尸的来历也不凡, 他是由小火狮二次进化为烈火狮, 三次进化为狂暴火狮, 四次进化是金焱圣尸而来, 而且, 他的体内有九头狮王的血脉, 九头狮王, 又名九龄元圣, 也是天界榜单上的神兽, 如果金焱圣尸能五次进化, 说不定能真的成就九龄元圣, 可惜, 他体内的血脉太薄弱了, 除非有神物帮助, 否则单靠他自己, 永远也无法五次进化的, 基本上四次进化, 就是他的极限了, 吃饭期间, 楚正然对楚汉风说道, 尽快打通第二条的妖脉吧, 要不然, 你连修炼武技, 都做不到, 我知道, 楚汉风点头, 我有预感, 应该就这几天了, 你小子也是运气好, 地狱三头犬血脉, 要不然从隐气到后天, 又怎么可能短短时间就完成, 楚正然说道, 他不知从哪套出来一本书, 扔给楚汉风, 嘱咐道, 以后, 对你以后闯荡有用, 九届一文杂技, 楚汉风盯着书籍, 念叨, 这本书对九届的所有妖兽, 显地都有介绍, 你若是能读完, 受益匪浅, 楚正然说道, 爸, 你哪来的这本书, 楚汉风诧异地说道, 哪怕是我们北苍学府的书院, 也没有记载这么详细的书, 是有客人来妖宠店看并没钱, 便给了我这本书, 楚正然说道, 又是这个借口, 楚汉风无奈, 吃完饭, 他要回房间睡觉, 不过楚正然喊住了他, 给了他一块菱形的晶体, 这是什么, 楚汉风疑惑, 你去麒麟驼路, 说不定这东西有用, 你带着就是, 楚正然摆摆手, 这一夜, 楚汉风睡得十分香, 他没有迁到, 因为这迁到系统似乎有局限性, 无法在同一个地方连续迁到, 所以, 楚汉风决定等去了麒麟驼路, 再迁到也不迟, 清晨, 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 灰尘懒散地躺在地上, 楚汉风难得睡了一个懒觉, 他一睁眼, 顿时眼前倒映出一张脸, 吓了他一跳, 九九, 你这是干什么, 求推荐, 收藏, 大家可以尽快投资, 合同已经寄过去了, 这两天就签约了, 叫你起床啊, 麒麟驼路九点开启, 你看看几点了, 请九九笑道, 那也没有你, 这么吓人的吧, 楚汉风看了看时间, 刚刚八点钟, 他起床洗了的澡, 至于早饭, 老爸老妈早早便去妖宠店了, 因此没有留饭, 两人只能去外面吃了早饭, 我打通第四条腰卖了, 吃饭期间, 清九九突然说道,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楚汉风沉默少许, 问道, 等麒麟驼路结束, 师尊就准备带我去帝都, 清九九, 失落地回道, 这是好事, 去了那边照顾好自己, 要更努力修炼, 楚汉风笑道, 对了, 你的第四只妖宠, 有选择了吗? 师尊说, 等我去了帝都, 在那里选, 那里的妖宠, 要比咱们贫湖市好许多, 清九九回道, 两人吃完饭, 便坐了一辆出租车, 去往麒麟驼路, 麒麟驼路位于贫湖市的东郊, 据说, 那里曾经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荒地, 后来祥瑞之地出现后, 便彻底繁华了起来, 也是平湖市的旅游景区最著名的一个, 当两人到达这里时, 只见这四周已经是人山人海, 几乎整个平湖市, 一大半的御妖师都齐聚在这里, 人头攒动, 路边也满是白小炭的商贩, 快来看看啊, 气韵符, 十枚金币一张气韵符, 保你在麒麟驼路气韵满满, 可得神物, 家传麒麟玉, 乃是上一次麒麟驼路开启时, 家中长辈所得, 有需要的, 价格可以商量, 这些小贩鱼目混杂, 有真有假, 楚汉锋和清九九到来后, 便找了一个稍微安静的茶棚坐了下来, 还有十几分钟, 楚汉锋看了看时间, 正在这时, 四周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是天剑公子董阳明来了, 这麒麟驼路当真是祥瑞之地啊, 连天剑公子都亲自来了, 据说他在闭关冲击第四条妖麦, 不知道成功了吗? 是啊, 传说他曾经得到过上古的传承, 里面有七把神剑妖宠, 如今他已经契约了三把剑, 干将, 赤箫以及太鹅, 不知道他的第四把剑会不会契约龙泉, 龙泉剑是防御妖宠, 我觉得还是成影剑可能性大一些, 毕竟辅助西妖宠很难得的, 四周的人议论纷纷, 楚汉锋也是好奇地抬头看去, 只见有人竟然在苍穹上遇见飞行, 这麽张扬, 想不引起关注都难, 那青年一身白色风衣, 脚踏在流光一彩的长剑之上, 流着碎刘海的头发随风飘荡着, 他的身影就这般停在麒麟陀路前方, 你们快看, 不仅仅是天剑公子董阳明, 连三木童子王少东也到了, 是啊, 不知三木童子的白文猴已经净化几次了, 白文猴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兽后裔吗, 楚汉锋问道, 没错, 白文猴与我的赤水鸣蛇是一个等级的, 都可以净化五次, 清久久笑道, 咱们平湖市距离帝都比较远, 所以出现的神兽十分少, 一只白文猴便已经能让无数人羡慕了, 白文猴可二次净化为碧眼魔猴, 三次净化为血童魔猴, 四次净化为三木神猴, 五次最终净化为六尔弥猴, 随着麒麟陀露出世, 这四周的惊呼声此起彼伏, 摘月仙子慕容烟也来了, 快看, 仙子看我了, 妈妈, 我恋爱了, 听说慕容烟是从飞羽城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虽然他很少出手, 但好像没人敢惹他, 听说他背景通天, 随着响起, 好像整个苍穹都要塌下来, 麒麟陀露要出现了, 楚汉风站起身, 说道, 你了解过麒麟陀露吗? 清久久问道, 这当然, 来之前怎么可能不做功课呢? 据说这麒麟陀露总共有两处地方, 七色河, 麒麟陀, 楚汉风笑道, 麒麟陀的玩法很简单, 只要你将金币扔到河里去, 麒麟陀住着无数异兽, 但凡有异兽吃了你的金币, 它们便会从河底调来机缘给你, 而麒麟陀, 听说那虽然是一座山岭, 但面积却无穷无尽, 你可以花钱去麒麟陀买地, 只要你买了地, 付了钱, 那这片地里有什么宝藏, 就全是你的了, 不过麒麟陀有点赌运气的成分, 有人买的地, 开出了神物, 有人却什么都没得到, 没错, 不过还有一点你没说, 清久久笑道, 麒麟陀的地, 分为两种, 一种是无主的,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 还有一种是有主的, 你若是买了有主的地, 就必须打败那块地的主人, 方才能得到宝藏, 不过有主之地虽然危险, 但回报也高, 基本上都是价值不菲的东西, 两人正聊天间, 天空突然投射出一幅画面, 紧接着便是怪异的嘶吼声响彻天地, 是麒麟的声音, 有人大喊道, 这画面投射而出, 其实它并非是真正的画面, 而是麒麟陀陀露祥瑞之地所在的虚空 看得出, 那块土地上究竟埋藏了多少的宝物, 最终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响声, 只见麒麟陀陀陀前一共有七扇门, 七扇门在同一时刻缓缓打开大家冲压去夺机缘, 这次我带了所有的家产, 希望能博个好机缘吧, 人群如同洪流般从七扇大门中冲了进去, 对于一些有飞行妖宠的御妖师来说, 却是便捷了许多, 因为他们不需要跟随人流去拥挤, 直接坐在妖宠的背上就可以飞进去, 青九九看到这一幕, 他的第二条妖脉开始有了反应, 只见一团青色的妖气弥漫开, 从里面飞出来一只青云雀, 这便是青九九的第二只妖宠, 他可以进化为遮天云雀, 虽然比不上他的第一条九幽吞天蟒, 但也是地界妖宠榜上排名前十的飞行妖宠, 一起进去, 青九九说道, 楚汉风点点头, 他直接坐在笑天的背上, 一声大喝, 笑天与青云雀一同飞了出去, 两只妖宠就如同拖鞋的利剑, 速度极快无比, 笑天更是霸道无双, 前面但凡有挡路的妖宠都会被他一爪子拍出去, 地狱三头犬的威势爆发而出, 强大的兽威不断地弥漫着, 许多妖宠感受到这股兽威甚至不敢反抗, 便悄悄让出了一条路, 原本拥挤的兽巢中出现了一条十分醒悟的小道, 笑天畅通无阻地狂奔在其中, 他似乎有意与青云雀比试速度, 快看, 那家伙是谁啊, 那是什么妖宠, 好八道呀, 众人议论纷纷, 笑天已经狂奔到了第一批的妖宠中, 终于, 随着笑天的速度越来越快, 他全身的火焰熊熊燃烧着, 在楚汉峰的前方, 已经只有寥寥几人了, 正在这时, 一声猴子尖锐的嘶叫声响起, 似乎是笑天的到来引起了那猴子极大的警惕, 两只妖宠摇摇而对, 互相看着对方, 是三木童子王少东的妖宠, 跟那神秘妖宠碰面了, 有些人好奇地问道, 也不知哪个妖宠更凶一些, 那只白蚊猴还没有最终进化为六尔弥猴, 此刻只是三次进化的血童魔猴, 王少东站在魔猴背上, 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笑天, 笑道, 有点意思, 这平狐狮也是卧虎藏龙啊, 他脚下的血童魔猴长着三只眼睛, 全身皆是紫色的毛发, 身形比笑天要小许多, 不过, 他的第三只眼睛是心红色的, 血腥又妖异, 楚汉丰也问道, 王少东, 我是南洋学府的学生, 王少东笑道, 楚兄倒是生面孔, 不如咱们一同前往七色河吧, 楚汉丰点了点头, 两人的妖宠收起霸道的气势, 一起向前方狂奔而去, 看到两人没有打起来, 四周的人略为有些失望, 毕竟王少东已经很少出手了, 七色河前, 这河水辽阔无比, 两人站在河边, 而青九九的青云雀也从虚空中降临这位 应该是北苍学府的青姑娘吧, 看到青九九, 王少东笑道, 你认识我, 青九九疑惑地问道, 北苍学府任府主的青传弟子, 我们都有关注, 王少东回道, 这平湖市一般有大动静啊, 他们这种级别的天骄, 基本都是有情报的, 平湖市只有两个学府, 北苍以及南洋, 这两个学府的府主都是平湖市数一数二的高手, 所以一举一动, 自然免不了被人关注, 我这人最爱交朋友, 两位有机会来我南洋学府玩, 我做东, 王少东笑道, 楚汉丰倒也不介意多个朋友, 毕竟如今这个世界,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没问题, 王兄, 北苍的大门也永远向你开放, 楚汉丰同样笑道, 我要去麒麟岭了, 要不然等会好的地方都让别人挑完了, 王少东笑了笑, 说道, 只见他一挥手便是一百枚金币洒了出去, 金币落在面前的七色盒上, 只见一只巨大的异兽从其中冒出头, 一口气将所有金币吞了下去, 随即停在了王少东的面前, 王少东踏上异兽, 因为他的上空有镇压的力量, 再强的飞行妖兽也飞不过去, 而七色盒的河水, 据说乃是弱水, 千毛不拔, 万物不服的神水, 任何东西接触到弱水, 都会彻底地沉沦下去, 所以想过七色盒, 去七零零, 必须用金币收买这里的异兽, 让他们驮着你过河, 楚汉丰看着面前的河流, 有的地方平缓流淌着, 有的地方波涛汹涌, 浪起千秋风, 我得到一本二阶的妖记啊, 不会吧,灵妾, 我这辈子可都没见过, 那有什么, 你也不看看, 人家随手就是十万金币, 不差钱, 听到四周人的议论纷纷, 楚汉丰知道, 七色盒与七零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七色盒大多是一些穷人来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 你撒几百金币, 几千金币就能得到机缘, 而在七零零, 你随意买一块地, 那都是动则上万, 数十万, 甚至百万都有可能, 所以, 穷人会在七色盒找机缘, 随手为之, 人家真正的目的, 还是麒麟领, 楚汉丰今天的千道还没有用, 他内心默念叨, 我要千道, 千道麒麟陀路, 获得命运之谋, 这一刻, 楚汉丰只感觉一股神秘的力量, 涌向自己的双眸, 命运之谋, 十天时, 知地里, 小阴阳, 能查理, 斗转心仪, 乾坤无极, 必死言生, 万物皆明, 一道十分玄而又玄的意境, 从楚汉丰脑海中响起下一刻, 他的双眸猛然睁开, 你怎么了, 青九九在一旁看着楚汉丰, 问道, 没事, 这七色盒有些怪, 楚汉丰皱眉说道, 千道命运之谋, 他看到了许多, 自己之前看不到的东西, 你可知, 这七色盒底的异兽是什么, 楚汉丰问道, 不知道, 青九九摇头, 听说, 以前有人想收服这些异兽, 当自己的妖宠, 可惜都没成功, 想来应该是这世界的特殊妖兽吧, 楚汉丰没有说话, 因为他命运之谋前浮现着一行数据, 是金兽, 沉睡阶段, 你听过是金兽吗, 楚汉丰问道, 没有, 你是说, 这七色盒里的异兽, 全是是金兽, 青九九诧异地回道, 嗯, 你说这七色盒的底下, 有什么东西, 楚汉丰又问道, 你可别犯傻, 这河水是弱水, 一旦掉进去, 就永远都出不来了, 青九九连忙劝道, 祥瑞之地虽然没什么危险, 但这建立在, 你自己不做死的情况下, 如果真的做死跳入这弱水中, 以前也不是没人尝试过, 最终却都没有再出来, 楚汉丰笑了笑, 先将一百枚金币撒下去, 他似乎有点了解这七色盒的秘密了, 这里之所以能撒金币, 获得机缘, 那是因为, 是金兽需要的就是金子, 他们的食物, 甚至修炼, 都是离不开金子的, 撒下的一百枚金币, 瞬间便被一只是金兽吞入腹中, 这一百枚金币不足以获得机缘, 但是可以当路费, 他能载着楚汉丰过和去麒麟里, 小家伙, 商量一件事如何, 楚汉丰摸了摸是金兽的脑袋, 问道, 我知道你能听懂我的话, 那是金兽并不理他, 只是漂浮在岸边, 楚汉丰也不着急, 将自己的戒着取了出来, 笑道, 这里面有三万金币, 只要合作, 我都可以给你吃, 看着戒着里的金币, 是金兽的眼神有些变了, 因为三万金币, 对它们来说, 足够可以饱餐好几顿了, 虽然说, 每一次麒麟陀陀出现时, 都会有无数人将金币投入七色盒中, 但是七色盒内, 是金兽和其多, 再多的金币, 也不够所有是金兽分, 不过这只是金兽, 还是没有反应, 你要是不愿意, 那我就去找别的是金兽合作了, 楚汉丰不死心地说道, 要不这样吧, 反正麒麟陀陀每年都会开启一次, 我们要是合作, 以后每年我都带金子给你, 若是我在外界遇到品质良好的金属性材料, 比如昆仑金鸭, 金破, 这些稀有金属, 我也可以都给你带来, 听到这些条件, 这头是金兽, 终于动容了, 你要怎么合作, 是金兽竟然口吐人言, 问道, 要知道, 妖兽想口吐人言,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唯有传说中的神兽, 或者实力十分强的兽中, 王者才行我想去七色, 河底下转转, 楚汉风笑道, 你别误会, 我这人从小就有冒险精神, 只是对各种秘境比较好奇, 仅仅只是转转, 是金兽不相信的问道, 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机缘, 楚汉风笑道,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什么东西该拿, 或者不该拿, 我都清楚, 好, 你先把那三万金币给我, 是金兽答应道, 楚汉风也不怕对方反悔, 将戒拙扔给他, 随即直接跳上了是金兽的背上, 九九, 你自己先在这里转, 我等会就回来了, 楚汉风喊道, 那你小心点, 轻久久担忧地说道, 随着是金兽朝七色河游去, 在游到河中央时, 只见这是金兽猛然朝河底钻去, 进入河底后, 是金兽的周身浮现出一层金色的薄膜, 将楚汉风笼罩在其中, 楚汉风发现, 这薄膜将他与弱水彻底地分开了, 他在七色河底, 竟然不受丝毫的影响, 你们为什么要沉睡在七色河中,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如果真的缺金子, 你可以去我们仁皇界啊, 我只答应带你来河底, 不该问的问题就别问了, 是金兽淡淡说道, 麒麟陀路真的有麒麟吗? 楚汉风又问道, 不管怎么说, 三万金币问你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总可以吧, 我就知道, 你们这些人类不安好心, 是金兽冷哼道, 是有一只麒麟, 不过你别想了, 那是神鹿大人的坐骑, 就是那只七色鹿吧, 楚汉风了然说道, 什么七色鹿, 神鹿大人是高贵的南血宝君一族的, 是金兽说道, 南血宝君, 那是什么东西, 没听过, 楚汉风摇头, 你小子真是咕噜寡闻, 是金兽解释道, 就好比屠山青丘对于湖族的意义一样, 南血宝君对鹿族来说, 便是如此, 说这么厉害, 不还是一只鹿, 楚汉风笑道, 不过一只鹿能以麒麟为做起, 确实够霸气的, 来到七色河底, 楚汉风发现这河底内有无数个水母, 这些水母身上都散发着不同颜色的光芒, 每一道光芒都代表着一份机缘, 颜色越亮, 机缘就越大, 是金兽叮嘱嘱道, 这都是其他是金兽的机缘, 你别乱碰, 否则我也就不了你, 我带你下来, 已经是违反规定了, 放心吧, 我这人最守规矩了, 楚汉风笑道, 你下次来时, 帮我带一块先天灵精吧, 这是金兽说道, 我有预感, 我距离突破, 只差一块先天灵精, 你胃口不小啊, 楚汉风笑道, 你放心, 不让你白带, 是金兽回道, 我给你可以媲美的机缘, 你们这里什么地方有彩虹, 楚汉风突然问到彩虹, 那是金兽思索片刻, 方才回道, 你说的是彩虹谷, 那是什么地方, 楚汉风问道, 据说是七色河的源头, 不过, 我很少去, 麒麟陀路不开启的时候, 我们大都是沉睡的状态, 是金兽回道, 可以去吗, 楚汉风问道, 可以, 但去了彩虹谷后, 我就要送你离开了, 是金兽回道, 否则被发现, 你我都麻烦, 放心吧, 楚汉风点点头, 他的内心暗自思量着, 彩虹升起的地方, 神秘山洞, 百年一遇的地体江, 最终, 是金兽带着他, 一路朝北方走去, 越往北边走, 这条河的颜色就越精未分明, 仿佛七彩的光在身边流动着, 这一刻, 楚汉风觉得自己不是在河水里, 而是在苍穹上脚踏着彩虹, 一时间竟然有些迷失自己, 到了, 是金兽的声音将他从震惊的状态喊醒了, 这里便是彩虹谷吗, 他喃喃自语道, 七色的彩虹倒挂天际的尽头, 这里没有河水, 虚空中只有一股浮空的力量存在, 即使不依靠是金兽, 楚汉风也能漂浮在虚空中, 万里彩虹如同银河, 彩虹消失在天际边, 然而前方已经没路了, 周围是一个个如同峡谷般的山壁, 你来这里做什么? 是金兽好奇地问道, 楚汉风笑而不答, 他欣赏了彩虹的美景后, 目光开始在两侧的山壁上打亮了起来, 最终, 他的眼前一亮, 找到了, 他激动地喊道, 直接从是金兽的背上跳下来, 借助浮空的力量朝山壁一侧漂浮而去, 你干什么? 是金兽大惊连忙追了上去, 终于, 楚汉风的身影停在了峡谷一侧, 一个很小很小的山洞前, 这山洞很狭窄, 想要进去就必须爬着进去, 里面黑暗又幽深, 不知通往那里, 小子, 你想做什么? 这彩虹谷不是你放肆的地方, 身后的是金兽在大吼道, 快跟我离开, 急什么, 我取一件东西, 取完就离开, 楚汉风笑道, 他说完之后, 便直接爬进了山洞内, 这洞口太狭窄了, 已是金兽庞大的身躯根本进不去, 他看着楚汉风消失的身影, 直接傻在了原地, 完了完了, 我真是财迷心巧, 竟然相信一个人类的话, 这一下要被神鹿大人处罚了, 这人族小子究竟想干嘛? 暂且不提绝望的是金兽, 楚汉风爬进山洞后, 速度加快了许多, 因为这里空气稀薄, 而且黑暗中的狭窄空间压迫感很强, 他的身体极其不适应这种环境, 终于, 不知爬了多久, 筋疲力尽的楚汉风爬出了山洞, 身体一个不稳, 直接从山洞中掉下去了, 下一刻, 只听砰的一声, 身体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刺骨的疼痛从周身传来, 楚汉风挣扎着坐起身, 他顾不上身体的疼痛, 因为眼前的一幕让他欣喜若狂, 这是一个面积不算大的大厅, 四周的墙壁上镶嵌着一颗颗发光的夜明珠, 而在大厅的中间则是一个铺满白玉的池子, 最重要的是, 这玉池内的水, 如同穷江般散发着浓郁的妖气, 妖气之强, 好像要凝聚成固体般, 地体江, 传说中可以重塑身体, 凝聚天地原体的地体江, 而且还有一池子多, 老爸没有骗我啊, 楚汉风欣喜若狂, 他拿出那本《九界一文杂记》, 这本书是楚证然给他的, 里面记载了九界的各种妖兽以及险境, 其中就有关于麒麟陀露的记载, 七色河下, 彩虹升起的地方神秘山洞内有百年一遇的地体江, 这地体江百年才会凝聚出一滴, 这一池子的地体江, 不知要用多少岁月才能形成, 这哪是一文杂记啊, 分明就是藏宝图啊, 楚汉风不管那么多, 直接跳进了浴池中, 一进入其中, 便是扑面而来的妖气将他给包裹了, 第二条腰脉, 松动啊, 强盛的妖气在体内涌动时, 这股力量直接击破了堵塞的腰脉, 体内的妖气开始循环, 绕着大小不一的周天, 楚汉风似乎能听到, 体内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 他盘膝而坐, 在这地体江内, 那些妖气从他的毛细孔中, 甚至不需要他的引导, 便会自动涌进来, 没过多久, 楚汉风便感觉自己焕然一新, 从他的身体表面渗出无数浓黑的液体, 这是洗髓, 天地原体是这世间最纯净的体质, 由天地原体凝聚的妖气, 同样一缕妖气威力会使普通身躯凝聚的妖气好几倍, 楚汉风此刻便是这种感觉, 他的体质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中, 不知不觉间, 这浴池内的地体江就少了五分之一, 楚汉风感觉身体好像打通了一个肢骨, 甚至不需要他去修炼, 这具身躯便会自动吸收妖气, 尤其是体内妖气的流动, 比以前快了好几倍不止, 这便是天地原体吗? 楚汉风从浴池中站起身, 此刻他的整具身躯完美无瑕, 好似白雪般, 一瞬间连自己的颜值好像都上升了几个层次, 从浴池中出来, 楚汉风四处看了看, 自己刚刚爬进来的洞口, 此刻竟然找不见了, 而这大厅北方其实是有一扇门的, 楚汉风推了推门, 发现已经锁死了, 自己根本推不动, 他只能朝南方的小路走进去, 看能不能找到出口, 走了没两步, 竟然在路边发现了一座凉亭, 凉亭内有石桌, 石桌上放着两坛酒, 还是蜜蜂的, 楚汉风想了想, 将酒坛里面的酒都倒出来, 随即拿着酒坛去浴池装了满满两坛子的地体浆, 放进了自己的借桌中, 正在这时, 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 旁边的大门竟然被人推开了, 下一刻, 走进来的人与楚汉风四目相对好大的胆子, 竟敢来本座的洞府偷地体浆, 那走进来的青年淡淡说道, 谁带你进来的? 楚汉风先是沉默, 随即大喝一声, 跑, 他说着, 便朝南方那条小路狂奔而去, 不过青年并不着急, 只是淡淡说道, 那条路是死路, 别挣扎了, 楚汉风根本不信他的话, 一直沿着小路逃离, 而青年却闲停信不得走着, 他虽然在走, 但速度极快, 不紧不慢地跟在楚汉风身后, 这条小路的两边, 种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 鲜花争先斗艳地开放着, 簇拥着整条小路, 景色美不胜收, 不过楚汉风根本无心欣赏, 终于, 他来到了这条路的尽头, 果然如青年所说, 没路了, 这是一条死路, 他的面前是一面墙, 墙上刻着一幅太极阴阳的图案, 小子, 继续跑啊, 青年追了上来, 淡淡说道, 楚汉风深吸一口气, 将老爸给的那本九戒一文杂记取了出来, 他翻到另一页, 上面写着, 沿着小路离开会有一扇阴阳门, 这是唯一离去的路, 切记误打扰里面的生物, 看着面前的阴阳石门, 楚汉风用力推了几下, 竟然纹丝不动, 他仔细观察了一番, 突然发现, 这太极阴阳的图案前是有一黑一白两个点的, 然而此刻, 那白点的卡槽内, 是有东西的, 但黑点卡槽, 却空无一物, 这黑点看上去怎么有点熟悉, 楚汉风喃喃自语道, 小子, 老实交代吧, 你是怎么来到我这洞府的? 那走来的青年目光平静, 淡淡问道, 你知道, 你偷了我那么多地体浆, 会是什么下场? 我是碰巧路过, 楚汉风笑道, 我也不知道, 这是你的洞府, 都说七色和是机缘之地, 我还以为是自己运气好, 碰见的机缘, 胡说八道, 青年直接冷横道, 是世金兽带你下来的吧, 要不然这平湖市, 还没有人能进入我这七色和, 那你想怎么样? 楚汉风问道, 我用也用了, 他虽然一直在和青年说话, 但是目光却一直落在阴阳门前, 终于,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他想起来了, 昨晚老爸楚正然, 曾经给了他一块菱形的晶体, 他当时也不知道, 这是干什么的, 但此刻, 看到这黑色卡槽, 他突然发现, 这黑点卡槽的形状, 不就是跟菱形晶体一模一样吗? 难道老爸以前也来过这里, 楚汉风一惊, 脑海中闪过无数思绪, 最终, 他让自己强行平静下来, 你就是那只七色鹿吧, 楚汉风看向青年, 猜测道, 没想到, 你竟然能化成人形, 什么七色鹿, 本大爷是高贵的南穴宝君鹿, 那青年愤怒地说道, 你不但偷我地体将, 还侮辱本大爷该死, 他话音落下, 直接大掌一挥, 掌心是瘦微腾腾, 朝楚汉风抓了过去, 楚汉风竟然惊骇地发现, 这一掌自己躲不开, 哪怕他打通第二条腰脉, 体内的腰脉已经好像被限制了, 竟然停滞无法运转, 他想把笑天召唤出来, 竟然发现自己做不到, 这就是真正的强者吗? 楚汉风自语了一声, 不过相反没有害怕, 反而是更加的兴致勃勃了, 等一下, 楚汉风突然大叫道, 干什么? 青年愣了一下, 问道, 我给你看的大宝贝, 楚汉风一边说着, 一边从戒着中 抬出一根又长又粗的菱形晶体, 这时, 青年脸色大变,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只见楚汉风已经将晶体 插入了黑色卡槽中, 这一刻, 卡槽被神秘的力量转动, 一黑一白两道光芒 缠绕着不断升腾向天空, 有轰隆隆的声音 从阴阳门中传来, 你怎么会有这扬钥匙? 你跟楚正然那王八蛋是什么关系? 青年大怒, 问道, 我跟他不熟, 楚汉风记得老爸的叮嘱, 连忙回道, 不熟, 不熟你这东西哪来的? 青年质问道, 这是我捡到的, 纯属运气好, 楚汉风白手说道, 正在这时, 只见这阴阳门在轰隆声 被彻底地打开了, 似乎是很久未打开的缘故, 这开门声听上去十分地沉闷, 阴阳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好像阴阳化为五行, 强大的五行之力 从其中爆发出来, 先是刺眼的光芒, 让楚汉风连眼睛都睁不开, 随后, 光芒收敛, 楚汉风这才看清, 这阴阳门外, 竟然是另一个世界, 一个一望无影, 看不到尽头的世界, 眼前的平原, 翠绿的平原有微风吹过, 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极其安宁, 就好像传说中的世外桃源般, 天空无比的蔚蓝, 白云柔和, 几缕清风, 而让楚汉风震惊的, 便是这平原的中心处, 竟然躺着一只怪物, 如果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 这哪是怪物啊? 这分明是一只神兽麒麟, 龙手, 弥生, 牛尾, 马蹄, 这麒麟的身上, 共有五种颜色, 分别对应着阴阳五行, 它庞大的身躯, 似乎陷入了沉睡中, 仅仅是躺在那, 那种排山倒海般的气势, 便如同浪潮滚滚拍击而来, 让人连呼吸都困难, 一排排五色的灵甲, 栩栩如生, 模样威严, 麒麟乃是锐瘦, 这时, 楚汉风还没有说话, 旁边青年的声音已经响了起来, 五行麒麟, 楚汉风看着那青年, 他感觉青年的情绪有些奇怪, 此刻竟然也不管自己了, 一步步朝麒麟走去, 当他来到麒麟面前时, 只见他伸出右手, 掌心轻轻抚摸着麒麟的脑袋, 刹那间, 一道十分强大的力量从他掌心弥漫而出, 随即便是麒麟的大吼声传来, 那五行麒麟, 苏醒了, 五行麒麟, 先是茫然地看着四周, 最终看到了面前的青年怪叫了几声, 最终十分轻密地用脑袋磨蹭着他的掌心, 你活了, 二弟, 青年喃喃自语道, 麒麟在吼, 似乎是说话, 但楚汉风听不懂, 你叫什么名字, 青年突然转过身, 看向楚汉风问道, 楚汉风, 楚汉风下意识地回道, 因为刚刚那一刻, 青年的目光看过来时, 好像有射人星魂的力量, 让他根本撒不了谎, 楚汉风, 楚正然, 青年冷哼一声, 你们这对王八蛋父子, 强盗, 自己来我这就算了, 竟然把儿子也喊过来了, 是不是以后有孙子了, 也要来一次,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楚汉风很明智地装傻起来, 对方似乎跟自己的老爸有恩怨, 但他感觉到出来, 这青年对自己没有杀意, 仅仅只是愤怒, 楚汉风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若是别人, 我一定会杀了他, 但严格意义上说, 我欠你爸一个人情, 青年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爸让你来, 想来也是让我还他人情吧, 你用了我那么多地体浆, 就当是我送你了, 青年说着, 不知从哪认出来一个玉牌, 人给了楚汉风, 说道, 有着玉佩整个麒麟陀陆的机缘, 你可以随便取三处拿走, 这怎么好意思, 楚汉风笑着将令牌接了过来, 那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青年喊住了他, 怎么了, 楚汉风停下脚步, 疑惑地问道, 我叫南血云, 青年突然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楚汉风依旧一脸疑惑, 你叫什么关我屁事, 咱们以后说不定都不会再见, 我二弟也要感谢你爸, 南血云说道, 只见那五行麒麟看着楚汉风, 先是低鸣了一声, 随即他的周身散发出一缕缕的五行之光, 那麒麟的身上一片灵甲竟然脱落, 缓缓飘浮在楚汉风的面前, 这是什么, 楚汉风问道, 暂且就叫五行麒麟凯吧, 南血云回道, 话音刚落, 便见那脱落的麒麟鳞片 直接光芒大圣落在了楚汉风的手臂上, 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响起, 一瞬间的功夫在他身体表面 就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麒麟战甲, 这麒麟战甲很轻, 基本上不影响他的行动, 而且这其中还蕴含着强大的五行力量, 甚至能够滋润自己的腰脉, 帮他冲击第三条的腰脉, 便宜你小子了, 你老爸救了他一命, 所以他才将这麒麟凯送给你, 南血云冷哼道, 五行麒麟十年蜕变一次, 一次只会蜕变出一片鳞片, 你知道, 你身上这副铠甲用了多少鳞片吗? 楚汉风看着密密麻麻的鳞片制成的铠甲, 大概一眼, 他便知道这是一件宝物, 甚至还要超越灵气的范围, 外可以抵挡攻击, 内可以辅助修炼, 多谢了, 楚汉风深深地鞠了一功,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 你若是真的感谢我, 以后别来这麒麟陀路, 让你爸也别来, 你要是有了儿子, 也别来, 别霍霍我这脸, 南血云嫌弃地说道, 相见就是缘分, 大家都是朋友, 不要这么绝情嘛, 楚汉风笑了笑, 那地体将着实不错, 嗯, 以后有儿子了, 也可以让他来试试, 这五行麒麟凯对他来讲, 着实方便, 一切只在意念中, 可以随着意念随意收起或使用, 有意思了, 他笑了笑, 沿着这片小世界朝前, 按照南血云的说法, 那里有个传送阵, 可以直接将自己送入麒麟岭中, 他拿出手机给青九九打了一个电话, 让对方来麒麟岭会合, 踏入传送阵, 仿佛身边的虚空都撕裂了起来, 随即便是一阵天旋地转, 楚汉风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麒麟岭的大地上, 这麒麟岭与七色河不同, 这里一望无际, 除了平原外, 还有各种巍峨壮酷的山岭, 不过这里比较荒芜, 竟然连一株植物都没有, 好像一块死地板, 他跟青九九一直电话联系, 终于会合在一起了, 你没事吧, 一见面, 青九九就问道, 他打量着楚汉风, 害怕他受什么伤, 没事, 还得了一些机缘, 楚汉风笑道, 你有没有想要的东西, 我可以帮你, 我不缺什么, 青九九摇头, 这是给你找些机缘吧, 到时候, 你能尽快来地多, 楚汉风想了想, 这件事还要自己做主, 估计青九九是不会主动要什么的, 此刻这七零零, 已经聚集了数万人, 七色河的机缘寻得也差不多了, 许多人也跑来这里看热闹, 能在麒麟零买地的, 估计也都是大人物, 听说了吗, 王少东在麒麟零买的无主之地, 开了一面招妖旗, 此招妖旗不但可以引诱妖物, 还能布置正法用, 可谓是大机缘啊, 这算什么, 天剑公子买了一块有主之地, 杀死了那块地的主人心 翘近的变异妖兽, 天鹏猪妖, 得到了一根灵气扶妖爬, 还有几滴珠妖的宝雪, 不知什么时候咱们也能买一块地, 天剑公子和王少东都有所收获, 那翟月仙子慕容烟呢, 怎么我进来后就没有看到他的宗颖,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翟月仙子来了麒麟零后, 便静止朝深处走去了, 几乎没人见过他, 听着四周的众人议论纷纷, 楚汉风带着清久久也来到了这里, 他目光环视着, 自己身上的玉牌可以让他随意选三处地方, 他自然要挑选三块合适的地方, 正在这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吵闹声, 快让开, 雪佳来人了, 雪佳谁来了呀, 有人好奇地问道, 作为平湖市赫赫有名的家族, 雪佳几乎是无人不知一切皆因他们雪佳的传承妖宠, 极寒风暴龙, 据说他们一族与极寒风暴龙一族签订了契约, 每一个雪佳的子弟在成为御妖师后, 都有资格获得一只极寒风暴龙, 极寒风暴龙, 这是地界攻击妖宠榜中排行第三的妖宠, 不但攻击强大, 而且还自带冰封的力量, 虽然不是真正的龙族, 但体内却是有龙族的血脉, 也因为这极寒风暴龙, 雪佳在这平湖市, 无论是名气就是实力, 都是广为人知的, 听说是雪佳的雪佛龙, 有人看着身后, 喊道, 还有雪佳的二公子, 雪哲, 雪佳一来, 人群便自动让开了一条道, 就连楚汉风也是好奇地看了一眼, 只见那身后来了十几人, 不过真正主事的, 还是领头的中年人, 以及旁边的青年, 中年人气势浑厚, 每走一步, 都似乎有极强的压迫感, 哪怕他没有刻意散发气息, 但已经让人感觉到窒息, 那是雪佛龙, 雪家的主事人之一, 清久久在一旁对楚汉风说道, 神葬镜的御妖师, 所谓神葬镜, 那可是打通了五条妖脉的强者啊, 在这平湖市, 同样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厉害了, 楚汉风点点头, 心中凛然, 有对强大的敬畏, 也有想成为强大的想法, 雪佛龙看上去很稳重, 他走来时, 旁边许多人是好打招呼, 他也只是微微点头, 没有高傲的置之不理, 也没有放下身段去刻意回应, 倒是旁边的青年雪哲, 脸色自傲, 似乎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目光, 雪佳来了, 看来他们也对麒麟领有想法, 雪佳出手, 非同反响, 不知他们要买哪块地, 只见雪佳一群人的身影在前面停了下来, 雪佳众人的身影缓缓停下, 雪佳目光环绕四周, 正好落在了青九九的身上, 似乎是对方让他感觉到了惊艳, 他眼前一亮, 缓缓走了过来, 自信道, 这位美女怎么称呼, 在下雪佳, 雪佳的二公子, 看着对方, 青九九眉头微皱, 眉宇间有些不耐, 也有些厌烦, 楚汉风倒是笑了笑, 该不会又是什么因爱结恨的老套路了吧, 青九九, 青九九不嫌不淡地回了一句, 他不太想跟对方聊, 回了一句话, 便与雪佳拉开距离, 站在了楚汉风的另一边, 雪佳微微有些尴尬, 凭他的身份, 已经很久没有被这么拒绝了, 这是我女朋友, 你有事吗? 楚汉风问道, 到了这个时候, 他自然要站出来, 你怎么称呼? 雪佳打量了楚汉风一番, 确定对方不是什么大家族之人, 方才淡淡问道, 毕竟整个平湖市, 有名气的人他都认识或者见过, 我们不熟, 也没必要告诉你名字吧, 楚汉风回道, 听到这话, 雪佳微眯着眼, 目光中流露出危险的光芒小子, 雪公子能认识你, 那是你的荣幸, 别不知好歹, 旁边有人想要讨好雪佳, 站出来呵斥道, 楚汉风不想无缘无故地树敌, 但别人欺负到头上了, 他自然不会送, 现在滚出来, 我挑战你, 楚汉风看着之前说话那人, 淡淡说道, 生死战, 那人脸色微变, 一时间愣在原地了, 他也没想到楚汉风脾气这么薄, 动不动就直接生死战, 他看了雪折一眼, 发现雪折并没有什么动静, 最终只能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强硬地说道, 生死战就生死战, 怕你不成, 那人说完之后, 直接将他的妖宠召唤了出来, 那是一只隐气静的石怪, 据说真正的石怪, 血统十分地强大, 单单是体型, 就如同高山般, 屹立天地间, 而眼前这, 不过是拥有一丝血脉的杂食罢了, 在我面前跟狗一样叫, 我以为你有什么资格, 楚汉风一挥手, 地狱三头犬庞大的身躯被召唤了出来, 其实, 妖宠对于御妖师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每当你契约了一只妖宠后, 都会有一个妖宠空间, 不方便将妖宠带在身边时, 就可以让妖宠去这随身空间内, 需要的时候, 也方便去召唤, 地狱三头犬在大吼着, 凶神恶煞的目光, 可谓地吓到了许多人, 我想起来了, 他是那只神秘妖宠的主人, 有人看到笑天, 大喊道, 之前麒麟驼鹿鹿开启时, 笑天可是第一批进入的人, 所以许多人对他还有些印象, 但因为有些人不认识地狱三头犬这种神兽, 只能当作神秘妖宠去形容, 此刻看到笑天, 不仅仅是石怪被吓得瑟瑟发抖, 连那么御妖师也是狠狠咽了一口唾沫, 带着求饶的语气, 说道, 这位朋友, 刚才是我嘴贱, 给你道个歉, 要是道歉有用, 还要法律做什么, 楚汉风淡淡说道, 朋友, 事情别做得太绝了, 那人脸色微变, 不过还是咬牙回道, 我这人只有一个原则, 要么不得罪别人, 要么就直接打死, 楚汉风回道, 现在, 滚过来, 你若是不愿, 那我就只能自己动手了, 杀, 那人大喝一声, 听到楚汉风的话, 他也知道没有回旋的余地, 一声大喝, 面前的石怪, 直接化作一块巨石, 狠狠朝啸天砸了过去, 垃圾, 楚汉风冷哼一声, 啸天甚至不需要动用任何的神通, 直接一巴掌拍来, 那石怪化身的巨石, 就被拍飞了出去, 啸天也不给对方缓和的余地, 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那石头, 竟然硬生生被吞了下去, 其实并非是真正的吞了, 而是第三颗脑袋, 自带腐蚀的效果, 石头在被吞入之后, 直接给腐蚀了, 腰宠被杀, 作为御妖师, 自然是受到了重创, 只见那人脸色苍白, 犹如遭受重击般, 朝后退了几步, 终究是没忍住, 一大口鲜血吐了下来, 杀了他, 楚汉风指挥着啸天, 不要, 这位大人饶了我吧, 我错了, 那人连忙跪了下来, 竟然开始磕头认错, 要知道, 在这么多人面前, 这可是完全放下脸面和尊严了呀, 不过众人也明白, 跟生命比起来, 其他东西都可以舍弃, 但楚汉风根本不管,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虽然内心怪怪的, 但有些人敢挑衅, 说出去的话, 自然不可能收回, 啸天庞大的身躯, 直接朝那人扑了过去, 关键时刻, 一声龙银突然响起, 只见一只同样庞大的吉汉风暴龙挡在了啸天面前, 那吉汉风暴龙与龙相似, 只不过, 他没有真龙那种威严, 身上的鳞片是雪白色的, 就好像一片片的雪花般, 龙须更是如同寒冰凝聚的, 头顶还有两根银白色的龙脚, 四爪攀地而起, 目光盯着地狱三头犬, 这位朋友, 到此为止吧, 雪哲的声音响起, 怎么, 你要陪我练练吗? 楚汉风说的, 我不介意, 不过雪哲的话还没说完, 便被打断了, 只见他身后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雪浮龙, 他刚刚虽然一直没有说话, 但众人明白, 他才是这里真正的大佬, 雪哲, 道歉, 雪浮龙的声音响起, 不单单是众人惊恶, 就连雪哲都有些不敢置信, 二说, 你要我给谁道歉? 给他, 雪浮龙看了看楚汉风, 淡淡说道, 二说, 你没搞错吧, 我可是你侄子啊, 凭什么我们雪家的人给他道歉? 雪哲不服气地说道, 不过雪浮龙不说话, 只是淡淡地看着他, 雪哲一时间骑虎难下, 最终还是低下头, 朝楚汉风说了一声对不起, 这件事与我雪家无关, 你跟他想怎么样? 随意, 雪浮龙看着楚汉风说的, 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便带着雪哲离去了, 看到这一幕, 四周的人皆是一轮纷纷, 有人猜测楚汉风背后, 是不是有更强大的势力, 要不然, 雪家怎么会服软? 楚汉风这也算是第一次, 进入了一些人的眼里, 雪家来得快, 去得也快, 看着他们朝其林领深处离去的背影, 楚汉风微微眯眼, 对方要是那种脑残, 求打脸的人, 他还真不害怕, 毕竟对手没智商, 但这种能隐忍, 甚至拉下脸来道歉, 楚汉风反而有些凝重, 这时, 他感觉自己的右手有些许温热, 一转头, 清久久抓着他的手, 在一旁笑淫淫地说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陪在你身边, 咱俩现在还没在一起, 楚汉风提醒道, 严格意义来说, 清久久只有在熟悉的亲人面前, 才会展现自己活泼的一面, 至于陌生人, 他永远都是冰霜美人的姿态, 小楚, 是小时候清久久就叫的刚开始还有些绕口, 慢慢地, 楚汉风也就习惯了, 咱们去里面看看吧, 楚汉风笑道, 他不想回答清久久的这个话题, 虽然现在, 两人都知道彼此的心意, 但人呀, 是会变的, 等去了帝都, 未来捉摸不透, 没有把握的是, 楚汉风从来不应语, 两人朝七零零走出, 期间楚汉风想将手抽回来, 不过清久久似乎有些赌气, 你越抽, 他握得就越紧, 楚汉风无奈, 只能这样牵着手, 朝里面走去, 虽然四周许多人羡慕不已, 但楚汉风刚刚二话不说, 就抱起杀人, 也没人再敢上前挑衅, 走了能有十几分钟, 一道妖宠的大吼声, 引起了楚汉风的注意, 他转头看去, 只见三木童子王少东, 正指挥着自己的血童魔猴, 与一块有主之地的主人, 追悦犬战斗着, 他买下了有主之地, 想获得宝藏, 自然要打败这块地的主人, 要去帮忙吗? 轻久久看向楚汉风, 询问道, 帮什么, 又不熟, 楚汉风摇头, 两人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 他们王家在平湖市, 有些事理的, 若是帮了他, 以后你在平湖市有麻烦, 他也算欠你人情, 轻久久解释道, 这个女孩, 临走前, 还是不放心楚汉风, 怕他没背景, 被人欺负, 那只追悦犬, 他能搞定的, 咱们现在去帮, 顶多锦上添花, 没意, 除非雪中送炭的人情, 否则我不帮, 楚汉风摇头, 正说着, 突然从麒麟岭深处, 传来爆炸声, 整个麒麟岭都震动了起来, 下一刻, 便是七彩的光芒从深处传来, 直入云霄, 发生什么事了, 外面的人纷纷议论, 听说这麒麟岭深处有封印, 如今这般情形, 看来是有人触碰封印了, 一些对麒麟岭明显了解的人解释道, 封印什么东西的, 也有人好奇地问道, 是一把琉璃秋水剑, 与其说封印, 倒不如说是保护那把剑, 是一把灵剑吗, 楚汉风低声说道, 那不是灵气, 而是宝气, 清久久怕楚汉风不知道, 便开口解释道, 我师尊说过, 这琉璃秋水剑十分的强大, 以万年兵破凝聚的琉璃速骑行, 再从天府引来天地秋水, 从而锻造的这把剑, 你喜欢吗? 楚汉风转头, 笑道, 不喜欢, 清久久连忙摇头, 他怕楚汉风做傻事, 又去为了自己抢这把剑, 哦, 楚汉风点点头, 那我就把剑给你拿来, 我说我不喜欢, 我知道, 可这跟我送你剑有什么关系, 看着楚汉风朝七彩光芒走去, 清久久气地直跺脚, 又只能无奈地跟在身后, 不管怎么样, 他不会让楚汉风受伤的, 七彩光芒映照的中心点, 一道阵法以五芒星的形状旋转着, 这阵法吸收着天地间的妖气, 自行运转, 而且表面有一层屏隐, 屏障不断地向四周扩大, 不允许有人靠近这里, 在屏障四周, 摘月仙子慕容烟一身白衫, 仙气飘飘, 目光冷清地看着阵法, 似乎是思索着什么, 天剑公子董阳明脚踏太厄剑, 赤箫以及干将两把剑环绕周身, 还有雪家的一群人, 也聚集在了这里, 似乎是爆炸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朝这里聚集了, 董阳明右手一挥, 赤箫尘尘封破浪, 有惊天剑一展出, 剑一在虚空中撕裂出阴暴声, 看得出这一剑气势十足, 不过可惜, 剑一展在屏障上面时, 竟然被无声无息地吞噬了, 连一点波澜都没泛起, 董阳明知道, 不能再等了,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形式就会越复杂, 诸位, 咱们联手破了这阵法如何? 他看向慕容烟以及雪家的雪浮龙, 问道, 阵法破了之后, 里面的琉璃秋水剑在自行争夺, 董贤直, 此阵法用蛮力可破不了, 起码咱们几人不行, 雪浮龙笑着回道, 破阵要用破阵之法, 雪浮龙说着, 从自己的戒着中取出一把弓箭, 看得出他是早有准备, 这是, 董阳明微眯着眼, 思索片刻, 才回道, 六阵宫, 传闻当年雪家有天骄, 出入不死城, 从里面取了些许机缘, 其中就有着六阵宫, 以六剑为影, 可六剑成阵, 也可六剑破阵, 董贤直博学, 雪浮龙笑着点点头, 麒麟领有许多的宝物, 但是这麒麟领太大了, 一块块去买地, 不仅耗费时间, 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金币, 而这琉璃秋水剑乃是摆在明面上的宝器, 所以大家都想争夺, 只是此阵法许久之前就出现了, 可惜都没人能破了, 雪浮龙拿出六阵宫, 他体内妖气涌动, 不断地循环着小周天, 白色的妖气笼罩周身, 他缓缓拉开六阵宫, 宫衔紧绷, 搭宫有六剑, 黑色的剑之上那是阵道真意在凝聚, 嗖嗖嗖, 六支剑全部射出, 化作六道黑色的流光, 显示冲天气, 随即又落在了阵法的屏障上, 接触屏障的那一刻, 六剑便开始演化阵法, 似乎是想融入阵法内, 从而彻底瓦解, 犹如惊吞的妖气被凝聚, 下一刻, 砰的一声, 是高等级的灵气啊, 竟然直接被阵法给吞噬了, 好霸道的阵法, 雪浮龙自语道, 随即他又脸上带着笑容, 说道, 董贤侄, 这阵法我破不了, 我们雪家退出, 听到这话, 董阳明苦笑了一声, 只能将目光看向摘月仙子慕容烟, 说道, 仙子, 这阵法我也破不了, 既然阵法是你引出的, 你可以有破阵之法, 若是你能破, 这里面的剑我不跟你抢, 你大可以抢试试, 我不介意斩了你, 慕容烟霸气地回道, 董阳明笑了笑, 也不介意对方的话, 他知道对方的来历, 也知道性格, 而且对方是实话实说, 这么说, 仙子是有破阵之法了, 董阳明问道, 你们可听过图仙阵, 慕容烟突然问道, 此话一出, 四周的众人皆是惊惨, 图仙阵很强嘛, 楚汉丰刚来不久, 看向清九九问道, 谁让你不好好读书的, 咱们北苍学府发的《仁皇界纪元》, 那本书上面都有写, 清九九白了他眼, 解释道, 十八万年前, 仙兽深海天龙王曾率领众妖兽攻打仁皇剑, 差点统治了整个仁皇剑, 后来, 咱们人族的七大谷祖以生命献祭, 布下了绝世阵法, 斩了仙兽深海天龙王, 从此以后, 此阵法便被称为图仙阵, 这样呀, 楚汉丰嘖嘖了两下嘴巴, 看来有机会可以学习一下阵法, 说不定能有用, 小楚, 我相信你总有一天, 也能成为七大谷祖那种大英雄的, 清九九挽着楚汉丰的胳膊, 认真地说道, 或许是知道, 这周末结束以后, 他就要离开去王帝都, 所以, 他也顾不上羞涩, 只想多留些温情, 大英雄, 我不感兴趣, 楚汉丰打着哈欠摇头, 说道, 有那时间, 跟你没修没骚不相吗? 拯救世界什么的, 太累了, 什么没修没骚, 你这人就没个正经, 清九九瞪了他一眼, 不过脸上的笑容却是掩盖不住, 两人青梅竹马, 以前楚汉丰自卑, 刻意疏远他, 现在好不容易和好了, 又要分开, 只能说, 命运总喜欢捉弄人, 这阵法跟屠仙阵有什么关系? 雪佛龙皱眉问道, 他看得出来, 这阵法虽然强, 但距离屠仙阵, 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此阵法乃是屠仙阵的一角残阵, 甚至连残阵都算不上, 只有十万分之一吧, 慕容烟淡淡说道, 不过纵使是残阵, 也不是你们能强行撼动的, 想破阵, 必须误阵, 了解阵法的玄妙, 找到阵中核心,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这小妞, 有些高傲啊, 楚汉丰摸着下巴, 低声说道, 看得出来, 慕容烟虽然在跟众人说话, 但无论是语气还是神态, 都十分自恶, 好像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入他眼, 只是让楚汉丰没想到的是, 自己声音已经很低了, 但对方依旧是听见了, 慕容烟瞬间转过头, 目光紧紧盯上了人群中的楚汉丰, 语气冰冷地说道, 这位公子有什么不满, 可以站出来说, 不要背后议论, 楚汉丰笑着走了出来, 有什么不能说的, 一个残证而已, 随手可破, 大言不惭, 楚汉丰的话音刚落, 旁边就有声音响起, 只见雪哲已经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 毕竟刚才的道歉, 让他觉得自己丢了脸面, 像你这种人, 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小丑罢了, 跟你有关系嘛, 傻逼, 楚汉丰直接呛道, 雪哲这种人, 若不是出生在雪家, 恐怕早就被人打死了, 这阵法你能破, 慕容烟看着楚汉丰, 他不关心其他, 只是对阵法很在意, 随手可破, 只是我为什么要破呢, 楚汉丰笑道, 一旦阵法被破, 里面的琉璃秋水剑, 那便是众矢之地, 楚汉丰如今的实力, 根本没办法跟这些人争抢, 尤其是神藏强者雪浮龙, 还在一旁虎视眈眈, 你若是破了阵法, 我做主, 里面的东西没人敢抢, 慕容烟直接说道, 你的话有用吗, 楚汉丰轻蔑一笑, 质疑道, 还没等慕容烟去证明, 旁边的董阳明便说道, 仙子的话, 我认可, 我雪家也愿意给仙子一个面子, 可以做主, 不争抢琉璃秋水剑, 雪浮龙紧跟着表态, 这让楚汉丰有些诧异, 按理来说, 雪家在平湖市, 威望很重的, 如今看来, 慕容烟的身份很不一般, 连雪家都不敢得罪, 要卖面子, 可以, 我信你们一次, 今日有这么多人在此作证, 各位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楚汉丰点头说道, 破了这阵法, 里面的琉璃秋水剑归我, 等等, 慕容烟制止了楚汉丰的动作, 目光冰冷, 问道, 你若是破不了这阵法, 又该如何说, 你想怎么样, 楚汉丰反问道, 很简单, 一把剑灵妖宠在手心已经凝聚完毕, 金龙剑, 剑出金龙, 攻击细妖宠, 而且是极端的攻击妖宠, 据说曾经有一名拥有此类型妖宠的强者, 上位战斗, 仅仅是拔剑出鞘的剑银声, 就已经足以令神龙胆怯, 楚汉丰知道, 对方是在报复自己, 怎么, 你不敢, 看楚汉丰迟迟不说话, 慕容烟冷声道, 没什么不敢的, 这阵法对我来说, 如土鸡娃狗, 楚汉丰笑了笑, 看向身后满眼担忧的清九九, 说道, 九九, 我要破阵, 请我一下, 给些力量, 清九九上前, 在这么多人面前, 他有些羞涩, 也有些担忧, 低声说道, 你要死呀, 就知道作惯, 等会要是破不了阵, 我替你接他一件, 他说完之后, 便如同停轻点水般, 在楚汉丰脸上啄了一下, 旁边的雪茯看着, 满眼的渡火燃烧, 甚至有些咬牙切齿, 我看你等会怎么死, 楚汉丰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南雪云给自己的令牌取了出来, 根据南雪云的说法, 此令牌可以随意从麒麟领取得三处机缘, 假如对方没有骗自己的画楚汉丰, 便将这琉璃秋水剑当作第一处机缘, 令牌出现的那一刻, 楚汉丰将自己体内的妖气涌入其中, 刹那间, 他感觉自己与令牌之间, 有了一股狠淡的联系, 他能操控着令牌的力量, 不过这种联系很淡, 因为楚汉丰知道, 他只能操控三次令牌, 三次之后, 令牌会被自行收回, 楚汉丰目光看向眼前的阵法, 令牌高悬, 此刻, 他就是这片天地的主宰, 一道蓝色的妖气从令牌中落下, 收, 楚汉丰大喝一声, 令牌中, 光芒大胜, 那所谓的残阵, 此刻也波动了起来, 只听波的一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水中展开的声音, 阵法竟然一点点地融化了, 阵法融化的那一刻, 便是无穷无尽的剑意从其中爆发而出, 没有了封印, 琉璃秋水剑自然脱困而出, 剑长三尺有余, 通蹄以枯水的淡绿色和琉璃的七彩色交融而成, 剑柄处有着一道道斑驳的符印, 宝气有灵, 似乎是知道楚汉丰解救了自己, 这琉璃秋水剑便围绕他的周身旋转着, 楚汉丰右手握住剑鞘, 但笑着看向慕容烟, 问道, 怎么说, 阵法我破了, 随手的是, 你那令牌是什么, 慕容烟开口问道, 他看得出, 破阵的关键在于楚汉丰手中的令牌, 而并非楚汉丰自己, 跟你有关系吗, 楚汉丰反问道, 那把剑对我来说很重要, 慕容烟深呼一口气, 依旧是冷冰冰的语气, 说道, 你能卖给我吗, 条件你可以开, 这剑我不卖, 楚汉丰摇摇头, 他随手将剑扔给了旁边的清九九, 送你了, 我, 清九九小心翼翼地收起琉璃秋水剑, 他觉得这剑太贵重了, 原本是不想要的, 但这里这么多人, 自己若是不要, 恐怕楚汉丰会很没面子的, 他乖巧地收起剑站在楚汉丰的旁边, 楚汉丰如此不给面子, 慕容烟的脸色有些气随, 以他的身份, 甚至长相, 从小就没有不顺心的事情, 但眼前这个青年, 似乎根本不在意这些, 我们之间没什么恩怨, 他甚至已经找到了破阵的方法, 只是刚才想给楚汉丰一些教训, 才有了那赌注, 没想到对方真的破了阵法, 那把琉璃秋水剑卖给我,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听到这话, 又知道他身份的人十分惊讶, 慕容烟的人情, 这可代表着他身后的非语成啊, 你的人情值几个钱呢? 楚汉丰哑然失笑, 这慕容烟太高傲了, 自始至终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仿佛跟他交易是自己的荣幸, 他懒得理对方, 直接拉起清久久的手, 说道, 走吧, 看着楚汉丰离去的背影, 雪哲原本是想阻拦的, 但被雪佛龙瞪了一眼, 只能不甘心地说道, 这家伙好嚣张, 你有能耐也可以嚣张啊, 雪佛龙淡淡回道, 随即转头看向身后的手下, 吩咐道, 我要那小子的所有资料, 二说, 我真不明白, 一个跳梁小丑而已, 至于你这么郑重吗? 雪哲不服气地说道, 你觉得他是跳梁小丑? 雪佛龙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侄子, 难道不是吗? 那只能说明你鼠目寸光, 他刚刚表现得嚣张也好, 与慕容烟打赌也罢, 都是他的计划而已, 计划, 雪哲有些不懂, 他手握令牌可以轻易破除阵法, 但他没有破, 反而是激怒慕容烟与他打赌, 因为他知道, 如果贸然破开阵法, 这是便宜我们罢了, 以他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抢夺琉璃秋水剑, 雪佛龙叹气说道, 这种计谋, 唯有你, 到现在还看不穿, 雪佳后辈要都是你这种, 恐怕雪佳离没落也不远了, 雪哲被教训的不敢抬头, 只是他内心依旧不服气, 看着楚汉风离去的背影, 慕容烟目光深邃, 不知道在思索些什么, 从麒麟领离开前, 楚汉风降令牌的另外两次机会也使用了, 分别得到了一件灵气金胶玄空玉佩, 以及七阶的魂石, 这两个都是好东西, 金胶玄空玉佩可化作一条深海金胶, 退可手, 进可攻, 而七阶的魂石能够滋润神魂, 洗炼妖脉, 是一件加快修炼的宝物, 细数一下, 楚汉风这次来麒麟驼路收获很大, 利用地体浆凝聚出天地原体, 还得到了五行麒麟铠和两坛子地体浆, 这几件东西是他自己的, 琉璃秋水剑送给了青九九, 至于金胶玄空玉佩, 这是给老爸楚正然准备的, 七阶的魂石可以送给老妈李云, 回去的路上青九九欲言又止, 给我这么客气, 是拿我当外人吗? 说真的, 这些东西楚汉风还真不在意, 他有签到系统, 一天就能签到一次, 过不了多久, 什么神器宝剑, 灵丹妙药, 他一抓一大把, 这些身外之物, 他是真的不缺, 而且两人青梅竹马, 送个东西多大点事, 我也有东西要给你, 本来是打算离开那天送你的, 清久久回到, 那等会我回家给你取, 楚汉风也不拒绝, 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是心意, 回去的出租车上, 他给老爸打了一个电话, 汇报了一下今天的成果, 对于他的收获, 楚正然不在意, 只是问道, 久久这周末要去帝都, 楚汉风恩了一声今晚别回家了, 楚正然在电话那头说道, 那我去哪, 去外面开酒店也行, 或者去酒酒家, 你随便, 反正你亲书他们不在家, 今晚争取拿下, 去了帝都也安心, 听到这话, 他自然知道老爸什么意思, 无奈的同时, 内心也有些说不出的想法, 他不是正人君子, 大家都贪财好色, 只是许多事, 要问心无愧才行, 旁边的清久久抱着楚汉风的胳膊, 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 一头黑色的秀发, 有茉莉的清香, 楚汉风知道, 他喜欢很淡雅的香气, 就如同他的性子般, 楚汉风挂了电话, 他觉得老爸车速太快, 自己跟不上节奏, 出租车行驶在宽阔的大道上, 穿过街角, 几缕清风徐来, 偶然路过的咖啡店, 还有香味扑鼻, 路边的樱花树下, 铺满了一层凋零的樱花, 车辆驶过, 樱花漫天飞舞, 清久久的家也在阳光小区, 只是在阳光小区的北区, 而楚汉风家在南区, 小区很大, 即使开车也要十几分钟, 出租车停在北区门口, 两人从车上下来, 天色渐渐暗了下去, 要不要去吃饭? 楚汉风问道, 我不饿, 先去我家, 我给你看要送你的东西, 清久久笑道, 他走在前面, 脚步轻盈, 夜色的路灯下, 碎花裙翩翩起舞, 如同精灵般, 来到清久久家, 他们家是一个150平方米的四居室, 其实家中布置大都相同, 你自己倒水喝, 别客气, 清久久说了一句, 便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楚汉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从旁边的柜子, 顺手取了一瓶罐装啤酒, 打开电视, 翘起二郎腿, 仿佛这就是自己的家一样, 没过一会, 清久久便背着手, 笑嘻嘻地走了出来, 什么东西啊, 神神秘秘的,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你猜, 清久久将背在身后的手伸出来, 掌心放着一个小盒子, 这么小的盒子, 能装什么, 楚汉风摸着下巴, 喃喃自语, 该不会是套, 什么套, 清久久有些疑惑, 没事没事, 楚汉风连忙摆手, 他感觉自己内心不纯洁了, 都怪老爸, 说什么晚上去酒店之类的话, 该不会是戒指吧, 你要跟我求婚, 楚汉风故作惊讶地说道, 其实他猜不出, 也就是痘痘清久久, 你乱说什么呢, 清久久脸色微红, 白了他一眼, 便将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条编织的黑色手链, 这手链的外面, 是我用三生草编织的, 里面藏着我的头发, 清久久认真的说道, 三生草属于灵草范畴, 这种草寓意着爱情的深远幽长, 数量十分的稀少, 但据说这种草很难枯萎, 你就算将它连根拔起, 放在太阳下暴晒, 都不死, 你给我戴上, 楚汉风伸出右手, 大胆咧咧地说道, 小楚, 没有我的允许, 你永远都不许摘下这条手链, 清久久抓住他的右手, 温柔地将手链戴在手腕上, 随即笑如颜开, 盯着手链在发呆, 傻了, 楚汉风伸手在他面前晃悠着, 他感觉清久久的情绪有些不对, 好像有什么事瞒着他, 没事, 清久久笑着摇摇头, 说道, 明天早上, 我师尊来接我, 那我今晚不回去了, 楚汉风顺势说道, 反正老爸不让他进家门, 啊, 清久久愣了一下, 倒是没想到楚汉风会这么说, 微微低下脑袋, 脸色通红一片, 沉默了片刻, 也算是默认了, 看个恐怖电影吧, 楚汉风自顾自地拿起遥控器, 随意搜了一部恐怖片, 小楚, 我害怕, 清久久迟疑地说道, 你要是不害怕, 我还不看呢, 楚汉风内心暗自想道, 脸上却笑道, 没事, 有我呢, 电视里的剧情在进行着, 国产恐怖片都是一惊一乍的剧情, 清久久全程身体紧绷, 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楚汉风的胳膊, 有时候高能来袭时, 他甚至不敢看, 连忙将脑袋埋进楚汉风的怀里, 一部电影看完, 清久久终于长舒一口气, 咱们睡觉吧, 楚汉风打了一个哈欠, 说道, 嗯, 清久久微微点头, 那我去给你铺床, 他们家是四居士, 不缺闲房, 他从自己房间抱着被褥, 来到了隔壁的房间内, 楚汉风斜靠着房间的门框, 看着在床上紫紫细细铺床的清久久, 笑着说道, 刚才那恐怖电影真没意思, 我以前还看过更恐怖的, 什么床下有人, 枕边有张脸的, 小楚, 你别说了, 清久久深呼一口气, 回道, 你越说我越害怕, 他铺好床, 静静地走到门口, 小楚, 那你早点睡, 楚汉风抓住他的手, 说道, 你也早点睡, 别太害怕了, 不就是一个恐怖电影吗, 别去想什么写啊, 鬼啊之类的, 晚上听到什么动静, 也别胡思乱想, 说到这, 楚汉风停顿了一下, 试探地问道, 你要是真害怕, 要不, 我陪你睡, 小楚, 清久久突然抬起头, 认真地说道, 我虽然胆朽, 但是不傻, 你是不是故意的, 什么故意的, 楚汉风满脸无辜, 故意看恐怖电影, 还说一些吓人的话, 就是想, 想, 清久久脸皮薄, 说不出想跟我睡觉这种话, 在你眼里, 我是那种人吗, 楚汉风后退一步, 满脸悲愤, 江湖人称, 坐怀不乱真君子, 诚实可靠小郎君, 说的就是我, 我是看你害怕, 只是单纯陪你睡个觉吧, 你单纯吗, 清久久盯着他的眼睛, 认真地问道, 他的眼睛如同一红清水, 让人看了, 不忍心说谎欺骗, 对不起, 楚汉风惭愧地低下头, 我承认, 我下剑, 我缠你身子, 我发现你现在脸皮越来越厚了, 清久久笑道, 其实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但现在不行, 太快了, 我要是给了你, 连我自己都会看清自己的, 清久久说着, 拉起楚汉风的手, 小楚, 我好怕, 他再也见不到你, 去了帝都,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所以现在, 我很珍惜跟你的每一分一秒, 你抱着我睡吧, 但不许脱衣服, 看着怀中泪雨带花的女孩, 楚汉风突然间, 一丝的杂念都没有了, 两人就这般相拥而眠, 聊到了深夜, 聊从前的迥事, 未来的变化, 还有那遥不可及又触手可及的地步, 聊了很久, 最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 黎明而起, 万物复苏, 一阵清脆的手机铃声, 吵醒了熟睡的楚汉风, 他下意识地拿起手机, 喂了一声, 久久, 我在楼下了, 电话那头, 也同样响起了一道, 带些妩媚又清脆的女声, 两人皆是一愣, 随即便是死一般的寂静, 在睡会, 怀中的清久久如同小猫般, 蜷缩在他怀里, 迷迷糊糊地说道, 清久久的声音响起后, 电话那头便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那人把电话挂了, 久久, 好像是你师尊打的电话, 楚汉风迟疑地说道, 清久久一愣, 瞬间睡意全无, 他从床上坐起身, 浓厚, 乌黑的长发披肩, 犹如黑色瀑布, 悬浮于虚空, 还没等两人说话, 只听喷的一声, 房间的大门竟然被一脚踢开, 脚步声响起, 朝卧室走来, 随即又是喷的一声, 两人睡觉的卧室大门也被暴力踢开了, 清久久下意识地将楚汉风护在身后, 没事的, 楚汉风觉得, 这个时候不能躲在女人身后, 虽然他不介意吃软饭, 但这样表现得也太软弱了, 我师尊会打死你的, 真的, 清久久很认真地说道, 楚汉风也不敢逞强, 只能躲在清久久的身后, 软不软弱的, 还是小命重要, 房门被踢开后, 走进来一名女子, 年龄应该在三十岁左右, 身材火爆, 前凸后翘, 上身是一件带领的白色长衫, 长衫的领口和袖口都经过特别的材质, 有花纹边, 底下则是一身浅蓝色的牛仔裤, 笔直又纤细的大长腿, 包裹着翘翘的香臀, 她的身后, 是一头亚麻色的波浪微卷, 柳眉如刀, 凤眼四见, 鹅蛋脸, 高鼻梁, 嘴唇涂着鲜红的口红, 她就这般盯着床上的两人, 虽然表情淡漠, 但微微颤抖的手, 还是暴露了她的情绪久久, 出去, 女子冷淡地说道, 师尊, 这件事不怪小楚, 是我的主意, 轻久久要求道, 我说了, 你出去, 女子目光冰冷, 重复道, 轻久久固执地摇了摇头, 她知道, 一旦自己出去, 小楚真的会被打死的, 上次只是有人跟她说了一句不正经的话, 就被师尊打断了腿, 现在自己跟小楚上床了, 那后果不敢想象, 女子微微明目, 她知道自己的徒弟以前是很乖的, 可是从来没有违背过自己的命令, 今天还是第一次, 她看着轻久久身后的楚汉风, 又看了看轻久久, 对方双眸中满是恳求之意, 她有些心软, 也有些气随, 舅舅, 你出去吧, 我答应你, 不伤害她, 只是谈谈, 女子说道, 轻久久还是有些不放心, 楚汉风握紧她的手, 朝她点了点头, 楚汉风知道, 这个时候自己必须站出来了, 对方已经退了一步, 自己不能一直躲着, 放心吧, 我跟你师尊谈, 楚汉风声音柔和地说道, 轻久久是两步一回头, 最终不放心地走出了房间, 卧室的大门被关上, 女子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随手点了一根女士香烟, 目光深邃地盯着楚汉风, 辅助, 早上好啊, 楚汉风笑着问候道, 他知道, 清久久的师尊是北苍学府的辅主, 而他自己也是北苍的学生, 只是让楚汉风诧异的, 辅助竟然是一名女子, 你知道吗, 我现在很想将你碎尸万段, 女子淡淡说道, 辅助, 有什么条件你就说吧, 楚汉风这个时候也不耸了, 人死鸟朝天, 怕个锤子, 我跟久久在一起, 是两情相悦的, 而且我们两家是市交, 就算久久的爸爸知道了, 估计也会赞成, 你虽然是久久的师尊, 你有发言的资格, 但也不能强迫久久 去做自己不喜欢的决定, 听到楚汉风的话, 女子银牙紧咬, 此刻他的内心是愤怒的, 你也就是欺骗久久, 现在没见过外面的世界, 等去了帝都, 你真以为, 你们还能一直在一起吗, 女子冷声反问道, 帝都又怎么样, 你自以为帝都有多高贵, 蔚蓝帝国外还有仁皇界, 仁皇界外面, 也有更广阔的天地, 你们这些人自以为高贵, 不过都是井底之蛙, 只是井的大小不同, 看到的天空辽阔不一样罢了, 楚汉风当仁不让地反驳道, 就算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那又如何, 起码不是你这个刘继三年的吊车尾, 能随意评论的, 女子淡淡说道, 他自然知道楚汉风, 青九九的青梅竹马, 也是北苍学府内, 唯一能另青九九在意的人, 之前他没有插手, 是因为楚汉风之前还识相, 一直自卑躲避着青九九, 他也没想到, 楚汉风突然间会这么胆大, 八字没一撇, 直接就上床了, 帝都外有千山, 山有高有低, 那高山未必成峰, 那低山未必不成迈, 你以山高相比, 何不放眼看去, 山高山低, 皆是山, 楚汉风将手中的烟头熄灭, 站起身说道, 敢和我打个赌吗, 未来怎么样, 太遥远了, 我只说一句, 给我三个月时间, 我能横推整个平户市的年轻一辈, 这个玩笑并不好笑, 女子回道, 我若是做到呢, 楚汉风盯着他的眼睛, 问道, 那我便不反对你和九九的事情, 女子回道, 你错了, 你本来也没资格反对, 我若是做到了, 我要你当面跟我道歉, 楚汉风说道, 好, 你若是做不到, 永远都不许见九九, 女子站起身, 冷哼道, 他觉得楚汉风太放肆了, 说大话也罢了, 竟然想让自己道歉, 他是何种身份, 平湖市的城主见了, 也要礼让三分, 女子说完话, 便直接走出房间, 拉着清九九就要离开, 小楚, 我在帝都等你, 你要是不来, 我恨你一辈子, 清九九哽咽的大喊声在外面响起, 房间内, 楚汉风缓缓将荒谷玉龙的卡片取了出来, 清九九最终还是走了, 楚汉风站在窗户前就这般静静地看着, 小区楼下有砖车等着他, 清九九似有所感, 抬头朝楼上看了一眼, 这一刻, 楚汉风内心前所未有的想要去变强, 不为其他的, 只想守护身边的人, 他回到卧室中, 盘息而坐, 体内的第二条妖脉妖气开始涌动, 荒谷玉龙的卡片化作一道流光, 涌入了他的体内, 在妖气浩荡中似乎有阵阵龙吟响起, 荒谷玉龙, 这不是普通的龙族, 他是最高贵的龙族之一, 在那最蛮荒, 最原始的时代, 他便降临世间, 据说八十万年前的中古时代, 是荒谷玉龙最后一次出现, 从那以后, 世人再也没有见过此龙, 楚汉风能感觉到体内妖气的狂暴, 在那妖气的中心点, 似乎有什么生物在孕育着, 龙威浩荡, 龙谋仿佛穿过万古, 从古老的时代腾膜至此, 龙吟开始咆哮了起来, 不断地回荡在楚汉风的耳边, 荒谷玉龙, 攻击与防御双属性的妖宠, 而且还是飞行妖宠, 此刻, 楚汉风将荒谷玉龙召唤了出来, 他让荒谷玉龙将身形缩小, 盘旋在一起, 要不然, 清久久家里, 根本放不下, 荒谷玉龙盘旋在虚空中, 周身是混沌的气息, 一片片的龙铃同样是混沌那灰蒙蒙的颜色, 他的目光威严, 似是怒目圆征, 体态矫健, 蜿蜒八爪雄尽有力, 升腾于宇宙之间潜伏至波涛之内, 可飞天, 入海, 最让楚汉风高兴的是, 这荒谷玉龙同样自带三种神通, 他具有三种属性和地狱三头犬一样, 每种属性对应的便是一种神通, 第一个乃是特殊属性, 魂属性, 说起属性, 人们熟知的便是金木水火土, 还有雷, 时间, 空间这些魂属性算是稀有且罕见的属性, 拥有魂属性的妖宠就代表着它们的妖魂十分强大, 甚至于就算肉体被杀死, 它们也能借助妖魂从而复活, 所以这第一个神通便是万荒允神, 这是神魂类的攻击方式, 让人防不胜防, 第二个属性乃是谁属性, 这第二个神通便是暴巢泛滥, 最后一个属性则是雷属性, 对应的神通乃是本相狂化, 雷属性是最霸道, 也是最暴躁的属性, 这本相狂化更是一个全方面的强化神通, 一旦开启, 荒谷玉龙的所有属性都将得到增强, 体内第二条妖脉可以称为荒谷玉龙妖脉, 第三只妖宠应该找一只辅助系妖宠了, 楚汉风喃喃自语, 如今的地狱三头犬和荒谷玉龙准确来讲都是攻击与防御双戏的, 至于第三只的辅助妖宠, 说实话楚汉风心里还没有满意的, 只能看接下来的几天, 千道系统能给自己什么惊喜吧, 他利用命运之谋, 看了看地狱三头犬和荒谷玉龙, 几乎将两只妖宠的全部属性都尽收眼底, 地狱三头犬, 攻击防御双系妖宠, 静剑, 隐气, 经验, 一百, 一千, 属性, 火, 死亡, 黑暗, 神通, 地狱之火, 黑暗之体, 亡灵腐蚀, 眼前一大堆关于啸天的介绍, 而荒谷玉龙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唯一让楚汉风关心的, 便是啸天的境界, 他如今打通第二条的妖脉, 已经是后天境的玉妖师了, 但自己的两只妖宠, 还是停留在隐气的境界, 估计只有经验值满了以后, 才能成为后天境妖宠, 看到这种情况, 楚汉风不得不感慨一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 楚汉风本来想把今天的迁道给弄了, 可惜, 这里是阳光小区, 他无法重复迁道, 从清酒酒家里出来, 锁好门窗, 楚汉风给老爸打了一个电话, 爸妈都在自家的妖宠店里, 因此, 他也朝妖宠店走去, 其实他很少去妖宠店, 对那里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 自家妖宠店全名叫千灾妖宠店, 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 楚汉风以前也没关心过, 妖宠店位于平湖市的东区, 在一条商业街繁华的中心地段, 位置不可谓不好, 当楚汉风来到这里时, 发现店内生意还算不错, 已经有三三两两的客人在里面了, 迁道千灾妖宠店, 楚汉风内心默念, 迁道成功获得五百经验值, 听到声音, 楚汉风微微一愣, 原来自家妖宠的修炼经验也可以迁道, 这样的话, 以后也就不用修炼了, 迁道起来更方便, 他直接将五百经验给了笑天, 要是再有五百经验, 笑天就正式不如后天了, 走进妖宠店, 里面的面积挺大的, 分为三个区域, 大型妖宠区, 小型妖宠区, 以及隔离区, 妖宠店的经营范围也特别的广, 可以鉴定妖宠, 帮助妖宠进化, 疗伤, 甚至贩卖一些灵药, 基本与妖宠有关的事, 妖宠店都做, 爸, 妈, 楚汉风喊了一声, 楚正然在里面忙碌着, 母亲李云则在旁边陪人聊着天, 这是你儿子吧, 都这么大了, 旁边聊天的妇女看向楚汉风, 笑着说道, 小枫, 这是你宁仪, 李云介绍道, 您也好, 楚汉风也不管认不认识, 问候了一声, 听你妈说, 你是在北苍读书, 北苍好啊, 离家近, 见面也都方便, 宁仪摇头叹息道, 不像我家那臭小子, 去年被宝送去了飞宇城, 这一年到头来, 也见不上一面, 宁仪虽然听上去, 挨声叹息的, 但脸上的笑容, 分明是骄傲又自豪, 飞宇城, 那是与帝都齐名的城池, 甚至不在蔚蓝帝国的管辖范围内, 楚汉风原本挺尊重长辈的, 一听对方在这装逼, 他就瞬间没兴趣了, 原本是想去里面找老爸的, 正在这时, 有人急匆匆地撞开了妖宠店的玻璃门, 大喊道, 老板, 快救救我的提婚兽, 那近来之人乃是一名中年人, 他的年龄看上去不大, 但头发已经有一半是白色的, 有些驼背, 穿着黄色破旧外套, 此刻他的怀里, 正躺着一只鲜血淋漓的妖宠, 提婚兽, 特殊妖宠吗? 楚汉风喃喃自语了一声, 怎么回事? 楚汉风走上前, 问道, 你是老板? 那中年人抬起头, 双目中满是血丝, 焦急甚至带些恳求地说道, 救救我的提婚兽,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楚汉风一愣, 他哪里懂怎么治疗妖宠,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让治疗系的辅助妖宠来, 爸, 来生意了, 楚汉风只能朝店内喊道, 话音落下, 楚正然从里面走出来, 一身黑色西服,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似乎是要出远门的准备, 手里还提着一个黑色的皮包, 你来得正好, 我跟你妈有些事, 今天妖宠店, 你帮忙看门一天, 楚正然笑道, 他看了那提婚兽一眼, 竟然丝毫不理睬, 爸, 你别开玩笑, 我哪会给妖宠看病啊? 楚汉风急忙回道, 我连辅助吸妖宠都没有, 给妖宠疗伤, 不一定需要治疗吸妖宠, 一些草药混合起来, 效果也是很显著的, 楚正然仰头看了看, 那倒在血泊中的提婚兽, 一有所指地说道, 你可以先拿这只妖宠练手, 练手, 楚汉风一惊, 那中年人看到楚正然出现, 直接跪在了地上, 恳求道, 大人, 我知道你神通广大, 求求你救救我的提婚兽吧, 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楚正然不嫌不淡地问道谁让你来的, 是铁拳大人, 中年人迟疑了少许, 回道, 这只妖宠我是不会看的, 不过, 你既然来一趟, 就让我儿子给瞧瞧吧, 楚正然摆摆手, 回头朝楚汉风做了一个加油的姿势, 便带着李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就这么走了, 楚汉风微微摇头, 老爸从来就没靠谱过, 早知道他就不来妖宠店了, 中年人也不敢有什么怨言, 只能将恳求的目光看向楚汉风, 行了, 我给看看, 能不能治好我不达保证, 楚汉风说道, 他开启命运之谋, 提魂兽, 辅助细妖宠, 魂属性, 神葬境, 底下一大堆关于妖宠的介绍, 如果这只妖宠正常, 介绍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过楚汉风发现, 底下又出现了一行字, 状态, 妖魂受损, 一个时辰避妖魂破碎, 治疗方法, 寻找拥有愈合神魂的辅助妖宠, 推荐, 天山雪灵鹅, 寒慧冰残, 磨明露, 第二种治疗方法, 以四阶灵药心灵草, 长青花再浮以暗夜之路, 未十三次, 三天可痊愈, 看着命运之谋反馈的结果, 楚汉风知道, 第一种治疗方法, 自己用不了, 现在去哪找治疗妖宠了, 那就只能试试第二种了, 你先等等, 楚汉风白手说道, 他走向妖宠殿的那堂, 想看看自家有没有这几种灵药, 他以前从未去过那堂, 偶尔也只是在外面看几眼就离开了, 小时候, 楚正然倒是专门培养过他, 可惜小孩子玩心中, 学得快, 忘得更快, 一走进那堂, 楚汉风便彻底地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明明从外界看, 这那堂平平无奇, 可是一进入其中, 就仿佛只身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脚踩在无边无际的虚空中, 这世界内, 由古树苍天拔地而起, 有千花丛中, 万子千红, 苍穹上一条如同银河般的瀑布, 从九天落下, 这是八阶的八瓣鲜蓝, 这是九阶的星辰天元树, 可借出星辰天元果, 还有这, 十阶的雷烟暴龙餐, 一时间, 楚汉风觉得自己咕噜寡闻了, 我家妖宠店的那堂, 通往另一个世界, 这世界种植了无数神草奇术, 他活了十八年, 竟然没发现这个秘密, 他很快便找到了, 治疗提昏兽需要的灵药, 顺手还摘了一株火竹帘, 笑天吃了这, 差不多就可以进阶后天妖宠了, 至于荒谷御龙, 他挑选的乃是龙心九叶之, 再搭配丹陵江, 这种搭配能让荒谷御龙平稳进阶后天妖宠, 而不是根基不稳, 拔苗助长的方式, 从内堂出来, 楚汉风的模样看上去还淡定, 其实他内心是翻江倒海, 好像发现了什么大秘密, 俗话说得好, 大隐隐于世, 小隐隐于灵他感觉自家妖宠殿, 就是个大隐隐于世的超然存在, 看着中年人期待的眼神, 楚汉风白手说道, 你运气好, 我家妖宠殿刚好有治疗的灵药, 想要修复他的神魂, 必须治疗三次, 连续三天, 今天我先治疗了, 至于往后两天, 你找我爸就行, 不敢麻烦少爷, 中年人连忙回到, 楚汉风将搭配的灵药取了出来, 草药的等级划分主要看两个方面, 一个看草药的天资, 这个天资在仁皇界有严格的划分, 灵药、宝药、古药、地药、 仙药以及道药, 至于第二个就是看药的年份, 从广义角度来说, 宝药比灵药好, 但是一株一百年份的灵药在药效方面, 是强过十年份的宝药的, 所以事实都没有那么绝对, 楚汉风将自己搭配好的灵药喂给了提魂兽, 原本已经死气沉沉的提魂兽, 一副药服下, 竟然立刻有了生计, 虽然这股生机并不强烈, 但只要坚持三天, 应该就能恢复了, 起码命保住了, 这治疗提魂兽的过程看上去很简单, 但楚汉风知道, 背后的学问大了去了, 你先要诊断提魂兽的病因, 然后再开药, 世间的草药千千万, 谁能把每个草药的药性都记住, 而且草药与草药之间, 药性的搭配合融合又是另一门学问, 只是楚汉风有命运之谋, 什么都不用记, 便可自行得到答案, 中年人的反应吓到了楚汉风, 他竟然直接跪地, 投在地板上磕得砰砰响, 我不需要你的追随, 你把看病的钱给我就行, 楚汉风汗言, 白手说道, 小的没钱, 中年人抬头, 双眼无辜地说道, 感情你压的是来白嫖的, 楚汉风原本还觉得对方重情重义, 突然发现自己太年轻了, 少爷, 虽然我没钱, 但是我可以肉肠, 中年人回道, 你不对劲, 楚汉风后退几步, 警惕地说道, 我是正经人, 任凭少爷差遣, 中年人连忙解释道, 行了, 楚汉风白白手, 指着妖宠殿靠窗的沙发, 说道, 先坐那休息一会吧, 他看得出, 中年人很疲倦, 似乎是好几天没睡觉了, 眼睛中满是血丝, 满脸的困倦, 头发油腻, 甚至有些蓬乱, 好像从一场大战中刚逃出来, 楚汉风从旁边的饮水机倒了一杯水, 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中年人有些惶恐, 在沙发上坐立不安, 你叫什么名字, 楚汉风问道, 小的没名字, 求少爷赐名, 中年人连忙回道, 我姓楚, 那就叫你楚一吧, 楚汉风说道, 这个名字也好记, 多谢少爷赐名, 楚一说着又要跪下, 不过被楚汉风给拦住了别动不动就跪, 我这里不信这个, 楚汉风白白手, 楚一在旁边站着, 似乎有些拘谨, 楚一, 你是什么修为, 小的神藏巅峰, 楚一回道, 神藏, 你打通五条妖卖了呀, 楚汉风赞叹道, 只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实力, 不如少爷的眼, 楚一谦虚道, 那你平时就跟着我吧, 我若是没要你出手, 你不许随意出手, 楚汉风吩咐道, 少爷放心, 我有一只天影妖宠, 可以利用其躲入你的影子中, 平常人根本发现不了, 楚一连忙说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楚一竟然决定效忠自己, 平白无故得了一个神藏镜的保镖, 他自然毫不吝啬, 将治疗提魂兽剩余两天的灵药, 也都给了楚一, 据我所知, 这提魂兽, 乃是特殊的魂属性, 按理来说, 妖魂要比一般的妖宠强大许多, 他的妖魂怎么会受如此重创, 楚汉风疑惑地问道, 都怪我, 是我害的, 楚一自责道, 我这提魂兽, 乃是由童鬼兽三次进化而来, 按理来说, 已经是他进化的极限了, 可惜造化弄人, 我前段时间得到了一块万兽血石, 万兽血石就是那个凝聚了万兽精华, 可以逆改血脉的神石, 楚汉风问道, 你倒是好造化, 这种石头只有在藏地中才会出现, 谁说不是呢, 所有的祸根就从万兽血石开始, 处于叹息, 我本想利用这万兽血石, 将提魂兽进化成吞天兽, 可惜进化到一半, 我才发现这颗万兽血石内, 隐藏着邪物, 我虽然费尽一切, 灭杀了邪物, 可惜提魂兽也进化失败, 因此妖魂重创, 这一切都怪我, 藏地的东西本来就沾染着邪物, 是我鬼迷心窍, 只想精华吞天兽, 没有仔细去探查, 你是在哪个藏地得到这石头的? 楚汉风又问道, 四大藏地之一的名府, 楚汉风笑道, 他来以后有机会, 可以去转转, 楚汉风笑道, 他将楚汉安顿好, 邀宠殿也闲来无事, 便将老爸给的那本《九戒》一文杂技取了出来,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虽然只是一本书, 但其中描绘的世界却磅礴大气, 仿佛带着他穿越九戒, 无数的秘星, 常人不知的秘密就这般展开在他面前, 一直到傍晚时分, 天色渐暗, 楚汉风揉了揉疲倦的眼睛, 准备关门回家, 恰巧此时, 一名女子从外面走了进来, 那女子身穿白色长衫, 一条条的丝带缠绕着隐隐一卧的腰身, 黑发披落身后, 长相十分的清纯, 但楚汉风却是双眸一宁, 摘月仙子慕容烟, 自己与对方在麒麟领结院, 本以为再也不会见面, 没想到对方主动找上门了, 有事吗? 楚汉风淡淡问道, 他自然不会给对方什么好脸色你别紧张, 我不是为琉璃秋水见来的, 慕容烟笑道, 我紧张什么? 楚汉风摇了摇头, 你要是没事就早点离开, 我要关门下班了, 我是来招揽你的, 慕容烟突然说道, 招揽我? 没错, 加入我们飞语成吧, 慕容烟肯定的点点头, 我查过你的资料, 据我所知, 你有一个青梅竹马, 今天去帝都了吧, 你要想赶上他, 只有加入我们飞语成, 这平湖市的土壤培养不出强者的, 无聊, 楚汉风摆摆手, 自己有千道系统, 只要稳如老狗的发育, 蔚蓝帝国他都不放在眼里, 何况一个飞语成呢? 你别急着拒绝, 我会在平湖市待一段时间, 这个招揽, 在我离开前都算数, 慕容烟笑了笑, 极恍然大悟, 该不会是你吧, 看我长得帅, 想贪图我的身体, 你能不能要点脸? 慕容烟狠狠地瞪了楚汉风一眼, 说道, 你在麒麟领处的风头太大了, 直接拿了三样宝物, 而且你家是普通, 据我所知, 这次盯上你的人, 乃是一个团伙, 名叫平湖三杰, 平湖三杰, 这名字有些不要脸啊, 楚汉风摸着下巴, 想到, 有没有问过我平湖第一帅的感受? 我不跟你胡扯, 总之我的意思, 你考虑考虑, 慕容烟说完之后, 便直接离开了, 楚汉风虽然嘴上不在意, 但内心还是留了一个心眼, 他打着哈欠, 给楚正然打了一个电话, 可惜对方的手机关机,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楚汉风也习惯了, 自己的爸妈经常会离家一段时间, 至于做什么, 他们不说, 自己也不好多问, 楚一藏在他的影子中, 可谓是天衣无缝, 楚汉风也就不在意他, 将妖宠殿的门面拉下来, 便朝阳光小区走去, 回家的路上, 他打开手机, 登陆了御妖师官网, 基本上御妖师界有什么大事, 这里面都会通报, 昨日凌晨三点, 以雷鹏牛为首的妖族, 偷袭了万海市, 半个万海市被攻陷, 如今还在激战中, 蔚蓝帝国正在派遣部队增援, 看到新闻, 楚汉风微微摇了摇头, 妖兽攻城, 这是常有的事, 蔚蓝帝国外, 有无数的妖兽, 他们或居于平原, 秋鹤之间, 或隐于山林, 河流之内, 总之, 妖兽的数量比人类庞大太多了, 哪怕是蔚蓝帝国内, 也充实着各种各样的妖兽,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妖兽之间并不团结, 万海市这次损失惨重, 不死也要脱层皮, 不过万海市距离平湖市还挺遥远的, 暂时他也不需要担心什么, 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轮半月挂在天空中, 阳光小区旁边, 小吃一条街热闹非凡, 楚汉丰顺带买了一份炒年糕, 一瓶肥宅快乐水便回到了家中, 打开房门, 楚汉丰微微皱眉, 家里有人来了, 这是一种欲妖师的感知, 打开房间的灯, 只见客厅的沙发上赫然坐着三道身影, 三名男子, 年龄约三十来岁, 一人染着黄毛, 一人染着红毛, 最后一人竟然染着绿毛, 三人嘴里叼着烟, 看着流里流气的, 大摇大摆地靠在沙发上, 咱们平湖三节在此, 这小子肯定是被咱们的王霸之气震的说不出话来, 中间的黄毛男子大笑道, 小子, 速速把你从麒麟领得到的机缘交出来, 两个后天御妖师, 一个先天御妖师, 命运之谋下, 楚汉丰很快便将三人的实力勘察清楚了, 随即缓缓问道, 我为什么要将机缘交出来, 给我个理由, 旁边的红毛男子冷笑一声, 随即拍了拍手掌, 从门外传来响声, 只见三只妖宠从外面缓缓走了进来, 这是他们早就埋伏好的, 防止楚汉丰逃跑, 这三只妖宠分别是石蝉、 铁背龟以及蓝螳螂, 都是普通道不能再普通的妖宠, 甚至连二次进化都没做到, 就这种实力, 你们也敢出来打劫, 楚汉丰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随即一脚将客厅的大门关上, 大喝道,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三个被我包围了, 将身上值钱的东西通通交出来, 该死, 绿毛男子明显是个暴脾气, 指挥着妖宠, 喝道, 给我抓住这小子, 三只妖宠全部朝楚汉丰扑了过来, 不过下一刻, 一声暴吼声传来, 笑天挡在楚汉丰的面前, 甚至不需要神通, 一找一个便将三只妖宠给拍飞了出去, 他如今也是后天静的御妖师了, 同等级中, 神兽与普通妖兽的对决, 那还不是爸爸打儿子, 乱杀吗? 这小子的妖宠有古怪, 黄毛青年眼睛一跳, 站起来说道, 咱们不能留守了, 三人结实点点头, 他们四周的妖气开始涌动, 身体表面还算强大的气体凝聚在一起, 又是三只妖宠被召唤了出来, 准确来讲, 他们三人一共可以召唤七只妖宠, 先天御妖师可召唤三只, 另外两人是后天御妖师, 各自都能契约两只妖宠, 这新出现的三只妖宠分别是地火烯, 雪浮, 以及寒冰龟, 比之前那三只妖宠要好一些, 但依旧是垃圾, 我就不信这次还拿不下这小子, 中间的黄毛青年微眯着眼, 他是三人中唯一的先天御妖师, 只见他右手结印, 体内的第三条妖脉开始暴动, 绿色的妖气弥漫了整个客厅, 一棵两米高的大树屹立在他面前, 万年青藤树, 辅助细妖宠, 目属性, 治疗细妖宠中的佼佼者, 倒是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妖宠, 楚汉峰笑道, 有我的青藤树治疗, 再加上六只战斗妖宠, 今天就算拖, 也要把这小子拖死, 黄毛男子发狠说道, 六只妖宠以六个不同的方位围住了笑天, 黄毛男子右手高举头顶, 一声大喝, 杀, 六只妖宠全部扑了过去, 地火吸口吐猎烟火球, 寒冰龟凝聚数十道护体寒冰, 雪符飞持在客厅的房顶上, 尖锐的叫声传透了寂静的夜空, 笑天, 黑暗肢体楚汉峰退到一边, 吩咐道, 寒写仿佛突然间庞大了数倍, 所有攻击落在他的身上都有些不痛不痒, 笑天的速度更是快如闪电, 先是那盘旋在头顶的雪符, 直接被他跳起扑了过去, 雪符尖叫一声, 从虚空中硬生生被撕扯了下来, 紧接着他庞大的身躯向前一踏, 身后长长的尾巴犹如鞭子般, 抽在了地火锡与寒冰龟身上, 不好, 黄毛男子见状大惊, 青藤树, 青藤缠绕, 他的辅助细腰, 重想要阻止笑天, 只见万年青藤树的根莖处, 生长出一条条粗壮的青藤, 粗略一看, 有几乎近百条, 这些青藤令人防不胜防, 从地面飞快掠过, 全部缠在了笑天的身上, 尤其是笑天的四肢, 被彻底地捆绑住, 区区青藤墓, 也想困住笑天, 楚汉风不懈地笑了笑, 甚至不用他的吩咐, 笑天的地狱之火已经喷出, 将所有的青藤墓, 噼里啪啦烧个干净, 大哥, 快给其他妖宠治疗啊, 旁边的红毛男子着急地喊道, 闭嘴, 我用你教我, 黄毛男子内心慌乱, 不过, 还是使用了万年青藤树的第二个妖剂, 青藤复苏, 磅礴的生命气息, 从万年青藤树的身上散发而出, 肉眼可见的绿色妖气弥漫, 准备治疗其他几只妖宠, 不过楚汉风怎么可能随他们愿呢, 笑天, 第三神通, 死亡腐蚀, 笑天最后的第三颗脑袋也缓缓睁开双眼, 那是代表死亡的气息, 两道黑色红流从双眸中积射而出, 红流就如同激光般照射在六只妖宠的身上, 带着腐蚀的力量开始发力, 六只妖宠全部躺在地上疼痛地大吼了起来, 当青藤复苏的力量落在六只妖宠身上时, 黄毛男子惊害地发现, 自己的治疗竟然没有作用, 怎么会这样, 他愣在了原地, 很简单的道理, 这死亡腐蚀的能力不仅仅是腐蚀你们的妖宠, 死亡的力量还会隔绝其他的生命治疗, 楚汉风笑道, 这就像你打游戏, 对方出了一件重伤的装备, 让你回血效果大打折扣, 听到楚汉风的话, 所谓的平湖三节脸色难看, 三人对视了一眼, 竟然想从旁边的窗户跳窗而逃, 这里是三十二楼, 楚汉风提醒道, 从三十二楼跳下, 要么对方有飞行妖宠, 要么自身实力达到心窍, 否则就等着摔成肉泥吧, 一时间平湖三节僵持在了原地, 不过笑天可不会客气, 大掌向前, 硬生生将三人拍倒在地上, 你们可服气, 楚汉风问道, 不服, 占了妖宠的厉害罢了, 有本事咱们几个肉搏, 中间的黄毛男子委屈地叫嚷道, 你还不服, 楚汉风直接一个巴掌拍了过去, 啪, 一群接下球罢了, 你叫什么名字, 张德帅, 黄毛男子委屈地回道, 长得帅, 楚汉风眉毛微调, 谁给你起的这臭不要脸的名字, 他将目光又看向旁边的红毛男子, 那你呢, 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英俊, 红毛男子回道, 你他妈哪里英俊了, 就这B样, 也不照镜子嘛, 楚汉风大怒, 他以前觉得自己很无耻, 但跟这几人相比, 自己着实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他又将目光看向最后一名绿毛男子, 这次没等楚汉风主动问, 那绿毛男子便抢先说道, 我叫赵娘娘, 这都是什么调名字, 楚汉风吐槽了一声, 看着接下球的三人, 他翘起二郎腿, 坐在沙发上, 问道, 你们三个准备怎么死, 你不能杀我们, 就算我们犯了法, 那也是该由帝国宣判, 王英俊大喊道, 帝国, 你觉得帝国管得着吗, 楚汉风反问道, 明面上来讲, 帝国的执法殿确实管理着一个城市的秩序, 但蔚蓝帝国的主力都屯兵边境处, 哪怕是平湖市, 城主能调动的力量也大都在城市的边界, 防止妖兽攻城, 尤其是如今发生了万海市那种惨状, 人人自危, 执法殿有心管理城市, 可惜人数实在不够, 所以大家懂得都懂, 只要你做得不过分, 偷偷摸摸杀个人, 或者入室盗窃之类的, 执法殿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除非有人罪恶满盈, 不知悔改, 影响到了城市的发展, 执法殿才会真正出手, 你们入室抢劫, 我杀了你们, 先不说执法殿能不能知道, 就算知道了, 又如何, 我一个自卫的借口, 总没错吧, 楚汉峰笑道, 如今可不是和平年代, 人族与妖族战争不断, 这乱世每天都有人死去, 平常的事, 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楚汉峰话音落下, 几人也都沉默了下来, 最终还是张德帅率先开口问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先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楚汉峰说道, 三人对视一眼, 最终无奈只能将各自的借拙取出, 楚汉峰打开借拙看了看, 顿时脸黑了起来, 这三人是穷的叮当响, 借拙内只有几株不值钱的草药, 还有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妖精, 甚至于, 比起借拙里面的东西, 借拙本身反而是最值钱的穷鬼, 楚汉峰吐槽道, 我们要不是穷, 也不至于被迫打劫啊, 王英俊委屈地辩解了一声, 你还顶嘴, 楚汉峰一个大耳光扇了过去, 其实这三人说的也没错, 他们三人都是孤儿, 没背景, 没天赋的, 能混到现在, 全是靠的自己, 看看他们几个的妖宠就知道了, 月妖师可以契约十二只妖宠, 因为数量有限, 所以契约的时候大家都很慎重, 而这三人的妖宠, 都是最底层的妖宠, 毕竟强大的妖宠, 他们买不起, 只能契约一些垃圾的, 有了些许实力, 然后靠打劫过日子, 至于打工, 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 笑天, 这三人是你的食物了, 楚汉峰吩咐道, 你说话不算数, 我们已经将身上的东西都给你了, 张德帅大喊道, 很抱歉, 这些东西不足以买你们的命, 楚汉峰摇头, 他也不是什么善男善女, 这三人敢来打劫他, 就要付出代价, 等等, 王英俊看着一步步走来的地狱三头犬, 全身有些站立, 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愿意用一个情报来换我们的命, 老二, 你疯了, 旁边的张德帅两人连忙制止道, 只有活着, 才有未来, 王英俊深深地看向两人, 提醒道, 此话一出, 三人都沉默了下来, 什么情报, 楚汉峰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知道一个遗迹, 里面应该有大机缘, 王英俊说道, 说仔细点, 白草界的白草园, 遗迹就在那地方, 王英俊说道, 听到白草界, 楚汉峰微微思索了片刻, 这平湖市的四周, 充实着各种界域, 白草界自然也算一个, 界域分为很多种, 有祥瑞之地, 有危险界域, 还有藏地, 而白草界只是一个普通界域, 危险程度中等, 里面有着无数草药菱花, 也是玉妖师经常去冒险的地方, 楚汉峰内心暗自想道, 这王英俊说的机缘, 该不会是什么灵药, 保药吧, 他家妖宠殿的那堂, 直通的那个世界, 什么保药没有, 楚汉峰有些兴趣缺缺, 王英俊观察着楚汉峰的表情, 似乎有些怪异, 忍不住开口说道, 那机缘我虽然没见过, 但我猜测应该是古术, 古术, 开什么玩笑, 楚汉峰倒吸一口凉气, 古术那是什么存在, 整个人皇界的记载中, 仅仅只有七种古术, 古术不是妖虫, 是一种天生地养的神物, 每一种古术都有不同的能力, 这种能力, 不亚于让御妖师多出一个妖宠来, 甚至可以这么说, 御妖师可以契约古术, 但不需要浪费妖卖, 两者是共存契约的, 楚汉峰一时间有些难以相信, 连忙问道, 哪种古术, 通天见墓还是永恒古术,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从来没进去过百草原, 王英俊苦笑道你没进去过, 你怎么知道有古术, 楚汉峰皱眉说道, 王英俊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看向张德帅, 说道, 大哥, 给他吧, 张德帅有些不舍, 看向楚汉峰, 问道, 给了你, 是不是就能放了我们, 若是值得你们的命, 自然可以, 楚汉峰点头, 张德帅恋恋不舍地将手伸进裤裆内, 你干什么, 楚汉峰吓了一跳, 因为这东西比较重要, 所以我藏得有些私密, 张德帅黑黑笑道, 随即只见他从里面掏出一把钥匙, 用你衣服把钥匙擦一擦, 再给我, 楚汉峰嫌弃地说道, 接过对方手中的钥匙, 这钥匙乃是黑色的, 也不知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放在手心沉甸甸的, 你将妖气引入其中, 可以看看, 张德帅提醒道, 楚汉峰依言将妖气从体内涌入钥匙中, 下一刻, 要是黑芒大圣, 竟然从其中投射出一幅画面来, 那是一片万花拥护的世界, 一棵黑色的大树, 犹如扎边于万古间, 强大无比, 可惜的是, 这画面一闪而过, 然后又消失不见, 是古术没错了, 楚汉峰点头, 只是看不清是何种的古术, 我们没骗你吧, 王英俊眼巴巴地说道, 你们从哪得到的钥匙, 楚汉峰好奇地问道, 我们去过一次星空古城, 王英俊遗憾地回答, 只是待了几分钟, 便被排斥出去了, 而我顺手便拿了这钥匙, 你们倒是好运气, 楚汉峰笑道, 星空古城, 传说那里曾经是神魔大战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天际尽头, 有星空被打的摊线, 缺了一脚, 而这缺的一脚便被称为星空古城, 古城的踪迹无人可知, 因为它游离在虚空中, 运气好的人可能会碰见, 语气不好的人也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一次, 我们可以走了吧, 王英俊站起身, 试探地问道, 把你们的电话从我手机里, 楚汉峰将自己的手机扔了过去, 今晚发生的事, 我希望你们忘记, 若是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后果自负, 你放心, 我们不会再打古术的主意, 三人犹如小鸡啄米似的连忙点头, 楚汉峰把玩着手中的钥匙, 一夜无语, 第二天一早, 楚汉峰起床洗漱, 收拾完毕, 给爸妈打了一个电话, 依旧是关机的状态, 他摇了摇头, 连早餐都没吃, 就去了北苍学府, 走进教室, 王帅这家伙精神不振, 正趴在桌子上睡觉着, 昨晚干嘛了, 楚汉峰拍了拍他的肩膀, 问道, 别提了, 昨晚看直播, 一晚上没睡, 王帅打着哈欠, 回道, 那你也要节制啊, 不要因为年轻就放纵, 楚汉峰宇重心长地叫一道, 你想哪去了, 我看的不是美女直播, 王帅无奈地回道, 是肖剑大人的户外直播, 昨晚肖剑大人, 强闯地破雷兽的老巢, 那一战, 可谓是惊天动地, 看得我热血沸腾, 最终肖剑大人一削一剑, 硬是将地破雷兽的老巢, 杀了个遍, 斩杀三只雷破王兽, 取得雷破惊, 从而潇洒离去, 说到这, 王帅感觉自己瞬间不困了, 站起身, 装逼式地遥望窗外的天际线, 正所谓, 一削一剑任平生, 附近狂明三百载, 肖剑大人, 可是我的偶像啊, 那挺厉害的, 楚汉峰点了点头, 地破雷兽的巢穴, 在魏蓝帝国外的黑压山上, 许多强者外出闯荡时, 都会开启直播, 毕竟魏蓝帝国内, 许多人都没实力出去闯荡, 但又向往外面世界的多姿多彩, 所以, 这一类的直播热度很高, 而对于那些强者而言, 开直播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 以及粉丝知名度, 又何乐而不为呢? 相比起肖剑的实力, 楚汉峰却更关心他的八卦, 听说那肖剑娶了八个老婆, 在海王这一块, 也是独树一帜, 他这么卖力直播, 估计是想给孩子赚奶粉钱, 人生不易啊, 听到楚汉峰的话, 王帅明显不乐意了, 风哥, 你懂什么? 肖剑大人曾经公开说过, 他娶八个老婆, 这不是渣男, 只是比较博爱, 想给这八个老婆, 一个温暖的家罢了, 他对这八人都爱护有加, 真乃我被楷模呀, 脑残粉, 楚汉峰吐槽了一句, 也不再多说什么, 这时, 楚汉峰才发现, 自己的客桌上, 竟然放着一份早餐, 乃是一杯白羊奶, 和一份杂粮煎饼, 这谁的? 楚汉峰疑惑地问道, 齐少峰给你带的, 因为是同学的缘故, 自己也给了对方一次机会, 就算对方认怂了, 也不该送早餐啊, 这话风明显有些不对, 齐少峰, 他大喊了一声, 只见坐在他前面的齐少峰, 瞬间站起身,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风哥, 齐少峰, 你脑子瓦特了, 这怎么回事, 楚汉峰指着面前的早餐, 风哥, 你叫我小疯子就行, 叫我全民多见外, 齐少峰黑黑笑道, 这早餐不合你的胃口吗? 那我明天重新买, 你神经病吧, 楚汉峰皱眉, 无视献殷勤, 风哥, 我以后想跟你混, 齐少峰连忙说道, 我就是你最忠实的狗腿子, 滚, 楚汉峰毫不留情地拒绝道, 咱俩不熟, 这一回声, 两回熟吗? 齐少峰不在意地说道, 风哥, 你是不知道, 这周在齐灵灵, 你大展威风, 当时看着你的背影, 我就悄然发誓, 你就是我人生路上的引路灯, 我跟定你了, 齐灵陀露, 你也去了, 其实想想也对, 齐灵陀露这种盛事, 大半个平护士的人都会去, 当时在齐灵灵, 有人挑衅自己, 被自己当场给斩了, 右手持令牌, 连续取了三件宝物, 还赢了摘月仙子, 这种种事迹, 当时倒是不绝的, 现在回想起来, 确实有些小帅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是新书期, 所以每天都是两个, 其实我这段时间都有存稿, 等上架了, 给大家大报, 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飘飘呀, 真的感谢大家的支持, 行了, 你先下去吧, 楚汉风摆摆手, 这齐少风的转变, 他一时间没有适应过来, 风哥, 你今天约了张剑决斗, 你是不是忘了, 齐少风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说道, 张剑, 楚汉风微眯着眼, 你不说我都忘了,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顺道解决他, 张剑这家伙竟然敢挑衅你, 要不然我去劝劝他, 让他来给你赔个不是, 齐少风试探地问道, 毕竟张剑之所以与楚汉风产生矛盾, 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出头, 另一方面, 也是想欺负欺负楚汉风, 彰显一下存在感, 毕竟那时候, 楚汉风的妖宠还是白犬, 这件事你别管, 楚汉风摆摆手, 学府这边, 还是要立位一下, 免得什么阿猫阿狗都来招惹我, 上课铃声响, 张兰准时地走进教室内, 上星期说过了, 今天带你们去介义闯荡, 你们有没有想去的介义, 张兰站在讲台上, 看着众人问道, 老师, 去白草界, 楚汉风率先喊道, 原本那些学生还有其他想法, 一看到楚汉风说话, 众多学生也都慢慢沉默了下来, 听见了没, 风哥说去白草界, 都他妈给我去白草界, 齐少风嚷嚷道, 我也支持去白草界, 王帅紧跟着说道, 底下其他学生也不敢反驳, 陆陆续续也开始有人赞同去白草界, 张兰在讲台上看到这一幕, 摇头失笑, 短短几天时间, 楚汉风就从班里的吊车尾成为了领头者, 不过白草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危险系数小, 而且里面零药居多, 若是此行安全, 恐怕收获颇丰, 他也就答应了下来, 说道, 咱们班三十多人, 我带你们去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所以, 我之前就邀请了齐鲁一老师以及王颖老师, 这次会是我们三人一起带队, 齐鲁一就是那个钢铁直男吧, 教室内的学生热闹地议论了起来, 说起齐鲁一, 他在北苍学府的众多老师中也算知名度挺高的, 大家对他的印象无外乎是钢铁直男, 他的长相倒也称得上英俊二字, 而且听说家事不凡, 按理来说应该很受女老师喜欢的, 可惜学院的女老师都对他避之不及, 没人愿意搭理他, 因为这人的脑回路跟其他人有些不同, 楚汉风将齐少风喊了过来, 吩咐道, 你去告诉张剑, 我们今天要去介余, 我没工夫搭理他, 等明天回来了, 再与他决斗, 楚汉风之所以去百草界自然是跟古树有关, 那古树的遗迹在百草园, 百草园位于百草界的中心处, 以楚汉风如今的实力, 其实跟那平湖三节一样, 根本进不去百草园, 所以他只能借助一下几位老师的力量了, 倒不是楚汉风心急, 主要是古树的诱惑太大了, 他怕夜长梦多, 五一般的学生们简单收拾了一下, 便跟在张岚身后朝学府的大门口集合, 等众人来到大门前时, 齐鲁一与王莹早已经在此等候了, 王莹这女老师在学府的风评不是很好, 听到他喜欢收礼, 还同时和好几名男老师油染, 打扮得有些妖娆, 脸色的粉不知道抹了几层, 是一种病态的白, 而齐鲁一就有些低调了, 他身穿一件如袍, 身高一米九, 留着短发, 脸庞犹如刀削般, 双眸深邃无边, 看到众多学生到来, 齐鲁一转头说道, 这次去白草剑, 安全我就不说了, 性命是你们自己的, 一个个心里有些避数, 我只讲一点, 白草剑灵药居多, 不管遇见何种灵药, 剑五取其三, 剑二取其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一个个学生兴致勃勃地大喊道, 齐鲁一这么说, 也是有道理的, 灵药本身就是稀缺之物, 若是看见了, 全部采枝, 只怕这灵药就此完了, 但若是采一半, 留一半, 灵药还可以继续繁衍, 网大了说, 这种行为对整个人黄界的生态都有益, 虽然不想承认, 但这个世界很多生物的灭绝都与人类有关, 执法殿位于平湖市的中心点, 青湖楼, 作为平湖市的象征, 青湖楼几乎是其他城市的人前来旅游, 必去的地方, 也是平湖市最繁华的地段, 而通往其他界域的传送镇正在这青湖楼内, 执法殿镇守整个青湖楼, 武一般的所有人都是乘坐地铁过来的, 走出地铁, 朝北方瞭望, 巨大的青湖楼就屹立在天地间, 屹立在繁华四景的乱世中, 他以青湖之姿而望苍穹, 青湖雕刻得栩栩如生, 让人以为要活过来办, 咱们是北苍学府的, 借助学府之名, 我们可以免费进去, 张兰边走边说, 平湖市的两大学府, 北苍以及南洋都是有特权的, 毕竟学府培养出来的人才, 很大程度都是代表着平湖市的未来, 谁让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呢? 这叫投资未来, 来到青湖楼前, 那青湖楼群楼玉宇, 飞檐乃是青红瓦覆盖, 有各种神兽的雕像, 立足飞檐走壁上, 有火龙缠绕, 身躯席卷整个楼顶, 有孤鹤仰头苍穹, 白羽如雪花落下, 也有蒙虎扑石, 幽冥之虎深入轮回, 最让楚汉风诧异地, 自己在那些妖宠雕像中, 竟然还看到了地狱三头犬, 这执法殿有些东西, 楚汉风喃喃自语着, 执法殿的门口, 两名身穿白色长袍的中年人, 镇守两旁, 那白袍的前方, 映照着一个刀钝的图案, 这是执法殿的图腾, 别看他们身穿的白袍平平无奇, 其实这是一件灵器, 能成为执法者, 最弱也要打通三条腰脉的先天御妖师, 这也导致了执法者的数量稀少, 不过执法者虽然好, 但之前御妖师官网曾经统计过许多高危职业, 执法者的伤亡程度赫然排名第一, 跟随着张兰几人走进青湖楼, 这里面的面积辽阔令人唐木结舌, 青湖楼的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广场, 那广场中央六芒星的传送阵法在缓缓转动着, 此刻有许多人排队在这, 等待着进入其他界域内, 进入这中心广场, 张兰是轻车熟路, 对着众人说道, 你们再次等候少许, 我有相熟的人, 可以找他过来, 这世间之事, 有熟人自然好办。 张兰的身影离去, 七路一便带着众多学生在旁边等候了起来, 迁到青湖楼, 楚汉丰内心默念, 他可没有忘记今天的迁到, 迁到成功, 获得金元又体, 听到这四个字, 楚汉丰一愣, 这是什么玩意?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张金色的卡片, 这卡片上, 画着的乃是一只如同小蝌蚪般通体金色的生物, 两只眼睛特别大, 而且看模样蠢萌蠢萌的, 一看这妖宠的模样, 楚汉丰内心是拔凉拔凉的, 这种人畜无害的模样, 肯定不是什么厉害的妖宠, 他将妖气涌入卡片中, 想探查一下关于这妖宠的基本信息, 武艺班的学生还是蛮多的, 楚汉丰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倒是没人注意他, 两久, 当他探查完所有信息后,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这是有眼无珠啊, 金元幼体这是一只金属性的辅助系妖宠, 它只有一个神通, 甚至连神通都算不上, 只是普通的妖技, 名叫金元暴动, 这妖技的作用便是给金属性的妖宠增强攻击力, 假如只有这样的话, 那这妖宠就是垃圾的要死, 但这只金元幼体却是一只可融合的妖宠, 意思就是说, 它能跟其他妖宠融合, 假如有一只木元幼体与它融合, 那它便可以拥有木属性的力量, 若是火元幼体, 它便可以拥有火属性的力量, 而且一旦不同属性的幼体融合了五只, 便可以进化为元素之灵, 从某种角度来讲, 这元素之灵可以无限成长下去, 妖宠的属性有很多, 常见的便是金木水火土, 罕见的则是时间、空间、 黑暗、光明这一类的, 楚汉丰不禁想到, 自己若是将所有的属性都给融合一遍, 到时候我说一句,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应该不过分吧, 小心翼翼地将卡片收起来, 楚汉丰内心已经有了决定, 第三只辅助系妖宠, 便是这可以进化为元素之灵的晶圆幼体了, 正在这时, 他听到前面传来争吵声, 你们必须道歉, 听见没, 小娃娃, 别得寸进尺, 这里要不是执法殿, 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楚汉丰抬头看去, 只见齐少峰领着一群学生, 正跟一群人争吵着, 这群人大约有十几人, 身上穿着统一制式的棕黄色长袍, 怎么回事, 楚汉丰上前问道, 丰哥, 你可算来了, 齐少峰松了一口气, 连忙说道, 这家伙摸咱们班女生的屁股, 楚汉丰看向那女生, 是武一班的学生, 名叫张月, 虽然不是很熟, 摸一下又不会掉一块肉, 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中年人不在意地说道, 你这年龄都能当他爸了, 要点脸行吗? 楚汉丰淡说道, 吵来吵去多没意思, 不如来一场玉妖师之间的决斗, 对方有十几人, 而武一班这边有三十几人, 不管怎么看, 人数起码自己这边占优, 而在旁边看到学生争吵的一幕, 王盈有些着急, 他看了看齐鲁一, 发现对方竟然在闭目养神着, 齐老师要不要出面阻止一下, 王盈试探地问道, 我又不是保姆, 管这些做什么, 齐鲁一头也不太地说道, 只要他们不被打死, 就无须理会, 王盈无奈, 这齐鲁一的脑回路就是有些不一样, 玉妖师决斗, 你们这群乳秀未干的学生也配, 黄袍中年人大笑道, 正在这时, 从不远处又走来一名黄袍人, 这黄袍人看向与楚汉风争论的那黄袍人, 说道, 张崇, 队长找你过去呢? 知道了, 那叫张崇的黄袍人冷笑一声, 对着楚汉风众人说道, 今日你们运气好, 老子没兴趣跟你们纠缠, 他说着就要离开, 却被齐绍风等人给拦住了, 我说了, 要么打一场, 要么道歉赔偿, 楚汉风淡淡说道, 小子, 你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张崇似乎有些愤怒, 他右手一挥, 身上的妖气暴动, 一只体内庞大的十尾龙蝎出现在旁边, 这龙蝎有亚龙的血脉, 身上长着十条蝎尾, 每一条蝎尾上都是绿油油的, 充满了剧毒小子, 欲妖师之路漫漫,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陨落了, 你爹我不是下大的, 要战便战, 费什么话, 楚汉风冷笑一声, 也将地狱三头犬给召唤了出来, 笑天庞大的身躯盯着十尾龙蝎, 好像随时都可能扑过去, 够了, 到此为止, 正在这时, 一道轻贺声响起, 又是一群黄袍人从不远处走来, 看他们服侍的样子, 与这群黄袍人应该是一伙的, 新来的这群黄袍人领头者是一名刀疤男子, 他模样不怒而微, 身上有淡淡的压迫感, 你们在这干什么, 刀疤男子淡淡问道, 这群黄袍人皆是静若寒蝎, 不敢出声, 齐少峰小声地说道, 他摸我们同学屁股, 我们要讨个公道, 哪只手摸的, 刀疤男子看了张虫一眼, 问道, 右, 右手, 这次反倒是那女同学率先开口, 弱弱地回道, 话音刚落, 只听铿锵的一声, 立一剑出鞘, 众人甚至连剑影都没看到, 只是白光闪过, 那张虫右边的整条胳膊, 竟然就这般被斩下来了, 因为速度太快了, 胳膊被斩, 张虫甚至没什么感觉, 直到几秒钟后, 痛觉恢复, 他才抱着残壁, 咬牙不让自己痛苦地喊出声, 可满意, 刀疤男子看向那女同学, 将剑递到他面前, 说道, 若是不满意, 剑给你, 你自己来斩, 满, 满意了, 那女同学连忙摆手, 除了楚汉风外, 其他人都是脸色苍白, 这刀疤男子眼神漠视, 犹如刀口填血, 生命在他手中, 仿佛不值一提, 走吧, 刀疤男子一挥手, 便带着黄袍人离去, 张虫捡起地上的断臂, 身影恍惚地跟在后面, 沉默不语, 这群人是什么来头啊, 王帅好奇地说道, 介于闯荡者, 身后齐鲁一的声音传来, 老师, 几名学生问候了一声, 那是什么职业, 若是放在古代, 这些人其实就是拥兵团的性质, 只是如今, 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罢了, 齐鲁一声妖说道, 介于闯荡者, 顾名思义, 他们闯荡在各个介于中, 从介于内寻找资源, 供他们自己修炼, 也可换取其他资源, 一个御妖师要想成为强者, 这期间需要多少资源呢? 答案是, 海量的, 只有海量的资源, 才有可能培养出强者, 那这些资源又从何来呢? 从学府毕业, 一旦步入社会, 除非你生在一个大家族, 根本不愁修炼用的资源, 否则遇妖师越到后期, 妖脉的打通就越艰难, 需要的资源也就越多, 一部分人会选择加入或者依附于大势力, 来换取资源, 也有人可能会打工, 或者自己当老板, 而介于闯荡者, 便是最冒险的职业, 他们时常出入各种介于, 要知道介于内危险重重, 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这是把脑袋在腰间挂着的职业, 不过, 危险与机缘是并存的, 介于虽然危险, 但同时资源丰富, 机遇颇多, 只要不死, 那每一趟的收获都是可观的, 所以, 介于闯荡者, 这种职业便因此而生, 他们游离在死亡与生命的边缘, 听到齐鲁伊的描述, 众人都有些说不出话来, 这个世界很残酷, 众生都是努力向上, 脱离苦海, 登陵渡舟的求生者, 他们现在还是象牙塔的学生, 没经历过世界的残酷, 没有直面过死亡, 怎么, 吓到你们了, 齐鲁伊笑道, 我看你们还是顾好眼前的事吧, 那张崇被断了一臂, 对于他这种出入介义的人来说, 断了一臂, 战力大减, 说不定就是要命的事, 你们小心点他的报复, 那怎么办, 有学生木讷地问道, 怎么办, 要我说, 你们应该主动出击, 杀了他以绝后患, 齐鲁伊说道, 要是等别人先报复, 你们再还手, 这种行为是最愚蠢的, 楚汉锋没有说话, 他内心其实是认同齐鲁伊的说法的, 如果这次是他的事, 他一定会先杀了对方, 只是这次明显是整个武艺班的事, 他懒得做出头鸟, 这时, 张岚跟自己的好友也走了过来, 他找来的熟人乃是一名女子, 女子仅仅是看一眼, 就让人有种惊艳的感觉, 犹如狄罗凡尘的仙女, 美帝不可放物, 不过他的气质很冰冷, 犹如一块万年寒冰般, 让人看一眼, 就知道他是名高傲的女子, 身上有淡淡寒意, 一身白色长衫掩盖了他曼妙的身姿, 黑发垂肩, 双眸竟然是幽蓝色的, 介绍一下, 这位是执法店的副店主, 李清和张岚笑道, 李店主好, 学生们连忙问道, 北苍学府有特权, 可以跟我进入特殊通道, 无需排队, 也不需要支付金币, 李清和平静地说道, 他的声音不喜不悲, 好像世间很难有什么事, 能打动他, 他走在前面, 与张岚聊着天, 其他学生都跟随身后, 风哥, 那里店主如何, 齐少风低声说道, 怎么, 你看上了, 楚汉风问道, 我哪打, 我只是觉得他跟你很配, 齐少风黑黑笑道, 俗话说的话, 英雄配美女, 骏马配好安, 你这都是哪的俗话, 楚汉风白白手,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这并不妨碍你多娶几个老婆啊, 齐少风笑道, 楚汉风摇头是笑, 虽然说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但这种爱, 只是生理上最原始的冲动, 而并非真正的爱情, 众人来到传送阵前, 张岚数了一下人数, 一共三十四人, 叮嘱道, 去了白草剑, 你们要聚集在一起, 不允许随意分开, 你们现在的实力, 还无法单独闯荡剑狱, 只见李清和手持令牌, 右手一挥, 强大的妖气从他掌心射出, 没入到阵法内, 这阵法被激活,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在阵法内, 妖气竟然凝聚出一只妖兽的虚影, 那妖兽声有两脚, 形状似龙, 但与人们熟知的龙族却不一样, 他的身影半石半虚, 身上的鳞片乃是混沌的无色, 零次致笔地排列在一起, 龙头的眉心处, 镶嵌着一颗灰白色的圆珠, 身影蜿蜒曲折地盘旋在阵法内, 神色威严, 犹如九天的无上, 俯瞰着天地, 有淡淡的虚空乱流产绕在他周身, 江无敌是何人? 那个亲手终结了 由暗黑赤魔龙一族统治的时代, 一个令中古战立了八万年的男人, 他只存在于遥远的传说中, 就如同中古的太阳般, 照妖万古, 威名赫赫, 而太虚古龙便是他最著名的妖宠, 一个融合了空间与永恒的神兽, 人人都想成为江无敌, 他的传说流于无数人的向往中, 执法殿竟然有太虚古龙, 有学生惊骇道, 那只是太虚古龙的虚影并非是真的本体, 张岚解释道, 没错, 李清禾点头, 说道, 这阵法内有一片太虚古龙的鳞片, 所以阵法才能运转, 要不然想从仁皇界进入其他界域, 虽说不难, 但也没有这么容易, 太虚古龙的出现着实让众人兴奋了许久, 一个个踏入阵法的范围内, 只见李清禾手持令牌再次激活阵法, 强烈的虚空波动传来, 众人都身影瞬间消失, 仿佛从一个空间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这种感觉很快,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身影已经落在了地面上, 鸟语花香, 绿水青山, 蓝天白云, 古树丛林, 这便是眼前这个世界的写实, 很难想象, 百草界竟然是如此的一片世外桃源, 众人落在青草地上, 一呼吸, 仿佛肺部都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好地方, 楚汉风赞叹了一声, 你们跟着我走吧, 我带你们去找妖兽, 张岚说道, 老师, 那里面中的全是灵药, 甚至有传说中的宝药, 古药, 张岚回道, 你就别想了, 咱们的实力去不了那里, 为何去不了, 楚汉风疑惑地问道, 百草原有镇原神兽, 是神藏镜的, 而且有两只, 张岚不过心俏镜, 旁边的王颖老师也是心俏镜, 就不知道齐鲁一是什么实力了, 楚汉风还是有些不死心, 想要试一试他第一声对楚一说道, 等会你用妖虫假扮妖兽, 抓着我朝百草原的方向跑, 楚一就在他的影子中, 他相信自己说话对方肯定能听见, 妖虫和妖兽本就是一体, 只不过是妖兽被遇妖师契约以后, 才改名叫的妖虫, 几位老师对不住了, 等事后我一定重重补偿你们, 楚汉风在内心想到, 几人沿着鸟语花香的林荫小道前行, 停一下, 张岚突然停下脚步, 手指着前面的一处丛林, 那里有一条天青蛇, 你们谁想站, 众人闻言看去, 果然, 在那翠绿的树枝上, 此刻正爬着一条颜色相同的小蛇, 若是不仔细看, 根本发现不了, 我来, 齐少风大喊道, 他直接将自己的风雪虎召唤了出来, 风雪禁锢, 齐少风吩咐道, 只见风雪虎口中风雪飘零, 丝丝冷空气在流动着, 一块巨大的寒冰刺缓缓凝聚而出, 不过那天, 青蛇似乎也感知到了什么, 身影化作一道绿色的闪电, 朝齐少风杀去, 齐少风脸色大惊, 以他的速度, 根本躲避不开天青蛇, 关键时刻, 张兰召唤出了自己的圣寒鸟, 圣寒之语万箭齐发, 将那天青蛇盯死在地面上, 齐少风方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感觉怎么样, 张兰看着齐少风, 问道, 这天青蛇不讲武德, 齐少风无奈地回道, 他不惧与风雪虎打, 反而直接过来要杀我, 这便是生死战, 你可别小看了妖兽的智慧, 越强的妖兽, 智慧就越强, 张兰看着众人叮嘱道, 他带着众人继续前行, 走了没多久, 耳边突然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 前面有河, 楚汉风开口说道, 在野外, 但凡河边, 妖兽居多, 都小心点, 张兰说道, 他经验丰富, 做什么都要给众人讲解一番, 穿过眼前的灌木丛, 还有古树茂密的枝条掩盖, 楚汉风终于见到了所谓的河, 这里是一座裂开的山缝, 有流水从山顶落下, 顺着山市的沟壑汇聚在地面上, 形成了一个水潭, 这水清澈见底, 如同史前巨蛋般的石头铺垫河底, 表面光滑, 而在那石头上, 竟然有一只乌龟懒洋洋的, 踏在上面晒着太阳, 那是玄冥金甲龟, 张兰凝重地说道, 看其体型, 应该是心窍近了, 你们看他的旁边, 有学生眼尖, 大叫道, 这玄冥金甲龟的旁边, 生长着一株白色的莲花, 是席谷墨叶连, 齐鲁一出生说道, 此莲花根筋五十厘米, 应该有五十年的年份了, 那咱们快去摘啊, 有学生兴奋地喊道, 心俏近的妖兽, 你们不是对手, 还是我来吧, 张兰说道, 他一挥手, 圣寒鸟, 猎天甲, 还有冰心毒妖残, 全部召化了出来, 你们仔细观看, 说不定对今后的实战有帮助, 张兰说道他先是控制着圣寒鸟, 在天空利用圣寒之语进行远距离打击, 不过那玄冥金甲龟明显也不好惹, 全身都缩进龟壳中, 那龟壳也不知是什么做的, 坚硬无比, 圣寒之语竟然奈何不了, 玄冥金甲龟将脑袋伸出来, 嘴里吐出一个个小泡泡, 这些小泡泡密密麻麻, 有数十个, 这是玄冥金甲龟的玄冥泡泡, 具有禁锢的作用, 齐鲁仪在一旁对众多学生讲解着, 一旦被禁锢, 短时间内很难逃脱, 重土盾, 猎天甲一声怒吼, 土属性的妖气在他体内聚集着, 甚至他脚踩大地, 都能从其中吸收妖气, 由妖气凝聚的盾牌挡在前方, 将所有的玄冥泡泡都阻隔在外面, 圣寒涌动, 张兰大喝一声, 上空的圣寒鸟开始挥舞翅膀, 从虚空中竟然下起了雪花, 雪花落定, 将玄冥金甲龟的四周都给包围住, 每一片雪花落地, 就变成了一片冰块, 千万雪花降时, 那玄冥金甲龟瞬间被冻成了冰雕, 赢了, 有学生大喊道, 没那么容易, 齐鲁一摇头, 这玄冥金甲龟还有第二形态, 他话音刚落便听砰的一声, 无数寒冰破碎, 玄冥金甲龟的身形竟然暴涨了数十倍, 从原来的小乌龟变成了一个百米高的庞然大物, 就等你呢, 张兰冷笑一声, 剑齿幻影, 只见原本平静的水潭表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如同流光般掠过, 那东西速度太快了, 直接穿透了玄冥金甲龟的龟壳, 要知道, 之前玄冥金甲龟的体型过小, 它的龟壳谁也进不去, 但此刻便大了无数倍, 那脑袋缩进去的入口自然也大了无数倍, 这也给了机会, 当那道流光消散时, 众人才发现, 这竟然是一只妖宠, 剑齿幻杀, 张兰的第四只妖宠, 之前藏在水中蓄势待发, 便是为了给玄冥金甲龟致命一击, 这剑齿幻杀模样凶狠, 鲨鱼本就是凶狠的生物, 此刻, 只见那玄冥金甲龟的身体表面, 有黑气弥漫, 竟然已经中毒了, 原来那冰心毒妖残不知何时, 已经发动了自己的毒妖试魂, 剑齿幻杀杀来时, 不但有自身的攻击, 还附带了剧毒, 这玄冥金甲龟便是彻底完了, 阴阴阴, 厉害, 连楚汉风自己都不得不感慨一句, 张兰的四只妖宠战斗, 可谓是环环相扣, 精彩绝伦, 根本没有给这玄冥金甲龟反抗的机会, 他想起了当日在狱妖场, 自己与张兰一战, 原来对方根本没有使用真实的实力, 仅仅是试探笑天罢了, 咱们快去摘那戏古墨叶莲吧, 有学生兴奋地说道, 还有这玄冥金甲龟, 说不定能卖好多钱, 你们小心点, 这西古墨叶莲的摘取需要特殊手法, 齐鲁一说道, 此莲外表是白色的, 其实, 里面全是如同墨汁般的黑水, 这黑水便是莲花的精华, 切记不可触碰连夜, 此时, 众人都被这西古墨叶莲给吸引住了, 正在这时, 楚汉风的一声大喊突然传来, 救我, 众人大惊, 转头看去, 只见一只六爪魔豹抓住楚汉风, 朝白草界深处狂奔而去, 四周的学生皆是脸色苍白, 王莹, 你在这看住其他学生, 不要乱跑, 齐鲁一率先冷静下来, 说道, 我和张兰去救人, 张兰微微点头, 直接脚踏圣寒鸟, 俯冲天地间朝六爪魔豹追了过去, 而齐鲁一周身紫色邀请弥漫, 一只黄电雷狼出现, 他骑在狼背上, 脚下雷霆闪烁, 如同闪电般消失不见, 楚一, 速度再快些, 奈何不了我, 楚一的声音传来, 倒是你们学府那齐鲁一, 有些东西, 应该是神藏镜, 他那只黄电雷狼, 速度比我的妖宠还快几分, 那怎么办, 楚汉风问道, 在去到百草原前, 他肯定不能被救出来, 少爷放心, 纵使舍了我这条命, 我也会把你送到百草原, 楚一坚定地说道, 六爪魔豹的六只爪子, 磨气腾腾, 速度又快了几分, 圣寒涌动, 张兰的圣寒鸟已经从后方追了过来, 一片片飘零的白雪冰封大地, 想要阻隔六爪魔豹的去路, 不过六爪魔豹身形皎洁, 一片雪花都不沾身, 而齐鲁一的黄电雷狼也追了上来, 那雷狼一声怒吼, 口中紫色雷霆融合着黄色闪电, 朝六爪魔豹劈来, 闪电似是一道洪流, 魔物缭乱, 楚一冷哼一声, 六爪魔豹硬看了这一击的闪电, 痛苦地嘶吼一声, 不过下一刻, 他行走的身后竟然生腾起滚滚魔气, 随着他狂奔的速度越来, 身后弥漫的魔气就越多, 渐渐地, 六爪魔豹的身影消失不见, 唯有滚滚魔气从四面八方散开, 不好, 齐鲁一脸色凝重, 他周身金色的妖气涌动, 那是属于光明的力量, 第二只妖宠光明狮救出现, 光明的力量照耀亘亘古, 将沿途的一切魔气都给驱散, 那光明诗旧飞翔在虚空中, 脑袋似狮子, 双眸更是金灿灿, 当魔气被驱散后, 六爪魔豹已经带着楚汉风, 拉开了很远的距离, 追, 齐鲁一大鹤, 百草原外, 有一层翠绿的围墙挡着四周, 这些围墙隐隐与某个阵法连接在一起, 纵使是神葬强者, 也无法打碎, 而唯一进入百草原的方法, 便是正前方的大门, 坚实铸成的大门紧闭着, 而在大门两旁, 分别立着两尊巨大的怪物雕像, 它们身高千米, 庞大的一眼看不到尽头, 到了, 楚汉风看着前方高耸入云的雕像, 高兴地大喊道, 楚一, 给我把那大门轰开, 六爪魔豹一声怒吼, 獠牙大嘴张开, 无穷无尽的魔气在嘴中凝聚着, 狂魔炮弹, 他的嘴巴就如同机关枪般, 一个个由魔气凝聚的炮弹, 大概有几十颗, 一股脑地朝大门轰去, 仅仅是几下的功夫, 百草原的大门便已经被轰碎, 六爪魔豹停在前方, 而身后没过多久, 张兰与齐鲁一也赶了过来, 你疯了, 惊动了镇原神兽, 是要同归于尽吗? 齐鲁一看到眼前的一幕, 大惊道, 楚一出现, 将楚汉风扔到一旁, 你到底是谁? 张兰也上前问道, 正在这时, 轰隆隆的爆炸声从旁边传来, 这怪物十分地高大, 全身皆是一块块的肌肉, 皮肤是古铜色的, 背后长着茂密的红紫色的毛发, 而他的脑袋, 鼻子往下, 像是狼, 嘴巴尖锐, 獠牙密集, 鼻子往上, 又像是牛, 双眼凹陷, 头顶有两只铁角, 怪物怒吼着, 声音响天彻地, 这是狂暴笔蒙, 齐鲁一凝重地说道, 两只神藏进的狂暴笔蒙, 这下麻烦了, 两位, 这时, 老师, 我没事, 楚汉风在一旁适时地喊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 齐鲁一盯着楚一, 问道, 楚一笑道, 我没有恶意, 你们放心,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还是先顾好眼前吧, 那两只狂暴笔蒙已经盯上了众人, 众人浑身一紧, 在地界的攻击妖虫绑上, 排名第四的乃是亡灵笔蒙, 而狂暴笔蒙虽然不及亡灵笔蒙, 但也是很强的笔蒙一族, 齐鲁一微微点头, 只能无奈同意, 几人将各自的妖兽都召唤了出来, 而那两只狂暴笔蒙也是气势磅礴的杀来, 他们狂奔过来时, 大地震动, 每一步踩在地上都会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 狂暴笔蒙伸出右拳, 先是一拳朝六爪魔暴砸去, 楚一立刻便判断出不可立敌, 比力量, 同境界中, 鲜少有胜过笔蒙一族的, 六爪魔暴连忙躲避开, 口中的狂魔炮弹再次喷出, 瞬间击中狂暴笔蒙的身上, 对方竟然不痛不痒, 又是一拳砸来, 这一次六爪魔暴虽然显而又显地躲开, 但那一拳的余波还是将它冲飞了出去, 往后面引一引, 我好冲进百草原, 楚汉风看着楚一低声喊道, 古树要出现, 大家猜一猜是哪棵古树, Cack, 百草原前的战斗分成两波一波, 是齐鲁一语张兰和李迎战一只狂暴笔蒙, 另一波, 则是楚一对战第二只狂暴笔蒙, 看着两只狂暴笔蒙追杀几人, 楚汉风很光棍地躺在原地装死, 当狂暴笔蒙身影渐渐远去时, 楚汉风直接将笑天召唤了出来, 齐身骑在笑天的背上, 大喊道, 冲进百草原, 笑天怒吼一声, 直接朝百草原狂奔而去, 你冲就冲, 吼那么大声干什么, 楚汉风无语地说道, 果然, 笑天的怒吼声引起了两只狂暴笔蒙的注意, 他们竟然舍弃了楚一等人, 不管不顾地朝楚汉风杀来, 快些, 速度再快些, 楚汉风大喊道, 两只剧长朝笑天拍来, 笑天速度也足够快, 而且出其不意, 仅仅与剧长相差几厘米, 便冲入了百草原内, 楚汉风深吸一口气, 刚才若是慢一步, 只怕他直接会被拍成肉饼, 两只狂暴笔蒙似乎不敢进入百草原, 好像在恐惧着什么, 只能在门外对着楚汉风无能怒吼, 白白了妮娜, 楚汉风一挥手, 百草原的面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走进大门后, 脚下是两条鹅卵石的小路, 两条小路一左一右, 中间的位置乃是一处花园, 这花园内各种各样的灵药, 琳琅满目, 有宁神草, 紫火花, 五品红枝, 幽灵菇, 楚汉风倒也不客气, 他有戒着, 本来想全部采摘的, 不过等走到花园前, 他才发现, 这花园旁竖着一块石碑, 上面写着有缘者可摘三朵, 若是贪心, 后果自负, 这话看上去很唬人, 楚汉风摸了摸鼻子, 最终还是只摘了三朵, 他没有忘记自己来这的正式, 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路, 穿过花坛, 前方是一条灵荫大道, 大道的两旁, 种植着一棵棵森林树, 上面百里透红的森林果, 诱人至极, 旁边依旧立着一块牌子, 只可摘果, 不可回数, 楚汉风倒也不客气, 将所有的果实全部扔进了戒柱内, 并且顺嘴尝了一口, 浓郁的妖气从口中散开, 妖气在齐精八脉中涌动着, 仿佛长河奔腾, 不断地涌入第三条妖脉中, 还不够, 楚汉风思索道, 他不敢吃太多灵药, 是要三分读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虽然说这样前期升级快, 但留下的后患却也严重, 从灵营大道向前, 前方只有一座砖瓦房, 墙壁是深红色的, 门窗紧闭, 好像曾经有人居住, 但也已经很长时间没人来过了, 楚汉风有些疑惑, 白草原便仅仅只有这样吗? 他内心有些失望, 想要进去这砖瓦房, 无奈没有钥匙, 笑天再怎么攻击, 都无法破开这扇门, 楚汉风觉得, 这里也没什么值得探索的地方了, 便将从张德帅那里得来的钥匙, 取了出来体内的妖气, 涌入钥匙中, 此刻钥匙似乎有所感, 从表面散发出一道道神秘的力量, 周围的虚空不断地波动着, 最终, 只见整个钥匙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在虚空中炸裂开, 楚汉风在抬头看时, 发现那天上, 竟然出现了一道门户, 一道虚空门, 古术应该就在其中吧, 楚汉风内心狂喜, 乘坐着笑天, 一跃而起, 直接跳进了虚空门内, 黑暗, 无边无际的黑暗, 魔气弥漫整个虚空, 楚汉风看着眼前的世界, 有种想吐的感觉, 他杀过人, 也自认杀法果断, 但如此残忍的世界, 一时间仿佛一记重锤, 压得他内心惶恐不安, 从虚空门进入后, 他便来到了这个世界, 与想象中的古术完全不同, 地狱三头犬是来自地狱的神兽, 笑天倒是没什么感觉, 唯有楚汉风不知为何, 心脏跳动得不停息, 视线环绕四周, 不见任何的活物, 这世界一片死寂, 他有心想要离开这里, 可是古术的诱惑太大了, 楚汉风承认自己贪心, 他抬头看着天际边, 在那北方, 有一棵树毅立天地间, 他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能明白, 那只怕就是自己要寻找的古术了, 迟疑了少许, 楚汉风催了一口, 自己有千道系统, 只要稳如老狗的发育, 迟早能成为强者, 何必以身犯险呢? 楚汉风想了想, 他承认自己怂了, 可是话说回来, 谁不怕死呢? 他想要离开, 然后发现, 来时的虚空门竟然找不到了, 搜寻半赏无果, 只能叹息道, 罢了罢了, 时也命连, 他乘坐着笑天, 朝那天际边的古术狂奔去, 距离那古术还有万里远时, 楚汉风已经在地上看到了他的根须, 这古术着实了得, 仅仅只是根须, 便可扎根数万里外, 越靠近古术, 楚汉风的内心就越震撼, 因为那古术的体型庞大的出乎他的预料, 好像头顶苍穹, 根深地域, 如同屹立天地间的通天之柱般, 这古术的全身都是漆黑色的, 楚汉风一时间有些犹豫, 他对七大古术了解的不多, 仅仅只是听过传说罢了, 一时间竟然分辨不出这是何种古术, 终于, 当他来到古术百米之处时, 楚汉风不得不停下脚步, 因为在前方, 浓郁的魔气笼罩了整个世界, 一进入魔气中, 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如何前进, 沙沙沙, 似乎有什么声音传入了楚汉风的耳中, 楚汉风一惊, 这片世界早已经死寂, 难不成还有其他生物, 他凝神摒弃, 观察半晌, 终于发现, 那发出声音的, 竟然是那棵古树落在地面的树枝, 树枝摩擦地面, 流到一道道痕迹, 魔气开始消散, 露出了古树原本的模样冥冥之中, 似乎还有声音在低语着, 扑魔, 扑魔, 仅仅是听到两个字, 楚汉风便汗毛竖起, 此刻的楚汉风欲哭无泪, 大约是1300年前吧, 在蔚蓝帝国的林邦, 有一个名叫天元的帝国, 天元帝国的总体实力, 要比蔚蓝帝国还强上几分, 然而有一天, 当太阳升起, 蔚蓝帝国的人们像往常一样起床后, 突然发现, 林邦的天元帝国被灭了, 一夜之间, 整个庞大的帝国灰飞烟灭, 后来经查证, 此事极有可能是扑魔古树所为, 在七大古树中, 扑魔古树代表的便是大凶大恶, 代表的是毁灭, 楚汉风是死也没想到, 七大古树, 七分之一的概率, 就这么让自己碰见了, 他想逃, 或者反抗跟扑魔古树来一场大战, 可最后他发现,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那扑魔树枝繁叶茂, 通体是漆黑色, 表面的树皮中, 甚至能够感受到那股魔气, 一根根粗壮的枝条有百米粗, 哪怕最细的枝条, 也要比楚汉风庞大, 整个树从远处看, 仿佛撑起了一片天地, 站在近处, 只会感觉到自身的渺小, 连反抗的想法都不敢有, 这强大的力量笼罩下来时, 楚汉风自己连动弹一下都做不到, 这是一种绝对实力的碾压, 不管你有何种计谋也罢, 在硬实力面前, 都不过是蝼蚁罢了, 四周所有的退路都被封死了, 楚汉风此刻只感觉无比地不甘心, 自己不会就这般, 悄无声息地死在这鬼地方吧, 无数的枝条朝他杀来, 仿佛是见到了美味般, 死亡来临, 楚汉风发誓, 自己从未距离死亡这般进过, 正在这时轰的一声传来, 整个大地开始颤抖, 无数裂缝从地面蔓延而来, 一条粗壮的枝条包裹着楚汉风的腰身, 直接将他拽了过来, 那蒲抹古树的树枝慢了一步, 楚汉风长吐一口气, 因为他刚刚站的地方已经千疮百孔, 他回头看, 想看看是谁救了自己, 只是这裹着他腰身的树枝速度太快, 视线里的画面不断闪烁着, 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最终楚汉风的身影停了下来, 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另一棵庞大的树下, 这棵树与蒲抹树不一样, 他周身涌动着浓浓的战役, 仿佛占天占地, 无所畏惧, 树身千万丈, 通体乃是古朴的青铜色, 最惹人注目的, 乃是这棵树的树枝上阶的果实, 不是普通的果实, 而是刀枪棍棒, 斧锤剑朔, 十八般兵器, 应有尽有, 而且没有一箭是凡器, 最次也是灵器, 其中更有许多兵器, 强大到楚汉风不敢直视, 因为看得久了, 他感觉眼睛就像被锋利的兵盲给割伤,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楚汉风二话不说, 连忙感谢道, 小子, 这里是禁地, 你闯进来, 本该是必死的局, 我大荒天兵树虽然不是恶人, 但也不是善人, 本来不该救你的, 可惜此方天帝已经被彻底封锁, 我出不去, 正好缺一个助力, 听到大荒天兵树的话, 楚汉风也渐渐冷静了下来, 对方救他命, 也是有所求, 他听过七大古术的名号, 其中应该没有大荒天兵树, 也不知他是什么级别的, 前辈想要我做什么, 楚汉风问道, 你先告诉我, 你进入这禁地的钥匙是哪来的, 大荒天兵树问道, 楚汉风思索片刻, 似乎那张德帅说过钥匙的来历, 我是从星空古城取来的, 星空古城, 听到这个名字, 大荒天兵树沉没了许久, 方才叹息道, 看来当年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也不知老主人怎么样了, 前辈, 楚汉风在旁边喊了几声, 如今大敌在前, 扑魔古树还在虎视眈眈, 怎么这前辈就开始回忆起来了, 你需要我怎么做, 楚汉风问道, 你想拥有扑魔古树吗, 大荒天兵树突然问道, 楚汉风一愣, 他感觉自己心脏狂跳了两下, 随即笑道, 前辈什么意思, 当年老主人心慈, 没有斩杀这棵扑魔古树, 也不愿带他去战场, 便将其封印在了这里, 大荒天兵树解释道, 可是如今看来, 千年的镇压, 依旧不能磨灭这扑魔古树的试杀之行, 而我哪怕借助镇法之威, 也快要镇压不住了, 倒不如永绝后患, 前辈放心, 我一定全力以赴配合, 楚汉风郑重地回道, 你来时, 已经见到那间砖瓦房了吧, 从树身落了下来, 拿着这钥匙打开房间, 你自然会知道怎么做, 大荒天兵树说道, 楚汉风接过钥匙, 我现在送你出去, 那扑魔古树一定会阻止的, 你自己小心便, 大荒天兵树话音落下, 只见他的枝条开始摇晃, 数百根的枝条升腾入虚空中, 直接刺入了苍穹, 好像要将整片天地都毁灭, 枝条无间不摧, 瞬间就把虚空给刺穿, 有空间乱流从其中弥漫出来, 这时候, 那遥远的扑魔古树似乎也感知到了什么, 粗壮的枝条袭杀而来, 想要阻止大荒天兵树, 楚汉风只感觉眼前眼花缭乱, 似乎有成千上万根枝条在战斗着, 群魔乱舞一般, 这种级别的战斗, 楚汉风插不上手, 他只能被动地看着, 两棵古树互有胜负, 战斗持续半棵中有余, 那片苍穹最终还是被撕裂开我送你出来, 大荒天兵树的声音传来, 一根枝条捆绑住楚汉风的腰身, 带着他如同闪电般朝撕裂的虚空内耳去, 砰的一声, 还没等楚汉风反应过来, 一条扑魔树枝横跨千万里而来, 直接将捆绑楚汉风的枝条给撕裂断开, 扑魔枝条抓住楚汉风, 就要朝地底退去, 大荒天兵树自然不肯, 一根枝条幻化惊天利剑, 剑意笼罩九州, 直接又将扑魔枝条给斩断, 将楚汉风抢了过来, 这一路上, 被无数枝条抢来抢去, 胃里面就像翻江倒海般, 幸亏他中午没吃饭, 而且在刚刚的争夺中, 虽然他没有遭受致命的伤害, 但一些皮外伤还是有的, 身体表面火辣辣的疼, 那是被树枝给勒的, 大荒天兵树的树枝幻化千万兵器, 刀翼如同炼狱之海, 剑气纵横八荒, 一枪刺破九中天, 万般兵器为他所用, 那扑魔树的枝条也不简单, 他拥有很强的自愈能力, 就算被砍断, 也能瞬间生长出来, 而且越砍越多, 最开始两树还不相上下, 如今大荒天兵树已经落了下风,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楚汉风距离那破碎的虚空越来越近, 他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了, 那虚空虽然破碎了, 但数万根扑魔之条缠绕在一起, 形成了一张弥天大网, 直接挡在了虚空前, 当楚汉风的身影再一次落空, 扑魔之条想捆绑他时, 楚汉风将地狱三头犬给召唤了出来, 地狱之火, 他坐在啸天背上, 坟尽八荒的地狱之火, 熊熊燃烧而出, 就如同一道洪流般, 直接将扑魔之条给燃烧起来, 你给我扑路, 楚汉风大喊道, 大荒天兵树也马上领会了他的意图, 不再与扑魔之条纠缠, 而是一根根粗壮的枝条直通破碎虚空, 枝条打减出一条通天路, 啸天就踩在枝条上朝虚空中狂奔去, 这也是啸天的弱点, 不能飞行, 在虚空中必须有落脚点才行, 身后的扑魔之条在追赶着, 啸天的速度越来越快, 眼看着扑魔之条凝聚的扑魔大网挡住去路, 这大网背后便是破碎虚空, 一旦进入破碎虚空, 自己就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 亡灵腐蚀, 地狱之火, 黑暗之体, 楚汉风一连下了三道命令, 冷喝道, 若是打不开, 就给我用身体撞开, 地狱三头犬的三颗脑袋全部苏醒, 一颗脑袋双眸射出亡灵腐蚀, 这技能不但腐蚀着扑魔大网, 也延缓了扑魔古术的治愈能力, 而地狱之火则是目属性妖兽的克星, 火本就克目,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扑魔大网也确实坚固, 纵使地狱之火下, 噼里啪啦地燃烧炸裂着, 那大网依旧不见毁灭啸天, 自然不可能再等下去, 黑暗之力环绕周身, 庞大的身躯狠狠朝大网冲撞而去, 只听轰的一声, 那大网彻底地破碎开, 还没等楚汉风高兴, 只见那些被撞碎的大网残枝断条, 竟然磨气腾腾, 形成了一张恶魔大脸, 直接朝楚汉风吞噬而来, 而啪天在刚刚的撞击之下, 已然是用了全力, 此刻脚下没有大荒天兵树用枝条去铺路, 啸天庞大的身躯直接从虚空中坠落, 眼看着恶魔大脸吞噬而来, 危机时刻, 楚汉风双目却显得极其的冷静, 天地原体激活, 他体内的妖气源源不断, 就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般, 用之不尽, 这便是天地原体的厉害之处, 根本不怕消耗妖气, 纵使他是两条妖脉, 这些妖气也足够他用了, 有了天地原体, 以后修炼武技也方便多了, 不过这些, 不是楚汉风眼下应该考虑的事, 有了源源不断的妖气做支撑, 他又是将五行麒麟铠激活, 零次致笔的灵甲铠甲笼罩他全身, 不要以为麒麟铠不好看, 这铠甲并不像普通的铠甲一般, 他薄如蝉翼, 跟贴身的衣服般, 五行的颜色均匀地分配着, 胸口还有一只麒麟啸天的图案, 身后则是一道红色披风, 披风是火属性, 燃烧着熊熊大火, 楚汉风以孝天为接力点, 右脚在孝天背上重重一踩, 随即整个人朝上飞去, 看着那恶魔大脸, 他冷哼一声, 眼看着两者相撞之时, 一道响天彻地的龙吟突然响起, 孝天被他收入妖宠空间中, 数百米长的荒谷御龙从虚空中飞驰而出, 本相狂化, 雷霆在荒谷御龙周身缠绕着, 他的躯体又进行了一番增长, 如今已经有数千米长, 巨大的龙尾狠狠甩过, 直接将恶魔大脸给缠绕住, 随即龙爪撕裂虚空, 在雷霆暴动下, 直接将恶魔大脸给撕成碎片, 经过这一番拖延事件, 身后的其他捕魔之条 也突破了大荒天兵树的封锁, 追杀了过来, 暴巢泛滥, 楚汉风指挥道, 这是谁属性的神通, 只是有些许不同,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水, 荒谷御龙的水乃是来自地狱名府的九优水, 漆黑色, 协议的九优水爆潮而来, 直接突破了苍穹上魔气的封锁, 直接在荒谷御龙四周, 瞬间形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一片漂浮在苍穹上的大海, 黑色大海似乎比魔气还要漆黑, 荒谷御龙就这般搅动在其中, 无数波涛浪潮汹涌澎湃地拍打着, 整个苍穹都仿佛要被九优海给毁灭, 楚汉风利用着暴动的九优海淹没苍穹, 然后带着荒谷御龙头也不回地朝破碎虚空冲去, 因为他知道这九优还挡不住多久, 荒谷御龙若是成长起来, 倒也不惧怕蒲谷御龙, 只是可惜, 如今他不过后天遇妖师, 还差得远呢, 冲入破碎虚空的那一刻, 楚汉风紧绷的精神才放松了下来, 他知道自己赌对了从一开始, 他都是召唤笑天, 没有直接使用荒谷御龙, 明明在虚空中荒谷御龙可以飞行, 要更有力, 其主要原因便是为了迷惑蒲谷御术, 他与蒲谷御术比较, 唯一的优势就是, 蒲谷御术不知道他的第二妖宠是什么, 所以自己才用笑天麻痹对方, 等靠近破碎虚空后, 再召唤荒谷御龙出其不意, 若是一开始就用荒谷御龙, 蒲谷御术有了防范, 那便很难逃脱了, 身影进入破碎虚空内, 在空间乱流的一阵旋转中, 楚汉风的身影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他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回到了百草园中, 空气中沁人心脾的感觉让人怀念, 他抬头看着前方的砖瓦房, 楚汉风不敢耽误, 连忙跑向砖瓦房, 大荒天兵树, 下一张楚汉风的第一件兵器就要出现了, 你们可以猜猜是什么兵器, 若是猜错了, 嘿嘿, 票票都给我开, 他的手里还拿着大荒天兵树给他的黑色小剑, 这是打开砖瓦房的钥匙, 楚汉风小心翼翼地将黑色小剑插入那件槽中, 右手轻轻转动, 只听咯吱, 咯吱的声音响起, 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传来, 直接将楚汉风毫无反抗地吸入其中, 这是一片星空, 他就脚踏在星空之上, 伸手便可摘星, 四周美不胜收, 星光璀璨, 而在这片天地的中心处, 有一条银河从九天落下, 那银河直通这片天地中新处的一座高台, 高台是长方形, 最上方则是三角形, 楚汉风一步步朝银河高台走去, 他有种预感, 这高台便是他要找的东西, 当走进高台的那一刻, 只听嗡的一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启动, 以楚汉风为中心, 脚下密密麻麻出现了无数道交错纵横的红线, 这是, 阵法, 楚汉风疑惑, 阵法他见得不多, 但他明白, 阵法的作用和用途都很广泛, 而且, 普通的御妖师根本不会布置阵法, 他来到高台面前, 那三角形的高台上印着一个凹陷的五指印, 楚汉风鬼使神差地将自己的手掌心放在那五指印上, 轰的一声, 四周的阵法开始摇晃起来, 无穷无尽的妖气在楚汉风周身环绕着, 犹如鲸吞般, 汹涌澎湃, 轰隆隆的声音不绝于耳, 两久之后, 楚汉风才从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中醒来, 因为就在刚刚, 他的脑海中多出了一股记忆, 珠魔灭世阵, 一个极其霸道的名字, 楚汉风这才明白, 原来那片死寂的世界早已经被鸣克了毁灭阵法, 恐怕布阵之人早有预料, 若是蒲魔古术脱空而出, 那便会连带整个世界一起毁灭, 这阵法说起来也是老套, 竟然是滴血认主的方式, 就可以掌控这阵法, 楚汉风自然不会迟疑, 鲜红的血滴在高台上, 这一刻, 楚汉风发现自己与这阵法, 冥冥中好像有了某种联系, 他仿佛就是这片虚空的, 神, 一伸手, 一尊王座从旁边冉冉升起, 楚汉风登陵王座, 只见他所在的整个虚空都变换起来, 一股强大的传送之力涌动, 楚汉风眼前的虚空不断变换着, 当他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了这片死寂世界的虚空中, 他俯瞰整个世界, 大荒天兵树与蒲魔古树正大站在一起, 大荒天兵树虽然稍训半仇, 但借助阵法的镇压, 勉强也能五五开,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 大荒天兵树也看到了楚汉风, 大笑道, 助我一臂之力, 我要这蒲魔古树, 楚汉风说道, 可以, 不过有一言我要提醒你, 蒲魔古树乃是最邪恶的古树, 你若是不能掌控它, 那么最终只会沦为它的傀儡, 放心吧, 楚汉风自信点头, 有千道系统自己欠缺的只是时间问题, 楚汉风一挥手整个世界都震动起来, 底下布置的阵法散发着通天的光芒, 将这片黑暗的世界彻底地照耀笼罩, 蒲魔古树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无数枝条朝楚汉风杀来, 现在的我, 可不是任你拿捏的, 楚汉风冷哼一声, 直接控制着阵法, 虚空中有刀翼袭来, 将蒲魔枝条破碎成无数箭, 刀翼在纵横着, 而刀翼的源头赫然在西北方, 那里的刀翼如同炼狱般, 一只雷刀千军兽出现在西方, 这雷刀千军兽体型不算大, 通体都是紫色的, 一万里之外, 可取人性命, 除了雷刀千军兽外, 在东方, 还有一只太古雷鹏, 他飞驰在电闪雷鸣中, 尖锐的名叫撕裂苍穹, 桀骜不驯的双眸盯着蒲魔古树, 而在北方, 一只身形雄壮, 双眸泛红的黑暗牛魔屹立天地间, 他不断地垂着自己的胸口, 怒吼声破碎天穷, 至于南方, 则是大荒天兵树作阵, 楚汉风知道, 除了大荒天兵树外, 其他三只妖兽都是阵法凝聚而成的, 估计等阵法的力量消耗完, 这些妖兽也就消失了, 所以, 在力量消耗完前, 必须解决这蒲魔古树, 杀, 楚汉风坐在王座上, 指挥道, 雷刀千军兽化作一把金雷天刀, 速度快的肉眼难以看见, 只能看见他途径的虚空, 在不断破碎着, 一刀斩万事, 纵使有无数蒲魔枝条抵挡着, 这一刀还是破碎一切, 斩在了蒲魔古树的树身, 而太古雷鹏从遥远的天际线飞来, 他所过之处, 天地都被雷霆笼罩, 他就这般享受地翱翔在雷海中, 那雷霆落在蒲魔古树的头顶, 又是无数只条炸链, 似乎这两招彻底地激怒了蒲魔古树, 蒲魔, 蒲魔, 冥冥之中, 似乎又有低语声传来这一刻, 蒲魔古树的四周魔器开始沸腾, 并且这些魔器朝四周蔓延, 他的无数只条都蕴含了这种魔器, 这是吞噬, 小心点, 大荒天兵术的告诫从不远处传来, 蒲魔古树的霸道之处就在于, 他可以吞噬世间一切, 最终成为他的养分, 所以蒲魔古树途径之地都是一片毁灭, 太古雷鹏一个不慎, 沾染到了这种魔器, 顷刻间竟然半个身躯鲜血淋漓, 金雷天刀还在虚空中穿梭着, 不过蒲魔枝条在经过吞噬力量的强化后, 枝条如鞭子, 直接将金雷天刀给抽飞了出去, 楚汉风看到这一幕, 知道这蒲魔古树是真的暴怒了, 他将手再次放入凹陷的五指印中, 只见整个世界的镇压镇法被彻底激活, 有光明之力从世界中照耀亘亘古而出, 这一刻, 楚汉风竟然在苍穹上看到了太阳, 一颗真正存在的太阳, 怎么可能, 楚汉风内心惊骇, 这布阵的前辈究竟是何种存在, 竟然能召唤出太阳, 太阳之力洒落, 所有的光芒都映照着蒲魔古树, 蒲魔古树瞬间便被镇压住, 表面的魔气犹如阳春白雪玉骄阳, 不断地消融着, 好机会, 大荒天兵树大喊道, 大荒天兵树四周妖气源源不断地爆发着, 枝条演化的无数兵器破碎虚空而来, 与蒲魔古树的枝条对抗在一起, 虽然明知道蒲魔古树的吞噬力量很强, 它的妖气还有生命气息都被吞噬, 但大荒天兵树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 快呀, 大荒天兵树大喊道, 看到这一幕, 整个太阳的光芒更加耀眼, 蒲魔古树痛苦地撕鸣着, 而太古雷鹏再次翱翔而来, 千万雷霆汇聚一处, 轰隆隆仿佛天穷都要塌下来, 雷霆再次落在蒲魔古树的树身, 雷刀千军兽一刀展示而出, 轰轰轰, 大地开始震动, 那一只伺机而动的黑暗牛魔黄奔了过来, 他巨大的身影来到树前, 双手环抱住蒲魔古树的树身, 竟然想要将它从地面连根拔起, 蒲魔古树扎根地底, 一旦离开大地, 那就好对付多了, 喷喷喷的声音从树底传来, 蒲魔古树挣扎得越发厉害, 其他三只妖兽与太阳也奋力在镇压着, 给黑暗牛魔争取足够的时间, 终于, 楚汉风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他发现蒲魔古树洞了, 好像被一点点地拔出地面, 树枝在摇晃, 魔气在咆哮, 扎根在地底的根筋被硬生生地撕裂开, 前辈, 我该怎么做? 楚汉风看到这一幕, 急忙问道, 什么都不用做, 无条件地相信我, 放开你的心神, 任何事都不要抗拒, 大荒天兵树说道, 伴随着轰的一声爆炸, 黑暗牛魔被轰飞了出去, 而蒲魔古树也同时被拔起快点, 别让他重新扎根, 大荒天兵树大喊道, 他无数只条缠绕蒲魔古树的树身, 而太古雷鹏也是大找抓住树顶, 带着蒲魔古树朝楚汉风冲去, 上空的太阳越来越璀璨, 四周的虚空都已经被焚化, 天空映照的通红, 而蒲魔古树月靠近楚汉风, 就能发现他的树身越来越小, 从一棵毅立天地的巨树渐变成了几十厘米的小树, 最终, 蒲魔古树化作一道黑色流光没入楚汉风的眉心, 轰隆隆, 楚汉风意识一片茫然, 他只感觉蒲魔古树进入眉心以后, 立刻在他脑袋内开辟了一片石海, 他就扎根于石海内, 这古树与他产生了一股很熟悉的连接感, 仿佛他随便一个念头, 就能控制这蒲魔古树, 每一棵古树都有自己的能力, 而这蒲魔古树的能力便是吞噬, 可吞噬世间一切万物化为自己的力量, 楚汉风大概估算了一下, 以自己现在的后天境界, 同境界的御妖师跟自己战斗, 只怕所有的攻击都会被吞噬, 而若是高一个境界的先天御妖师, 自己应该可以吞噬一半的力量, 再高的心窍境, 自己只能吞噬四分之一, 而且这蒲魔古树进入石海后, 那股浓郁的魔气与他的妖气融为一体, 连楚汉风的妖气都给融合成魔气, 体内的第三条妖脉在魔气的冲撞下, 已经摇摇欲坠, 快了, 先天御妖师, 他缓缓睁开双眼, 似有魔气从双眸一闪而过, 没有了蒲魔古树, 这世界的阵法也开始崩碎, 太古雷鹏, 黑暗牛魔, 包括雷刀千军兽, 全是消散开, 唯有大荒天兵树, 虚弱地倒在地上, 他周身已经被吞噬的魔气给轻染, 就算现在不死, 也活不了多久了, 楚汉风看了看苍穹上的太阳, 太阳也在一点点消失, 别看了, 那不是太阳, 只是引太阳之力产生的异象罢了, 大荒天兵树笑道, 看得出解决了心头大患, 他也开心了许多, 前辈, 楚汉风有些不忍心, 因为大荒天兵树的树枝已经开始枯萎起来了, 这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气息在消失, 生死犹天, 原本我就该追随老主人死在那星空古城, 只是蒲魔古树的事, 才让我残喘了这些年, 大荒天兵树笑道, 小子, 你的天赋不错, 而且为人也不贪生怕死, 既然临死前, 就让我这最后的残驱为你做些事吧, 前辈想做什么? 楚汉风一惊, 连忙问道, 可惜已经没人回答他了, 只有无穷无尽的兵役从大荒天兵树的身上散发出来, 一道鲜光迸发而出, 整个天地都被鲜光照耀, 在鲜光中, 楚汉风看到了十八般武器, 不断地在演化着, 大荒天兵树的身影已经彻底消失, 被鲜光掩盖, 随着时间的推移, 鲜光缓缓消散出现在原地的像是一把长齿般黑色的东西, 黑色长齿漂浮虚空, 只有无穷无尽的兵器之意涌动周身, 楚汉风走上前用手轻轻握住长齿, 他似乎从其中感受到了大荒天兵树的气息, 剑, 他一声轻鹤, 手中的黑齿开始演化起来, 顿时绽放无数剑翼, 变成了一把通天利剑, 刀, 又是一声落下, 常见演化, 变成了一把狂刀, 刀翼纵横四海, 破碎一切虚空, 枪, 弓, 斧, 鞭, 楚汉风一个个试验, 十八般兵器浸在黑齿中,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大荒天兵树临死前, 将自己所有的精华与演化之道凝聚于黑齿, 由此黑齿一把, 世间万般兵器无外乎如此, 前辈劳心了, 楚汉风朝着大荒天兵树消失的位置拜了拜, 他抬头看, 没有了阵法, 没有了蒲魔古术, 也没有了大荒天兵树, 这方世界已经彻底支离破碎, 随时都会毁灭, 楚汉风也离开了这片世界, 来到百草原中, 这次他没有了顾虑, 将所有的灵药全部采摘境界灼内, 百草原外, 狂暴笔蒙与楚一等人还在厮杀着, 楚汉风走出来, 看向张兰和齐鲁一两人大喊道, 老师, 我们快走吧, 我没事, 他说完之后, 还朝楚一使了十眼色, 楚一也是心领神会, 带着六爪魔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那两只狂暴笔蒙似乎不能离开百草原太远, 因此也没有追赶, 离开百草原, 直到确定狂暴笔蒙没有追来后, 齐鲁一众人才放心下来, 张兰盯着楚汉风不说话, 盯着楚汉风浑身不自在, 只能率先开口, 问道, 蓝剑, 你这是干什么? 我可是正经人, 不搞失声恋的, 你好好说话, 张兰白了他一眼, 问道, 你刚刚跑进去百草原了? 楚汉风点头, 这么多双眼睛, 他就算想不承认都难, 那里面有什么? 齐鲁一紧跟着问道, 就一些不值钱的灵药, 楚汉风笑了笑, 随即从戒着中抓出一大把的灵药分给两人, 说道, 这次麻烦两位老师了, 这些灵药你们收着, 怎么? 想堵我们的嘴? 齐鲁一笑道, 齐老师说笑了, 于情于理, 这些灵药都该给你们楚汉风郑重地回道, 两人为了救自己, 跑了半个百草界追楚一, 然后又在百草原门口替自己挡住狂暴笔蒙, 再说都是自己的老师, 给一些灵药也无妨, 我只知道拿人手短, 我可不要, 齐鲁一摆摆手, 然后有兴趣地看了楚汉风一眼, 笑道, 我只希望你下次不要这么折腾我们, 楚汉风笑容一致, 齐鲁一看出来了, 自己跟楚一之间是认识的, 不过对方似乎没多计较, 摆摆手便跟其他学生去会合, 张兰倒是瞪了楚汉风一眼, 低声说道, 我们又不是傻子, 你想去百草原就直说, 至于用这么极端的方法吗? 我要是直说, 你会帮我吗? 楚汉风问道, 不会, 楚汉风无奈怂怂肩, 五一般的学生都在瀑布那边等候着, 看着楚汉风三人平安无事地归来, 众人方才松了一口气, 天色也不早了, 就早些回去吧, 齐鲁一说道, 戒狱内, 尽量不要待到晚上, 众多学生点点头, 他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来戒狱, 那种兴奋经过了之后, 也开始担惊受怕, 他被妖兽杀死, 英年早逝, 从百草戒出来后, 天空的夜色已经很浓了, 青湖楼的夜晚很美, 夜晚时分, 灯光照耀着青湖巨大的雕像, 那青湖有七条尾巴, 羽翼丰满, 全身如有青色流光,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齐绍风有些疲倦地说道, 从青湖楼分开, 学生们各自坐着不同线的地铁回家, 地铁上, 楚汉风接到了青九九打来的电话, 小楚, 帝都好繁华, 要比咱们平湖市大好多, 小楚, 我今天见了好几只神兽妖虫, 原本以为自己的天赋不错, 不过帝都的学府, 最不缺的就是天骄了, 对了小楚, 我今天吃的蛋炒饭, 不敢吃太多, 万一下次见你的时候胖了, 你嫌弃我怎么办, 我还认识了一个好朋友, 等你来帝都了, 我介绍给你, 我在这边稳定下来了, 师尊应该要回去了, 我跟他说好了, 他不会为难你的, 电话灵挂断前, 那头沉默了些许, 最终声音柔柔的低声说道, 小楚, 我想你了, 下了地铁, 楚汉风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找了一个定做毛绒公仔的店铺, 店铺似乎快要下班了, 看到有生意来, 老板也连忙迎了上去, 老板三十多岁, 不过已经有些秃头, 小兄弟, 有什么需要吗, 你们这里定做的公仔, 最大有多大, 楚汉风问道, 有两米的, 老板笑道, 你看看我, 以我为母板, 做一个毛绒公仔, 楚汉风说道, 钱不是问题, 最快要多久, 七天吧, 老板想了想, 回道, 我给你双倍的钱, 三天的要做好, 楚汉风直接说道, 从店铺内出现, 他拿出手机, 打开聊天软件, 把你地址给我, 过两天, 给你递个礼物过去, W, 回到家后, 自己的老爸老妈, 已经回来了, 而且客厅的沙发上, 还坐着一名四十岁左右, 梳着大背头的男子, 男子的气质有些儒雅, 像是娇叔先生, 叔, 楚汉风问候了一声, 这中年人, 是青九九的爸爸, 名叫青翁红, 小风回来了, 青翁红笑着点点头说道, 九九去帝都了, 虽然说距离产生美, 但异地恋毕竟很辛苦, 还是要多多联络感情的, 叔你放心, 我已经把自己送给九九了, 楚汉风笑道, 什么, 你们怎么能做如此苟且之事呢, 九九还是个孩子, 青翁红脸色难堪, 回道, 算了算了, 赶名挑个好日子, 你们赶紧把证领了, 叔丢不起这老脸啊, 叔, 怪我没说清楚, 楚汉风连忙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说, 我弄了个毛绒公仔, 以我为母版, 准备送给九九,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怎么不苟且呢, 青翁红失望地叹息了一声, 随即发现自己不对劲, 连忙善善一笑, 回道, 你们年轻人的是, 叔不掺和, 不过小风呀, 你是叔看着长大的, 你可能不相信, 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 叔就已经将未来外孙的名字都想好了, 叔, 你是真的狗, 楚汉风内心暗自想道, 不过, 脸上还得陪笑着, 正在这时, 楚正然从房间出来, 倒也缓解了楚汉风的尴尬, 爸, 你跟我妈这两天干嘛去了, 楚正然笑了笑, 下意识地看了看楚汉风的影子, 回道, 旅游去了, 旅游, 你们没去外海市吧, 那里最近很危险, 楚汉风提醒道, 危险倒不至于, 挺好玩的, 楚正然笑了笑, 跟长辈聊了一会, 楚汉风也回房间睡觉去了, 一夜安静, 春风拂面, 第二天, 当楚汉风来到北苍学府时, 还未进学府, 便在门口被人拦了下来, 那是一名年龄跟他相仿的青年, 留着短发, 看上去很精感, 有种当兵的那种英气, 双眸十分地霸道, 你就是楚汉风, 青年挡着他面前, 傲然问道, 我不是, 我叫齐少风, 楚汉风摆手回道, 青年一愣, 他之前明显调查过楚汉风, 此刻听到否认, 下意识地, 还以为自己找错人了, 楚汉风, 你现在只会当缩头乌龟吗, 青年冷哼道, 连承认自己的名字都不敢, 你不觉得问别人名字前, 不应该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楚汉风当仁不让地反驳道, 我又不是你爹, 没义务回答你吧, 你先等等, 看着楚汉风要离开, 青年连忙喊道, 我来是为了让你离开九九师妹的, 我叫王凯, 是咱们辅主的三弟子,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别人的, 楚汉风微眯着眼, 问道, 是我的意思又如何, 王凯问道, 楚汉风思索少许便明白了, 想来这王凯是对青九九有爱慕的, 所以听到关于自己的事情后, 便擅自做主想了结这件事, 若是你个人的意思, 那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楚汉风摆摆手, 如同赶苍蝇般, 回道, 我跟九九青梅竹马, 我都不会替他做主一些事情, 你算个什么玩意, 还你的意思, 你配吗, 你配几把, 听到楚汉风的话, 王凯被气得脸色铁青, 浑身都微微颤抖起来, 大鹤道, 楚汉风, 你敢跟我决战吗, 你今年多大了, 楚汉风转头问道, 二时, 王凯下意识地回道, 你爹我才十八, 你比我多修炼两年, 现在跑来跟我决斗, 咱能要点逼脸吗, 楚汉风冷哼道, 若是我也修炼两年, 恐怕你连仰望我被你的资格都没有, 辅主的弟子, 怎么也这么丢人现眼呢, 楚汉风骂人是毫不留情, 王凯周身妖气涌动, 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感觉, 怎么, 想打我, 楚汉风冷笑道, 信不信我现在躺你面前, 能把你讹到破产, 王凯深吸一口气, 内心不断地劝自己冷静, 又从戒着中取出几株灵药, 说道, 你若是与我决斗, 不管胜负如何, 这些灵药都是你的, 此刻他什么都不顾, 就想暴揍一顿楚汉风, 这家伙实在是太嚣张了, 看着对方手中的灵药, 楚汉风笑了笑, 直接从戒着中掏出一大把的灵药, 这些都是他从百草原内摘的, 也不差钱, 下次要想用草药诱惑我, 起码拿一些古药吧, 这些破铜烂铁的, 瞧不起谁呢, 楚汉风说完便直接走进了学府, 上课时间快到了, 他懒得跟对方磨叽, 看着楚汉风离去的背影, 王凯紧握双拳, 额头青筋抱起, 正在这时, 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转身看去, 只见一名文糟糟的眼镜青年站在他身后, 一脸微笑地看着他, 二, 二师兄, 王凯连忙问候道, 师尊说了, 不让咱们找他麻烦, 给他三个月时间, 眼镜青年笑道, 可是我等不及三个月, 他这种人不配和小师妹在一起, 王凯不服地说道, 那你就配了, 眼镜青年一有所指地笑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王凯神情一慌, 连忙摇头, 谁指使你的, 眼镜青年突然收敛笑容, 问道, 我听不懂二师兄在说什么, 王凯连忙摇头, 离周天宇远一些, 否则你也会被他带成白痴, 眼镜青年说完便离开了, 回到教室, 许多学生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着昨天的事, 老实说了, 等咱们成为仙天御妖师后, 就可以独自去闯荡了, 是啊, 听说帝都那边, 仙天御妖师是学府的最低招生门槛, 楚汉风刚刚回到座位, 齐少风就屁颠屁颠地拿着早餐过来了, 风哥, 张剑那狗东西, 让我告诉你, 今天中午决战, 不要再找借口B站了, B站, 楚汉风笑了肖像比较扑膜古术的事情, 他张剑算个对儿, 楚汉风摆摆手, 没有多说什么, 张兰从外面走进来, 看着众人笑道, 今天上课前, 先跟大家说一件事, 咱们班有转校生加入, 此话一出, 教室内议论纷纷, 这又不是新学期, 怎么这个时候, 还有人转校? 楚汉风疑惑地说道, 谁知道呢, 应该是从南洋学府转过来的吧, 王帅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 估计又是昨晚直播看多了, 只见张兰招招手, 从外面走出来一名少女, 少女穿着JK的制服, 白色衬衫上有一只粉色蝴蝶截领带, 一头黑直长发如同瀑布般, 披落在肩膀上, 两鬓有些许黑发落下, 模样单纯又清秀, 秀红色的口红略带空气的刘海, 尤其是JK裙下的两条腿, 白皙又笔直, 这位是萧英雪同学, 张兰说道, 萧英雪甜甜一笑, 声音软软糯糯的, 十分的好听, 风哥, 我感觉我厉害了, 王帅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楚汉风转头看去, 此刻的王帅丝毫没有无精打采的模样, 反而是双眼放光, 隐隐之间流着口水, 我建议你拿面镜子照照自己, 楚汉风说道, 不想吃天鹅的癞蛤蟆, 不是好癞蛤蟆, 王帅嘿嘿一笑, 不在意地说道, 风哥, 这女的我要了, 楚汉风无语, 萧英雪被安排坐到中间的位置, 她的同桌刚好是齐绍峰, 一整节课的时间, 齐绍峰都显得极其安静, 直到中午吃饭, 齐绍峰脸色通红地走了过来, 绍峰, 王帅连忙迎了上去, 笑道, 帮我要一下你同桌, 微信怎么样? 齐绍峰看了他一眼, 懒得理会, 而是看向楚汉风, 问道, 风哥, 你说怎么样才能引起一个女生的注意呢? 拽他头发, 楚汉风想都不想便回道, 我不敢, 那你告诉我怎么追女生? 齐绍峰又问道, 我有上下两侧, 你要选哪个? 楚汉风问道, 下侧是什么? 去当舔狗, 这个方法适合所有人, 至于最后能不能成功, 就要看你舔的力度, 技巧, 方式如何了, 那上侧呢? 让他当你的舔狗, 你稳坐钓鱼台, 不过这个方法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 前提你要长得帅, 楚汉风认真的说道, 有我颜值的一半, 就可以称得上帅了, 风哥, 那你觉得我, 跟帅这个字答鞭吗? 齐绍峰试探地问道, 楚汉风笑了笑, 没有回答, 这个笑容已经能代表很多意思了, 你心里没逼数吗? 王帅吐槽了一句, 楚汉风跟张剑的决战, 原本他是不在意的, 不过当楚汉风来到御妖场时, 发现这里已经被里三圈, 外三圈给包围住了, 来关战的人起码有数百人, 几乎包含了大半个北苍学府的学生, 一场普通的战斗, 怎么会引来这么多人? 楚汉风疑惑, 他与张剑都算不上学府的风云人物, 是周天宇那家伙在搞鬼, 齐绍峰低声解释道, 他在学府不断宣传这件事, 最终搞得人尽皆知, 你也知道, 谣言这种东西, 是越传越离谱, 最开始只是有人说, 你跟张剑约战, 是因为清久久, 两人唯美而战, 后来就传的, 说什么清久久怀了你的孩子, 你屎乱中气, 张剑看不过去, 暴打不平, 还有更离谱的呢, 王帅也说道, 说什么, 你跟张剑才是真爱, 好基友, 清久久才是第三者之类的, 然后很多人的好奇心就被吊起来了, 全来观战了, 你可拉几把道吧, 楚汉风无奈, 周天宇现在是越来越跳了, 谁说不是呢, 谁让人家创建的天门势力庞大, 学府没几个人敢惹他, 王帅羡慕极度恨地说道, 周天宇还不是靠着他们周家的关系, 要不然谁愿意加入天门啊, 齐绍峰冷哼道, 学府的一些学生没骨气, 要是八家好周天宇, 等以后毕业了, 说不定能在周家某个好差事, 要知道, 周家可不仅仅实力强大, 这贫乎是有很多生意, 背后都要周家的影子, 要是没有足够的资金, 怎么可能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家族, 楚汉风来了, 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楚汉风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多人看着, 有种自己是主角的感觉, 他快步走向御妖厂, 那些围堵的学生自动让开一条小道, 让他进去, 张剑此刻就站在御妖厂的中心处, 他的旁边, 大弟兄的气息比上次见面, 似乎又强了许多, 虎视眈眈地盯着楚汉风, 给我迁道, 楚汉风一边走上御妖厂, 一边内心默念, 迁道御妖厂, 获得三级武技, 大碑碎空掌, 楚汉风微微闭眼, 只感觉脑海中多了一股记忆, 这迁道的武技, 可不是简单的武技这么简单, 而是直接融入他脑海中的传承, 让他瞬间便学会了这武技, 这武技来得倒挺及时的, 楚汉风说道, 刚好碎了我的心, 三级武技就相当于先天境的武技了, 而此刻, 在距离御妖厂不远处的一座高楼上, 楼顶处, 正午的太阳从虚空照耀下来, 有七道身影站在楼顶, 一名染着红发, 穿着略显暴露抹胸长袍的女子, 目光看向御妖厂的方向, 楼顶的边缘处, 他微微趴着, 用胳膊支起脑袋, 似乎很感兴趣底下的鄙视, 花姐, 你找我, 王凯的身影来到他旁边, 有些畏惧地问道, 你跟他有矛盾, 女子指了指远处, 御妖厂上面的楚汉风, 问道, 谈不上矛盾, 只是因为一些事情, 因为清久久, 王凯的话还没说完, 便直接被打断了, 王凯无奈, 只能老实地点点头, 你也就那点出息, 女子冷笑一声, 听说他有只神兽, 那又如何, 依旧楼已罢了, 王凯情绪激动地回道, 现在确实不行, 但若是能成长起来呢, 女子反问道, 花姐, 你该不会想招揽他入队吧, 王凯小心翼翼地问道, 等他打通三条腰脉, 入了先天再说吧, 女子摇头, 他在学府留级三年, 连后天御妖师都算不上, 只怕他有生之年, 都无法打通三条腰脉吧, 王凯自傲地回道, 蠢, 女子瞪了他一眼, 像是自言自语, 喃喃自语般, 神兽虽然没成长起来, 却也不失为一个好诱啊, 月妖场内, 张剑看着走上来的楚汉风, 冷哼道,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 怎么, 就这么迫不及待想拜给我, 楚汉风笑道, 我懒得与你成口舌之力, 张剑冷哼道, 把你的神兽召唤出来, 我倒要看看有多厉害, 拜你, 双拳足矣, 不需要什么妖宠, 楚汉风平静地摇摇头, 听到这话, 张剑感觉自己好像受到了侮辱, 直接吩咐大地熊, 喝道, 大地熊拳, 那大地熊怒吼一声, 颇有些熊壮的身躯, 缓缓朝楚汉风杀来, 黄色的土属性妖气, 在他拳头间弥漫着, 楚汉风微微摇头, 后天进的妖宠和御妖师, 已经很难对他造成伤害了, 那些妖气, 会被蒲末古树吞噬, 从而反不给他, 看着大地熊气势汹汹而来, 他双脚踏地站稳, 楚汉风与大地熊硬汗了这一拳, 楚汉风站在原地纹丝未动, 反而是大地熊直接倒飞了出去, 怎么可能, 张剑目瞪口呆, 有些不敢置信眼前的画面, 御妖师能硬汗妖宠, 这不算稀罕的事, 但他们现在, 不过是后天进的御妖师, 怎么可能与妖宠对抗, 楚汉风一步步走来, 张剑已经完全慌了, 大地熊再次狂奔而来, 似乎更加的愤怒了, 楚汉风冷哼一声, 他双手朝上, 右脚直接向前跨步, 这一掌结结实实地 印在了大地熊的腹部, 一声痛苦的嘶吼传来, 只见大地熊倒在地上哀嚎着, 楚汉风并不打算放过他, 妖气在体内的腰脉中不断涌动着, 大背碎空掌的破空声不断传来, 每一掌都结结实实地落下, 终于, 时机掌下, 大地熊已经遍体鳞伤, 没有了丝毫反抗的力量, 楚汉风扭了扭脖子, 目光看向张剑, 你别乱来啊, 这里是学府, 张剑咽了口唾沫, 慌张地说道你别怂啊, 你不是很期待这次的比试吗? 楚汉风笑道, 我现在不想打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家还有些事, 张剑慌张说道, 楚汉风却不理会, 手中的大背碎空掌 已经传来砰砰砰的破空声, 在学府内, 虽然不能杀人, 但暴揍他一顿, 却是没问题, 他一步踏前, 速度极快, 直接来到了张剑面前, 大背掌拍下, 哄的一声, 似乎有兽吼声传来, 楚汉风的身影被击退, 他定身一看, 张剑的面前又出现了一只妖宠, 差点忘了, 你是后天御妖师, 可以契约两只妖宠, 楚汉风笑道, 这新出现的妖宠, 买是一只庞大的巨顿兽, 他的相貌跟骆驼很相似, 全身是棕色的, 背后有两个鼓起的大包, 最为特殊的, 乃是他的身前, 有一面天然形成的巨顿, 他也是因此而闻名巨顿兽, 你不要逼我, 楚汉风, 张剑脸色难看地说道, 逼急了我, 咱俩都没有好下场, 你现在乖乖站在那, 让我打一顿, 什么事都没有, 楚汉风回道, 张剑眼中闪过一丝力气, 随即只见他拿出一颗黑色的丹药, 这是, 远处的楼顶上, 女子看到这一幕, 微微皱眉, 随即眼睛猛然睁大, 疯磨丹, 这家伙疯了吗, 这种丹药也敢吃, 输给了一个废物, 一个留级三年的废物, 张剑内心难以接受这点, 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赢,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赢, 随着风魔丹入口, 有股难以想象的疼痛, 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 被强行给撕裂了, 张剑在怒吼着, 周身滚滚魔器涌动, 不单单是他, 他的两只妖兽也仿佛被魔器给笼罩, 那只原本重伤的大弟兄, 竟然缓缓站了起来, 如果仔细看, 就会发现, 无论是张剑还是他的两只妖肠, 都双眸泛红, 仿佛一具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何必呢, 楚汉风微微摇头, 将笑天召唤了出来, 一人一只, 他看向笑天, 笑道, 神态轻松, 丝毫不对张剑的暴走担心, 因为楚汉风知道, 张剑的这种暴走固然实力大增, 但也导致他无法冷静地思考, 成了一只全靠本能的人形妖兽, 那只巨顿兽的弱点在他的背后, 一击直接击溃, 楚汉风吩咐道, 随即他将目光看向大帝雄, 这妖宠的弱点是双腿和眼睛, 其实就算吃了蜂魔丹, 这张剑的实力也最多跟仙天玉妖狮一样, 对于如今的楚汉风来讲, 月极战斗, 他甚至不需要召唤荒谷玉龙, 就是这么霸道, 大帝雄抱怒而来, 楚汉风朝旁边顺势一滚, 躲开了这气势汹汹的一拳, 楚汉风不禁想到, 自己若是有一门步伐武技, 也就不用这么狼狈躲闪了, 躲过了一击后, 他手中的大碑碎空掌落下, 直接重重地击中了大帝雄的左腿, 咔嚓一声似乎有骨折声传来, 只见大帝雄半跪在地, 痛苦地怒吼着, 掌风袭袭, 背影重叠, 楚汉风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左右双手揭示大碑掌, 一掌印在他的右腿, 另一掌则落在脑袋上, 轰的一声, 强大的威势直接将大帝雄击飞了出去, 而在另一边, 那具盾兽也被啸天给干碎在地, 毕竟是一个防御系妖宠, 单打独斗, 怎么可能是啸天的对手? 看着两只妖宠落败, 那张剑仿佛发疯般, 竟然直接朝楚汉风扑了过来, 不知死活, 楚汉风冷哼一声, 手中的大碑掌再次拍去, 正在这时, 一道轻鹤声传来, 掌下流人, 只见一道身影犹如藤魔般, 下一刻还在几十米外, 一瞬间便已经来到了楚汉风面前, 挡住了这一掌, 只听砰的一声, 楚汉风后退好几步, 他感觉自己一掌, 好像拍在了一块坚不可摧的石头上, 定眼一看, 只见一名中年男子挡在了他的前面, 五二班的老师时间, 史老师, 楚汉风礼貌地问候了一声, 汉风, 同学之间鄙视, 没必要下死手的, 时间笑呵呵地说道, 这话你应该跟他说, 楚汉风看了张剑仪, 小剑不懂事, 也是受人蛊惑, 时间回到, 一句不懂事, 就完了吗? 史老师, 我尊敬你, 这次可以不计较, 楚汉风淡淡说道, 如果只是普通的鄙视, 我自然不会下死手, 但他刚刚吃了风魔丹, 沦为一句只知道杀戮的躯体, 便是要跟我不死不休, 我自然不会留手, 时间笑着点点头, 看了看旁边还在争鸣的张剑, 一直点到没心处, 张剑立刻便安静地倒在了地上, 时间带着张剑离开了, 而楚汉风也走下了御妖场, 风哥, 刚刚真是太危险了, 齐少风松了一口气, 叹息道, 张剑也真是的, 一场鄙视而已, 至于这么叫真博命吗? 他不是叫真, 只是不想输给我罢了, 楚汉风摇头, 他认为我是留级三年的吊车尾, 内心一直是有优越感的, 不过以张剑的能力, 好像也弄不到那风魔丹吧, 齐少风又说道, 是周天宇给他的, 楚汉风肯定地说道, 周天宇也不算完全无脑, 他闹出这么大的阵势, 让几百名学生前来观战, 无形之中, 便会让张剑感觉到压力, 人越多他越不想输, 因为一旦在众目睽睽之下输了, 恐怕这件事会传遍整个学府, 所以他宁愿吃了那风魔丹, 不过周天宇没有料到, 吃了风魔丹的张剑依旧不是你的对手, 王帅笑道, 让他再跳跳, 等我打通了三条腰脉, 就去挥挥他的天门, 楚汉风说道, 三人去玉妖斋吃了午饭, 楚汉风突然想起, 自己好像还答应过秦朗, 这周三去参加他的生日, 楚汉风倒有些纠结, 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好, 看秦朗的模样, 应该是不缺钱的主, 吃完饭, 回到教室内, 楚汉风同学, 楚汉风刚刚回到座位上, 谁知萧英雪竟然主动走了过来, 有事吗? 楚汉风抬头问道, 只见萧英雪甜甜一笑, 说道, 我刚来班级, 给每个同学都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是你的, 希望以后多多照顾, 楚汉风暗自想到, 随即从戒着中取出一株灵药, 笑道, 这是给新同学的见面里, 萧英雪同学, 收下吧, 你是第一个丢回里的, 萧英雪眨了眨眼睛, 调皮一笑, 结果灵药, 两人的手不可避免地触碰了一下, 虽然只有一下, 但楚汉风却感觉对方的手滑滑的, 好像用牛奶沐浴过般, 他打开萧英雪送的红盒子, 里面竟然是一块二级的魂石, 这种魂石对御妖师很重要, 因为他能提升御妖师的魂力, 让御妖师的神石变得更强, 其实神石这种东西, 是只有打通四条妖脉, 进入星窍境后才能拥有的, 不过之前蒲魔古树扎根楚汉风的脑袋时, 强行给他打通了神石, 楚汉风现在感觉, 自己的感知特别的敏锐, 尤其是今天与齐少风战斗时, 他甚至能预判一些攻击, 将魂石收起来, 他便看到王帅在一旁闷闷不乐地走来, 怎么了? 楚汉风问道, 肖英雪给你的二级魂石你收到了, 王帅问道, 楚汉风点点头, 咱们全班这么多人, 这就意味着他送出去了几十枚魂石, 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是个小富婆呀, 王帅叹息道, 那又怎么样? 楚汉风疑惑, 那就意味着人家见的世面比我还多, 我想又骗无知少女的梦想, 破碎了, 王帅失落地回道, 我劝你还是不要打他的主意, 楚汉风认真地说道, 他刚刚用命运之眼看了看肖英雪, 得出的结论让他很吃惊, 谁知王帅听到这话反应很激烈, 喊道, 风哥, 你已经有清久久了, 难道还要跟我抢销应雪不成? 你踏马, 楚汉风无奈, 懒得再理他, 你随便, 要是没追到别怪我没提醒你, 下午的课上的很顺利, 其实楚汉风打通两条腰脉, 已经可以申请去五二班了, 只是如今他在这五一班带出了感情, 也懒得再去申请, 下了课后, 楚汉风找到王帅和齐少峰, 说道, 咱们去任务殿看看吧, 北苍雪府是有任务殿的, 完成任务, 可获得学分, 学分的用途很广泛, 能在北苍雪府兑换五技, 妖宠弹以及许多名贵的草药, 签到获得的东西, 有太多不确定性, 楚汉风还是想挑选几门五技, 起码能够保命用, 三人放学后来到了任务殿, 有无数学生穿梭于其中, 任务殿的面积不算大, 里面有十几个架子, 这每个架子上都摆着几百块用红绳绑着的木牌, 每一块木牌都代表着一个任务, 任务殿将其划分为红、紫、黑、白四种级别的任务, 红色代表心翘镜的任务, 白色代表隐气镜的任务, 由高到低便是如此, 楚汉风先是看了看白色木牌, 给周老师帮忙照管草药谱三天, 可得三十学分, 替王一鸣同学打扫男生厕所, 可得十五学分, 这里面的任务有的是学生发布的, 有的是老师学院发布的, 一个任务只会留一个月, 若是一个月没人接取, 便是被取消, 这些任务千奇百怪, 而且学分又不高, 楚汉风都懒得看, 他又将视线放到了最高级别的红色木牌上, 猎杀奔雷兽, 曲雷和, 可得三千学分, 一株一百年份的宝药, 星月草, 可得五千学分, 楚汉风看了几百个红色木牌, 大多数任务都是他做不了的, 正当他选择困难证实, 突然肩膀被人拍了拍, 楚汉风转头, 只见一名长相憨厚, 皮肤有黑的中年男子站在他旁边, 同学, 在领取任务吗? 男子憨厚一笑, 问道, 你是? 楚汉风问道, 别紧张, 我是任务店的负责人, 你可以叫我朱老师, 男子笑道, 朱老师好, 楚汉风礼貌问候了一声, 这男子看上去憨厚老实, 而且有些不善言辞, 说话时还有些不好意思, 给人一种很容易欺骗的感觉, 你想要什么样的任务啊? 朱老师问道, 有没有那种危险系数低, 又容易完成, 不浪费时间, 而且学分高的任务? 楚汉风很不要脸地说道,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话音落下, 朱老师竟然憨厚地点点头, 回道, 有啊, 朱老师一边说着, 从怀里取出两块红色木牌, 楚汉风看了看第一块令牌, 去学府后山开垦三亩地, 奖励一万学分, 这, 看到这任务, 连楚汉风自己都觉得有些梦幻, 这也太简单了吧, 只是开垦各地就能拥有一万学分, 同学你要吗? 朱老师憨厚地问道, 那双眼睛木论, 好像永远都不会说谎, 要, 我要, 楚汉风连忙点点头, 随即, 他又将目光看向第二块木牌, 击杀一百只青蜂牛, 取其剑子肉, 奖励两万学分, 这个任务呢, 虽然击杀的青蜂牛数量略微有些多, 但青蜂牛基本都是隐气镜, 后天镜的妖兽, 所以难度也不大, 朱老师解释道, 这任务我也接了, 楚汉风连忙说道, 今天这是出门遇贵人啊, 什么叫主角光环? 这就叫主角光环, 美滋滋地登记了任务, 然后跟朱老师挥手告别, 朱老师可真是个好人啊, 楚汉风不禁想到, 走出大殿, 齐少风两人就在外面等着他, 两人也接取了一些任务, 风哥, 你挑的什么任务? 王帅问道, 说出来你们可别羡慕, 楚汉风美滋滋地将两块木牌取了出来, 本想以为会引来两人的赞叹声, 谁知看到任务, 王帅突然悠悠地问道, 风哥, 这任务是不是一个自称朱老师的家伙给你的? 怎, 怎么? 楚汉风本能的感觉不对劲, 因为两人正以一种看傻逼的姿态看着自己, 这俩这是什么眼神? 楚汉风问道, 你了解过学府的后山吗? 王帅问道, 后山不是禁地吗? 楚汉风摇头说道, 这后山呀, 以前是一座宝山, 妖气浓郁, 妖兽居多, 常有一项显现, 咱们北苍学府的第一任院长, 当初就是看中这座宝山, 才将学府建立在这的, 王帅娓娓道来, 说道, 不过后来的某一天, 宝山中突然魔器滋生, 那时候院长才发现, 原来这宝山的底下, 镇压着一只恶魔, 恶魔不断地冲击着宝山, 虽然暂时出不来, 但许多魔物还是被释放出来了, 学府迫不得已, 从此封了宝山, 将其划分禁地, 而所谓的开垦三母帝, 其实是让你修复阵法, 这个任务一直存在, 只是因为奖励少, 而且危险高, 所以根本没人领取, 听到这, 楚汉风朝后退了一步, 他的眼前, 不自觉浮现出那张憨厚老实的脸, 还有第二个任务, 齐绍峰也跟着说道, 第二个任务怎么了, 楚汉风急忙问道, 那青蜂牛大多数不都是影器, 后天静的吗? 青蜂牛境界低, 这个倒没错, 齐绍峰点点头, 但是峰哥, 你知不知道青蜂牛是族群妖兽, 他们从来不落单的, 这帮畜生只会围殴你, 根本不给你单挑的机会啊, 听到这, 楚汉风又是后退了几步, 脸色苍白, 一脸便秘的表情, 这个时候, 他恨不得朝那张憨厚老实的逼脸来上几拳, 说好的开垦荒地呢, 说好的隐气静妖兽呢, 我终究, 还是错付了, 我能反悔不领取任务吗? 楚汉风试探地问道, 峰哥, 人中有一死, 或死于魔物手中, 或死于青蜂牛蹄, 王帅上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解哀吧, 那所谓的朱老师呢? 楚汉风不死心地问道, 他确实是咱们任务店的负责人, 王帅点头, 回道, 不过他在咱们学生之间, 有一个外号, 你知不知道? 什么外号? 不要逼脸朱婷婷。 从任务店离开, 楚汉风感觉自己有些生无可恋回家的路上, 都无尽打采的, 小区门口, 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楚汉风想起了之前在任务店, 朱婷婷拍他肩膀的那一幕, 下意识的反应激烈, 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腕, 转过身, 四目相对, 楚同学, 吓到你了, 萧英雪笑道, 你好像有些不开心, 是你啊, 楚汉风松开手, 他感觉自己被朱老师给坑得有些心理阴影了, 你怎么在这? 我家刚办的这个小区啊, 萧英雪笑道, 你呢? 精神怎么这么差? 楚汉风想了想, 还是将任务店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萧英雪听到后, 柳梅上扬, 左脸露出一个小酒窝, 笑道, 你啊, 我还以为你很精明呢, 你笑话我, 没有, 我没有, 萧英雪连忙鸣嘴否认, 你很过分, 你刚刚明明就在笑我, 我是经过专门训练的, 一般情况是不会笑的, 萧英雪脑袋摇得跟波浪鼓般, 楚飞忍不住, 楚汉风反问道, 哈哈, 这一下两人都没忍住, 笑了起来, 其实吧, 学府后山我不了解, 但第二个任务, 也没有那么难, 萧英雪突然说道, 怎么说, 楚汉风问道, 清风牛确实是族群妖兽, 但他们种族世世代代都有一个天敌, 那便是紫荆一师一族, 萧英雪解释道, 你知道有个成语叫借刀杀人吗, 一听这话, 楚汉风微微沉思了起来, 你知道的倒挺多的, 那当然, 好好读书, 书中自有黄金屋, 自有颜如玉, 萧英雪笑道, 对了, 我再给你透露一个情报, 萧英雪说道, 什么, 紫荆一师一族的狮王, 近些日子, 好像要生小狮子了, 这应该对你有用, 一听这话, 楚汉风感觉自己脑海中一道灵光闪过, 竟然瞬间便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他娘的真是个天才, 谢了, 楚汉风真诚地说道, 你可是欠我一个人情, 萧英雪调皮一笑, 两人走进阳光小区, 楚汉风惊奇地发现, 两人竟然住的是同一栋楼, 而且还是一个楼层, 楚汉风打开自己家的门, 而萧英雪也打开了他家对面的那间房子, 我严重怀疑你, 尾随我买的房子, 楚汉风说道, 这是我爸买的, 我事先又不知道, 萧英雪白了他一眼, 回到家, 楚正然依旧如以前一样, 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 母亲李云在厨房忙碌着, 爸, 问你个事呗, 楚汉风坐下来, 讨好的笑道, 什么事, 楚正然抬头, 回道, 你有没有那种功法, 可以收敛隐藏自身气息, 他们天生便感知强大, 甚至不需要眼睛就能察觉到周围其他的生物, 你爸我, 就是一个平平无奇开妖宠店的, 怎么会有那种珍贵功法, 楚正然摇了摇头, 真没有, 真没有, 好吧, 楚汉风无奈, 吃完饭, 他便回到了房间, 用电脑查了查关于紫荆一师的事情, 紫荆一师最喜欢的食物, 乃是紫荆穹浆果, 这种果对于他们有致命的吸引, 甚至为了抢夺这种果, 他们会自相残杀, 楚汉风又查了查, 这种果很稀奇, 一般的地方都没有卖的, 他家妖宠店虽然药材众多, 但似乎也没有, 楚汉风决定明天放学后, 去青湖楼一趟, 那里有平湖市最大的灵药交易市场, 说不定能找到, 一夜无雨, 这一晚上, 楚汉风睡得并不好, 一会儿梦见自己被青丰牛围殴了, 一会儿又梦见了张牙舞爪的魔物, 第二天一早, 他睡眼兴奋地朝学府走去, 去往学府的路上, 平日十几分钟的路程, 楚汉风走了足足半个小时, 竟然都没走到学府, 此刻, 他终于清醒了一些, 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楚汉风停下脚步, 目光凝视着四周, 这条路他走了好几年了,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可是如今, 路还是那条路, 但自己好像一直在原地踏步, 是阵法吗? 楚汉风惊疑, 如此强大的阵法, 他内心不禁暗自思索起来, 他得罪的人不算多, 周天宇, 雪佳, 还是之前的介遇闯荡者, 好像可能性都不大啊, 不知道是哪位前辈在此, 还请出来一件, 楚汉风大喊道, 他的话音落下, 从四面八方突然传来一阵阴瑟瑟的笑声, 楚汉风目光看向前方, 不知何时, 这四周的空气中升起了雾气, 他双眸猛然一缩, 瞳孔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 只见一道黑色身影从前方的雾气中走来, 他穿着纯黑色的长袍, 这是一名老者, 脸色蜡黄, 长着很多雀斑和皱纹, 眼睛就仿佛一条线, 永远都争不大, 不知前辈再次设下阵法, 所为何事? 楚汉风凝重地问道, 阵法, 你小子也真是有眼无珠, 老者摇头失笑, 将腰间挂着的黄色葫芦取了出来, 说道, 妖气之道不, 我这宝葫芦名叫掌中胡, 你现在的困境, 就是他造成的, 我与前辈无冤无仇, 不知前辈这是什么意思? 楚汉风皱眉问道, 什么意思? 说复杂点, 我要剥夺你的妖脉, 夺取你的神兽, 说简单点, 我要杀了你, 老者笑道, 小子, 把你的地狱三头犬召唤出来, 我看看, 看你麻痹, 楚汉风冷哼一声, 然后头也不回地朝反方向跑去, 打肯定是不可能打的, 因为他刚刚, 用命运之谋, 将对方的基本信息已经看了, 姓名, 兵长, 静剑, 神葬, 妖宠, 血影兽, 深渊魔骄, 水竹妖, 石像鬼, 影翅飞电马, 一看到这, 楚汉风甚至不用再往下看, 内心就是拔凉拔凉的, 这还打个屁, 先天静, 他尚且不惧, 心窍静, 拼死还能一战, 至于神葬静, 白白了宁啊, 他狂奔着, 正在这时, 旁边闪过一道血色流光, 那流光速度快若闪电, 楚汉风汗毛炸起, 瞬间便判断出, 自己躲不开这一击, 五行麒麟凯, 他轻贺一声, 身体表面瞬间便被铠甲覆盖, 砰的一声, 他的身影紧跟着刀飞了出去, 楚汉风从地上狼狈地爬起来, 这五行麒麟凯的防御确实惊人, 铠甲没有破碎, 甚至连划痕都没有, 只是脖子隐隐有些疼痛, 楚汉风朝刚刚攻击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只血影兽就站在那里, 他的外形跟狮子很像, 通体都是深黑色的, 唯有脑袋上的毛发全是白色, 顺着耳边垂乱下将整张脸都包裹住, 落在外面的只有一双红色眼睛, 正前方老者一步步朝他走来, 楚汉风想后退却听轰的一声, 一道巨大的攻击落在他身后, 地面炸开一个大洞, 一只石像鬼不知何时出现在他后方的虚空中, 那石像鬼全身没有一点肉, 好像全是皮包骨般, 身体是褐色的, 身后有一双如同蝙蝠般的翅膀, 他的眼睛和嘴巴都是新红色的, 而骨瘦如柴的双爪上, 指甲同样是血红色的, 商量一下如何, 别反抗了, 我让你没有痛苦地死去, 老者有些病态地笑道, 要不然你越反抗, 越痛不欲生, 我越开心, 楚汉风看了看自己的影子, 既然逃不掉, 那就只能硬碰硬了, 老者一挥手, 顿时两只妖宠全部朝楚汉风扑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有轰隆隆的爆炸声从外面响起, 楚汉风惊奇地发现, 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开始支离破碎起来, 四周的虚空布满了裂痕, 只听咔嚓一声仿佛玻璃碎裂, 楚汉风所在的这片空间竟然破碎了, 而此刻, 接二连三的售吼声响起, 楚汉风抬头看去, 只见有七只妖宠从不远处狂奔了过来, 这些妖宠中有飞帘, 有六爪名兽, 也有白木魔虎, 一共七名御妖师的身影站在各自的妖宠身上, 另外六人楚汉风不认识, 但站在左边的那青年, 楚汉风还是记得的, 这青年自称王凯, 百事辅主的三弟子, 兵长, 又见面了, 这七人到来后, 站在最前方飞帘背上的女子开口, 笑道, 她身穿黑色长衫, 留着奇儿短发, 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净, 利落, 王英, 又是你们, 老者眼睛微眯, 冷哼道, 你们这些多管闲事的家伙, 每次都来破坏我的好事, 她是我们北苍的学生, 那叫王英的女子看向楚汉风, 随即淡淡说道, 我们自然有义务保护她, 过不了多久, 连你们恐怕都自身难保了, 老者应笑道, 还保护别人, 这就轮不到你担心了, 你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 王英冷哼一声, 上, 七人七个方位, 以包围圈的方式围住了老者, 王凯在经过楚汉风面前时, 瞪了楚汉风一眼, 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看什么看, 没见过帅哥呀, 楚汉风说道, 场中央, 七只妖宠围住了老者, 这让楚汉风很吃惊, 因为这七人身上都散发着强大的威势, 最弱的也是心俏镜, 其中最强的女子, 也就是那叫王英的, 隐约已经是神葬强者了, 楚汉风从来都不知道, 学院中还有这么强的学生, 老者冷哼一声, 他一挥手, 那血影兽便朝女子扑了过去, 女子坐下的飞帘与血影兽厮杀在一起, 轻笑道, 你这血影兽只能偷袭, 出其招, 若是正面决斗, 在攻击妖宠中算不上强大, 不用你教我, 老者轻贺道, 周身的黑色妖气开始涌动, 只见他的脚下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深渊内, 隐隐有蛟龙的嘶吼声从其中传来, 一条黑色的蛟龙从深渊中缓缓爬了出来, 他的皮肤表面, 黑色的液体不断地蠕动着, 给人的感觉特别恶心, 拦住那魔胶, 王英大喊道, 让我来, 王凯自告奋勇, 白目魔虎的虎啸震荡整个街区, 额头的第三目魔光照耀而下, 白色魔光从苍穹落下, 这魔光所照, 沿途的一切虚空都被禁锢住, 而深渊魔胶也是短暂的动弹不得, 凌空一击随着王英的轻贺声响起, 上空的飞帘尖叫一声, 整个虚空翻江倒海, 一道褐色的妖气凝聚成钢叉的形状, 刺入血影兽的腹部, 轰的一声, 强大的力量爆炸开, 血影兽直接倒在地上, 鲜血止不住地从腹部流出, 王英再次跨入飞帘的背上, 直指兵长, 冷喝道, 你现在认输, 可免一死, 认输, 做梦, 兵长冷笑一声, 他从怀中取出一颗丹药, 黑色的丹药让楚汉风想起了之前张剑吃的风魔丹, 不过根据命运之谋传来的信息, 溺血狂暴丹, 吃了之后可以瞬间增强三倍的实力, 住, 此丹药是以燃烧生命精血为代价, 当丹药入口, 老者兵长的神情开始变了起来, 他表情痛苦, 额头包括脸上一根根青筋抱起, 黑色的血管布满全身, 好像随时要爆裂般, 老者大吼一声, 沙哑的声音仿佛要将嗓子都撕裂, 沙, 他双眸血红, 几只妖宠实力越发地强大, 深渊魔骄也是瞬间突破禁锢, 巨大的身躯一百洞, 四周的商铺全部倒塌, 轰隆隆, 深渊魔骄蜿蜒曲折的身躯向前, 巨尾一甩, 旁边的一只六爪明兽竟然被击飞了出去, 拖住他就行, 王英看向身后六人, 提醒道, 你们都是心翘静, 本身比他就弱一些, 现在他吃了丹药, 连我都要退避三舍, 咱们只要拖到药效消失就可以了, 六人结实点点头, 这七人小队除了王英外, 还有一名女子, 她便是之前在楼顶, 观看楚汉风跟张剑鄙试的女子, 她的名字叫舒花, 此刻, 只见她伸出右手一朵红色的彼岸花出现在掌心, 见她手中的彼岸花生腾上虚空, 瞬间分裂出七朵花, 七朵花以不同的方向漂浮在老者头顶, 每一朵花之间似乎都有神秘的力量连接着, 这股力量聚集于老者头上, 只见老者出现了短暂的呆滞, 头痛炸裂, 好像魂魄要被撕扯, 看我的, 七人小队中, 另一名叫赵星辰的男子也站了出来, 一只通体如同荆棘般的荆棘鹿飞奔而出, 无数根荆棘从鹿角蔓延, 将老者以及他的妖宠团团围住, 这些荆棘不仅仅有禁锢的作用, 上面还附带让人麻醉的液体, 三刀鼠, 另一名青年岳阳也站了出来, 三刀鼠虽是老鼠, 但他与我们想象中的老鼠不同, 有点类似于王者中的李元芳, 以人形之姿双脚站立, 耳朵圆圆的, 双眸是小黑点, 他的双手各拿一柄三叉刀, 手指灵活的控制转动着三叉刀, 速度快得如同闪电, 瞬间便出现在老者的身旁, 三叉刀只是挥舞两下, 扑扑两声老者一时不防, 胸膛被刀割开一条身不见底的伤痕, 地煞拳, 老者一拳击退三刀鼠, 大口地喘着气, 他的全身鲜血淋漓, 狼狈至极, 这些人为而不恭, 只是不断地骚扰着, 就等他药效消失的时候, 他知道, 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了, 他直接一个跨步, 骑在了血影兽的背上, 血影兽本就是暗息, 善于藏匿的妖宠, 此刻他奔走于虚空中, 带着老者朝北方逃去, 追, 王凯与赵星辰, 包括岳阳三人, 迫不及待地追了过去, 不要追, 王英大喊道, 因为在老者逃跑的方向, 他的又一只妖宠九尾箫已经拦截了, 队长, 何必跟他磨叽呢, 直接拿下就行了, 王凯贪攻喊道, 不过下一刻, 老者的轻笑声突然响起, 实像话, 他的另一种妖宠实像鬼灵空而来, 从嘴中吐出一道深暗色的流光, 凡是被深暗色光芒接触, 不管是王凯三人, 还是他们的妖宠, 竟然全部被石化了, 变成了一尊尊的石雕, 老者冷笑一声, 也不与前方的九尾箫纠缠, 竟然转变方向, 朝北方而去, 王英有心阻拦, 但那只深渊魔骄就如同发疯般, 不管不顾地杀向他, 哪怕非连攻击深渊魔骄, 已经打得他血肉模糊, 他也不管不顾, 只是拼命纠缠着王英, 不让他脱身, 看到这种情况, 队伍中仅剩的三人梳花, 王旭以及周周, 三人皆是对视一眼, 以三个不同方向拦截着老者, 他们这次便聪明了, 也不与老者打, 只要拖住老者便行, 随着王旭指挥着自己的赤燕雕, 一道火焰冲击波击中血影兽, 那早已重伤的血影兽, 再也支撑不住, 当场被杀死, 妖宠的死亡, 对于老者自然也是有影响的, 他一口鲜血吐出, 伤势又加重几分, 不过他脸上依旧不见慌张, 你们若是一开始这么打, 我只怕真逃不掉, 可惜晚了, 老者大喝一声, 他的第四只妖虫水竹妖召化而出, 水流进化, 那还算庞大的水竹妖带着如同湖泊般的清澈之水而来, 水流挡在三人面前, 就如同一面镜子, 这一刻, 镜子中竟然出现了三个老者的身影, 三个老者分别以三种不同的方向逃跑起来, 你可别小瞧我们了, 周周冷哼道, 他的面前, 一只南海蜂蝶飞过, 那蝴蝶长着一双如同大海般深蓝色的翅膀, 他从虚空中飞过, 小小的翅膀仿佛扇动着整个汪洋大海的风暴, 这叫蝴蝶效应, 镜面的水流彻底被瓦解, 露出老者原本的身影, 不过让三人惊奇的是, 老者根本没有逃跑, 仿佛知道水竹妖拦不住三人, 而是在原地双手结印, 宝胡落, 宝胡落, 掌中国斗, 老者大喝一声, 只见在三人的头顶处, 一道天门被打开, 无数只妖兽的残魂从其中俯冲下来, 这些全是掌中湖内收进去死去妖兽的妖魂, 这些妖魂的威力不是很强, 但架不住数量众多, 以人海战术般, 将三人给淹没其中, 影翅飞电马, 老者召唤了自己的最后一只妖宠, 深紫色的宝马停在虚空中, 风冷兽骨城, 竹皮双耳骏, 这影翅飞电马攻击不算强, 防御也不突出, 但他真正让人惊惊乐道的乃是他的速度, 一骑绝尘, 速度可谓是让许多妖宠都望尘莫及, 此刻, 老者踏上马背, 一声嘶鸣, 影翅飞电马化作一道雷霆, 从天地间掠过, 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着老者离去, 七人小队皆是脸色难堪, 十拿九稳的一次埋伏, 竟然失败了, 王英一番苦战, 终于斩杀了深渊魔骄, 而石化的三人也恢复过来, 将那十项鬼与水珠妖全部斩杀, 队长, 都是因为我们的冒事, 才让他逃了, 王凯三人自责地说道, 这一次, 咱们利用楚汉风为诱饵, 让兵长现身, 下一次想杀他, 恐怕难了, 王英叹息道, 对了, 楚汉风呢,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一愣, 因为刚刚都在忙着大战, 谁会在意楚汉风啊, 影翅飞电马掠过苍穹, 几乎没有了反抗之力, 而且自身的伤势, 若是再不找个地方治疗, 只怕也必死无疑, 他不敢去妖宠殿,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最终还是让影翅飞电马, 停在了一处无人问津的小巷中, 他浑身是血的, 从马背上落下, 靠着巷子, 大口喘着粗气, 目光深沉, 喃喃自语道, 看来还是要让王爷家派人手了, 如今身份暴露, 我在这平沪式形势, 已经不变了, 正这般想着, 兵长突然双眸一鸣, 盯着巷口喝道, 什么人, 出来, 当巷口的身影出现时, 兵长满脸的惊讶, 是你, 你那马跑得也太快了, 楚汉风埋怨道, 幸亏自己荒谷玉龙的速度够快, 要不然, 真是差点就追丢了, 你跟踪我, 不怕我杀了你, 兵长满脸凶狠地说道, 求死, 楚汉风一脸欠打的表情, 来, 我站着让你杀, 不杀了我你还想离开, 小子, 你到底想怎么样, 兵长眼看下不住楚汉风, 微迷着眼问道, 其实刚刚, 本该是咱们两人之间的对决, 可惜, 让那七个人给横插一手, 现在好了, 这里只有咱们两人, 就继续刚刚那场未结束的对决吧, 楚汉风一脸认真, 铿锵有力地说道, 今日我, 楚汉风, 就要以后天狱妖狮对战前辈, 这位神藏狱妖狮, 虽死无悔, 还请前辈不要留守, 你踏马能不能要点脸, 兵长无耻两个字还没说出口, 又是一口鲜血吐出, 老子五只妖虫死了四只, 体内的妖脉更是重伤, 无法动用一丝的妖气, 我要是能对决, 还用得着跟你逼逼吗? 你,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就欺你了, 爷啊, 那我何? 楚汉风回了一句很中二的话, 随即大手一挥, 地狱三头犬出现在一旁, 前辈, 你刚刚不是要看我的神兽吗? 笑天过去好好跟前辈打个招呼, 笑天一步步向前走去, 那影翅飞电马拦在他面前, 可惜, 如今的老者根本没有妖气攻击影翅飞电马战斗, 最终几个回合下来, 这影翅飞电马便被地狱之火给烧死了, 老者嘴里的鲜血就没停过, 他惨笑一声, 我终日打咽, 今日反被咽啄了, 什么咽不咽的, 这话多难听, 楚汉风笑道, 前辈这是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呢? 楚汉风居高临下地走到兵掌面前, 前辈这掌中胡不错, 你放心, 我就看看, 前辈能不能送给我, 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 前辈, 你的戒着也不错呀, 你该不会也要送给我吧, 俗话说得好, 掌者赐, 不敢辞, 那我就去支部宫了, 真是惭愧惭愧, 兵掌靠着墙壁, 也不说话, 静静地看他表演, 看着楚汉风将他全身搜刮干净, 就踏马跟摸尸一样, 掌中胡, 万千妖气榜排行九十九名, 可幻化掌中世界收集所有妖兽的魂魄, 反馈过来的信息, 至于老者的戒着内, 是数不清的金币, 其中还有几千块灵币, 戒着最里面, 竟然有一颗冰金龙灵兽的妖宠弹, 这冰金龙灵兽虽然不是神兽, 但也是珍贵妖宠, 放在外面, 能让人争得头破血流的, 妖宠弹旁边还有一本书, 楚汉风原本以为会是什么武器, 拿出来名叫妖卖离体精, 他大概看了几眼, 就是教人怎么将妖卖完好无损地剥离出来, 这种方法很残忍, 前辈, 你这里有没有武器什么的? 楚汉风不知足地问道, 兵长已经懒得生气了, 小子, 咱们谈个条件如何? 什么条件? 楚汉风问道, 我以兵长的身份正式邀请你, 加入我们王朝, 兵长郑重地说道, 王朝是什么? 楚汉风疑惑地问道, 你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你只要明白, 加入王朝, 你所得到的东西将是不敢想象的, 不管是妖宠还是武器都应有尽有, 兵长略带蛊惑的声音传来, 我们王朝终有一天会覆灭蔚蓝帝国, 你现在加入, 便是从龙之宫, 这么厉害, 楚汉风惊叹道, 那当然, 你别看我现在是神藏强者, 其实当年, 我也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 兵长自傲地回道, 以你的天赋, 加入王朝, 绝对会受到重视, 哇, 没想到前辈竟然是国, 前辈能有如今的成就, 真乃我被楷模呀, 那不知咱们王朝的总部在哪? 总部在太, 兵长刚刚说了一个字, 便反应了过来, 小子, 你想讨我话, 前辈不是也想忽悠我吗? 楚汉风说道, 王朝若是这么厉害, 怎么不直接覆灭蔚蓝帝国呢? 现在搞这些阴谋诡计, 你懂什么叫韬光养晦, 养精蓄锐吗? 兵长冷哼道, 我们王朝不出手则已, 若出手, 必将惊天动地, 我不懂, 我只好奇, 你的命值多少钱呢? 楚汉风笑道, 你想干什么? 兵长的神色微变, 随即喊道, 要杀要寡随你变, 我不杀你, 相信很多人对你会感兴趣的, 楚汉风笑了笑, 笑天抓着兵长, 随即又带着楚汉风朝千灾妖宠店狂奔去, 楚汉风也不相信其他人, 还是把兵长放在自家妖宠店安全一些, 妖宠店的生意一如既往的好, 看到楚汉风过来, 李云诧异地问道, 你不是去上学了吗? 一言难尽, 你儿子被人追杀了, 楚汉风摆摆手, 坐下来先喝了一大口水, 简单将事情给说了一遍, 王朝这个组织, 我好像听过, 楚正然打着哈哈, 从后堂走了出来, 说道, 不过兵长什么的, 没听过, 但他们王朝的王爷和将军, 我倒是见过几年, 大言不惭, 一听这话, 兵长冷哼道, 王爷和将军的身份十分隐秘, 哪怕是我们王朝内部, 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 想骗我, 你还嫩了些, 你们王爷的真名叫洛雍婷, 长相很阴柔, 而且有龙阳之吼, 还有你们将军, 好像叫什么独孤面, 一脸的落腮胡子, 说话经常带着北方的方言, 妖宠是龙溪, 楚正然如属家真的说着, 兵长则是满头大汉, 浑身哆嗦, 要知道, 他们王朝之所以能延续到现在, 越来越强, 就是因为身份的隐秘, 王朝的人在现实中都是有正当身份的, 而在眼前这个男人面前, 好像什么秘密都不存在, 对了, 还有你们的小皇帝, 前辈, 别说了, 兵长连忙制止, 试探地问道, 前辈莫非也是我们王朝中人, 王朝, 什么玩意, 楚正然嫌弃了一句, 随即看向楚汉风, 从怀里掏出一本书, 扔给楚汉风, 楚汉风接过书一看, 只见那黑色的封面上, 写着脸吸神诀四个大字, 你小子运气真好, 今天刚好有位客人来给妖宠看病, 没钱, 就抵押了这个, 楚正然说道, 楚汉风记得, 自己不过是昨晚问的老爸, 有没有能隐藏气息的功法, 没想到, 爸, 咱下次能换个理由吗, 楚汉风说道, 换什么, 就说, 我在路上捡的, 楚正然思索道, 得, 我不跟你瞎掰了, 我去学府了, 楚汉风摆摆手, 来到学府后, 还没等楚汉风进去武一班, 之前的七人小队, 已经将他拦了下来, 你去哪了, 王凯率先发问, 跟你有关系吗, 楚汉风反问道, 我们救了你, 怎么, 连句感谢都没有, 周周冷哼道, 你们若是单纯地救我, 我自然感谢, 不过你们敢说, 不是利用我, 将我当诱饵, 引诱那兵长出来吗, 楚汉风只问道, 可是不管怎么说, 归根结底, 我们还是救了你, 赵星成回道, 我并不需要你们救, 楚汉风淡淡说道, 他看了看自己的影子, 楚一也是神葬的强者, 纵使杀不死那兵长, 保护自己总办得到吧, 行了, 你们都别吵了, 最终还是队长王英站了出来, 说道, 楚汉风同学, 兵长跑了, 你已经成为他的猎物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合作, 你的敌人不应该是我们, 兵长对你们来说, 很重要吗, 楚汉风问道, 我们想把平湖室内的王朝组织连根拔起, 若是能抓到他, 肯定可以拷问出一些情报, 王英点头, 那为了得到兵长, 你们愿意付出什么呢, 楚汉风笑道, 你什么意思, 王凯皱眉, 还听不懂吗, 兵长在我手上, 楚汉风回道, 原来你之前消失, 就是为了去追兵长,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那你还等什么, 快把兵长交出来啊, 你要是再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我觉得咱们就没有聊的必要了, 楚汉风微眯着眼, 楚同学, 你想要什么, 王英问道, 北苍果, 楚汉风直接说道, 我看你们几人虽然是学生, 但在学院内, 应该还有话语权吧, 你想要北苍果, 这不可能, 王凯先是反对道, 不过王英却是同意了, 北苍果可以给你, 今天下午放学, 你带我们去找兵长,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 楚汉风点点头, 成交, 看着楚汉风离开的背影, 王凯有些气不过地说道, 队长, 为什么要答应他, 而且北苍果的事, 我们也做不了主啊, 这件事, 我会禀报府主的, 相信府主会有正确的判断, 王英解释道, 而且诸位, 相信我, 只要兵长在我们手里, 我们得到的, 一定会是付出的好几倍, 兵长这个人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知道的, 关于王朝的情报, 不仅仅是对平湖市, 估计对整个蔚蓝帝国都重要无比, 楚汉风又未尝不知王英的想法呢, 其实他坐地起驾, 说不定对方都会同意, 只是他现在不想沾染王朝的事, 兵长这种棘手的人, 估计会引起王朝组织的全面报复, 所以及早脱手, 及早能从这个泥潭抽身, 回到教室, 张兰也没计较他迟到, 似乎是知道原因, 同桌王帅和往常一样, 趴在桌子上睡觉, 早上的课讲完, 楚汉风拍了拍王帅的肩膀, 吃饭了, 王帅昏昏沉沉地问道, 晚上少看些直播, 你最近也不怎么修炼, 整个人堕落成什么了, 楚汉风提醒道, 毕竟两人也算是好朋友, 努力修炼有用吗? 我目前为止, 别说打通第二条腰脉了, 就连自己的腰宠都无法二次进化, 王帅苦笑道, 也就在直播中, 能看看这缤纷世界的璀璨了, 说到这, 王帅又来了劲, 你是不知道, 昨天晚上, 肖剑大人去了天鸾仙宗, 仙宗的大长老亲自迎接, 蓝的英俊, 女的如同仙女, 城市是人类的聚集地, 或者说家园也不为过, 在城市中, 是极其安全的, 但城市外的地方, 平原, 山川, 河流, 丛林却已经被妖兽占领, 那里是妖兽的天堂, 寻常与妖狮去到那里, 能够活下来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但在人类的漫长岁月中, 从来就不缺一些富有冒险探索精神, 不甘屈居于城市中, 要将人族发扬光大的先驱者, 总有那么几个人, 令日月失色, 岁月铭记, 他们来到妖兽存在的险地, 开宗立派, 在最凶险的地方, 从无到有, 这么多年下来, 有的宗门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有的却越来越强, 这天鸾先宗便是这么一个存在, 遥远的中古时代, 出现了一个自称天鸾尊者的人物, 传闻他曾在年少的江无敌手下, 撑过了十招, 从而渐渐有了名声, 他便是天鸾先宗的第一任祖师, 中古以后, 天鸾先宗名气越来越大, 许多人族开始投靠他们, 他们是蔚蓝帝国外, 又一个庞然大物, 能在寿朝中生存, 足以想象他们的强大, 王帅在绘声晦色地讲述着, 仿佛讲起这些事, 他就感觉不到困, 你们这聊什么呢? 萧英雪凑过来, 问道, 他在讲他偶像宵剑的英雄事迹呢? 楚汉风无奈回道, 那你呢? 你有没有崇拜的人? 萧英雪问道, 有啊, 我偶像也是肖剑。 楚汉风笑道, 不过我并非崇拜他, 实力有多强, 而是崇拜他能有九个老婆, 并且后宫和睦, 真乃我被楷摸。 萧英雪瞪了他一眼, 然后离开了。 这丫头, 莫名其妙生什么气, 楚汉风吐槽了一声, 中午他不太饿, 也就没有吃饭, 而是去书院准备找一些关于后山的书籍, 这几天他就打算将后山的任务完成了, 一直拖着也不是解决办法。 你迁到书院, 获得火源幼体。 将今天的迁道用了之后, 楚汉风又迁到了一只妖宠。 他将之前迁到的晶圆幼体那张卡片取了出来, 两只妖宠融合。 顿时那卡片上的妖宠变成了一半金色, 一半红色。 想要合成元素之灵, 还需要三只不同属性的幼体。 楚汉风也不着急, 这东西迟早会成功的。 书院内关于后山的书籍不是很多, 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些。 大概情况和王帅说得很相似。 后山的底下确实镇压着一只邪魔。 后山也是大概五年前被封印起来当成禁地的。 至于具体原因, 五年前在北苍学府发生了一场邪魔之祸。 有上百魔物突破禁止而出, 差点毁了当时的北苍学府。 后来索性, 平湖市的城主带着执法队前来相助, 损失了无数强者后, 终于平复了那场霍乱。 也就是从那以后, 后山封印, 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周婷婷, 你给我等着, 你坑我的, 迟早会还回来的。 楚汉风恨恨地想到。 下午放学后, 王英带着众人已经在校门头等着了。 楚汉风将众人带去千灾妖宠殿。 北苍果带来了。 楚汉风在路上问道。 王英微微点头, 看来, 府主还是信任你们呀。 楚汉风笑道。 北苍果是一种很特殊的果实。 它不增加妖气, 也不能用来疗伤。 它的用途只有一个。 那便是悟道宣法。 这里必须要说一下北苍宝树了。 北苍学府的镇府之宝。 在整个平湖市, 甚至是帝都远近闻名的一棵宝树。 传闻很久以前, 有一名强者突破之时, 引来了天地雷结。 而那强者最终还是没能撑过天结, 被轰杀而死。 只是强者死后, 他的力量不但没有消散, 反而更加的凝聚。 形成了一棵法则之树。 此树吸收日月精华, 天生地养, 最终成长为一棵宝树。 因为这棵树的第一任主人乃是北苍道人, 所以此树便以北苍宝树而命名。 这宝树十年一开花, 十年一结果, 而且每次只借一个果实。 所以, 二十年时间才会生长出这么一个北苍果。 珍贵无比, 除非你当上辅主或者对学府有大贡献, 否则是不可能得到这果实的。 果实中, 有西年那名死去的强者传承下来的仙法。 至于是何种仙法, 这个只有误到北苍果后才能得知。 众人来到妖宠殿内, 楚汉风也将兵长带了出来。 你们注意点, 他原本想自杀的不过被我阻止了。 楚正然提醒道, 我们要带他离开。 王英说道, 北苍果呢? 楚汉风问道, 王英迟疑少许, 最终还是取出一个如同松果般宝塔形状的绿色果实。 其他几人看得眼馋啊, 这可是他们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你们想干嘛? 兵长在大叫道, 死心吧,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不说, 总有办法让你开口的。 王英冷哼一声, 楚汉风接过北苍果, 笑嘻嘻地将众人送了出去。 他现在有些迫不及待, 想去误导宪法。 也不知道以自己的能力, 能误导出什么宪法来。 楚汉风没有在妖宠电呆多久, 这里人多眼杂, 跟爸妈打了招呼后, 他回到了家中。 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周身妖气涌动, 那北苍果就漂浮在他面前。 命运之谋开启。 在命运之谋下, 可以说任何的功法, 武技对他而言, 想学会都不是什么难事。 此刻, 楚汉风的视线里, 早已经没有了北苍果, 呈现在他视线里的, 是一条条流动的法则。 是仙气盎然的奥义。 他反扑归真, 凝视着法则最核心的地方。 许久之后, 那北苍果已经消失了。 而是化作一道道的法则, 涌入楚汉风的眉心处。 他缓缓睁开双眼。 仙法, 生命古术的庇护。 这竟然是一种治疗的仙法, 楚汉风诧异。 要知道, 治疗系的仙法, 本就是万中无一的。 他比任何的攻击, 防御, 以及速度仙法都要珍贵许多。 治疗系的仙法, 不仅仅可以给自己疗伤, 还可以给别人治疗。 而且, 自己获得的仙法, 在治疗系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学会了仙法后, 楚汉风深吸一口气。 他不打算休息, 准备将老爸给的脸膝神爵也修炼了。 命运之谋下, 修炼任何的功法, 好像都十分地容易。 所谓脸膝。 其实这世上但凡是生物, 都无可避免有气息。 你呼吸时会有气息。 走路时, 身体摆动同样会有气流。 那么这些微小的气息, 或许你发现不了, 但在感知强大的妖兽面前, 将无所遁形。 而这脸膝神爵的强大, 便是能让你收敛所有的气息。 可以这么说, 只要你不出现在对方的视线里, 别人永远都无法发现你。 楚汉风修炼了整整一夜, 爸妈回来后, 也没有打扰他。 然后他练着练着就睡着了。 等第二天醒来时, 他睡在沙发上, 身上盖了一条被子。 楚汉风伸了一个懒腰。 这脸膝神爵比他想象中还要强大。 纵使他有命运之谋的帮助, 但一夜之间竟然只修炼成功第一层。 而这脸膝神爵共有三层。 楚正然正在一旁吃着早餐。 爸, 你们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楚汉风问道。 回来得比较晚, 看你修炼刻苦, 就没打扰你。 楚正然笑道。 鸡魁步, 方能行千里。 去小刘, 方能成江河。 你如此用功修炼, 我很欣慰。 修炼了一晚上, 才修炼成功第一层。 楚汉风有些反尔赛地说道, 这话要是让那些修炼过脸膝神爵的人听见, 估计会拿自己42的鞋底狠狠地抽楚汉风的逼脸。 你压得也太装逼了。 脸膝神爵是何等的功法, 修炼之难度让许多人望而止步。 有天骄, 好几年都只是小成, 连一层都没彻底修炼成功。 听到楚汉风的话, 楚正然反而不觉得违和, 竟然认同地点点头。 说道, 你资质确实有些差。 想当年我修炼这功法, 第一层只用了一个小时。 你还差得远吗? 呵呵, 楚汉风干笑了几声, 别看他当当说话挺凡尔赛的。 其实内心还是挺得意的, 毕竟一晚上就修炼成功一层。 他本来想从老爸脸上看到那种惊讶, 不敢置信, 震惊的表情。 可惜楚正然的回答, 让他深感到僵还是老的辣。 我去上学了, 看着楚汉风离开的背影, 跟我装逼。 楚正然点了一根烟, 大腿翘着二腿。 不知道我当年有个外号, 叫逼王吗? 不过这小子一个晚上就修炼成功了, 不愧是我的仔。 楚汉风今天准备就去后山, 所以早早便跟张兰请了假。 任务店的门口, 朱婷婷躺在靠椅上, 嘴里哼着小曲。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都能成。 右手拿着一杯泡满枸杞的茶水, 吹着清晨最柔和的春风。 那模样要多惬意, 就有多傻逼。 朱婷婷, 楚汉风的声音从旁边响起, 他这次连老师都不叫了。 朱婷婷睁开双眼, 脸色微变, 随即一脸疑惑地说道, 同学,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朱婷婷, 我是他哥, 我叫朱正义。 楚汉风也不跟他争辩, 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 朱婷婷被盯得浑身不自在, 连忙解释道, 同学, 你可能误会了, 我跟我弟是双胞胎, 虽然长得很像, 但人品却是两个极端, 他呢, 经常坑蒙拐骗, 而我, 人如其名, 正义凛然。 学院的学生都亲切地称呼我为, 诚实可靠小郎君, 坐怀不乱真君子。 当然, 你也可以叫我另一个名字, 北苍第一帅, 看着朱婷婷自导自演, 巴拉巴拉一大堆有的霉的, 楚汉风不耐烦地摆摆手, 我是接任务去后山的。 接任务呀, 好说好说, 朱婷婷嘿嘿一笑, 随即从任务殿拿出一根锄头, 这锄头的前端是赤摩铁打造而成, 手握的木把乃是光明木。 你可别小看这根锄头, 它比起灵气也是不遑多让, 说一句锄中霸主也不为过。 朱婷婷笑道, 锄中霸主, 那是什么? 还是锄头? 朱婷婷咧嘞大笑。 你去了后山之后, 从戒备开始, 三公里之处, 凡是遇见魔精, 就用这锄头将它挖出来。 任务就这么简单, 简单你自己怎么不弄? 楚汉峰问道, 机会还是要多多留给你们年轻人吗? 朱婷婷回道, 从山脚往上看, 后山并非是一座山, 而是一条条蜿蜒去着的山脉。 山市古谱, 以灵觉之姿屹立在天地间, 想来也是一座名山。 不过此刻看, 那山市内, 竟然隐隐有黑色的魔器在涌动着。 这一刻, 楚汉峰感觉到了异动, 一种让他心脏狂跳的异样。 这时, 蒲魔古树有了反应。 在他的石海中, 蒲魔古树似乎很渴望吞噬, 而让他暴动的源头便在这后山中。 楚汉峰强行压制了蒲魔古树的异动, 他一步步走上了后山。 山路崎岖, 四周丛林茂密, 鸟语花香。 楚汉峰甚至看到了一些灵药, 但他不敢摘, 万一有魔器侵蚀, 吃树问题了怎么办? 越往山上走, 他就感觉自身越来越温热, 好像回到家的感觉般亲切。 终于, 他来到半山腰时, 看到了朱婷婷所说的戒碑。 那是一块插进地底, 已经布满列文的无字骨碑, 千道无字碑, 获得魔源幼体。 骨碑后方, 一道道金色的阵线连接在一起, 就如同蜘蛛网般, 密密麻麻。 金光冲天起, 将整个大地都映照其中, 仿佛太阳般璀璨。 金光中, 偶尔隔一段时间, 就有黑气微弱地散发着。 楚汉峰走近一看, 明白这些黑气, 就是镶嵌入阵法的魔精。 他拿起锄头, 也开始挖起了魔精。 一颗魔精被挖出, 他刚刚拿在手中, 体内的蒲膜鼓术力量 突然吞噬了这颗魔精。 这一刻, 楚汉峰感到体内妖气强大了几分。 奔腾的妖气, 开始不断地冲击着第三条的妖脉。 这, 他一时间有些愣在原地。 甚至有种感觉, 好像自己再多吸收几十颗魔精, 就能成为先天欲妖师。 冥冥之中, 楚汉峰觉得, 这次的后山之行, 乃是自己的一次机缘。 他开始在阵法内寻找起魔精来。 随着挖到的魔精越来越多, 他也渐渐进入了阵法深处。 终于, 楚汉峰遇见了后山的第一只魔物。 这是一只被魔化的狐狸。 他全身漆黑色, 模样呆萌呆萌的, 颇有些人畜无害的样子。 小狐狸看见楚汉峰之后, 直接朝他扑了过来。 楚汉峰被吓了一大跳, 抡起手中的锄头就要打过去。 不过那小狐狸的速度飞快, 直接闪身来到楚汉峰的脚下。 然后, 抱着楚汉峰的右腿, 竟然拿脑袋轻密地蹭了起来。 他眼睛微微眯着, 好像很享受的模样。 迈蒙可耻, 你不知道吗? 楚汉峰无语。 自己正面世惊天除, 如此霸气地一锄头都要落下了。 没想到小狐狸不按套路出 排楚汉峰微微蹲下身子, 摸了摸小狐狸的脑袋。 命运之谋开启, 他突然愣住了。 魔属性法则之灵。 状态。 有主。 对魔属性生物极其友好, 其他属性生物极度仇视。 看到反复而来的结果, 楚汉峰这才明白。 眼前的狐狸严格意义来说, 并不算是生命。 它只是一道法则幻化而出的灵物。 这难道就是学院中传说的魔物? 楚汉峰难难自语。 他知道, 因为自己有蒲魔古术的缘故, 所以来这里才没有被攻击。 继续往前走, 又获得了一些魔精。 这一路, 楚汉峰遇见了无数魔物, 其实都是法则之灵幻化出来的。 他们对楚汉峰也没有恶意, 一路上倒也算相当无事。 终于, 他来到了任务规定的三公里边界处。 楚汉峰有些意犹未尽, 因为这一路获得的魔精, 已经全部被他吸收。 体内的妖气更是如同长河奔腾, 沸腾不已。 第三条妖脉的打通, 迫在眉睫。 好像就差那么一丝丝, 自己就能成为先天御妖师了。 楚汉峰陷入了抉择之中, 现在离开, 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只是距离突破先天径, 恐怕又要浪费一段时间。 但若是更近一步, 离开三公里往深处走, 里面可就没有阵法了。 到时候他的生命没有保障。 楚汉峰思量少许, 俗话说得好,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他心意狠, 直接朝更深处而去。 越往里面, 这路上的魔精就越多, 碰到的魔物自然也越多。 楚汉峰是津津湛战, 终于随着又一颗魔精被吸收, 他体内的妖气就如同风暴般, 楚汉峰周身的妖气在涌动着。 气势越来越强, 妖气涌入第三条妖脉中, 就仿佛波澜壮扩的大海般。 途径其境八脉, 四肢百骸, 还有三条妖脉。 楚汉峰长长地深呼一口气, 先天了, 他喃喃自语道, 孩子, 过来, 来吧。 正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 楚汉峰被吓了一大跳。 他想要逃, 却发现自身竟然不受控制地 朝后山深处走去。 这种感觉让楚汉峰很惊慌。 他拼命挣脱, 体内妖气如同长红灌日, 可惜跟这股神秘力量比起来, 依旧是小巫见大巫。 不知是哪位前辈。 楚汉峰大喊道, 孩子, 你过来了, 自然会见到我。 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挣扎无果, 楚汉峰只能抱着人死鸟朝天, 不死万万年的心态。 终于, 他不受控制地来到了这座山的最深处。 抬头看, 只见山顶竟然还有一座山。 这是山中山。 这座山不算庞大, 大概只有百米高, 低山四周涌动着金色的光明妖气。 这股妖气很强大, 其中有源源不断的镇压之力 从光明山顶传来。 那山顶处, 模糊可见贴着一道金色的符咒, 而在山底下, 竟然镇压着一个人。 一名头发苍白的老者。 小孩, 快过来, 老者朝楚汉峰招手。 我成年了, 别叫我小孩, 楚汉峰满头黑线。 老夫活了一千三百年, 叫你一生小孩也不吃亏。 老者哈哈大笑。 他虽然被镇压着, 蓬头垢面, 胡须脏乱。 但眼睛却十分地深邃, 楚汉峰被盯着, 总有种被看透的感觉。 老者看着他, 楚汉峰自然不甘示弱。 反手就是一个命运之谋甩了过去。 姓名, 天魔之主。 静剑, 天府七重。 状态, 封印中。 一看到对方被封印, 楚汉峰也不怂了。 直接问道, 老头, 你找我做什么? 陪老夫聊聊天, 老者说道, 五年了, 自从五年前后山被封禁。 你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人, 老夫都快无聊死了。 想想也是, 整整五年时间没一个人跟你说话, 甚至人个鬼影都没有。 恐怕正常人也要憋疯了。 咱们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没有共同话题, 楚汉峰直接拒绝道, 要是一个前途后翘的妹子, 自己还能聊一聊。 跟一个糟老头子, 话不投机聊你麻痹。 小子, 你当当得了老夫那么多的魔精, 恐怕受益匪浅吧。 老者说道, 你叫他一声, 看他应不应, 楚汉峰说道, 你要真想聊天也可以。 我这聊天都是收费的。 十个字一块魔精, 标点符号半价收费。 物美价廉, 老头, 要不要先聊个一百魔精呢? 小子, 别说我没提醒你。 那魔精用多了, 对身体不好, 容易让你产生负面情绪。 你现在就刚刚好, 老者回道。 既然如此。 前辈你好, 前辈告辞。 楚汉峰转头就走。 走吧, 走吧, 老者叹息道。 我被困在这里, 终生没法离开。 只是可惜我这一身的传承, 也要埋没了。 传承? 天府强者, 打通六条腰脉强者的传承。 楚汉峰的脚步一顿, 随即转过身, 笑容灿烂道。 前辈, 你想聊什么呀? 我这人向来尊老爱幼, 而且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绝对让你聊得满意。 小子, 你够无耻, 老者咧嘴, 露出一口大黄牙, 笑道。 不过这世上, 无耻的人向来命长。 老头, 你为何会被镇压在这山下? 楚汉峰好奇地问道。 世间之事, 其实很多时候, 原因并不重要。 只看结论, 我拜他胜, 便足够了, 老者摇头笑道。 我听别人说, 这后山的魔物很凶的。 为何我进来这么久, 也没有什么危险? 楚汉峰疑惑问道。 你身上有蒲魔古术吧? 老者只看了一眼, 便仿佛看透了楚汉峰。 不要否认, 蒲魔古术的魔器, 我能感觉得出来。 跟我聊聊吧, 外面的世界如今是什么样的? 楚汉峰跟老者聊了一回, 他发现这老者与时代 已经严重脱轨了。 对方甚至连魏蓝帝国都不知道, 老者是三百年前就被镇压于此的。 而魏蓝帝国满打满算, 开国不到两百年。 老者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 两人也算相谈甚欢。 楚汉峰是天南地北的胡扯, 老者时尔哈哈大笑。 这一聊天, 就聊到了下午。 楚汉峰也有些累了, 便说道, 老头, 我要离开了, 那你下次还来吗? 老者眼巴巴地问道, 您老一大把年龄了, 不要这种表情啊, 恶心, 楚汉峰嫌弃道。 老者哈哈大笑, 随即说道, 你下次来的时候, 给我带一些好酒好菜, 我也想尝尝外面的美味佳肴。 凭什么? 楚汉峰不满地回道, 我免费陪你聊了这么久, 你也不表示表示, 你就像那只见了兔子不松爪的鹰, 一点亏都吃不得。 老者摇头失笑, 他话音落下, 便见远处一只黑色的魔物小鸟飞了过来。 小鸟在虚空中演化着, 他本身就是法则之灵, 最终变成了一道道古朴的法则之链, 涌入了楚汉峰的眉心处。 这一刻, 楚汉峰只感觉一道很晦涩的法觉传入他的记忆里。 两久, 他睁开双眸, 逆龙七步, 七步成龙, 七步画大千, 他喃喃自语。 这是步伐五计, 给你逃命用的。 免得没人陪老头子聊天, 老者嘟囔道。 谢了, 楚汉峰摆摆手。 有人闯进来了, 正在这时, 老者突然说道, 不会吧。 楚汉峰惊怡, 后山不是向来都是禁地吗? 怎么还有人赶进来? 是你们学府的学生? 你处理还是我处理? 老者问道, 那些魔物对于楚汉峰没有恶意, 但对其他人可是极度仇视的。 我去看看, 楚汉峰小跑了出去。 郑蓉, 这姓楚的明明进来了, 我们怎么找不到他? 站在阵法内的是两名青年, 左边的叫林郑蓉, 右边的则叫孙伯。 那叫林郑蓉的青年冷笑道, 说不定早就被魔物杀死了, 连尸体都给吞噬了。 这样最好, 省得我们动手了。 可是阳护法给咱们的命令, 是死要见尸, 孙伯迟疑地说道。 那就再找找。 两人的谈话声都被暗处的楚汉峰 给听得仔仔细细。 这两人楚汉峰虽然不熟, 但也是见过的。 都是五二班的后天狱妖师, 两人为何要来杀他? 难道是为了给张剑报仇? 不应该啊? 天门, 楚汉峰突然想起了两人口中说的洋护法。 作为周天宇创建的天门, 他自称是天门之主, 手下有四大护法, 旗下的门众有近百人。 在学院内, 绝对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林郑蓉的两只妖宠分别是铁皮蛮牛和沙漠土狼, 而孙伯的妖兽是夜人豹以及一伙蛇。 他们带着妖宠在搜寻着。 不过楚汉峰修炼了脸稀神诀, 对方根本不可能发现他。 他在等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必杀两人的机会。 否则, 这里毕竟是学院的范围, 一旦引起轰动, 公然杀害学生, 那可就麻烦了。 他将孙伯召唤出来, 吩咐道, 等会那孙伯交给你, 一击必杀。 楚汉峰凝神摒弃, 看着两人一步步朝他靠近。 杀, 终于, 他嘀喝一声。 孙伯的身影率先窜了出去, 几乎是引起了所有的注意力。 一道地狱之火喷涌而出, 孙伯的两只妖宠刚刚反应过来, 想朝孝天攻击, 那地狱之火已经落在孙伯的身上。 惨叫声刚刚响起, 孙伯便已经被烧得灰飞烟灭, 尸骨无存。 而楚汉峰趁着孝天出去, 吸引所有注意力的那一刻, 直接抱起, 来到了林郑荣的面前。 一手大杯碎空掌印在了林郑荣的胸膛, 直接将对方击飞了出去。 随即他栖身上前, 左手抓住林郑荣的领口, 将他拽了过来, 右手大荒天兵树幻化的长刀 抵在他的脖子上。 你, 林郑荣脸色大害, 实在是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快得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把你的妖宠收了, 楚汉峰说道, 我若是收了妖宠, 你可以放我离开吗? 林郑荣问道, 旁边的沙漠土狼和铁皮蛮牛 虎视眈眈地看着楚汉峰, 楚汉峰懒得跟他讲条件。 手中的长刀更近几分, 林郑荣感觉到一股刺痛, 他的脖子好像已经破了, 要是再这么下去, 恐怕会鲜血直流, 整个脖子都被割断。 他连忙收起自己的小心思, 将两只妖宠收了起来。 我问你答, 要是我满意, 可以饶你一命。 楚汉峰说道, 你问, 林郑荣连忙点点头, 谁让你们来杀我的? 洋护法就是五三班的洋朔, 林郑荣连忙说道, 你们胆子有些大了, 楚汉峰皱眉, 这里是禁地, 杀了你, 完全可以赖点魔物杀人, 只要没证据, 就不会有事的。 林郑荣解释道, 我就说, 你们胆敢在学院杀人, 楚汉峰了然点头。 我该说的都说了, 现在可以走了吧, 林郑荣试探地问道, 你可以去死了, 楚汉峰咧嘴笑道, 你骗我, 你明明说可以放了我的, 林郑荣大喊道, 你是猪脑子吗, 刚当我杀了孙伯, 怎么可能放过你这个目击证人呢? 楚汉峰说道, 至于骗人, 我楚汉峰一向是以德服人, 至于不服的, 都是死人, 所有跟死人, 不讲成性, 还有落下, 他手中的长刀一用力, 便是一颗脑袋落地, 楚汉峰开舍摸尸, 原本他是没抱希望的, 没想到这林郑荣的戒着内, 竟然有意外之喜, 一株四百年份的保药, 还有一颗疯魔丹, 这些人倒是舍得, 楚汉峰略微思索, 便想通了来龙去脉, 以保药作为奖励, 让这两人来刺杀自己, 而且, 对方还怕两名后天玉妖师, 不是自己的对手, 后手准备了这封魔丹, 只是可惜, 林郑荣两人死得着实憋屈, 妖宠还没战斗, 封魔丹也没使用, 就被楚汉峰不讲武德给偷袭了, 只怕周天宇他们, 还以为我是隐气劲的玉妖师吧, 楚汉峰冷笑道, 他一直没有使用荒谷玉龙, 就是留着这张底牌, 否则对方若是知道, 自己已经打通三条妖脉, 成为仙天玉妖师, 这次来的, 可就不是这两个废物了, 偷偷地发育, 打枪的不要, 第三条妖脉打通, 楚汉峰的第三只妖宠, 自然是这元素之灵, 只不过元素之灵, 如今才融合了三只幼体, 分别是金, 火, 魔, 还差两种属性, 才能净化为元素之灵, 根据楚汉峰估计, 元素之灵, 不算这妖宠的最终形态, 等各种属性都融合后, 混沌之灵, 才是他的完全体, 楚汉峰看着手中的宝药, 这是一株赤脸金餐, 明天是晴朗的生日, 刚好可以用这当贺礼, 楚汉峰想到, 他回到了学院后, 先是去人物店交了任务, 因为朱婷婷不在, 有其他人给他发放了任务奖励, 刚好一万学分, 回到家后, 楚汉峰决定将逆龙七步先修炼了, 步伐五计, 不管是战斗还是逃命, 都有很大的作用, 很古老的以前, 人们初遇神龙, 剑气可腾云驾雾在苍穹上, 可翻江倒海于深海内, 深感神龙之强大, 便有人观察神龙的习性, 模拟他的神通, 从而创出了这逆龙七步, 虽然听上去只有七步, 但首尾相连, 却是无穷无尽, 就犹如一个轮回, 而且, 这不是普通的步伐, 踏步之时, 会有龙威降临, 随着踏出的步数越多, 龙威就越强, 据说, 强者甚至不用动手, 仅仅是一步踏空, 漫天龙威便可镇压的强大妖兽动弹不得, 命运之谋开启, 楚汉风的眼前有金色的神龙穿梭无尽虚空, 他一整夜, 耳边都轰鸣着龙银声, 似乎在脑海中, 有一个小人沿着天罡地斗, 顺着八卦乾坤, 不断地踏步而行, 直到天色渐亮, 楚汉风伸着懒腰, 从房间走了出来, 逆龙七步, 成了, 我他娘的, 可真是个天才, 他定制的毛绒公仔已经做好了, 楚汉丰富了一笔钱, 让万泉快递按照清酒酒给的地址送去帝都, 万泉快递, 保你万泉, 然后他坐了出租车, 准备去晴朗过生日的地方, 一般来说, 有钱人过生日都是五星级酒店什么的高端场所, 不过晴朗给的地址却有些惊奇, 成天山, 他是要在山上过生日, 说起成天山就不得不讲讲, 关于他的故事, 中古时代, 有一个叫成天宗的势力就坐落在成天山上, 这个势力也算强大, 巅峰时期曾经统一了三大帝国, 成天大贤甚至开创了一个叫成天之治的盛世现象, 只不过后来, 成天宗在传承了七次后, 新任宗主是个尖酸刻薄, 极才度能的小人, 宗门也是由此开始没落, 成天宗的后期, 统一下的三大帝国分崩离析, 宗门内也是内乱不止, 这个庞然大物最终还是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后人唯一能知的便是那座成天山, 以及那些未完全摧毁的建筑物, 成天山跟青湖楼一样也成了平湖市有名的旅游景区, 出租车停在山下, 从远处看整座山不算很高, 越往上山势就越陡峭, 山边就如同一个三角形般, 山上是郁郁葱葱, 无论是春来赏景还是下来避暑, 都是一块不错的地方, 而今天, 秦朗几乎是包了整座成天山, 山门前已经停了许多辆的豪车, 前来鹤里的人不算多, 只有几十人, 但各个气度不凡, 都身份不简单, 秦朗就站在山门前, 一个个迎接着到来的宾客, 一改往日地拉他, 今天他西装革履, 倒也有几分英俊, 西宇, 你小子多久没见了, 最近怎么样? 张军, 听说你加入执法店了, 那感情好啊, 以后咱也有靠山了, 秦朗跟前来的人都能说到两句, 看到楚汉风后, 他热情地拍了拍楚汉风的肩膀, 笑道, 汉风, 等会可要跟我好好喝几杯, 楚汉风笑着点点头, 其实两人真不是很熟, 只是秦朗主动跟他侍候, 楚汉风也不可能伸手去打笑脸人吧, 他感觉自己今天来, 就是走个流程, 凑凑数把了, 今天来这里的人, 都可称得上天骄二字, 楚汉风本来以为, 自己会是一个都不认识的, 不过却有人主动跟他过来打招呼, 楚公子, 又见面了, 摘月仙子慕容颜笑道, 没想到你还认识秦朗啊, 我说不熟, 你信吗? 楚汉风回道, 两人一边走着, 一边简单聊了几句, 秦朗举办宴会的地方在半山腰, 那里有十几座连接在一起的凉亭, 每个凉亭内都是一个石桌, 四个石灯, 凉亭的旁边有一条小河直通山下, 这里阳光不燥, 威风正好, 山清水秀, 春风拂面来让人感觉很舒坦, 所有的客人都已经到来, 凉亭旁是一个专门收贺里的地方, 楚汉风进来前, 也顺手将赤练精神放了进去, 半山腰处的凉亭内, 已经三三两两坐满了人, 楚汉风在其中看到了一些老熟人, 有三木童子王少东, 天剑公子董阳明, 还有雪家的雪哲, 以及周天宇那个傻逼, 慕容烟与楚汉风找了一个空余的凉亭, 等所有人都来后, 作为今天的寿星, 秦朗自然是要讲话的, 一大堆巴拉巴拉的话, 什么感谢各位的到来, 什么又长了一岁, 都是一大堆没营养的话, 楚汉风突然想起一个很有名的梗, 要不先点菜吧, 端着各种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迈着连部排队走来, 他们前凸后翘, 他们姿态优雅, 还别说, 秦朗这弄的确实有排面, 石桌上放着满满当当的饭菜, 楚汉风看得是食欲大开, 肉菜内有松月牛, 乌金猪, 林草兔, 铁头鱼, 而素菜中简直是豪华的不像样, 这哪是素菜呀, 分明是药膳, 什么水灵莲, 青蹄草, 摄灵果, 总之应有尽有, 琳琅满目, 宴会的酒被端上来, 楚汉风一闻这香气, 这根本不是酒, 而是一坛坛丹铃江, 仿佛不要前斑往上端, 看到这排面, 楚汉风有种自己这十八年都活在狗身上的感觉, 笑天, 他抬头看向凉亭外, 微风吹起他的碎发, 今天的砖格外的烫手, 这一刻, 我多么希望有个富婆, 能看穿我的逞强, 保护我的脆弱, 读懂我的悲伤, 然后, 包养我, 我养你啊, 只要你加入我们飞玉城, 慕容烟在一旁倾笑道, 滚, 女人, 都不是好东西, 都想贪图我的肉体, 随着秦郎好不容易讲完话, 众人也开始动起了筷子, 楚汉风看着桌子上的红烧灵草兔, 十分的气愤地说道, 小兔兔那么可爱, 你们怎么能吃小兔兔呢, 他一边谴责着, 一边顺手拽下一根兔腿, 吃得满嘴流油, 真香, 因为这凉亭内, 只有楚汉风跟慕容烟两个人, 倒也没其他人打扰, 两人也算是安心, 诸位, 请听我一言, 正在这时, 有大喊声从旁边的凉亭内传来, 只见周天宇突然站起身, 朝着众人笑道, 今天是晴朗的生日, 我们若是在这闷头吃饭, 就显得有些无聊了, 在场的众人都是御妖师, 不如大家之间相互切磋, 也给咱们的寿星助助行, 如何? 一听这话, 许多好事者也凑起了热闹, 我赞同, 咱们这些人难得聚集在一起, 切磋一下也是联络感情吗? 随着众说纷纭, 慕容烟倒是看向楚汉风, 笑道, 我怎么觉得这周天宇是针对你来的?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他就是在针对我, 楚汉风点头肯定道, 你们之间有矛盾吗? 慕容烟好奇道, 你看他那张脸, 就跟一坨屎, 再看看我, 见眉心目, 英俊潇洒, 楚汉风叹息道, 他肯定是极度我的帅气, 不过, 我已经习惯了, 从小帅到大, 我承受的极度和羡慕, 是你不能体会的, 就你会胡扯, 慕容烟白了他一眼, 此刻的周天宇已经从凉亭内走了出来, 来到中间的空地上, 笑道, 既然此事是我提起的, 我自然要打头阵, 选一个与我切磋的对手, 他的目光环视四周, 最终落在了楚汉风的身上, 汉风, 没想到你也来这里了, 真巧啊, 周天宇一笑, 看向众人介绍道, 这是我的学弟, 跟我同在北苍学府念书, 既然遇见了, 不如咱俩切磋切磋, 楚汉风根本不理会周天宇, 他端起桌上的丹铃江, 开始蹲蹲蹲, 汉风, 你不敢跟我切磋吗, 周天宇激将法说道, 楚汉风, 蹲蹲蹲, 汉风, 今天是秦朗的生日, 想必这个面子你不会不给吧, 楚汉风依旧蹲蹲蹲, 周天宇直接尬在了原地, 最终还是慕容烟轻轻碰了碰楚汉风, 提醒道, 人家跟你说话呢, 不好意思啊, 楚汉风连忙站起身, 歉意笑道, 刚刚有只狗在叫, 我没听见, 原来是周大公子啊, 你刚刚说什么, 能不能再叫一声我听听, 我说, 我要跟你切磋, 给秦朗朱朱朱姓, 周天宇收敛脸上的笑容, 淡淡说道, 想打击暴腹就直说, 朱姓, 你周天宇穿的黑丝, 现场来一段钢管舞, 不比切磋更出心吗, 楚汉风装出一副迟疑的模样, 说道, 可是, 你是先天玉妖狮, 我不过是区区引气玉妖狮, 这种切磋没意义吧, 你放心, 跟你切磋, 我只用一只妖宠足矣, 周天宇自傲地回道, 这人也够无耻地, 慕容烟吐槽道, 一只妖宠, 那也是先天妖宠啊, 跟引气妖宠是完全两个境界, 算了算了, 周公子已经退让到这种地步了, 咱们也不能要求太多, 楚汉风摆摆手, 我还是有点怕啊, 楚汉风突然说道, 虽然你说, 只用一只妖宠, 但你这个人的无耻, 我是领教过的, 万一你反悔了怎么办, 你想说什么, 周天宇目光微眯, 要不你向我保障, 你若是动用其他妖宠, 就让你全家死光, 好, 我答应你, 周天宇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也不想再废话了, 右手中妖气凝聚, 一只大地双头狮虎兽出现在他旁边, 这狮虎兽乃是变异妖宠, 大多数的变异妖宠都很强, 据说有的甚至可以媲美神兽, 当然, 眼前这头大地双头狮虎兽还不至于抗衡神兽, 它是由嗜血狂虎和九级雷狮变异而成的, 依旧十分的强大, 庞大的身躯长着两颗脑袋, 一颗是散发着嗜血气息的虎头, 另一颗则是雷电缠绕的狮头, 这是血属性与雷属性双戏的战斗妖宠楚汉风自然不甘示弱, 地狱三头犬的怒吼声也从他的身旁响起, 三颗脑袋吞吐着地狱的气息, 虎视眈眈的盯着双头狮虎兽, 天雷破, 周天宇大喝一声, 狮猴虎啸, 一道雷霆洪流直接催哭拉朽地杀了过来, 这雷霆烟灭虚空带着霹雳啪啦的炸裂声, 而笑天炽热的地狱之火也同一时间冲击了出去, 两股强大的力量对撞在一起, 原本在周天宇的想象中就算对方是神兽, 自己可以用境界之差强势将楚汉风击败, 只是当两股洪流碰撞雷火炸裂的那一刻, 竟然是自己被隐隐压制了, 这家伙, 半狗吃老虎, 雷霆与火焰的力量在虚空中爆炸开, 笑天威武霸气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反而是大地双头尸虎兽被爆炸的余波掀翻在场, 直接倒飞了出去, 这怎么可能周天宇脸色微变, 拧隐气近的妖宠怎么会有如此强的实力, 楚汉风也懒得与他废口舌, 直接吩咐道, 笑天, 干他, 笑天在怒吼着, 庞大的身躯直接朝狮虎兽狂奔而去, 这狮虎兽平日里霸道惯了, 自然不甘示弱, 身上的雷霆与血色不断地交融, 他虎头泛着嗜血的光芒, 长长的獠牙有一米长, 虎啸声传遍四周, 四周观战的仲天骄中, 三木童子王少东看向天剑公子董阳明, 问道, 董兄觉得谁能赢, 如果不考虑召唤其他妖宠, 周天宇必败无疑, 这楚汉风的境界绝对不止引气近, 董阳明目光深邃地说道, 不过, 王兄应该明白, 玉妖师之间的战斗不仅仅是妖宠之间的胜负, 我看好楚汉风, 咱们拭目以待, 王少东笑道, 董阳明的意思很简单, 笑天就算打败狮虎兽, 这楚汉风没什么背景, 估计也就这样了, 而周天宇来自周家, 肯定是有底牌的, 胜负不一定, 梁亭内慕容烟双眼微亮, 手中的酒杯印着他鲜红的口红, 喃喃自语道, 这才几天没见, 又变强了这么多, 本姑娘的眼光果然不会错, 不可能的, 狮虎兽是不会被打败的, 空地上, 周天宇直接愣在原地, 因为自己的狮虎兽与地狱三头犬肉搏食, 几乎是被按在地上摩擦, 狮虎兽确实是凶兽, 而且很霸道, 但笑天要更加的好行, 三颗脑袋全部睁开双眸, 黑暗肢体开启, 几乎以命搏命的姿态在战斗着, 轰隆隆的战斗声从旁边传来, 他是隐气镜, 体内的妖气绝对没有那么充足, 我只要拖住, 就足以拖垮他, 周天宇突然想到, 他看向自己的大地双头狮虎兽, 吩咐道, 气血甲, 狮虎兽一声大吼, 那虎头的双眸中一道道血色弥漫, 随即血色包围整个狮虎兽全身, 就仿佛穿上了一件鲜血般红色的铠甲, 避战, 想消耗我的妖气, 楚汉风冷笑了一声, 体内的天地原体源源不断地攻击着妖气, 那妖气浓郁的几乎要从气体凝聚为液体, 就如同长河奔腾般, 体内的三条妖脉不断地咆哮着, 轰隆隆波澜壮阔的声音响起, 楚汉风妖气又强大了几分, 笑天也几乎是暴走的状态, 地狱之火与亡灵腐蚀就没停止过, 历爪仿佛要撕裂虚空, 不断地击打着狮虎兽, 眼看着狮虎兽的气血甲开始一道道地破碎, 周天宇知道, 自己想拖延时间消耗妖气的方法根本不现实, 这种笨机方法也就你这种傻逼能想出来, 楚汉风笑道, 你是想笑死我, 继承我的蚂蚁花败吗? 爷身上的妖气足够与你大战三天三夜了, 楚汉风, 你别得意, 周天宇周身妖气涌动, 冷哼道, 妖宠的胜负不能说明什么, 咱俩之间还有一战呢, 周天宇的拳头处一道道金色的妖气在凝聚着, 拳头内砰砰砰的闷响传来, 似乎是骨头的摩擦声, 这是周胜泉有天骄认了出来, 周家的传承武技之一, 看看你的周胜泉厉害, 还是我的大碑碎空长强, 楚汉风笑道, 他右手化为大掌, 掌心有黑色妖气徘徊着, 楚汉风, 你以为我会和你硬碰硬? 周天宇冷笑道, 他身影一步踏前, 整个人就如同流水般, 飘忽不定, 是刘云部, 这些天骄见多识广, 自然有人瞬间便认了出来, 水流是没有方向的, 他飘忽不定, 就如同周天宇如今的身影般, 而且, 刘云部可不仅仅是水流, 他还融合了云的奥妙, 云卷云书, 流云朵朵, 给人一种净花水月的不真实感, 楚汉风, 你的大碑碎空长虽然强, 但没有学过步伐五计, 你打不到我, 恐有一身蛮力, 又有什么用呢? 周天宇冷笑着说道, 他的身影飘忽在楚汉风四周, 声音听上去就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步伐五计嘛, 楚汉风挠了挠头, 咧嘴一笑, 逆龙七步, 第一步风行, 一道龙音声响彻天地间, 隐约之间, 把轨迹全部被碾压, 楚汉风一掌拍过去, 正中周天宇的面门, 鼻子差点都给大尾掌拍断了, 身影重重地倒飞了出去, 周天宇流着鼻血, 眼貌惊心, 脸色铁青地从地上爬起来, 看上去十分地狼狈, 你该死, 周天宇怒火中烧, 大怒道, 他从戒着中取出一把金色长剑, 剑身是金色的, 剑柄处, 盘旋着一条蛇的雕塑, 天蛇剑, 灵气以千年金丝天蛇的躯体炼制而成, 其中服役碎星石, 金严金各种珍贵材料, 杀, 周天宇力气十足, 神情暴怒, 比武器嘛, 楚汉风想了想, 将黑色长池取了出来, 幻化出同样的一把天蛇剑, 大荒天兵术, 刻画世间一切兵器, 楚汉风手中的天蛇剑要更强得多, 那天蛇仿佛活过来, 两道金色光芒大盛, 只听砰的一声, 两人的身影交错, 双剑碰撞, 随即在周天宇惊骇的目光中, 他的天蛇剑竟然断裂成两半, 我踏马, 周天宇直接欲哭无泪, 妖虫打不过人家, 不法被人家虐, 怎么一个兵器, 一招就被砍断了, 看看楚汉风的底蕴, 再看看自己, 周天宇突然有种错觉, 到底咱俩谁才是大家族子弟, 楚汉风自然不会客气, 直接一掌将周天宇拍倒在地, 右脚狠狠地踩在对方脸上, 周天宇, 你还记得三年前吗? 那场比试, 楚汉风倒在地上, 周天宇高高在上地看着他, 如今一切都反过来了, 楚汉风突然想起来, 小法师为家的一句台词, 假如我俩角色互换, 我会让你看看, 什么叫残忍? 在另一边, 啸天也是将大地双头狮虎兽, 给蹂躏在地上, 恶狠狠地看着他, 这狮虎兽虽然被制服, 却依旧不愿认怂, 虎头和狮头不断地怒吼着, 在表达自身的愤怒, 啸天先是看着虎头, 虎头也不甘示弱地瞪着啸天, 颇有些你瞅啥, 瞅你咋地的感觉, 啸天举起大肘, 左右开弓, 直接扇了过去, 嗷屋, 虎头在怒吼, 啪啪啪, 又是几爪子落下, 嗷屋, 虎头依旧不愿屈服, 啪啪啪, 喵喵喵, 虎头直接认怂, 啸天又将目光放在尸头的身上, 吼吼吼, 虎头狂暴地怒吼着, 啪啪啪, 鸣鸣鸣, 虎头比想象中耸得还快, 楚汉风用自己四十一的鞋底, 狠狠地踩着周天宇的脸, 将对方的脑袋都快踩进地下, 你不是挺豪横吗, 继续豪横呀, 不是要助兴吗, 爽了没, 秦朗作为这场宴会的东道主, 自然要阻止一下的, 他连忙站出来, 向征信地拉了拉楚汉风, 笑道, 汉风只是切磋而已, 用不着下这么重的手, 骚瑞, 骚瑞呀, 楚汉风连忙摆摆手, 一时打得兴起, 这不是助兴吗, 我在信头上, 怪我, 怪我, 他虚情假意地将周天宇扶起来, 关切地问道, 周学长, 你没事吧,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可怎么办呀, 我做梦不都得笑醒, 说到这, 楚汉风目光环视四周, 大声说道, 我觉得, 大家都应该给周学长鼓掌说, 用一只妖宠, 哪怕被我打爆, 头都给捶来, 被我踩在脚下, 依旧信守承诺, 如此精神, 真乃我被楷模, 周天宇被人扶着, 目光阴狠地看着楚汉风, 他知道, 今天发生的是, 自己的仪式英明, 是彻底毁了, 今天的起始大辱, 我记下了, 周天宇冷声说道, 我周天宇自小便以天骄自称, 十六岁打通第一条妖脉, 十七岁打通第二条妖脉, 如今不过相隔两年, 便已经打通三条妖脉, 成为仙天欲妖师, 你这种蝼蚁, 只会一时阴谋诡计, 永远都不可能与我相提并论的, 哦, 你被我用脚踩过, 楚汉风平静地回道, 我所创之天门, 乃是北仓最大的势力, 从今天开始, 天门将与你全面开战, 周天宇亲和道, 你被我用脚踩过, 楚汉风不为所动, 我周家乃是平狐狮最大的势力之一, 只要我一声令下, 今后平狐狮将无你立足之地, 周天宇继续威胁道, 你被我用脚踩过, 人类的本质就是复毒机, 今天开始, 你我将永远不死不休, 周天宇目光很辣, 你被我用脚踩过, 你踏马, 就没有别的话了吗? 周天宇感觉自己气得凶闷,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 切磋住性的事, 也就到此为止了, 周天宇都不等宴会结束, 便在各种异样的目光下离开了, 生日快结束的时候, 有一部分天骄过来跟楚汉风主动打了招呼, 也算是彼此混个脸熟, 三慕童子王少东走过来, 拍了拍楚汉风的肩膀, 大笑道, 楚兄弟, 解气, 真解气, 这周天宇平日里高傲得很, 好久没见他这么吃别了, 楚汉风轻笑了一声, 不过, 你要小心点, 这人牙子必爆, 尤其是他身后站着周家这个庞然大物, 王少东说道, 多谢提醒, 楚汉风笑着点点头, 不过这世间的事,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若是做什么都顾前顾后, 那永远也成不了大事, 跟王少东简单聊了几句, 因为宴会结束, 楚汉风也准备离开的, 秦朗这时赶过来, 抱歉笑道, 我也没想到, 今天的事会变成这样, 不过你放心, 若是周家插手, 已是压人, 我会出面保你的, 楚汉风摇头失笑, 正跟秦朗聊天时, 有跑车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两人转身看去, 只见慕容烟开着一辆红色跑车, 从不远处行驶来, 他按下车窗, 将墨镜取下, 看着楚汉风笑道, 楚公子应该没车吧, 我送你回去, 抱着不蹭白不蹭的想法, 楚汉风这还是平生第一次坐跑车, 在震耳的轰鸣声中, 跑车化作一道红色流光, 消失在成天山下, 去哪, 慕容烟戴着墨镜, 直视前方, 问道, 青胡楼, 楚汉风回到他在打算完成第二个任务, 也就是捕杀一百只青蜂牛, 然后取其剑子肉, 想完成这个任务, 就必须去买紫金穹浆果, 夜晚的青胡楼显得格外的热闹, 春风吹过四周的柳树, 凉风袭袭, 在青胡楼有一条十分著名的九顶街, 这条街及美食, 服装以及各种药材市场为一体, 可以说横跨了大半个青胡楼, 几乎卖什么的都有, 跑车停进了地下车库, 楚汉风与慕容烟两人来到九顶街, 在繁华的街道入口处, 有一尊脚踩铜顶, 先锋盗谷的中年男子雕像屹立在此, 这雕像存在的年代很久远, 据说当初九顶街建立时, 雕像就已经存在了, 甚至九顶街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也是为了纪念眼前这尊雕像, 因为这雕像的男子尊号, 九顶真人, 说他是平湖市的就是英雄也不为过, 130年前, 北丘的湖族率领众妖兽攻打平湖市, 当时的平湖市已经岌岌可危, 妖兽几乎占领了一半的城市, 人族与妖族昔日对决的地方, 便是这里, 当时两族的战力相当, 本来打得势军力敌, 随之湖族的族长九尾妖狐突然参战, 他以无敌之姿横扫了整个人族, 在最危机的时刻, 一名叫九顶真人的散修路过平湖市, 他毅然死站拦住了九尾妖狐, 以深化鼎九顶镇天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 与九尾妖狐同归于尽, 那一战结束, 九尾妖狐死去的地方, 有了一座青湖楼拔地而定, 而这条街便世世代代被冠以九顶街的名号, 时至今日, 有人路过九顶真人的雕像时, 还是会朝他拜一拜, 表示对他的尊敬, 走进九顶街, 慕容烟看什么都新鲜, 好吃的, 好玩的买了一大堆, 楚汉风倒是不怎么感兴趣, 咱们先去吃饭吧, 慕容烟说道, 不是刚刚在成天山吃完饭吗? 楚汉风无语, 感觉这些街边小吃更好吃的样子, 慕容烟笑道, 他拽了拽楚汉风的胳膊, 哎呀, 你也不差这一会的时间吗? 好吧, 楚汉风摇了摇头, 想吃什么我请客, 就当是赴你车费了, 平胡式的特色是鸡粥和鸠面, 慕容烟又顺手买了一大堆小吃, 两人找了一个偏安静的饭店, 开始吃了起来, 这家饭店叫北丘饭馆, 据说是新开的饭店, 店内的装修很奇怪, 走进大门, 门口的吧台上, 放着一只招财壶的玩偶, 四周的墙壁上, 贴着的壁纸画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狐狸, 好像啊, 一走入店内, 楚汉风吸了吸鼻子, 说道, 是花粉的味道, 慕容烟笑道, 而且这花粉很特殊, 清香又不腻人, 应该是茉莉花或者桂香, 两人正吃着饭, 突然从店外走进来一名瞎子, 这瞎子的年龄不大, 三十岁左右的模样, 打扮得颇有几分阴气, 一身黑色长衫, 留得竟然是长发, 长发一丝不乱地用发际束缚着, 他的双眸前绑着一条黑布, 手拿一根黑棍, 男子进入这里之后, 在楚汉风的隔壁坐了下来, 他没有要吃的, 就这般静静地坐在那里, 这人好怪, 慕容烟低声说道, 两位, 谁知黑衣男子突然转过头, 看向楚汉风两人, 说道, 吃完饭就早些离开吧, 这里不宜久待, 慕容烟没有理会男子, 任何人都不喜欢吃饭的时候, 被催促, 这花粉好香, 等会去问问老板娘, 他是在哪买的, 慕容烟看向楚汉风, 笑道, 两位男都没有闻到, 这花香味下, 还有另一种味道吗? 男子说道, 什么味道? 楚汉风微微皱眉, 一股狐狸的骚味, 男子话音落下, 只听砰的一声, 原来是饭店的服务员, 不小心把一个盘子给打碎了, 我们走吧, 楚汉风站起身, 说道, 慕容烟一言不发地跟在他身后, 一直到走出饭馆, 慕容烟方才说道, 那男的莫名其妙, 以后别来这家店吃饭了, 楚汉风说道, 为什么? 这家店在九鼎街很有名的, 虽然是新开的, 但味道很好, 慕容烟解释道, 急风湖, 静剑, 后天, 幻影湖, 静剑, 咸天, 火云湖, 静剑, 心窍, 这是楚汉风刚刚开启命运之谋, 从那饭店的几名服务员身上得到的信息, 其实最开始, 他并没有注意这一点, 直到男子提醒后, 他才打开命运之谋, 楚汉风深深地看了北丘饭馆一眼, 毫无疑问, 这是一家狐族开的饭店, 妖族可化成人形,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第一, 只有那些传承的大妖族才有化形的传承, 普通妖兽根本不可能化形, 第二, 妖族就算化形人族也只是模样变了, 但他们身上的妖气很难掩盖, 人族中有不少强者都可以发现, 至于第三点, 大多数妖族对于自己的相貌是满意的, 他们也不屑去化形人族, 楚汉风不知道这些狐族的目的是什么, 他也懒得管, 只要对方不来针对自己, 别问那么多原因, 总之是为了你好, 你非要去, 若是出了事, 别怪我没提醒, 楚汉风说道, 好吧, 慕容烟只能点点头, 反正我过一段时间就会飞禹成了, 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来, 两人穿过热闹的小吃街, 终于来到了一处药材市场, 这里是专门卖各种各样的零药, 市场很庞大, 一眼看不到镜头, 其中有无数个小贪连接在一起, 看到有生意上门, 小贩连忙拉住了楚汉风, 笑道, 想要什么灵药, 紫荆穷江国, 你这边有吗, 楚汉风问道那是什么, 听都没听过, 小贩微微皱眉, 随后楚汉风一连找了十几个摊位, 竟然都没有听过这种灵果, 楚汉风知道他洗手, 没想到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无奈, 他只能找小贩问道, 咱们这市场, 谁家药材最多, 见识最广呀, 你去孙药王那边, 小贩不耐烦地指了指方向, 当楚汉风来到孙药王的店铺前时, 只见这店铺规模不算大, 一名皮肤辣黄的老者坐在门口抽着烟, 请问前辈可是孙药王, 楚汉风问道, 给面子的叫孙药王, 不给面子就叫孙老头, 老者摆摆手, 声音沙哑地笑道, 前辈, 不知你这里可有紫金穷江国, 楚汉风问道, 听到这话, 孙药王诧意地抬起头, 这种灵果很少的, 炼丹的作用几乎为零, 也就只有一些妖兽喜欢吃, 孙药王思索少许, 最终说道, 我没有, 但我知道谁有, 还请前辈指教, 楚汉风连忙说道, 也罢, 看在你们这么礼貌的份上, 我给你们纸条名路, 孙药王说道, 在平湖市有座北苍学府, 前辈, 我就是北苍的学生, 楚汉风说道, 那真是巧了, 你们学府旁边有条美食间, 我记得那人好像在那里开了一家麻辣烫店, 孙药王回忆道, 他的妖宠, 该不会是一只厨师熊吧, 楚汉风问道, 他记得, 自己之前还和王帅去那家店吃过饭, 没错, 你见过他, 孙药王笑道, 他叫李涵空, 平生最喜欢收集各种稀有灵药, 基本上找他, 各种灵药是十拿九稳, 听到孙药王的话, 还没等楚汉风开口, 慕容烟就惊叫道, 李涵空, 是鬼手独一李涵空吗? 什么鬼手独一, 楚汉风一脸疑惑,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慕容烟解释道, 咱们蔚蓝帝国内, 有两大最强的治疗系御妖师, 据说连蔚蓝帝国的皇室见到他们, 都要进入上兵, 他们分别是人心圣衣普渡禅师, 鬼手独一李涵空, 跟孙药王道谢告别后, 楚汉风与慕容烟也离开了, 咱们去找李涵空吗? 慕容烟兴兴志勃勃地问道, 你都不看看现在几点了, 楚汉风回道, 人家估计早就睡觉了, 还是我明天去找吧, 其实我挺想见见传说中的鬼手独一, 慕容烟说道, 要是他能去我们飞玉城, 就再好不过了, 你怎么什么事都想着飞玉城, 这全殿下所有的好事, 难道还能都让你们飞玉城战了? 可是, 在这魏蓝帝国内, 我飞玉城就是最好的去处, 相信我, 过不了几年, 连帝都会被我们远远地甩在后面, 慕容烟自信地说道超越帝都, 那也要看魏蓝帝国答不答应, 楚汉风笑道, 我们飞玉祖师还活着, 虽然明面上我们属于魏蓝帝国管辖, 但早已经是国中国, 慕容烟自豪地说道, 我们无需听从任何势力的命令, 楚汉风突然有种猜想, 魏蓝帝国与飞玉城今后绝对会有一战, 因为魏蓝帝国内不需要这妖牛逼的存在, 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酣睡, 两人回到慕容烟的跑车上, 慕容烟打算将楚汉风送回家, 还没等他下车查清情况, 只见一只血手印在车窗上, 随即一道身影满身是血的, 从地上爬了起来, 是你, 楚汉风看着眼前的男子, 正是刚刚在北丘饭馆遇见的那名瞎子, 此刻他口吐鲜血, 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了, 男子不断地拍打着窗户, 似乎有话要讲, 楚汉风连忙将车窗摇下来, 去执法殿找萧英, 男子将一尊拳头大小的青铜顶扔进车内, 用尽最后的力气, 楚汉风抬头看去, 瞬间脸色大变, 一大群狐狸从不远处狂奔来, 有全身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烈焰壶, 也有通体雪白的的雪魅壶, 赤色的赤壶, 力气十足的暴征壶, 总之一大群狐狸, 一跃就有十几米那么高, 有的沿着两旁的商铺在飞檐走壁, 有的甚至长了两只翅膀凌空飞翔, 他们追寻的目标正是这瞎眼男子, 快逃, 执法殿消音, 记住我的话, 瞎眼男子大喝一声, 随即转身朝相反的方向逃去, 似乎要引开这些妖狐, 不过这些妖狐显然没有这么好骗, 他们也是兵分两路, 大部分去追瞎眼男子, 一小部分则追着楚汉风两人, 执法殿就在青狐楼, 咱们去找执法者, 楚汉风大喊道, 不行, 去往青狐楼的路都被这些妖狐风堵了, 咱们只能朝相反的方向逃, 慕容烟脸色难堪地说道, 他脚踩油门, 跑车那劲爆的奔腾声不断地咆哮, 随即化作一道流光冲了出去, 虽然跑车的速度飞快, 但那些妖狐依旧切而不舍地追着, 跑车驶进高速公路, 在夜晚的主路上出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 一辆跑车全速穿梭于拥挤的车辆中, 横向飘移, 惯性飘移, 侧向飘移, 快速转弯, 此刻的慕容烟就宛如战神般, 这车技一度让楚汉风以为自己在坐速度与激情 或者QQ飞车, 而身后几十米远, 一群妖狐在狂奔着, 他们体态轻盈, 速度如电, 每一次他们越起落下时, 都会落在附近行驶的车辆顶部, 那强大的惯例直接将车辆压扁, 一时间死伤无数, 整个高速公路都瘫痪了, 那些执法者真是吃干饭的, 楚汉风抱怨道, 妖狐就藏在九顶街, 他们眼皮底下, 竟然没人能发现, 执法者数量还是太少了, 不能方方面面都侦查道, 慕容烟回道, 还有那个瞎子, 也不是个好东西, 楚汉风气愤道, 也不问我答不答应, 就直接让我找什么效应, 现在好了, 咱俩都牵扯进来了, 楚汉风看着手中的青铜小鼎, 这是一尊三足鼎, 上面刻着鼎盛千秋四个字, 表面镀了一层青铜, 看样子, 年代应该很古老了, 命运之谋看过去, 九顶钥匙, 可破除九顶阵法的关键钥匙, 看到这介绍, 楚汉风内心已经有了猜想, 那些妖狐寻找的东西, 应该就是这个了, 他越想越气, 自己这完全是无妄之灾啊, 什么妖狐出事, 跟他楚汉风有个锤子关系, 咱们怎么办, 楚汉风问道, 甩不掉那些妖狐, 慕容烟透过后视镜, 看了看身后依旧穷追不舍的妖狐群, 说道, 等会我把车从路边开下去, 然后咱俩跳车, 楚汉风微微点头, 如今之际也只能这样了, 身后的狐妖有十几只,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迹象, 红色的跑车在轰鸣着, 慕容烟精神紧绷, 终于, 他一声轻鹤, 跳, 跑车仿佛飘移刹车失灵般, 直接撞断路边的栅栏, 从高坡中滚落而下, 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身后的狐狸连忙朝高坡下狂追而去, 等一切风平浪静后, 一旁的灌木丛中, 楚汉风两人的身影钻了出来, 走, 楚汉风轻鹤道, 他们很快会发现的, 楚汉风将笑天召唤出来, 坐在小区的石椅上休息着, 慕容烟也坐在他的旁边,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楚汉风问道, 不是咱们, 是你, 慕容烟折指楚汉风, 笑道, 我要回飞玉城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不会吧, 关键时刻, 你不讲义气, 楚汉风说道, 慕容烟将手机拿出来, 上面刚刚收到短信, 速回两个字, 我倒不害怕狐妖, 他们今晚只是打了执法者一个措手不及, 等明天全程戒严, 这些狐妖根本没机会找你麻烦, 他们先要考虑自身藏匿安全, 慕容烟解释道, 萧英, 角色楼谁想的角色, 可以来认领一下, 另外520块了吧, 我讨厌这种节日, 也不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 楚汉风微微点头, 他知道慕容烟说的是有道理的, 明天估计全程会对狐足进行大清理, 他们哪有时间找自己麻烦, 两人道别之际, 慕容烟笑道, 你若有机会来飞玉城, 一定找我, 楚汉风微微点头, 他突然想起来, 自己今天的迁道可还没弄呢, 这不是个好习惯, 楚汉风觉得自己膨胀了, 这么重要的事竟然忘了, 他去外面的便利店买了一瓶肥宅快乐水, 迁道便利店获得水源幼体, 还差一只就可以融合元素之灵了, 楚汉风心情不错, 回到了家后, 父母已经睡了, 他则开始修炼脸稀神觉, 续日东升, 万物复苏, 楚汉风洗完脸, 看着镜子中映照的那张脸, 不禁感慨道, 这世上怎会有如此精势颜值, 这可让其他男人怎么活啊, 跟爸妈到了招呼, 他准备直接去麻辣烫店找李涵空, 清晨的麻辣烫店生意并不算很好, 李涵空正在收拾着店铺的卫生, 他动作不快, 但做得却十分认真, 一丝不苟的模样, 李前辈, 楚汉风走上前, 问候道, 对方微微沉默了少许, 没想到自己的身份被暴露了, 我没有恶言, 只是想向你购买紫金穷浆果, 楚汉风解释道, 用雪莲来换, 李涵空直接说道, 这让楚汉风有些为难了, 领动之主神秘消失, 从那以后这世间再无雪莲, 目前仅存的一些雪莲也都已经是绝版了, 不过他看李涵空的态度, 这件事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其实雪莲本来的价值并不高, 主要是他现在已经灭绝了, 无奈, 楚汉风只能回到北苍学府中, 回到学院后, 他找到了张兰, 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吧, 什么事? 张兰问道, 兰姐, 你之前不是认识执法店的副店主李清禾吗? 楚汉风笑道, 前几天众人去白草界的时候, 还是李清禾带的路, 怎么? 你想加入执法店? 张兰问道, 哪能啊? 你是我老师, 我这根小草还想在你的光芒下多沐浴沐浴, 才能茁壮生长, 楚汉风笑道, 我是想跟李店主打听一些事, 什么事? 张兰问道, 我有一个失散多年的表哥, 名叫萧英, 听说他在执法店上班, 我就想找找看, 张兰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拿起手机给李清禾打了一个电话, 在电话那头说了几句, 随即将手机给了楚汉风, 喂, 李店主, 没错, 找萧英, 我表哥, 真是我表哥, 天地良心啊, 一父一母的清表哥, 挂掉电话, 张兰好奇地问道, 你跟亲儿说什么了? 李店主让我现在去执法店, 楚汉风说道, 我跟你一起去, 张兰站起身, 回道, 这个, 不好吧, 楚汉风迟疑, 你是我学生, 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我也有责任, 张兰回道, 而且今天整个平湖市都在抓狐足, 你过去我不放心, 张兰开的车乃是一辆白色的奥迪A3, 车不算大, 但坐着很舒服, 车辆一路行驶来到清湖楼, 这一路上都可以感觉到戒备森严, 街道上有执法者组成的执法队严查着, 各个地铁口包括火车站, 全部严密安检, 尤其是清湖楼附近, 更是如同天罗地网般被围了起来, 当楚汉丰两人到来时, 李清禾跟一名中年男子亲自接待了两人, 李清禾依旧跟之前一样, 气质冰冷, 不苟言笑, 他将楚汉丰两人带入执法店内, 先是倒了两杯茶, 方才将目光看向楚汉丰, 说吧, 找我们萧店主有什么事? 萧, 萧店主, 萧英是我们执法店的店主, 你不知道吗? 李清禾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跟表哥好久没见了, 不太了解, 楚汉丰善善一笑, 表哥, 这时, 旁边一直未说话的中年男子开口了, 我站在你旁边这么久了, 也没听你叫一声表哥呀, 你是萧英, 楚汉丰被吓了一跳, 郑主就在自己旁边, 你们先出去吧, 萧英看了他李清禾跟张岚, 说道, 直到两人出去, 萧英目光紧紧地盯着楚汉丰, 这一刻, 他周身威势强大, 带着一股压迫感, 问道, 谁告诉你这个名字的? 什么名字? 楚汉丰惊骇, 因为被对方盯着, 就仿佛被一头绝世凶鹰给盯上了, 那阴霾的双眸刺破心脏, 带着令人窒息的感觉, 强, 真踏马强, 这是楚汉丰的第一感觉, 我本名叫萧灵, 至于萧英这个名字, 除了一些特殊的人外, 无人得知, 中年男子笑道, 说说吧, 谁让你来的? 楚汉丰这才明白过来, 自己一个电话, 对方就立刻安排见面, 原来是早就漏线了呀, 是一个瞎子, 让我来找你的, 楚汉丰实话实说, 他让我告诉你, 妖狐出世, 要想尽办法阻止, 否则平胡逝将灰飞烟灭, 对了, 他还给了我一尊青铜鼎, 青铜鼎呢? 萧英连忙问道, 青铜鼎可以给你, 但我有个条件, 楚汉丰说道, 什么条件? 我需要一株雪莲, 听到这话, 萧英双眸犯着危险的光芒, 你想趁机要挟我, 谈不上要挟, 楚汉丰无奈地说道, 大哥, 咱俩凭良心说, 我踏马昨晚就逛个街, 招谁惹谁了, 被那死瞎子给牵连, 让狐妖追杀了半个贫护士, 昨晚我做梦都是被追杀的噩梦, 我要这点赔偿过分吗? 听到楚汉丰的话, 萧英神情稍缓, 说道, 只此一次, 把青铜鼎给我, 等会我让人取雪莲来, 这个, 楚汉丰有些迟疑, 你怕我耍赖, 萧英冷笑一声, 我堂堂执法垫垫主, 言出必行, 放心吧, 楚汉丰想了想, 倒也对, 便将青铜鼎取了出来, 看到青铜鼎的那一刻, 萧英似乎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两人走出房间, 张兰看到楚汉丰没事, 也就放心了, 没过一会, 便有执法者带着装有雪莲的盒子 交给楚汉丰, 言而要, 我踏马中脑子啊, 竟然能要东西, 为何不直接要紫禁穷江国, 而舍尽求远呢? 走出执法殿后, 楚汉丰一拍脑袋, 懊悔道, 懊悔归懊悔, 但也就多费些事情罢了, 张兰带着楚汉丰回到北苍学府, 路上, 说道, 咱们学府的考核, 这几日就要开始了, 你准备一下, 什么考核? 楚汉丰一脸猛逼, 你来北苍三年了, 难道一次考核都没参加? 张兰无语, 老师,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三年来, 别人考核, 我都是在旁边当啦啦队, 楚汉丰笑道, 具体规则是真的不懂, 这次学府的考核地点在新妖界, 张兰说道, 什么? 楚汉丰大惊? 往年好像从未去过新妖界吧? 而且以我们的实力, 去新妖界不就是送死吗? 这个决定刚刚出来时, 学府也有老师反对, 不过这是府主决定的, 张兰解释道, 这次去帝都, 府主好像受到了刺激, 帝都的学生资质比我们好, 学习的环境和资源也好, 但他们依旧时常出没于各种险地, 反过我们这些小城市的学府, 本来资源就没人家好, 学府更像是象牙塔, 把你们保护得周周道道, 这样很难成长起来。 张兰想了想, 说道, 按照府主的意思, 这叫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其实不止你们学生, 我们这些老师也有硬性任务, 像我这种心窍欲妖师, 年底必须突破神脏, 否则奖学金全无。 三年若是达不到标准, 直接取消教师资格。 听说, 你们女人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 楚汉丰试探地问道, 男姐, 你说府主这两天是不是好朋友来了? 听到楚汉丰的话, 张兰脸色微红, 这种事怎么可能跟学生说呢? 他瞪了楚汉丰一眼, 嗨,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问, 楚汉丰白白手, 车辆停在麻辣烫店门口, 楚汉丰下车, 张兰也回去学府了。 店内生意还算不错, 楚汉丰找到了忙碌的李涵空, 血连我找到了, 一听这话, 李涵空连生意都不做了, 直接将饭店的客人网出赶, 开始打烊你跟我来。 李涵空带着楚汉丰来到了店铺后面, 这店铺后面面积要广阔得多, 是一个很大的庭院, 院内栽着一棵庞大的长青树, 几间房子沿着左边建, 你哪来的血连? 李涵空问道, 从执法店买的楚汉丰回道, 紫荆穷将果呢? 拿出来我看看, 李涵空走进一处房间, 没过一会儿, 便拿着一个紫色的小瓶子走了出来, 李涵空将瓶子扔了过来, 楚汉丰接过瓶子一看, 那里面有一颗如同紫荆般梦幻的果实, 隐隐之间还散发着光芒, 其实这次交易, 你赚了, 楚汉丰说道, 现在血连是灭绝草药, 而紫荆穷将果虽然珍贵, 但还没到灭绝的地步, 血连的珍贵对我而言并非是他的稀有, 而是他能挽救一条生命, 李涵空沉没了少许, 将一本书扔给楚汉丰, 这本书正是他之前想换取血连的武技, 森罗万象, 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准你三次带人来我这里, 我可以免费治疗, 李涵空说道, 他乃是鬼手独一, 闻名整个蔚蓝帝国, 他的承诺有多重, 就不需要再提了, 正在这时, 楚汉丰听到了咳嗽声, 声音是从里面的一间卧室传来的, 李涵空脸色微变, 随即说道, 若是没什么事, 你就走吧, 对方下了逐客令, 楚汉丰自然不会久留, 从麻辣烫店出来, 楚汉丰准备去神风域, 也就是清风牛所在的介遇, 如今万事俱备, 只希望道时候不要出岔子为好, 他将笑天召唤出来, 朝清湖楼而去, 白到清湖楼, 刚刚进入执法店门口, 楚汉丰便看见十几名执法者, 压着一只清湖迎面走来, 这清湖乃是一名女子, 声得楚楚动人, 说句红颜祸水也不为过, 她头顶是两只狐儿, 有种惊心动魄的美, 双眸更是眉眼如丝, 如同西域女子般的高鼻梁, 一头长发是金色的, 鹅蛋脸, 嘴唇鲜红如血, 她的身后, 还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两人擦肩而过, 女子略带魅惑的双眸, 朝楚汉丰眨了眨眼, 楚汉丰身体顿时有了反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楚汉丰有些鄙视自己, 不过男人嘛, 懂得都懂, 走进执法店后, 这一次楚汉丰是轻车熟路, 他没有急着去传送阵, 而是先在执法店买了一张神风玉的地图, 以及一张执法面具, 神风玉的地图可以帮助自己寻找青风牛, 甚至躲避一些强大妖兽的巢穴, 而执法面具自然是隐藏身份了, 因为北苍学府的缘故, 楚汉丰是可以免费进去戒狱的, 神风玉在众多戒狱之中属于中等那种, 这里面最强的妖兽乃是神藏, 随着传送阵法的运行, 楚汉丰只感觉自身一阵天旋地转, 没过多久, 他便出现在神风玉中, 神风玉顾名思义, 这里风系的妖兽居多空气中无时无刻不再涌动着青风, 楚汉丰传送的地方正是一片森林的入口处, 这里的大树年代久远, 每一棵都有几个荷豹那般粗, 枝繁叶茂, 阳光从上空落下, 星星点点的光芒透过树叶的遮挡落在地面上, 整个森林很幽静, 青风拂面透新凉, 楚汉丰先是将面具戴上, 然后将地图铺开, 从这里往北三宫里是青风牛聚集地, 他喃喃自语着, 往南三宫里则是紫禁一狮的领地, 楚汉丰打定主意, 先去紫禁一狮那里, 他将脸稀神觉使出, 整个人变得毫无气息, 随即隐藏在灌木丛与大树下, 小心翼翼地朝南方走去, 大约半个小时, 楚汉丰已经隐隐听到了狮子的咆哮声, 这是他们在示威, 不允许任何生物靠近领地, 楚汉丰不敢再冒事前进了, 他开始匍匐前进, 扒开面前的灌木丛, 前方不远处, 他看到了十几只紫禁一狮, 如同巡逻般, 在四周转悠着, 这些狮子通体深紫色, 就仿佛一颗颗紫禁聚而成的, 那身躯在阳光下, 十分地惹人瞩目, 看着前方不远处巡逻的十几只紫禁一狮, 按理来说, 先天以下的妖兽, 智慧是很低的, 他们所有的命令, 都是听从强者吩咐的, 看来, 那紫禁一狮王真要生小狮子了, 要不然, 绝对不会防守这么严密, 楚汉风难难自语道, 楚汉风不知道狮王的所在地, 但他明白, 越是靠近狮王, 那附近的防守就越森严, 于是, 楚汉风专门找紫禁一狮多的地方前行, 他前进得很小心, 有时候猫着腰, 有时候匍匐前进, 有脸吸神觉隐藏气息, 只要他稳一点, 是绝对不会被发现的, 按照估算, 自己现在已经是深入紫禁一狮的老巢了, 一旦暴露, 那便是整个狮群毁灭式的打击, 楚汉风前行了一段路后, 突然听到了紫禁一狮的怒吼声, 他吓了一大跳, 难道自己暴露了? 很快, 他便发现狮群的目标并不是自己, 而是朝东南方向不断地涌动着, 在那里, 有人乘坐一只幽灵狮就飞掠在苍穹, 在这片森林的上空徘徊着, 紫禁一狮虽然也长有翅膀, 但它们是无法飞行的, 那翅膀最多让它们在低空能够速度加快一些, 紫禁一狮在怒吼着, 一道道紫色洪流从头顶的紫禁中击射而出, 直接朝苍穹上的幽灵狮就杀去, 这里有成百上千道洪流, 密密麻麻, 苍穹仿佛都要千疮百孔般, 这人疯了, 楚汉风疑惑, 他如此光明正大地闯入紫禁一狮的领地, 要知道紫禁一狮族起码有几百只狮子, 这完全是找死的节奏啊, 正在这时, 楚汉风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只见有三道隐藏气息的身影从不远处偷偷潜了进来, 这三道身影隐藏气息的功法并不高明, 瞬间便被楚汉风给识破了, 反观是楚汉风的脸吸神诀, 一直隐藏得很好, 二哥,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兽猴, 老大已经吸引了狮群的注意力, 我们只需要前进去, 杀了那紫禁一狮王即可, 肥龙, 这不现实, 狮王是神葬的存在, 我们去了会被直接秒杀的, 你们两个都住嘴, 二当家杨威看了看身后的兽猴和胖龙这两个蠢货, 说道, 紫禁一狮王分娩的时候, 哪有力量与我们战斗, 你们两个负责引开山洞的紫禁一狮, 我偷偷潜入即可, 三人低声将计划全盘而出, 而趴在不远处灌木丛的楚汉风是听得仔仔细细, 他总觉得这三人在作死, 不过却是可以利用一番, 三人似乎知道狮王巢穴的位置, 楚汉风低调地跟着三人走, 终于, 一段路程后, 面前茂密的苍天古树开始减少, 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巨石堆积的山洞, 山洞的四周, 有十几只紫禁一狮驻驻扎着, 他们虎视眈眈地看着四周, 而且山洞内, 时不时传来狮王的痛吼声, 这十几只紫禁一狮鸡本都是先天静, 其中只有一名紫禁一狮, 像是头领的存在, 乃是心窍禁, 比想象中还要严密, 楚汉风难难自语, 这三人中, 肥龙与兽狐乃是先天欲妖师, 而那二当家杨威则是心窍欲妖师, 如此看来, 这个介域闯荡者的小队实力是不错的, 三人都没有行动, 他们要等待狮王分娩的最关键时刻, 才能出手, 时间再一点点地消耗, 那山洞内, 狮王的痛吼声越来越大, 一声比一声洪亮, 甚至有些嘶哑, 震耳, 楚汉风在后面看着, 三人已经准备开始动手了, 这三人的所有妖宠加起来, 有整整十只, 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其余几只妖宠很普通, 楚汉风关注的不多, 有三只妖宠比较强, 四刃血糖, 狮鬼猪以及血月魔狼, 这三只妖宠都能登上地界妖宠榜, 在蔚蓝帝国内, 有天界妖宠榜和地界妖宠榜, 能登上这两个榜单的, 无一不都是妖兽中十分强的存在, 榜单月靠前, 更是威名赫赫, 潜力与实力并重, 冲进去, 二当家杨威低喝一声, 他的另一只妖宠迷离蚊蝶, 缓缓飞向洞穴中, 这迷离蚊蝶在上空处, 从身躯四周, 开始散发出浓郁的迷雾, 瞬间整个山洞四周, 便是白茫茫一片, 杀, 胖龙与兽虎, 控制着各自的妖宠, 朝紫禁一尸群冲击而去, 至于二当家杨威, 他的另一只妖宠暗影兽, 沿着四周大树的倒影, 一点点的伺机而动, 冲入山洞内, 他们也想抢那只小狮子, 楚汉风喃喃自语道, 不过他眉头紧皱, 不对劲, 十分的不对劲, 如此庞大的狮群, 竟然只有一名心翘劲的妖兽, 他抬头看了看山洞内, 那漆黑的山洞, 总有种危机的错觉, 楚汉风依然没有动, 他只有一次机会, 绝对不能失败, 突然间, 山洞内, 又是两道庞大的紫禁一尸的身影, 缓缓走了出来, 他们周身, 心翘劲的妖气在涌动着, 威严的双眸盯着外界的乱象, 怎么还有两只心翘劲妖兽, 杨威脸色难堪, 山洞内, 狮王分娩的吼声还在不断传来, 看样子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这个时候, 杨威等人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只能选择用硬实力撕开一条口子, 杀入山洞内, 这片天地混乱成一片, 终于, 山洞内狮王的声音渐渐平静下来, 喷喷喷, 有沉重的脚步声从山洞内传来, 原本还在混战的狮群顿时退下, 匍匐在大地上, 表示对脚步声主人的尊敬, 山洞的黑暗渐渐消散, 一只更加庞大的紫禁一尸出现在洞口, 假如说, 其他紫禁一尸的身体如同晶体般, 那么它便是血肉之躯, 红紫色的毛发浓郁地覆盖全身, 它单单是一只利爪, 大小就与普通的紫禁一尸一样大, 上面零次之笔的紫禁凝固着, 隐隐间似乎有雷霆闪烁, 身后一双黑紫色的翅膀铺天盖地地展开, 仅仅是站在原地的气势, 就镇压了一切, 这是, 狮王, 杨威瞳孔一缩, 胖龙以及兽狐也是脸色巨变, 一时间有了退缩之意, 别怕, 他刚刚分娩完, 身体很虚弱, 基本没什么战斗力, 杨威说道, 咱们只要抓住那几只小狮子, 就可以威胁他, 从而离开这里, 这是咱们唯一的生路, 听到这话, 胖龙与兽狐两人也是重重地点点头, 他们这些介于闯荡者本就是刀口舔血的职业, 生死这种事, 脑袋就像绑在裤腰带般, 三人都杀出了血气, 一共控制着十只妖虫, 再加上他们三人也都修炼过武技, 一时间狮群竟然无法奈何他们, 反而是被伤了好几只, 紫禁一狮王看到这一幕, 眼前一亮, 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他小心翼翼地前行着来到了那洞穴的左侧, 随即将紫禁穷江国取了出来, 扔在这左侧的树下, 然后楚汉风又饶了半圈, 回到了洞穴的右侧, 静等时机, 妖兽的鼻子是很灵的, 很快, 紫禁穷江国的香味便飘了过来, 狮王眼前一亮, 这种东西对于他们而言有致命的吸引力, 只是他的警惕性十分地高, 竟然在原地思索了许久, 眼看着杨威三人被狮群团团围住, 再翻不起什么风浪后, 他才一步步朝紫禁穷江国的方向走去, 这种紫禁穷江国对于他们的诱惑力, 可不仅仅是好吃, 而且能够帮助他们修炼, 以他如今虚弱的状态, 若是吃一颗紫禁穷江国, 只怕起码能恢复三分之一的状态, 就是现在, 楚汉风目光如见, 身影飞快地窜入洞穴中, 逆龙七步使出, 这一次他没有使用龙威, 只是巧妙的步伐, 若是有龙威, 瞬间便会暴露, 一直到冲入洞穴后, 楚汉风狂跳的心脏还没有平复下来, 他快速朝洞穴走去, 这里面十分的黑暗, 不过也不算深, 终于, 楚汉风来到最里面, 那里有一些树枝和软草搭建的窝, 里面有四只小狮子正酣睡着, 旁边还有一些血迹, 四只, 楚汉风心中一喜, 小狮子越多, 他逃跑的概率就越大, 他二话不说, 直接从戒镯中取出一个准备好的大布袋, 可惜的是, 戒镯不能装活物的, 除非是妖宠弹, 否则已经破壳, 而出的妖兽是不能放进去的, 用布袋将四只小狮子全部装起来, 然后楚汉风给肩膀上一扛, 小心翼翼地朝洞外走去, 在靠近洞口时, 楚汉风看到了那只守护在洞口的紫禁翼狮王, 他知道, 想要悄无声息地离开, 注定是不可能了, 迁到神风森林, 获得风源幼体, 五只属性右体凑起, 楚汉风也是成功地融合出一只元素之灵, 由金、火、魔、水、风, 五种属性而来, 那元素之灵的卡片看得出来, 他的身形乃是人形, 通体以白色为主, 在头顶处有一顶皇冠般的光运在漂浮着, 他没有眼睛, 他的脸是黑色的, 那黑脸之上一共镶嵌了五颗水晶, 分别是代表金的金色水晶, 代表水的蓝色水晶, 代表魔的黑色水晶, 代表火的红色水晶, 以及代表风的青色水晶, 五颗水晶镶嵌在脸上, 而他的脖子处带着一条元素项链, 假如你以为这元素之灵只是一个单纯的辅助妖宠, 那就大错特错了, 它是集辅助, 攻击以及防御为一体的全能妖宠, 当然, 还是以辅助为主, 其他两个当面则是要相对稍弱一些, 第三条妖脉很快融合了这元素之灵, 楚汉风感觉自己的妖气再次磅礴了数倍, 这是一种纯粹力量的提升, 他目光缓缓睁开, 仿佛有元素之力在涌动着, 竟然无法悄无声息地离开, 那就, 楚汉风冷喝一声, 逆龙七步, 龙银阵阵, 射人心魂, 一步风行, 二步横空, 三步登天, 四步神游, 逆龙七步虚幻的身影飞掠而过时, 就连紫荆一尸王都微微有些愣神, 仿佛一条金色神龙穿过他的尸海, 等他回过神时, 楚汉风的身影已经跑出几十米远, 感受到洞内自己孩子的气息消失, 紫荆一尸王是彻底的愤怒了, 他一声震笑山林的怒吼传来, 几乎所有的尸群都抛开眼前的战斗, 一个个怒目元争看着楚汉风连杨威三人都愣了一些, 踏马的, 有人趁着我们拖住尸群, 把小尸子偷了, 咱们给人打工了, 杨威怒喝道, 小子, 小尸子留下, 否则我们白龙团杀你到天涯海角, 楚汉风冷笑了一声, 他戴着执法者面具, 对方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身份, 他朝森林的北方狂奔着, 小子, 敢做不敢当, 算什么男人, 杨威再次暴怒道, 敢不敢留下你的名号, 怕你不成, 楚汉风有些气愤地说道, 也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北苍学府朱婷婷视野, 今日这紫荆一世爱事, 改日一定讨教一番, 看着楚汉风逃命的背影, 杨威三人面面相去, 因为此刻, 紫荆一世群根本懒得理他们, 全部在追杀着楚汉风, 咱们怎么办, 胖龙问道, 先去找老大会合, 也算是捡了一条命, 朱婷婷, 这个恩怨我记下了, 杨威冷声说道, 尽管逆龙七步的速度很快, 但楚汉风依旧逃跑得很吃力, 主要是这片天地, 全是紫荆一世的领地, 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 简直像疯了一样, 眼看着要被追上, 楚汉风直接抓起一只小狮子, 扔向了相反的方向, 那些紫荆一世群连忙停下脚步, 小心翼翼地接起狮子, 又继续追, 就这么一路狂奔, 楚汉风疯狂地逃, 狮群不要命地追, 整个森林市鸡飞狗跳, 人仰马翻, 终于, 当楚汉风一连扔了三只小狮子, 拖延了许久后, 终于来到了青蜂牛的领地, 隔得有一段距离, 楚汉风已经能听到隐约间的牛眸声, 他的身影连忙止住, 因为在对面, 数百只青蜂牛就聚集在那里, 紫荆一世的暴动, 早就引起了周边一群妖兽的警惕, 其中自然包括青蜂牛, 作为天敌所在, 青蜂牛对于紫荆一世一直是十分痛恨的, 两者见面便是一场死伤大战, 前有数百只青蜂牛, 后也有一大波的紫荆一世, 楚汉风被前后夹击, 他看了看四周, 直接将最后一只紧剩的小狮子, 扔进了青蜂牛的群体中, 然后他纵向朝左边逃去, 眼看着小狮子宛如一道坠落的流星般, 掉入了青蜂牛群中, 俗话说得好,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狮群和牛群不断地怒吼着, 狮群咆哮着朝小狮子而去, 而牛群则是双眸泛红, 那巨大的牛角上妖气暴涨, 化作一道道青色的疾风冲撞而来, 这是两个种族又一次的交锋, 场面一度混乱成一片, 狮群的怒吼和牛群的谋叫响彻在整个森林中, 楚汉风看着两方的战斗, 一头头的青蜂牛与紫禁一狮倒在血泊中, 一二三四, 他开始一支支地数了起来, 大战的最后, 最终以紫禁一狮的惨胜而收尾, 随着大量的牛群和狮群撤走留在原地的, 全是数不尽的尸体, 血流成河, 血腥未充是半个森林, 楚汉风将大荒天兵兽换化成匕首, 开始收割起战利品来, 这匕首锋芒毕露, 一刀下去就如同切豆腐般, 紫禁一狮, 他们体内的紫禁石则是最值钱的, 楚汉风手急眼快, 他必须尽快打扫战场, 因为这里的大战会很快引起其他妖兽的注意, 只是现在战斗刚刚结束, 许多妖兽碍于青蜂牛与紫禁一狮的强大, 不敢贸然轻举妄动, 但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蜂拥而至, 瓜分战利品, 这便是妖兽界的规则, 隐血如毛, 适者生存, 楚汉风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得到了多少战利品, 只是戒着中被放了满满一大堆, 如同小山堆积般, 最后他直接都麻木了, 双手累的感觉不属于自己, 四周也渐渐有了其他妖兽的身影, 楚汉风不敢久留, 连忙离开了神风域, 从传送阵法中出来, 他在青湖楼找了一辆出租车, 上了出租车后, 楚汉风有种很怪异的感觉, 好像冥冥之中, 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 他环顾四周,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人或者是, 但就是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青湖楼这地方邪门, 以后还是少来, 楚汉风内心暗自想到, 他回到了学院后, 先是找到朱婷婷, 想把任务奖励给领了, 毕竟是两万学分呀, 这样也可以去学府兑换一些好东西, 武技方面, 楚汉风有些缺少, 主要是一个大碑碎空掌, 攻击方式太单一了, 而李涵空送给他的森罗万象, 这是一本通俗来讲的分身之术, 就是利用森罗幻象制造出另一个自己, 步伐有逆龙七步, 这已经足够了, 当一百块剑子肉被取出来时, 朱婷婷也是目光惊讶, 你这是怎么完成的, 他好奇地看着楚汉风, 按理来说, 以楚汉风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我没必要告诉你吧, 楚汉风没好气地回道, 学分呢, 朱婷婷笑了笑, 先是给楚汉风的学牌中, 充了两万学分, 随即说道, 我知道你对我有怨言, 不过没关系, 这两个任务本就是一种考验, 现在你通过了, 正准备派人联合去探查, 咱们北苍学府有三个名额, 朱婷婷笑道, 按照规定, 我有一个名额的决定权, 我准备推荐你去新介于探查, 这次介于的探查收获, 全部归你们自己拥有, 听到这话, 楚汉风微微一惊, 每一次新介于的探查, 对于那些第一批进入的人, 都可以说是收获颇丰, 因为里面乃是最原始的状态, 各种物资丰盛, 其中的秘境, 宝物更是无数, 就比如说贫湖市周围最有名的山鬼界, 当年第一批进入其中探查的人, 据说获得了鬼王的传承, 还有人获得了妖气招魂敌, 招魂敌可是万千妖气榜, 排名第八十的存在, 可不要小看了这万千妖气榜, 假如说天界妖虫榜和地界妖虫榜, 代表的仅仅是蔚蓝帝国内的榜单, 那么万千妖气榜, 则是代表整个人黄运, 两者的含金量和层次都是不同的, 为什么推荐我? 楚汉风问道, 朱婷婷笑道, 你觉得这种拍马屁的话, 我会相信, 楚汉风冷笑道,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 好吧, 其实因为那片新发现的界域有限制, 进入者年龄不能超过二十, 朱婷婷承认道, 有意思, 楚汉风笑了笑, 什么时候去? 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规划, 具体时间要等城主那边通知, 还有学府这里也要开会决定, 朱婷婷说道, 行吧, 到时候通知我, 楚汉风摆摆手, 你不生我气了, 朱婷婷问道, 别傻了,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 楚汉风摇头说道, 不过他内心已经有了打算, 以后自己明面上是楚汉风, 背地里, 执法者面具一戴, 便是谁也不爱的朱婷婷, 从执法殿离开, 楚汉风回到了教室内, 今天教室的气氛不是很好, 萧英雪出神地坐在椅子上, 王帅也是无精打采, 连觉都没睡, 只有齐少风一人, 尽职尽责地当着舔狗, 不断地献殷情, 不过萧英雪似乎没心情搭理他, 怎么了? 楚汉风皱眉, 就是我偶像萧剑啊, 前天晚上直播闯荡黑暗森林时, 途径一座黑山, 被黑山老妖给打伤了, 现在生死未卜, 王帅担忧地说道, 放心吧, 吉人自有天相, 楚汉风安慰道, 萧剑大人何等风采, 若不是那黑山老妖偷袭, 怎么可能是萧剑大人的对手呢? 王帅有些气不过, 说道, 若是可以, 我宁愿替萧剑大人受伤, 萧剑大人犯了什么错呢? 楚汉风现在对王帅的评价就三个字, 脑残粉, 他觉得自己还是要远离对方, 免得智商会传染, 下午的课没上多久便放学了, 张兰现在对楚汉风要求也没那么严格了, 似乎是知道楚汉风不再堕落, 楚汉风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了书院的藏书阁一趟, 他现在有三万积分, 走路腰板也直了, 说话也硬气了, 藏书阁内的五级可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是一级到四级, 对应的自然是隐气静到心窍静, 楚汉风几乎是一个个看了过去, 异剑术, 福音斩, 剑刚铜流, 离合刀器, 太低级的五级楚汉风自然不会选择, 他是直接朝四级五级来的, 一本四级五级的价格需要整整一万学分, 以楚汉风的学分, 目前最多选择三本五级, 楚汉风先是选择了一本, 剑点, 不过大荒天兵术可以演化万物, 他又选择了一本枪法, 雷荒霸心枪, 剑是一寸短, 一寸长, 以短刻长, 而枪则是一寸长, 一寸短, 以长压短, 还有一本印法, 名为无上雷, 在仁皇域, 不管你身在何处, 任何地方对于五级的熟练程度都是有严格的境界划分的, 从出灯, 彼岸, 玄妙, 到圆满, 这是五级的四个熟练程度的划分, 只有修炼到圆满的层次, 才能发挥一本五级真正的力量, 楚汉丰将这些五级收了起来, 学分虽然全部花完, 但这些五级也足够他用到帝都了, 他准备连带着自己的森罗万象, 这是他接下来苦修的重点方向, 并且, 每一个五级都要修炼到圆满程度才罢休, 楚汉丰再回到家时, 发现家里来了新的客人, 沙发上坐着一名中年男子, 老爸楚正然跟那男子聊着天, 男子身穿一件黑色的西装, 身材挺拔, 一米八三的个子, 长相颇有些小鲜肉的那种俊美, 不过他肩膀宽大, 看得出经常锻炼, 眉宇间又有几分刚硬, 留着短发寸头, 双眸如剑, 让人甚至不敢直视他, 这人坐在沙发上, 没有使用多强的气势, 但依旧让人感到压迫感, 我家小子回来了, 楚正然看到楚汉丰, 笑着介绍道, 这是你肖剑叔叔, 肖叔叔好, 楚汉丰顺口问了一句, 然后瞬间反应了过来, 肖剑, 就是王帅的偶像, 那个一销一剑任平生, 附近狂鸣三百载的超级强者, 据说, 肖剑已经是神藏巅峰的强者了, 神藏强者在平湖市其实不少见, 比如说雪家的雪浮龙, 南阳与北苍两座雪府的辅主, 甚至之前的兵长, 包括王英, 也都是神藏强者, 但神藏与神藏之间, 可是有天壤之别的, 当玉妖师打同五条妖脉, 进入神藏以后, 基本上不可能再直接一个大境界去跨越了, 神藏乃是体内藏神, 暗运到运的境界, 它被分为五个小境界, 分别是翠神, 地缘, 天丹, 玄兆, 开魂, 神藏境的强者已经可以做到玉空飞行, 崩溃山峰的程度了, 在楚汉峰的想象中, 目前平湖市能将神藏修炼到开魂层次的人, 似乎还没有, 大多数人都在翠神徘徊着, 只有小部分才是地缘或者天丹, 如今一名神藏巅峰的强者坐在面前, 楚汉峰多少有些诧异, 爸, 你怎么认识这种级别的人物的, 楚汉峰疑惑问道, 说来也巧, 有一次他来妖宠店看病, 没钱付账, 我也就免费给看了一次, 久而久之就成朋友了, 楚正然摆手说道原来是这样, 楚汉峰点点头, 正说话间, 只见有两人从厨房走了出来, 一人是老妈李云, 另外一人竟然是, 萧英雪, 你怎么在我家, 楚汉峰惊讶道, 小雪是你萧叔叔的女儿, 李云笑道,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原来你们还在一个班级上学啊, 你们两个以后要互相照顾, 楚汉峰尬笑着点点头, 他想起自己之前还在萧英雪面前说过, 人家轻低的风流史, 什么九个老婆之类, 无被楷模的话, 这种感觉, 真刺激, 李萧叔叔准备回来住一段时间, 楚正然笑道, 他可是强者, 你若是修炼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尽管去问他, 知道了, 楚汉峰点点头, 大人们在聊着天, 等会才开饭, 楚汉峰闲得无聊, 拿出自己的PS5玩了一会鬼气, 萧英雪就坐在他旁边, 楚汉峰问道, 我听王帅说, 你爸受伤了, 看上去好像不严重吧, 不严重他能休息吗, 萧英雪苦笑道, 我爸那人, 骨子里天生就有冒险的基因, 若不是迫不得已, 他根本不会回来的, 回来也好, 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 楚汉峰点头说道, 那你怎么想的, 准备一辈子都待在蔚蓝帝国吗, 萧英雪突然问道, 说过外面的事件, 咱们仁黄域以北, 有一座玄女雪峰, 乃是仁黄域第一高峰, 那里常年积雪, 大雪纷飞, 是各种冰属性妖兽的天堂, 据说, 站在玄女雪峰上, 能俯瞰整个仁黄域, 仁黄域往南, 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那里乃是水系妖兽的居住地, 有人说, 沿着大海前行, 就能找到去往其他域的入口, 外面的世界璀璨夺目, 咱们若是留在蔚蓝帝国, 岂不是人生一大汗事, 我一个连帝都都没去过的人, 你跟我说, 这些有什么用? 楚汉峰笑道, 路要一步一步走, 饭也要一口一口吃, 我暂时不想考虑那些东西, 我想跟我爹一样, 以后离开蔚蓝帝国去冒险, 但我一个人实力有限, 我想组建一个小队, 便立着山河的璀璨, 萧英雪认真地说道, 现在我郑重邀请你, 加入我的小队, 以后的是, 以后再说吧, 楚汉峰摇摇头, 他其实更倾向于一个人去冒险, 听到楚汉峰的拒绝, 萧英雪也不意外, 笑道, 我只是让你知道我的想法, 至于怎么选择, 等走到那一步再说吧, 楚汉峰微微点头, 他虽然对萧英雪的实力不清楚, 但想来应该也是先天欲妖师吧, 毕竟他爹爹是萧剑, 自己的女儿总不可能天赋很差吧, 吃过晚饭以后, 楚汉峰回到房间准备开始修炼, 他修炼到第一本五计乃是无上雷, 以无上之印凝炼出雷法, 此雷法乃是狂雷, 迅如雷霆, 力如雷暴, 如果此刻能内视去看, 就会发现在楚汉峰的体内, 有一道道的雷霆在凝聚着, 凝聚出一颗雷霆珠的形状, 命运之谋下, 也是不断地演化着雷法, 无上雷, 深夜时分, 一团雷光在阳光小区的一间房内炸裂开, 东方的雨堵白渐渐泛起, 又是新的一天来临了, 月妖室官网, 今天发生了三件骇人听闻的大事, 第一件事, 北方的试魂狂龙一族与龙魔蛙女一族联合, 一夜之间, 攻占蔚蓝帝国最北边境的枫叶城, 枫叶村连同天机关全部沦陷失守, 第二件事, 蔚蓝帝国与武林园组成联盟的兴致, 将一同面对妖兽的攻占, 并且主动出击, 至于第三件事, 楚汉峰明明苦思许久, 自己昨晚究竟吃什么了, 拉肚子拉到差点虚脱, 他虚弱地从厕所走了出来, 今天是节假日也不用去学府, 他约了王帅, 齐绍峰以及萧英雪三人, 准备去妖兽园玩耍, 这妖兽园就相当于动物园, 只不过里面关押的可都是凶残的妖兽, 基本上只要是稀有妖兽都可以在妖兽园看到, 楚汉峰穿了一件黑色工装裤, 上身则是浅蓝色的宽松长袖, 王帅三人早在小区门口等他了, 萧英雪今天穿的乃是格子JK裤, 上身是一个黑白相间的小洋服, 扎着两根小辫子, 笑起来甜甜的, 脸颊还有一个小酒窝, 他带着紫色的铜影, 颇有几分可爱与魅惑结合的感觉, 王帅依旧是无精打采的模样, 似乎还在为偶像的受伤而担忧着, 至于齐绍峰, 十分骚包地输了一个大背头, 穿着一身笔直的西装, 嘴角微微勾起, 露出自信的笑容, 英雪, 听说你喜欢吃甜品, 我特意买的草莓蛋糕, 齐绍峰笑嘻嘻地说道, 谢谢, 萧英雪接过蛋糕, 这时正看到楚汉峰从里面走出来, 连忙迎了上去, 你吃饭没, 给, 草莓蛋糕, 楚汉峰接过蛋糕, 吃了两口, 真甜, 旁边的齐绍峰, V, V, 众人这次去的妖兽园, 全名叫九阳妖兽园, 据说乃是一百多年前, 一名尊号九阳真人的强者建立的, 妖兽园位于九阳山上, 齐绍峰将他爸的车开了出来, 是一辆凯迪拉克, 众人便一路浩浩荡荡直奔九阳山而去, 一个时辰, 九阳山下, 浓浓烈日在头顶光芒万丈, 从山脚往上看, 这九阳山就仿佛九颗太阳般, 不过了解九阳山的人都知道, 这九颗所谓的太阳, 其实只是九阳山的九座山头, 它们的形状如同圆盘, 那山头上面全是太阳石, 每当有光芒落下时, 阳光便会穿过太阳石, 映照周围的空间, 所以在山脚下抬头看, 只能看到九颗如同太阳般的异象, 你们把门票买了吗? 楚汉峰问道, 放心吧, 已经定好了, 齐绍峰笑了笑, 转头问道, 英雪, 你喜欢什么药兽啊? 楚汉峰, 你喜欢什么药兽? 萧英雪看着身旁的楚汉峰, 也问道, 狐女郎或者兔女郎吧, 楚汉峰思索少许, 回道, 他不由想起了之前在执法店门口, 遇见的那名金发狐女, 我也喜欢, 王帅嘿嘿笑道, 小流氓, 萧英雪催了一口, 脸色微红, 率先朝山顶走去, 你看你们, 惹英雪生气了, 齐绍峰着急说道, 我就不信你不喜欢, 楚汉峰反问道, 其实我喜欢猫女郎, 齐绍峰眨了眨眼睛, 一脸正经地回道, 你小心舔到最后衣物所有, 楚汉峰告诫道, 结果不重要, 我只是比较享受当舔狗的过程, 齐绍峰回道, 这狗东西是个狼面, 楚汉峰摆摆手, 也懒得再多说, 九阳山有九条山路, 众人是沿着第一山路前进, 大约半个时辰, 终于来到了九阳妖兽园的入口处, 园区四周都是坚固的围墙, 一扇很沉重的黑色大门敞开着, 头顶的黑色牌匾上, 九阳妖兽园五个大字冉染生辉, 众人将门票交了以后, 便走了进去, 一进入其中, 眼前的视线变得辽阔起来, 第一峰乃是目属性妖兽的栖息地, 这一整个山峰都是郁郁葱葱的古树苍天, 中间有一条灵鹰小道, 两旁都用防弹的钢化玻璃给隔绝了起来, 这样游客在参观的时候, 也不会被妖兽给攻击了, 这些妖兽虽然是豢养的, 但是野性十足, 你们快看, 金谷禅, 齐绍峰指着一棵树, 大喊道, 那树上趴着一只体形中等, 通体红色的蝉, 金谷禅乃是鹰细妖兽, 它们从出生起, 腹部便长着一个如同骨面的东西, 每当它们遇到危险, 就会敲打骨面, 从而发出震动妖魂的声音, 只有实力足够强大, 妖魂震碎也不是问题, 众人一路走来, 刚开始还大惊小怪, 后来也就明明习惯了, 这片丛林不只有金谷禅, 像是百年树妖, 沙漫死蛇, 云巾独花虫这些罕见妖兽都拥有, 穿过丛林, 妖兽园的第二风乃是一座水峰, 以湖泊而闻名, 这里是水系妖兽的栖息地, 进入湖泊时必须乘坐九阳船, 此船四周都有防护, 可以抵挡无数水系妖兽的攻击, 楚汉风几人到来时, 刚好就剩余一艘九阳船了, 正当几人准备上船时, 旁边突然传来一道大喊声, 前来的, 那条船我们南洋学府要了, 是南洋学府的, 王帅皱眉说到其他四人是生面孔, 不过那个红发小子, 好像叫焦都, 你认识, 楚汉风诧异, 去年咱们北苍学府和南洋学府, 进行过一次有意切磋, 你去哪了? 王帅无语地问道, 睡觉, 楚汉风善善一笑, 因为他堕落的时候, 基本不参加学府的任何活动的, 看着那些天骄你方唱把我登场, 各领风骚数百年, 他内心说不难受是假的, 所以, 一般这个时候, 他宁愿找个没人的地方睡觉, 去年两个学府的切磋中, 这家伙打败了咱们五三班的王尊学长, 王帅解释道, 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也就是说, 对方去年就是先天欲妖师了, 楚汉风问道, 能进入五三班, 基本都是先天欲妖师, 而对方能打败王尊, 想必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没错, 有些麻烦了, 其少风也凝重地点点头, 唯有萧英雪, 神色平静, 娇都颇有些高傲地, 走到楚汉风众人面前, 微微抬起下巴, 说道, 北苍学府的, 这艘九阳船我要了, 别跟我讲什么先来后道的道理, 他举起自己的拳头, 冷笑道, 沙包大的拳头见过没, 行吧, 既然你要, 那便让给你, 楚汉风点点头, 竟然退步了, 这异常的举动, 让其少风几人都有些不可思议, 要知道, 楚汉风绝对是那种不吃亏的主, 其少风几人了解楚汉风的性格, 但交都几人却未必知道, 他还以为楚汉风是害怕自己, 便冷笑道, 算你小子实相, 不过你们北苍学府也是越来越没落了, 交出来的都是一群窝囊废, 迟早有一天, 要被我们南洋取而代之, 听到交都的挑衅, 楚汉风只是笑而不语, 一直到南洋学府的五人坐上九阳船, 王帅才疑惑地问道, 风哥, 你怎么, 你们谁有水系妖宠, 楚汉风问道, 我有, 萧英雪率先说道, 等会他们坐上船了, 你让妖宠去攻击, 楚汉风吩咐道, 可是这有什么意义, 萧英雪疑惑, 每一艘九阳船都是有防护盾的, 就是害怕遭到这片湖泊的妖兽攻击, 她的妖宠虽然不差, 但也无法击碎九阳船的护盾啊, 放心吧, 那艘九阳船的防护盾, 我会解决的, 楚汉风笑道, 你只需要负责掀翻那艘船, 然后把周围的妖兽都引诱过来就行, 你这方法也太硬了吧, 萧英雪笑道, 不过这么做, 你会得罪九阳妖兽员的护卫队, 只要我溜得足够快, 护卫队就捉不到我, 楚汉风笑道, 他看着金色的九阳船, 这艘船之所以能防护其他妖兽的袭击, 是因为上面布置了阵法, 而这阵法的启动能量, 则是船底的一块九阳石, 只要控制了那九阳石, 其实这九阳船的阵法, 便会不攻自破, 看着南阳学府的五人坐上九阳船, 金色的船只缓缓行驶在湖泊中, 平静的湖面荡漾着层层波浪, 楚汉风一挥手, 第三只妖宠元素之灵出现在他面前, 这是你的辅助吸妖宠吗? 王帅好奇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买的? 怎么从未见过这种妖宠啊? 楚汉风笑了笑,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吩咐道, 元素之灵, 元素操控, 如今的元素之灵拥有五种属性, 因此, 它也可以操控一定范围内的五种属性力量, 而火焰正是五种属性之一, 只见元素之灵脸上, 那颗红色的宝石微微泛起亮光, 一道红色的波纹朝四面八方散开, 一瞬间便弥漫了几公里之地, 而原本坐在九阳船上的南阳学府众人, 只听咔嚓一声, 似乎是船底有什么东西破碎了, 剩下的交给你了, 楚汉风看着萧英雪, 说道, 萧英雪笑着点点头, 他一挥手, 一支雷金钝石出现在原本辽阔的湖泊中, 他的体型颇为巨大, 大概有四五十米长, 周身都是雷霆的深紫色, 光滑的皮肤上是雷霆暴动, 他的头顶长着一根雷脚, 这是他的力量源泉, 在萧英雪的控制下, 只见雷金掀起万丈波动, 搅动着整条湖泊的水流, 这湖泊内还是生活着许多妖兽, 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便在瞬间引起了妖兽们的注意, 而站在船上的南阳学府众人, 也是瞬间发现了楚汉风的阴谋, 怎么办, 有人问道, 骄斗冷哼一声, 说道, 别着急, 九阳船可是很坚固的, 然而, 他的话音刚落,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湖泊传来爆炸, 九阳船直接被掀翻在地, 五人的身影没有丝毫意外, 全部落入了水中, 就犹如落汤鸡般, 而此刻, 四周也有无数妖兽围了过来, 他们可是好久没有见到, 这么美味的食物了, 自从被关在这九阳妖兽园后, 基本就没有吃过人类, 怎么办, 五人皆是大惊, 金翅丹雀, 骄斗直接召唤了自己的飞行妖宠, 在水中战斗对他并不利, 陆地的妖宠实力大减, 唯有飞行妖宠能带着他离开了, 攻击那只丹雀, 楚汉风直接将啸天召唤出来, 燃烧的地狱之火在不断地暴动着, 宛如一道洪流般潮汐空中的金翅丹雀攻击起来, 虽然说金翅丹雀的速度惊人, 但啸天的目标根本不是他, 而是水中的骄斗, 只要金翅丹雀靠近焦都, 啸天就会攻击焦都, 北苍学府的, 你们这是找死, 焦都大怒道, 不是喜欢抢船吗? 楚汉风笑道, 爽不爽? 焦都没有说话, 这个时候那些四周围攻上来的妖兽已经足够让他头疼了, 若是一个不慎, 他可是必死的局啊, 奇怪, 岸边, 萧英学有些疑惑地说道,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按理说九阳妖兽园的护卫应该赶来的,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过来? 谁知道呢? 楚汉风笑了笑, 你真要杀死他们, 王帅问道, 杀倒是不至于, 毕竟他们也是南洋学府的人, 楚汉风摇头, 自己虽然杀人, 但也不是杀, 但给一些教训还是可以的, 湖泊里的, 一人叫一声爸爸, 我就把你们救上来, 楚汉风的话似乎是侮辱了他们, 南洋学府的众人全部暴怒起来, 可惜他们无可奈何, 因为这四周的妖兽已经蜂拥而至, 而唯一能救他们的飞行妖宠, 金翅丹雀, 还被笑天牵制着, 这五人中有一名叫张银的女子, 她的妖兽乃是一只无垢鱼, 倒是可以载着众人在湖泊中不断地逃命, 但众人知道, 这根本撑不了多久, 因为围着的妖兽已经越来越多了, 楚汉风从口袋取出一根烟, 缓缓给自己点上, 就这般如同看戏般, 看着湖泊中亡命逃生的五人, 北苍学府的, 你若是救我们出来, 我可以既往不救, 交都不得已, 只能退不说道, 但楚汉风根本不理会他, 没过多久, 那只无垢鱼便已经在围攻下, 受了重创, 眼看着南阳学府的几人要掉入水里的妖兽群中, 突然一道妖兽的怒吼声传来, 楚汉风抬头看去, 这是一只神似玄武的庞然大物, 从天而降, 虽然很像玄武, 但他的背上却驮着一块神龟驼碑, 那碑文写着两行字,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上下骄而弃至明眼, 是坝下, 楚汉风喃喃自语道, 龙生九子, 而坝下便是传说中的九子之一, 他也是一头很大的乌龟, 四周雷霆密布, 波涛汹涌的湖水在搅动着漫天风云, 他虽然背的是背, 但那块背的形状与山峰相似, 因此远远看去, 便是一只巨型乌龟驮着山峰而来, 当这妖宠出现的那一刻, 原本湖泊中一个个追杀南阳学府众人的妖兽们都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竟然全部畏惧地隐藏在水下, 怎么回事, 坝下背上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楚汉风众人抬头看去, 一名身穿蓝色外套, 手持拐棍的中年男子缓缓走了下来, 他年龄差不多四十岁左右, 只不过右腿有些不方便, 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没事, 我们再玩, 楚汉风笑道, 而没有了妖兽的阻拦, 南阳学府的众人也是狼狈地从湖泊中游了回来, 他们如同落汤鸡般爬上岸边, 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楚汉风几人, 要打架吗? 我奉陪, 楚汉风说道, 交都几人沉默不语, 以他们现在的状态, 还真不一定打得过楚汉风几人, 行了, 你们离开吧, 从今天开始, 九阳妖兽园将暂时避原, 中年男子突然说道, 为什么要关闭? 一听这话, 众人都有些疑惑, 我们可是买了票的呀, 我也不瞒你们, 九阳妖兽园有妖兽突破进去逃走了, 中年男子说道, 这段时间, 九阳山附近会特别的危险, 我们这边封山不再接待游客, 逃走了抓回来不就行了, 王帅吐槽道, 这次逃走的是九阳封印中的一只, 中年男子有些迟疑地说道, 似乎这个事情他不想说, 但已经没办法隐藏了, 什么是九阳封印? 楚汉风问道, 看到九阳山的那九座山头了吗? 萧英雪指着山顶如同九颗太阳般的位置, 说道, 这也是九阳山的名字由来, 这每个山头都封印着一只强大的妖兽, 与咱们现在观赏的妖兽不同, 九阳封印中的九只妖兽, 每一只都是神藏镜, 而且不是普通的神藏镜, 萧英雪说完之后, 看向中年男子, 问道, 那么这一次逃走的是哪只妖兽呢? 严摩, 中年人脸色难堪地说出了这个名字, 一只火属性的妖兽, 而且是特殊妖兽, 咱们怎么办? 王帅看向楚汉丰, 毕竟几人中楚汉丰是主心骨, 他们也都听楚汉丰的话, 楚汉丰无奈, 他感觉自己有些柯南的体质, 走到哪, 哪就出事? 真踏马邪门, 他思索少许, 说道, 那就暂时离开吧。 喂, 北苍学府的, 你们想这么轻易就离开? 南洋学府这边, 焦都众人肯定不甘心, 吃了这么大亏, 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 你们想怎么样? 齐绍峰皱眉问道, 说个时间, 我们决斗一次, 焦都冷哼一声, 等今年两个学府的切磋吧, 王帅回道, 他们四人中, 除了楚汉丰和萧英雪外, 他与齐绍峰的实力并不强, 他这么说, 也是找了一个借口, 你们四个废物, 也有资格参加学府切磋的比试吗? 焦都冷笑着嘲讽道, 虽然说, 每年学府之间的比试, 只是一场切磋, 但毕竟关乎自身的颜面, 两个学府都会派出最强的学生进行对战, 像王帅这种, 还真没资格参加, 看来我有点太仁慈了, 楚汉丰微眯着眼, 啸天就站在他的身后, 只听他一声吩咐, 啸天把这群人给我胖揍一顿, 啸天庞大的身躯直接狂奔起, 焦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 体内也恢复了一些妖气, 除了金翅丹雀外, 他召唤出了自己的第二只妖宠, 三吼神, 所谓三吼神, 其实就是一个长着三颗脑袋的恶狼, 他是由咒狼二次进化双月轮狼, 三次进化为三吼神而来, 这也是他的最终进化, 此妖兽拥有风, 火两种属性, 他双眸阴沉, 周身一半疾风, 一半火焰燃烧而起, 与啸天的身影对战在一起, 牵到九阳妖兽园, 获得妖宠神通, 九阳踏天, 楚汉丰在战斗之际, 顺手牵到了一下, 听到耳边的声音, 这还是他第一次牵到妖宠神通, 牵到而来的妖宠神通, 楚汉丰想了想, 最终决定给啸天使用, 毕竟, 啸天是有火属性的, 荒谷御龙的三个属性, 乃是魂, 水, 雷, 无法使用火属性的神通, 他看了看与啸天大战的三吼神, 嘴角微微勾起, 正好用你来试试啸天的新神通, 牵到而来的神通, 武技是可以瞬间学会的, 就像楚汉丰之前, 牵到大碑碎空掌一样, 此刻伴随着啸天一声怒吼, 浓郁的地狱火, 在他周身燃烧而起, 九阳踏天, 只见啸天周身沸腾, 一轮轮的烈日映照而出, 缓缓从啸天四周升腾而起, 炽热的火焰将虚空都焚化, 冒出一缕缕的白烟, 终于, 当炽热的火焰燃烧着九颗太阳, 轰隆隆炸裂时, 所有人都目光惊骇, 因为他们自身已经感受到那种自焚被燃烧的痛苦, 九颗太阳绕成一个圈, 直接朝三吼神爆炸而去, 刚风焰火, 焦都连忙控制着三吼神做出回应, 三吼神的周身同样由火焰爆发而出, 伴随着一股股的飓风袭来, 这些火焰的火势越来越旺盛, 颇有演化为火海的征兆, 可惜在九阳踏天面前, 依旧是不够看, 九颗太阳亘古不灭, 那强大的力量散开, 太阳与太阳之间的爆炸响起时, 苍穹都炸裂, 而三吼神的身躯直接血肉模糊地倒飞了出去, 仅仅是一击, 三吼神已经奄奄一息, 南洋学府这边, 有人已经利用辅助妖虫给三吼神疗伤了, 笑天火红的双眸死死地盯着焦都, 正当他准备在攻击时, 那中年人突然拦在他面前, 行了, 这里不能再死人了, 中年人阻止道, 妖兽员已经够乱了, 然而对于中年人的话, 笑天根本不会理睬, 他怒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直接一跃而起, 烈火燃燃的双爪猛然划破寂静虚空, 落在中年男子的身上, 中年男子伸出右手快如疾风, 直接抓住了笑天的力爪, 谢龙手, 中年男子轻贺一声, 以彼之道, 还施彼身, 直接利用了笑天强大的力量, 一个被摔, 将笑天摔飞了出去, 这就有些夸张了, 如今的笑天不管怎么说, 也是先天御妖师, 竟然被一个人类给暴力摔出去了, 神葬强者, 还真是让人羡慕的力量, 楚汉风笑道, 他知道, 有着神葬强者在, 自己想杀人估计是不可能了, 走吧, 楚汉风摆摆手, 随即又回头看了焦都一眼, 说道, 希望下次你还这么好运, 有人能救你, 看到楚汉风离去的背影, 焦都几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若不是咱们刚刚逃命, 消耗了体内的妖气, 怎么会败给他呢, 卑鄙的小子, 南阳学府这边, 有人不甘心地说道, 行了, 你们也早些离开吧, 中年男子白白手, 跟几人说了一句后, 便离开了, 毕竟他现在的主要任务, 还是遣散妖兽园的游客, 然后追捕炎魔, 从九阳妖兽园离开, 几人的情绪都有些低落, 妖兽园没逛城, 又与南阳学府交恶, 咱们回家吗? 王帅问道, 回家吧, 学府的考核要开始了, 咱们也该准备去新妖界的事情了, 楚汉风点头回道, 我有种感觉, 自己快要突破后天御妖狮, 打通第二条妖脉了, 齐少风突然说道, 想好第二条契约的妖宠了吗? 楚汉风问道, 我的风雪湖本就是兵属性, 我想走极致御妖狮的道, 下一只妖宠想埋骨血血缘, 齐少风回道, 走极致御妖狮的道, 这就意味着, 他今后的每一只妖宠, 都将是兵属性的, 这么做的优缺点也很明显, 优点, 自然是寒兵的力量可以修炼到极致, 是其他兵属性御妖狮无法抗衡的, 而缺点, 攻击手段太单一了, 正当众人准备离开时, 突然从妖兽园内传来一阵嘶吼声, 紧接着便是两股强大的力量爆炸开, 几人转头看去, 只见妖兽园内, 之前的那名中年男子正站在坝下的背上, 追着一只通体黑色, 如同岩浆般的怪物, 这怪物的身躯是黑色绒浆, 缓缓流淌着, 这便是炎魔吗? 王帅诧异地说道, 下一刻, 他脸色大惊, 喊道, 快跑, 那家伙朝我们跑来了, 他直接将自己的白玉象召唤了出来, 那白玉象白白胖胖地, 以两只脚站立着, 手中拿着一柄钢铁锤, 白玉象可以进化为战锤像, 那时候, 他的攻击还尚可, 现在太弱了, 三人想朝旁边躲去, 不过那炎魔从妖兽园冲出来, 速度飞快, 而且随身的火焰波及范围很广, 你们都躲我身后, 萧英雪大喊道, 他召唤了自己的第二只妖宠, 寒破幽冥虎, 威武雄状的幽冥虎挡在众人面前, 他周身是黑白条纹状, 两只眼睛泛着黑气, 犹如从幽冥中走出, 额头处镶嵌着一颗寒破金, 这寒破金如同琥珀般, 金银剔透, 暗藏光运, 浩强的妖宠, 其绍峰感慨道, 他双眸有些黯然, 毕竟萧英雪越优秀, 他的希望就越小, 寒破幽冥虎, 可以进化为黄泉不死虎, 也算是天接妖宠榜上不错的妖宠吧, 寒破冰封, 萧英雪一声轻鹤, 只见他周身白色妖气, 弥漫而出, 那寒破幽冥虎与妖气融为一体, 化为白茫茫的雾气, 刹那间, 雾气凝聚为兵, 刺骨的寒冰冻结了一片天地, 将所有人都包裹了起来, 与此同时, 严魔从旁边冲了过来, 浩瀚的火焰从冰封的众人面前掠过, 寒冰瞬间融合, 水流不断地蒸发着, 不过好在严魔很快便离开了, 楚汉风几人也脱离了危险, 浩强紧紧地靠近了一些, 差点就被融化, 萧英雪凝重说道跟上去看看, 楚汉风白手说道, 跟上去, 齐少风几人被吓了一大跳, 似乎不太懂楚汉风的意思, 九阳妖兽园肯定有对付严魔的办法, 咱们跟着去掌掌见识, 楚汉风笑道, 因为他拥有石海, 所以感知力很强, 而且范围很广, 在严魔逃跑的方向, 有三道很强的气息等待着他, 这三道气息很诡异, 在他的感知中似乎是妖气, 但又带着一些特殊的气息, 这还是楚汉风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气息, 因此他想过去看看, 中年男子起在坝下背上, 严魔一追一逃, 那严魔似乎不想恋战, 终于, 当众人跟随来到一处荒地的山腰时, 严魔的身影停了下来, 因为在他的前方, 凌空站着三只包裹在仙光中的生物, 没错, 是仙妾, 而不是妖气, 楚汉风看着拦住严魔去路的三道身影, 他们都不是人, 但却以人形而立, 左边第一道身影在浓郁的仙气中, 乃是一名模样似蛟龙, 通体青色的存在, 他的耳朵细长, 额头带着一个刻有蛟龙图案的金箍, 手持一把四枪长的三叉戟, 乃是一名身高只有一米六的女子, 他穿着一件雪白色的长袍, 将他稍矮的身躯全部笼罩住, 那白袍上映着太阳的标志, 头顶还有两根白色的鹿角, 一头如同大雪般的白发披露而下, 除了女子外, 三人中仅剩的最后一人, 这人也是最丑陋, 恐怖的, 他似蚯蚓般, 身躯乃是细长的, 通体是血红色, 腹部以下穿着一件紫色的铠甲, 双腿被翠绿的护腕包裹着, 脑袋上戴着很诡异的头盔, 红色的干兽脸上是散发着金光的眼睛, 下巴则是长长的白须, 看到这三尊存在, 研磨脸色大惊, 而楚汉风几人也是微微皱眉, 这三个怪物是妖兽吗? 王帅皱眉问道, 好像从未见过这种妖兽, 其少风微微摇头, 唯有楚汉风将自己的命运之谋打开, 姓名, 角木骄, 二十八星宿之一, 东方七宿之首, 可附身融合妖宠, 静剑 星翘 属性 木 神通 焦爪撕裂, 青木囚龙, 龙威镇压, 可与其他星宿进行神通融合, 姓名, 防日兔 东方青龙第四宿, 可附身融合妖宠, 静剑 星翘 属性 火 神通 马踏猎羊, 角兔三窟, 奔日群, 可与其他星宿进行神通融合, 姓名, 枕, 剑, 谁隐, 属性水 南方朱雀第七宿, 可附身融合妖宠, 境界星翘, 神通, 真影绞杀, 真影乱舞, 真影珠, 可与其他星宿进行神通融合, 看着命运之眼传来的信息, 楚汉风被惊呆了许久, 方才难难自语道, 可附身融合妖宠, 这就意味着, 玉妖狮可与妖宠融为一体, 从而拥有妖宠的一切力量,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妖兽, 自然感觉十分的震撼, 虽然前方的三人只有星翘境的力量, 但他们所散发出来的威势, 李楚汉风见到的任何一个星翘境遇妖师都强大, 他的老师张兰也是星翘遇妖师, 但跟人家比起来, 差距很明显地大, 而站在坝下背上的中年男子, 此刻也微微皱眉, 问道, 不知前方是何位妖有, 樊心宗张娇, 王安宁, 沈报, 三道声音同时响起, 是樊心宗, 萧英雪微微惊呼说道, 你认识, 楚汉风问道, 在咱们平湖室与辽东室的中间, 位于天之风上就有一座樊心宗, 萧英雪说道, 这个宗门很强的, 据说他们的宗主乃是神藏第四境, 玄兆, 层次的强者, 萧英雪跟他爸肖剑一样, 骨子里都有冒险的基因, 所以他从小就熟读各类史书, 包括蔚兰帝国内的各个势力, 甚至肖剑每次回来都会跟他讲外面的世界, 所以肖英雪知道的东西很多, 这也是为了以后的冒险打基础, 而在前方, 阎魔被几人前后夹击, 张娇率先说道, 妖友是否需要帮忙, 在下九阳妖兽园的园主王庸, 此阎魔乃是从园中跑出的, 山下便是市区, 只怕此妖兽进入市区伤害无辜之人, 还请诸为助我拿下他, 王庸开口说道, 没问题, 张娇轻贺一声, 轻目求龙, 只见他周身妖气暴涨, 一缕缕似是星光般的力量, 从天而降, 紧接着, 阎魔所处的那边大地, 无数根粗壮的枝条拔地而起, 瞬间便凝聚了数百条, 将阎魔包围在其中, 阵影绞杀, 审报踏空而起, 他的身后, 一条长达百米的阵水影咆哮而起, 血紫色的身躯不断地流淌着粘稠的液体, 阵水影一声尖鸣, 直接藤挪须空朝阎魔杀去, 阎魔在怒吼着, 他伟岸的身姿如同巨人般, 张开大嘴, 里面是满满的溶浆, 炽热绒将喷涌而出, 燃烧着囚禁他的青木, 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炸裂声, 很快, 那青木囚龙便被燃烧殆尽, 化为灰烬, 不过, 枕水影的身影也出现在阎魔身后, 他的身躯蜿蜒曲折, 直接从头顶到脚底, 全部缠绕了起来, 阎魔在怒吼着, 不断地挣脱着束缚, 但是, 枕水影却越勒越紧, 仿佛要将他勒成碎块, 炎魔不断地咆哮着, 身体表面容僵顺着嘴巴流了下来, 要知道这炎魔已经是神脏镜的妖宠了, 而这几人不过去去心翘劲竟然能打得难解难分, 王庸在一旁也出手封印, 他手中取出一个阵盘, 脚下的霸侠怒吼一声, 庞大的龟身腾空而起, 他自带万里河流, 如同龙卷风的水豹在身下旋转着, 这水豹卷起四周的一切, 无数大树被连根拔起, 炎魔看到这一幕, 也是显得十分的愤怒, 一道火焰冲天起直通云霄, 火焰与迎面来的水豹交缠在一起, 一瞬间水火互相焚化, 淹没, 而王庸手中的印记不断地凝聚着, 出现了一个六芒星的图案, 这便是强者的战斗吗, 远处观战的王帅难难自语, 他有些热血沸腾, 尽管那中心的主角不是他, 单单作为观众就足够震撼, 通天火焰与毁灭水豹不断地暴动着, 四周的大队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而王庸手中的印记终于完成, 嗡嗡嗡的声音传来, 那六芒星放大了几十倍, 将四周的天地都笼罩起来, 是终极封印阵法, 萧英雪说道, 六芒星落下, 只见一条条的铁链从六芒星中钻出, 任凭火焰冲击, 炎魔暴动, 那铁链都一条条地缠绕着炎魔, 强大的力量将它镇压了起来, 最终, 六芒星越来越小, 而炎魔的身躯也越来越小, 变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像, 回到了王庸的手中, 等到炎魔被收服以后, 王庸方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若是这炎魔跑了, 那责任就大了, 他们九阳妖兽员自然首当其冲, 要被执法殿问责, 对面的三人缓缓走了过来, 看得出, 他们是以中间的少女王安宁为主, 张娇与审报则是保护的职责, 三位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还要感谢三位出手阻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王庸感谢道, 路见不平, 同为人族, 自然要互帮互助, 王安宁笑道, 三人散去了自己的妖宠融合, 露出了原本的模样, 那王安宁不过是十六七的小姑娘, 砸着一个马尾辫, 有点婴儿肥, 可可爱爱的模样, 樊心松距离平胡适倒也不远, 三位若是时间不敢的话, 可以来妖兽员做客, 也让我静静东道主之责, 王庸笑道, 我们是带着师门任务下山的, 恐怕耽误不得, 还请园主见谅, 张娇回道, 不碍事, 九阳妖兽园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 王庸笑着点点头, 王园主, 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件事, 王安宁问道, 你们尽管问, 王庸点头, 你有没有见过一名身穿繁星黑袍, 染着白发的女子, 王安宁说道, 说实话, 我都是待在这九阳妖兽园, 除了这里的游客外, 接触到的人确实不多, 王庸抱歉的摇摇头, 麻烦了, 进入平湖市, 想要找到他, 只怕难上加难, 审报叹息道, 你们可以多找一些人问问, 说不定会有线索, 王庸说道, 他将目光看向楚汉丰众人, 随即快步走了过去, 而王安宁三人也紧随其后, 王庸简单将要找的人特征说了一遍, 便问道, 你们可曾见过这么一名女子, 楚汉丰摇摇头, 看向王安宁, 问道, 平湖是很大的, 你们要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你们就没有其他办法吗? 我只知道, 我们靠近那人时, 彼此都会有感应, 我们也是顺着感应来到这里的, 只是感应刚刚消失了, 张娇解释道, 既然有感应, 那就说明那人在九阳山附近, 楚汉丰思索了少许, 突然抬起头, 看向王庸问道, 我听说九阳山的封印很强大, 研磨是如何突破封印的, 有人偷偷进入第一山, 破坏了封印, 王庸回道, 随即他双眸猛然睁大, 你是说, 破坏封印的人, 就是他们要找的那女子干的, 不排除这种可能, 这世界许多的事, 其实都是巧合, 楚汉丰笑道, 他之所以如此说, 是因为楚汉丰刚刚用命运之谋, 看了看阎魔, 阎魔, 寄生状态, 静剑, 神脏, 属性, 火, 神通, 炎之柱, 魔化, 一个寄生状态, 引起了楚汉丰的注意, 这就说明, 阎魔的逃跑不是一场意外, 而是被人操控的, 如果方便的话, 能不能告诉我, 你们要找的人具体信息, 楚汉丰问道, 或许我可以帮你们, 他之所以这么问, 自然不是白帮忙, 樊心宗位于平湖市的附近, 是这周围最大的宗门, 楚汉丰将来外出历练的时候, 也能有个落脚点, 他这是在位以后铺路, 三人迟疑了少许, 最终还是王安宁率先说道, 他是我们的师妹, 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女土服, 他的能力是不是可以寄生, 操控别人, 楚汉丰问道, 你怎么知道, 几人皆是一惊, 我怀疑, 这炎魔就是寄生的, 楚汉丰回道,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王庸紧跟着点点头, 看向楚汉丰, 问道,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想抓住他, 就要弄清楚他的目的, 楚汉丰回道, 如果对方有目的, 那就好找了, 若是对方只是简单地躲藏, 那就难如登天了, 我师妹本名叫姬燃, 因为她之前偷偷加入了一个叫王朝的组织, 被师尊关了禁闭, 本想让她悔改错误的, 谁知她偷了宗门的星秀时, 逃进了这平湖室内, 王安宁叹息道, 假如说她的目的, 恐怕就是找其二十八星秀, 至于其他的, 涉及到我们宗门的禁止, 原谅我不能告诉你, 二十八星秀, 楚汉丰难难自语, 没错, 那是天空的二十八颗星辰, 根据宗门的记载, 只有拥有星辰体质的人才能成为星秀, 宗门寻找了数百年, 也不过才凑其二十七星秀, 没错, 最后一名星秀魁木狼, 张娇点点头, 那你们知道星辰体有什么特征吗? 萧英学紧跟着问道, 在繁星满天的黑夜, 星辰体可沟通天地星辰, 无论是战斗力还是修炼速度, 都会强大许多, 至于其他的, 平时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的, 王安宁无奈地说道, 那看起来不好找了, 楚汉丰叹息道, 不管怎么说, 多谢几位的提醒, 王安宁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众人, 说道, 若是几位有线索, 可以随时联系我, 楚汉丰微微点头, 与王安宁几人分开后, 四人也回到了九阳山下, 乘坐着齐绍峰他爸的凯迪拉克准备离开, 车辆缓缓行驶, 众人突然感觉车内的温度一冷, 丰哥, 这季节你开什么空调? 齐绍峰笑道, 然后话音刚落, 他便感觉不对劲, 他微微低头, 一块如同刀锋般的翅膀抵在他的脖子上, 卧槽, 齐绍峰倒吸一口凉气, 几位最好不要冲动啊, 要不然, 我怕等会弄得一车尸体, 一道如同银银般的笑容响起, 你是谁? 楚汉丰内心其实已经有了猜想, 但还是开口问道, 几位刚才跟我的几位师兄师姐聊得挺投缘啊, 那声音再次响起, 只能听到声音, 却不见声音, 既然, 楚汉丰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说出这个名字, 把你们身上可以疗伤的草药全部交出来, 那声音直接说道, 在阴冷的妖气中, 楚汉丰闻到了一丝血腥味, 既然受伤了, 所以他要找疗伤的草药, 这是楚汉丰的第一个念头, 他看了看坐在副驾驶的萧英雪, 给了对方一个眼神, 然后说道, 我们都是普通学生, 连外出历练都没有过, 身上根本不可能带灵药的, 齐绍峰和王帅也紧跟着点点头, 他们的家境一般, 也都是想攒钱买一个好的妖虫蛋, 哪有闲钱买草药啊, 既然如此, 你们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女子的声音响起, 带着浓浓的杀气, 等一下, 楚汉丰连忙喊道, 我虽然没草药, 但我知道有人可以帮你疗伤, 文明帝国的鬼手独一李寒空, 你应该知道吧, 李寒空在平胡适, 既然微微皱眉, 问道, 没错, 他欠我一个人情, 可以免费替我治疗一个人, 楚汉丰点头说道,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 既然淡淡说道, 要不然这些人的性命, 可都在我一念之间, 我可以让他治疗你的伤势, 但你也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楚汉丰说道,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既然冷声回道, 我先放了我的三个朋友, 我才会带你去找李寒空, 楚汉丰坚定地说道, 要不然若是治好你的伤势, 你把我们都杀了怎么办, 起码要有些诚意吧, 楚汉丰之所以这么说, 倒也不算作死, 他是想试探这既然的伤势重不重, 若只是普通的伤势, 对方根本不会受自己的威胁, 但若是已经重伤刻不容缓的地步, 那么既然就必须答应了, 否则最多鱼死网破, 车内似乎安静了一会, 随即只听砰砰砰三声, 齐少风三人的身影, 直接被一只黑色大手抓住, 扔出了车窗外, 你们最好不要找执法店, 否则我会马上杀死他, 这是既然对齐少风三人的威胁, 他放走了齐少风三人, 却根本不担心, 因为楚汉丰通过命运之言已经看到, 齐少风三人身上都被下了寄生物, 只怕三人的生死已经在他的操控之下了, 不过这一点, 楚汉丰倒也不担心, 谁让萧英雪他爸是萧剑呢, 只要让萧剑帮忙, 这寄生物不是什么大事, 楚汉丰现在要担心的是他自己的安全, 随着三人被扔出去后, 原本空荡的车内, 副驾驶突然出现了一名黑衣女子, 他穿着点缀繁心的长袍, 袖口都是经过特别裁节的, 一头白发如雪, 全部披落在他身后, 鹅蛋脸, 双眸如同星星点点, 五官十分的精致, 他穿着白色丝袜, 左腿翘起, 在右腿上, 原本就白皙的脸蛋, 此刻有些苍白, 楚汉丰看了对方一眼, 命运之眸打开, 姓名, 激染, 重伤, 静剑, 心翘, 妖宠, 女土服, 子童云一虎, 赤金雄, 碧神子雕, 武技, 摘星掌, 盲星剑法, 赤脸八荒, 小弟点, 刚才我的师兄师姐 跟你聊什么了, 激染问道, 楚汉丰在沉思着, 一名重伤的心秀玉妖师, 自己似乎能打过吧, 虽然他只是先天静, 但天骄嘛, 越级挑战不算什么难事, 他回过神来, 笑道, 有个叫王安宁的, 告诉我, 加入了王朝, 其实不满你, 咱们是一个组织的, 你也是王朝的, 激染愣了一下, 我绰号兵长, 乃是这平湖是王朝的负责人, 楚汉丰信誓旦旦地点点头, 兵长, 你是三十六堂的兵长, 既然有些怀疑地问道, 堂主的实力怎么可能这么弱, 小子, 你想骗我, 看来, 你对咱们王朝不太了解啊, 楚汉丰摇头说道, 三十六堂主中, 并非每个人都是依靠实力的, 像我, 属于情报类的, 整个平湖市, 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要不然, 你以为李涵空归隐平湖市, 我是如何得知的, 楚汉丰纯粹是满口胡言, 看了楚汉丰许久, 然后问道, 你的街头人是谁? 王爷, 楚汉丰直接说道, 他之前杀真的兵长时, 从对方口中听过这个名号, 想想也挺有意思的, 王朝, 王爷, 将军, 是不是还有皇帝什么的? 这就真的像一个地下王朝般的组织, 你连王爷都知道, 这一下, 既然眼中闪过一抹意思, 似乎已经有些半信半疑了, 认识一下, 我代号丫头, 这个代号, 楚汉丰原本想笑的, 不过看着鸡染明明冷下来的脸色, 连王稳住表情, 我的事, 我那些师兄师姐都告诉你了, 鸡染淡淡问道, 也不是全部, 只是简单说了一些, 楚汉丰回道,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鸡尔毫不客气地说道, 虽然咱们王朝的成员, 私底下不准联系, 但现在情况特殊, 总部那边应该可以理解的, 听到鸡染的话, 楚汉丰知道, 对方没有完全信任自己, 只是想利用自己, 但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你需要我做什么? 楚汉丰问道, 先治好我的伤, 然后帮我寻找新尘体, 既然也没隐瞒, 好, 楚汉丰直接点点头, 另外, 给我找个住的地方, 我不能去酒店之类的, 需要身份证, 会查出来的, 鸡染思索了少许, 然后说道, 我要住你家, 啊, 楚汉丰愣了一下, 在鸡染的想法中, 去了楚汉丰家里, 可以用他家人的性命作为要挟, 让楚汉丰乖听自己的, 替自己做事, 那行吧, 楚汉丰只能点点头, 这世上怎么还会有这种要求, 凯迪拉克行驶进平湖市区, 楚汉丰直接开到了麻辣烫店, 你要寻找新尘体, 除了漫天星光的夜晚, 好像不好寻找吧, 楚汉丰直接问道, 我自有办法, 既然冷哼道, 车辆缓缓停下, 两人也走进了麻辣烫店, 今天的生意不是很好, 不过除了李涵空外, 店内竟然有了老板娘, 那是一名穿着朴素的女子, 模样十分的轻善, 不过身子骨有些薄, 弱不经风版, 李叔, 楚汉丰走进去, 客气地称呼了对方一声书, 然后又看了看那女子, 笑道, 姐姐好, 什么姐姐, 都一把年纪了, 女子笑着摇了摇头, 你来了, 李涵空走了过来, 介绍道, 我的雪莲, 就是从她手里买来的, 她是我的妻子, 你叫萧姨就行, 萧姨好, 我叫楚汉丰, 楚汉丰连忙笑着问候道, 这是你, 女朋友, 李涵空看了看楚汉丰身后的激染, 目光微眯, 他一眼就看到了激染身上的伤势, 只是朋友, 楚汉丰善善一笑, 虽然对方长得还算不错, 但他没有任何想法, 王朝的人, 他不想沾, 你是带过来疗伤的吧, 李涵空白白手, 将两人带入了内堂中, 伤在哪里, 激染将自己的长袍拉下, 露出白皙的肩膀, 不过肩膀上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黑点, 十分的醒目, 这黑点中, 发臭已经化浓的鲜血在流出, 白骨淡魂, 李涵空看着伤口, 微眯着眼, 说道, 不愧是毒医, 这种罕见之毒一眼便认出了, 激染笑道, 你还笑得出来, 你中毒几天了, 超过七天, 鬼神都难救, 李涵空毫不留情地说道, 三天, 激染回道, 此毒能解骂, 这世上从来不存在无解的东西, 只是难度的大小不同而已, 李涵空看了看伤口, 说道, 能解毒的灵药大部分我都有, 唯独少了一份主药, 什么主药, 激染连忙问道, 他虽然不怕死, 但没人愿意真的死, 能活下来自然是最好的, 解此毒需要一颗抚心丹, 将所有的毒全部吸入丹药中, 也需一根安魂草, 能安抚你的妖魂, 这淡毒已经入妖魂, 这两样东西我都有, 唯独少了一颗让你痊愈的魁水真灵丹, 李涵空解释道, 魁水真灵丹乃是由魁水以及真灵果炼制而出, 你们只需要找到魁水, 至于真灵丹以及炼丹的妖宠, 我可以想办法, 魁水, 领冬界应该有吧, 激染说道, 有人确实在领冬界遇到过, 只是不常见李涵空点点头, 这次要让你大出血了, 楚汉风笑道, 一炷雪莲就让你掏出那么多东西,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 那雪莲对我而言, 比我所有的灵药加起来都珍贵, 李涵空摇头, 认真地说道, 他救了一条命, 是萧一把, 楚汉风猜了出来, 李涵空点点头, 他后堂的房间内有一个褐色的草药柜, 只见他拉开抽屉, 从里面取出一瓶丹药, 地底激染, 说道, 此丹药乃是氢毒丹, 可以缓解你的疼痛, 但不能治疗伤势, 谢了, 激染点头, 你要谢就谢这小子吧, 我是还他人情, 李涵空微微摇头, 带着激染从麻辣烫垫出来, 楚汉风打了一个哈欠, 问道, 你准备怎么办, 去领冬界还是, 领冬界不着急去, 先帮我找到星辰体, 激染摇头说道, 那星辰体对你来说, 就那么重要吗? 楚汉风问道, 连命都不顾了, 你不懂, 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 比生命要更有意义, 激染摇头解释道, 行吧, 楚汉风抬头看了看天色, 已经是下午了, 黄昏的夕阳在远去, 晚霞映照的火炼云渐渐消散, 春风吹过, 带着一股青浪, 去你家, 既然转过头, 看向楚汉风,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手段, 对于我这种将死之人来说, 已经了无牵挂,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确定要去我家楚汉风重申了一遍, 看到激染点头, 他只能将对方带到家, 听说这既然偷走了星秀时, 楚汉风其实是图谋星秀时, 先稳着对方, 然后时机成熟了, 趁机给抢过来, 毕竟自己可是用了李涵空的人情, 激染不得给自己赔点东西, 这叫礼尚往来, 嗯, 激染应该会理解的, 楚汉风家里是有空房的, 当他带着激染回家后, 老爸楚正然跟老妈李云正看着电视, 爸, 我朋友, 来咱家住几天, 楚汉风说道, 楚正然看了激染一眼, 随即笑道, 既然是小风的朋友, 那就把这当自己嫁, 谢谢叔叔, 激染笑了笑, 说道, 楚汉风带着激染来到了客卧, 睡的地方东西都是新的, 也没什么收拾的, 从房间出来, 楚汉风看到楚正然拿着手机, 在那偷偷打着电话, 喂, 喂, 是久久吗, 我是你楚叔, 你最近几天跟小风联系没, 我跟你说, 他带别的女生回家住了, 小风年龄小, 许多东西他把握不住, 异地恋嘛, 你也要主动一些, 看着楚正然拿着电话在告状, 楚汉风满头黑线, 他走上前拍了拍楚正然的肩膀, 提醒道, 小心点那女的, 简单交代了几句, 楚汉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他准备把自身修炼的武技, 全部修炼到圆满的层次, 然后再冲击心窍欲妖师的境界, 而另一个房间内, 竟然吃了一颗轻毒丹, 缓缓运转体内的妖气, 将肩膀上的伤势暂时镇压了下来, 他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他的目光看向门外, 楚正然还在看着电视, 他内心暗自思量着, 虽然说, 现在楚汉风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 但凡事都要留一手, 他决定先把楚正然控制住, 然后以此要挟楚汉风, 这样就不怕对方不听话了, 站在房间门口, 无数星辰在周身闪烁着, 头顶有一块紫砂包裹着长发, 头发变成了浅红色, 只见他双手结印, 一道蝙蝠的虚影出现, 缓缓飞向屋顶, 朝楚正然而去, 那蝙蝠翘无声息, 直接冲向楚正然的脖梗处, 楚正然以葛优躺的姿势靠着沙发, 当蝙蝠冲过来时, 他直接拍了拍脖子, 那蝙蝠直接被拍死了, 怎么回事, 春天还有蚊子, 他朝房间看了一眼, 那一刻, 季染全身冷汗直流, 与他融合的女土服直接解开了合体, 怂了起来, 楚正然看过来时, 季染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道目光, 就如同威严的主宰, 在看一只蝼蚁, 那一刻, 他感觉自己十分的渺小, 哪怕隔着一面墙, 却仿佛整个人都被看透了, 那一刻, 他的妖宠女土服连一丝战意都没有, 不债儿屈人之兵, 困了, 楚正然站起身, 嘟囔着朝卧室走去回去睡觉, 这一夜, 季染睡得并不好, 时长半夜被惊醒, 一会梦见自己被楚正然一巴掌拍死了, 一会又梦见自己被对方一个眼神给秒杀了, 他自小从繁星宗长大, 强者也不是没见过, 他们的宗主也算是一方豪强了, 可自己从未感觉到如此蝼蚁过的念头, 终于, 当第二天蓄日东升, 天色大亮时, 季染无精打采地从房间走了出来, 客厅内除了楚汉丰一家外, 肖剑跟肖英学也来了, 看到肖剑, 季染又是呼吸一致, 他是认识肖剑的, 肖剑直播的名气很大, 再加上他的实力, 几乎没见过他的, 也都听过他的名头, 季染突然有种入了虎穴的感觉, 他看了看楚汉丰, 哼哼, 我真傻, 竟然主动要来人家里, 起来了, 李云看着季染, 笑道, 等会就吃饭, 阿姨, 我不饿, 季染陪笑道,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些事没做, 我要走了, 这么着急吗, 李云回道, 十万伙计, 几乱认真地点头, 那行吧, 欢迎下次再来家玩, 李云笑了笑, 小风, 送送你朋友, 楚汉丰点点头, 他将几乱送到楼下, 问道,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三天之后, 会是满星之夜, 到时候, 我需要你的帮助, 同为王朝成员,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既然, 现在已经不敢威胁楚汉丰了, 只能打起感情牌, 你怎么知道满星之夜, 难不成你还会看天象, 楚汉丰笑道, 总之就是三天后, 咱们去寻找新尘体, 寄染不愿多说, 跟寄染分开以后, 楚汉丰回到了家, 萧英雪找到了他, 那女的很危险的, 不要看人家漂亮, 就什么都不顾了, 你以为我跟齐少风一样, 楚汉丰摇头失笑, 这时, 旁边的楚正然开口, 说道, 今天你们刚好放假, 你萧叔也难得有空, 让他带你们出去历练历练吧, 去哪历练, 楚汉丰问道, 你们学府的试炼, 应该要下来了吧, 楚正然问道, 已经下来了, 下周去新妖界, 楚汉丰点头, 这是张兰告诉他的, 那就去新妖界历练吧, 楚正然摆手说道, 正好让你们提前熟悉熟悉, 新妖界, 萧剑低声自语了一句, 也不知道, 那妖王欢不欢迎咱们, 这次去收敛一下, 多大点事, 楚正然笑着摆摆手, 萧剑开的车, 乃是一辆越野路虎, 车体未均绿色的, 整辆车就如同一只奔驰而出的猎豹般, 弧度清晰, 棱角分明, 三人坐在路虎车上, 一路朝青湖楼去, 关于新妖界,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与其他界域不同, 新妖界对于平护士的人来说, 是完全未知的一个界域像其他界域, 比如领东界, 山鬼界, 这些都有人族强者探索完毕, 绘画出了地图, 整个界域的所有区域和秘密, 都是一览无余, 而新妖界以目前平护士的实力, 还无法探索完全, 目前已知的只有外围的区域地图, 这个界域是很危险的, 虽然比不上藏地, 但也相差不远了, 来到青湖楼, 如今的青湖楼已经没有那么戒备森严了, 不过楚汉风依旧有种被盯着的感觉, 而且那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自从上次离开青湖楼后, 他就一直有这种感觉, 只是环绕四周, 但什么意想都没有, 肖剑一边朝执法殿走去, 一边说道, 虽然这次我是带你们俩人出来的, 但基本我不会插手的, 除非遇到生命危险, 否则这历练就没有意义了, 楚汉风微微点头, 正好他也想试试自己的实力, 自从契约了三只妖宠后, 还从来没有全部放出来战斗过, 走进青湖楼内, 肖剑找到执法者, 直接出示了一块令牌, 楚汉风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令牌, 总之对方显得十分客气, 将几人请到了传送阵法前, 被进去的每个人都要佩戴一块空间坐标时, 要不然一旦进去, 很难再回到人黄域, 随着传送阵法启动, 众人的身影也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时空传送中, 这次的传送很漫长, 楚汉风一直在沉睡过程中, 时空传送对于心神很耗费, 也不知过了多久, 楚汉风方才悠悠地醒来, 此刻, 他正躺在一块平原中, 身下是柔软的草地, 肖剑与肖英雪站在旁边, 看你睡得香, 就没叫醒, 肖剑笑道, 不经常乘坐阵法的人, 心神会困乏, 很正常, 你多做几次, 就慢慢适应了, 这里是新妖界吗? 楚汉风问道, 他环顾四周, 四周除了一片翠绿的平原外, 在西北方, 浓龙中有一座屹立在天地间的城池, 没错, 咱们已经到新妖界了, 肖剑点点头, 前面是孤狼城, 先带你们去城池内看看吧, 楚汉风两人点点头, 沿着平原一直前进, 不过还没等三人去往城池, 在半路上已经遇到了妖兽, 这是两只地穴炎龙, 虽然不是龙族, 但因为有龙族血脉, 也属于亚龙族了, 他们的脑洞像是三角龙, 身躯有六七十米长, 全身都如同岩石凝聚而成的, 唯有双眸乃是散发着黑色的暗光, 这两只地穴炎龙看见楚汉风几人后, 出奇地愤怒, 吼声震天动地, 不断地怒吼着, 这也太凶了吧, 楚汉风说道, 新妖界的妖兽都是这么仇视人类吗? 肖剑笑了笑, 他指了指两只地穴炎龙的身后, 他们的两条尾巴缠绕在一起, 一般情况下, 这种姿势说明是地穴炎龙在交配, 繁衍后代, 如今被楚汉风几人打搅, 能不愤怒才怪, 别看, 少而不宜, 楚汉风连忙捂着肖英雪的眼睛, 你干嘛, 我都成年了, 肖英雪甩开他的手, 你俩别闹了, 还是想着, 怎么解决这两只妖兽吧, 肖剑推到一边, 笑道, 这算是两人的第一个考验了, 楚汉风率先将命运之眼打开, 地穴炎龙, 亚龙肿, 静剑, 先天, 属性, 土, 技能, 狂暴猛袭, 大地突刺, 咱俩一人一个, 楚汉风笑道, 没问题, 肖英雪点头应道, 他周身强大的威势爆发而出, 毅然是先天境的妖气, 肖英雪的两只妖宠雷精和寒破幽名虎楚汉风已经看到了, 不过那雷精不适合在陆地上战斗, 此刻, 他直接将暗破幽名虎与最后一名妖宠千鱼鸟召唤了出来, 千鱼鸟乃是辅助吸妖宠, 这是一个可以加防御和速度的妖宠, 此刻, 千鱼鸟飞驰在虚空中, 寒破幽名虎守在他的旁边, 楚汉风并没有召唤妖宠, 他将大荒天兵树召唤了出来, 大荒天兵树幻化出一把剑, 剑长三尺, 通体散发着蓝光, 剑柄如同骷髅, 锋芒毕露的气息在涌动着, 之前学习的剑点共有四招, 分别是剑气长江, 剑主天地, 剑灵还宇, 剑神无我, 这四招在四级武技中已经属于最顶尖的层次了, 尤其是最后一招剑神无我, 基本可以媲美武技武技了, 楚汉风手持蓝色长剑, 剑尖直指那地穴炎龙, 一声略微低沉的龙银传来, 地穴炎龙大脚向地上一踏, 只听轰的一声, 脚下的大地不断地崩碎开, 一根根一米长的尖刺从地底突出, 朝楚汉风刺了过去, 楚汉风一跃而起, 然后身影顺势朝地上一滚, 躲开了这一击, 手中的长剑清明, 剑气如同长江奔腾, 似乎能听到哗啦啦的流水声, 朝地穴炎龙斩了过去, 只听轰的一声, 剑气有十几米长, 落在地穴炎龙的背部, 地穴炎龙痛苦地嘶吼了一声, 他的头顶长着无数根的小脚, 此刻他鼻孔冒着粗气, 头顶向前, 直接朝楚汉风冲撞了过来, 速度极快, 势不可挡, 砰砰砰, 地穴炎龙踏脚而来时, 地面便留下一行不深不浅的脚印, 楚汉风的身影不断向后退着, 看准时机又是躲过了一击, 不过那地穴炎龙也早有准备, 冲撞被躲过后, 他身后粗壮的尾巴落下, 直接一甩, 从虚空中传来风声, 速度如闪电, 楚汉风知道这一击自己躲不过去, 他将长剑横在身前, 只听轰的一声, 剑身嗡嗡作响, 而他则倒飞了出去, 楚汉风冷哼一声, 手中的长剑再次挥舞起来, 第二是剑主天地, 长剑在楚汉风手中放到了数十倍, 巨剑直指天地, 双手同时握起, 斩, 他大喝一声, 右脚向前一踏, 那剑刃在阳光下闪过寒光, 带着一阵破空声, 重重地落在了地穴炎龙的身上, 地穴炎龙又是痛吼一声, 巨大的身躯直接被斩趴了下来, 雷煌霸心枪, 楚汉风将长剑收回, 武器开始变换, 长剑的两边分裂开, 前段不断延长着, 转眼间便化作一把长枪, 楚汉风握住枪身, 枪尖直接插入地面, 借助枪身的惯离, 他腾空而起, 顺带着将长枪拔出, 整条枪都是雷霆弥漫, 楚汉风长枪犹在, 从天而降, 几乎的一边倒的, 压着地穴炎龙在攻击着, 他的枪是十分的霸道, 爆发也特别强, 似最蛮慌的招式, 以利破万法, 这地穴炎龙的身上已经千疮百孔,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痕, 看得出他早已经是强攻之末, 楚汉风枪尖一台, 地穴炎龙庞大的身躯直接被掀翻, 看准时机, 他双手快速结印, 无上雷, 一声轻鹤传来, 紧接着, 深紫色的雷霆暴动起来, 楚汉风双手引雷, 只听轰的一声, 那雷霆直接炸裂, 落在了地穴炎龙的腹部, 一时间鲜血飘散, 地穴炎龙的身体直接倒在地上, 收工, 楚汉风满意地说道, 不使用妖宠, 单纯以他修炼到武技为主, 楚汉风对于这结果还是很满意的, 同境界中, 能把武技修炼到他这种程度, 可谓是少之又少, 不错, 纵使是肖剑这种层次的强者, 也是由衷称赞了一声, 地穴炎龙的弱点就在腹部, 这也是他全身最脆弱的地方, 楚汉风能找到弱点, 并且武技联合在一起, 不给对方反抗的机会, 这种战斗意识很可贵, 转头再看了看肖英雪这边, 他的鲜鱼鸟翱翔在虚空中, 一语化形, 成为素, 肖英雪轻贺一声, 一片洁白的羽毛落下, 飘飘然地落在寒破幽冥虎的身上, 寒破幽冥虎怒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道寒冰闪电, 不断地穿梭在地穴炎龙的四周, 千语化形, 成为玉, 再次的轻贺声传来, 千语鸟的身上飘落下来至少百片羽毛, 它们全部融入寒破幽冥虎的身上, 仿佛凝聚成一层的千语战衣, 寒破幽冥虎威势大增, 最终以强大的力量直接碾压了地穴炎龙, 杀死两只地穴炎龙后, 肖剑简单给两人讲了一些战斗的技巧, 随即手里拿着一把匕首, 将两只妖兽的妖盒取了出来, 这些妖盒算是妖兽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之一, 不过只有先天境开始, 妖兽才有妖盒, 肖剑解释道, 欲妖师到后期的修炼需要很大的资源, 不管是妖师还是魂师都不可或缺, 甚至妖师与魂师只是最基本的, 后面的属性精才是最好钱的, 所以平常杀了妖兽后都要积攒起来积少成多, 这些都是肖剑的经验, 除非你加入大势力, 为人家卖命, 人家给你修炼资源, 否则散修欲妖师一定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将妖盒给两人后, 肖剑边朝孤狼城走, 边给两人介绍着城池的情况, 孤狼城乃是一位狼王所建造的城池, 那狼王其实是人类, 只是他从小就在狼群中长大, 新妖界中, 外围共有十六座妖兽城, 从网吧出来, 回家咯, 这十六座妖兽城都是以妖兽的名字而命名, 就如同前方的孤狼城, 它便是十六城之一, 从远处看, 城池的年代挺久远的, 那些城墙的砖瓦上满是岁月的痕迹, 长满了青苔, 仿佛无言地诉说着什么, 三人一路前行, 终于来到了城池的城门前, 此刻, 两扇黑色的城门大开, 城门前人来人往, 朝里面看去乃是一副热闹之景, 这孤狼城的北方有一座蛮象城, 从现在开始, 咱们的身份就是蛮象城的居民肖剑提醒道, 为什么不能表明真实身份, 肖英雪问道, 你不妨反过来想想, 假如有一天你在仁皇界遇到一个人, 自称是从别的界遇来的, 会不会引起轰动, 肖剑问道, 估计会立马将那人抓起来, 拷问关于他所处界遇的事情吧, 肖英雪微微点头, 这也符合情理, 他们三人对于新妖界的土著来说, 就是外来者, 这次来也是为了历练的, 还是低调一些好, 三人走进城池, 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基本上都是人类, 这让楚汉风感觉到诧异, 明明是以妖兽命名, 由狼王而建立的城池, 竟然没有一只妖兽, 反而攻人类居住, 他看向肖剑表情有些疑惑, 肖剑笑着解释道, 这新妖界与咱们人皇界是不同的, 咱们的世界太大了, 没有谁能称无敌, 但在新妖界, 是由妖兽主导的, 肖剑了解的事情很多, 楚汉风也认真地听着, 你看这些居民, 与其说他们生活在这里, 倒不如说是幻养, 幻养, 楚汉风一惊, 这个词可不是什么好词, 一般情况下, 人们养的猪, 羊, 牛这些才能称为幻养, 养肥了, 然后就宰了, 楚汉风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不对, 你想的没错, 这些人类都是给妖兽幻养的食物, 石榴妖兽城基本全部是如此情况, 肖剑说道, 一听这话, 楚汉风突然沉默了下来, 他抬头看了看城池内, 视线沿着那辽阔的主干街道, 一直向前, 环视四周, 这里的居民仿佛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街道上人来人往, 小贩在两边叫卖着, 刚刚出容的包子, 香气十足, 为什么不反抗楚汉风凝目, 问道, 拿什么反抗, 妖王主宰一切, 你没体会过绝望的滋味, 肖剑摇头失笑, 若是我, 宁愿站着死, 也绝不跪着生, 这么毫无尊严地活着, 倒不如拼命反抗而死, 肖英雪紧跟着说道, 说不定还有一线曙光, 听到肖英雪的话, 肖剑笑道, 你还是太年轻了, 假如我给你一个选择, 你若是反抗, 我就把你的亲人, 一个个杀死在你面前, 但你若是不反抗, 我就饶了你的亲人, 你怎么选择, 听到这话, 肖英雪内心一灵, 这个问题, 他没法回答, 人生在世, 总有一些牵挂, 一些想保护的人, 你的父母, 好友以及爱人, 肖剑说道, 你看看这些被豢养的人, 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活, 只是为身边的亲人而活着, 楚汉丰两人沉默不语, 原本热闹的城池, 突然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 走吧, 去里面看看, 肖剑笑道, 这种事他见得太多了, 三人进入城池内, 楚汉丰身处热闹的人群中, 问道, 肖说, 我们的历练你有没有计划, 你想历练哪方面呢, 肖剑问道, 只想强化自身的妖气, 我也可以带你们去寻宝, 我想尽快晋升心窍欲妖师, 楚汉丰直接说道, 魔力五技, 他不需要, 他修炼到乃是圆满层次的五技, 可以说随手来之, 熟练的不能再熟练, 自从他上次打通第三条妖脉后, 便感觉自己遇到了瓶颈, 这第四条妖脉, 就如同一条堵塞的泥潭般, 无论他怎么冲击, 都无济于事, 好像总有一股力量, 能卸掉他的力量, 让他无法打通妖脉, 看来你基础科学的不扎实啊, 肖剑笑道, 这人体内的十二条妖脉, 分别散落在人体各处, 而第四条妖脉, 针对你的心脏, 乃是最重要的妖脉之一, 想打通这一条妖脉, 简单用妖气去冲击是不行的, 有什么办法吗? 楚汉丰问道, 他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牵到经验值, 可惜牵到的东西, 是不受他控制的,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便是后肌薄发, 以绝对的力量打通妖脉, 你现在做不到, 肖剑回道, 至于第二种, 那便是利用外力, 替你打通妖脉了, 什么外力? 肖英雪也好奇地问道, 毕竟他也是先天欲妖师, 这又是另一门知识了, 人类从出生开始, 十二条妖脉都是堵塞的, 必须一条条去打通, 就如同打开一条条枷锁般, 那你们可知道, 堵塞妖脉的是什么东西? 肖剑问道, 楚汉丰沉默了起来, 而肖英雪微微思索后便回道, 是混沌杂志, 没错, 咱们将那股力量称为混沌杂志, 肖剑说到经过许多前任的实验, 这种混沌杂志, 其实是可以被消除的, 能被消除, 肖英雪大吃一惊, 那岂不是说, 我们可以瞬间打通十二条妖脉, 原理上确实是这样的, 只是消除混沌杂志的力量, 名叫创世之气, 创世之气, 没听过, 肖英雪皱眉看向楚汉丰, 问道, 你知道吗? 俺也一样, 楚汉丰摇摇头, 表示自己不知道, 创世之气顾名思义, 当一个介遇被毁灭后, 在重新御御新的介遇时, 才会有那么一缕的创世之气, 肖剑说道, 所以创世之气的珍贵程度, 你们可以想象, 可是这跟我们打通第四条妖脉, 有什么关系? 楚汉丰问道, 你说的借助外力, 该不会是让我们借助创世之气吧? 创世之气你就别想了, 我都享受不了的东西, 肖剑摇头笑道, 不过这孤狼城, 却有一样东西, 可以帮助你们, 什么东西? 楚汉丰连忙问道, 妖力洗礼, 肖剑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孤狼城, 每年都会举办一个节日, 名叫狼王节, 这一天便是狼王的诞辰, 肖剑冷笑了一声, 说道, 在这一天, 城市内的居民, 必须献计一百人足, 供狼王实用, 而同样在这一天, 妖王会降下妖气风暴, 以恩赐狼王的诞辰, 说到这, 肖剑笑道, 这灵气风暴, 若是能被你们所用, 你们便可以借助这股力量, 去打通第四条妖脉, 我记得肖叔叔, 好像是神脏巅峰了吧, 楚汉丰问道, 那岂不是可以让你借此打通第六条妖脉, 进入天府境, 不可能的, 神藏强者的妖脉, 必须创世之气, 外力的妖气, 是打不通的, 肖剑直接摇头说道, 你知道欲妖师到了神藏境后, 为什么要分成五个小境界吗? 就是因为, 神藏的妖脉, 是无法直接打通的, 只能按照一段段去打通, 神藏与心窍,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等你们到了那个层次, 自然会知道的, 那咱们言归正传, 楚汉丰问道, 狼王的诞辰是什么时候? 后天, 肖剑笑道, 到时候, 你们去抢夺妖气风暴, 若是成功了最好, 失败了也没事, 有我给你们兜底呢, 你是不是早就谋划好了? 楚汉丰问道, 狼王刚好诞辰, 几人就刚好来了孤狼城, 哪有这妖巧的事情? 对了, 提醒你们一件事, 肖剑说道, 你们可以重伤那头狼王, 但是不能杀了他, 不过其他妖兽可以随便杀,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狼王开玩笑, 要是杀了, 狼王会怎么样? 楚汉丰问道, 那就让你爸来这里人吧, 肖剑笑道, 不过狼王是神藏妖兽, 估计你们也不是对手, 三人简单计划了一下, 后天去抢夺妖气风暴, 然后利用这外力打通心窍妖脉, 在大街上找了一家酒楼, 三人走了进去, 这酒楼的生意一般, 楚汉丰拿起菜单一看, 发现这上面全是素菜, 一个肉菜都没有, 想想也是, 这里的人类哪有资格杀妖兽, 他们本身就是被换养的食物, 楚汉丰无肉不欢, 也就随便叫了几个菜, 吃完饭, 先找个客栈休息休息吧, 肖剑说道, 你们要想了解关于新妖界的事, 不妨可以跟这里的土著打好关系, 肖剑知道许多事, 但他没有一一说明, 若是什么事都说了, 什么人都替两人杀了, 那么历练的意义在哪, 酒楼的厨子手艺一言难尽, 三人聊聊吃完饭, 便找了一家客栈, 肖剑回到房间后, 再没有出来, 而楚汉丰与肖英雪两人, 则想在城池内逛一圈, 咱们去哪, 肖英雪问道, 刚刚来客栈的路上, 我看前面有一家赌房, 不妨咱们去看看, 楚汉丰说道, 这样不好吧, 肖英雪有些迟疑地说道, 你懂什么, 这赌场啊, 三教九流的人都有, 是打听情报最好的地方, 楚汉丰说道, 那,好吧, 肖英雪只能点头答应, 两人一路来到赌场, 这赌场的面积很辽阔, 门口黑色的牌匾上, 写着牵引两个大字, 走进其中, 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 空气有些闷热, 耳边全身人声鼎沸的大喊声,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我压压子, 我压单数, 楚汉丰看向肖英雪, 问道, 你有钱吗? 有一点, 肖英雪取出一个借拙, 说道, 有几万金币, 借我用用, 楚汉丰拿过借拙, 说道, 哦, 肖英雪有些懵懂得点点头, 随即问道, 你怎么不用你的钱赌啊? 我多奸啊, 要是赌输了怎么办? 楚汉丰里不值气也撞得回道, 咱们玩单双数, 怎么样? 楚汉丰说道, 所谓的单双数, 其实就是一堆黑棋, 让你猜是单数还是双数, 楚汉丰打开命运之眼, 十八颗棋子, 这是眼前浮现出来的数据, 我压双数, 楚汉丰将所有的金币都压了上去, 这命运之眼, 简直是作弊利器啊, 买定离手, 随着那人拿着一根筷子, 缓缓将棋子分开, 正好是双数, 楚汉丰将台面上的所有金币都揽到自己面前, 没看出来, 你还有一手吗? 肖英雪笑道, 你以为贫乎赌神是随便叫的? 楚汉丰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短短几盘下来, 楚汉丰便赢得盆满钵满, 这单双数也没什么意思了, 楚汉丰目光环视四周, 你别光顾着躲啊, 记得打听情报呀, 肖英雪提醒道, 安啦, 楚汉丰摆摆手, 朝旁边猜大小的台子走去, 这台子很长, 几乎是围着四五十人, 不过大多数人都是看热闹, 真正堵住的双方, 乃是坐在堵台对面的两人, 左边的人身穿一件黑色大褂, 头发花白, 乃是一名老者, 而右边之人, 是一名年龄不大的小伙子, 他似乎已经梳红眼了, 头发蓬乱, 衣衫不整, 双眸透着血丝, 死死地盯着那头骨, 小, 青年人声音沙哑地说道, 买定离手, 开了, 旁边摇头之人打开头骨, 笑道, 三百四十六, 十三点, 大, 你又说了, 对面的黑卦老者, 轻笑着说道, 真厉害啊, 倒霉鬼, 想一想博大, 楚汉风听着周围人的议论纷纷, 很快便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对面的黑卦老者, 是三天前来赌方的, 一来便在这里开盘, 而且, 老者拿出了三件宝物, 承诺若是有人能赢他一把, 便会送出去一件宝物, 这三件宝物都非反品, 一时间挑战者无数, 可惜都没人能赢过他, 这几天, 可谓是无数人输的倾家荡产, 咱们去试试看, 楚汉风笑道, 楚汉风站出来, 说道, 又是一个不知死活的小子, 赌注还没开始, 旁边已经有人开始唱衰了, 黑卦老者微微抬头, 问道, 你的赌注是什么? 那你的赌注又是什么? 楚汉风反问道, 老者一挥手, 只见三道光团出现在他面前, 他点开其中一个光团, 一道金色的光芒散发出, 虎斑爪, 一级灵气, 老者说道, 此爪乃是黑斑虎最核心的骨架打磨而成, 可戴在手上, 锋利无比, 听到老者的话, 楚汉风将萧英雪的戒镯扔在桌上, 说道, 我这里有十万金币, 你这一级灵气似乎还不够呀, 老者笑了笑, 将第二个光团收了起来, 那光团的光芒内敛, 成为了一条鞭子, 柳月边千年柳树的树皮凝练而出, 其中浮以芒月辉和铁草, 二级灵气, 不知这两样东西加起来呢, 超过了, 楚汉风如实说道, 没事, 你若能赢我, 给你又何妨, 老者摇头失笑, 你想怎么玩, 就猜大小吧, 楚汉风说道, 你要头子, 老者看着旁边赌方的负责人, 吩咐道, 那负责人拿起头骨, 只听砰砰砰的声音从其中传来, 三颗头子不断地碰撞着最终, 头骨转了一圈后, 负责人将其放在桌上, 然后退下, 你先猜, 老者笑道, 楚汉风开启命运之谋, 凝视着那头骨, 片刻之后, 便有了答案, 136, 十点, 小, 他说道, 我猜是大, 老者笑呵呵地回道, 在头骨还没有打开前, 楚汉风突然发现, 那头子竟然变化了起来, 其中一个正面13的头子, 变成了6, 他把命运之谋放在了老者的身上, 天尘老人, 静剑, 神葬, 天丹, 妖宠, 扶瓷古兽, 五毒兽, 换一鸟, 巨木树, 玄冰玉尸, 五计, 后土拳, 逍遥步伐, 狂浪七转, 看了看关于老者的信息, 楚汉风大喊了一声, 等一下, 那原本要打开头骨的人顿时停了下来, 你作弊, 楚汉风看向老者, 说道,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在赌场作弊, 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啊, 怎么说, 老者也不见紧张, 笑着问道, 楚汉风冷哼一声, 双手结印, 一道无上雷霹雳啪啦地炸响着, 随即在楚汉风的指引下, 伴随着轰鸣声, 直接落在了老者旁边的虚空中, 悬浮在虚空中的妖兽出现, 妖兽一出现, 整个赌方乱作一团, 这里是哪里, 豢养人类的地方, 这里的人都是一群普通人, 哪有资格契约妖兽, 让妖宠为自己作战啊, 此刻看到御妖师的出现, 许多人避之不及, 混乱地朝赌方外跑去, 他们怕惹上麻烦, 在这里, 御妖师就如同洪荒猛兽般, 扶此古兽, 可以控制任何东西, 浮悬而起, 你就是让他把头子转过来的吧, 楚汉风微眯着眼, 说道, 你不怕我, 老者被拆穿, 依旧很平静, 笑道, 你也是御妖师吧, 我现在很好起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不重要, 楚汉风直接说道, 不过愿赌服输, 若是不作弊, 那应该算你输了, 虽然说, 自己也用命运之谋作弊了, 但对方却没发现, 再说了, 御妖师的是能叫作弊吗, 那叫各凭手段, 自己只是技高一筹罢, 老者也并非输不起的人, 直接将两样东西扔给了楚汉风, 缓缓站起身, 说道, 小子,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人神教? 什么人神教? 楚汉风疑惑问道, 一个励志要推翻妖王统治, 让我人族如同天上的太阳般, 亘古不变, 向往光明, 奔赴仙神的教派, 老者笑着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如何成为御妖师的, 但凭你个人的力量, 是无法翻起风浪的, 这老者只怕还以为楚汉风是运气好, 才成为御妖师的, 毕竟这大千世界总有那么一两个异类, 只怕他从未想过, 楚汉风是从其他界域来的外来者, 加入你们人神教有什么好处吗? 楚汉风问道, 咱们站一场, 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才能给你许诺多少好处, 老者笑道, 可以, 楚汉风直接同意了, 加入人神教对楚汉风来说, 不算是坏事, 要想在新妖界立足就必须有一个身份, 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 做什么事都方便, 不过前提是, 他要先了解人神教, 老者目光环视四周, 最终说道, 狼王的人只怕快要来了, 这样吧, 今天晚上, 我给你决斗地点, 咱们去城外比试, 没问题, 楚汉风直接点点头, 老者说完之后便离开了, 而楚汉风也带着萧英雪走出赌坊, 这是非之地还是远离好, 两人再回客栈的路上, 楚汉风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 他一回头, 身影快步向后, 直接抓住了一个少年, 这少年留着短发, 十三四岁的样子, 脸色脏兮兮的, 穿的衣服也好久没洗了, 不过让人瞩目的是, 他的一双眼睛充满了野性, 就如同一只为驯服的老虎般, 野性又带着侵略性, 你跟着我们做什么? 楚汉风问道, 那少年不说话, 只是直视着楚汉风的眼睛, 是不是想跟踪我们, 给狼王去报信? 楚汉风问道, 你要不说我就杀了你, 少年沉默少许, 方才声音弱弱地说道, 我想, 我想你教我修炼, 什么? 楚汉风一愣, 我想成为御妖师, 少年鼓足勇气, 声音坚定地说道, 别闹了, 小孩, 楚汉风摆摆手, 说道, 回去洗洗睡吧, 后天是狼王的诞辰, 我爸妈都被陷进了, 那小孩跪下来, 脑袋不停地磕着地板, 声音哽咽地说道, 我只想报仇, 让我付出任何东西, 我都愿意, 你要报仇, 那是你的事, 跟我没关系, 楚汉风摇了摇头, 直接带着萧英雪离开了, 楚汉风走得毫不留情, 少年在身后一直跪着磕头, 你这人有点心狠啊, 萧英雪说道, 你要是可怜他, 那你收他为徒啊, 楚汉风回道, 我还是算了, 人家又没找我拜师, 萧英雪回道, 我挺好奇的, 你为什么会拒绝他, 在你眼里, 老师是什么, 楚汉风问道, 诗者, 传道, 授业, 解惑, 萧英雪回道, 咱们不是这个介遇的人, 注定要离开的, 楚汉风说道, 如果我收他为徒, 我就要为他的人生负责, 太麻烦了, 我这人最怕的就是麻烦, 那关于人神教的事呢, 萧英雪又问道, 你真要跟那老者去决斗, 不然呢, 楚汉风问道, 说不定咱们能从人神教这里打开缺口, 从而更详细地了解这个世界新妖界啊, 一片人类尚未完全探索完成的世界, 我倒是挺好奇的, 对了, 你赢的那些东西, 是不是该分我一半, 毕竟是用我的本钱, 萧英雪突然说道, 呵呵, 今天天气不错, 你看这太阳, 又大又圆, 楚汉风抬起头, 打个哈哈, 老子凭本事赢的钱, 为什么要给你, 回到客栈内, 萧健正坐在大堂中, 大口喝着酒, 另一只手拿着一根巨大的后腿肉, 也不知道是什么妖兽的, 正吃得满嘴是油, 真香, 你们快过来尝尝, 萧健招呼两人, 说道, 你这是在哪杀的妖兽, 楚汉风诧意说道, 路上捡的, 相信我, 萧健认真地说道, 信你个鬼, 遭老头子就坏得很, 楚汉风吐槽道, 不过他还是拽起一根后腿, 紧跟着吃了起来, 你们这趟出去, 有什么收获吗? 萧健问道, 人神教, 你知不知道? 楚汉风问道, 那个自诩太阳, 追逐神明的教派呀, 萧健笑道, 听过一些关于他们的事, 你觉得我加入他们怎么样? 楚汉风问道, 要加入, 就当核心成员, 当普通教众没什么意思, 萧健回道, 我知道了, 楚汉风点点头, 吃完饭后, 他便在客栈内等候着, 终于, 傍晚时分, 有个小孩捧着一个花篮, 送到了楚汉风的面前, 有个老爷爷, 让我送给你的, 楚汉风低头看了看花篮, 从里面找出一张纸来, 那纸上是一个地图, 不过这地图的范围很小, 只有孤狼城的边境, 上面在孤狼城北边五公里的地方, 画了一个箭头, 意思就是, 鄙视地点, 楚汉风将地点寄了下来, 又仔细看了看地图, 随即一把火, 将其给烧了, 夜色渐暗, 不过这孤狼城却依旧灯火通明, 因为后天是狼王的诞辰, 整个城池都要庆祝这一天, 形状如同妖兽的灯笼挂满了城池, 人们在忙碌着, 楚汉风也没有让肖剑两人跟随, 他独自一人趁着夜色朝城外走去, 途中路过一片广场, 那是狼王举办诞辰的地方, 广场很辽阔, 入口处有一尊狼王的雕像, 广场中央则是一座高台, 离开了孤狼城, 楚汉风按照地图上的位置前进, 夜风凉凉, 庆人心脾, 这平原的草绿丰柔, 老者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 就这般屹立在夜风中, 他背对着楚汉风, 直到脚步声响起, 他才缓缓转过身, 迁到孤狼城, 获得五级无尽束缚, 这是楚汉风在离开孤狼城前, 迁到的, 天色已晚, 他可不想浪费今天的迁到机会, 无尽束缚, 听到这个名字, 楚汉风先是一愣, 他总觉得这个名字十分熟悉, 然后一看技能介绍, 瞬间老董哥了, 无尽束缚, 祖安怒兽沃里克的终极技能向前位移一段距离, 然后压制目标两秒, 造成伤害的同时, 可以治疗自身, 单单是短短的几句介绍, 就让楚汉风了解这个技能的强大之处, 压制, 伤害, 以及治疗, 你来了, 老者转过身, 看向楚汉风笑道, 召唤你的妖宠吧, 不着急, 楚汉风回道, 咱俩之间先比试一下, 我是神藏镜, 与你比试有些欺负人了, 老者笑道, 楚汉风右手抬起, 大荒天兵树眼花的长枪握在手心, 雷霆之力缠绕枪身, 楚汉风身影向前踏步, 枪间闪烁着寒光, 直接朝老者刺去, 老者轻轻一笑, 黑琉璃, 他右手伸出, 只见他的手掌表面, 覆盖了一层黑色的如同琉璃状的东西, 那右手挡在身前, 只听砰的一声, 枪间雷霆暴动, 刺在老者的黑色琉璃手上, 竟然没有刺穿, 甚至连表面的皮都没刺破, 楚汉风微微凝目, 雷荒霸心枪, 那枪亦在暴动着, 其中万千雷霆缠绕, 似乎醉蛮荒气息, 霸道的枪法打开大河, 气势如虹, 一时间, 楚汉风竟然占据了上风, 不过楚汉风自己感觉得出来, 在自己狂暴的枪法下, 老者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反而, 一直在游刃有余地躲闪着, 这老者在试探自己, 楚汉风瞬间便有了结论, 他重重地冷哼一声, 长枪在前方以半月弧一扫而过, 随即长枪转化为长剑, 剑翼暴动之时, 楚汉风快速挥舞长剑, 两道剑气长枪的剑气, 从剑身迸发而出, 朝老者夹击而来, 圆满级别的剑法, 很不错, 老者认可地点点头, 他目光一凝, 脚下逍遥步伐踏出, 身影飘忽不定, 自在逍遥, 任我天地间, 那身影穿梭在两道剑气之间, 很是轻松地躲了过去, 不过楚汉风也没指望, 第一招就能伤到对方, 因为他的第二招, 剑主天地已经准备完毕, 巨剑凌空, 毁天灭地的剑气, 从巨剑上爆发而出, 楚汉风直接一剑斩了过去, 重剑无风, 大巧不攻, 当重剑携带着破空声落下时, 老者再去用黑琉璃的双手结石, 只听咔嚓一声, 那黑琉璃直接破碎开, 有意思, 老者笑了笑, 从他的袖口处掉出来一把迷你的斧头, 下一刻, 斧头放大十几倍, 轰的一声, 无尽的劲气从四周涌动而来, 空间都崩溃, 余波在骤然作响, 楚汉风只觉得自己的巨剑斩在一块钢铁巨斧上, 那反正而来的攻击让他双手发麻, 乱伏法, 老者轻贺一声, 这一次轮到他进攻了, 那斧头毫无轨迹可言, 强大的力量回荡在虚空中, 斧头锋利无边, 每一次落下都会在虚空中留下痕迹, 只见他气势似是长虹惯日, 轰的一声, 楚汉风险而又险地躲过一击, 那斧头披在大地上, 顿时出现了一个大坑, 剑林还宇, 楚汉风拉开距离, 大喝一声, 一道惊天剑芒从天而降, 那剑芒如同亘古不灭的还宇般, 以强大的力量和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落下, 而且这并非是一道剑芒, 整个虚空上剑意分裂出无数刀, 然后如同剑狱之海般, 密密麻麻, 数不胜数, 随着楚汉风的动作, 所有的剑意全部惊天而落, 摧枯拉朽般朝老者杀了过去, 犹犹万剑归宗之意, 又四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河霸被冲垮, 老者抬头饶有兴趣地看去, 笑道, 咱俩若是一个境界, 你这一招, 我必须召唤妖宠了, 可惜, 相差两个大境界, 我以绝对力量便可以摧毁, 他将巨斧插在旁边的平原上, 随即双手中, 土黄色的妖气开始凝聚, 那妖气厚重又磅礴, 仿佛隐约之间, 那双掌消失不见, 只剩两面肩不可摧的盾牌本, 后土掌老者直接踏空而起, 反向朝剑意杀了过去, 双手似盾牌, 一张翼盒在虚空中, 喷喷喷的声音不断响起, 所有的剑意都被盾牌给抵消了, 楚汉风双手结印, 一道惊天雷声响起, 伴随着雷声滚滚, 无上雷从天而降, 朝老者劈了过去, 当雷声炸裂时, 那强大的力量纵使有盾牌抵挡, 依旧被劈落而下, 楚汉风看准时机, 无尽束缚使出, 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的双手不像是手了, 反而像狼爪般, 其中有一股狂暴的力量在爆发着, 他向前一扑, 刹那间, 栖身上前来到老者的面前, 束缚之爪化作无数道的残影, 这一刻, 他的双爪血红一片, 速度惊人, 交错着撕裂老者的长袍, 朝他的血肉撕裂而去, 老者目光一凝, 双手连忙挡在面前, 他的身体表面出现了一层淡淡的腰气薄膜, 将全身都笼罩其中, 楚汉风知道, 无尽束缚的压制效果只有两秒钟, 这两秒钟对方是反抗不了的, 他直接将笑天召唤了出来, 一道地狱之火喷涌而来, 吼, 笑天的怒吼传来, 那火焰洪流不断地沸腾着, 压制效果刚刚结束, 楚汉风便一脚逆龙七步踏出, 龙银震撼对方的心神时, 身影也与火焰洪流交错而过, 随着地狱之火爆炸在老者的面前, 楚汉风站在原地, 目光紧紧地盯着爆炸的尘埃内, 终于, 随着尘埃落定, 他看到了老者的身影, 看上去有些狼狈, 黑袍也脏乱破碎, 没有了之前的云淡风轻, 楚汉风微微皱眉, 虽然如此, 但他发现老者并没有受太重的伤, 果然, 自己以仙天境强占神葬镜, 中间还隔着一个心窍镜, 确实很难, 他内心暗自想道, 你小子下手挺狠啊, 老者吐槽道, 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笑道, 我见过的仙天玉妖师中, 你是最强的, 谢谢夸奖, 楚汉风回到还要鄙视妖宠吗? 不用啊, 你的实力我大概心里有数, 老者笑道, 他将被在身后的手伸了出来, 因为刚才硬汉地狱之火, 他的手掌已经有些烧伤了, 可以告诉我, 你这一身实力是怎么来的吗? 老者好奇地问道, 背后没有强大实力的支撑, 楚汉风能拥有这种实力, 确实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每个人都有秘密, 何必问得那么清楚呢? 楚汉风笑道, 我现在比较好奇, 你准备怎么安排我? 我们人神教终, 楚汉风问道, 替人神教招揽, 培养人才, 能让咱们组织越来越强, 老者笑道, 当然, 咱们每个月都会发放修炼资源, 每个人都有功劳点, 可以在教内兑换任何东西, 我答应了, 楚汉风点点头, 老者将一块令牌递给楚汉风, 令牌是青铜色的, 背后平整光滑, 正面则是一个害字, 这是害字堂的堂主令, 持此令牌, 所有害字堂的成员皆听你命令, 老者解释道, 咱们二十二堂, 分别以十天干十二地支而命令牌练, 你今后若是遇见其他堂的人, 大家也都是一家人, 要互帮互助, 害字堂在哪? 楚汉风问道, 我总得见见这些兄弟姐妹吧, 就在孤郎城内, 老者笑道, 原本也想安排让你落个面点, 我带你去吧, 对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乃人神教的代言人, 名叫天臣老人, 你直呼我天臣即可, 两人趁着夜色朝孤郎城走去, 一路上, 天臣老人跟楚汉风简单介绍了一番人神教, 这人神教比楚汉风想象中还要强大, 整个新妖界到处遍及他们的势力, 而这一堂之主的权力, 更是大的没有边际, 因为害字堂管理的乃是这妖兽十六成的地盘, 你给我这么大权力, 就不怕我背叛, 楚汉风笑道, 背叛, 天臣老人笑了笑, 说道, 我觉得, 你现在关心的是, 还是怎么稳固自己的位置吧, 害字堂盯着堂主位置的人不在少数, 你突然空降堂主, 恐怕会有很多人不服气, 害字堂强者多吗? 楚汉风连忙问道, 要是强者多, 他就让肖剑出马, 要是都不强, 那他就亲自去装逼, 还行吧, 最强者不过是心窍, 天臣老人摇摇头, 咱们人神教虽然教众居多, 但大多实力都不尽, 你也知道, 在妖王统治的世界, 发展是很艰难的, 既然是这样, 那就好办了, 楚汉风微微点头, 说道, 我杀人应该没事吧, 大家都是一家人, 老者迟疑了一下, 随即回到,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这样, 容易引起误会, 我拿他们当家人, 就看他们时不时像了, 楚汉风笑道, 他对人神教是没有归属感的, 你看网上那些直播带货的, 张口闭口的家人们, 这种家人不就是用来坑的吗? 两人回到了孤郎城中, 这城中有个烟纸铺, 门面不算太大, 位于街道的偏僻角落, 生意也尚可, 进入店铺内, 空气中有一股混合的香味, 身穿红色长衫的老板娘, 就靠在柜台前, 她风韵油存, 正涂着指甲, 脸蛋擦着腮红, 皮肤白皙, 一头青色如人覆般的长发盘在脑后, 用一根银色发簪插着, 哟, 今天带了一个小帅哥过来了, 看到天臣老人, 女子笑着说道, 他将是你们害字堂的堂主, 天臣老人介绍道, 你通知一下其他兄弟, 明天在你店铺, 大家见个面, 这两天狼王诞臣, 大家会和会不会不太好, 女子担忧地说道, 万一被发现了, 就麻烦了, 狼王诞臣, 你们想不想搞事情, 楚汉风突然问道, 这件事可不能开玩笑, 这一下就连天臣老人都凝重了起来, 说道, 狼王的诞臣, 我估计, 到时候整个孤狼城都是重兵把守, 起码会有上百只妖宠维持秩序, 再加上狼王本身就是神葬强者, 你不也是神葬强者吗, 楚汉风说道, 咱们害子堂能调动多少人, 若是不够, 让其他兄弟堂帮忙凑凑呗, 反正都是一家人, 离尚往来嘛, 只要杀死狼王, 就是对妖王的一次重创, 也是咱们人神教的一次重大胜利, 楚汉风原本是想跟萧英雪两人, 去夺取妖气风暴的, 如今有了打手, 不用白不用, 相信有着人神教的帮助, 自己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 所以, 他一定要说服眼前的天臣老人, 虽然他是堂主, 但楚汉风知道, 自己现在并没有威信, 说出去的话, 估计也没人听, 天臣老人在沉思着, 手指轻轻拍打旁边的桌子, 这样吧, 红, 天臣老人看向女子, 说道, 等明天了, 务必要把害子堂的一些队长聚集, 到时候, 大家商讨一番, 女子红点了点头, 然后饶有兴趣地盯着楚汉风, 他对楚汉风这空降的堂主倒是没恶意, 反而提醒道, 你小心点黄虎和黑熊, 他们两个对堂主位置的执念可是很深的, 我叫红, 是负责孤狼城情报搜集的, 以后也要在你手下办事了, 多多指教, 楚汉风谦虚了回了一句, 因为跟天臣老人的决斗, 再加上赶回孤狼城, 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如今已经是深夜了, 楚汉风打了个哈欠, 说道, 我先回去睡觉了, 等明天会合了, 再聊其他计划, 他回到客栈后, 埋头睡了一大觉, 直到第二天, 太阳照屁股, 楚汉风才从房间出来, 肖剑和肖英雪坐在下面正吃饭呢, 明天就是狼王诞辰了, 你的计划呢? 肖英雪直接问道, 稍安勿躁, 楚汉风随意吃了两口, 便起身离开客栈, 朝那烟制铺走去, 今天的烟制铺关门了, 楚汉风过来时, 门口正站着一名男子, 三十岁的模样, 胡子拉叉, 你就是红姐说的那人吧? 那男子看着楚汉风, 问道, 楚汉风将令牌取了出来, 直接问道, 认识这令牌吧? 唐主令, 那男子点点头, 那你该怎么称呼我? 楚汉风问道, 唐主, 男子缩了缩脖子, 他总觉得楚汉风气势有些足, 不敢跟对方应对, 带我去见天臣, 楚汉风淡淡说道, 两人顺着烟制铺的后门, 缓缓走了进去, 在途中, 楚汉风问道, 你是何人? 咱们亥字堂共有十六小队, 分别负责这妖兽十六城, 我是施虎城的队长, 张炳, 男子笑着说道, 楚汉风想起了之前洪姐的提醒, 便问道, 你认识黄虎和黑熊吗? 黄虎是天狗城的队长, 黑熊则是黑熊城的队长, 张炳解释道, 在十六个队长中, 他们的实力应该算最强的了, 听说他们也想当堂主, 楚汉风笑道, 谁不想当城主啊? 张炳摇头是笑, 两人一边说着, 已经走进了这烟制铺去, 进入其中, 楚汉风才发现, 烟制铺的底下另有乾坤, 竟然还挖着一个密室, 而众人聚集的地方, 就是在地下的密室内, 来人皆是身穿统一的黑色长袍, 加上天臣老人和楚汉风, 一共是十八人, 另外十六人就是专门负责 邀寿十六城的队长, 看到楚汉风时, 有人冷哼了一声, 气氛似乎都有些变了, 前面有个长方形的桌子, 楚汉风与天臣老人 各做桌子的两头, 自我介绍一下, 楚汉风率先笑道, 我将是害子堂的堂主, 今后希望大家能互相鼎励合作, 我知道有些人, 对我这个堂主很不满,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 当然, 就算你们提了, 我也不会改, 听到这话, 天臣老人连忙出来救场, 笑呵呵地说道, 都是自家兄弟, 大家不必闹得这么不愉快, 害子堂的堂主都得严格考核出来的, 我们不会偏台任何一个人的, 我先说, 我有意见, 此时, 一个虎背熊腰的大汉站了出来, 他身材魁梧, 站在那里, 就如同一个巨人般, 给人一种很强的压迫纲, 他凭什么当堂主, 起码给我们一个幸福的理由吧, 你哪位, 楚汉风看了那魁梧男子一眼, 不在意地问道, 他们都叫我黑熊, 魁梧男子自傲地说道, 我看他的实力也不强啊, 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要不然不服众啊, 另一名男子也站起身, 他如同笑面虎般, 嘿嘿说道, 我叫黄虎, 没什么恶意, 就是想问清楚, 毕竟堂主的位置太重要了, 姓名, 黑熊, 静剑, 心窍静, 妖宠, 铁背熊, 赤焰天熊, 神风熊, 大地兵熊, 武技, 暴熊掌, 狂化, 大地阵战, 武器, 雷熊手套, 姓名, 黄虎, 静剑, 心窍静, 妖宠, 铁骨蛇, 刀角鹿, 天宝鼠, 鬼面蜘蛛, 武技, 蛇行手, 追云步, 兵悬剑绝, 武技, 魁心双剑, 看着命运之谋反馈而来的信息, 楚汉风笑了笑, 看向两人, 说道, 你们要跟我比试一场吗? 正有此意, 黑熊瞬间便站了起来, 不过这里位置不够宽敞, 为了不引起注意, 咱们就不召唤妖宠了, 只是玉妖室之间的战斗如何? 楚汉风说道, 这地下室不够大, 万一真打塌了, 就麻烦了, 不管怎么站, 我都有信心赢你, 黑熊说道, 你呢? 要一起来吗? 楚汉风看向黄虎, 问道, 你们站, 黑熊就代表了我, 黄虎笑着摆摆手, 楚汉风微眯着眼, 像黑熊这种四肢发达的他倒是不怕, 但是黄虎这种笑面虎背后捅刀子的人, 反而要提防着, 四周的人都让开位置, 让楚汉风与黑熊站在中间的空地上, 黑熊轻和了一声, 他将自己的雷熊手套取了出来, 戴在双手上, 这便是他的武器, 手套上有雷霆涌动, 他曾经猎杀过一只雷霆熊妖兽, 扒皮制成的这手套, 随着紫色的电弧在涌动, 只见黑熊大吼着朝楚汉风杀了过来, 一拳砸下, 破空声便响起, 仿佛虚空都泛起了波动, 大背破空掌, 楚汉风直接以利汉利同样一掌拍去, 他想试试着黑熊的力量, 砰的一声, 两人的双掌碰撞在一起, 只见楚汉风的身影帘退好几步, 而黑熊却是纹丝不动, 比力量, 我还没输过谁, 黑熊自傲说道, 空有一声蛮力, 又有什么用呢? 楚汉风摇头说道, 他手中无上雷的印记在结印着, 强大的雷霆风暴在凝聚, 随着楚汉风右手落下, 雷霆风暴轰隆隆降临, 披在了黑熊的身上, 对方身上冒着黑烟, 似乎也感觉到了疼痛, 黑熊在怒吼着, 再次举拳朝楚汉风砸来, 不过楚汉风也不与他正面交锋, 一直在迂回着, 手中的无上雷作为远程攻击, 黑熊越打越愤怒, 自己连楚汉风的身影都摸不到, 而身体上已经多多少少有些伤痕了, 他站在原地怒吼着, 身体开始狂化了起来, 那身躯先是庞大了一圈, 攻击、防御以及速度都得到了强化, 黑熊大脚在地上一跺, 大地震战, 一股无形的波动从地底涌动而来, 楚汉风连忙躲闪, 不过还是差点被这强大的余波 给掀翻在地再来, 他大喝一声, 手中的大黄天兵树开始演化, 最终演化出一把短匕首的形状, 脚下逆龙七步踏出, 龙鹰阵阵, 他的身影宛如一条遨游在九天的神龙, 楚汉风栖身上前靠近着黑熊, 手中的匕首锋利无比, 直接朝黑熊杀去, 黑熊自然不甘示弱, 一拳砸了过去, 拳头落下, 楚汉风的身影就如同纸糊的般, 直接被砸得灰飞烟灭, 不好, 黑熊大惊, 不过已经为时已晚, 森罗万象, 楚汉风真实的身影已经隐藏在他的后面, 这森罗万象可化作一个分身, 乃是李涵空给他的, 楚汉风觉得这森罗万象与自己的脸膝神爵简直是绝配, 用分身去吸引对手的注意力, 然后自己再利用脸膝神爵躲藏起来, 谁也发现不了, 尤其是出其不意, 他手中的匕首已经落下, 眼看着要插进黑熊的心脏, 楚汉风却停了下来, 你, 黑熊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只是切磋而已, 别害怕, 楚汉风拍了拍他宽大的肩膀, 笑道, 黑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刚刚他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 心脏被透穿, 可不是他能承受的, 你赢了, 这堂主之位我扶你, 黑熊说道, 我黑熊说话一口唾沫一个钉, 今后我只扶你, 诸位还有一件吗? 楚汉风目光环视四周, 问道, 十六城的队长全部沉没了下来, 既然如此, 那咱们商量商量关于狼王诞辰的事吧, 楚汉风坐了下来, 说道, 一旦重创孤狼城, 不但可以打击妖兽势力, 到时候也可以抢夺他们的修炼资源, 据我所知, 孤狼城的妖兽也就一百多只, 咱们亥字堂若是抽出全部人手, 差不多能有三四百人, 老板娘红开口说道, 现在摆在眼前的只有两个难题, 什么难题? 楚汉风问道, 第一, 咱们的人虽然多, 但在实力上却敌不过妖兽, 那些妖兽以一敌二, 甚至敌三, 都不是问题, 第二, 妖兽十六成相隔距离不算遥远, 一旦孤狼城被攻击, 其他城池派兵来增援, 只需半个时辰, 也就是说, 半个时辰内, 我们要结束战斗, 老板娘红依依分析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其实, 御妖狮与妖兽比起来, 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那便是, 妖狮只有一只, 而一名御妖狮, 却可以同时召唤好几只妖虫, 只不过, 亥自堂的成员大多是隐气于妖狮, 这个优势也就不存在了, 楚汉风在思索着, 看向天臣老人, 问道, 那狼王你能解决吗? 解决恐怕是不可能的, 不过与他五五开吧, 天臣老人说道, 你是神葬强者, 有五只妖宠的, 难道还奈何不了那只狼王? 楚汉风惊讶地问道, 你不懂, 妖兽一旦到了心窍境, 就是另一个层次了, 他们可以使用体内妖合的力量,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天臣老人摇了摇头, 说道, 而咱们契约的妖宠, 是没有妖合的, 所以战斗力要弱上一些, 那这样吧, 让天臣托住狼王, 然后咱们合力诛杀其他妖兽, 楚汉风说道, 到时候再顺势抢夺一些修炼资源, 不管能不能成功, 半个时辰后, 咱们一定退走, 怎么样, 失败了也就损失那些, 但若是成功了呢? 主委可以试想一下, 听到楚汉风的话, 众人说不心动那是假的, 随着妖王统治的更加稳固, 而人神教规模也慢慢越来越大, 那么修炼资源从何而来? 先不说那些强大的资源了, 最基本的妖室与魂石就是一个大难关, 除了掠夺妖兽外, 他们也没别的办法, 饿死胆小的, 撑死胆大的, 干了, 黑熊站起来说道, 我那边的修炼资源已经发不了几个月了, 咱们干一票大的, 如何? 众人都有些异动, 目光看向天臣老人, 这次是天臣老人拿主意, 楚汉风的威望毕竟还不够, 行, 明天诞辰之前, 让所有兄弟都混入这孤狼城, 天臣老人点头说道, 到时候, 以我换一鸟为信号, 鸟鸣撕裂苍穹之时便是动手之时, 另外, 我觉得适当地托住妖兽大军, 怕一部分人去狼王府抢夺资源比较重要, 抢夺资源我在行啊, 楚汉风连忙站起来, 说道, 到时候, 我带一小队人去抢夺资源, 一旦资源到手, 我们就撤退, 如何? 我和你一起去吧, 这样也保险先, 这时候, 黄虎站起来, 笑道, 那行, 你们一起去狼王府, 注意安全, 天臣老人微微点头, 至于其他人, 一定要拖住妖兽大军, 记住了, 半个时辰必须撤退, 天臣老人有一张孤狼城详细的地图, 此刻他铺开地图给众人讲解着, 到时候, 妖兽大军镇守的位置, 以及众人行动的路线, 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后, 众人便离开了胭脂铺, 十六城的队长要安排叫众埋伏在城内, 至于楚汉风, 又显得有些无所事事了, 他回到客栈内, 肖剑与肖英雪正准备出去, 你这都忙什么呢? 神神秘秘的肖英雪吐槽道, 你们去啊, 楚汉风问道, 去广场呢, 听说明天的诞辰就是在那边举办, 肖英雪回道, 正好, 一起去看看吧, 楚汉风笑道, 至于你, 明天跟着我, 咱们去狼王府, 到时候会有帮手的, 你把人神叫的人忽悠进来了, 肖英雪惊奇地说道, 什么叫忽悠, 楚汉风瞪了他一眼, 郑重介绍一下, 本人现在是害子堂的堂主, 我们都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把握吗? 肖英雪问道, 说实话, 没有, 楚汉风摇了摇头, 看向肖剑, 笑道, 这不是有肖叔叔给咱都底吗? 要不然, 我也不敢这么冒傻, 放心去做吧, 肖剑微微点头, 三人一边说笑着, 来到了中兴广场这里, 此刻, 这里已经围满了人, 估计城池的大多数居民都来看热闹, 那广场被布置得十分庄重, 入口处, 除了原本的狼王雕像外, 又兴添了一座, 手持战锤, 仰天长啸的狼王, 顺着进入的大道, 两旁是摆满了各种五颜六色的花草, 脚下是用白骨制成的毯子, 走上去有些个脚, 不过妖兽却以此为荣誉, 最中间的位置, 则是一尊镶满了各种琉璃玛瑙的王座, 这广场的四周, 只有这一个座位, 彰显着它的无上地位, 至于王座往下, 都是红色毯子, 其他妖兽只能跪坐毯子上, 旁边还有燃烧着的篝火台, 此刻, 已经有一些妖兽赶往这里了, 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妖兽, 就跟动物一样, 大多是四肢朝地, 爬行而走, 但其实, 妖兽早已经退化, 它们跟人类很相似, 也都是人行行走, 只不过身上的其他部分不一样, 而且, 妖兽只有到了神藏境以后, 才能口吐人言, 大多数的妖兽, 是不能说话的, 此刻, 就有一对铁甲狼, 从不远处走来, 它们手持钢枪, 步伐整齐, 面带凶器, 大多数人类见了它们, 都是自觉朝后退, 这一对起码有十名铁甲狼, 像这种队伍有十几只, 会不断巡查整个孤狼城, 狼王诞辰, 不能出现任何的意外, 楚汉风三人看了一会后, 便离开了, 养好精神, 准备明天的大战, 回到客栈前, 他离开孤狼城, 去了一趟外面的平原, 因为今天的迁道还没有用, 楚汉风可不想浪费了, 这孤狼城已经迁道了, 我只能去外面, 迁道妖兽平原, 获得妖宠神通炼狱空间, 炼狱空间, 楚汉风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自己的荒谷御龙, 回到客栈后, 他也没有修炼, 普通的妖室和魂石, 基本很难满足他, 楚汉风则是埋头睡了一觉, 直到第二天凌晨, 他早早就起床, 跟萧英雪两人赶往广场, 即使是清晨, 夜色刚刚散去, 但这广场依旧人声鼎沸, 热闹非常, 一百多名铁甲狼卫在四周站立着, 无数居民围着四周, 议论纷纷, 楚汉风看到了黄虎, 对方领着一群人在四周散开, 随即缓步走到了楚汉风的面前, 唐主, 他问候道, 天臣呢? 不知道, 等着就行了, 楚汉风回道, 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终于, 只见那些铁甲狼卫, 砰砰砰, 敲响手中的长枪, 在旁边, 几名铁甲狼手持骨锤, 站在大鼓前, 轰隆隆的鼓声, 震天响在一群狼卫的护送下, 一名身材魁梧, 看上去实力强大的狼人, 缓缓走了出来, 他的身躯有两米高, 面容上依稀可见人脸, 背后挂着一个连环大砍刀, 身上全身黑色的毛发, 跟狼人没什么区别, 双眸则是新红色, 这狼王的本质, 其实是个人类, 据说, 他从小是从狼群中长大的, 黄虎在一旁说道, 不过, 他却很仇视人类, 听说他为了成为狼王, 请求妖王, 把自己全身的骨头和血脉, 全部换成狼的, 现在的他, 算是半人半兽吧, 为了活下去, 在这个妖兽为尊的世界, 如此行为虽然不迟, 但也无可厚非, 楚汉风说道, 随着鼓声停下, 只见狼王坐在王座上, 一抬手, 庆典开始, 整个广场热闹无比, 有人类的美女, 在歌在舞, 正在这时, 一道尖锐的鸟鸣响起, 行动, 楚汉风立刻来了精神, 带着黄虎, 直接朝狼王府而去, 几十米长的换一鸟, 身躯就如同钢铁般, 从虚空中掠过, 声音响彻整个中心广场, 刹那间, 喊杀声此起彼伏, 几百人同时召唤妖宠, 从四面八方杀了过来, 这阵势之强, 几乎连狼王都震慑住了, 而四周的普通人, 则开始疯狂逃命了起来, 不过没人在乎普通人, 踩踏着哀嚎声, 混乱中妖兽的大吼, 融为一体, 狼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怎么回事, 他侵略性的双眸看向四周, 四周的狼群大军, 全部靠拢了过来, 杀, 十六城的城主一马当仙, 召唤着妖宠, 如同洪流般, 全部杀了过来, 狼王想参战, 不过一头玄兵御尸, 挡在了他的面前, 天臣老者, 就双脚踏在尸背上, 你是何人, 敢进犯孤狼城, 狼王声音沙哑地问道, 人神叫, 天臣老人重哼一声, 将自己的五只妖宠, 全部召唤了出来, 想要尽全力拖住狼王, 而在另一边, 楚汉风随着逃跑的人潮, 快速朝狼王府而去, 这狼王府的规模, 就不必多说了, 府邸很大, 门口还有狼卫镇守着, 楚汉风直接将笑天召唤出来, 九阳踏天落下, 烈日如同天降, 连虚空都焚化, 那两只狼卫反应过来时, 九颗太阳已经焚化了这片虚空, 将两狼的身影, 直接困在其中, 这次黄虎带的, 有三十多人, 虽然基本上都是隐气于妖师, 但数量也大过质量了, 轻松杀死两只狼卫, 众人冲入了府邸内, 这府邸很辽阔, 正对面是一个荷花池, 两旁种植着好多的灵树, 分开是两条灵鹰大道, 王府内, 还有八九名的铁甲狼卫, 此刻, 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众人, 你们拖着他们, 楚汉风对着身后的众人吩咐道, 我去搜寻宝库, 几十人蜂拥而上, 与狼卫们站成一团, 而黄虎跟着楚汉风, 两人再次前进, 终于, 穿过几条走廊, 还有几个岔路口, 两人来到了一座巨大的亭楼前, 按照地图没错了, 黄虎说道, 这里应该就是狼王府的宝库, 咱们进去, 楚汉风说道, 不过, 两人刚刚向前一步, 只见一道锋芒的剑气突然从旁边落下, 两人的身影连忙后退, 而在刚刚站立的地方, 那地板就如同豆腐般被剑气所粉碎, 什么人? 黄虎问道, 脚步声响起, 只见在旁边, 一名怀中暴剑, 身穿青色长袍, 黑白毛发的狼走了出来, 明明是一只狼, 给人的气质, 却很儒雅, 就像一个教书先生般, 怀中暴着的白剑在拨动着, 仿佛随时都要拔窍而出, 此路不通, 黑白狼剑意再次凌练, 直接在地上用剑痕写出了四个大字, 姓名, 兵剑狼, 静剑, 心窍静, 武器, 白龙剑, 妖际, 一剑御兵, 一剑寒天, 千语兵刃, 寒冰荆棘, 神通, 兵封空间, 看到命运之谋反馈而来的信息, 楚汉风微微凝目, 这狼王府中, 竟然还有你这种级别的高手, 黄虎微眯着眼说道, 这是情报中没有的, 想来也是狼王府的秘密武器, 专门用来镇守这宝格的, 联手杀了他, 楚汉风说道, 我没问题, 黄虎点点头, 他一共有四只妖虫, 不过其中之一的天宝鼠, 是没有战斗力的, 只是一个用来寻宝的老鼠, 所以, 他将其中三只妖虫召唤了出来, 分别是铁骨蛇, 刀角鹿以及鬼面蜘蛛, 而楚汉风则将笑天与元素之灵召唤了出来, 五只妖虫虎视眈眈地盯着兵剑狼, 对方也不急不缓, 缓缓拔出了怀中的白龙剑, 剑出翘的那一刻, 仿佛有丝丝寒气在涌动着, 周围的空间都解冰雾, 兵剑狼一步踏前, 剑气一闪而过, 瞬间, 那铁骨蛇就被冻成了冰封雕塑, 好快的速度, 黄虎脸色难看地说道, 地狱之火, 楚汉风吩咐道, 水火本对立, 一道炽热洪流咆哮而至, 谁知那兵剑狼速度如风, 身体的残影飘过, 根本攻击不到他的身体, 轻而易举地躲过了笑天的攻击, 他拔剑而出, 以剑御兵, 无数寒冰剑气从四面八方而来, 刀脚绞杀, 黄虎冷哼一声, 他的刀脚路头顶泛着寒光, 犹如刀锋一般, 交错纵横的路脚朝兵剑狼撞击而去, 兵剑狼将白龙剑挡在前方, 只听砰的一声, 整个路脚都被卡在其中, 寒气散发而出, 直接将刀脚路也冰封住了, 不行啊, 这家伙速度极快, 而且攻击还自带冰封的效果, 这样下去, 咱们都坚持不住, 虎摇了摇头, 假如能缩小他的移动范围呢? 楚汉风说道, 笑天, 用九阳踏天, 九阳踏天除了强大的焚化力量外, 还可以利用九颗太阳, 凝炼空间, 禁锢住那片空间的生物, 元素之灵, 火焰加强, 赋予元素, 这也是元素之灵的技能之一, 笑天本身只有火焰, 黑暗, 腐蚀三种属性, 但有了元素之灵的赋予元素, 可以将其他的, 比如风, 雷等属性, 短暂地加持到笑天的身上, 此刻, 随着风属性被加持, 笑天周身的九颗太阳耀眼无比, 直接将冰剑狼四周给围绕起来, 然后开始缩小空间, 就是现在, 楚汉风大喊道, 黄虎连忙点点头, 他的鬼面蜘蛛目光冰冷, 直见从口中吐出一张白色大网, 朝冰剑狼覆盖而去, 不过下一刻, 楚汉风差点气得骂娘, 这蜘蛛网的落地点差得有些大, 直接落在了冰剑狼的旁边, 一剑寒天, 白龙剑怒吼着, 化作一条冰龙咆哮而来, 直接将楚汉风给淹没, 这狗东西, 故意坑我, 随着楚汉风的身影被撕裂, 不过那只是森罗万象的幻影罢了, 楚汉风的真实身影, 从黄虎的身后走了出来, 直接一手抓住对方的后脑勺, 手中的长剑插入对方的心脏中, 幸亏老子防了你一手, 楚汉风冷哼道, 随着长剑刺入胸口, 黄虎艰难地转过头来, 你, 他一个字开口, 连说话都困难, 岂说早想杀你了, 只是一直找不到机会, 刚好, 这次咱俩目标一致, 楚汉风笑道, 他直接将黄虎的尸体扔到一边去, 这才将目光看向兵剑狼, 右手大荒天兵树眼花的长剑指向兵剑狼, 笑道, 现在我可要动真格的了, 长剑上的剑意在涌动着, 虚空都开始泛起波动, 楚汉风的身影一步踏前, 那兵剑狼目光如见, 四周的寒气开始凝聚, 千语冰刃, 只见他周身寒气凝聚成一道道弧形的冰刃, 大概有近百道的冰刃, 一窝蜂地朝楚汉风沙来, 楚汉风脚下逆龙七步驶出, 一步风行, 二步横空, 三步登天, 四步神游, 五步, 画龙, 这一刻, 楚汉风就真的如同神龙般游离在百道冰刃中, 颇有些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的意境, 冰刃与他擦肩而过, 却没有一道能伤到他, 这让楚汉风不禁想到了流浪法师的那句台词, 略带沙哑与雌性的声音, 灾难总是慢我一步, 躲过了无数道冰刃后, 楚汉风右手一招, 数百米长的荒谷御龙出现在冰剑狼的身后, 元素之灵, 谁属性加持, 赋予元素魔, 楚汉风的声音落下, 那元素之灵脖子上的元素项链顿时闪烁起来, 先是荒谷御龙的谁属性增强, 随即周身黑暗的魔器一同迸发而出, 荒谷御龙盘旋在虚空中, 电闪雷鸣, 魂属性神通, 万荒允神, 妖魂的攻击是肉眼看不到的, 不过楚汉风有命运之谋, 却是看到清清楚楚, 只见荒谷御龙的攻击演化出一把冲天杀气的长矛, 那长矛嗜血破晓, 矛尖破碎无尽的虚空最终化作一道流光, 狠狠地朝兵剑狼刺取, 这一招让人防不胜防, 尽管兵剑狼已经举剑阻挡, 可惜妖魂的攻击是普通防御无法阻挡的, 只听轰的一声, 那万荒允神矛仿佛穿透他的妖魂, 让他出现了短暂的呆滞, 魔属性神通, 炼狱空间, 楚汉风再次吩咐道, 他需要禁锢住这兵剑狼的活动范围, 要不然以对方的速度根本就不好打, 牵到的炼狱空间乃是魔属性的神通, 按理来说, 没有魔属性的妖宠是无法修炼这招的, 但楚汉风有元素之灵这个bug在, 只要元素之灵融合的属性幼体, 就可以将某个属性短暂加持在妖宠身上, 比如荒谷御龙, 被魔属性加持以后就可以使用魔属性的神通了, 一道六芒星的魔气囚龙从天而降, 与其说是囚龙, 倒不如说是一个空间, 这空间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 它都是六芒形状, 表面魔气腾腾, 仿佛与外界的世界分开, 里面的时间与空间都受到楚汉风的操控, 笑天, 地狱之火, 荒谷御龙, 本相狂化, 楚汉风冷哼道, 他不打算给兵剑狼任何反抗的机会, 庞大的荒谷御龙雷霆暴动, 四周虚空破碎, 空间乱流, 化作一道道器件, 在四处建设着, 雷霆暴裂的同时, 荒谷御龙直接朝兵剑狼杀去, 而笑天也是仰天长笑, 地狱之火与亡灵腐蚀一同喷出, 两道洪流一左一右夹尽而来, 看到这一幕, 兵剑狼将手中的白龙剑插入地底, 随即以他为中心, 四周开始冰封了起来, 这是他的神通, 冰封空间, 该死, 竟然忘了他这一招, 楚汉风大惊, 这家伙是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呀, 当笑天与荒谷御龙的攻击全部落在他的身上时, 直接将他摧毁, 而那片冰封也覆盖了楚汉风, 直接将他冻成了冰雕, 这是一种从外内的寒冷, 仿佛血脉都要结成冰茶, 体内的生命气息要消失, 正在这时, 砰的一声, 楚汉风只感觉浑身寒冰破碎, 他又恢复自如, 你没事吧, 消音雪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你来得真及时, 楚汉风缩了缩身子, 依旧感到有些冷, 他快步走到冰剑狼的面前, 先将对方的白龙剑拿了起来, 这是灵气, 可以卖好多钱, 又用剑割开对方的脑壳, 将妖壳取了出来, 这冰剑狼的妖壳就犹如一颗冰晶, 金银剔透, 十分的梦幻, 特殊妖壳呀, 楚汉风难难自语道, 怪不得这么强, 原来是稀有妖兽, 妖兽中, 有稀有妖兽, 也有统领级或者君主级别, 这些妖兽的战斗力普遍要强大多, 按照楚汉风的估计, 那狼王应该就是统领级的, 而这新妖界的妖王应该是君主级别的, 楚汉风站起身, 看了看眼前的宝库, 大门的入口是一个凹陷进去的五指印, 好像是需要特殊的掌印才能打开, 他连忙抓起兵剑狼的尸体, 将对方的爪子印在掌印的凹槽中, 一阵轰隆隆的开门声开始响起, 只见眼前的宝库大门交叉着分开, 门开的一瞬间, 烛光宝色各种颜色射出, 宝库的面积不算大, 但里面堆积了许多的箱子, 大概一看, 起码有一百多箱, 楚汉风两人走进去看了看, 这些箱子大多数都是浑石和妖石, 都是御妖师或者妖兽修炼的基本资源, 只有三个箱子比较特别, 其中一个装的是武器, 各种各样的灵器, 不过也仅仅是灵器, 第二个箱子, 装的则是一些十分罕见的高级妖精, 这是五行精, 萧英雪赤精的说道, 所谓五行精, 分别是离火炎精, 玄冥水精, 天带土精, 青木碧精, 以及穷武精精, 这五行精每一颗都是价格斐然, 甚至有价无事, 至于其他妖精, 就无法与五行精相齐并论了, 再打开第三个箱子, 里面是一个小黑盒, 其中放着一颗紫色的圆珠, 是红天雷, 萧英雪立刻认了出来, 那是什么? 楚汉风疑惑, 就跟炸弹一样, 据说一颗红天雷的威力等同天府强者的一击, 萧英雪提醒道, 你可小心点,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楚汉风美滋滋地将东西收了起来, 你选一些吧, 楚汉风对萧英雪说道, 毕竟这次能平安进入宝库, 萧英雪也是功不可没的, 这些东西你也要交给人神教吧, 萧英雪问道, 会交一半, 其他的我还有用, 楚汉风摇头说道, 萧英雪微微点头, 这里有一百多箱的腰石和浑石, 不过他只拿走了三箱, 另外还有一些修炼用的高级金石, 其他全部给楚汉风了, 这次的事我就是打个酱油, 一直都是你在忙前忙后, 萧英雪笑道, 咱们还是快点去广场那边吧, 妖气风暴应该要出现了, 楚汉风微微点头, 这里的东西太多了, 一个戒拙根本装不下, 幸亏楚汉风身上的戒拙不少, 一共满满七大戒拙才全部装完, 从宝库出来, 之前黄虎带来的那三十几人, 还和铁甲狼位在战斗着, 楚汉风也不管他们, 直接朝广场跑去, 此刻的孤狼城可谓是乱作一团, 尤其是中兴广场这里, 几百名亥字堂的较重战作一团, 脚下全是尸体, 不过战斗范围最广的, 还是天成老人与狼王, 此刻的狼王已经狂化, 他的体型有五六十米高大, 身上黑色的毛发旺盛, 獠牙有好几米长, 尤其是那双爪子就跟金刚狼一样, 如同钢铁般, 任何东西在他面前, 都好似豆腐般脆弱天成的五只妖宠围着他, 福祉骨兽操控着周围的一切东西, 或巨石或尸体, 全部撞向狼王, 而五毒兽散发着五色的毒气, 红、蓝、飞、白、紫, 这些毒气包裹狼王, 从他的伤口以及呼吸中涌入, 至于巨木术, 无数的藤蔓从地底扎盖出, 化作一道道热流, 给所有的妖宠疗伤着, 还有玄冰玉尸, 他所过之处, 皆是一道道寒冰凋零, 仿佛天空中四月飘雪, 地面涌动, 在五大妖宠的围攻下, 此刻的狼王, 头顶妖河, 那妖河散发着无穷的威势, 有无上的妖气, 在周身涌动着, 妖河不但增强着狼王的实力, 还帮他恢复着伤势, 楚汉风赶到时, 他抬头朝天空看, 只见那苍穹上, 已经风云变化, 形成了一个浅白色的漩涡, 漩涡中心, 是无穷无尽的妖气在涌动着, 这些妖气浓郁到, 几乎要化成水, 仅仅是站在底下深吸一口气, 都有种全身畅快淋漓的感觉, 这便是妖气风暴吧, 楚汉风说道, 萧英雪微微点头, 快了, 等他落下来后, 便是咱们冲击心窍之时, 萧英雪激动地说道, 楚汉风将目光看向广场中央, 狼王与天臣老人的战斗, 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正在这时, 场中央突然发现了一变, 只听一声爽朗的大笑声响起, 狼兄, 没想到给你庆祝一下诞辰, 竟然会遇见这种事, 看来, 我来得真是时候呀, 听到这声音, 众人皆是脸色大变, 就连楚汉风都微微惊骇, 自己失算了, 他抬头看去, 从城门处, 一名长着狗头, 身体魁梧的男子, 缓缓走了出来, 狗头人环视四周, 模样凶神恶煞, 自古狼狗不分家, 这狗头人与狼王长得很像, 只是狗头人的毛发, 更偏向于深棕色, 两只眼睛圆睁, 鼻子有些挺拔, 是天狗城的城主, 人神教这边, 有人脸色难堪地说道, 这狗头人也是神葬的境界, 看到这一幕, 众人几乎是绝望了, 因为一名神葬妖兽, 天尘老人还能五五开, 若是再加入一名, 他几乎没有可战之力, 狗兄, 助我剿灭这些反贼, 狼王大吼道, 狗头人也是仰天长啸, 受威席卷天地而来, 楚汉风无奈, 只能站了出来, 稳定局面, 喊道, 大家不用惊慌, 其实我们这边, 也有神葬强者援兵的, 天尘那狗头人能否做到, 楚汉风问道, 唯命是从, 楚一点点头, 直接将自己的五只妖宠召唤了出来, 与狂奔而来的狗头人站在一起, 看到这一幕, 原本还惊慌的局面顿时稳定了下来, 你, 天尘老人诧异地看着楚汉风, 似乎没想到, 楚汉风还有后手咱们合力, 先把这狼王杀了如何, 楚汉风说道, 这样的话, 局面就对咱们有利了, 这个时候想撤退, 已经不好撤了, 狼王府那边, 你搞定了, 天尘老人问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他直接将笑天和荒谷御龙召唤了出来, 元素之灵在旁边叙事待发着, 你的这些妖宠, 天尘老人目光惊骇, 似乎是发现了不得的事情, 怎么全是神兽啊, 在这新妖界, 人族生存的可谓是水深火热, 别说神兽了, 甚至连属性搭配都不考虑, 只要有妖宠契约, 就已经是一件形式了, 但是再看看楚汉风, 仙天静, 就已经有三只神兽了, 物六, 基本操作, 楚汉风平静地摆摆手, 他看向狼王, 对方也警惕地看着他, 神兽身上的气息让他感觉到不安, 狼王怒吼一声, 一跃而起, 想要将楚汉风扑倒在地给撕碎, 炼狱空间, 荒谷御龙庞大的身躯, 向前一摆, 魔气咆哮时, 那六芒形状的空间降临, 不过狼王比兵剑狼强太多了, 他竟然用双肘, 硬生生将炼狱空间给撕裂了, 巨木阵, 天尘老人连忙挡在楚汉风的前面, 巨木树的无数枝条铺展开, 交错纵横将狼王困在其中, 有什么办法能杀死他吗? 楚汉风问道, 打碎他的妖和, 一切就都好办了, 天尘老人说道, 只是以我的实力, 没有神兵相助, 根本打不碎, 你看我这把剑如何, 楚汉风将大荒天兵术演化的武器取了出来, 普通的灵器是打不碎妖和的, 天尘老人摇头说道, 我这兵器可不是灵器能比你的, 想起大荒天兵术的强大, 楚汉风笑道, 我称呼他为神兵, 都感觉有些辱没了, 你帮我制造机会, 我击碎这妖和, 好, 天尘老人直接点点头, 幻异鸟庞大的身躯从虚空中掠过, 他的羽翼幻化出千百根利剑, 全部朝狼王杀了过去, 狼王怒吼一声直面这些利剑, 他的防御强悍得有些夸张, 利剑落在他身上, 就犹如刺入了钢铁般, 全部散落在地上, 不过天尘老人也显然没有, 想靠这些利剑获胜, 当利剑落地后, 他开始双手结印, 竟然是想启动阵法, 这让楚汉风觉得眼前一亮, 将幻异鸟的利剑鸣刻阵硬, 从而布置阵法, 这种方式很新奇, 而且可以让人防不胜防, 这是定魂阵, 可以困住他十秒钟, 天尘老人直接大喊道, 布阵的那一刻, 狼王发疯地攻击这些利剑, 只要摧毁全部利剑, 阵硬就没有再提了, 不过天尘老人显然不会让他得逞, 玄冰御师正面硬撼着狼王, 哪怕被打得遍体鳞伤, 也不曾后退一步, 只为给阵法拖延时间, 终于, 在狼王的狂暴攻击下, 玄冰御师直接被撕碎, 不过下一刻, 阵法也不止完成, 守则定, 魂则温, 三魂开, 七破尘, 随着天尘老人口中念念有词, 只见那些利剑作为载体, 顿时犹如一条条交错纵横的线条般, 密密麻麻缠绕在一起, 这些线条, 有的穿过狼王的额头, 有的穿过他的四肢以及心脏, 狼王出现了短暂的呆滞, 而楚汉风早已经摸到他的身后, 蓄势待发, 此刻, 他手持长剑, 直接抱起, 剑身凌厉剑芒, 剑翼如玉如海, 直接划破寂静长空, 狠狠地斩向狼王头顶的腰盒, 楚汉风是双手握剑, 几乎用上了所有的力量, 剑刃与腰盒接触的那一刻, 只见腰盒表面流光一彩, 似有无尽的腰气在涌动着, 腰盒不断地抗衡着外来的攻击, 不过当长剑落下时, 强大的剑意还是撕裂一切, 只见腰盒表层已经有了些许裂纹, 正在这时, 定魂阵的十秒钟时间已过, 而楚汉风距离狼王只有咫尺之间的距离, 想逃却已经来不及了, 狼王怒吼一声, 似乎也感受到了头顶腰盒的异常, 他的狼爪直接抓住楚汉风, 立爪撕裂他的胸膛, 直接将他的身影举起在半空中, 然后重重地扔了出去, 楚堂主天臣老人大惊, 连忙喊道, 轰的一声, 楚汉风被扔出去的那一刻, 狼王头顶的腰盒也是咔嚓一声, 硬声而碎, 楚汉风只感觉一股血腥直冲脑门, 他全身如同撕心裂肺般疼痛, 眼前一片模糊, 生命气息仿佛要到冰点, 仙法, 生命古术的庇护, 楚汉风用尽最后一丝的力量, 将自己疗伤的仙法使了出来, 这是他之前从北苍果中领悟出来的疗伤手段, 此刻, 他便感觉一股绿色的力量从体内弥漫而出, 似乎冥冥之中, 有一棵树在脑海中浮现, 那是一棵翠绿的, 难以形容的古术, 不过这身影只是一闪而过, 生命气息在暴动着, 很快修复着楚汉风的体内伤势, 那被狼王撕裂的胸膛, 先是鲜血止住了, 随即皮肉绽开的伤口也在一点点愈合, 这让楚汉风松了一口气, 不过接下来的战斗就与他无关了, 随着妖河破碎, 也是天臣老人的主场了, 他的五只妖宠全力复战, 几乎是压着狼王在打, 没有了妖河, 狼王的攻击力明显不是一个层次, 终于, 随着巨木兽用藤腕将狼王困住, 换一鸟直接抓起他的肩膀, 从虚空中坠落, 扶此古术控制着万千利剑, 全部插入了狼王的腹部, 狼王微微抬起双眸, 我不敢啊, 狼笑声与黑色的血从周身流出, 他的生命气息也越来越弱, 最终, 庞大的身影重重地倒在地上, 你没事吧, 天臣老人第一时间查看楚汉风的伤势,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治疗, 杀了狼王, 你们快走吧, 楚汉风说道, 狼王一死, 腰兽十六成的局势想必会发生大变化, 到时候腰王震怒, 又恐是一场大清洗, 而旁边战斗的狗头人看到狼王死亡, 一时间又惊又怒, 最终他直接摆脱楚义的纠缠, 仓皇朝城外逃去, 他也怕自己步入狼王的后尘, 看到这一幕, 剩下的铁甲狼卫也都没有了战役, 全部四散逃去, 你们赶紧走吧, 楚汉风说道, 那你呢? 天臣老人问道, 放心吧, 我有自保的手段, 等这段时间风声过去了, 你就来找我, 楚汉风解释道, 如果没什么意外, 我会基本都待在孤狼城, 天臣老人思索片刻, 最终只能点点头, 不过他还是问道, 狼王府的那些修炼资源呢? 怕我私吞啊, 楚汉风笑道, 放心吧, 到时候我会全部发给大家的, 这个资源必须楚汉风亲手去发, 因为他要拉拢人心, 没有什么比修炼资源更合适的了, 三天, 三天后我来找你, 天臣老人点点头, 看着天臣老人带着大部队离去, 总的来说, 这次的收获不错, 等北苍学府的考核开始后, 楚汉风也不算一无所知了, 而且狼王府的那些资源, 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 至于最大的收获, 楚汉风抬头看了看苍穹, 妖气风暴已经汇聚了, 想必妖王还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 楚汉风与萧英雪对视一眼, 两人皆是盘息而坐, 萧剑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一旁, 默默替两人护发, 苍穹之上, 妖气风暴已经汇聚到一个极限, 某一刻, 只听轰的一声, 妖气洪流如同瀑布般, 从苍穹上落下, 几乎淹没了一切, 而楚汉风两人被沐浴在风暴之中, 这一刻, 楚汉风只感觉自己意识一片空白, 身体仿佛在短暂的停滞后, 没有适应这种冲击, 强大的妖气顺着七经八脉, 五脏六腑全部涌动进来, 先是在打通的三条妖脉中不断地爆发着, 随着妖气洪流越来越大, 楚汉风也感觉体内的力量已经形成了一条长河, 不断地奔腾着, 妖气长河奔腾之时, 一遍又一遍地冲击着第四条, 也就是属于心翘劲的妖脉, 楚汉风只感觉耳边不断传来砰砰砰的响声, 那妖脉虽然堵塞严重, 但在不断地冲击下, 也开始一点点地被打通, 楚汉风的嘴角已经溢出鲜血, 这每一次的冲击, 其实连他体内的五脏六腑都震动着, 或多或少会造成伤害, 不过楚汉风闷哼着, 硬是不断地冲击第四妖脉, 颇有些汗不惧死的勇气, 他不知道消音血那边是什么情况, 只是第四妖脉的打通, 比其他三条妖脉加起来还要难, 这也幸亏头顶源源不断地妖气风暴攻击着妖气, 要不然楚汉风早已经力竭, 没有余力再去冲击了, 妖脉的打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甚至越往后就越是一场十九战, 刚开始楚汉风还能感觉到妖脉的松动, 直到最后他甚至已经麻木了, 脑海中的念头也模糊不清, 只剩下潜意识的冲击妖脉, 终于连楚汉风自己都不清楚究竟冲击了多少次, 许久之后他只听到咔嚓, 咔嚓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传来, 他的意识猛然一醒, 第四条妖脉被打通了, 妖气顺着第四条妖脉往上又是循环一个大周天, 楚汉风的气势也越来越强, 正所谓万精之力, 斩断山河, 体内你星沉, 这便是心窍境, 何为你星沉, 人体有数百甚至近千个妖脉, 当然, 这些妖脉的修炼要到后期才能运用, 只是心窍境时可以连接体内的五颗心窍, 最终形成一个星星的图案, 这便是心窍欲妖尸的核心之地, 进入心窍欲妖尸后, 楚汉风也不急着结束, 刚刚冲击妖脉时, 体内难免会留下暗伤, 他此刻也在恢复伤势, 让自己达成一个均衡的完美状态, 终于, 许久之后, 他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 缓缓睁开双眼, 成功了, 肖剑在旁边笑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他看向肖英雪, 只见对方也从心窍境中醒悟过来, 收拾收拾, 咱们该离开了, 肖剑说道, 这么着急, 楚汉风诧异, 你还说, 你是不是把狼王杀了, 肖剑问道, 是天臣老人杀的, 楚汉风辩解道, 趁现在还有时间, 咱们快走吧, 肖剑微微皱眉, 楚汉风两人跟在肖剑的身后, 快步朝孤狼城外走去, 然而当三人刚刚出了城门, 只见城门外, 已经聚集了十五只神藏镜的妖兽, 其中以狗头人为主, 妖兽十六城, 除了已经死去的狼王外, 其他十五个城主全部到来了, 速度这么快, 楚汉风诧一道, 以他们的速度绝对没有这么快, 肖剑摇了摇头, 说道, 妖王插手了, 利用大神通将几人传送了过来, 可是不应该啊, 一个狼王怎么会如此引起重视, 肖剑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最终将目光看在楚汉风的身上, 叹息道, 这次只怕很难善了, 那就站吧, 楚汉风说道, 他刚刚进阶心翘劲, 刚好想试试自己的实力, 不过却被肖剑给阻止了, 肖剑缓缓取出自己的剑与削, 右手持剑, 左手握削, 吩咐道, 你们两个退后, 保护好自己就行, 看来是个硬骨头, 十五妖兽中, 一只狂暴雄王冷喝道, 他的话音落下, 肖剑手中的剑翼已经挥动而起, 剑翼跳动在虚空中, 根本捕捉不到诡计, 等那狂暴雄王反应过来时, 剑翼已经落在他的腹部, 直接将他击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肖剑缓缓吹起手中的长剑, 白剑如玉, 声音四天地尾音, 磅礴大气, 犹如高山羊指, 威势极强, 试镇妖曲, 萧英雪在一旁说道, 这是我爸自创的曲子, 对于妖兽, 有极强的压制力, 当词曲响起, 楚汉风还不觉得有什么, 却见那十几名妖兽一个个神情挣扎, 仿佛听到了多么恐怖的声音, 有的甚至捂着脑袋, 在地上打滚, 扶长剑, 记白云, 一声一爱一飘饮, 萧剑的轻贺声响起, 此刻, 他身随剑洞, 却威力惊人, 十几名神葬妖兽的围攻, 竟然奈何不了他, 他的剑, 真挚又无悔, 仿佛一生之爱皆是剑, 五秋月, 一将封, 也是疏狂也认真, 这是他对剑的感悟, 那剑一时而诡异, 时而霸道, 又时而快若残疑, 仅仅是几招下来, 萧剑连妖宠都没有召唤, 便挤进挤出, 杀得这十五妖兽束手无策, 你们, 一起上, 萧剑站定身子, 勾起右手, 淡淡说道, 他说这话, 不是狂妄, 而是有着资格, 仿佛十五妖兽, 不过是他眼中的土鸡娃狗, 十五妖兽对视一眼, 皆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 正在这时, 一道大笑声从虚空中响起, 萧剑啊萧剑, 这么多年不见, 你还是跟当初一样过啊, 这大笑声如同惊雷般, 仅仅是响起就证的人, 耳膜疼痛, 回应不止, 与此同时, 那争鸣脸先是呵斥了十五名的妖兽, 众妖兽被吓得连忙跪了下来, 妖王, 你想做什么? 萧剑凝重地问道, 别紧张, 我只是向你借一个人, 争鸣大脸笑着说道, 他话音落下, 便直接朝楚汉风冲去, 萧剑连忙踏步向前, 拦住了妖王, 不过这时, 那狗头人趁着萧剑与妖王分身对战时, 偷偷溜到楚汉风的旁边, 根本不给楚汉风任何反抗的机会, 直接大口一张, 将楚汉风吞了进去, 古老传言中有天狗十月之说, 这狗头人虽然无法十月, 但当他大嘴张开之时, 也有几百米之大, 楚汉风被吞进去后, 狗头人转身就跑, 萧英雪想追, 但是其他妖兽阻拦着, 妖王放了他, 萧剑脸色难看地说道, 放心吧, 我只是找他有些事, 争鸣脸随着大笑声渐渐消失, 看到妖王消失的虚影, 萧剑微眯着眼, 内心似是思索着什么, 爸, 怎么办, 萧英雪着急地说道, 咱们快去救楚汉风啊, 放心吧, 他不敢伤害小风的, 萧剑摇了摇头, 说道, 否则这新妖界不得被踏平了, 只是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怎么怎么办, 萧英雪问道, 就在这孤狼城等, 萧剑说道, 被一口吞入了天狗的肚子后, 楚汉风感觉自己身处在一个黑暗空间内, 周围满是黏膜, 就好像涂着胶水般, 他无论怎么攻击, 感觉到自己在快速移动着, 却不知目的在哪, 那妖王不会这么小气吧, 楚汉风暗自想抱, 原本他是真不想杀狼王的, 本来只要抢夺了妖气风暴就离开, 可惜狗头人的突然到来打乱了计划, 若是不杀狼王, 只怕妖气风暴也不好抢夺呀, 就这样, 楚汉风在黑暗空间待了许久后, 终于, 他感觉黑暗空间动了起来, 仿佛有一股吞噬之力, 直接将他从其中剥夺, 眼前久违的光明降临, 他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一座大殿内, 脚下是红色的血地板, 四周的环境有些阴森, 这大殿的光线十分暗, 甚至全靠周围骷炉台上的篝火照亮, 就这么一座大殿内, 旁边有一座血池, 此刻正咕噜咕噜冒着泡泡, 似是沸腾般, 楚汉风抬头, 前面是一片迷雾, 那灰色的迷雾中有声音传出, 很高兴见面, 你是谁? 楚汉风警惕地问道, 那什么, 你找我有事吗? 他裹了裹自己身上的衣服, 这家伙该不会是贪图自己的肉体吧? 你认识楚正然吧? 巫妖王突然问道, 你们关系很好吗? 楚汉风试探地问道, 谁跟他关系好, 那个下流, 卑鄙, 无耻, 肮脏, 衣冠禽兽的家伙, 巫妖王突然情绪激动地痛骂道, 仿佛将他知道的脏话, 全部给用上了, 一听到这, 楚汉风十分明智地回道, 其实, 我跟他不熟, 楚汉风善善一笑, 连忙回道, 我今年十八岁, 刚好是青春期, 你也知道, 青春期的孩子都比较叛逆嘛, 父子关系不是很好吗? 行了, 不用掩饰, 巫妖王冷哼道, 你杀了小狼, 狼王啊, 不是我杀的, 是天臣老人杀的, 楚汉风直接卖队友, 毕竟死道友不死平道, 我知道, 人神叫马, 一群砸碎, 下水道的臭老鼠罢了, 只能苟延残喘地生存着, 我若是想, 随时可以将他们覆灭, 巫妖王冷声道, 那你倒是覆灭啊, 楚汉风内心吐槽了一句, 不过表面还是笑着点点头, 狼王死了, 你觉得这孤狼城该怎么办? 巫妖王突然问道, 你选派新的城主就行了呀, 楚汉风随意答道, 那你觉得, 让你当这新的城主怎么样? 巫妖王笑道, 楚汉风一愣, 别闹, 没闹, 巫妖王很认真地说道, 人神叫那边似乎很看重你, 你给我卧底人神叫, 我需要关于他们的情报另外, 给你城主之位, 也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这有些不太好吧, 楚汉风回道, 然而巫妖王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直接将一块令牌从迷雾中扔了出来, 楚汉风接过令牌一看, 知道这便是城主令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楚汉风试探地问道, 去吧, 去吧, 巫妖王说道, 不过, 你应该找不到回去的路, 我让天狗送你一程, 我不要, 楚汉风连忙摆手, 但话音刚落, 狗头人的大嘴已经张开, 直接将他吞噬了进去, 看着狗头人离去的背影, 巫妖王哼哼了两声, 楚正然啊, 楚正然, 现在把你儿子拉上了我的贼船, 打不过你, 假如你总可以吧, 又是无穷无尽的黑暗空间, 楚汉风百般无聊, 准备睡一觉再说, 不过离开前, 他还是选择了千道, 千道妖王殿, 获得灵明石猴, 唯一妖宠, 可附身, 灵明石猴, 妖, 佛两个进化方向, 妖系进化, 二次进化为美猴王, 三次进化为齐天大圣, 佛系进化, 二次进化为行者, 三次进化为斗战圣佛, 看到这次牵到的妖宠, 楚汉风沉思了许久, 附身妖宠, 之前的新秀, 楚汉风已经见过了, 真正让他在意的, 还是那个唯一妖宠, 这四个字的意思, 就如字面一般, 这个世界上的妖宠无数, 但是很多都是重复的, 就比如, 萧英雪的寒破幽冥虎, 这种妖宠他能拥有, 但其他人也可以拥有同样的妖宠, 并非是唯一的, 而自己牵到的灵鸣石猴, 举世之间却只有这一只, 此便是唯一妖宠, 齐天大圣啊, 多少人的梦, 一路颠簸, 当楚汉风睡醒后, 狗头人也把他带到了孤狼城, 楚汉风笑呵呵地说道, 按照巫妖王的意思, 我就是这座城池的城主了, 以后咱们也算是邻居了, 多走动走动, 人类,妖王认可你, 但我们可不认可你, 狗头人毫不客气地说道, 告诉你个秘密, 楚汉风突然压低声音, 说道, 什么, 狗头人警惕地问道, 你知道我为何杀了狼王, 能够平安无事, 还能接替他的位置吗, 楚汉风说道, 为何, 狗头人也疑惑, 其实不瞒你, 这巫妖王啊, 跟我爸是好兄弟, 过命交情的那种, 我也是才知道, 楚汉风拍了拍狗头人的肩膀, 笑道, 狗子, 所以你懂吧, 以后该怎么选择, 不用我说了吧, 真的, 狗头人半信半疑, 真的, 骗你我是狗, 楚汉风认真的点点头, 我怎么感觉你在骂我, 狗头人感觉到了冒犯, 还有深深的恶意, 楚汉风也不跟他多说, 直接朝城内走去这个时候, 肖剑和肖英雪, 应该很担心自己吧, 看着楚汉风离去的背影, 狗头人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拼爹上位罢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抱怨完, 狗头人顿时满脸对笑, 追上了楚汉风, 楚城主, 以后还要多多关照啊, 当楚汉风再回到客栈时, 肖剑跟肖英雪两人正干着饭, 吃得满嘴是油, 楚汉风觉得自己有些自作多情了, 瞬间感觉没爱了, 你回来了, 看到楚汉风, 肖剑打招呼道, 我在那边与妖王斗智斗勇, 生死未继, 你们也吃得下饭, 楚汉风埋怨道, 那妖王不敢动你的, 肖剑自信说道, 不过我很好奇, 他找你做什么, 他让我接替狼王的位置, 楚汉风说道, 没想到这浓眉大眼的家伙, 竟然也叛变了, 肖剑好笑地摇摇头, 既然他给你的, 不要白不要,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楚汉风点点头, 肖剑又问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让我把人神叫这里的事处理一下, 然后咱们再回去吧, 楚汉风回道, 他这一整天没吃饭, 肚子也很饿, 坐下来每每吃了一顿, 天色渐黑, 几人也不在客栈休息了, 而是去城主府, 城主府的狼卫死了一大半, 但依旧还是有几十名, 此刻, 知道新任城主到来, 这些狼卫全部站在门口迎接着, 楚汉风拿着城主令站在狼王府前, 这些铁甲狼卫先是诧异了一回, 谁也没想到, 新的城主竟然是一名人类, 但还是一个个跪拜下来, 问候道, 见过城主大人, 你们之中谁的权力最大? 楚汉风问道, 城主, 是我, 其中一名狼人站了出来, 恭敬地说道, 我是这些铁甲狼卫的卫长, 他的实力确实也是最强的, 差不多有先天境, 你们都跟我来吧, 楚汉风摆摆手, 说道, 你们之中, 应该有人见过我吧, 众狼卫连忙低下头, 他与天成老人围攻狼王时, 在场可是有许多狼卫都看见了, 过去的事, 咱们都既往不救, 这个月的修炼资源先给你们发了吧, 楚汉风说道, 笼络人心最好的办法, 当然是资源了, 光说不练那是假把势, 楚汉风要稳固自己的位置, 打消这些人的异心, 他直接将一箱子妖石取了出来, 全部倒在地上, 这么多妖石, 估计许多狼我也是第一次见, 今天第一次见面, 就当是给大家的见面理了, 楚汉风大气说道, 不过丑话说到前面, 跟着我混, 吃香的喝辣的, 若是有人敢存异心, 你们也看到了, 杀了狼王我也没事, 这妖王殿我是有后台的, 谁要是敢背叛我, 在这新妖界, 让你上天无门, 下地无路, 城主放心, 我们对你绝对忠心耿耿, 众狼为连忙表忠心, 我知道这些孤狼城的人类, 是你们豢养的, 但其他城池怎么样我不管, 这孤狼城没有我的吩咐, 不许随意吃人, 楚汉风吩咐道, 至于这些妖石, 你们全部分了吧, 谨遵城主之令, 来到狼王居住的内卧, 楚汉风有洁癖, 将狼王用过的东西, 全部换了一遍, 楚汉风才美滋滋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 一醒来, 他就发现, 床边坐了一个人, 楚汉风吓了一跳, 定眼一看, 才发现是胭脂铺的老板娘红, 你怎么来了, 楚汉风松了一口气, 问道, 天臣让我来找你的, 红笑道, 我该称呼你楚堂主呢, 还是楚城主呢, 你懂我的, 身在曹营心在汉, 楚汉风回道, 虽然我名义上是妖王的人, 但我的灵魂一直属于咱们孩子堂, 红笑了笑, 说道, 我来之前, 天臣还怕妖王给你许诺好处, 你背叛我们呢, 怎么可能, 刚好, 我今天有时间, 去见见咱们害子堂的兄弟吧, 还有一些资源发放, 楚汉风说道, 两人离开狼王府, 来到了那烟纸铺, 天臣老人与其他队长, 早已经等候多时了, 欢迎一下咱们的大功臣, 天臣老人笑道, 欢迎就不必了, 别怀疑我就谢天谢地了, 楚汉风打句道, 是我不好, 天臣老人陪笑道, 不过今天之后, 我也要去其他堂口试茶了, 这害子堂还希望你能管理好, 楚汉风微微点头, 跟之前一样, 先是将几箱妖室和魂石取了出来, 笑道, 从今天开始, 大家的修炼资源就要由我发放了, 这是给大家的见面礼, 还是那句话, 愿意跟我混的, 这些东西就是你们的了, 若是不愿意的, 现在就可以离开, 我不勉强, 资源在前, 根本没人会拒绝, 大家都开始表起忠心来, 对了, 有件事说一下, 黄虎在之前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到时候你们重选一名队长出来, 楚汉风这话也有警告的意思, 小心黄虎就是你们的下场, 有些东西可不是这么好拿的, 哪怕有人怀疑黄虎的死有蹊跷, 但这重要吗, 与害子堂的众人聊了聊, 在临走前, 天臣老人认真地看着他, 说道, 你现在已经是孤狼城的城主了, 对于妖兽这边, 多多少少也有些了解了, 我想, 我们今后还有仰仗你的情报, 听到这话, 楚汉风无奈, 这是想让我当无见到吗, 不过这么看下来, 虽然危险, 但也两头受益, 把害子堂这边的事情解决后, 楚汉风也知道, 自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他带着肖剑和肖英雪, 找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 将带来的空间坐标捏碎, 随即便是一股强大的空间吞噬之力, 将三人拉扯了进去, 一段漫长的时空传送后, 三人又回到了仁皇域, 回到了青胡楼的执法殿中, 虽然去新妖界的时间不长, 但楚汉风有种沧海桑田的感觉, 回家了, 他笑道, 楚汉风是真的想念家了, 这去新妖界虽然收获不错, 但对于楚汉风而言, 依旧只有在平胡市, 才能感到那种亲切感, 或许他把平胡市已经当成是家了, 从青胡楼走出来, 楚汉风又看到了一只狐狸, 准备来讲, 应该是狐女, 之前对方好像被执法者给抓了, 一头金色长发, 鹅蛋脸, 两只狐尔, 还有一条柔软的狐尾, 楚汉风不明白, 怎么又给放出来了, 这狐女站在青胡楼的门口, 似乎是在等人, 从青胡楼出来时, 楚汉风总觉得, 对方的目光一直盯在自己身上, 真是邪门了, 楚汉风摇了摇头, 难道这就是人生三大错觉之一, 他喜欢我, 楚汉风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了千灾妖宠店, 他要把此行的事情给老爸汇报一下, 楚正然与李云认真听着, 完了之后, 楚正然评价了一声, 还不错, 激染吗? 楚汉风问道, 应该是, 不过他似乎有些怕我, 楚正然无奈地站起身, 在镜子前照了照, 我长得很凶吗? 不应该啊, 挺帅的呀。 楚汉风是有激染电话的, 他给对方回了一个电话, 两人约好在阳光小区外的咖啡店见面, 咖啡店的主题是灰色, 浓浓的咖啡香气四溢空气中, 旁边放着班德瑞的轻音乐、情书, 几天不见, 激染的脸色已经足够苍白了, 他穿着宽大的心袍, 将自己全身都笼罩其中, 你去领冬界找到癸水了吗? 楚汉风率先开口问道, 没去, 没找, 激染直接回道, 那你这几天都在干嘛了? 楚汉风疑惑, 我找到星辰梯了, 激染回道, 这女人有些疯狂啊, 为了星辰体, 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 楚汉风内心暗想道, 不过嘴上还是问道, 能告诉我, 你为何如此热切地寻找星辰体吗? 我说出来, 你信我吗? 激染问道, 你不说出来, 我怎么信? 楚汉风反问道, 等找到星辰体, 我就告诉你, 如何? 激染说道, 你需要我做什么? 楚汉风问道, 其实, 那星辰体的人你也认识, 激染突然说道, 楚汉风一愣, 他认识的人并不多, 脑海中快速掠过几张脸, 你有个朋友, 名叫王帅, 是不是? 你该不会想说, 楚汉风试探地问道, 没错, 他就是星辰体, 激染肯定的点点头, 没搞错吧, 他只是隐气欲妖狮, 妖虫也不过试之白玉象, 楚汉风确认道他的星辰体还没激活, 别说是你了, 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激染解释道, 激活星辰体只有两种办法, 要么随着自身实力的强大, 会慢慢开发出来, 要么就需靠外力介入了, 像他这种情况, 只能靠外力激活, 那我打电话, 让这小子开心开心, 楚汉风笑道, 免得这小子一天天自暴自弃的, 你先别急, 事情没那么简单, 激染连忙说道, 怎么了, 除了我以外, 也有人发现了他星辰体的秘密, 谁, 楚汉风问道, 王朝的人, 激染直接拆穿道, 你也不用跟我假冒兵长了, 我前天得到的消息, 兵长已经死了, 对吧, 楚汉风善善一笑, 问道, 那这次王朝派来的人是谁呢, 激染盯着他看了半赏, 方才回道, 告诉你也无妨, 王朝很重视兵长的死, 派了两人来调查, 分别是太保和都统, 实力怎么样, 楚汉风又问道, 太保是神藏三重的天丹, 都统应该是心窍玉妖师, 激染回道, 是不是你把星辰体的事告诉他们的, 楚汉风微眯着眼看向激染, 王帅不管怎么说, 都是他的好兄弟, 其实他的好兄弟, 本来就不多, 若是因为激染的告密, 让王帅陷入王朝的险境中, 楚汉风自然不会放过他, 其实我加入王朝, 他们从未信任过我, 激染摇头回道, 只是这次我没想到, 他们竟然会跟踪我, 然后通过我找到星辰体, 星辰体在没有契约星宿之前, 其实没什么用处的, 我想, 他们肯定想借此控制我, 或者要挟樊心宗, 那你找我想做什么, 楚汉风问道, 我一个人如今的状态, 根本无法抗衡王朝, 激染说道, 我需要你的帮助, 适当的时候, 帮我联系一下樊心宗, 你想弃暗投明了, 楚汉风笑道, 我从来就没暗过, 我与王安宁他们一样, 都是在为樊心宗的未来着想, 只是彼此努力的方向不同罢了, 激染平静地摇摇头, 行吧, 那你有什么详细的计划吗, 楚汉风问道, 王帅不是你的同学吗, 我想你帮我联系他, 然后我利用星宿时, 帮他激活星辰体, 从而契约奎木狼, 激染回道, 到时候, 契约的地点就选择在你们北苍学府, 相对安全一些, 还有, 我并不是免费帮他做这些的, 我的条件是, 他今后将卖命给樊心宗, 卖命, 楚汉风问道, 这个条件似乎有些苛刻了, 仅仅是激活星辰体就把一辈子搭上了, 起码楚汉风觉得不值, 你就这么跟王帅说, 怎么选的是他的事了, 激染回道, 如果不激活星辰体, 与其让他碌碌无为一辈子, 还是轰轰烈烈地活着呢, 就看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楚汉风微微点头, 确实, 这件事王帅才有资格决定权, 既然已经有计划了, 他简单跟楚汉风谋划了一番, 两人商量一番, 便分开了, 迁到大妖商场获得土缘幼体, 此刻楚汉风就站在大妖商场前, 至于迁到的土缘幼体, 他想都没想便给元素之灵融合了, 元素之灵再添一种属性, 走进大妖商场, 楚汉风是来买一些捉妖物品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快要去帝都了, 进入星窍境, 这就意味着他已经有资格去帝都了, 大妖商场很大, 这里面卖的基本都是灵器, 当然, 这种灵器可不仅仅是武器, 也有各种各样的奇物, 中下有吞妖怪, 有困妖绳, 还有一些北斗七星镇, 巨妖灵镇, 这些灵器的价格不算高, 当然, 也只能抓到一些小妖, 对付强大妖兽就没用了, 看到楚汉风, 这家店的老板连忙迎了上来, 笑着问道, 小伙子想买什么呀? 我这里品类齐全, 绝对能找到你心意的灵器, 我可能要离开平湖市, 所以需要一些野外生存的东西, 楚汉风说道, 从平湖市去往帝都, 这其中的路程还是挺遥远的, 如果一路上没有强者护送, 基本很少有御妖师能平安到达, 原本城市之间是有传送阵的, 只是后来, 妖兽们破坏了空间轨迹, 任何传送阵都有被妖兽拦截的风险, 久而久之, 传送阵也就慢慢荒废了, 听到楚汉风的话, 老板眼前一亮, 顿时满脸堆笑, 这是生意来了呀, 像这种没出过远门的人, 就是最好不过的大肥羊了, 只要能保命, 推销什么估计都会买, 这个我是行家, 不如我给你介绍一番, 老板笑道, 他随手拿起一个蓝色的罩子, 介绍道, 深海罩, 可护住你全身, 这罩子的妖气能持续半个时辰, 起码替你抵挡先天境以下的任何妖兽, 一个罩子只要888, 划算不, 划算, 楚汉风点点头, 还有这, 昏尘粉, 哪怕是心翘镜妖兽闻了, 也保证让他睡个三天三夜, 你在野外晚上休息的时候, 若是给身边撒一圈, 实不实用, 实用, 楚汉风再次点点头, 你再看看这件九天实地无敌防御的金蚕战衣, 此战衣乃是由金蚕之私制成, 可以替你抵挡大部分的伤害, 你要不要买, 再看看这颗大海保命单, 可是完美品质的, 吃上一颗, 让你伤势瞬间好的七七八八, 老板说的是口若悬河, 连他自己都说得动心了, 一连喝了几大杯水, 方才笑着问道客人看上哪些了, 我给你打包, 到时候买得多了, 给你打打折, 其实, 我就是想买一些野外的自热食物, 楚汉风回道, 自热食物是野外必备的, 因为你离开城池以后, 吃饭时的大问题, 能捕杀到食用妖兽, 算是一件性事, 事实上, 大多数的妖兽肉都是不能食用的, 所以备用干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至于购买灵器, 还真不是楚汉风瞧不起老板, 这家店的东西对他而言太垃圾了, 你想买什么自热干粮? 老板的态度明显冷了许多, 楚汉风也不在意, 买了一百多包各种口味的, 而且这些干粮的保质期有几年之久, 倒也不怕过期, 离开店铺以后, 楚汉风发现, 这大妖商场内全是发传单的,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想要商会的拍卖会开始了, 门票有价无事, 想去的可以过来看看, 听到喊声, 楚汉风思索片刻, 想要商会, 这是蔚兰帝国内最大的商会, 他们的生意遍布各个城市, 大名如雷贯耳, 据说他们商会, 一年才会举办一次拍卖会, 而且, 每一次拍卖的质量都很高, 楚汉风来了兴趣, 上前问道, 这拍卖会的门票怎么卖? 不要998, 不要98, 只要9998, 那买票的男子笑着说道, 黄牛也没你这么离谱吧, 楚汉风惊讶地说道, 一张门票而已, 至于吗? 小兄弟, 你知道想要拍卖会的门票有多活吗? 能进入其中的都是非复即贵的存在, 那男子笑道, 我这个价格已经很公道了, 那要想进入拍卖会, 除了门票, 还有其他办法吗? 楚汉风问道, 你若是有拍卖物, 拍卖会也对你开放, 男子回道, 拍卖物, 楚汉风摸着下巴想了想, 便朝降妖商会走去, 降妖商会的总部在七层, 这整个七层全被他们买下来了, 此刻, 七层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有一部分人是带着门票进入的, 而在大门左侧, 还有一个小门, 这小门前排着很长的队伍, 都是一些带着拍卖物, 想获取进入拍卖会资格的人, 楚汉风一看着队伍, 也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去, 他没有去那小门, 而是顺着旁边的大门走去, 门口处, 查看门票的护卫拦住了楚汉风, 抱歉, 没有门票不能进去, 护卫不嫌不淡地说道, 我有东西在这拍卖, 楚汉风回道, 有东西拍卖, 请去那边登记, 审查你的资格, 护卫指了指旁边的小门, 说道, 楚汉风笑了笑, 将那颗冰晶龙灵兽的妖宠弹取了出来, 这是他当初杀死兵长后, 从对方的那戒中得到的, 这妖宠他看不上, 自然不会起约, 不过冰晶龙灵兽也不差, 对于其他人来说, 却是求之不得的, 哎, 本来还想把这妖宠弹放你们想要商会拍卖的,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便走了, 楚汉风摇头叹息道, 那护卫直接傻眼了, 一个罕见妖兽的妖宠弹, 他可是知道意味着什么的, 降龙商会虽然不差, 但拍卖过的妖宠弹也不多, 如果这么一个大顾客因为自己离开了, 那他的职业生涯也就结束了, 他连忙上前追上楚汉风, 满脸堆笑说道, 这位公子不要着急, 这件事我做不了主, 不如我给你找找我们商会的高管, 如何, 这样是不是破坏规矩, 难为你了, 楚汉风不好意思地说道, 要不我还是走吧, 不为难, 不为难, 护卫的头摇的跟波浪鼓般,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是我的荣幸才对, 看着护卫匆匆忙离开的背影, 楚汉风笑了笑, 这一次他走进降龙商会中, 却也没有人敢拦他了, 可别小看这么一颗妖宠弹, 冰晶龙灵兽不管怎么说, 也是拥有亚龙的血脉, 仅次于神兽, 就算是一些大家族都求之若渴, 也只有像楚汉风这种, 根本不差妖宠的人才会把他拿出来卖, 护卫走了没多久, 便见一名身穿西装的男子在气陪同下, 快步走了出来, 男子身材挺拔, 步伐笔直,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男子一上来便笑着问道, 楚汉风, 楚先生, 我是这想妖商会的会场助理, 我叫冯度, 男子笑着说道, 听说, 你有颗冰晶龙灵兽的妖宠弹, 要在我们这里拍卖, 是有一颗, 不过这妖兽马马虎虎, 也不知道能不能入你们商会的眼, 楚汉风反而赛地回道, 肯定能入, 我们可以再这次拍卖会, 给你的妖宠弹加一个席位, 冯度连忙回道, 妖宠弹的真假以及完整性, 而楚汉风本人, 则被客客气气地请入了商会内, 这商会很大, 基本上单单是大唐, 就有几千平方米, 整个七层一眼都有些看不到镜头, 这次拍卖会, 可以说把整个七层都给腾出来了, 大唐之中, 摆放着各种点心和美酒, 还有舒心的音乐响起, 整个七层装饰的富丽堂皇, 周围的人也都西装革履, 或是长裙飘飘, 唯独楚汉风一身简约的装扮, 显得格格不入, 他也不在意这些, 找了一个做的地方, 便安静地干饭吃起点心, 只不过这些点心样子好看, 但味道就普普通通了, 楚汉风正吃着, 突然有人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转头一看, 是个年龄跟他相仿, 但不认识的青年, 青年穿着白色衬衫, 打扮得很精致, 似乎还化了淡妆, 大背头, 手上戴着翠绿的戒指,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雨, 也是来参加这次拍卖会的, 张雨也顺势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笑着问道, 楚兄弟这一出手就不烦了, 一颗高级妖宠弹, 说卖就卖, 其实我也不想啊, 可是为了进入这拍卖会, 别无他法, 楚汉风无奈地说道, 不知道楚兄还有没有, 我可以大价格购买, 张雨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张兄说笑了, 我又不是犯妖宠弹的, 下次一定, 若是有出售的第一个联系你, 楚汉风笑道, 张雨听到这话, 倒是笑着点点头, 似乎已经预料到这个结果了, 他依旧与楚汉风交谈着, 他对这拍卖行还是挺熟悉的, 不断地给楚汉风介绍着这里的基本情况, 终于, 随着一名老者到来, 原本交谈的大堂全部安静了下来, 这老者穿着一身喜庆的红色长袍, 他走起路时, 龙行虎步, 无形中就有一股威严的气势, 这是祥妖商会在平湖市分会的会长, 名字叫王守信, 张雨介绍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随着王守信走上台, 那是一座专门为拍卖会举办的拍卖台, 在七楼的中心之地, 从四周都可以看到, 首先, 感谢大家能百忙之中参加我们这次的拍卖台, 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 希望这次一定能让大家物有所得, 王守信笑道, 他也不废话, 直接一挥手, 说道, 先请出今天的第一件拍卖物, 随着两名护卫端着一个红盘子上前, 掀开那盖在上面的红布, 王守信笑道, 这是一件云离妖剑, 那是抽自云离蛟龙的龙巾之城, 此件经先天丹炉淬炼, 可以说, 消铁如泥, 乃是一件半步宝器, 起拍价是五十万一时, 每次加价不可少于一万一时, 听到王守信的介绍, 所有人都面色差异, 这第一件拍卖的物品, 就是半步宝器, 这次的拍卖会规模有些大, 不过, 这也不枉费他们的期待, 五十五万, 有人立刻便抢了起来, 半步宝器在帝都那种大城市, 不算什么, 但在平湖市, 已经是稀有武器了, 只要能脱离灵气的范畴, 就是好武器, 最终, 这件半步宝器被八十万给拍卖了出去, 看见拍卖云离妖剑的家伙没, 章鱼指着那男子, 对楚汉风说道, 那是雪家的供奉, 王朝阳, 雪家, 我知道雪佛龙, 楚汉风说道, 他抬头看, 其实这里基本都是生面孔, 只见台上的王守信又拿出第二件拍卖物, 这是两只妖兽, 两只如琥珀般被禁锢在黄色晶体中的两只生物, 这两只妖兽分别是铁甲战鹰以及枯木蛇, 此刻两只妖兽以一种很奇怪的姿势缠绕着, 铁甲战鹰的嘴里叼着蛇尾, 而枯木蛇的舌头却缠绕着铁甲战鹰的翅膀, 两只妖兽谁也不肯退让, 就这般僵持在原地, 这让楚汉风想起了欲棒相争的那个典故, 看到这个双兽晶体, 众人也都是惊讶时分, 因为这种东西可是后天很罕见的情况才能形成正如诸位所见, 这是铁甲战鹰与枯木蛇相互觅食才会出现如此的奇观, 王守兽笑道, 不过这颗双兽晶体可不像表面这么简单, 大家应该知道丹塔的一炉丹师吧, 一炉丹师可是咱们平狐室的骄傲, 谁人能不知呢, 立马就有人回到, 一炉丹师传说他炼丹从未失败过, 任何丹药都是一炉成功, 而且在丹塔的三十六丹师中也有他的一席之位, 一炉丹师正是从平狐室走出去的, 听说他时常会回到平狐室, 开炉炼丹, 为自己的家乡谋福祉, 一听到一炉丹师的名号, 众人也都来了兴趣, 只听有人问道, 王会长, 你就别卖关子了, 这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手中的双兽之精, 是一炉丹师经过完美炼制, 如果给你的妖宠服用了, 可以很均衡地融合两只妖兽的力量, 甚至拥有妖兽的妖技, 你们可以试想一下, 若是你们到了境界的临界点, 服用这双兽精体, 说不定力量的反补, 就能让你们更上一层楼, 众人被说得内心火热, 最终有人连忙问道, 王会长, 你直接说拍卖价格吧, 王会长笑了笑, 这几天回家收麦子, 要热死了, 起拍价一百万浑时, 每次加价不能少于十万, 随着王守兴的话音落下, 现场顿时响起了轩然大波, 这价格有点贵了吧, 就算是一炉丹师炼制, 但毕竟作用有限, 直接上百万还是太夸张了, 我倒是觉得, 像这种双兽精体, 是卖给有需要的人, 对于那些人来说, 百万也在所不辞, 果然, 议论声刚刚落下, 旁边就有人开始喊价了, 一百一十万, 众人抬头看去, 立刻就有人认出了那喊价之人, 是李火刀尊, 传闻他跨入心窍境, 已经三年多了, 如今, 想进入神脏境, 恐怕是需要这双兽精体了,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原本贤贵的双兽精体, 竟然引起了好几个人的竞价, 楚汉丰也不在意, 他虽然也是心俏静, 但不过刚刚跨入罢了, 对于境界, 还没有积累和沉淀, 所以想靠这双兽精体突破, 无异于难如登天, 这双兽精体, 虽然争抢的人不多, 但几人都势在必得, 所以直接突破了一百八十万, 才被李火刀尊给拿下了, 这价格连楚汉丰都被吓了一跳, 这些人全是土豪啊, 自己这打劫了一个狼王斧, 身上的妖魂石也就几百万, 他现在也希望自己拍卖的那颗 冰晶龙龄兽的妖宠弹, 同样能买这么多, 随着双兽精体被拍卖, 王守信又拿出了第三件拍卖物, 这是一个十分大的盒子, 里面装着一对黑色的翅膀, 这黑色翅膀即使被封存在盒子中, 依旧能感受到那表面传来的雷霆, 狂暴的雷霆在丝鸣着, 这翅膀上的雷霆仿佛有了意识, 让冲破盒子的封印植入虚空, 然后炸裂出来, 不过盒子也很强大, 无论雷霆如何暴躁, 他都无动于衷, 这是楚汉风缓缓打开了命运之谋, 这也是拍卖进行到现在, 唯一令他感兴趣的东西了, 雷翅大鹏鸟的翅膀, 翅膀保存完好, 自带雷翅大鹏鸟的空间神通, 仅仅只是寥寥几个字, 就足以看出这双翅膀的珍贵了, 雷翅大鹏鸟, 天界妖虫榜上面, 也赫赫有名的妖兽, 据说大城的大鹏鸟, 以神龙为石, 一行之间便可移动万里之地, 在力量和速度方面, 都是妖兽中的佼佼者, 这雷翅大鹏鸟在大鹏鸟一族中, 虽然力量没那么强, 但是速度却是一绝, 他们以雷霆和空间之力为主, 楚汉风盯着这双翅膀, 内心不知在想些什么, 旁边的张宇似乎看出来了, 笑道, 怎么, 想要啊, 楚汉风笑着点点头, 说道, 先听听王会长的介绍吧, 这边, 王守兴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雷翅大鹏鸟的威名, 就不用我解释了吧, 我简单点说, 一旦融合了这双翅膀, 你就可以拥有踏空飞行的能力, 众所周知, 不到神葬境, 是无法拥有飞行能力的, 而且这双翅膀, 可不仅仅是飞行那么简单, 他还铭刻着雷翅大鹏鸟的神通, 咫尺天涯, 王守兴说到这, 直接说道, 现在拍卖这双翅膀, 起拍价一百万,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万, 其实这双翅膀, 对于神葬强者诱惑力不大, 反而是那些弱一些的御妖师, 却有致命的吸引力, 不过楚汉风也没完全相信王守兴的话, 他站起来, 说道, 我有个问题, 这位先生请讲, 王守兴点头, 说道, 你这翅膀融入体内后, 对于妖气的消耗怎么样呢? 楚汉风问道, 这个问题也问到许多人的心坎了, 妖气是御妖师战斗最大的支柱, 而月弱的御妖师, 他的腰脉打通得不多, 妖气自然也不算多, 一听这话, 王守兴苦笑了一声, 他原本是特意不提这个话题的, 不过如今被问起来了, 只能无奈说道, 根据我们的测试, 心翘御妖师使用这双翅膀, 可以坚持十分钟, 先天呢? 楚汉风又问道, 三分钟, 王守兴回道, 至于后天, 只能坚持五十秒, 而尹气静根本无法驾驭这双翅膀, 此话落下顿时引起了不满的争论, 原本许多蠢蠢欲动的人也都放下了心思, 这也太坑了吧, 我买这翅膀是战斗和逃命用的, 就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我妖气消耗完了, 这乃是逃命啊, 分明就是送死, 你们降龙商会故意瞒着不报, 就是一群黑心商, 这种垃圾也敢叫一百万, 你们吃屎了吧, 以为老子的钱就这么好偏, 看这一瞬间引起公愤, 王守信无奈, 只能压下手, 示意众人安静下来, 便说道, 关于定价, 这是商会内部的, 不过, 既然没人拍卖, 老夫就自作主张, 把价格降低下, 五十万妖石不能再少了, 这毕竟是雷翅大鹏鸟货真价实的翅膀, 听到这个价格, 许多人还在考虑中, 楚汉风却是笑了笑, 说道, 我出五十万, 别人害怕消耗妖气不敢使用, 但他有天地原体啊, 摇起浓郁的不可想象, 这雷翅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 听到楚汉风的报价, 王守信眼中闪过一丝一色, 之前拆穿他的是楚汉风, 没想到依旧第一个竞价的, 还是楚汉风, 他有些不懂了, 一听五十万, 旁边有人试探地喊了五十一万, 楚汉风则沉思了许久, 喊了一声六十万, 他不能立刻去喊, 如果他太迫切表现出自己的渴望, 那这雷翅就不好到手了, 果然, 一听六十万, 其他人也都不再竞争了, 这翅膀的弊端太明显了, 确实没必要去竞价太高, 楚汉风也如愿以偿, 至于接下来拍卖的东西, 乃是他的妖宠弹, 冰金龙灵兽, 这妖宠弹通体是纯白色的, 表面仿佛结了一层厚冰, 上面冒着纯白的雾气, 其中的生命气息很强烈, 好像随时可能破壳而出, 冰金龙灵兽的妖宠弹, 我想诸位也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不过, 还是要介绍一番, 王守信笑道, 这是一颗完好的妖宠弹, 拥有它, 就意味着你将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拥有一只强大的妖宠, 大家要注意, 这种妖宠弹很珍贵, 一般就算拥有, 别人也不会拿出来拍卖, 所以我们想要商会拍卖的也不多, 王守信掉足了胃口, 方才笑道, 所以大家珍惜这次的机会, 这颗冰金龙灵兽的妖宠弹 以两百万妖魂时的价格起拍,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万, 两百五十万, 王守信的话音刚落, 楚汉风旁边的张宇就开口说道, 看着楚汉风转过来的目光, 张宇笑道, 最近境界刚刚突破, 正筹没有合适的妖宠, 这兵金龙灵兽的成长曲线, 包括他的兵属性, 都十分地适合我, 楚汉风微微点头, 只要对方是通过合力竞争的, 他也没什么可说的, 不过让他高兴的是, 妖宠弹的起拍价是两百万, 这些足够他赚好多了, 张宇的价格并没有让其他人退却, 反而价格在层层攀升着, 不过这张宇实力也十分浑厚, 两百万的起拍价, 硬生生给喊到了三百八十万, 看着四周蠢蠢欲动的目光, 张宇直接喊了一声, 四百万, 四周便彻底地寂静下来了, 不管多好的东西, 他都有个限度的, 也就是众人心中的底线, 冰金龙灵兽虽然好, 但也算不上无价之宝, 妖宠弹被张宇直接四百万给拍卖得手, 张宇遗憾地笑道, 楚兄若是与我私下交易, 这四百万就全部是你的了, 可惜在这拍卖, 却还需要付五十万的手续费, 楚汉风笑了笑, 没有反驳, 内心却是知道, 不在这拍卖竞价, 怎么可能卖到四百万呢, 这便是降龙商会的金字招牌, 要不然他们怎敢收取如此昂贵的手续费, 冰金龙灵兽之后, 王守信又接连拍卖了好几样东西, 每一件都属实不错, 不过楚汉风不太感兴趣, 也就没有争抢过, 终于随着拍卖会的气氛越来越好, 王守信笑着说道, 接下来的这件东西来历可不凡, 而且是咱们本次拍卖的最后一件物品, 算是压轴用的, 老者说着, 缓缓将一个黑色箱子取了出来, 黑色箱子中放着一块黑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现场的人都有些疑惑, 大家应该都知道枫叶城失守的事情吧, 王守信问道, 众人点点头, 这件事闹得挺大的, 北边的试魂狂龙一族与龙魔蛙女一族联合, 一夜之间, 枫叶城连同天机关全部失守, 据说北方已经变天了, 不过贫湖市在南边倒是影响不大, 这黑乎乎的东西看上去跟石头般这破石头, 与那件事有什么关系, 有人疑惑地问道, 其实也不瞒你们在枫叶城被攻陷的那一夜, 这块天外陨石就是从其中飞出来的, 王守信说道, 经过我们降龙商会的鉴定, 这天外陨石中含有强大的力量, 虽然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东西的真正用处, 不过绝对不简单, 所以便想拍卖出去, 希望有缘人能得到它, 听到王守信的话, 立刻就有人回道, 一块石头跟枫叶城有关, 就被你们给吹上天了, 该不会又跟那雷翅一样, 就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噱头吧, 你若是不信, 可以自己上来感受一番, 王守信回道, 我不是, 我就想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 那人紧跟着问道, 我都说了, 我们只能鉴定出它暗藏强大的力量, 至于其他的, 鉴定不出来, 此时只寻有缘人, 王守信回道, 至于是否拍卖, 在场的大家可以自行拿主意, 价格是不可能降的, 哪怕流拍, 这一次, 王守信的态度出奇地坚定, 他直接说道, 天外陨石, 起拍价, 三百万腰魂石,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五十万, 这个价格一出, 全场都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众人也不知道, 这王守信, 或者说这降龙商会, 哪来的自信敢如此离谱地定价, 以至于现场都沉寂了许久, 竟然没人敢喊价, 三百五十万, 终于有人开口打破了寂静, 众人的目光全部看向喊价之人, 是司徒允, 有人说道, 听说司徒允前几年学过练器, 他该不会出如此高价, 想把这块石头练成武器吧, 有人猜测道, 主委猜对了, 那叫司徒允的男子主动开口, 承认道, 我对练器一道, 很是痴迷, 看这材料, 应该属于那种上好的, 虽然贵了许多, 但好的材料不易, 我就当是搏一搏了, 他的话音刚落, 旁边就有人的声音响起, 四百万腰魂石, 众人一愣, 没想到这么贵的东西, 还会有人竞价, 皆是转头看去, 只见那竞价的人, 全身都笼罩在黑袍中, 似乎是不想暴露身份, 听到四百万魂石, 司徒允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这价格, 他只能放弃了, 每一次加价都必须五十万的家, 再有钱也不能如此挥霍呀, 正当众人以为, 这天外陨石要落入黑袍人之首时, 楚汉锋的声音突然响起, 五百万,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要打破降龙商会拍卖的记录吗? 楚汉锋盘算了一下, 自己身上所有的腰魂石, 加上冰金龙灵兽妖宠弹卖的, 大概能有七百万, 这是他的极限了, 若是还不够, 他准备把那些高级的金石, 甚至五行金都给卖了, 这天外陨石他势在必得, 别人不清楚, 他拥有命运之谋, 又怎么可能不了解呢, 旁边的张宇也被吓了一跳, 问道, 楚兄莫非是看出什么门道来了? 没有, 不过我生平就喜欢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楚汉锋笑道, 所以尽可能会买来看看, 楚兄行事, 真让人猜不透啊, 张宇笑道, 他当然不会相信楚汉锋这种解释, 但楚汉锋不愿说, 他也不可能强迫, 听到五百万这个价格, 黑袍人微微沉默, 直接喊道, 五百五十万, 六百万, 楚汉锋紧跟着喊道, 六百五十万, 七百万, 似乎地感受到了楚汉锋的决心, 这位朋友, 这件东西我有大用, 许多不属于你的东西, 就算强行拿到手, 最终只会得不偿失, 黑袍人看向楚汉锋, 说道, 虽然明面上是劝说, 但暗话中却带着威胁之意, 王会长, 他这算不算破坏规矩, 楚汉锋耸耸肩, 笑道, 王守兴也是脸色不善, 这种事先不说威胁, 如果放任这么做了, 原本可以拍更高价的东西, 别人不敢竞价了, 那要损失多少钱啊, 所以拍卖行最禁忌的, 就是这种事, 这位先生, 你若是再如此, 那么我们只能请你离开了, 王守兴淡淡说道, 黑袍人不在意地笑了笑, 站起身, 说道, 不需要, 我自己可以走, 他说完之后, 竟然就直接走出了七层, 在离开前, 又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楚汉锋一眼, 楚汉锋被看得有些发毛, 怒喝道, 看什么看, 若是不服, 尽管来北苍学府找我朱炎炎, 黑袍人也不多说, 身影缓缓消失在电梯中, 而楚汉锋在喊出七百万后, 也没人再敢跟他争了, 随着最后一件东西被拍卖结束, 拍卖会也算是圆满结束了, 王守兴笑了笑, 说道, 感谢大家参加这次拍卖会, 也感谢大家对降龙商会的支持, 希望下一次, 大家都能拍卖到何欣义的东西, 他话音落下, 就有人笑道, 王会长, 这都好说, 关键是拍卖的东西太少了呀, 都不够咱们大家分的, 我们也想多拍卖呀, 只是物以稀为贵, 可不能什么破铜烂铁都能拍卖, 这不是砸牌子吗, 王守兴笑着回道, 跟众人说说笑笑了一会, 他便离去了, 而楚汉锋则被请入了后台, 他可以得到拍卖的东西, 当然也必须支付拍卖的妖魂石, 楚汉锋顺利收获了雷翅以及这神秘石头, 而他身上, 这些日子打劫来的妖魂石也是所剩无几了, 看来又要想办法弄些妖魂石被在身上,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楚汉锋暗自想到,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他临走前, 王守兴竟然会主动找上他, 楚先生, 这是我们降妖商会的黑金卡, 只要是降妖商会内, 购买任何东西都可以打八折, 王守兴笑着递过来一张卡楚汉锋接过来, 道了一声谢, 先生能方便告知一下, 那天外雨时的秘密吗? 王守兴笑着问道, 你别误会, 我没有任何的意思, 只是单纯好奇, 这个, 其实我也不太懂, 想拿回去研究一下, 楚汉锋说道, 希望我能研究出来吧, 那提前恭祝先生顺利, 王守兴也不勉强, 因为他也不知道, 楚汉锋说的是不是真的, 不过楚汉锋确实说的是假的, 因为命运之谋下, 此时, 拥有此时者, 可复活三次, 仅仅是简单的一句介绍, 便足以秒杀无数花里胡哨, 因此, 对于楚汉锋来说, 哪怕倾家荡产, 倾尽所有, 他也会买下此时, 他郑重地将死时与雷翅收了起来, 走出七层时, 章鱼找到了他, 两人互换了联系方式, 有妖宠淡了, 可以随时联系我, 章鱼笑道, 一定, 楚汉锋也点点头, 另外, 你小心一点那个黑袍人, 对方应该不会善罢甘休的, 章鱼提醒道, 从大妖商场走出, 楚汉锋也回到了自家的小区, 被封印在一个黑盒中, 从表面去看, 翅膀是黑色的, 仿佛泼墨般, 就连上面的雷霆都被染成了黑色, 靠近就能感觉到, 那股十分狂暴的雷霆力量, 楚汉锋将笑天和元素之灵召唤了出来, 有两大妖宠坐镇, 他周身心窍欲妖湿的气息在磅礴又浩瀚地升起, 而且身体表面, 五行麒麟楷覆盖全身, 可以说, 做足了万全的准备, 楚汉锋这才将盒子给打开,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他不断地扇动翅膀, 仿佛要跨越苍穹之上, 逃离这里, 楚汉锋虽然刚开始被震住了, 但显然不可能如他所愿, 强大力量覆盖下, 大碑碎空掌使出, 双掌厚重地拍在翅膀上, 直接将雷赤给击落在地上, 大鹏似乎不甘心, 桀骜不驯, 不断地想要逃离, 这时, 笑天栖身上前, 磅礴的瘦围涌动着, 直接镇压了雷赤, 楚汉锋连忙盘膝而坐, 他要与这翅膀融合, 当然, 并不是说这翅膀要与他融为一体, 他所要吸收的, 乃是这翅膀内的力量, 从而与他身体完美契合以后, 才能衍生出最适合他的雷赤, 当楚汉锋尝试与雷赤沟通时, 那雷赤根本不理会, 不断地怒吼正拖着, 楚汉锋也不着急, 天地圆体赋予他源源不断的妖气, 这体质没别的优势, 就是妖气多, 可以想象一下, 活影里的漩涡名人, 那浓郁的查克拉根本是非人类, 他一点点地安抚着雷赤, 但也不仅仅是安抚, 其中还夹杂着镇压之力, 这是软硬兼备, 楚汉锋也不着急, 就这般, 他与雷赤僵视到了半夜, 忽然间, 一道雷霆之意在意识中炸裂, 成功了, 楚汉锋内心一喜, 紧接着意识便一片黑暗, 无穷无尽的雷霆在暴动着, 撕裂了他的尸海, 那大鹏鸟的虚影一点点凝食在楚汉锋的意识中, 如果从外面去看, 就会发现, 这黑色雷赤上的力量正在一点点地涌入楚汉锋体内, 在他肩膀上出现了一只雷赤大鹏鸟的虚影图案, 当所有的力量都被吸收以后, 楚汉锋先是运转这股力量在体内的四条腰脉处循环了一大圈, 利用雷霆给自己脆体, 他背后一通, 紧接着一双遮天蔽日板, 黑紫色的雷赤从背后长出, 那翅膀并非是真正的翅膀, 而是妖气凝卷成的样子, 浓郁的妖气在四周涌动着, 那黑色翅膀上, 狂暴雷霆不断噼里啪啦乍响着, 楚汉锋转头看去, 他能感觉到体内源源不断的妖气被雷赤吸收而去, 他站在窗户边直接朝天空飞去, 想先试飞一下, 吴虎,起飞, 很明显的便感觉身体一轻, 周身似有雷霆暴动, 然后直接踏空而起, 这是他第一次站在虚空中飞行, 人类总是对天空有莫名的向往, 楚汉锋对于这种感觉也很新颖, 能够俯瞰整个虚空, 平湖式的夜景净收眼底, 虚空中有些凉爽, 空气微微有些稀薄, 他飞了好一会, 对于妖气的消耗大概有了数, 第一次飞难免有些生疏, 不过渐渐掌握以后, 楚汉锋便顺着窗户回到了家中, 以后正经人谁还坐电梯啊, 直接就飞回家了, 对于这双雷翅楚汉锋很满意, 起码在他踏入神藏境以前, 这翅膀的能力是很大的, 飞行全依靠他, 至于神藏以后, 虽然自己已经能够踏空了, 但这雷翅附带的神通咫尺天涯, 还是有用的, 将雷翅收了起来, 楚汉锋便将那块死石取了出来, 虽然不知道这死石的来历, 如果真如同降妖商会所说, 只怕枫叶城那里是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了, 楚汉锋决定先把这三次保命的机会给链接上, 将自己的印记铭刻在死石上, 这样他就能拥有死石的力量了, 此刻, 缓缓取出死石, 别看着死石的面积很大, 但拿到手里时却没有一丝的重量, 就如同棉花斑青, 楚汉锋将自己的双掌印在死石上面, 细细感受上面的波动, 不过下一刻,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道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他吸入其中, 或者准确来说是将他的妖魂吸入其中, 小娃娃, 等你好久了, 一道阴森的声音突然响起楚汉锋, 只觉得四周一片黑暗, 而在这黑暗中, 一名老者朝他缓步走来, 老者身穿一件黑色的大褂, 周身是满满的死气, 瘦得只剩下一身的皮包骨, 他勾搂着腰步履蹒跚, 脸上还挂着诡异的笑容,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楚汉锋, 他想转身逃跑, 或者将妖魂从这个虚空中脱离出来, 可惜都无济于事, 因为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属于自己了, 眼前的老者身上散发着强大的威势, 比他见过的任何人都强大, 似乎能跟北苍学府后山被封印的天魔之主相比拟, 楚汉锋此刻僵硬在原地, 全身的血液全部凝固, 腰脉以及腰气都无法运转, 楚汉锋只能被动地看着眼前的局面, 你是谁?楚汉锋惊地问道, 有人叫我死灵, 也有人称呼我不死, 老者阴瑟瑟地笑道, 但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 你, 你什么意思? 楚汉锋是真的被吓到了, 我会与你的妖魂融合, 从而占用你的身躯, 听懂没? 老者笑道, 等待了数载, 终于有人得到这死时了, 老夫我苦等已久啊, 这贼老天还算有眼啊, 你不要过来啊, 楚汉锋做出了何润东同款的表情包, 不过他这般模样, 似乎更让老者内心畅快, 一步步走来, 楚汉锋内心已经是焦急万分, 他也是大意了啊, 谁知道对方不讲武德, 老年人, 来偷袭, 来骗我, 老者的身影已经近在眼前, 只见他大口一张, 就如同之前的狗头人般, 想要将楚汉锋给吞噬进去, 危急时刻, 楚汉锋突然觉得自己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大晚上不睡觉, 在这发什么呆呢? 楚正然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楚汉锋只感觉浑身一颤, 随即他的妖魂瞬间脱离出来, 回到了自己的肉体中, 他有些迷茫地张开眼睛, 你怎么了? 楚正然问道, 这石头有问题, 楚汉锋连忙后退一步, 说道, 他全身不知何时, 已经是一身冷汗, 刚刚真的差点生死一线了, 有什么问题? 楚正然说着, 就朝死石抓去, 别碰他, 楚汉锋连忙提醒道, 以免自己老爸的妖魂也被吸入其中, 可惜他的提醒已经晚了, 楚正然在碰到死石的那一刻, 明显出现了全身僵硬, 双眸无神, 妖魂已经被吸入其中了, 正当楚汉锋大惊失色的时候, 楚正然的神情突然恢复, 他笑了笑, 看向楚汉锋说道, 这石头不错, 爸, 你没事, 楚汉锋连忙问道, 我能有什么事? 楚正然摇了摇头, 将死石递给楚汉锋,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道, 你早点睡, 别太熬夜了, 看到楚正然离开的背影, 楚汉锋一愣, 难道刚才都是我的幻觉? 他再次将手放在死石上面, 这一次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死灵, 不死, 你在不在啊? 楚汉锋喊了几声, 都没有人理会他, 他拿起死石狠狠地摇了两下, 随即, 那死气开始蔓延, 再次将楚汉锋吸入了黑暗空间内, 小兄弟, 你找我做什么? 这一次, 老者的声音柔和了许多, 不过他隐藏在黑暗中, 楚汉锋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你出来啊, 楚汉锋喊道, 你对我爸做什么了? 他是你爸, 老者声音中有些委屈的回道, 你怎么不问问, 你爸对我做什么了? 老者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出, 此刻他全然没有了刚才的阴森恐怖形象, 反而是鼻青脸肿, 颇有些滑稽, 做起路来也是一瘸一拐的, 你这是怎么了? 楚汉锋大惊, 连忙问道, 小祖宗, 你离我远点, 老者后退几步, 警惕地说道, 从现在开始, 咱俩保持三米的距离, 刚刚不是你把我拉进来的吗? 楚汉锋说道, 我只想把自己的烙印铭刻在这死石上面, 你要铭刻我没意见, 不过这死石现在承载着我的妖魂, 你不能赶我走, 老者说道, 反正等你死了三次后, 死石自然会脱离, 楚汉锋想了想, 倒也不反对, 他连忙盘息而坐, 开始铭刻起死石来, 随着妖气一点点地涌入死石中, 楚汉锋能明显感觉到那股充实的死气, 不过这死气对他没有恶意, 反而与他妖气交融在一起, 冥冥之中, 楚汉锋炼化了这颗死石, 他感觉自己与死石之间有了一股狠淡的联系, 这种感觉很奇妙, 其中的原理就连楚汉锋都弄不明白, 生死本就是世间最深奥的事情之一, 无数人所追寻的永生, 无外乎如此, 而楚汉锋如今的境界还接触不到这个层次, 所以他对于这冥冥之中的联系有些看不透, 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 因为他已经将自己的烙印铭刻在死石上面, 郑重地将其收好, 楚汉锋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看来今晚是没时间睡觉了, 因为他准备契约第四只妖宠, 也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不过契约的第一个形态应该是灵明石猴, 灵明石猴虽然强, 但跟齐天大圣却是两码事, 作为混世四猴之一, 其实他虽然底子不错, 也是天生地养, 日月精华孕育而出的灵猴, 但在实力这方面, 与齐天大圣却是两个层次, 楚汉锋看中的也不是灵明石猴的实力, 而是他未来的潜力, 他将那张印有灵明石猴的卡片融合进体内, 闭着眼睛用心去感悟, 第四条妖脉也就是心翘近的妖脉, 灵明石猴的影子在妖脉间汇聚着, 他跟普通的猴子差别并不是很大, 身体有些瘦小, 全身都是棕色的毛发他的手里拿着一根黑色的棒子, 身体上还有铁钉打造而成的护腕, 肩开, 那灵明石猴的虚影在妖脉中不断地攀升着, 似乎想要破开妖气, 重生而出, 通变化, 十天时, 知地利, 疑心患斗, 死灵明折也, 楚汉风缓缓张开眼睛, 感觉体内的妖气又庞大了几分, 这种变强的感觉真的很好, 他长出一口气, 一股白气从嘴中吐出, 不过楚汉风并没有到此为止, 他用命运之谋看向灵明石猴的进化方向, 灵明石猴二次进化美猴王, 需要材料菩提心, 地心玉髓, 天妖神珠, 看着进化所需要的东西, 楚汉风摸了摸脑袋, 他竟然一样都没听过, 这或许就是学渣的悲哀吧, 连忙上网查了查, 先是这第一个的菩提心, 菩提心来自于菩提树, 菩提树算是珍贵灵术, 而且并不是任何菩提树都能产出菩提心, 只有百年的菩提树才会形成菩提心, 至于第二个地心玉髓, 它是从地心灵乳中诞生而出的, 这种东西没有特定的地方, 要看机缘才能获得, 至于最后一个天妖神珠, 这个算是最好得到的了, 杀死任意一只神藏镜的妖兽, 将他们的妖和经过炼制, 便可以得到天妖神珠, 唯一的难度是, 妖兽临死前都会自爆自己的妖和, 楚汉风需要的可是完整的妖和, 之前杀狼王的时候, 就是破碎了对方的妖和才杀死对方的, 楚汉风微微摇了摇头, 只能赶楷路慢慢骑修远戏, 三样东西没一样是简单的, 不过齐天大圣确实强大, 进化的步骤很短, 只需三次进化, 所以每次材料罕见一些也情有可原, 当一切都解决以后, 楚汉风再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凌晨五点了, 他也没必要再睡觉了, 先去洗了一个澡, 然后走出阳光小区, 准备去外面转悠转悠, 就到上学的时间了, 早晨的春风很柔和, 天色蒙蒙亮, 沉睡了一晚的万物都开始复苏, 在阳光小区的不远处有一座环城公园, 楚汉风一手拿着包子, 喝着豆浆朝公园散步而去, 公园的榕树下, 走马, 吃你马, 将军, 我在江, 一名老者跟一名中年人就坐在下面, 正下着象棋, 聚精会神, 老者穿着糖装, 看上去精神抖擞, 满头黑发, 让人羡慕, 中年人则是一身五道黑袍, 脸上给人的感觉是不怒而微, 十分的威严, 两人下象棋, 给人的感觉就真的像是排兵布阵一般, 杀气十足, 又诡计多端, 楚汉风饶有兴趣地在旁边看着, 两人一盘下完, 最终以老者的胜利而收尾, 中年人看了楚汉风一眼, 沉默不语, 这位小哥会下棋吗? 老者笑呵呵地问道, 马马呼呼, 楚汉风笑道来一盘如何, 老者问道, 楚汉风想了想, 反正没什么事干, 也就坐了下来, 中年人则坐在一旁去, 人生如棋局, 黑红双方厮杀, 互有胜负, 互有离别, 等一盘局结束, 你才发现输赢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付出多大的代价, 过完了这一生, 老者感慨道, 他说的话很深奥, 红方先行, 楚汉风之炮在中心, 老者紧跟着飞马, 你知道吗, 这棋局就是人生, 我便是你人生的参照物, 老者笑道, 你若与我下棋, 只是小说, 那便说明你人生足够成功, 未来不可限量, 你若与我之间不相上下, 稍训一筹, 那便说明你今后必成强者, 名震整个蔚蓝帝国, 听到老者的话, 楚汉风虽然觉得对方有吹牛的嫌疑, 但还是笑问道, 那我若是赢了你呢, 大胆, 他的话音落下, 老者还未开口, 旁边的中年人已经脸色微变, 呵斥道, 你知不知道, 凭你这句话, 便已经是死罪, 什么玩意, 楚汉风也没想到, 对方反应竟然这么大, 没事的, 老者笑着白白手, 随即看向楚汉风, 认真地说道, 小哥, 记住了, 我不会说, 他话音落下, 抽车向前, 直接一步之内将死了楚汉风, 楚汉风觉得有些不爽, 世人总会有输的时候, 中年人冷哼道, 以你的技术, 也敢在这位面前大放厥词, 楚汉风内心确实不爽了, 他直接将命运之谋打开, 说道, 再来一局, 两人摆好棋子, 这一刻, 当棋局打开, 楚汉风发现自己眼前的世界, 仿佛都消失了, 他所做的这个地方, 变成了一个象棋的事件, 大炮轰鸣, 飞马凌空, 白象破地, 将军站后方, 卫士守四边, 两军对阵楚河前, 肃杀之气弥漫整个虚空中, 楚汉风也不知为何, 自己竟然出现在这么一个世界中, 他看着四周, 不过很快便调整过来了, 命运之谋下, 他发现, 老者每一步杀招, 自己都能轻而易举地看穿, 思绪前所未有的清晰, 仿佛这棋盘内, 以他为尊, 用野总的那句话来说, 就是我即是方位, 我即是即凶, 便是如此的霸气, 此刻楚汉风真的有如此的感受, 他能看穿一切, 然后化解一切, 老者的层层布局看似巧妙, 其实有好几种化解的办法, 最开始老者还不在意, 只是简单地对异着, 但随着一步步棋子落下, 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下棋的手迟疑了许多, 思索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甚至到了最后, 老者彻底地沉默了下来, 楚汉风也不着急, 就这般静静地看着老者, 等待着对方, 似乎是等得时间太久了, 老者也自觉不好意思, 便试探地落下一期, 将军, 楚汉风笑呵呵地说道, 老者抬起誓, 楚汉风吃誓, 再将, 已经是死局了, 死得不能再死的局势, 老者凝目的眉头, 从刚刚到现在, 就没停止过, 他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楚汉风, 感觉跟刚才那把相比, 这完全就是两个人啊, 你说了, 楚汉风笑道, 看见了吧, 但凡是人, 总有输的时候, 而旁边的中年人, 早已经目瞪口呆, 因为他可是知道, 这位的自幼便是相齐大师, 因为在相齐中, 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四十岁之后, 再无敌手, 起码在整个蔚蓝帝国来说, 在相齐运筹帷幄这一块, 无人是他的对手, 但眼下, 竟然如此毫无抵抗力地输了, 纵然这有他大意的缘故, 原本他是有些瞧不起楚汉风的, 但此刻在细细打量楚汉风, 他开始沉默了, 小友, 老者笑呵呵地叫道, 并没有因为输了相齐, 而恼羞成怒之类的, 而且他之前喊楚汉风为小哥, 现在叫小友, 起码在相齐这一领域, 两人已经可以说是齐友了, 怎么了? 楚汉风问道, 我不会说, 就算说了, 也不会承认说, 懂我的意思吗? 老者认真的说道, 楚汉风一愣,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嘴硬, 他微微摇了摇头, 回道, 算了, 你说不起, 我也不跟你下棋了, 楚汉风起身要离开, 但中年人却拦住了他, 干什么? 楚汉风目光不善地看着对方, 他随时准备出手, 这位同意了, 你才能离开, 中年人回道, 他将目光看向老者, 你呀, 就是太较真了, 老者笑着说道, 小友, 以后有时间来这陪我下下棋如何, 不如何, 我拒绝, 楚汉风直接摇头, 让他走吧, 我会在平湖市待一段时间, 老者不在意地笑道, 这平湖市啊, 真是个养老的好地方, 中年人让开一条道路, 让楚汉风走了出去, 看着楚汉风离去的背影, 中年人斟酌片刻, 方才说道, 这家伙身上有古怪, 我派人去调查调查, 老者微微闭眼, 仿佛睡着了班, 他没有说话, 便是默认了, 遇见这两个怪人, 让楚汉风心情不是很好, 他看了看时间, 不知不觉已经七点了, 连忙赶往北苍学府, 王帅的事还没解决呢, 也不知道王朝的人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北苍学府内, 深深学子来来往往, 楚汉风到来时, 王帅如往常一样, 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昨晚又看直播了, 我记得, 肖剑最近没开直播吧, 楚汉风问道, 肖剑就住在他对门, 上次被黑山老妖偷袭后, 这段时间一直在养伤, 可没有直播冒险过, 王帅叹息道, 正是因为偶像没开直播, 我才睡不着啊, 怎么说, 楚汉风疑惑, 以前每天晚上, 都是看了偶像的直播, 偶像休息我才睡觉, 现在看不到直播, 我失眠了啊, 王帅回道, 我半睡半醒之间, 还总是断断续续地做梦, 梦见了肖剑大人, 来到我的床边, 哄我睡觉, 还要我一起去冒险, 王帅一边说着, 还露出来痴汗的笑容, 神经病, 恶心, 前排的肖英雪冷哼了一声, 这家伙, 简直比那些狂热的私生饭还恐怖, 行了行了, 别恶心人了, 楚汉风也打住他的幻想, 在旁边坐了下来, 说道, 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的未来, 有啊, 王帅笑道, 改变命运的机会摆在你面前, 却要你付出一生的自由, 你会怎么选择, 楚汉风问道, 你怎么奇奇怪怪的, 王帅疑惑地问道, 咱们是兄弟, 有什么话就明说呗, 还记得咱们那天去高阳妖兽园吗, 楚汉风问道, 遇见的那些繁星宗的人, 还有他们的星秀, 记得呀, 王帅点点头, 想要融合星秀, 必须拥有星辰体, 如果我告诉你, 你就是星秀体, 可以契约二十八星秀之一的奎木狼呢, 楚汉风说道, 看着楚汉风一本正经的模样, 王帅却是哈哈大笑, 风哥, 见你吉言, 这个笑话虽然冷, 但却很好笑, 他在笑, 但楚汉风却表情不变, 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王帅笑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你说的是真的, 王帅试探地问道, 百分百确定, 楚汉风点头, 听到这, 王帅再次大笑了起来, 与之前玩笑般自嘲的笑不同, 这一次, 他笑着笑着突然哭了出来, 两行热泪从双眸滚落, 但他依旧在咧嘴笑着, 当了这么多年的废物, 白玉巷的妖宠也受尽嘲讽, 现在呢, 连好友楚汉风都越来越强了, 唯独他还在原地踏步, 此刻听到这个消息, 王帅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 只觉得, 今天的空气好清新啊, 全身的每个毛孔都在欢快地跳动着, 你也不问问条件吗? 楚汉风说道,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那人可以帮你激活星辰体, 但必须让你一生都忠于樊心踪, 楚汉风说道, 这就相当于, 你卖命给樊心踪了, 我答应, 王帅直接说道, 你先别急着跟我说答案, 你现在, 情绪有些不稳定, 楚汉风摆摆手, 让自己冷静一下, 然后认真思考, 下午放学后, 你若是依旧愿意, 那我便让那人替你激活星辰体, 听到楚汉风的话, 王帅微微点头, 随着张岚走进教室, 原本吵闹的教室瞬间安静了许多, 张岚放下课本, 说道, 宣布一件事, 学府的考核已经确定了, 今年学府所有的预夭师都必须参加, 探查新邀件, 如果有不合格的, 将直接退学, 听到张岚的话, 所有的学生都炸开了锅, 要知道, 往年从来没有这么严厉过, 要不然像楚汉风以前, 那不得早就被退学了, 现在都安静一下, 我说说考核的方向, 张岚拍了拍桌子, 淡淡说道, 考核共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 探查新邀件, 众所周知, 咱们平湖是目前, 只有新邀件外围的地图, 对于里面是一片未知, 若是有人能探索新邀件, 汇知出详细的地图, 以十公里开始算, 每十公里可以获得一千积分, 第二, 猎杀妖兽, 一只神藏进的妖兽尸体, 可以获得一千积分, 星翘妖兽可以获得一百积分, 以此类推, 这一次考核, 没有人带队, 也没人保护你们, 生死误论, 为期三个月, 三个月后, 大家可以返回人黄域, 到时候, 以积分为主, 排行倒数五十名的学生, 直接被淘汰退学, 这次考核的规则, 便是没有规则, 你们想怎么做都行, 我只看结果, 听到张岚的话, 众多学生心中, 久久不能平静, 这乃是考核呀, 分明是送死, 新妖界可不是人类的世界, 那是妖兽统治的世界呀, 一个不小心, 小命也就没了, 老师, 今年的考核, 为什么会这么严, 有学生小心翼翼地问道, 严骂, 府主去了一趟帝都, 那里比咱们残酷一百倍, 张岚回道, 而且你们也知道, 北边的枫叶城沦陷, 如今北方混乱一片, 咱们蔚蓝帝国, 也不知道能撑多久, 虽然平湖是在南方, 目前还没有战火, 但终有一天, 战火会燃烧来, 现在不给你们下点猛药, 到时候, 怎么在这乱世生存, 张岚的话, 让众多学生哑口无言, 行了, 你们有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 张岚说道, 下星期完了之后, 考核正式开始, 希望到时候, 咱们班的学生, 都能平平安地回来, 张岚说完之后, 便离开了, 整个武艺班, 唯独楚汉风与萧英学两人最淡然, 毕竟, 他们是去过新妖界的, 尤其是楚汉风, 连巫妖王都见过, 怕个锤子啊, 而王帅, 心思早已不在考核上了, 他现在只想快点觉醒新尘体, 然后契约奎木朗, 他说得很快, 尤其白居过细, 太阳转了半圈后, 从巅峰落入黄昏, 放学铃声响起, 陆陆续续有学生开始离开, 而王帅则主动找到了楚汉风, 十分认真地说道, 我想激活新尘体, 哪怕为此付出一生的自由, 我也愿意, 好, 楚汉风微微点头, 给既然打了一个电话, 让对方直接来北苍学府, 而楚汉风与王帅两人, 则来到了三楼的楼顶, 两人坐在边缘, 看着底下那些放学的学生, 纷纷扰扰, 夕阳照在背后, 将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你知道烟花吧, 王帅突然问道, 他们的一生极其短暂, 仅仅只有一瞬间的绽放, 可那一瞬间, 却是永恒, 能让别人永远铭记, 我知道你的意思, 楚汉风微微点头, 与其碌碌无为地活着, 不如轰轰烈烈地绽放, 两人聊了好多, 远远地, 终于看到了激染的身影, 他没有走楼梯, 而是沿着教学楼的窗户, 直接上了三楼, 王帅当然是认识激染的, 之前在车里, 对方还劫持了他们几个人, 激染见面, 二话不说, 先是扔出一张卷轴, 说道, 你要是没意见, 就牵了他, 王帅打开卷轴, 看了看发现, 这就是一张妖魂绑定的卷轴, 大概意思就是, 牵了这张卷轴, 王帅的妖魂便会练击卷轴, 到时候他的生死, 也都在卷轴的一念之间, 王帅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右手食指咬破, 鲜血印在了卷轴上, 随即便是一股股灰色的气体, 缠绕着王帅的周身, 在他的眉心处, 出现了一个菱形的图案, 王帅缓缓睁开双眼, 契约完成, 卷轴也被竟然收了起来, 王朝那边怎么样, 楚汉风问道, 我暂时没什么消息, 竟然摇摇头, 说道, 不过这里是北苍学府, 王朝就算再大胆, 也不敢杀进这里面来, 楚汉风两人都认可得点点头, 别看北苍学府不险山不漏水的, 其实学府的谁很深, 一般人根本把握不住, 府主乃是神葬精的强者, 而且要知道, 北苍可不仅仅一个府主, 学府建立几百年来, 单单是府主就接替了十几人, 其中学府的老师更是卧虎藏龙, 强者不遑多让, 所以这平湖市最安全的地方, 恐怕就北苍学府了, 我找个御妖厂, 咱们去里面激活星辰体吧, 我给你们护法, 楚汉风问道, 谢了,兄弟, 王帅郑重地说道, 小兄弟, 就别说谢, 楚汉风笑了笑, 三人来到以前楚汉风比试过的御妖厂, 这里四面都是封闭的, 可以说十分安全, 王帅按照指示, 盘膝而坐, 仰头朝天, 而寄染则小心翼翼地, 将一块弥漫着星光的金石取了出来, 新秀时, 楚汉风微眯着眼, 既染周身庞大的星辰之力涌动, 如果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在苍穹上, 二十八星秀中, 那属于女土服的星辰, 洒下无尽星光, 龙玉的星辰之力从天而降, 将王帅的身影笼罩在其中, 楚汉风打开命运之谋, 能明显感觉到, 那些星辰之力幻化成一颗颗指尖大小的星星, 然后融入王帅的身体内, 这些星星不断地闪烁着, 王帅刚开始的表情有些痛苦, 体内不断传来噼里啪啦的炸裂声, 后来则慢慢适应了起来, 尤其是那颗星秀时, 漂浮在两人之间, 他以再体的性质, 将星秀之力灌入王帅的眉心, 星辰体的打通没有那么容易, 准确来说, 从下午一直到晚上, 这种激活的仪式还没有结束, 楚汉风就站在御妖场的门口, 此刻王帅的身体表面全部是星辰涌动, 这不仅仅是星辰体的激活, 既然连同奎木狼的契约也在一直进行着, 奎木狼, 二十八星秀之一, 西方白虎第四宿, 鼠木, 野鼠狼, 在王帅的身后, 已经有奎木狼的虚影开始一点点的凝食, 这奎木狼身躯高大又挺拔, 他穿着一件金黄色的铠甲, 手里拿着一根狼牙棒, 红黄色的披风缠绕在身后, 他的脑袋是狼头, 毛发都是蓝色的, 模样颇为威严, 楚汉风正看着时, 他弥漫出去的石海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目光朝不远处看去, 清赫道, 谁, 感知这么敏锐, 倒是小瞧你了, 一道轻笑声响起, 紧接着便是一道身影从远处的树后面走了出来, 这身影穿着一身黑色长袍, 他的个子不高, 而且有些肥胖, 像个小胖蹲, 不过这胖子给人的压迫感很强, 周身四周都有虚空泛起涟漪, 你是什么人? 楚汉风问道, 自我介绍一下, 王朝都统, 胖子笑道, 原来你就是都统啊, 楚汉风笑着说道, 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 谁跟你是自己人, 都统冷喝道, 你知道兵长吧, 我跟他乃是好友, 楚汉风笑道, 你认识兵长? 都统微微皱眉, 我们那可是铁兄弟, 楚汉风认真的点点头, 里面是谁? 都统指了指鱼腰场内, 问道, 也是咱们王朝的人啊, 带好丫头, 楚汉风回道, 正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从不远处传来, 不管他是谁, 先带走再慢慢拷问, 这说话之人, 话音落下身影, 也紧随其后走了出来, 这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身穿一件庄严的绿色长袍, 两并斑白, 目光如炬, 隐隐着带些阴霾, 老者走出来时, 他带来的那种压迫感, 要更强, 神藏第三镜, 天丹, 老者目光从楚汉风身上扫过, 淡淡说道, 我们要带走里面的人, 你若是王朝的人, 就不要阻拦我们, 这只怕不妥吧, 这个时候, 楚汉风也没心思装了, 微眯着眼回道, 两位似乎有些太放肆了, 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我们当然知道, 这里是北苍学府, 老者冷笑道, 他应该就是既然提过的, 太保, 太保与都同两人, 便是王朝这次派过来接替兵长的, 那你们还敢这么嚣张? 楚汉风微微皱眉, 内心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虽然他也不知道, 这股预感从何而来, 若是平常时期, 我们自然不敢来, 可现在是非常时期, 北苍学府可不会注意到, 这里的情况, 他们可有的忙了, 太保笑道, 什么非常时期? 楚汉风的话音刚落, 突然一声响天彻地的爆炸, 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苍穹上, 一朵火焰蘑菇云直接升空而起, 有妖兽的嘶吼声响彻整片天地, 直冲云霄, 回荡在偌大的苍穹上, 此刻, 遥远的天际线被一团火芒给照亮, 楚汉风抬头看时, 一只庞大的火红色狐狸出现在虚空中, 青狐狼在火焰的爆破中直接破碎尘埃, 青狐狼沦陷了, 这一刻, 天际边, 唯有狐狸的怒吼声一波接着一波传来, 即是北苍学府距离青狐狼有七八公里, 但楚汉风依旧能看见那火红色九尾狐的身影, 这一刻, 不管你在平狐狸的哪个方向都能看到这场景, 整个平狐狸的一级警报被拉响, 刺耳的声音划破黑暗的寂静, 一级警报是只有妖兽工程, 城池沦陷时才可能发出的, 原本沉睡休息的平狐狸居民全部惊醒, 妖狐突破封印, 请求支援青狐狼, 妖狐突破封印, 请求支援青狐狼, 有执法者乘坐飞行妖兽, 从虚空中翱翔而过, 大吼声在狐狸的嘶吼下, 显得有些疲倦, 怎么会这样, 楚汉风脸色大变, 他记得, 自己明明将九顶的青铜顶交给了萧英, 可是怎么还让妖狐突破封印了, 妖狐那是何等境界, 以平狐狮如今的实力, 根本没办法与妖狐抗衡的, 执法者只能在寻求总部的支援来临前, 先求助平狐狮的这些狱妖狮了, 而北苍学府自然手当其冲, 当警报声拉响时, 从北苍学府内飞出去十几道强大的身影, 这每一个都散发着神藏的气息, 这便是一个学府的抵御, 历代的辅主, 强大的老师, 包括许多交出的强者学生, 而这狱妖厂, 反而根本没人会在意, 楚汉风来不及去管青狐楼的事, 因为他要解决眼前的两个家伙了, 不过他内心也有疑问, 王朝怎么知道妖狐突破封印, 难道这件事也是他们做的, 不过以太保两人的实力, 好像不可能啊, 小子, 现在让开, 我们饶你一条命都同朗亨道, 莫要躺臂当车, 自不量力, 楚汉风也不理会他, 直接将楚衣给召了出来, 一人一个, 楚汉风吩咐道, 楚衣是神藏镜, 对付太保应该没问题, 而自己与都统都是心俏镜, 只要自己打败对方, 局面就可以反转, 好, 楚衣摆手, 瞬间将自己的五只妖虫, 全部召唤了出来, 他拦截在太保的前方, 现在是咱们俩人的战场, 楚汉风看向都统, 冷哼道, 轰的一声, 他话音刚落, 一只巨大的铁蚁, 突然从地下钻上来, 朝楚汉风杀了过去, 晚上还有, 大家多多支持, 多余的话, 倒不如多更新点, 这胖子都统, 似乎不讲武德的搞了偷袭, 这也幸亏楚汉风躲得及时, 他站定身子, 看了看铁蚁巨大的夹子, 直接将灵鸣石猴放了出来, 灵鸣石猴挥舞手中的棍棒, 挥舞得虎虎声威, 一个后空帆, 腾空而起, 那铁棒重重地落下, 只听轰的一声, 铁蚁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铁蚁轰出去的方向, 留下来一道深深的痕迹, 有点意思, 都统冷笑了一声, 他一挥手, 剩余的三名妖虫, 全部召唤了出来, 攻击戏妖虫, 幽冥电狼, 辅助系妖虫, 龙门精灵, 以及防御系的妖虫, 金刚巨甲龟, 这三名妖虫再加上旁边的黑铁蚁, 围在都统的身边, 虎视眈眈地看着楚汉风, 四名妖虫不断地怒吼着, 凶神恶煞, 谁怕谁, 楚汉风冷哼一声, 除了灵鸣石猴外, 他将笑天和元素之灵也全部召唤了出来, 至于荒谷御龙, 他很少让其显现人前, 主要是想留个底牌, 危机时刻, 荒谷御龙是可以救命的, 看到楚汉风的三只妖虫, 都童有些极度地冷哼了一声, 纵使有些妖虫他也不认识, 但这并不妨碍他感知到几只妖虫的不同反响, 笑天怒吼一声, 口中的地狱之火在燃烧着, 而灵鸣石猴则是直接使用神通巨化, 从一只猴子变成了金刚猿, 庞大的身躯比整个御妖场还要高大, 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胸膛, 大地震战, 全身的毛发都变成金灿灿的了, 双眸炯炯有神, 那手中的铁棍竟然同样跟着变大了数十倍, 巨猿咆哮着朝龙门精里杀去, 一般与妖狮之间的对决, 都是先猎杀辅助细妖宠的, 正在这时轰的一声, 只见金刚巨甲龟从前方飞奔而来, 挡在了巨猿的前方, 他的龟壳如同金刚般坚硬, 但是巨猿的攻击显然也超过了那独统的预料, 巨猿伸出大掌, 直接抓起金刚巨甲龟, 将对方给扔飞了出去, 轰隆隆, 巨猿狂奔而来的步伐再次袭来, 那龙门精里一化身, 只见一条金色的龙门出现在虚空中, 那精里游离在龙门的虚空中, 龙门阵都捅一声大喝, 顿时, 只见那精里表面的鱼鳞飞出化作一面面的盾牌, 冉冉生辉, 盾牌有数百个, 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面高墙, 顿时挡在巨猿前方, 巨猿在怒吼着, 强大的拳头不断砸向盾牆, 不过这盾牌坚硬无比, 竟然没有丝毫的损坏, 楚汉风看到这一幕, 直接指挥着元素之灵, 赋予巨猿雷火霜属性, 元素之灵脖子上的项链开始闪烁, 雷火霜属性的力量笼罩在巨猿身上, 那巨猿的声势更加的浩大, 雷霆爆裂, 烈火炎炎, 终于, 在他挤拳之下, 盾牌全部破碎开, 轰隆隆, 该死, 这妖虫怎么这么强, 都童脸色难堪, 他的目光放在楚汉风身上, 他知道, 想打败这些妖虫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就想方设法杀死于妖狮, 幽冥电狼的身影诡异地浮现出, 一缕缕黑色的电弧闪烁在虚空中, 然后他的身影漂浮不定地朝楚汉风杀去, 不过下一刻, 笑天已经挡在幽冥电狼的面前, 直接一爪子将他拍飞了过去, 你的妖虫似乎有些弱不惊风啊, 楚汉风笑道, 杀, 都童暴怒道, 这次他的四只妖虫气出, 而且他本人也是跟在妖虫后面, 朝楚汉风杀了过来, 等的就是你, 楚汉风冷笑一声, 大碑碎空掌落下, 强大的破空之翼袭来, 抱球冲击, 那都童胖嘟嘟的身体蜷缩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肉球, 朝楚汉风滚动而来, 当大碑碎空掌击中对方时, 落下, 大地都崩碎, 都童调整角度在滚动冲劲儿来, 楚汉风冷哼一声, 手中的大荒天兵术演化长枪而来, 雷荒霸心枪带着凌厉的雷霆, 狠狠地刺进了肉球之上, 那都捅一声惨叫, 长枪直接刺穿他的大腿, 连骨头都折断, 楚汉风直接举起长枪, 枪间挑起肉球, 随即狠狠地朝地面砸去, 而在另一边, 巨猿和啸天已经解决了都捅的其他妖宠, 幽冥电狼被地狱之火火火给烧死, 而龙门经理则被巨猿打碎龙门, 至于黑蚁和金刚巨甲龟, 皆是被强势碾压, 神兽的战斗力是无法匹敌的, 楚汉风挥舞长枪不断地在地面砸去, 那都捅被砸得不断惨叫着, 一会儿功夫便已经血肉模糊, 楚汉风直接将他甩飞了出去, 随即手中的长枪化作飞刀, 都捅的身体狠狠撞在御妖厂的围墙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那飞刀已经破空而来, 狠狠地刺穿他的额头, 死不瞑目, 打完收工, 楚汉风拍了拍手掌, 将目光看向旁边的太保, 你杀了他, 被楚衣纠缠得太保脸色难堪, 怎么? 楚汉风笑道, 正在这时, 一声狼吼声传来, 御妖厂内, 王帅已经接受完契约, 直接突破后天御妖师, 契约了奎木狼, 太保知道, 自己大势已去, 再纠缠下去, 反而得不偿失, 王朝盯上你了, 太保看向楚汉风, 冷声说了一句, 便乘坐他的黑暗之鸭离开了, 楚汉风也没有追他, 对方神葬的实力, 自己几人是杀不死的, 他转头看向王帅, 之间对方从御妖厂走出来, 周身是扑面而来的星辰之力, 你没事吧? 楚汉风问道, 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 王帅笑道, 那些王朝的人没伤到你吧? 楚汉风微微摇头, 他的目光看向青湖楼的方向, 那里才是他真正忧虑的地方, 因为妖狐已经彻底脱离了封印, 此刻, 那妖狐一步步朝北方走去, 即使离得这么远, 他都能感受到那股强大的气息, 我们去看看吧, 王帅说道, 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 楚汉风微微点头, 平湖市毕竟是他的家乡啊, 若是被毁, 终究有些故土的怀念, 你没事吧? 楚汉风看向激染, 问道, 激染微微摇摇头, 说道, 给他激活星辰体, 就是消耗有些大, 我休息休息就可以了, 既然如此, 楚汉风笑了笑, 回道, 把那星宿石交给我吧, 你想干什么? 激染皱眉, 说道, 还不明白吗? 我带你去鬼手独医李寒空那用人情看病, 再帮你拦住王朝这些人, 你以为我是做好人好事吗? 楚汉风说道, 本来, 你激活星辰体的时候, 是我抢夺星宿石的最好时机, 不过王帅是我好兄弟, 所以我才看着他激活完成, 才准备动手,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既然冷哼了一声, 彼此彼此骂, 难道你就是好东西了? 楚汉风反问道, 是不是忘记劫持我的事情了? 多说无意, 你若是想要, 那就从我手中抢吧, 激染回道。 这有河南, 楚汉风笑着摇摇头, 脚下逆龙七步踏出, 龙银声响天彻地, 笑天九阳踏天无合来, 既然也不恋战, 他知道自己现在自身的状况, 女土服附身而出, 身后黑心翅膀展开, 虽然不能直接飞行, 但也可以短时间地低空飞行, 飞奔向旁边的乌炎, 准备逃走, 不过下一刻, 一条龙尾直接甩了过来, 乌炎破碎, 房屋倒塌, 激染的身影直接倒飞了过来, 他抬头看, 荒谷御龙盘旋虚空, 磅礴的龙威散发而出, 尤其是那双威严的双眸, 更是紧紧地盯着他, 你, 激染脸色大变, 看了看楚汉风, 一时间表情殷勤不定起来, 杀了他, 激染看向旁边的王帅, 吩咐道, 我不会朝自己的兄弟动手, 王帅摇头, 你若不杀, 那我就撕了妖魂卷轴, 激染威胁道, 那你撕, 王帅坦然说道, 我的确为了强, 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哪怕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 但有些原则我不会破, 对家人和朋友动手, 纵使死, 也不会, 听到王帅的话, 激染有些无语, 他不可能真的杀了王帅, 他找着最后一个星秀, 也是千辛万苦, 你若是交出来, 我放你一命, 若是不愿意, 那我只好杀了你, 楚汉风说道, 他一步步走到激染的面前, 伸出右手, 激染挣扎了两下, 最终还是取出星速石, 因为他知道, 自己有使命在身, 他不能死, 或者说, 起码现在不能死, 结果星速石, 楚汉风仔细打量了两下, 这是一个不规则的晶体, 里面充饰着浓郁的星光之力, 仿佛有二十八颗星辰在闪烁着, 楚汉风将其收了起来, 随即目光看向青虎楼的方向, 说道, 咱们去看看吧, 王帅微微点头, 而激染则拒绝道, 我要去养伤, 他看向王帅, 说道, 保护好你的小命, 我到时候自然会来找你, 激染对平胡氏的安危并不感兴趣, 他出身烦心中, 说白了, 这里不是他的家, 此刻, 不仅仅是楚汉风两人, 平胡氏有许多的御妖师都朝青虎楼开始汇聚, 其中不乏一些散修强者, 楚汉风两人夹杂在人潮中, 反而显得有些平平无奇, 越靠星号星号胡氏, 越能感受到那股炽热火焰的燃烧, 仿佛在靠近, 就是飞蛾扑火的自取灭亡, 那妖狐的身影更加的立体形象, 他有千米之高, 比任何的妖兽都要庞大, 头发的毛发全是如雪般的纯白色, 身躯上是鲜血的红色加上一抹妖衣的紫色, 身后九条尾巴全部高高翘起, 他呲牙咧嘴模样凶狠, 双眸带着世人的惊魄, 火红色的妖气在他周身涌动着, 如果再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 这妖狐似乎是有目的地前进着, 他沿途所走之路, 无数房屋倒塌, 无数人被击飞出去, 当楚汉风两人来到这里时,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惨烈的一幕, 底下躺着的全是尸体, 残肢断壁, 无数神脏强者围着妖狐, 控制着各自的妖宠不断地攻击着, 可是这妖狐太强了, 他几乎属于那种横推的姿态, 纵使是神脏强者, 也不是他的一招之敌, 而在这平狐室, 最强的存在就是神脏镜了, 人们几乎已经绝望, 怎么办? 王帅问道, 我怎么知道, 楚汉风摇摇头, 他是真的没经历过这么大场面, 没有吓得腿发软, 已经算好的了, 当妖狐突破封印而出时, 四周也开始, 有无数的狐族开始入侵, 执法店的李清禾站了出来, 他乘坐着碧云蛟龙, 挡在了妖狐的面前, 大喊道, 我们可不可以谈谈, 妖狐前进的身影停下, 两个瞳孔盯着他, 似乎要将他吞噬掉,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也能帮你, 李清禾说道, 只要不伤害人类, 破坏平狐室就行, 人类, 你别自个儿跟我对话, 妖狐猛然大吼一声, 身后的九条尾巴刹过来, 直接将碧云蛟龙拍飞了出去, 他要寻找自己的妖狐, 咱们快拦住他, 李清禾大喊道, 否则到时候, 一旦让他融合妖狐, 整个平狐室都将不复存在, 当年九鼎真人封印妖狐时, 特意剥夺了他的妖狐, 就是害怕妖狐实力复苏, 冲破封印, 只是如今没想到, 依旧还是有人放出了妖狐, 所有人都脸色大变, 这个状态的妖狐已经如此强大了, 若是在融合妖狐, 那还打什么, 平狐室只剩覆灭了, 无数道身影围着妖狐, 阻拦他前进的脚步, 不过这妖狐太强大了, 纵使是李清禾死命抵挡, 依旧被打成重伤之躯, 击飞了出去, 李店主, 还记得我不, 楚汉风找机会上前, 说道, 是你, 李清禾瞬间便认出来楚汉风, 小鹰呢, 楚汉风皱眉问道, 店主, 死了, 李清禾叹息道, 怎么会这样, 楚汉风一愣, 这里不是聊天的地方, 我得去拦住妖狐, 李清禾回道, 你们拦不住他的, 楚汉风看着惨烈的战斗, 摇了摇头, 这是绝对实力的差距, 不是人数可以弥补的, 李清禾显然也知道这其中的差距, 他回道, 可是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 坐以待毙吧, 虎火在哪里, 楚汉风问道, 在南阳学府的封印台镇压着, 李清禾回道, 既然妖狐要找妖火, 我们可不可以将妖火转移出去平湖市, 然后将他引诱离开, 楚汉风提议道, 这样也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等待帝都的救援, 你这个想法不错, 李清禾微微点头, 时间已经来不及给他太多思索的机会了, 他猛然抬头看向楚汉风, 郑重地说道, 我现在眼下也没有可用之人, 这件事可以交给你做吗? 啊, 楚汉风一愣, 这个不好吧, 平湖市的安危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李清禾郑重地说道, 直接将一块令牌递给他的手上, 说道, 拿着令牌, 你去南阳学府就可以带走妖火, 到时候让南阳学府的人保护你, 罢了罢了, 这里终究是我的故乡, 楚汉风看着那无数保家卫国与妖狐战斗又慷慨赴死的人们, 用手紧紧攥住令牌, 老子这辈子就做这次好人了, 死就死了, 他拿起令牌, 直接将笑天召唤了出来, 朝南阳学府狂奔去, 这个时候他也顾不上其他了, 只要把妖火送出平湖室, 这妖狐自然会离开平湖室, 南阳学府, 作为与北苍学府齐名的学府, 他坐落在平湖室的南边, 是这里最至高且崇尚的地方, 从远处看, 整座学府就仿佛一颗耀眼的太阳般, 没错, 这学府的建筑风格都是偏欧式, 学府以圆形为主, 建筑的屋顶基本上都是圆球或者半圆的模样, 颜色则以金色为主, 白色和蓝色辅助, 此刻, 当所有人都前去阻止妖狐时, 唯有南阳学府, 大门紧闭, 不见任何人出来, 因为南阳府主明白, 他们的使命是守护妖火, 一旦妖火也失守了, 到时候, 就算帝都有强者到来, 都不一定压得住这妖狐, 然而此刻不单单是妖狐朝这里袭来, 许多狐族的狐狸都开始汇聚在这里, 黑暗中似乎有成千上百双眼睛闪烁着光芒, 四世为首狐狸的奸明, 下一刻, 上千狐族朝南阳学府杀去, 其中像是火烈狐, 月光狐, 大刀狐这些普通狐狸占据了大多数, 而围首的三只狐狸, 分别是紫阳双瞳狐, 吞天狐以及六尾不灭狐, 这三只狐狸也可以说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 他们带领着几百狐狸, 直接包围了整个南阳学府, 王正阳, 开门, 围首的吞天狐冷喝道, 他们口吐人言, 他们周身皆环绕着神脏的强大威势, 而王正阳就是南阳学府的辅主, 随着无数狐狸的叫阵伴随着咔嚓声响起, 南阳学府紧闭的大门被缓缓打开, 一名身穿盗袍的盗人独自一人, 缓缓走了出来, 盗人看上去四十多岁, 身材偏胖, 脸上有一条很深的刀疤, 盗袍身后还背着一把长刀, 这打扮也着实怪异, 不知诸位灵狐来我南阳学府有何事啊, 王正阳笑嘻嘻地说道, 少废话, 交出老祖的妖火, 吞天狐冷声说道, 妖火不在南阳, 诸位这是从哪得来的消息啊, 王正阳笑道, 你若是交出妖火, 我们不为难你, 若不然, 今日这狐族便踏破你们南阳, 六尾不灭狐紧跟着说道, 那诸位岂可是说手中之刀锋利护, 王正阳取下背后的弯刀, 脚踏大地, 顿时一股锋芒的刀翼冲天起, 起阵法, 王正阳轻喝道, 他话音落下, 以南阳学府为核心, 四周顿时爆发出强大的金光, 昔年南阳学府的创始人, 南阳真人便是一个强大的阵法师, 他曾在这里布置下弥天大阵, 此阵名为赤焰离火阵, 乃是以一只离火兽为阵眼, 阵法四周镶嵌了数千颗的火焰石, 当这阵法被开启时, 南阳学府的地面仿佛燃烧起, 变得滚烫, 四周也有熊熊烈焰在燃烧着, 后人无能, 无法重现先辈的光荣, 共存亡, 他话音落下, 身后南阳学府的老师也好, 学子也罢, 全部高喊驻危着, 人类, 你们也就说说而已, 当死亡真正来临时, 人形的弱点懦弱会暴露得一览无遗, 吞天狐冷喝道, 既然你们想死, 那我便成全你们, 只见他睁开大嘴, 獠牙净显, 嘴巴犹如无底洞般似有吞天之意, 那熊熊燃烧的离火不断地涌入吞天狐的嘴巴内, 他的嘴巴就是无底洞, 不管多少的火焰都对他没有影响, 随着离火被吞噬, 地面赫然出现了一条通往南阳学府的道路, 无数妖狐从这条道路前赴后继的狂奔涌了进去, 王正阳守在前方, 身边五只妖宠全部召唤出来, 手中的大刀迸发出强大的威势, 纵使千军万马之前, 他依旧气势如虹, 刀芒炸裂出一条大刀, 那吞天狐对抗着阵法, 六尾不灭狐则找上了王正阳, 两人大站在一起, 整个南阳学府乱作一团, 火海之中, 人类与妖兽的尸体遍地皆是, 厮杀在进行, 死亡无处不在, 当楚汉风来到这里时, 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场景, 他心惊肉跳, 这些妖狐太疯狂了, 他甚至不敢进入正门, 而是从南阳学府准备翻墙进去, 可惜这方法他能想到, 其他妖狐自然也能, 整个南阳学府的四周都在杀戮, 楚汉风无奈, 只能找了一处相对妖狐少的地方, 然后带着啸天狂奔了过去, 啸天一声怒吼, 地狱之火在眼前开路, 飞奔向风印台, 楚汉风并不想恋战, 因为他知道, 执法殿挡不住那九尾妖狐, 他必须在对方来临前, 带走妖狐, 这是唯一的希望了, 因为啸天的凶猛, 楚汉风也不交战, 他一路冲到了南阳学府身处, 南阳学府的身处, 楚汉风刚刚到来, 他还没有站定身子, 便有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身为人族, 纵使你不是我南阳学府的子弟, 但也应该去抗衡湖族, 怎么反倒溜进学府, 想做什么苟且之事吗? 那声音冷哼道, 下一刻, 只见一名骑着地狱白虎, 英姿飒爽的女子走了出来, 他虽然是女儿身, 但给人的感觉颇有些巾帼不让须眉, 一身晾晶晶的铠甲, 脖子上缠着一条红色丝巾, 他的长发全部缠绕起来, 剩下的在脑袋后面扎了一根马尾, 他抬起头, 是谁属性的? 他的全身都涌动着地狱鸣河的鸣水, 他与笑天之间就好像是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的地狱火, 一个极端的地狱鸣水, 两兽见面自然是谁都不服气谁, 互相在怒吼着, 如此好的妖兽都跟你蒙羞了, 女子冷哼道, 他看了笑天一眼, 自然感受得出来, 笑天给他的那种压迫感, 小妞, 没弄清楚事情真相前, 能不能不要往下判断? 楚汉风无语地回道, 自己一个担负重要使命的勇者, 即将成为平湖式英雄的男人, 竟然被嘲讽吗? 还是一个都没他年龄大的小妞? 我只相信我眼前看到的, 女子冷哼道, 那我给你解释的机会, 你说, 你偷偷摸摸潜入学府想干嘛? 凭什么告诉你? 楚汉风冷哼道, 他也是有脾气的, 虽然这小妞没什么坏心思, 但这态度还是要调教一下的, 要不是外面告急, 本姑娘今天真要收拾你一顿, 女子仰着下巴, 活脱脱像一只斗圣的大公鸡般, 神气十足, 不过楚汉风一看他先天的境界, 就不怎么理会了, 他准备离开, 不过转过头又停下脚步, 摸了摸头, 笑道, 请问一下, 你们的封印台怎么走? 不告诉你, 女子赌气的冷哼一声, 不过下一刻, 突然反应过来, 警惕地问道, 你找封印台做什么? 说, 你是不是胡作地走狗? 我是你爹, 老子这英俊潇洒的样子, 是当走狗的吗? 楚汉风直接将李清禾给他的令牌取了出来, 拿在面前说道, 你可知道此令牌, 南洋令, 女子眼中闪烁一抹一色, 说道, 根据我们南洋学府的规定, 凡是持此令牌者, 有权力命令任何南洋学府的人, 包括辅主, 这令牌这么掉的吗? 楚汉风一愣, 他原本以为, 只是一块提取妖火的令牌, 竟然能让自己在整个南洋学府横着走, 小妙, 我现在命令你, 带我去封印台, 楚汉风喊道, 女子脸色殷勤不定, 最终冷哼一声, 还是带起了路, 两人朝封印台飞奔而去, 在路途, 先是沉默一阵, 女子最终还是没忍住, 率先开口问道, 你哪来的令牌? 楚汉风想了想, 其实他原本谁也不想告诉他, 可是自己现在卖命当英雄, 万一没人知道了, 怎么办? 自己不得求个名利, 要不然, 岂不是亏死了? 他叹息了一声, 回道, 这是个绝密之事, 我告诉你, 你可千万不要乱说, 什么绝密之事? 女子好奇地问道, 妖狐朝南阳学府杀来, 其目的就是融合封印台的妖狐, 届时, 一旦妖狐被融合, 只怕平狐室也没有反抗的余力了, 楚汉风叹息道, 我跟执法店的副店主商讨了一番, 决定转移妖狐, 将妖狐引诱出平狐室, 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女子郑重地点点头, 执法店精挑细选, 在平狐室几十万年轻一辈中, 最终一眼就看到了我, 你也知道, 像我这种帅气的人, 就算是千万人中也能一眼被看到, 就像那天上的星星, 黑暗中的萤火虫, 是那么的鲜明, 那么的出众, 不同凡响, 楚汉风回道, 而我就承担起了转移妖狐的伟大人选, 你是知道的, 这个任务的危险程度, 就是直面整个九尾妖狐, 甚至狐足, 拥有妖狐, 就相当于把一切的攻击都吸引到我身上了, 如果我此番前去, 再也没有回来, 若是战死, 千万不要怀念我, 也不要给我立什么纪念碑, 去纪念我, 更不要把这些事迹告诉别人, 徒增悲伤罢了, 你放心, 你所做的一切, 整个平湖式的, 所有人都会铭记的, 女子感动地说道, 我会告诉所有人, 你乃是我被楷模, 你不会白白牺牲的, 我还没死呢, 楚汉风吐槽了一句, 不过, 两人已经来到了封印台前, 这封印台就像一座高塔, 其中共有十六层, 表面是紫红色的, 如果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 有一道很强的力量, 在冲击着封印台, 楚汉风知道, 妖狐复活, 他与这妖火之间, 是互相感应的妖火, 也感应到了什么, 迫切地想冲击封印, 与妖狐去融合, 他们两者本就是一体的, 还请诸位老师出来一见, 女子来到封印台后, 先是朝虚空拜了拜, 最终高喊道, 楚汉风不懂, 但女子可是清楚, 封印台四周看上去很平静, 突兀出现一道身影, 身影是一名男子, 周身散发着神脏强者的威势, 让人望而止步, 这一个妖狐之乱, 可谓是把整个平护士的高手, 都炸出来了,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男子问道, 楚汉风连忙将令牌取了出来, 回道, 我是奉执法殿的命令, 前来转移妖火, 那男子接过南洋令牌, 一看确认无误后, 方才问道, 你准备转移妖火去啊, 平护士外面, 随便奶都行, 楚汉风说道, 说真的, 他现在根本没计划, 那就取出妖火, 我们护送你, 朝北边去, 中年人回道, 那里最容易出去, 而且都是一些大山, 平湖市的北方, 大山林立, 那里荒芜人烟, 是许多妖兽的地盘, 若是将妖狐引诱到那里去, 说不定还能引起妖兽之间的战斗, 众人是这般想的, 只见那男子一挥手, 这封印台旁边一共出现了七道身影, 这七道身影皆是身披黑袍, 围绕着封印台, 他们乃是一直守护妖火的存在, 七人开始截印, 手中的印记截开, 一共七道印记, 就像是封印的钥匙般, 全部没入封印台内,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只听砰的一声, 那封印台爆裂开, 从里面出现一个小封印台, 它的面积大概有一个巴掌大, 从外面去看, 这封印台虽然小, 但封印之力强大, 里面的红紫色妖火, 不管多猛烈的撞击, 都无法突破它, 楚汉风郑重地接过小型封印台, 在七名黑袍人的掩护下, 他乘坐啸天朝南洋学府外跑去, 正当众人逃跑之时, 只听轰的一声, 大地震战, 裂缝无数, 只见一只弥天妖爪落下, 南洋学府最高的建筑物轰然倒塌, 看得人心惊肉跳, 楚汉风在抬头, 目光凝重, 只见九尾妖狐庞大的身影, 已经俯瞰着整个南洋学府, 众人顿时感觉到一丝窒息, 妖狐的瞳孔是竖起的, 无喜无悲, 怎么会这么快? 楚汉风诧异地说道, 从青湖楼到这里, 沿途有那么多人阻止, 没想到依旧来的超乎意料, 妖狐在盯着他, 楚汉风骑着啸天想逃跑, 旁边的七名黑袍人突然开出七辆一模一样的车出来, 黑袍人说道, 你骑妖宠的目标太大了, 坐车我们帮你分散注意力, 楚汉风连忙点点头, 他冲入其中一辆车内, 随即只见七辆车同时飘移出来, 交错纵横, 让人眼花缭乱分不清楚汉风到底在哪辆车内, 随即七辆车以七个不同方向开始逃离而去, 妖狐冷漠的瞳孔盯着这七辆车, 他并不着急立马去追赶, 似乎是细细感受着什么, 最终猛然睁开双眼, 长鸣一声, 庞大的身躯犹如利剑般飞奔而出, 化作红色闪电, 被发现了, 楚汉风看着身后追赶的妖狐, 着急说道, 没办法, 他能感知到你身上妖火的存在, 开车的黑袍人无奈回道, 你坐稳了, 车辆在马路上开始狂飙起来, 被九尾妖狐追得狼狈至极, 甚至公路大道已经走不了, 被迫朝旁边的草地开去, 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追到的, 黑袍人着急地说道, 话音落下便听轰的一声, 车辆的车顶直接被一只大爪给击穿, 强大的力量下, 车顶的铁皮塌陷狠狠地砸在了楚汉风肩膀上, 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要散架板, 还没等楚汉风有反应的机会, 那妖狐的大招索向披靡而来, 楚汉风只感觉眼前一黑, 这是要死了吗? 哄, 那一瞬间, 楚汉风有种灵魂脱鞘的感觉,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他才发现, 自己依旧完好无损地待在南洋学府的封印台前, 仿佛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如同镜花水月般不存在, 是吗? 楚汉风一愣, 不对, 不对, 明明是那么的真实, 是幻境, 狐足的幻术, 旁边的黑袍人也从幻术中醒来, 凝重地说道, 两人抬头看去, 这四周哪有九尾妖狐的身影, 在南洋学府的最高建筑上, 一名金发女子周身散发着强大的威势, 在这黑暗中就犹如比月光还璀璨的存在, 楚汉风看着金发女子, 脸色诧异, 这女子她曾经多次在执法店门口见过, 一头金发, 除了胡尔和胡尾外, 她几乎与人类没什么区别, 此刻的她美的有些不可放物, 金发飘扬, 周身有银白色的妖气在拨动着, 白皙的脚踝单脚踏在虚空, 在清冷的月光下就犹如仙子下凡, 但此刻楚汉风根本没心情去欣赏她的美, 因为幻境的来源就是这女子, 她想拖延时间不让我们离开南洋学府, 所以才用幻术将我们拦住, 黑袍人说道, 不过看这情况, 她的幻术是把整个南洋学府都笼罩了, 没想到胡族之中又出现了如此妖孽的存在, 再给些时间, 只怕她又是九尾妖狐那种级别的存在了, 众所周知, 幻境的范围越大, 被笼罩的人越多, 那么对于施法者来说, 压力也会特别大, 这金发女子能有如此修为, 着实让人心惊, 那怎么办, 楚汉风不禁怀疑道, 咱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是幻境还是现实? 应该是现实的, 她的幻境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 黑袍人猜测道, 果然, 她的话音落下, 那金发女子已经有些历劫, 身上的妖气渐渐消散, 身影虚弱地站在屋顶上, 咱们快走, 楚汉风喊道, 只怕已经来不及了, 黑袍人摇头回道, 轰隆隆的声音炸裂, 这一次是真正的九尾妖狐来了, 整个平湖式的强者已经无法再阻拦她, 她距离南洋学府不足百米的距离, 楚汉风感觉到, 手中的封印台内, 妖火跳动得更加暴动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她环视四周, 看向黑袍人说道,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我带着封印台离开, 你们能撑多久便是多久, 然而, 事情注定不能遂处汉风的怨, 距离还很遥远时, 九尾妖狐突然一声怒吼, 九条尾巴冲天起, 化作了九根通天之柱, 将整个南洋学府都禁锢其中, 一时间胡族退去, 而南洋学府的人也都被禁锢在里面, 原本还嘈杂的大战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那缓缓走来的巨大身影, 他屹立在天地间, 目光如炽热火焰, 灼烧了一切, 看着楚汉风, 淡漠说道, 将妖火焦出来, 不要给他, 旁边有人挡在楚汉风的前面, 大喊道, 看看能不能打破他的禁锢吧, 楚汉风说道, 他让笑天直接地狱之火喷涌而去, 熊熊燃烧的火焰在虚空中炸裂开, 然而, 遇见那九尾禁锢的虚空, 竟然没有任何的办法, 众人的攻击全部落在九尾禁锢上, 可惜, 禁锢无动于衷, 让人不禁有些绝望, 但楚汉风不愿放弃, 纵使对手强的无法抗衡, 纵使他只是匍匐在这天地间的一只蝼蚁, 他也想试试看, 元素之灵将各种元素加持在笑天的身上, 笑天怒吼着, 不断撞击着禁锢的九尾, 可惜都无济于事, 当其中一条尾巴落下时, 笑天的身影直接被击飞, 而远处, 执法殿的众人, 包括南阳学府的王正阳, 都拖着重伤之躯来到了禁锢内, 刚好, 今日便将你们这些人族一网打尽, 九尾妖狐淡漠说道, 只见他张开大嘴, 一道道红色的洪流从天而降, 正在这时, 一道大鹤声响起, 妖狐羞狂, 紧接着一尊大鼎从天而降, 只听嗡嗡嗡声不断响起, 红色洪流落在大鼎上, 大鼎只是微微颤抖, 但却毅然不动, 看到这一幕, 妖狐原本淡漠的双眸第一次有了变化, 九鼎真人, 不对, 你不是九鼎真人, 妖狐直接否定道, 只见那虚空中, 一道身影踏空而来, 在他身后, 是如同长河奔腾的气势, 那是一名男子, 一身轻衣穿着一件青色长袍, 他的两鬓已经白发, 头顶的黑发用发际束缚住, 一丝不苟, 青袍男子走来之时, 似有万千铜顶在共鸣着, 轴身有九尊青铜顶, 环绕着九鼎真人传到第九代, 无名张九龄, 青袍男子说道, 九鼎真人哪, 是不是已经死了, 九尾妖狐大笑道, 纵使九鼎在世, 这次都奈何不了我, 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后辈, 我自知比不上先祖之辉煌, 但家国有难, 我被修行之人, 也不能坐以待毙, 张九龄轻鹤道, 只见他一招手, 强大的妖气在掌心汇聚着, 一尊尊青铜顶变得有百米之高, 朝九尾妖狐杀去, 轰的一声, 那妖狐的九条尾巴竖起, 直接用力一甩, 连虚空都抽裂, 那巨大的青铜顶被抽飞了出去, 张九龄脚下有九顶的道意散开, 他一步步踏空向前, 手持一根九顶绳, 那绳子分别是九色的, 张九龄的身影在妖狐四周行走着, 每走一处虚空, 就将绳子连接一片虚空, 直到最后, 当他走完整片虚空后, 这九顶绳已经将整个虚空都连接起来, 只听张九龄冷喝一声, 空间凝炼, 九色的绳子发出九种不同的光芒, 好像要将整个虚空都给封锁, 这绳子捆绑在九尾妖狐身上, 随着绳子不断地收缩, 九尾妖狐在痛苦地怒吼着, 他锋利的牙齿直接咬住九顶绳, 想要将其撕裂开, 绳子上的九色光芒越来越盛, 两者短暂地僵持在一块, 不过没多久, 只听砰的一声, 九顶绳竟然被硬生生撕裂了, 怎么会, 张九龄大惊, 要知道当年他们先祖, 便是用这绳子困住九尾妖狐的, 后辈, 你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是寸不未定吗, 再说, 九顶真人什么修为, 你自己又是什么修为呢, 九尾妖狐冷哼道, 他庞大的身影再次杀来, 这一次是朝张九龄而去, 不过张九龄也不慌张, 九尊大鼎围绕身边, 当妖狐杀来之时, 他周身妖气笼罩, 如同长红冠日般, 九尊大鼎从天而降, 直接将妖狐笼罩其中, 九鼎震天, 张九龄大喝一声, 只见他站在苍穹上, 自身与九尊大鼎已经连接在一起, 所谓九鼎, 那分别是济州鼎, 眼州鼎, 青州鼎, 徐州鼎, 杨州鼎, 玉州鼎, 梁州鼎, 雍州鼎, 金州鼎, 这九尊大鼎代表着九种不同的空间, 当张九龄一个个指挥大鼎落下, 将整个妖狐都封印其中后, 他额头汗如雨下, 不过内心却是悄然松了一口气, 南洋学府内, 楚汉风看向之前带他来封印台的女子, 问道, 小妙, 你认识他是谁吗? 我有名字的, 我叫罗英, 女子回道, 就是音音音的那个音, 九鼎真人的传人, 你连这都不知道, 青湖楼那边有条九鼎街你应该知道吧, 罗英回道就是为了纪念九鼎真人而命名的, 当年九尾妖狐之祸时, 就是九鼎真人挺身而出, 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还要依靠他的传人, 楚汉风点点头, 回道, 希望他能平息九尾妖狐吧, 苍穹上, 当九鼎围绕着九尾妖狐后, 那镇压之力越来越强大, 九尾妖狐不断地怒吼着, 他的九条尾巴奋力拍打着苍穹的镇压, 身上的妖气越来越磅礴, 就犹如大海般, 身不可测, 而九鼎的镇压之力也被削弱了许多, 看上去摇摇欲坠, 随时都可能被突破, 张九鼎看到这一幕, 直接双手按在虚空中, 一道强大的力量以他为中心弥漫开, 九鼎合一, 以身化鼎, 张九鼎的身影渐渐消失不见, 留在原地的, 只有一尊大鼎的魂影, 而苍穹上的九鼎, 则融为一体, 最终镇压在虚空之上, 从九尾妖狐的头顶落去, 大鼎与魂影融合, 这一刻, 整个天地一片寂静, 只见那大鼎中有什么东西, 仿佛被触碰, 一道汗天地, 明日月的身影走了出来, 这身影出来之际, 九鼎争名, 整个天地都被短暂地镇压下去, 虽然看不清那身影的面容, 但依旧能感受到, 他身上深不可测的强大气息, 是九鼎真人, 有人激动地大喊道, 真人, 西年你曾救平湖事与危难中, 求你再发发慈悲, 拯救平湖事一次吧, 有人跪在地上, 抱头大哭, 上空中的虚影似是轻叹了一声, 只见他伸出手, 那大鼎顿时爆发出强大的威势, 化作一道通天之影, 直接朝妖狐镇压而出, 妖狐刚刚有了起色的身影, 瞬间便被镇压住了, 妖狐的身影不断朝下降落, 九鼎, 又是你坏我好事, 妖狐不甘地怒吼声传来, 重来一次, 这次谁也挡不住我, 妖狐在不甘地怒吼着, 他的声音穿透无尽苍穹, 在空荡荡的虚空不断徘徊着, 而苍穹上, 那九鼎合一之后, 威势越来越强大, 随着妖狐的庞大身躯坠落,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定格在这一块, 不过下一刻, 只听轰的一声, 妖狐脚踏踏地后, 竟然伸出双肘, 硬生生地抗住了九鼎的镇压, 九鼎真人, 你以为这些年, 我就没有研究过你的镇压之术吗, 九尾妖狐声音尖锐地喝道, 我冲出天日, 这一次, 必将毁灭整个平湖市, 你护不住的, 当年的债, 今日也将偿还, 随着妖狐的身影落下, 他的威势越来越强, 那周身的妖气, 也越来越浓郁, 仿佛笼罩了整个苍穹, 周身似乎有玄之右玄的力量在缠绕着, 那是天府巅峰吗, 有玉妖狮看到这一幕, 不确定地说道, 不可能吧, 若是这样, 咱们平湖市威仪, 也有人不敢相信, 妖狐以绝对的力量撑住了九鼎, 虽然短时间无法掀翻这封印, 但封印之力也奈何不了他, 这样拖下去的结果就是, 封印之力终有消耗完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平湖市, 估计也没有人能镇压他了, 咱们趁现在快攻击他, 有人大喊道, 等镇压结束, 若是能重伤他最好, 听到这话, 许多人眼前一亮, 纷纷将自己的全部妖宠召唤了出来, 这四周已经汇聚了数千人, 陆地上, 虚空中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影和妖宠, 既然绝对实力打不过, 那就只能试试人海战术了, 此刻, 无数玉妖狮都汇聚了自己的最强攻击, 执法殿的副殿主李清禾站在前方指挥着, 只见他一挥手, 大喊道, 攻击, 刹那间, 整个虚空都传来暴动, 数千道洪流轰杀而来, 将苍穹都淹没, 五颜六色的光芒万丈而出, 所有人只觉得眼睛都快睁不开, 那一刻, 仿佛时间都凝制, 随即虚空中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 有人的耳膜甚至直接被炸裂开, 就连楚汉风也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耳朵, 他目光凝重都不敢眨眼, 就这般看着虚空中的画面, 空间破碎, 乱流渐射, 妖狐的身影和酒顶一同被淹没, 终于, 伴随着很长时间的空间风暴, 整个虚空逐渐安稳了下来, 一切风平浪静后, 众人在宁目看去, 只见原地哪还有妖狐的身影, 只剩下一个深不见底的深坑, 看不到尽头, 成功了, 有人试探地问道, 不过话音落下, 旁边就有人喊道, 你们快看天上, 那苍穹上, 妖狐已经突破了酒顶的镇压, 只见他趴在酒顶之上, 毫发无损地盯着底下的众人, 盯得众人头皮发麻, 妖狐的大爪再次落下, 狠狠地落在了身下的酒顶之上, 只听轰的一声, 酒顶震天响, 直接破碎开, 而张九龄的身影飘出一道血线, 从虚空中坠落而下, 由于妖狮连忙接住他, 我经历了, 张九龄演演一戏地说道, 妖狐此刻, 九条尾巴飘散在虚空中, 身影凌空而行, 将目光放在楚汉风的身上, 淡淡说道, 人类, 把我的妖火交出来, 给不给你, 都是死路一条, 有差吗? 楚汉风冷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送你去死, 妖狐尖叫一声, 身影直接俯冲而来, 有人挡在他的身后, 却都无济于事, 妖狐杀来之时, 无人能拦住他, 无人是他的义和之敌, 啸天和巨猿挡在楚汉风的面前, 依旧是被一巴掌拍飞, 这一刻, 妖狐直面楚汉风, 轴身那强大的威势降临, 楚汉风被压得骨头都发响, 动弹不得, 轰的一声, 楚汉风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落下, 他身上剧痛传来, 随即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意识昏沉沉地, 直接昏迷了过去, 而怀中的妖火封印台也是脱落而出, 妖狐想去抢夺封印台, 不过下一刻, 一道身影撕裂虚空而来, 直接一个甩腿, 将妖狐踢飞了出去, 紧接着, 那身影一手抓住楚汉风倒飞出去的身影, 一手抓住风印台, 放到了一边, 真是让人放心不下呀, 来人正是楚郑然, 此刻他身穿一件黑色风衣, 脸上带着淡笑, 缓缓撕裂眼前的虚空走来, 你是谁, 妖狐看向楚郑然, 目光中带着警惕, 对方并没有爆发多么强大的气势, 却让他有种直面恐惧的感觉, 仿佛心脏被什么东西给压着, 十分的窒息, 我呀, 只是他爸而已, 你不该动他的, 要不然, 就算你把这平狐狮掀翻天, 我也懒得管你, 懂不懂, 小狐狸, 楚郑然笑道, 你又算什么东西, 妖狐怒吼一声, 庞大的身影直接扑杀过来, 楚郑然并没有动手, 只是微微抬起眼皮, 看了他一眼, 刹那间, 空间凝炼, 时间禁锢, 虚空中的妖气仿佛自行凝聚出一道弥天大掌, 直接将妖狐给拍飞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四周的众人窒息, 而周围的狐族则是一个个咬牙切齿, 不断地朝楚郑然愤怒大吼着, 虚, 安静点, 楚郑然打了一个响指, 犹如惊雷天降, 划破寂静虚空, 直接在众多狐族的面前炸裂开, 无数狐族倒飞了出去, 而一旁, 九尾妖狐则缓过神来, 表情前所未有的凝重, 你到底是谁, 九尾妖狐再次问道, 没到那个层次, 你不必知道, 楚郑然摇头说道, 你也是趁我现在虚弱逞威风罢了, 妖狐冷哼道, 我被取了妖狐, 又被封印这么多年, 若是我全胜时期, 不见得比你弱, 听到妖狐的话, 楚郑然笑了笑, 随即将封印台的妖狐, 扔到了九尾妖狐面前, 你这是什么意思, 九尾妖狐一愣, 诧异地问道, 给你时间融合妖狐, 也给你机会恢复全胜实力, 我照样一根手指粘拟, 楚郑然平静地说道, 九尾妖狐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你这是瞧不起我, 没什么别的意思, 楚郑然微微摇头, 只是想告诉我, 我无敌, 你随意, 听到楚郑然的话, 九尾妖狐只有一个字, 狂, 这是他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狂妄, 自许多年前, 当他修炼出九尾妖身后, 还没有人敢如此小瞧他, 哪怕是封印他的九顶真人, 也是费了半条命, 才封印的他, 九尾妖狐感觉到了侮辱, 他宁目看了楚郑然一眼, 随即将眼前的封印台一掌拍碎, 红紫色的妖狐暴动而出, 欢快地围绕着他转圈圈, 妖狐大口一张, 直接将妖狐给吞噬了进去, 下一刻, 只见他身体表面瞬间燃烧起一团团火红色的光芒, 那九尾妖狐的毛发更加地修长, 仿佛其中有强大又狂暴的力量在汇聚着, 尤其是他的双眸, 更是如同深邃的妖童般, 要将人吞噬其中, 就是那般风轻云淡的模样, 妖狐在低头看楚郑然时, 已经带着浓烈的杀意, 一声奸鸣, 响天彻地, 随即只见妖狐的身影消失不见, 天地间唯有一团红紫色的妖狐涌动而来, 那炽热的温度连大地都融化, 周围的御妖狮不自觉地向后退去, 完了, 完了, 有人自语道, 这妖狐融合了妖狐, 气势更强了几分, 谁还能挡住他, 不过那人的话音刚落, 声音便戛然而止, 因为楚郑然只是伸出一根手指, 指尖一点去, 便是轰的一声爆炸传来, 妖狐凝聚而成的火球, 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怎么会这么强, 妖狐倒在地上, 身上已经受了很严重的伤, 他感觉得出来, 对方仅仅是一指之间, 便有种不可抗拒的感觉, 仿佛自己碰撞的是一片天地, 而非一个人, 小狐猎, 把你最强的招式使出来, 要不然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楚郑然平淡说道, 似乎这种战斗, 根本让他提不起兴趣, 九尾妖狐冷哼一声, 这个时候, 他也不敢说什么大话了, 命魂之术, 九尾通天, 此刻, 九尾妖狐的九条尾巴, 化作九道火红色的火焰, 这九道火焰冲天起, 将整个黑夜的天空, 都染成了火红色, 月亮都被掩盖, 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虚空中, 磅礴如大海的妖气在涌动着, 所有人抬头, 都感觉到了一股炽热, 仿佛整个天地变成了一座大火炉, 所有人额头不自觉地留下热汗, 这是要干什么? 有人心惊胆战地问道, 他想毁了整个平湖室, 李清和皱眉说道, 话音刚落, 便见天空好像要裂开般, 出现了无数个密密麻麻的小黑点, 当黑点坠落, 开始放大时, 众人才明白, 这乃是黑点啊, 分别就是一块块的陨石, 几十米大的陨石有无数颗, 若是全部落下, 只怕整个平湖室都会被毁灭其中, 这种范围的攻击, 狠狠地震慑着每个人的内心, 你不是很厉害吗? 九尾妖狐看向楚正然, 冷笑道, 那就试试我这招如何, 小狐烈, 你呀, 根本不知道这天地有多辽阔, 楚正然摇头是笑, 只见他伸出右手, 苍穹上似有龙吟传来, 众人还没发觉是怎么回事, 一只巨大的深渊巨口从苍穹上袭来, 那巨口带着强大的吞噬力, 只见所有的陨石都不自觉被巨石吞噬而去, 轰的一声, 不到一会儿功夫, 陨石消失不见, 巨口也不见踪影, 夜空又恢复如常,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是, 什么? 九尾妖狐不可置信地问道, 我的妖宠啊, 让他出来跟你打个招呼, 楚正然笑道, 九尾妖狐这次彻底地沉默了他知道, 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存在, 就如同平湖式的人, 在他眼里是蝼蚁般, 他在这人的面前, 又何尝不是蝼蚁呢? 你想这么处置我? 九尾妖狐开口, 声音冷清地问道, 楚正然微微张口, 没有人知道他说了什么, 因为这话只有九尾妖狐能听见, 谁知听到这话, 九尾妖狐反应十分地激烈, 这不可能, 狐足永不为奴, 楚正然又淡笑了几句, 这一次, 九尾妖狐彻底沉默了许久, 他转头, 看了看那些担心他的族人, 方才叹息道, 好吧, 我答应你了, 九尾妖狐说完之后, 便直接转身离去, 他庞大的身影仅仅是跳动了几下, 便消失在虚空中, 而庞大的狐群也开始大规模地撤退, 一场大战, 很快便结束了, 许多人松了一口气时, 也纷纷开始质疑了起来, 周家的周沙率先站了出来, 看向楚正然, 问道, 前辈, 为何不杀了他? 这妖狐一日不除, 便会危害一方, 沙口, 我怎么做事, 需要你教我? 楚正然反问道, 周沙背对的哑口无言, 不过他丝毫不敢发火, 楚正然看了看旁边昏迷的楚汉风, 用经验圣尸驮驮着他, 一步步远去, 妖狐之祸结束, 对于平狐狮而言, 这是重建, 也是新生, 虽然没人知道, 楚正然与妖狐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 但只要平狐狮保下来了, 就什么都安好, 当楚汉风从昏迷中醒来时, 只感觉嘴干舌燥, 仿佛嘴唇都要干裂开, 这时, 顺势一股热流从他嘴里流进来, 仿佛酒汉风干淋斑, 他的浑身顿时一阵舒畅, 意识也清醒了很多, 缓缓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正是自己的房间, 我什么时候回家的, 他虚弱地坐起身, 楚正然站在一旁忙碌着, 手里端来一个盘子, 里面放的也不知是什么东西, 黑乎乎的一大堆, 你醒了, 把这东西吃了, 身体就好了, 楚正然说道, 这什么, 黑暗料理啊, 楚汉风嫌弃地说道, 你妈昨晚没睡, 给你熬的, 快喝, 楚正然直接说道, 楚汉风捏着鼻子, 将这些黑乎乎的东西, 全部吃了, 属于入口即化的那种, 他也没尝到什么味道, 便全部吃光了, 这些东西入肚, 刚开始便是一股暖流传来, 而他无论的体内, 还是体外的伤势, 都在这药膏的作用下, 很快便修复了, 楚汉风长呼一口气, 一口浊气吐出, 脸色都好了许多, 他从床上下来, 感觉自己又能活蹦乱跳了, 没事就行, 楚正然笑道, 我妈呢, 楚汉风问道, 他有点事, 晚上回来, 楚正然笑道, 不过下一次, 自己没能力的事, 就不要随便应称, 那是逞强, 不但帮不了忙, 反而会陷自己于危险中, 我毕竟也是平胡氏的一份子嘛, 楚汉风回道, 不过他紧接着又问道, 那九尾妖狐怎么样了, 已经结束了, 九尾妖狐被一神秘人击败, 楚正然回道, 还是微微皱眉, 为什么不除掉九尾妖狐啊, 免得他在祸害平胡氏, 这样吧, 我给你讲个故事, 楚正然思索少许, 最终说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 在旁边开始认真听了起来, 大约是几百年前吧, 遥远的狐族出现了大乱, 从而分崩离析, 有一部分弱小的狐族不愿卷入争斗中, 便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 来到了平胡氏的周围, 起初这些狐族很善良, 他们主动交好人族, 想要和平相处, 不过那时候, 平胡氏的城主未言十分的残暴, 刚好, 他有个小妾, 十分喜欢狐狸的皮毛, 于是他下令大量扑杀狐族, 从那时起, 整个平胡氏都兴起了一阵狐皮的热潮, 楚正然笑着说道, 屠山竟是狐族千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他仅仅用了百年不到的时间, 便修炼出九条尾巴, 成为了明镇狐族的强者, 他们自然要为曾经死去的狐族报仇, 所以百年前便有了妖狐之祸, 大半个平胡氏被毁, 也幸好九鼎真人封印了妖狐, 当时帝都大怒, 直接严成了城主未言, 听到楚正然的话, 楚汉风罕见地沉默了下来, 你觉得这件事, 人族与狐族之间, 谁对谁错? 楚正然又问道, 楚汉风继续沉默,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老八你觉得呢? 其实, 谁对谁错, 根本不重要, 当你到了一定的层次, 你就会明白, 强者才有定义对错的资格, 他们能混淆黑白, 能指鹿为马, 一切全凭心情决定, 楚正然笑道, 但前提是, 你必须变强, 否则, 你成为不了赵高, 只能成为那只被认马的路, 楚汉风思索少许, 最终点点头, 这个世界, 还是实力为王啊, 对了, 我跟你妈, 可能最近有些事, 要离开一段时间, 楚正然突然说道, 哦, 楚汉风已经习惯了, 又问道,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再说吧, 楚正然回道, 不过, 你也该去帝都了, 我还没想那么快, 楚汉风说道, 等过完年就去帝都吧, 楚正然说道, 平湖市的土壤, 是很难培养强者的, 你现在的实力, 其实已经在平湖市是佼佼者了, 但去了帝都, 只能属于中上级别, 还到不了一流的地步, 楚汉风微微点头, 其实他有点想清久久了, 看着楚正然离开, 楚汉风取出手机, 上面基本上全是清久久的电话, 还有几十条信息, 这丫头应该是知道妖狐的事了, 担心自己的安危, 楚汉风内心一暖, 给清久久回了一个电话, 久久, 我没事, 别担心, 真没事, 要不咱俩视频一下, 来地多啊, 不过要等到过完年, 我很老实的, 没勾搭小姑娘, 你在干嘛呢, 准备洗澡啊, 记得洗白白, 聊了几句后, 楚汉风便挂了电话, 经过一夜的大战, 他的脑袋有些昏沉沉的, 虽然刚刚吃了药膏, 但依旧有些难受, 他躺下再次睡了一觉, 因为妖狐之祸, 北苍学府放假一天, 不过, 妖狐主要损失的, 还是南洋学府, 北苍学府没有遭到破坏, 所以, 第二天很快便上学了, 这两天, 他的牵到的东西, 都很不错, 一个是空之幼体, 一个是光明幼体, 他全部给元素之灵融合了, 效果挺显著的, 元素之灵脖子上的元素之链, 也越来越强大, 尤其是身上的颜色, 仿佛被好几种属性融合在一起, 楚汉峰去学府的时候, 老爸与老妈也打算出远门, 在去北苍学府前, 楚汉峰买了一些好酒好肉, 整整一大书包, 便背着去了北苍学府, 进入学府后, 他没有特意去教室, 而是朝后山走去, 后山一直是学府的禁地, 不过楚汉峰之前去过, 倒也算是轻车熟路, 当他刚刚踏入后山, 那老者似乎已经感知到了他的存在, 小子, 你这在我这里偷学了匿龙七步, 是不是就把老夫忘了, 楚汉峰笑了笑, 来到那座镇压天魔之主的大山前, 笑道, 最近妖狐之乱, 麻烦是缠身, 我差点死了, 要不然怎么会没来看望你, 楚汉峰说着将背后的书包打开, 各种美酒还有肉摆满了老者面前, 是吧, 趁我还在平湖市, 这段时间能天天给你送送肉, 怎么, 你要离开, 老者问道, 他拿起面前的酒, 先是闻了闻, 便说道, 凑合喝吧, 老夫当年可是天下十大名酒, 都喝过, 他话音落下, 便如鸡四渴地痛凝起来, 良久, 方才放下酒瓶, 大笑道, 痛快, 实在是痛快, 过完年可能要去帝都了, 楚汉峰点头, 这才回道, 你也知道, 我想变强, 人总要往高处走嘛, 臭小子, 要我说, 你干脆拜我为师, 比你去那帝都强多了, 将来也能把你交成小魔头, 老者一边啃着肉, 阴侧侧地笑道, 像我这种境界, 其实早已经可以不吃饭了, 但是他也要满足口腹之欲, 人嘛, 总要有些口腹之欲, 这很正常, 你很强吗? 楚汉峰问道, 其实他知道, 这老者是天府强者, 但对方不知道他有命运之谋啊, 所以该装的还是要装, 听到楚汉峰的问题, 老人思索了少许, 回道, 强, 那也有个强的对照物, 对于仁皇玉来说, 我确实不算强, 这千万万疆土, 又有几人敢自称强呢? 不过对于魏蓝帝国来说, 这帝国之地, 我自遨游, 天下任我行, 你觉得强不强? 你既然如此之强, 为什么会被镇压在这里呢? 楚汉峰问道, 老人感觉有些扎心, 不禁辩解道, 我被镇压时, 魏蓝帝国还未建立, 好不好? 要不然, 以魏蓝帝国的实力, 在老夫眼里, 算个盗儿。 楚汉峰微微点点头, 随即回道, 我是过完年才去帝都, 那趁着这段时候, 你可以将你毕生所学交给我啊, 你放心, 我肥瘦都不挑, 你不挑, 那老夫还要看看, 你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弟子呢? 老人轻哼道, 哎, 你干什么? 楚汉峰直接拽过他手中的酒肉, 放在了一旁, 不教我本事, 还想白吃白喝。 楚汉峰反问道, 你学了我的本事, 可就是小魔头了, 不怕被世人唾弃吗? 老人笑着问道, 我爸跟我说过, 只有拳头大, 才是真理。 楚汉峰笑道, 赵高能指路为马, 我要是强, 魔王也能被称为救世主, 再说当魔头, 有什么不好呢? 楚汉峰的一席话, 让老者大笑了起来, 你爹倒是个妙人, 看得透彻, 有机会还真想见见他, 老者笑声停下, 便问道, 要我教你本事可以, 不过你也必须答应我几件事, 说来听听, 楚汉峰点头, 第一, 等某一天你有能力了, 必须救我离开这里, 老者说道, 没问题, 楚汉峰点点头, 这件事本来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第二, 老者说道, 天魔宗, 楚汉峰思索许久, 发现好像没有听过, 关于这个势力的事情, 天魔宗不在蔚蓝帝国, 等你以后出去闯荡就知道了, 老者笑道, 行吧, 要是能力范围以内, 我一定做, 楚汉峰点头, 不过, 你能教我什么呢? 可不要敷衍我啊, 老夫还不至于骗你一个小娃娃, 老者轻贺道, 只见他一挥手, 从虚空中顿时出现一只魔系法则之灵, 他的手里捧着一本书, 书的年份已经很久远了, 没有名字, 封面是暗黄色的, 这是什么? 楚汉峰诧疑问道, 莫非是什么神功秘籍? 不是修炼的神通, 但对你现在却很有用, 老者说道, 这是老夫修炼的心得, 你现在到了星桥玉妖师, 很不错, 但关于后面的境界, 包括修炼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这本书上都有标记, 这对我似乎用处不大, 楚汉峰摸着下巴, 说道, 他基本上不会按部就班的修炼, 有时候迁到来的经验值, 是最香的修炼类不说, 而且速度还贼慢, 让你拿着你便拿着, 也算是老夫的心意, 这东西你给其他玉妖师, 别人都奉之如宝, 老者翻白眼回道, 那你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楚汉峰问道, 对了, 我想成为阵法师, 你能不能教我? 楚汉峰突然想到, 阵法的威力他是见识过的, 有时候可以出其不意, 而且绝对用得着, 阵法我不会, 老者摇了摇头, 嗨, 那就没意思了, 楚汉峰失望地摇了摇头, 小子, 你也别贪心, 别看阵法一道简单, 其实里面可深奥着, 许多人一辈子, 也不过是参透了一丝皮毛罢了, 老者说道, 阵法我不会, 但你要是想学练丹, 我可以教你啊, 练丹, 可是我没有练丹妖宠啊, 楚汉峰回道, 练丹一道, 许多都是需要练丹系的辅助妖宠才可以, 比如先天丹炉, 云顶凤凰炉, 紫火穷奇炉, 这些都是有名的丹炉妖宠, 小子, 你这就孤陋寡闻了吧, 老者笑道, 丹炉妖宠确实厉害, 炼制出来的丹药也足够强大, 品质上等, 但谁说, 没有妖宠就不能炼丹了, 楚汉峰一愣, 确实似乎是自己有些先入为主了, 他对于炼丹一道, 本来就没有了解过, 平时也只是偶尔听人说说罢了, 那这么说的话, 我是可以炼丹了, 他欣喜地问道, 当然可以, 而且我的炼丹一道, 要不然被小看了, 就太没面子了, 怎么一觉, 楚汉峰问道, 很久以前吧, 东宇有两名炼丹宗师, 被称为丹双爵, 一名乃是万法缭乱洛宗县, 另一名便是天魔鼎陈长生, 这天魔鼎陈长生, 该不会就是你吧, 楚汉峰猜测道, 怎么, 不相信, 老者抬头, 冷声说道, 反正, 你吹牛我也不知道, 楚汉峰怂怂肩, 那你可知, 我为何会被称为天魔鼎, 老者又问道, 炼制一份药材, 他却可以同时炼制几十份药材, 按照他的说法, 这万法缭乱的极限, 甚至可以一心万用, 只要你有那个能力, 天魔鼎是你的妖宠吗, 楚汉峰想了想, 问道, 他若是我的妖宠, 我就没资格被称为双爵, 与骆宗县并列了, 老者骄傲地说道, 那是我自创的伪妖宠, 伪妖宠, 那是什么, 楚汉峰来了兴趣, 虽然说, 猜名字也能知道一些, 但总感觉有许多疑问, 你也知道, 为了将丹药炼制到最后, 许多炼丹师都会寻找炼丹妖宠吧, 老人问道, 楚汉峰点点头每个人只有十二条妖脉, 一旦契约丹炉妖宠, 那势必要浪费一条妖脉吧, 老人笑道, 所以, 我就自创了天魔鼎, 再不浪费妖脉的前提下, 却能比你丹炉同等的效果, 这么厉害, 楚汉峰恍然, 这么做, 可是完完全全省了一条妖脉啊, 这意味着什么, 楚汉峰再清楚不过了, 高手之间的对战, 往往一只妖虫, 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怎么说呢,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倒也不至于, 但一只妖虫也是十分珍贵的, 楚汉峰看了看老者, 随即笑道, 那你能教我吗, 顺便把那什么万法缭乱也教给我呗, 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去学, 小子, 人心不足蛇吞象, 这句话听过没, 老者反问道, 哦, 那你教我什么, 楚汉峰问道, 我这边暂时没单说, 你们北苍学府应该有吧, 老者问道, 楚汉峰微微点头, 你先去找本单书吧, 把关于练单的流程简单了解一遍, 能练出单要了, 我再教你, 老者回道, 否则说再多, 就是浪费唾沫, 楚汉峰点点头, 这么说倒也对, 他将酒肉重新递给老者, 叹息道, 那时候没修炼, 总羡慕那些强者, 但等真正踏入这个圈子后, 才发现路漫漫其修远西, 所以才要无将上下而求索呀, 老者笑道, 能给我讲讲, 蔚蓝帝国外的天地吗? 楚汉峰问道, 老者微微点头, 他在讲着, 楚汉峰也认真听着, 蔚蓝帝国外, 并不是广袤无垠的人黄裕, 人黄裕共分为四裕, 蔚蓝帝国只是属于东裕的疆土中, 在蔚蓝帝国外, 人们对于妖兽的划分有明确细节的, 强大的妖兽被称为大妖, 而弱小的, 只有资格被叫作寿, 宗门伶俐, 万国崛起, 对于东裕而言, 蔚蓝帝国只是这沧海的一滴水罢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楚汉峰全当故事在听, 他听了半天时间, 直到一通电话打破了这宁静的气氛, 是樊心宗的王安宁等人打来的, 自从在高阳妖兽员一别, 几人也就没有再联系过, 楚汉峰不知道对方的用力是什么, 对方是得知, 新宿时在自己手中, 还是有别的是要忙, 众人约在北苍学府见面, 他也不怕对方敢乱来, 我要走了, 楚汉峰站起身, 对老者说道, 去吧, 没事多来看看我这老家伙, 老者笑道, 你不说我也要来, 还指望你教我练丹术呢, 楚汉峰笑道, 你小子可别空手来, 老者也笑道, 楚汉峰离开这后山, 而王安宁等人来的速度很快, 已经在学府门口等他了, 楚兄, 好久不见, 张娇率先招手, 打招呼笑道, 是好久不见, 你们找到鸡染了吗? 楚汉峰问道, 自从妖狐之乱的那天夜里后, 楚汉峰与鸡染之间也没有联系过, 楚兄, 你瞒得我们好苦, 旁边的审报苦笑道, 你与我世界早就认识了, 是不是? 此话怎讲, 楚汉峰疑惑, 难道是鸡染告诉几人的? 应该不可能呀, 你有个朋友叫王帅对吧? 他现在就跟在我世界身边, 王安宁解释道, 你敢说, 这件事你不知情? 这个, 知道一点点的, 楚汉峰笑道, 不过我也不是很熟, 你们找我是想干什么? 我们想让你帮忙联系一下王帅, 王安宁说道, 这个恐怕不行, 自从他离开后, 我基本与他断了联系, 楚汉峰摇头说道, 他现在连学府都不来了, 那你有没有办法找到, 我们师姐? 王安宁无奈地问道, 我们这次施领了师门任务下山的, 已经担得太久了, 要我说, 你们其实没必要找鸡染, 说不定他自己会回来呢? 楚汉峰回道, 他当初就是叛逃出去的, 怎么可能自己回来? 张娇无奈说道, 要我说, 你们对于既然的了解, 还没有我透彻呢? 楚汉峰笑道, 他绝对会回去樊心宗的, 说到这, 楚汉峰突然问道, 新秀时对你们很重要吧? 重要, 我们樊心宗的立身之本, 你觉得呢? 王安宁回道, 那假如让你们换回新秀时, 你们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楚汉峰试探地问道, 怎么? 你有办法得到新秀时? 王安宁连忙问道, 这个先不急, 先说说条件嘛, 楚汉峰笑道, 说实话, 新秀时给他, 他确实用处不是很大, 当初夺取新秀时, 也就是为了狠狠敲诈樊心宗一笔, 或者让他们欠个大人情, 你想要什么, 我们都可以谈, 王安宁回道, 你帮我找三样材料, 若是可以, 我帮你们夺回新秀时, 楚汉峰笑道, 菩提心, 地心玉髓, 以及天妖神珠, 楚汉峰说的这三个, 乃是灵明石猴净化美猴王的主要材料, 他实在是找不到这三个东西, 菩提心, 我们凡心宗有, 至于剩下的两个, 我还不知道, 王安宁皱眉, 回道, 这件事, 我需要禀告宗门, 才能有结果, 这三样东西一听, 就不是凡物, 他虽然有些气不过楚汉峰的狮子大开口, 但也没办法, 新秀时对于凡心宗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那等你们有结果了, 再来找我, 楚汉峰笑道, 你怎么拿到新秀时, 王安宁怀疑地问道, 以我师姐的性格, 他肯定不会给你的,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办法, 楚汉峰笑了笑,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 反正到时候一手交货就行, 看着王安宁三人离去的背影, 楚汉峰朝学府的书院走去, 自然是去寻找有关炼丹的书籍, 迁到书院获得初级炼丹术, 当迁到的声音响起时, 楚汉峰愣了一下, 这迁到的系统, 莫非是知道, 我想要什么, 瞌睡来了, 就送枕头, 楚汉峰突然有些怀疑, 自己的系统该不会有意识吧, 他连忙喊了几声, 系统, 在不在, 系统, 能听见我说话吗, 系统, WCNM, 一番辱骂, 这系统并没有任何的动静, 楚汉峰方才松了一口气, 他不喜欢有意识的系统, 学习了初级炼丹术, 楚汉峰顿时感觉一股很磅礴的知识, 涌入脑海中, 里面全是关于炼丹的一些初级知识, 这些知识很繁杂, 甚至说斑驳, 也不为过, 里面有关于各种药材的药理, 包括许多丹药的炼丹知识, 里面还教了他一种初级炼丹术, 名为青木炼丹法, 手法不算高明, 以青木的木属性炼丹, 可以修复丹药, 但对于初学者来说, 却是最适合的, 不过让楚汉峰无奈的是, 这里面没有丹方, 也就是说, 他想要炼丹, 必须先找到丹方才行, 我决定还是先去书院看看, 镇守书院的老者坐在门前, 楚汉峰将自己的学生令牌递了过去, 老师, 请问炼丹的书籍在哪放着? 楚汉峰笑着问道, 第七殿, 老者摆摆手, 示意楚汉峰可以进去了, 书院很大, 里面收录的书籍自然数不胜数, 楚汉峰找到第七殿, 这第七殿的书籍全是关于炼丹的, 那大殿前放着一个高台, 高台的底下全是丹灰, 难懂的丹炉, 焚天朱雀炉, 楚汉峰缓缓念出了丹炉的名字, 因为北苍学府内, 早在七十年前, 也出现过一位炼丹大宗师, 这炼丹大宗师, 人称王前厂, 他当时不仅仅是名镇平胡氏, 哪怕是帝都, 飞玉城这些地方, 也有许多人慕名而来, 请他炼丹, 甚至有传言, 丹塔曾经有许多炼丹大宗师挑战他, 都一一失败, 丹塔的丹主曾经亲自邀请他, 都被其拒绝了, 可想而知, 这王前厂是多么的厉害, 可惜天度英才, 在一次炼制半步地丹时, 天地降下丹节, 而他也因此惨死其中, 他的丹炉焚天朱雀炉, 便永久地留在了北苍学府内, 此丹炉不仅仅可以用来炼丹, 他的攻击力一点都不比攻击妖宠差, 可攻可守, 十分地强大, 当然, 楚汉峰面前的丹炉只是赝品, 北苍学府为了纪念王前厂而修建的, 真正的丹炉早已经被保护起来了, 走进大殿内, 一进入其中, 便能够闻到一股十分浓郁的丹香味, 这里面摆放的书籍很多, 不过来的人不算多, 很多都已经布满了丹灰, 也没有什么人来打扫楚汉峰, 刚想着没人打扫, 便看见一名扎着羊枝小便的女子, 正端着一盆水, 从不远处走来, 她很仔细地擦拭着书架上面的灰尘, 女子似乎也看到了楚汉峰, 笑道, 同学也是来学习练丹的吗? 你是? 楚汉峰问道, 我叫王景, 是五二班的, 女子率先自我介绍道, 原来是学姐呀, 我是五一班的楚汉峰, 我知道你, 我们班的张剑上次被你打了, 是不是? 王景睁着一闪一闪的眼睛, 好奇地打量着楚汉峰, 对于这个学弟, 他也是听说过, 不过这还是第一次真正见面, 那是一个意外, 学姐也是练丹师, 楚汉峰好奇地问道, 我还算不上练丹师, 只是实习的, 王景连忙摆摆手, 他笑起来有个酒窝, 似乎很羞涩的模样, 长相清纯, 穿着一件黑色长裤, 这里有丹方吗? 楚汉峰问道, 丹方要用学分兑换的, 而且只是一些低级丹方, 高级丹方都掌握在练丹师手里, 王景解释道, 那我先找一些基础练丹书看看吧, 楚汉峰说道, 学弟想学练丹吗? 王景问道, 咱们这里是可以拜师的, 有了师父, 就好学多了, 不用了, 炼丹方面我已经有老师了, 楚汉峰笑着摇了摇头, 天魔顶陈长生, 听起来总比北苍学府的炼丹师厉害多了, 正在这时, 一声咳嗽声响起, 王景脸色微变, 也不敢跟楚汉峰聊天了, 连忙在旁边擦起书架来, 师兄, 只见一名身穿红色长袍, 胸前挂着一个一级炼丹师牌子的青年, 缓缓走了过来, 他步伐高调, 走起路也是从不低头, 趾高气昂的模样, 哟, 又来新人了, 青年挟视了楚汉峰一眼, 冷哼道, 见了师兄也不问候一声, 没礼貌, 像你这种人, 也想成为炼丹师, 你哪位啊, 楚汉峰看向对方, 他们两人彼此都不认识, 对方就在他面前装存在感, 你连我都不知道, 青年诧异地回道, 他是王陆师兄, 是咱们炼丹店店主的青传弟子, 王景连忙介绍道, 他拉了拉楚汉峰的袖子, 让他尽量不要惹眼前的青年, 不过楚汉峰怎么可能稀释宁人, 王陆, 什么阿嬷阿狗啊, 没听过, 楚汉峰说道, 小子, 就凭你这句话, 就别想成为炼丹师, 王陆微眯着眼, 淡淡说道, 看得出来, 他在压制自己的愤怒, 放心吧, 我就是来这看看书, 没想拜师的, 楚汉峰摆手, 回道, 他随手取了一本丹药发展史,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这本书记载的, 都是关于丹药的来历, 和一些改变丹道的大人物事迹, 楚汉峰反倒是喜欢看这种, 王陆冷哼了一声, 随即拂袖朝大殿里面走去, 一直到王陆离去, 王景才叹息提醒到楚学弟, 你跟他吵, 实属不至, 怎么, 楚汉峰饶有兴趣地问道, 要是店主一句话, 以后只怕北苍学府, 没人敢叫你炼丹了, 不管你寻找的师父是谁, 这北苍学府, 其他事不感兴趣, 反而想亲眼见识一下, 别人是怎么炼丹的, 可以炼, 不过按照要求, 我必须炼制出一炉完美品质的丹药, 才能称作炼丹师, 王景失落地说道, 而以我如今的实力, 每次成功和失败的几率, 都是五五开, 所以, 才是实习炼丹师, 能让我看看, 你的丹炉妖宠吗? 楚汉峰问道, 王景也没有迟疑, 直接将自己的妖宠召唤了出来, 这是一尊蓝色的小丹炉, 他长着两根耳朵, 像是精灵般尖锐, 一双眼睛大大的, 这是水赖丹炉, 王景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你为何不契约个好点的丹炉妖宠? 楚汉峰问道, 他看得出来, 这水赖丹炉只能说很普通, 其中仅仅有水之气, 除了滋润丹药外, 基本上没有附加的特殊效果, 这种丹炉单独占用一条妖脉, 是十分浪费的, 在战斗方面, 它也提升不了什么效果, 好的丹炉很贵的, 王景弱弱地回道, 能契约这个妖宠, 我也是付出了很大代价, 楚汉峰也算明白了, 这王景的家庭条件应该很普通, 能买起这种丹炉已经是极限了, 也对, 谁不喜欢厉害的妖宠啊, 可是, 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 这些都是奢望, 能成为炼丹师, 就已经是他们的梦想了, 那你能炼制一炉丹药, 给我看看吗? 楚汉峰问道, 你放心, 炼丹材料我出, 我就是想看看炼丹的大概流程, 其实楚汉峰学习了初级炼丹术以后, 炼制一些低级丹药, 对他而言易如反掌, 只是他没有丹方, 二, 也是想观摩一下别人, 这样就更有经验了, 王景想了想, 随即轻轻点点头, 有人给他提供炼丹的药材, 他自然高兴, 这样就能多练习几次, 熟练度上来了, 自己也能尽快成为真正的炼丹师, 咱们去我房间吗? 王景说道, 楚汉峰点点头, 两人走进这大殿的里面, 楚汉峰这才发现, 大殿里面别有洞天, 这里就像是古时的那种古堡般, 其中共有十几层, 每一层的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房间, 总体的颜色是暗黄色与白色, 王景住的房子在十三层, 两人进入十三层的房间, 王景的房间布置很简单, 除了一张床外, 屋子里就全部是书籍, 还有一些不值钱的药材, 有些乱, 你别介意哈, 王景不好意思地说道, 炼丹吧, 楚汉峰摇了摇头, 我这次炼的是静心丹, 可以压制修炼时, 体内沸腾的气血不宜产生心魔那种, 王景回道, 单方需要的材料有清心草, 白玉菇以及凝神花, 楚汉峰身上也没有这些草药, 便直接拿出一些妖魂石, 说道, 我直接把钱给你, 你到时候自己买就行, 我这边刚好有一些炼制的草药, 本来是想准备下一次考核炼丹试用的, 王景接过妖魂石, 说道, 他从床底下取出一个小箱子, 里面都是他存的灵药, 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三株草药, 炼丹失炼制草药的时候不能受到打扰, 否则很容易被影响的, 王景一边说着, 一边将自己的水赖丹炉取了出来, 那水赖丹炉飘浮在虚空中, 稍微带些淡蓝色的火焰在燃烧着, 炼丹最看重的就是炼丹手法, 王景双手摇气笼罩, 解释道, 我学的炼丹手法只是抽丝剥剪法, 不算高明, 但我连这手法都没有完全掌握, 他说话时也有些惭愧, 毕竟自己的天赋不算多好, 甚至按照师尊的意思都有些愚钝, 好好练, 不要分心, 楚汉风提醒道, 只见王景双手的妖气变成一缕缕的, 如同细丝般, 这些细丝缠绕着三株草药, 先是将宁神花和青星草给扔了下去, 水赖丹炉的丹火在旺盛地燃烧着, 而王景则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火焰的温度, 他的额头已经有些许稀罕流出, 随着火焰的包裹, 里面的草药也开始融化成一滩液体, 王景看准时机, 将最后的白玉菇也放了进去, 白色的蘑菇见火便瞬间融化, 就如同塑料般, 覆盖在那滩液体上将其包裹成一个圆形, 要成功了, 王景欣喜地说道, 不过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 而且声音很大, 根本不像是敲门, 反而像砸门一样, 砰砰砰地响, 王景心神背一阵, 炼丹时, 尤其像他这种新手炼丹师, 任何的动静都可能影响他们, 果然, 敲门声响起时, 王景内心一慌, 手中的火候没控制好, 里面原本要成心的丹药, 瞬间烧成了灰, 失败了, 他双目失神地愣在原地, 你们这对狗男女, 躲在房间干什么呢, 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门外, 王露的大喊声传来, 楚汉风微微皱眉, 他真的生气了, 他直接打开门, 二话不说, 就是一脚踢了过去, 正在敲门的王露一个不察, 直接被踢飞了出去, 要知道, 这里可是十三楼, 眼看着王露的身影坠落, 这时, 一只有力的大手, 拽住了他的衣领, 将他提了上来, 年轻人, 脾气太暴可不好, 苍老的声音响起, 楚汉风这才看到, 王露这次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的旁边还站着一名, 全身被笼罩在灰袍中的老者, 老者身材高大, 让人瞩目的, 还是他的大红鼻子, 看上去有些憨憨的, 不过此刻, 老者目光威严, 师尊, 王露走出来, 弱弱地叫了一声, 你在干什么? 老者目光深沉地问道, 我们在里面炼丹呢, 王露解释道, 炼丹, 孤男寡女的, 我看你们就是在做苟且之事, 王露冷哼道, 你是不是没死过? 楚汉风看向王露, 微眯着眼, 问道, 怎么? 恼羞成怒了, 王露冷笑道, 有学府的老师在这, 他也不怕楚汉风敢怎么样, 敢跟我上生死台一战吗? 楚汉风问道, 若是不敢, 就你这种耸包, 以后少避避, 我有什么不敢的, 王露顺口回道, 不过旁边的老者, 却打断了他的话, 说道, 既然你学的是丹道, 理所应当鄙视炼丹才对, 他也是怕王露吃亏, 对方赶上生死台, 肯定是有把握的, 玉妖师之间的战斗, 炼丹师还真的不强, 对, 炼丹你敢比试吗? 王露也不傻, 瞬间反应了过来, 有什么不敢的, 不过我没丹方, 丹方我可以提供给你了, 旁边的老者紧跟着回道, 老夫乃是学府的供奉, 你可以叫我会供奉, 你若是敢比试炼丹, 丹方我给你提供, 王露不管怎么说, 也是学过三年炼丹的一级炼丹师, 在他看来, 要赢楚汉风这种, 连炼丹都没有接触过的人, 还不是手到擒来, 至于提供丹方, 对方也要能炼制出来才行, 什么时候比试? 王露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现在吧, 不过比试的赌注呢? 楚汉风问道, 你想赌什么? 王露反问道, 赌命, 楚汉风直接说道, 此话一出, 王露语气一致, 而旁边的灰供奉也微微皱眉, 他是真的不想闹出人命来, 没必要赌命吧, 灰供奉说道, 我这人吧, 不想给自己留仇价, 要么不得罪人, 要么得罪了就往死里弄, 楚汉风笑了笑, 看向王露, 挑挑眉头, 怕了, 王露原本还有些迟疑, 此刻看到楚汉风挑衅的动作, 年轻人毕竟气盛, 直接怒喝道, 赌命就赌命, 怕你不成, 你也别小瞧人, 找个公正人吧, 楚汉风说道, 让这灰供奉当公正人, 楚汉风肯定是不愿意的, 万一对方耍赖, 就很恶心, 正在这时, 突然学府有一道清脆的鸟鸣声响起, 这鸟鸣声响彻整个北苍学府, 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听见, 是府主的风石雾鸟, 府主出关了, 旁边的灰供奉瞬间反应了过来, 府主自从送清久久去帝都回来后, 就一直在闭关的状态, 哪怕是妖狐之乱时, 北苍学府的众人也没有打扰府主, 因为大家都知道, 府主在冲击神脏的第五个小境界开魂, 如今出关, 也就意味着府主冲关成功, 已经是一名神脏巅峰的强者了, 因此, 许多人都连忙去供营北苍府主, 不过楚汉风却不怎么感兴趣, 因为清久久的事情, 他对北苍府主印象并不好, 你还比不比了, 楚汉风看向准备离开的王鹿, 喊道, 你不是要找公正人吗, 会供奉转头看着他, 说道, 我请府主当公正人如何, 这下, 你小子该心服口服了吧, 我无所谓, 楚汉风怂怂肩, 他跟着众人一同走出大殿, 朝府主出关的方向去, 北苍府主平日里, 神龙剑手不见尾的, 好不容易见一次, 自然会引起学府的轰动, 王警就跟在楚汉风的旁边, 我听说啊, 咱们辅主是个拳才, 他在一旁说道, 阵法, 单要包括战斗, 辅主全都在行, 哦, 楚汉风不嫌不淡地回了一句, 走出大殿, 他抬头看向西北方, 只见一只巨大的风石雾鸟 笼罩了半个苍穹, 悬浮在虚空中, 这风石雾鸟的体型特别大, 它的四周, 无端挂起风沙以及漫天的雾气, 最恐怖的是, 这些凤雾有着如同腐蚀石骨的力量, 能瞬间将任何的生物都化为浓水, 可见其强大和恐怖, 据说曾经有一次大战, 妖兽攻城时, 一只庞大的风石雾鸟召唤了万丈风暴, 半个钟时间毁灭了一座大城, 可想而知这种妖兽的恐怖之处, 它是北苍辅主的妖宠之一, 你知道咱们的辅主叫什么名字吗? 楚汉风转头看向王警好奇地问道, 别人都叫咱们辅主北玄军, 王警回道, 北玄军, 楚汉风喃喃自语了一声, 有点像男人的名字, 不过他知道, 北苍辅主是女子, 此刻, 伴随着巨大的风石雾鸟在清明, 一名身穿白色月牙袍, 长发飘飘的女子从天而降, 缓缓落在众人的前方, 虚空中似乎有枝子花在飘散着, 见过辅主, 学院中先是几名资历很高的老师问候道, 一些文讯赶来的学生也都开始问候, 唯有楚汉风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听说近来有妖狐之乱, 北玄军率先问道, 有神秘强者降临, 已经解决了, 旁边有老师连忙回道, 行了, 我闭关这么久, 恐怕学府也有一大堆事, 重要的是可以来找我, 北玄军回道, 辅主闭关前, 该交代的, 基本都交代了, 一切照常进行, 没什么大事, 有人笑道, 辅主, 我刚好有一件小事, 想请你当公正人, 这时, 就是保护学府的安全, 偶尔有兴趣了, 交交学生这种, 什么公正人, 北玄军皱眉问道, 刚好咱们学府有两个学生, 要比试炼丹, 一个是我们炼丹的弟子, 一个是武一班的学生, 想让你当公正人, 他们也都心服口服, 会供奉孝道, 原本这种炼丹比试, 北玄军是不感兴趣的, 不过听到, 是炼丹的弟子, 和不会炼丹的, 学生之间的比试, 他突然来了兴趣, 是哪两人, 北玄军问道, 随即楚汉丰和王禄走了出来, 看到楚汉丰, 北玄军下意识的眉头一皱, 他对楚汉丰的印象同样不好, 一想到自己培养的弟子, 一颗白菜被猪给拱了, 他能开心起来才管, 他们二人要赌命, 事关重大, 所以才想秦府主当公正人, 会供奉孝道, 赌命, 北玄军看向楚汉丰, 摇头失笑, 你懂炼丹吗, 这个就不需要副主操心了, 楚汉丰回道, 行吧, 你们二人今夜就在这炼丹, 有我还有在场的诸位做见证, 北玄军回道, 结果一定会让你们满意的, 先把你们要炼制的丹药抱上来吧, 我炼制的乃是二级的屁股丹, 王禄走上前, 说道, 此丹药虽然只是灵丹, 但属于灵丹巅峰, 最接近宝丹的存在, 而且作用广泛, 可以让普通人达到壁股, 一个月不吃饭的效果, 王禄说完之后, 北玄军将目光看向楚汉丰, 问道, 既然他炼制二级的丹药, 那你给我一张三级丹药的丹方吧, 楚汉丰笑道, 狂妄, 他的话刚落下, 灰供奉就冷哼了一声, 寻常的初学者, 连一级丹药都是个问题, 他没想到, 这楚汉丰一上来, 就要挑战三级丹方, 怎么, 你没有吗? 楚汉丰问道, 三级丹方而已, 老夫是怕你炼制不出来, 年轻人,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像你这种人, 老夫见得多了, 灰供奉冷哼道, 他从手腕带的借酌中, 取出三张丹方来, 说道, 你自己选一张, 可别说老夫没给你选择的机会, 楚汉丰拿起三张丹方看了看, 其实他学习了初级炼丹术以后, 对于初级的丹药可谓是手到擒来, 那么丹药知道, 又是如何区分呢? 其实所谓的初级, 就是一级到三级的丹药, 一旦上了四级, 楚汉丰也就无能为力了, 这第一张丹方是敌魂丹, 其实丹药的功效很简单, 就是恢复妖魂, 让妖魂更明实的丹药, 第二张丹方是圆羊丹, 可以增长体内妖气, 帮助打通妖脉的丹药, 而第三张则是腾龙丹, 据说是可以让于妖师短暂飞行的丹药, 这个丹方可是有价值多了, 其实, 灰供奉在给楚汉丹方的时候, 也耍了个心眼, 同样是三级丹方, 那也要分简易和困难的, 他给楚汉丹的这几个, 都算是炼制过程很麻烦, 而且比较难的几个, 尤其是其中的腾龙丹, 连他自己炼制, 成功率都是一半一半的, 就这张吧, 楚汉丹直接拿起腾龙丹, 连考虑都没有这小子, 真是自寻死路, 灰供奉冷哼了一声, 原本他还不敢确定, 但看到楚汉丹的选择, 内心已经给他判了死刑, 要炼丹, 你有炼丹材料吗? 灰供奉问道, 这东西我可不给你备着, 你自己去找吧, 三级丹方的炼丹材料, 连他都要心疼许久, 要才我提供, 谁知旁边的北玄军突然开口说道, 他看向楚汉丹, 目光平淡, 想起了上一次见面, 楚汉丹跟他说过的话, 要横推整个平湖市的年轻一辈, 这么久过去了, 他想看看楚汉丹究竟是只会说大话, 而是真的自信呢, 楚汉丹倒也不客气, 将丹方摆在他面前, 说道, 炼制腾龙丹, 需要五株灵药以及一株宝药, 蛇蛋果, 巨灵草, 紫血灵芝, 水火蛇灵果以及珠花, 这五株灵药没什么要求, 但唯一的宝药必须是暗空花, 而且, 药灵也必须是三百年以上的, 这腾龙丹之所以能让人飞行, 可以说暗空花宫不可没, 此花中蕴含着强大的空间之力, 药灵越强, 让人飞行的时间自然也就越久, 楚汉丹原本觉得, 这些药一时之间不好找的, 谁知北玄军只是轻轻谈了谈自己的戒着, 六株药材便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他面前, 开始炼制吧, 北玄军回道, 让他先炼, 楚汉丹看向王鹿, 说道, 其实, 这也是他第一次炼丹, 虽然学了炼丹术, 还是观摩一下别人炼丹, 保险一些, 炼丹比试一般分三个层次, 第一, 是炼丹的品质, 第二, 是炼丹的品质, 第三, 是炼丹的时间, 北玄军开口说道, 品质你们也都知道, 楚汉丹炼制的是三级丹药, 而王鹿炼制的是二级丹药, 按理来说, 三级丹药肯定是胜的, 不过除了品质外, 品质也很重要, 我们一般情况下, 将丹药的品质分为普通以及完美, 而完美的丹药则以单纹的数量取胜, 至于炼丹时间, 这个也不重要, 只有前两个条件不分胜负, 才会比较时间, 北玄军的意思也很明显了, 丹药的比拼, 品质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品质, 最后才是时间, 王鹿也不客气, 他炼制的是必补丹, 这丹药他把握最大, 炼制起来也轻车熟路, 手中的丹药永动燃烧而出, 这丹药是白色的, 他学习的炼丹手法则是白玉凝丹法, 这种手法可以提高炼丹的成功率, 只见他双手就如同白玉般飞快无比, 娴熟地拿起草药, 白色的丹药融化而出, 而他的炼丹妖宠则是一只胖乎乎的暴炎鼠丹炉, 火焰带着狂暴的气息, 对于炼丹的时间能大大的缩短, 没过多久, 众人便闻到了丹香, 有丹香, 那肯定是完美品质的丹药了, 只是不知道能有几道丹蚊会供奉笑着说道, 毕竟王鹿代表的是他们炼丹师的牌面, 发挥得好了, 也说明他们教导有方, 丹炉内, 三颗青色的丹药缓缓缓飘浮而出, 一炉三丹, 很不错, 而且有两道丹纹, 这下连北玄军都认可地夸赞了一句, 年轻一辈中, 王鹿确实算不错的了, 现在该你了, 王鹿得意地看向楚汉风, 挑衅道, 我还以为多难呢, So easy, 楚汉风笑了笑, 他没有丹炉妖宠, 不过用千道的青露练丹术也能够练, 只见他右手一挥, 青色的妖火在掌心凝聚着, 这种感觉很奇妙, 起码楚汉风觉得自己与火焰之间就好像有种不可言喻的默契, 火焰在燃烧着形成了一个密封的环境, 根据丹方上面所说, 楚汉风先将那五珠灵药给放了进去, 其实炼丹最考验的就是火焰的把控, 五珠灵药很快便被融化, 楚汉风也不紧不慢, 一边去除灵药的杂质, 一边将它们凝聚成形, 眼看差不多了, 他便将最好一株暗空花给放了进去, 这丹火都是用妖气凝聚而成的, 一般人消耗太多, 可能会觉得吃力, 但楚汉风完全没有感觉, 他只觉得这炼丹前所未有的简单, 这家伙, 旁边观看的王禄几人也是脸色难堪, 对火焰的把握如此细腻吗? 火焰多了或者少了都会导致炼丝失败, 药材成为一堆丹灰, 暗空花进入火焰中后, 开始有浓郁的空间之力弥漫而出, 虽然很细微, 但众人还是能感受到那种波动感, 因为灵药中有一株药叫做水火蛇灵果, 所以火焰燃烧时似乎有淡淡的蛇影若隐若现, 楚汉风笑道, 依我看, 这丹药叫藤蛇丹岂不是更合适, 非要叫什么藤龙丹, 都是往脸上贴金, 跟龙有半毛线关系吗? 你炼丹还敢说话, 王禄是又惊又怒, 诧异地说道, 寻常人炼丹, 那都是津津战战地, 害怕出半点差错, 只是看着楚汉风的样子, 就他喵得跟个憨批一样, 满不在乎, 偏偏那丹药还炼制得很安全, 说话怎么了? 楚汉风回道, 信不信我能边炼丹, 边揍你? 沙包大的拳头见过没, 王禄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怎么? 还不服气? 楚汉风回道, 独命, 趁现在还有时间, 赶紧跟你家人道别吧, 留一下最后的遗言, 别说我这人不通人情, 等你赢了再说吧, 王禄淡淡回道, 其实这个时候, 他内心已经有些后悔了, 惹这个煞心干什么? 而且, 他也后悔自己的鲁莽, 惹就惹了, 干嘛脑子一热, 直接生死战, 他怕死, 而且极度怕死, 他的师尊是丹殿的店主, 他炼丹有成, 可以说人生无限美好, 傻子才愿意死呢? 只是如今, 连辅主都出来当公正人了, 他还能怎么办? 自己打得堵, 只能含泪鄙逼逝了这个时候, 他内心无比希望楚汉风炼制失败, 不过可惜, 楚汉风这边是稳如老狗, 丹火在凝聚着, 已经有丹香缓缓飘了出来, 而楚汉风则百般无聊地打着哈欠, 炼丹, 就这, 就这, 成功了, 预感到火焰中的丹炉成形, 他直接撤出火焰, 五颗丹药散发着红色的光芒, 飘散在虚空中, 浓郁的丹香飘了出来, 一炉五丹, 众人惊得几乎下巴都要掉下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道丹文, 旁边有人一边数着, 师生大叫道, 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数了一遍, 一炉五丹, 而且都是七道丹文, 这笔什么? 直接就碾压局, 至于旁边的王鹿, 则是一脸的便秘, 他现在真想揪住楚汉风的领口, 直接上去给来上几拳, 你压得跟我说, 你没练过丹, 你这是第一次练丹, 灰共凤, 你看, 这还需要比试吗? 北玄军微眯着眼看了楚汉风一眼, 随即转头问道,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不管从哪个方面比试, 几乎都是完版, 其实都是北苍的学生, 没必要闹得这么僵, 灰共凤善善一笑, 只能将目光看向楚汉风, 这个时候, 决定权还是在楚汉风的手上的, 你想死吗? 楚汉风看向王鹿, 笑道, 王鹿一愣, 旁边的灰共凤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王鹿立马心领神会, 竟然直接朝楚汉风跪了下来, 我不想死, 你大人有大量, 照我这一回吧, 是我年轻, 是我不知好歹, 不该得罪你的, 那你觉得, 你的命值多钱呢? 楚汉风问道, 一听楚汉风这意思, 灰共凤也立刻明白了, 杀了王鹿, 其实对楚汉风并没有什么好处, 最多逞一时之快, 反而会得罪学府的丹殿, 倒不如用他的命换取一些东西, 你想要什么? 尽管说, 灰共凤连忙回到, 十章六级丹方, 五十章五级丹方, 以及一百章三级丹方, 楚汉风直接说道, 他要成为炼丹师, 最缺的, 自然就是丹方了, 所以这敲诈嘛, 肯定要狠一点, 不可能叫敲诈嘛, 这不可能, 灰共凤脸色大变, 直接拒绝道, 哦, 那让我放了他, 也不可能, 楚汉风摇摇头, 六级丹方我们没有, 其他的丹方可以给你凑凑, 五十章如何, 灰共凤说道, 你搁这买菜呢, 讨价还价, 楚汉风冷哼道, 我现在给他活命的机会了, 别说我这人心狠手辣, 是说, 找我师尊吧, 他肯定有丹方, 王陆祈求道, 我真的不想死, 灰共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店主肯定是有丹方的, 只是如此大规模的丹方, 就这么便宜一个外人了, 他内心不甘啊, 怎么, 考虑清楚了吗, 楚汉风问道丹方可以给你, 灰共凤沉默许久, 最终叹息道, 不过这一时之间, 我们肯定凑不起, 给我们三天时间吧, 大家都挺忙的, 也别三天了, 就二十四小时, 楚汉风摆手说道, 跟灰共凤几人友好的达成共事后, 你不认我这个辅主, 起码我是九九的师尊吧, 连问候一句都没有吗, 听到对方的话, 楚汉风也懒得啰嗦, 直接问道, 有事直说, 你的炼丹是跟谁学的, 北玄军问道, 自学成才不行吗, 楚汉风问道, 我知道生而知之的人, 但绝对不会是你, 否则你三年, 就不是北苍学府的吊车尾了, 北玄军回道, 既然不相信, 又何必问我呢, 真是有够好笑的, 他直接转身离去, 而北玄军这一次, 倒是没有拦他, 查, 给我查到底, 北玄军淡淡说道, 他声音很轻, 似乎是喃喃自语, 但旁边的虚空却拨动了一下, 像是答应了他的命令, 单方的事情解决了, 楚汉风抬头看了看,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也到了放学的时间,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接到了一通执法店的电话, 对方在北苍学府的门口等着自己, 楚汉风到来时, 见到了李清禾, 对方独自一人, 开着一辆粉色的小宝马, 一起吃个饭, 李清禾笑道, 我知道一家麻辣烫店, 去聊聊吧, 楚汉风点点头, 他知道对方找自己肯定有事, 两人开车来到麻辣烫店, 李涵空正忙碌着, 旁边的女子比起上一次, 气色已经好了许多, 看到楚汉风, 他微微一笑, 似乎有些不善言辞, 嫂子好, 楚汉风叫了一声, 然后带着李清禾在旁边找了一张桌子, 缓缓坐了下来, 想吃什么随便点, 这老板我说, 楚汉风笑道, 我有些事想问你, 李清禾说道, 说吧, 楚汉风点点头, 你爸是干什么的, 李清禾小心翼翼地问道, 开腰宠变的呀, 这个应该不难查吧, 楚汉风回道, 我是说, 你爸有没有什么副业的, 李清禾问道, 副业,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楚汉风摇摇头, 那你能联系一下叔叔, 就说我们执法店想跟他聊聊, 李清禾问道, 这个还真不凑巧, 我爸妈刚离开, 可能要过年才会回来吧, 楚汉风回道, 那真是太遗憾了, 李清禾叹气说道, 他突然抬起头, 看向楚汉风, 问道, 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执法店, 怎么, 让我当执法者呀, 楚汉风说道, 有没有兴趣, 李清禾竟然点点头, 说道, 这个不合适吧, 我听说执法者的考核很严厉的, 楚汉风说道, 你要是想当, 不需要什么考核, 李清禾摇头, 那天晚上, 你冒着生命危险, 去引邀火离开时, 你就已经算通过考核了, 没有几个人有那种勇气, 我直接让你当执法者, 相信没人会反对, 可是我过完年要去帝都, 楚汉风再次说道, 看来, 你对咱们执法者这个组织, 不是很熟悉啊, 李清禾笑道, 咱们执法者, 跟守护边疆的军队不同, 咱们主要是维持城市内的安稳, 平时除了一些巡逻的执法者外, 大多数的执法者, 都是自由的, 除非出现像妖狐之祸那种大事情, 否则总部是不会经常拆迁你们的, 听到李清禾的解释, 楚汉风微微点头, 然后有兴趣地笑道, 那这执法者, 我倒是可以试试, 李清禾先是给楚汉风一块执法者令牌, 然后用手机替他录取指纹, 将他的个人信息、注册, 登录到了执法者的官网上面, 等完成了这些以后, 便笑道, 以后我就是你的直属上司了, 有什么事可以尽管来找我, 李店主, 那你知道王朝这个组织吧, 楚汉风问道, 怎么, 李清禾微微皱眉, 我跟王朝打过交道, 楚汉风如实说道, 王朝这个组织有些复杂, 事实上我们一直也想剿灭, 但是都找不到他们的藏身之地, 李清禾头疼地说道, 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 边境的妖兽作乱, 咱们蔚蓝帝国已经足够头疼了, 你小心点, 等枫叶城那边的妖兽之乱平息了, 咱们也就能腾出手了, 楚汉风点点头, 他原本是想让执法殿帮忙的, 只是如今看来, 这国内的情势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复杂, 对了, 你爸回来后, 能不能通知我一声, 李清禾问道, 楚汉风警惕地看着他, 你这么关心, 我爸做什么, 我爸妈的感情可是很好的, 你想什么呢, 李清禾白了他眼, 回道, 我只是有些事, 想找你爸确认一下, 行吧, 楚汉风微微点头,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 李航空的厨师熊做的麻辣烫堪堪称一绝, 楚汉风吃得很过瘾, 你那个朋友呢, 李航空随意问道, 他要是再不治疗, 恐怕必死无疑, 楚汉风知道, 李航空说的就是积燃, 可能他想死吧, 楚汉风笑道, 李航空耸耸肩也不再多问, 你打算一直待在平湖是吗, 楚汉风问道, 有什么不好吗, 李航空笑了笑, 没有尔虞我诈, 这种清淡的小日子挺好的, 只是, 你这一身医术都可惜了, 楚汉风叹息道, 辛辛苦苦学艺一辈子, 结果到头来, 反而有种器武学文的样子, 是有些可惜了, 李航空也微微叹息, 要不你找个传人吧, 楚汉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曾经有高人看过我, 说我骨骼惊奇, 天赋一饼, 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学医天才, 听到楚汉风的话, 李航空也不回答,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楚汉风都被看得有些小脸微红, 连忙回道,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测试我呀, 其实他也没有说谎, 自己拥有命运之谋, 一般别人有什么问题, 他都能够看出来, 但能看得出来是一回事, 能不能治又是另一回事了, 就好比你去医院, 你知道这人要截肢做手术, 但你会做吗, 这是两种概念, 要测试你也可以, 给我三天时间准备一下, 李航空说道, 他没有直接拒绝楚汉风, 一来是自己, 还欠楚汉风人情, 至于第二嘛, 他确实想找个传人, 有些心动, 将自己的医术传承下去, 那三天后我找你, 楚汉风笑道, 简单聊了几句后, 他也跟李青和几人分开,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每每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 楚汉风便接到了王安宁等人的电话, 对方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 无论是菩提心还是地心欲随, 对方都可以当面直接给他, 唯一顾虑的便是天妖神珠了, 这天妖神珠他们没有, 不过他们找到了神藏镜的妖兽, 可以帮忙猎杀, 这着实让楚汉风没有想到, 毕竟仅仅一个星宿石, 就能换来这么多东西, 这也从侧面看得出, 樊心宗对于星宿石的看重, 根据樊心宗得到的信息, 距离北苍学府不远处的环城公园, 就躲藏着一只神藏的妖兽, 听到这个消息, 楚汉风第一个想到的, 是之前下向其遇见的老者, 随即他脸色微惊, 有神藏镜的妖兽混进城市, 而人类竟然毫无察觉, 他跟王安宁三人约好在环城公园门口会合, 他狂奔赶到公园时, 王安宁等人已经等候多时, 到底怎么回事, 楚汉风皱眉问道, 这么大的事, 执法殿莫非不知道? 你别着急, 我慢慢跟你说, 根据我们出不得到的消息, 这妖兽是妖狐之祸的那天晚上混进来的, 审报解释道, 而且如今环城公园已经被围了, 那妖兽出不来的, 为什么不捉拿那只妖兽? 楚汉风问道, 执法殿倒是想捉拿, 不过对方有些特别, 王安宁说道, 他隐藏在这公园内不知用了何种手段, 执法殿找了好几遍, 都无济于事, 莫非是特殊妖兽? 楚汉风说道, 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妖兽人类都是知道的, 在玉妖师学习的课本中, 对于各种妖兽, 包括他们的习性, 神通都有明确的讲解, 但只有一些特殊妖兽, 人们对于他们的掌控, 还不完全, 有许多的妖兽甚至不在记录中, 毕竟蔚蓝帝国也不算多大, 这世间妖兽千万, 怎么可能全部知晓呢那执法殿现在什么意思? 楚汉风问道, 本来他们想向帝都求援的, 希望能派遣追踪的玉妖师下来, 不过现在被我们樊兴宗给硬下了, 王安宁笑道, 你们能找出那只妖兽吗? 楚汉风问道, 你可莫要小看我们樊兴宗, 王安宁撅了撅嘴, 自傲说道, 星光之下, 万物无所遁形, 那就行, 楚汉风点点头, 我们樊兴宗表现出来的诚意足够可以了吧? 王安宁说道, 你呢? 星秀石的诚意呢? 我也不瞒你们, 星秀石被我藏起来了, 楚汉风笑道, 我师姐怎么会把星秀石给你? 王安宁不相信地说道, 首先, 你们想错了一件事, 不是他给我的, 而是我抢过来的, 楚汉风回道, 你能打得过我师姐? 王安宁依旧不相信, 你师姐中毒了, 你们不知道吗? 楚汉风问道, 中毒? 三人对视一眼, 皆是摇摇头, 白骨蛋魂, 这种毒药, 你们应该知道吧? 楚汉风又说道, 听到这个名字, 三人皆是脸色大变, 他怎么敢? 王安宁说道一半, 似乎是意识到楚汉风还在场, 连忙闭口不言, 只是神情殷勤不定起来, 你们不愿说我也不勉强, 先解决这妖兽的事情吧, 楚汉风说道, 别人的家事, 他也懒得管, 正说话间, 旁边就有脚步声响起,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一鸣披着心袍, 头发花白的老者, 缓缓走了过来, 一看他的装饰, 就知道是樊心踪的人了, 天叔长老, 王安宁几人连忙问候道, 嗯, 天叔长老淡淡点点头, 目光看向楚汉风, 说道, 就是你小子跟我们交易的, 是我, 楚汉风笑着点点头, 王安宁两人连忙介绍道, 这位是我们樊心踪的北斗七老之一, 天叔长老, 此行也是他负责猎杀那只神藏进的妖兽, 天叔长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可以尽管说楚汉风点点头, 毕竟是关自己的天妖神珠, 不需要你帮忙, 你们只要别添乱就行了, 天叔长老摆摆手, 他说完之后, 便直接走进了环城公园内, 沈暴朝楚汉风善善一笑, 说道, 你别介意, 天叔长老就是这脾气, 对谁都一个样, 有本事的人自然脾气大, 只是希望他别因沟里翻船, 楚汉风怂怂肩, 四人也紧跟着进入了环城公园内, 别看环城公园四周安静无比, 但其实执法殿早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的阵法, 那妖兽一旦出来, 必将被抓住, 走进这环城公园内, 跟楚汉风上一次来, 好像没什么区别, 你们打算怎么找那妖兽? 楚汉风问道, 等晚上吧, 今夜星空会很美的, 王安宁笑道, 楚汉风在公园四处走了走, 特意来到了之前下棋的地方, 令他诧异的是, 那老者竟然还在那里坐着, 只是之前的西装男子已经不在了, 老者坐在棋牌的中间, 他是在自己跟自己下棋, 还记得我不? 楚汉风闲得无聊, 上前问道, 小友别来无恙啊, 老者笑道, 你一个人下棋不无聊吗? 王安宁走上前, 诧异地问道, 不无聊, 我只是, 有些事想不通, 自己跟自己较劲呢, 老者笑道, 什么事想不通啊, 说出来我们帮你想, 王安宁说道, 老者摇头失笑, 并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看向楚汉风, 说道, 小友要不要再来一盘, 我不跟你下, 你又不认输, 楚汉风摇摇头, 提醒道, 这环城公园不安全, 我看你, 还是近在离开吧, 没事的, 老了, 一把年龄了, 早已经不怕死了, 老者摆摆手, 看着老者有些落幕的样子, 楚汉风叹了一口气, 得, 我陪你下一场吧, 老者含笑点点头, 两人相对而作, 黑红双方棋子落定, 楚汉风打开命运之谋, 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狙马炮厮杀的空间中, 这一次, 老者没有大意, 而且明显谨慎了许多, 当然, 虽然谨慎, 但依旧是有破绽可攻, 楚汉风不急不缓, 跟老者你来我往地厮杀着, 两人这一盘骑下的很久, 也将近两个小时, 直到最后, 棋牌上的棋子被吃得差不多了, 楚汉风以一个兵险胜对方, 怎么说, 楚汉风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你的象棋到底是谁教的, 老者好奇道, 自学成才嘛, 楚汉风回道, 命运之谋的事情, 他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问你个问题, 老者笑道, 楚汉风点点头, 你觉得, 人类与妖兽能和平共处吗? 老者突然说道, 楚汉风一愣, 他确实从未想过这个话题, 微微沉默了许久, 方才说道, 我觉得吧, 人类, 妖兽, 这几个字, 意思太大了, 不如咱们适当地缩小一下, 怎么缩小? 老者饶有兴趣地问道, 把人类改成蔚蓝帝国的人类, 妖兽的话, 改成某些对人族没有攻击性的妖兽, 楚汉风说道, 当然, 具体实施起来, 肯定要难得多, 我也是嘴上说说, 看来, 你是一和派了, 老者说道, 什么一和派? 楚汉疑惑问道, 我也是从帝都那边听到的, 帝国与妖族之间正在谈判, 妖族提出的条件, 让蔚蓝帝国全面对妖族开放, 妖族才会撤兵, 老者笑道, 现在帝都吵成一团, 有人主战, 有人一和, 这还用想吗, 当然是主战啊, 楚汉风说道, 若国无外交, 懂不懂这句话, 就算要一和, 那也要打一战, 等剩了才有资格谈判, 听到楚汉风的这一番言论, 老者感觉自己有些小看了楚汉风, 便问道, 既然总要一和, 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地打呢? 你现在一和, 那就是弱势的一方, 肯定要接受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若是打一战, 那就是双方平等的一壶了, 万一咱们赢了, 那就更有趣了, 听到楚汉风的解释, 老者笑了笑, 回道, 你这个逻辑似乎也没错, 不过一场大战, 哪有那么容易啊, 一旦败了, 动摇国本啊, 不败就不动摇国本了吗? 楚汉风反问道, 许多妖兽都是贪婪的, 他们以人族为实, 若不打, 只会更加地变本加厉, 老者这次也是沉默了下来, 我说大爷, 你也没必要如此悲观, 天塌下来, 不是还有高个子顶着吗? 楚汉风笑道, 你在这指点江山, 忧国忧民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君主呢? 老者笑了笑, 他突然站起身, 伸了一个懒腰, 也对, 不该跟自己较劲, 我也要离开了, 看着一只怪物的图案, 这图案楚汉风也没有见过, 只觉得是自己不认识的妖兽, 以后来帝都了, 可以凭借此令牌找我, 对了, 你们是要找那只妖兽吧? 你知道, 楚汉风连忙点点头, 那是一只神藏镜的妖兽, 不过我们没见过他, 听说他有独特的躲避方式, 我也没太注意, 老者笑呵呵地说道, 不过你们若是想找他, 可以关注一下底下这些虫子的尸体, 老者说了一些莫名的话后, 便离开了, 楚汉风众人面面相觑, 虫子的尸体, 正在这时, 张娇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你们快看, 这里全部是尸体, 众人转身看去, 只见张娇扒开旁边的一处灌木丛, 众人低头看去, 那里面竟然有一大堆虫子的尸体, 而且这些尸体, 随着灌木丛和花圃的掩盖, 一直蔓延下去, 这究竟是发生什么了? 王安宁咒眉说道, 看这样子, 起码有几百只了吧? 尸体可能跟那只妖兽有关, 楚汉风沉思道, 他想起了那老者的话, 对方肯定知道些什么, 却不肯明说, 而审报也将这个消息告知了天书长老, 天书长老赶来后, 目光微宁, 眉头一皱, 说道, 这种现象, 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长老知道, 几人连忙问道, 你们先等等, 我记得有些不清楚了, 天书长老回到, 我先给掌门师兄打个电话, 或许他知道一些, 天书长老在一旁打电话, 而楚汉风三人则顺着虫子的尸体, 一路朝前这些尸体很多, 几乎将整个环城公园绕了一圈, 楚汉风用手在虫子的尸体旁边摸了摸, 有一大堆的粘液, 看上去粘乎乎的, 而在另一旁, 天书长老也是打完电话, 一脸凝重地走了过来, 怎么了? 王安宁几人问道, 如果我了解的情况属实, 那就有些麻烦了, 天书长老说道, 根据如此多的虫子尸体, 还有那神不知, 鬼不觉的隐藏方式, 我和掌门推测, 这只神藏镜的妖兽, 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炼尸兽, 炼尸兽, 那是什么? 几人都是一脸茫然, 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你们当然不知道了, 这妖兽被记录在古怪妖路中, 基本上常人也接触不到, 咱们蔚兰帝国数百年的历史中, 也仅仅出现过一次, 天书长老阴沉着脸, 回道, 他很强吗? 楚汉风问道, 其实他本身并不强, 甚至大多数的心窍与妖狮都能斩杀他, 天书长老回道, 他真正强大的是他的能力, 炼尸能力, 那是什么能力? 王安宁也问道, 不管是人类还是妖兽, 只要有生命的东西, 都可以被他炼制成尸体, 而且是那种剥夺意识, 如同行尸走弱的尸体, 天书长老说道, 这只炼尸兽如果是神藏镜, 只怕可以同时炼制上百具尸体了, 而且, 他的本体能与任何的尸体融合,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楚汉丰问道, 首先找到被他炼化的尸体, 这些是他的主要战力, 一旦尸体没有了, 那么就好打了, 天书长老回道, 他看了看底下这些小虫子的尸体, 微微摇头说道, 他炼化的尸体也很强的, 这些虫子估计他都看不上, 咱们在这公园寻找一遍吧, 王安宁提议道, 众人点头, 其实这个时候也没有好办法了, 只能如此做, 从早上一直到中午, 甚至搜寻到下午, 众人皆是一无所获, 其实楚汉丰内心也没抱希望, 人家执法者搜了好多遍都没有结果, 他们又怎么可能搜得出来呢? 天色也渐渐暗了, 众人在河边会合, 天书长老率先说道, 先将那链尸兽揪出来吧, 我们不可能一直跟他耗下去, 楚汉丰自然没意见, 他只想要天妖神珠, 也就是妖和, 其他的也懒得去管, 天书长老盘息而坐, 只见他四周开始有星光涌动起来, 这些星光之力以他为中心, 开始朝四周蔓延, 不过星光很隐秘, 他蔓延出来以后就消失不见, 仿佛与虚空还有四周的万物都融为一体, 天书长老就这般布置着, 王安宁带着众人走到旁边, 以免打扰到天书长老, 我内心总有不好的预感, 楚汉丰说道你们长老一个人能行吗? 你可别小看我们长老, 在神葬强者中, 他都属于那种顶尖的, 我们繁星宗内除了掌门外, 几乎无人是他的对手, 审报解释道, 他们对天书长老有盲目的自信, 毕竟在外人面前, 怎么可能说自家长老的坏话呢? 楚汉丰也只能点点头, 众人就在一旁等候着, 天色越来越晚, 当夜空出现星星时, 天书长老自身的威势也变得越来越强, 几乎冲天起, 当星辰之力洒落时, 整个天地一片荡悠悠, 而天书长老就如同朝圣般, 目光庄严, 神情凝重, 他抬头望天, 一声清河, 天书, 顿时苍穹上似乎有星辰响应他, 要知道天书星, 那可是北斗七星之一, 也是名气最大, 人们最常见的星辰之一, 当苍穹上的天书星有所感应, 降下磅礴的星辰之力时, 只见天书长老双手快速结印, 一瞬间, 整个环城公园都被星光所笼罩, 从远处看, 这里可谓是美轮美奂, 无尽的星光, 比黑夜中的烟花还要绚烂, 星辰之力直通天际, 而天书长老整个人都被星辰笼罩, 已经看不见他的轮廓了, 星光之影, 天书长老的轻刻响起, 但凡星光所照, 万物皆有影子, 此刻, 一道咆哮声突然响起, 从旁边的虚空中跳了出来, 星光之下, 无所遁形, 想来这殓尸兽也是忍不住了, 直接掀下手为强, 朝天书长老杀了过去, 你们凡星宗的这帮老杂毛, 在自己的地盘待着不好吗? 干嘛来管老子的事? 这神脏的妖兽口吐人言, 暴怒着喊道, 当他露出全身的真容时, 楚汉丰等人才算是真正的看清, 他的身体像是蜗牛般, 没有脚, 四肢是爬行与地面摩擦着, 全身就仿佛浑浊的液体凝聚在一起, 看不到他的五官, 因为他的身躯几乎将整张脸都模糊起来了, 身上不断地流出恶心的液体, 让人闻到腐臭味, 就仿佛尸体死去多时, 散发出来的那种湿臭味般, 这炼尸兽的速度不算快, 一点点在地面磨蹭着, 凡是他行走的路程, 全部流出那黏乎乎的液体, 这便是炼尸兽, 楚汉丰几人严阵以待, 凝重地说道, 命运之谋启动, 炼尸兽, 神藏, 玄兆, 攻击, 防御双属性妖兽, 属性, 黑暗, 谁, 技能, 沼泽束缚, 腐烂铠甲, 腐烂剑语, 百师召唤, 命运之谋反馈而来的数据, 让他很凝重, 只怕这炼尸兽最大的弱点, 便是他的速度了吧, 炼尸兽的暴躁者被逼现身后, 目光一直放在天书长老的身上, 想必他也知道, 这里最大的敌人便是天书长老了, 你混进平湖室, 意欲何为, 天书长老问道, 我进平湖室跟你有什么关系, 又没有去你们繁星宗, 炼尸兽暴怒道, 那真不巧, 本来是跟我没关系的, 但我需要你的腰盒, 天书长老说道, 老杂毛,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炼尸兽目吼一声, 腐烂的尸气从他周身回大出, 这些尸体如同剑羽般, 从他身体的四面八方飞劲来, 星辰盾, 天书长老手心星辰涌动, 直接化作一面盾牌, 挡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剑羽落在盾牌上, 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炼尸兽看到这一幕, 冷哼道, 你们繁星宗的老杂毛所说, 有些本事, 但今天依旧要成为本王的尸体之一, 只见炼尸兽怒吼着, 强大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动开, 他的周身有灰色的雾气散开, 不好, 他要召唤死尸, 天书长老怒合道, 但是, 想阻止根本不可能, 他只能回头说道, 你们管好自己, 只怕接下来我要全力应付, 没时间管你们了, 长老加油, 我给你当啦啦队, 楚汉风大喊道, 战斗的你来, 收获的我来, 当炼尸兽的尸气波动开, 只见不远处的环城河开始波动起来, 这环城河算是公园的一大特色, 来公园游玩的人们, 经常会顺着这条河散步, 此刻, 随着河水波动, 原本清澈的河面也渐渐浑浊起来, 一句句死尸从河底浮现了出来, 靠, 这家伙竟然把炼化的尸体藏在河底, 沈暴喊道, 怪不得我们找遍整个公园都没有发现, 这条河挺长的, 就算你进入河底, 也不一定能看到, 楚汉风说道, 他看着河面, 这些尸体正在源源不断地出现, 有的是人类, 也有的是妖兽, 通知执法殿末, 楚汉风问道, 这件事, 我樊心宗印下了, 便不会让执法殿插手, 王安宁说道, 你怎么固执啊, 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想想你们长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楚汉风说道, 这也是天书长老的意思, 王安宁回道, 随便你们吧, 楚汉风无奈, 这条河内, 已经陆陆续续有百道行尸走肉走了出来, 好好享受一下这道盛宴吧, 炼尸兽说道, 他一声怒吼, 数百道死尸, 其中有一半围在他的周身, 保护他的安全, 另一半全部扑向天书长老, 这家伙倒是防范挺强的, 咱们想偷袭也没有机会, 张娇说道, 先看看情况吧, 楚汉风退后说道, 此刻, 天书长老四周星辰涌动, 他并不急着召唤自己的妖虫, 而是磅礴的星辰之力加持自身, 直接杀了过去, 星辰掌落下, 一具死尸瞬间倒飞了出去, 但那些死尸汉不惧死, 而且不知疼痛, 倒了又会爬起来, 准备星灭阵法, 天书长老虽然被围住, 但依旧不慌不忙, 应对自如, 转头看去王安宁, 吩咐道, 可是星灭阵最少摇四人, 我们只有三人啊, 王安宁说道, 我算不行, 楚汉风问道, 你不行, 星灭阵必须二十八星宿的存在才行, 王安宁摇头说道, 你们布置星灭阵, 那第四人我来补权, 天书长老说道, 王安宁点点头, 之间, 他们三人将各自的妖宠都召化了出来, 角木胶, 防日兔, 枕谁影, 这三只妖宠出现的那一刻, 与四周的星辰仿佛融为一体, 隐隐之间, 有了共鸣, 三人以各自妖宠星宿不同的方位而站, 源源不断的星辰之力涌动而出, 这些星辰之力在四周形成了一道屏障, 也阻止其他死士进入这里, 妨碍到几人, 三人的星宿在怒吼着, 一道道如同线条般的星光连接在一起, 冥冥之中似乎有了感应, 只听砰的一声, 星辰之力在暴动着, 楚汉风已经退后远离了,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参战的, 毕竟凡星宗这次邀请他来, 也是观战的, 天妖神珠本来就是对方应允的, 角木胶在怒吼着, 防日兔在长明镇, 而枕水影强壮的身躯直接冲天起, 三只星宿化形而出, 融入了三人的体内, 一个四角星的阵法漫移而出, 阵法的阵线连接着彼此的阵眼, 眼看着前三个阵眼已经连接完毕, 第四个阵眼出现的那一刻, 天书长老的身影从天而降, 一只巨大的火红色老虎出现在他身后, 二十八星宿之一, 伟活虎, 东方第七星宿, 属火, 拥有伟活虎的人, 其实本身的性格也会受到改变, 他们热衷于打抱不平, 甚至行侠仗义, 不过缺点也很明显, 他们性格暴躁, 十分容易就急躁, 这天书长老活了这么久, 一直在修身养性, 他年轻时也是一只暴躁的老虎, 另外, 星宿其实不算唯一妖宠, 根据楚汉风的观察, 其实拥有星宿时, 只要掌握特殊的秘法, 就可以将星宿汇聚起来, 只是唯一不同的是, 拥有星辰体的人属性不同, 那么契约的星宿也有所不同, 不是什么星宿, 你都能契约的, 楚汉风也懒得去契约星宿, 因为他确实有些看不上星宿, 自己的妖宠那可是齐天大圣这种级别的, 星宿算个地儿, 而在另一边, 星灭阵已经准备完毕, 沼泽束缚, 看到四人齐聚一块, 炼尸兽自然不可能放过如此良机, 只见他大喝一声, 从他身体表面一滩滩的沼泽拨动而来, 速度快如闪电, 只是眨眼的功夫, 一大片沼泽便覆盖了四人站立的大地, 四人动弹不得不但脱离不了, 而且越动就会陷入得越深, 怎么办? 沈暴问道, 四周密密麻麻的死尸群已经铺天盖地而来, 将一切都给掩盖住, 星灭, 四宿, 四人双手快速结印, 随即四印合为一体, 这一次, 爆发出来的星光之力没有想象中那种璀璨和柔和, 反而带着一股暴动以及狂躁, 烟灭星光散开时, 四周所有的星辰都笼罩而来, 但凡靠近的死尸全部被碾压粉碎, 而此时在苍穹的上空, 一颗星辰陨石已经凝聚完毕, 以高温和光速的形式从天而降, 炼尸兽看到这一幕, 知道想躲藏已经不可能了, 腐烂铠甲, 它轻贺一声, 周身的泥潭沼泽更加的粘稠, 从液体的形态似乎要演变成固体, 最终凝炼出一副铠甲来, 这鹤黄色的铠甲坚坚不可摧, 将炼尸兽整具身躯全部包裹其中, 陨石星辰落下, 只听轰的一声, 刹那间星光四溅, 无数的火花在碰撞中摩擦而出, 在陨石下, 炼尸兽背部的沼泽铠甲直接被砸得沦陷, 熊熊火焰燃烧了它, 炼尸兽在怒吼着, 暗黄色的腰盒在头顶凝聚着, 不断旋转散发着旁部的腰气, 一条巨大的银龙不知何时从虚空中飞驰而出, 盘旋在炼尸兽的上方, 这是天书长老的核心妖宠之一, 这银龙不算真正的龙族, 但是它的血脉绝对是众多亚龙族中最靠近龙族的, 从最初的赤铜龙进化为银龙, 它的终极形态应该是蓝龙, 除了这条银龙之外, 大地之下, 不知何时钻出来一条潜伏已久的墨胶, 黑色的墨胶状如泼墨般通体漆黑色, 直接将炼尸兽所处的这方天地都给扭曲了起来, 这两只强大妖宠出现的那一刻, 四周上百只死尸便发疯地朝他们攻击而来, 这是为了保护炼尸兽, 其实炼尸兽真正的强大, 是隐藏自身, 然后控制上百死尸暗中战斗, 可惜他遇见了繁星宗的人以星光探视一切, 让他无所遁形, 当银龙与墨骄同时开始进攻时, 这边天书长老也没有闲着, 将自己的第四只妖宠也召唤了出来, 那是一只体型巨大, 通体散发着黑色金光的金魔蟹, 犹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黑色水晶般, 将众人全部笼罩其中, 这是防御型的妖宠, 楚汉丰在远处看着, 觉得这天书长老确实厉害, 如今看来, 反而是炼尸兽处于下风了, 楚一, 楚汉丰直接将楚一喊出来, 说道, 看准时机咱们可能要上了, 千万不要让他自爆妖河, 天妖神珠最主要的材料便是神藏妖兽的妖河, 一旦自爆, 所有人的努力就都前功尽弃了, 楚一微微点头, 此刻大战的核心处, 两条巨大的亚龙搅动着死尸群, 大地震战, 一条条裂缝不断地散开, 不过, 那些死尸群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连咬带抓, 几乎将两条妖宠也是弄得遍体鳞伤, 繁星中的四人都将自己的妖宠召唤了出来, 与炼尸兽不断地战斗着, 看这情况, 一时半会肯定是结束不了的, 其实, 杀死丧尸群根本没用, 因为炼尸兽才是一切的源头, 而楚汉丰两人则摸索着, 借助旁边灌木丛的隐藏, 一点点地接近着炼尸兽, 在还有十几米的距离时, 两人的身影停了下来, 楚汉丰平住呼吸, 给楚一下达了几个指示, 随即便见楚一直接抱起, 身影从旁边踏空而起, 六爪魔暴出现在他身下, 他脚踏魔暴, 身影如同虚幻般, 带着滚滚魔器杀了过去, 又是神藏玉妖狮, 炼尸兽也是一惊, 他大怒道, 你们既然要鱼死网破, 那也莫要怪我, 他头顶的腰盒在旋转着, 竟然是想自爆, 无尽束缚, 正在这时, 楚汉丰的亲和声从他的背后传来, 楚一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就是为了吸引炼尸兽的注意, 楚汉丰的无尽束缚落下, 双爪就仿佛金刚狼的爪子般, 直接压制住了炼尸兽, 这便是无尽束缚的强打, 压制对方, 造成伤害的同时还能恢复自身, 压制了这炼尸兽后, 对方短时间内就无法自爆妖合, 甚至使用任何的技能, 当无尽束缚的压制力, 镇压住炼尸兽后, 楚汉丰大喝道, 快杀, 他撑不了多久, 这个技能是有持续时间的, 楚一眼疾手快, 周身妖气暴涨, 拳头带着强大的威势, 直接重重砸在炼尸兽的脑袋上, 其实, 不管对任何生物来说, 脑袋也都是最致命的地方, 六爪魔暴同样是扑了过来, 直接抱着炼尸兽的脖子就撕裂了起来, 而楚一的第二只妖宠, 提魂兽也同样飞杯而出, 他在大吼着, 当楚汉丰的无尽束缚结束的那一刻, 提魂兽的大吼声也随之响起, 那声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波动着, 震慑着提魂兽的妖魂, 这配合也是一环接着一环, 终于, 六爪魔暴的利爪终于撕裂了炼尸兽的脖子, 开始有浑浊的鲜血从其中滋了出来, 该死, 炼尸兽在怒吼着, 而旁边的银龙和墨骄也是看准时机, 全部绞杀了过来, 哪怕四周死尸群厮杀着, 他们也不管不顾, 抱着必死的一击, 轰隆隆几道爆炸声响起, 炼尸兽还算庞大的身躯终于倒下, 成功了, 天书长老众人松了一口气, 因为四周的死尸群已经开始一个个腐烂成浓水, 炼尸兽被杀, 他们也没有生命力了, 他也是个爽快的人, 之前怕楚汉风惹麻烦, 现在倒也感激楚汉风, 其实我并不想出手, 楚汉风说道, 只是能找到一只神藏妖兽不容易, 我也不想放着他逃跑或者自爆妖壳, 能在城市里找到妖兽, 是很难得的, 除此之外, 想杀神藏妖兽必须去城市外, 但外面是妖兽统治的地方, 势力错综复杂, 谁知道会有什么危险, 炼尸兽被杀后, 楚汉风用刀直接割开对方的胸膛, 从心脏的部位取出了妖核, 其实, 每个妖兽的妖核分布位置都是不同的, 一旦妖兽死亡, 若是妖核保存下来, 其实长久时间不管的话, 妖核内的能量会一点点消失, 最终变成了一块肺核, 所以为了保存妖核的力量, 炼丹师会进行一番炼制, 将其炼制为天妖神珠, 不但能让其更加的强大, 也能更长久的保存力量, 这妖核我拿走了, 我会把它炼制成天妖神珠的, 楚汉风说道, 至于你们的另外两样东西, 菩提心和地心玉髓什么时候能到, 这两样东西我就带在身上, 天书长老说道, 这次樊心宗派我来, 不仅仅是消灭炼士兽, 也是全权负责心绣石的事情, 心绣石毕竟对樊心宗太重要了, 又怎么能让王安宁这些小辈解决呢, 爽快, 我也不瞒你们, 这心绣石我也带在身上, 楚汉风说道, 他从戒着中将那颗心绣石取了出来, 即使在白天, 上面依旧是星光璀璨, 心绣石失去的这段时间, 整个樊心宗都快炸开了锅, 如今物归原主就是最好的结局, 交易的中途也没有任何的差错, 楚汉风得到了菩提心和地心玉髓, 如果你有机会见到积染那孩子, 天书长老看向楚汉风, 叹息道, 就告诉他, 来宗门请罪, 我们可以从轻发落, 天书长老话音刚落, 他的电话突然响起, 接起电话, 天书长老也不知听到了什么, 脸色怪异, 怎么了? 王安宁好奇地问道, 既然回踪了, 天书长老自己都有些不可置信地回道, 听到这话, 王安宁第一反应就是看向楚汉风, 因为楚汉风曾经就说过, 他们不需要寻找, 说不定既然自己会回来, 那咱们快赶回去吧, 王安宁说道, 天书长老微微点头, 随即众人跟楚汉风告别离去, 迁到环城公园, 获得技能聚杀强袭, 聚杀强袭, 来自于潮汐海灵飞兹的技能, 可以扔出一条小鱼吸附在敌人身上, 获得敌人的视野并减速对方, 两秒后, 一头巨杀会从对方脚下吞噬而起, 击退四周虚空, 造成大量伤害, 看到迁道而来的东西, 楚汉风出奇地觉得不错, 看到樊心宗的几人离开后, 他思量少许, 最终还是取出手机, 给王帅打了一个电话, 既然回樊心宗了, 那王帅呢? 是不是也跟着回去了? 樊心宗又会怎么对他? 毕竟他的新秀契约, 没有得到樊心宗的认可, 电话很快被接通, 你干嘛呢? 樊心宗的人没为难你吧? 什么樊心宗? 王帅吵闹的声音从另一头传了过来, 对面是情侣, 杀那个鲁班何瑶, 给也死, 让他们虐狗。 哈哈哈哈, 你在玩游戏? 楚汉风满头黑线地问道, 对啊, 我一个人在酒店, 没什么意思? 王帅说到既然离开几天, 我这也没意思, 这几天都在咱们平湖市边缘的酒店住着, 既然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楚汉风问道, 没有, 嗨, 人死鸟朝天, 不死万万年, 王帅不在意地说道, 我就是烂命一条, 一个星辰体契约星宿, 让我觉得生命反而有希望了, 没什么害怕的, 王帅说到这, 又问道, 小银雪呢? 我不在的这几天, 他有没有想我? 人家想你干嘛? 楚汉风满头黑线, 你还不死心? 倒是便宜七少风那个王八蛋了, 让他进水楼台了, 王帅笑道, 等我哪天变强了, 就去找小银雪报白, 楚汉风也懒得理他, 两人又胡扯了几句, 并挂了电话, 毕竟是自己的好兄弟, 生命安全就没事了, 天色已晚, 楚汉风也从环城公园离开, 回家每每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 他去了北苍雪府, 丹殿答应他的丹方还没有给他呢, 而且, 如何把妖和炼制成天妖神珠, 同样需要对应的丹方, 回到北苍雪府后, 楚汉风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丹殿, 十张六级丹方, 五十张五级丹方, 以及一百张四级丹方, 这几乎将丹殿所有储藏的丹方都给输光了, 虽然说丹方这个东西可以有辈分, 但丹殿百年的收藏就这么便宜了楚汉风, 是耻辱, 不甘但也无奈, 楚汉风进入丹殿后, 也是第一次见到了丹殿的店主, 是一名很古板, 看上去特别严厉的老头, 他穿着一身灰褐色的长袍, 没有胡子, 虽然年迈, 但脸上皮肤红光满面, 头发也乌黑, 给人一种刻板老头的感觉, 我是爱丹丹方的, 楚汉风也不怕对方, 直接说道, 王禄就弱弱地跟在老者身后, 看着楚汉风虽然内心震怒, 但表面还是很平静, 而且他打心底, 不想再得罪楚汉风, 甚至不打算沾惹对方任何事, 主要是之前练丹那一幕, 太震撼了, 当楚汉风走来时, 店主老者看着他, 问道, 我听说, 你练制三级丹药, 易如反掌, 不知是不是真的, 你可以问问你徒弟啊, 我那天赢他便是如此, 楚汉风说道, 有没有兴趣来我丹店, 老者问道, 没兴趣, 楚汉风直接拒绝, 因为这件事, 他跟丹店虽然没有撕破脸皮, 但也闹得很僵, 还去干嘛, 给自己找罪受吗, 那你敢不敢再赌一场, 老者问道, 赌什么, 楚汉风问道, 咱俩之间赌一场, 老者直接说道, 你若是赢了, 我这丹店呢, 你想要什么东西, 可以随便拿, 但若是输了, 那些丹方就作罢, 如何, 老者这么说, 其实也有为丹店证明的想法, 楚汉风自然不会跟他比, 这老头是店主, 实力怎么样, 谁也不知道, 更重要的是, 他签到的, 只是初级练丹术, 别看他练制三级丹药, 犹如碳囊取物, 但一练四级丹方, 他就真的原地去世了, 我拒绝, 楚汉风直接说道, 也别废话了, 丹方快给我, 老者看了王鹿一眼, 算是示意他, 王鹿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本书, 递给楚汉风, 楚汉风翻开一看, 这本书很厚, 基本上每一章记载的, 就是一个丹方, 正好是他需要的那些东西, 行了, 那我也走了, 楚汉风说道, 你叫楚汉风是吧, 他临走前, 那店主老者突然问道, 怎么, 我记住你了, 老者回道, 怕你不成, 楚汉风嘟囔了一句, 便离开了, 从丹店出来后, 楚汉风回到了教室中, 因为王帅不在的缘故, 他一个人坐在座位上, 反而有种孤零零的感觉, 这时, 齐绍峰一脸贼眉鼠眼地走了过来, 笑呵呵地说道, 风哥, 有屁就放, 楚汉风直接说道, 这周, 咱们学府历练的时候, 你还有我, 以及鹰雪, 咱们三人组队如何, 齐绍峰说道, 你打通第二条要卖没, 楚汉风问道, 我的第二只妖宠, 骨血血缘已经契约完毕, 齐绍峰美滋滋地笑道, 看来, 你是要走极致寒冰流派了, 楚汉风说道, 你也知道, 神兽我就不考虑了, 走极致寒冰流, 能让我的战斗更强些, 齐绍峰回道, 他之前就说过, 走极致寒冰流的事情, 这就意味着, 他今后的每一只契约妖宠, 都必须是寒冰属性的, 那你加油打通第三条妖脉, 楚汉风鼓励道, 至于历练之事, 到时候再说吧, 我现在还不确定呢, 跟齐绍峰说完之后, 楚汉风开始研究起单方来, 他有命运之谋, 记忆力超群, 便想将这些单方全部记在心里, 今天这一刻, 讲的是光明虎, 张兰在讲台上认真地讲解着, 光明虎是圣兽, 与神兽不同, 他所象征意义的圣字, 乃是代表光明的意思, 据说这种妖兽很奇特, 但凡有黑暗和战斗的地方, 他们就有可能出现, 平息战乱, 他们是为和平与光明而生, 不过楚汉风没怎么听, 他找到了炼制天妖神珠的单方, 其实, 除了神藏妖兽的妖盒外, 其他的材料对他而言并不算稀有, 下课以后, 他也没有离开学府, 而是去了学府的后山一趟, 如今炼丹有成, 要去找天魔之主压榨压榨了, 不过, 当他刚刚来到后山下时, 却被一群人给拦住了, 这群人楚汉风虽然不熟, 但也知道应该都是五三班的学生, 而那领头之人名叫杨硕, 乃是周天宇创建的天门中, 所谓的四大护法之一, 自从上次在秦朗的生日会, 教训了一顿周天宇后, 对方似乎很久没有露面了, 没想到这一次, 天门的人竟然主动找上了他, 楚汉风, 杨硕直接大喊道, 叫爹干嘛, 楚汉风停下脚步, 问道, 你别太过分了, 杨硕阵沉着脸, 淡淡问道, 你是从丹店拿丹方了吧, 怎么, 把丹方交出来, 给我们备份一份, 从此以后, 我天门可以不找你麻烦, 杨硕说道, 楚汉风不懈地笑了笑, 搞半天原来是贪图自己的丹方, 不给你又如何, 难不成你想在学府抢夺不成, 楚汉风笑道, 你确定, 杨硕问道, 也确定, 好, 那你等着, 杨硕冷哼一声, 带着这群人直接离开了, 楚汉风则微微皱眉, 他感觉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的, 不过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嘛, 他提着买得好酒好踩上了后山, 小子, 你这几天来得可有点勤啊, 天魔之主的笑声传来, 看得出, 有人陪他, 对于被困于此的他而言, 还是很开心的, 楚汉风直接将自己的炼制的腾龙丹给他, 说道, 品鉴一下, 你炼的, 天魔之主将丹药拿在手中, 观察了许久后, 然后竟然一口给吃了, 你干什么, 三级丹药可是很值钱的, 楚汉风说道, 不长丹, 如何变丹, 天魔之主笑道, 一会儿功夫, 便见他满意地点点头, 夸奖道, 药效很强, 而且几乎没有杂志, 哪怕是我, 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天魔之主似乎还有些不敢相信, 便问道, 这真是你炼制的, 怎么, 骗你有什么意义吗, 楚汉风笑道, 我还是有些不相信, 除非你在我面前亲自炼制一番, 天魔之主说道, 老夫是相信天骄的, 这一生也见过许多天骄, 当初丹宗有天才, 生而知之, 年近十六岁, 便能炼制五级丹方, 但是你一个从未接触炼丹的人, 怎么看也不像那种生而知之的天才啊, 炼丹可以, 不过你也知道, 我没有药材, 楚汉风说道, 这有何难, 你给我炼丹一颗通明丹, 药材我给你提供, 天魔之主说道, 他才大气粗, 颇有些地主老爷的感觉, 天魔之主到底有多富裕, 估计谁也不知道, 只见他一挥手, 先是一张通明丹的丹方飘浮而出, 这通明丹是三级巅峰的丹药, 他的丹效作用也很简单, 就是修炼时能让御妖师凝神静气, 许多人看到这, 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处, 但唯有楚汉风知道, 越到后期, 这种丹药越珍贵, 甚至不可或缺, 可以这么说, 御妖师在打通妖脉时, 到了后期, 基本就是一场持久战, 而在这场持久战中, 御妖师必须集中精神, 汇聚自己的妖气去打通堵塞的妖脉, 一旦有任何的差错, 就前功尽弃, 甚至留下不可磨灭的伤势, 到了这个时候, 有些人会因为疼痛而昏迷, 也会因为长久的冲击妖脉而困乏, 这个时候, 来上一课通明丹, 那可是最有效的, 所以后期, 御妖师打通妖脉前, 都会背上这么一课, 此刻看着丹方, 楚汉风觉得自己又收获了一张, 天魔之主右手再次一挥, 炼制通明丹的药材已经摆在他的面前, 而且每个都有两份, 我允许你失败一次, 天魔之主说道, 不需要, 楚汉风摇摇头, 他将一份材料收了起来, 拿起另一份的材料, 轻木炼丹法看上去十分的简单, 一道道绿色的丹火在掌心凝聚着, 只听砰的一声, 火焰闭合起来, 楚汉风将所有的药材都开始一个个地放了进去, 这手法数量地让人心疼, 其中有一些药材遇见火焰后, 并不是瞬间就融合, 反而抵抗了许久, 楚汉风必须保证火焰的温度大小, 这样不同的药材才能在不同的温度下融化, 终于, 当所有的药材融化成为液体后, 楚汉风开始凝聚成丹, 旁边的天魔之主笑着点点头, 虽然手法有些生疏, 不过其他一切都对你而言易如反掌, 天魔之主好奇地说道, 你是怎么控制火焰温度的? 一般来讲, 温度都是从失败中渐渐摸索出来的, 你这刚刚炼丹就对温度得心应手, 不应该啊, 懂不懂什么叫天才, 楚汉风笑道, 你刚刚学会炼丹, 就能炼制三级丹药了, 天魔之主确认道, 楚汉风点点头, 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 只是因为千道初级炼丹术罢了, 丹炉凝聚而成, 不出所料, 六道丹文的完美品质, 你之前说叫我, 现在可以了吧? 你想学什么? 天魔之主问道, 就那个万法缭乱, 还有天魔鼎, 楚汉风说道, 这两样东西, 我都想学, 你小子倒是贪心, 天魔之主笑道, 这两样东西都异常艰难, 寻常人穷其一生, 恐怕都无法领悟其意, 你真以为这两种法式大白菜, 随处可容易学的那种吗? 不试试, 又怎么知道呢? 楚汉风笑道, 做人嘛, 贪心点差不多能多吃, 要不然就饿死了, 我先教你万法缭乱, 看看你资质如何, 天魔之主说道, 若是学不会, 那就说明你没有炼丹的资质, 放心吧, 楚汉风点点头, 这一次, 只见天魔之主周身魔气涌动, 强大的力量带着压迫感, 丝丝魔气蔓延出来时, 在虚空中组成了一片张结, 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字体, 魔气暴动, 这一页张结飘散在虚空中, 然后缓缓浮现在楚汉风的面前, 记住他, 天魔之主说道, 楚汉风连忙开启命运之谋, 炼丹之重来于心, 丹成之气随心动, 万法之源来于心, 心分万法炼万丹, 这张结很长, 而且口诀晦涩难懂, 不过好在楚汉风有命运之谋, 记忆惊人, 只是一遍遍记住了, 这么快, 天魔之主有些诧异, 已经算慢的了, 但还有许多地方根本不懂, 于是一下午, 天魔之主都在给他讲解, 这万法缭乱的精髓, 楚汉风听完之后, 只感慨, 这创造出此法的人是真正的天才, 你他娘的真是个天才, 可以试想一下, 假如能一心万用, 一个人炼丹, 只要妖气足够, 岂不是可以抵挡万人炼丹, 虽然广义上来说, 这种很难做到, 但理论上, 确实是这样的, 楚汉风有些佩服, 他缓缓控制着手中的妖气, 开始练习起万法缭乱, 将灵气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然后不断地分裂下去, 而且这种分裂不是单纯点分裂, 楚汉风必须控制每一缕妖气, 都让他们如自己的手臂般, 挥之急去, 运用自如, 刚开始, 楚汉风觉得很难, 就好比让你左手画圈, 右手画方, 一心二用, 许多人都很难做到, 更不用说一心多用了, 后来楚汉风就在思索, 强行去一心多用肯定是不可能的, 这手法不是这样修炼的, 他让自己安静下来, 心平气和, 凝神静气, 然后脑海中先是运转至炼制之法, 不着急去分裂妖气, 而是细细感悟自己的妖气, 他的波动, 强弱, 以及与自己隐隐之间的那股联系, 虽然联系很淡, 但他能懂, 这么快就进入状态了, 旁边的天魔之主诧异地说道, 梁九感受到楚汉风身上的气息, 他笑了笑, 如此可叫眼, 这一整天, 楚汉风就如同坐定的石碑般, 一动不动, 坐在原地仿佛石化了, 没有任何的动静, 老僧坐定地睡着了, 楚汉风就这般一直坐着, 从下午一直到晚上, 北苍学府放学后, 他依旧没有走, 坐了整整一晚上, 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 刺眼的阳光从头顶支离破碎的林间落下, 已经时至秋季, 萧瑟的树枝并不能阻挡阳光, 楚汉风感觉全身暖洋洋的, 他漠然间猛然睁开双眼, 只见他四周的妖气开始搅动起来, 就如同翻江倒海般, 妖气化而为水, 波涛汹涌的河流不断地拍击着四周的虚空, 仿佛浪花在暴动, 澎湃的浪潮在怒吼, 古有大海者乃是亿万水珠凝聚而成, 今有长河者亦是千万水珠成形, 楚汉风悟透了这一层妖气幻化万道, 别说掌握了, 哪怕是单纯的幻化都难如登天, 他想到了大海, 浩瀚的大海不就是如同一滴滴的水珠凝聚成形的吗? 有意思了, 天魔之主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看着, 似乎十分感兴趣, 楚汉风会演化成什么状态? 楚汉风将自己的妖气比作大海, 分而成为水珠, 合而成为大海。 他的妖气是碧蓝色的一缕缕的妖气, 果真如同水滴般, 开始分裂开, 围绕在他的四周。 如果此刻有密集恐惧症, 恐怕都不忍直视, 因为他的周身笼罩了一滴滴的水珠, 密密麻麻, 晶莹剔透。 这万法缭乱说起来困难, 那是因为他的第一步, 便是分裂。 你分裂出来的妖气越多, 那么今后练丹时, 能同时使用的妖气也就越多。 楚汉风此刻分裂出来的妖气水珠, 起码有上千甚至接近万低。 这些水珠环绕在他周身。 分裂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感悟水珠, 能让其像是自己的手臂般, 挥之自如, 随意使用。 一滴滴的水珠开始动了起来。 不过仅仅是动了百颗水珠后, 楚汉风四周的妖气一阵, 便直接破碎开。 他深吸一口气, 这对妖气的消耗以及心神的疲倦, 让他出乎意料。 不过好在, 虽然第一次失败了, 但他感觉自己已经掌控窍门了。 如果再多是几次, 应该就能够成功了。 他看向天魔之主, 天魔之主在咧嘴笑着, 看得出他确实很开心。 没想到老夫这晚年迷流之际, 竟然还能收到如此天才弟子。 老夫当年闯荡冬玉时, 也曾见过许多天骄弟子。 可论学习程度, 却无人能处你左右。 夸张了哈, 楚汉风回道, 外面的天才他倒是没见过, 不过听说外界高手如云, 他也不敢肯定。 总之, 他的炼丹才刚刚起步。 你的天魔鼎什么时候教我? 楚汉风问道, 天魔鼎可以媲美丹炉妖宠。 其实严格来说, 他不算一种真正的神通, 而是一尊自我炼制的丹炉, 天魔之主说道, 我需要准备一下, 等你先将万法缭乱学会掌控以后, 我再教你天魔鼎。 那也行, 楚汉风也深知, 一口吃不成一个大胖子。 跟天魔之主告别以后, 他去了学府的御妖斋一趟, 准备吃点饭。 因为之前, 秦朗给他预留了乡房。 楚汉风倒野乐得自在。 陈老, 他问候了第一次带他去乡房的老者。 楚公子可是好长时间没来了, 陈老笑着说道, 他是秦朗派来, 专门负责楚汉风饮食的老人。 这段时间忙骂, 楚汉风解释道, 楚公子这次想吃些什么? 陈老问道, 你看着上, 有什么特色就上来, 来到包厢, 饭菜很快便准备好了。 楚汉风正吃饭间, 外面已经传来了秦朗的大笑声。 楚兄弟, 你这好几天都没来了, 我找你都见不到人影。 两人自上次生日之后, 就没再见过。 你也是大忙人啊, 楚汉风笑着说道, 上一次生日完后, 周天宇没有找你麻烦吧? 秦朗在旁边坐下来, 问道, 他不配, 楚汉风摆摆手, 笑着问道, 最近忙什么呢? 跟几个朋友去了帝都一趟, 其实也是刚回来没多久。 秦朗说道, 按理来说, 以你的实力, 应该早就可以去帝都了吧。 为什么要待在平湖市呢?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每个人的梦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吧? 帝都的竞争压力大, 而且势力错综复杂, 哪有平湖市痛快? 我在平湖市, 就是土皇帝般的生活。 秦朗笑道, 不过楚兄弟, 应该也快去帝都了吧? 快了, 楚汉风点点头。 对了, 楚汉风最近要小心点, 秦朗突然提醒道, 最近有血魔教的余孽溜了进来, 只怕是有什么目的。 血魔教? 楚汉风一惊, 这个名字让他感觉陌生中又有一些熟悉。 然后仔细想想, 他便明白了。 血魔教以前不叫血魔教, 他的原生叫古血教, 是一群修炼血气的强者创建的。 他们认为, 人体的血气是力量的中转站。 血气越强, 那么这个人的实力, 恢复能力也就越强。 于是他们以血气为修炼的主要方向, 甚至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血气妖宠。 古血教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强。 只是可惜, 他们走的这一条路本就是慢慢摸索, 前无古人的大道。 最终成也血气, 败也血气。 心力时代一时, 古血教的血气催生下, 诞生了一种十分强大的妖兽, 名为血魔。 血魔出世的那一天, 便不受控制。 仅仅一夜之间, 古血教被灭, 一围平地。 而血魔控制了无数古血教的人后, 自此便没有了踪影。 本来这件事已经不了了之。 但谁也没想到, 心力时代中期, 血魔从沉睡中恢复过来, 掀开了一场大战。 那时候, 蔚蓝帝国以及周围的天元帝国 被迫卷入战争中, 损失了无数强者, 最终硬生生地杀死了血魔。 而当初血魔控制的一些余孽, 则逃脱不见。 这么多年来, 时常有余孽作乱。 让人无可奈何的是, 这些余孽除了战斗, 其他时期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所以, 帝国也拿他们没办法。 此刻听到秦朗的提醒, 楚汉风的脑海中便将这些信息掠过。 血魔教的人来咱们平湖室干什么? 楚汉风有些疑惑。 谁知道呢? 我也是得到的消息, 最近不要接触什么陌生人。 秦朗回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对了, 关于开发妖界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吧? 秦朗又问道。 楚汉风点头, 他记得之前朱婷婷说过的, 他会将自己推荐上去, 探索新发现的小事件。 最近这个事情要落实了, 学府的名单里面有你。 你也注意些。 秦朗说道。 你连学府名单都知道, 看来你们秦家的实力挺大的嘛。 楚汉风笑道。 平湖是三大家族吗? 我们秦家, 还有周家以及雪家。 秦朗笑道。 没点人脉怎么立足呢? 那到时候也应该会去吧。 楚汉风问道。 我不去, 我们秦家有人去, 秦朗的表情微微有些阴霾, 又笑了笑说道, 两人又聊了一会, 楚汉风也吃完饭了, 便分开来。 他知道秦朗想拉拢自己, 而且对方不着急, 只是先跟自己出好关系。 不过有时候利益的交换, 他倒也不在意。 离开北仓雪府时,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楚汉风回去阳光小区, 不过在回家的路上, 他走捷径途径一座小巷。 这巷子很幽深, 基本上对面就通往阳光小区的马路上。 天妈妈嘿, 巷子的路灯已经亮起。 楚汉风走了几步后, 突然停下脚步。 巷子一旁, 有一个黑色的垃圾桶。 此刻那垃圾桶旁边, 一双绿油油的眼睛就这般盯着他。 盯得他毛骨悚然, 甚至有些汗毛竖起。 妖兽还是妖宠? 楚汉风微微皱眉, 第一时间将命运之谋打开。 紫毛僵尸, 死属性妖宠。 先天静, 既能, 坚如磐石, 剧毒之牙, 紫浆之爪, 急因冰冻。 看到命运之谋反馈而来的结果, 楚汉风微微松了一口气。 先天静的妖宠他倒是不怕。 目光环视四周, 也不知那玉妖狮躲在哪里, 会不会突然袭击什么的。 不知是哪位朋友, 出来一见, 楚汉风高喊道。 不过他声音落下, 竟然没有丝毫地回答。 楚汉风有些摸不清, 只是巧合碰见了, 还是对方针对他而来。 他转身离开, 想要走出小巷。 不过下一刻, 只听喷的一声, 那紫毛僵尸竟然蹦蹦跳跳朝他而来。 别看他一蹦一跳, 但是速度极快。 楚汉风也不耸他, 直接大背碎空掌拍了过去。 轰的一声, 以他心翘欲妖狮的实力, 直接将对方给击飞了过去。 竟然敢埋伏我, 藏头藏尾的, 算什么东西。 楚汉风冷笑道, 他也不再退让。 直接弃身上前, 强大的妖气徘徊周身。 大荒天兵树幻化的长剑 在手掌挥动着, 剑点使出。 剑气如长剑般辽阔, 似天地般浩瀚。 剑翼纵横数十里, 整条小巷都被密密麻麻的剑气笼罩, 那巷子墙壁上留下了一道道的剑痕。 整个紫毛僵尸虽然拥有尖如磐石, 坚硬的身躯, 但依旧在剑意下, 变得脆弱不堪。 不过还没等楚汉风有下一步动作, 一声狮吼突然传来。 只见一个庞大的身躯 从苍穹上落了下来。 楚汉风眼疾手快, 手中的利剑变化为长枪。 枪间一挑, 随即狠狠的一次, 直接刺入了那庞然大雾的身上, 一声痛苦的售吼声传来。 楚汉风定眼一看, 才发现这是一只体型巨大的冰雪白狮。 刺骨的寒冰顺着枪身想要冰冻楚汉风。 滚开, 楚汉风双手持枪用力重重地朝小巷旁边的墙壁砸去。 又是轰的一声, 墙壁被砸得脱落, 那冰雪白狮直接倒在墙壁上倒地不起。 楚汉风目光看着巷子的角落, 长枪指着对方, 淡淡说道, 出来吧。 一声声的鼓掌随之响起这出来的身影不仅仅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他们穿着一身夜行衣, 包括整张脸都被包裹在黑色的斗篷中。 怎么不敢露面吗? 楚汉风问道, 看来是熟人了。 这群夜行人有五六名, 只见领头人右手一挥, 五六人直接召唤出了十几只妖宠。 其中有暗月白虎, 赤焰神尸, 天药贪狼, 黄暴魔雄。 十几只妖宠在怒吼着。 杨硕, 楚汉风突然叫了一声, 那为首的夜行人身影微微一致。 果然是你, 楚汉风冷笑道。 虽然对方全身都被包裹住, 但他拥有命运之谋, 几乎是瞬间就能看清对方的身份。 你们天门的人还真是胆大, 竟然敢来截杀我。 楚汉风说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乱诬陷其他人。 杨硕冷哼一声。 此刻, 十几只妖宠已经奔腾而来。 楚汉风打了一个响指, 一道鱼影从地面深处游离而出, 给吞噬了进去。 这什么东西? 杨硕脸色微变。 楚汉风将笑天与灵明石猴 还有元素之灵召唤了出来。 灵明石猴直接化身为巨猿。 虽然对方的妖宠居多, 但他们其中最强的杨硕 也不过是先天玉妖师。 这其中的强度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 要知道, 楚汉风已经心翘近了。 笑天直接冲进妖宠群中, 开始厮杀了起来。 口中的地狱之火 直接横扫而过。 炽热的火焰中, 无数妖宠在痛苦地哀嚎着。 楚汉风也没闲着, 直接朝这群人杀了过去。 手中的大荒天兵树 再次暴动而起。 化作纸虎, 套在他的拳头上。 无上雷, 他踏空而起, 身后是一双雷翅徐徐张开。 五行麒麟楷覆盖他的全身。 踏空飞行, 你是天府强者。 这怎么可能? 杨硕结巴巴地说道。 打死他也不敢相信。 这也是这群人没什么见识了。 以为只有天府强者 才能踏空飞行。 殊不知, 楚汉风只是借助了雷翅。 他的速度快如闪电, 雷霆在背后暴动着。 无上雷从天而降, 直接轰在一名青年的身上。 那青年当场被轰爆。 你, 你杀了他。 杨硕整个人都傻眼了。 你们敢来杀我, 不应该抱着被我杀死的准备吗? 楚汉风回道。 他有时候也觉得 这些人的脑回路怎么想的。 来伏击自己, 难道就没有做好死的准备吗? 你杀了他, 你完了。 杨硕大喊道。 别着急, 你也要死。 楚汉风不急不缓地笑道。 他栖身上前, 身后的雷翅再次挥动起来。 整个人就如同一道雷霆般, 在虚空中掠过, 速度快得惊人。 又是一道无上雷朝杨硕打去。 这杨硕双拳处, 暗黄色的妖气在暴动着, 这是土属性的妖气。 浑厚又坚固。 大帝王拳, 杨硕吼一声。 拳头处的黄色妖气弥漫, 强大的权益撕裂空气, 带着炸裂声与楚汉风的无上雷撞击在一起。 只听轰的一声, 整个虚空都是一阵强大的力量波动开。 无上雷那紫色的电弧爆开。 而杨硕整个人直接被雷霆炸飞了出去。 区区先天静, 也敢跟我心窍欲妖尸硬汗。 找死, 楚汉风冷哼道。 只见杨硕挣扎着从地上站起身。 在他的胸口处, 雷霆炸裂出一个血洞。 鲜血不断地流出。 但杨硕根本不管疼痛, 他扶着小巷的墙壁颤颤巍巍地朝外面逃去。 拦住他, 杨硕朝随头而来的学生大喊道。 那些跟他一样穿着夜行衣的学生几乎是下傻在原地。 他们平日里, 自称天门, 在北苍学府作威作福惯了。 一时间经历如此血腥的一幕, 有人两腿发软, 有人甚至能闻到尿骚味。 你们愣着干什么, 再不动手, 咱们都得死。 杨硕大吼道。 离开这里, 找人将这件事宣传出去。 不管是北苍学府还是平湖市, 都将再无他容身之处。 听到杨硕的大吼, 众人如梦惊醒, 连忙开始四处逃散起来。 楚汉风再厉害也就只有一个人, 而这里起码七八个人。 只要能跑掉一个, 楚汉风也就完了。 看着这些逃跑的众人, 楚汉风微微摇头失笑。 你们若是联合起来, 说不定能与我有一战之力。 可惜未战先妾, 那就把命全部留下吧。 楚汉风手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黄色的葫芦。 掌中壶。 万千妖气榜排行九十九的存在。 只见楚汉风摩擦着葫芦, 嘴里念念有词。 宝葫芦, 宝葫芦。 他突然一声大喝。 宝葫芦, 掌中国度。 这掌中壶乃是他当初杀死王朝的兵长时, 从对方身上得到的。 虽然这掌中壶用处不是特别大, 但对空间和幻境却有特殊的用处。 黄色的宝葫芦上一道道空间之力波动开。 即使周围七八人的速度再快, 又怎么能跟空间之力比拟呢? 空间波动之时, 众人赫然发现, 自身所处的世界仿佛被封锁了。 无论他们怎么逃脱, 都是在原地踏步版。 而从葫芦内, 有许多妖兽的妖魂全部飞了出来。 这些妖魂都是已经被炼化的妖魂, 全部受掌中壶控制。 此刻, 楚汉风手持掌中壶就如同控制了这些妖魂般。 妖魂张牙舞爪, 全部朝众人杀去。 杨硕被吓得都快魂飞魄散, 他不想死, 或者说, 人们在死亡面前都是奋力挣脱着。 他的两只妖宠狂暴魔雄和天药贪狼从远处飞驰而来。 他们甩开了笑天, 禁止来保护自己的主人。 不过楚汉风怎么会给他们机会? 当两只妖宠转身的那一刻, 灵明石猴幻化的巨猿垂着自己的胸膛。 双拳似是巨石般, 直接从背后偷袭而至。 雷翅快速掠过, 将这些想要逃跑的人全部抓了过来, 将他们扔到了小巷的角落。 因为他雷翅的速度特别快, 所以这些人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包括杨硕, 他是里面受伤最重的, 胸膛的血洞若是不及时治疗, 只怕离死也不远了。 楚汉风一步步面带笑容, 朝他们走来。 路灯下, 那身影被拉得羞长羞长, 脚步声就如同死神般。 楚大眼, 你大人有大量, 看在我们都是同学的份上, 饶了我们这次吧? 他说你有几百张的单方, 杀了你, 不但能得到你的单方, 还能从周天宇那里得到赏赐。 此刻这些人为了活命, 几乎是将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杨硕惨笑了一声, 枉费我那么信任你们, 如今看到你们这些样子, 与你们合谋, 简直是一种耻辱。 瞎了我的眼, 你说错了, 应该是瞎了你的狗眼, 楚汉风补充道, 是周天宇让你们来截杀我的。 不是, 周天宇是在新妖界谋划杀你。 那真是可惜了, 若是周天宇指使的, 我还能让你们去指证他。 现在看来, 你们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楚汉风回道。 我们可以当你的手下, 唯命是从, 今后都听你的, 旁边有人大喊道。 这样, 你就可以与周天宇的天门对抗了。 要你们这些废柴, 只会拉低我的标准。 楚汉风摆摆手。 他向后退了几步, 吩咐道, 笑天, 我要死不见尸。 笑天怒吼一声, 扬起高傲的头颅。 熊熊烈烈的地狱之火从口中喷出, 那几十万度的高温可以融化万物。 炽热的火浪拍胆来。 我们跟你拼了, 有人在死亡之际, 全部朝楚汉风杀来。 可惜地狱之火阻隔成一道火墙, 火焰喷吐着将所有人都淹没其中。 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楚汉风平静地看着火焰中连骨头都焚化的尸体。 最终, 地狱之火消散。 原地除了一滩液体外, 在空无一人。 杀人者, 人横杀之, 楚汉风淡淡说道, 在他的右手中是一大串的戒镯。 刚刚在杀死这些人前, 他就将对方的戒镯全部给收了起来。 这些可都是一大笔的财富啊。 正所谓积少成多, 蚊子肉在小那也是肉啊。 这些戒镯内的东西都很一般, 哪怕是其中最价值不菲的, 也就那样子罢了。 楚汉风聊胜于无地将这些都收了起来。 一次性杀了这么多人, 他也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真正有打算的。 学府那边会调查。 估计这些学生的父母几乎也会报警给执法店, 这件事不会如此轻易罢休, 不过现在死无对证, 连尸体都被地狱之火给焚烧了。 因此, 楚汉风倒也不怕谁。 只是让他诧异的是, 这些人是真的胆大, 市区之内就敢惜杀他。 估计他们还以为自己的修为不是很强, 想速战速决。 可惜全军覆没。 楚汉风没有怜悯, 当对方要截杀自己的那一刻, 所谓的怜悯其实就是妇人之人。 他楚汉风不是杀人魔, 但也不是圣母表。 收拾完一切, 楚汉风回到了阳光小区中。 一路上, 他顺便把今天的迁道给用了。 迁道阳光街道, 获得妖气捆妖绳。 妖气? 楚汉风一愣, 这似乎还是他第一次迁道妖气。 武器分为很多种, 一般的武器这些都是被称为灵气、 宝气、 地气之类的。 而只有特殊的武器才会称为妖气。 捆妖绳, 一条拥有自我意识的绳子。 对于妖物极恶如仇, 一旦捆绑, 可瞬间封锁妖物体内各处妖门及其妖脉。 不具备攻击能力, 但禁锢力惊人。 这是楚汉风得到关于捆妖绳的介绍。 虽然不是强的离谱那种, 但是效果却很实用。 这妖气是越到强者的手里, 就越强。 唯一的缺点就是, 不能捆住比自己强一个境界的妖兽。 也是说, 随着楚汉风的实力提高, 这捆妖绳能够捆绑的妖兽境界也会慢慢提高。 他现在是心窍境, 那么使用捆妖绳, 最多也就捆住同境界的存在。 若是以后, 境界神葬强者, 这捆妖绳便可捆住神藏妖兽。 这是一件成长性的妖气, 虽然不知道极限在哪。 楚汉风将绳子收了起来, 捆妖气能变大变小, 他将其变成一条手绳的形状, 戴在手腕之上。 回到家后, 爸妈不在家, 颇有些冷清。 楚汉风打开了一瓶罐装啤酒, 虽然已经入秋, 天气凉爽, 但他喝罐装啤酒, 依旧喜欢喝冰冻的, 可能也是个人习惯吧。 这一晚上, 他没有睡, 一直在练习万法缭乱, 控制那些分裂出去的妖气。 这时候, 他已经能随意分裂妖气, 而且开始熟练地控制妖气。 不过距离用这些妖气同时练单, 还有一部分路要走。 修炼到大半夜, 楚汉风体内的妖气消耗了许多, 他觉得先炼至天妖神珠, 就用这万法缭乱去炼。 虽然自己的青木炼单法也不错, 但毕竟是千道送的初级炼单术, 差得不是零星半点的。 炼尸兽的妖盒取出来, 微微悬浮在他面前的虚空中, 这妖盒散发着湿气, 而且有种腐臭。 楚汉风必须尽快将妖盒炼化了, 否则妖盒的力量在无时无刻消耗着。 时间久了, 自然就变成一颗废盒了。 他将其他的一些材料取了出来。 因为炼尸兽是死亡属性的, 所以这颗天妖神珠多以死亡系的草药辅助。 其中有枯骨草、 包皮藤以及化灰叶, 还有一株纯黑色的六叶黑莲。 这些材料并不算珍贵, 起码相比较神葬镜妖兽的妖盒, 要好找得多。 楚汉风家里是开妖宠店的, 自然不缺这些灵药。 这万法缭乱的火焰买是金色的。 就如同太阳一般, 金光灿灿, 犹有万丈光芒爆发而出。 这金色的火焰十分的霸道。 楚汉风凝炼灵药时, 这些火焰包裹器中对于他的消耗十分大。 这也是没有丹炉妖宠的坏处。 第一, 没有属性加成。 第二, 炼丹要更加的艰难。 第三, 对于妖气的损耗几乎难以想象, 而且失败率很高。 就像楚汉风这种, 他没有丹炉凝聚丹药, 只能自己用妖火闭合整个丹药, 一点点去凝聚成型。 他的金色火焰很快便将灵尿融化为液体。 一滩滩的液体也都散发着浓郁的死气。 当楚汉风将液体全部凝聚在妖河上面后, 那妖河内的力量开始暴动起来。 尤其是表面就仿佛开水沸腾, 要破碎开。 幸亏这天妖神珠不算太难炼制, 否则没有丹炉, 我还真不一定能成功。 楚汉风内心暗自想到, 液体开始形成, 与妖河表面的力量开始融合, 形成了一层黑色的隔膜。 就是这层隔膜可以有效防止妖河力量的挥发, 而且能够将更浓郁的死气吸入妖河中。 总之妙处多多, 楚汉风将灵鸣石猴给放了出来, 随即将他净化所需的材料都准备妥当。 菩提心, 天妖神珠, 地心欲随。 接下来就看你了, 楚汉风说道, 灵鸣石猴连忙点点头, 他生动的双眸中似乎能听懂人话, 眼神中带着渴望, 双手猴急地抓耳挠痒, 只见灵鸣石猴先是吃了天妖神珠, 属于神脏竟那股强大的妖气弥漫出来, 似乎不断地冲击他的体内。 哪怕是隔得有一段距离, 楚汉风依旧能感受得到。 灵鸣石猴不断地大吼着, 似乎很挣扎。 而在这种挣扎中, 他的身躯也发生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变化。 过了一段时间后, 灵鸣石猴又将菩提心给吞了下去。 他开始盘膝而坐, 双手垂于胸前, 似乎是开始悟到什么东西。 楚汉风就在旁边盯着, 担心又好奇。 妖宠的净化其实是有失败的可能性, 而且也不低。 妖河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尽管菩提心一直在压制, 但依旧让灵鸣石猴如同翻江倒海般, 体内是血肉模糊, 身体表面更是鲜血之流。 不过灵鸣石猴的生命力之旺盛, 也让楚汉风惊叹, 只见他一直在硬撑着。 实在撑不住了, 就喝一口地心玉水。 他与天妖神猪的力量就这般僵持着, 一直到天亮。 那股力量方才柔和起来, 灵鸣石猴本就是天地灵猴, 如今他吃了菩提心, 更是误导神通。 犹如天柱, 此刻他表情庄严, 完全不像一只猴子, 反而更像是一个人类般。 他变化最大的, 先是全身的毛发。 就如同太阳般, 此刻全身毛发都是金色的, 美猴王便真如传闻中一样。 身体健硕, 即使不变大的情况下, 也能保持巨猿的大小, 若是在暴走状态, 能够直接变得如同巨人一般。 而且这灵鸣石猴的脸, 跟人类变得相似起来。 除了脸旁一圈的金毛外, 与人脸的区别, 只怕就是脸上那些褶皱了。 他周身散发出压迫感极强的气势。 金毛下的皮肤是铁青色的, 双眸泛着湿血的光芒。 两条胳膊上长满了尖刺。 耳朵笔直又修长, 手中的铁棒似乎也净化了。 从原本的钢铁钉变成了金色的品质, 也不知是何种材料。 灵鸣石猴每走一步, 整个大的都振战。 楚汉风感觉自家这栋楼好像都要坍塌板。 你小心点, 别把楼塌了。 他连忙提醒道。 美猴王停下脚步, 压制住内心的欢喜。 楚汉风倒也好奇, 美猴王进阶齐天大圣, 需要什么材料呢? 美猴王进阶齐天大圣。 一颗灵际的天妖神珠, 天地五行石, 万兽血, 神通果, 造化仙叶。 这次命运之谋下, 足足出现了五种材料。 而且, 每一种楚汉风都不认识。 灵际级级别的天妖神珠, 这是什么东西? 他只是模糊地知道, 神葬玉妖师后面是天府境。 至于灵际, 从未听过。 而其他四个, 他最终只能上网查查了。 查完之后, 楚汉风是倒吸一口凉气。 打扰了, 打扰了。 他暂时压下进阶齐天大圣的想法, 这些东西不管哪一个, 都不是他现阶段能接触的。 将美猴王收起来后, 楚汉风看了看时间, 又已经不知不觉间, 到了凌晨。 他也全然无半点睡意。 洗漱完毕, 整个人清醒了许多, 便朝外面走去。 走出楼下, 楚汉风才发现, 外面竟然下起了小雨。 天气是灰蒙蒙的。 他又回家拿了一把伞, 朝小区外走去。 外面接到两旁的商铺已经营业。 老板, 他用自己一个空杯子。 开玩笑, 开玩笑, 楚汉风连忙摆摆手。 他经常在这吃早餐, 与老板也算是老相识了。 便问道, 最近生意怎么样? 豆浆入肚, 甘甜可口。 味道十分的棒。 最近生意不行了, 老板摇了摇头, 说道, 以前还挺好, 但最近这块老死人, 弄得人心惶惶, 很少有人出来吃饭了。 死人? 楚汉风一愣, 自己家就住这里, 他怎么不知道呢? 死状特别的凄惨, 听说全身血液被抽干, 成为了干尸, 那老板摆摆手。 说道, 我在开几天, 生意不行了, 我也打算关门几天。 楚汉风一手拿着包子, 另一只手拿着煎饼果子, 脑海中回想着老板说的话, 他莫名地觉得这件事 与血魔教有关系。 不过他也懒得去理会, 因为今天是去新妖界的日子, 整个北苍学府都显得很热闹。 人们对于新妖界 一直都是未知的结果, 很少有势力 会如此大规模地探索新妖界。 听说自从三十年前, 新妖界曾经发生了一场大事。 几个来自帝都的年轻人 不幸挟去闯新妖界, 结果被斩杀其中。 而那几个年轻人背后 都有大势力存在。 听闻这个消息后, 那几个大势力联合起来, 想要灭掉新妖界。 最终却损失惨重, 杀鱼而归。 也就是从那以后, 连帝都奈何不了, 平湖市更无人敢探索新妖界。 北苍学府的这次考核 可是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 大家也都期待 关于新妖界的事情。 不过令楚汉风诧异的是, 在去到学府之前, 他接到了来自王帅的电话。 电话那一头很嘈杂, 仿佛有大炮轰鸣声在响起。 你在哪呢? 楚汉风问道。 樊心山上, 我跟你说, 樊心宗暴动, 打起来了, 王帅喊道。 谁和谁打起来了? 楚汉风疑惑地问道。 王朝还有樊心宗的人, 王帅说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楚汉风感觉自己更猛了。 你知道既然为何要寻找星辰体吗? 王帅说道。 为什么? 那你听没听过星空古城? 当然听过, 楚汉风点点头。 他之前得到蒲魔古术时, 那钥匙还是所谓的平湖三节给他的。 据说, 钥匙就是他们三人从星空古城得到的。 我也是才知道, 原来二十八星宿是进入星空古城的关键。 而樊心宗其实是古城的看守者。 王帅大喊道。 王朝想控制二十八星宿, 从而进入古城。 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 这是一劫, 如果我没逃过去, 麻烦你照顾我爸妈。 王帅简单交代了几句后, 便挂了电话。 楚汉风则微微皱眉。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让他现在赶去樊心宗, 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事情。 只能希望王帅平安无事吧。 当楚汉风来到学府时, 学府已经密密麻麻占了很多人, 基本上都是学生的家长。 这次的事情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据说连平湖式的城主都惊动了。 而这些学生的家长, 也都是跟学生告别的。 这次去新妖界, 许多人是签订了生死状的, 也就是死在里面, 学府也不需要负责。 楚汉风看到了齐少风, 还有萧英雪。 萧英雪是孤身一人。 你爸呢? 楚汉风问道。 前几天就离开了, 萧英雪叹气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爸那人就停不下来, 又去探险了。 两人聊了一会, 旁边的齐少风带着自己的妈妈走了过来。 阿姨好, 楚汉风问候了一声。 汉风啊, 听说这次是你们三人组队, 可都要平安归来。 我们都知道。 齐少风摆摆手, 连忙说道。 估计他也是被母亲给唠叨的, 耳朵有剪子了, 几人正聊天间, 旁边突然有人叫楚汉风名字。 楚汉风? 他转过头看去, 只见周天宇带着一群人走了过来。 哎哟, 这不是周大公子吗? 好久不见, 我正想跟你道个歉呢。 楚汉风说道。 道什么歉? 周天宇微微皱眉。 上次把你的脑袋, 按在我脚下摩擦。 是我不懂事。 下次我一定少摩擦几下。 楚汉风笑道。 你找死? 周天宇脸色难堪, 语气暴怒道。 从小到大, 可以说他几乎从未受过这种委屈。 不, 不应该说是委屈, 而是耻辱。 你来打我呀, 楚汉风笑道。 周天宇刚刚握起拳头, 旁边突然传来一道咳嗽声。 听到咳嗽声, 周天宇呼吸一致, 身体也微微放松了下来。 一双大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呀, 你, 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不知道冷静。 被别人随便一击, 就毫无理智。 楚汉风转头看去, 刚刚还没注意, 这才发现周天宇的旁边 站着一名跟他长相相似的男子。 一米八的个子, 穿着一身运动衣。 他的长相虽然与周天宇相似, 但是目光威严, 身上带着一股霸气。 看向人时, 不自觉带着压迫感。 竟无一人敢与他对视。 你哪位啊? 楚汉风问道。 这人绝对不是北苍学府的学生, 那应该就是亲属了。 我是周天宇的哥哥, 认识一下周九商, 男子伸出右手, 笑着说道。 他给人很和蔼的样子, 主动示好, 主动去握手。 虽然如此, 但楚汉风还是觉得 对方隐隐之间有些高傲, 那种来自绅士和实力的高傲。 不过楚汉风也懂, 对方有这个资格。 楚汉风他微微握手, 回道。 对方示好握手, 他若是不握, 反而有些小孩子气。 笑面虎谁不会啊? 天宇这小子从小便被惯坏了, 若有得罪的地方多多包涵, 周九商笑道。 放心吧, 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我懂, 楚汉风拍了拍周天宇的肩膀。 笑道, 我就原谅你了, 以后莫要狂吓。 周天宇将头转到一边, 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看着楚汉风小人得志的背影离去, 他有些气不过。 哥, 我。 不过他的话还没说完, 便被周九商打断了。 成大使者不拘小杰, 你竟然会被这种货色欺辱了, 简直是丢我们周家的脸。 那你刚刚还对他这么客气, 周天宇不敢反驳, 只能说道, 对他客气, 是让他没有防备。 这样去了新妖界, 你才好杀他。 周九商冷声说道, 你要是杀不了, 我帮你杀。 总之敢欺辱我周家的人, 必死无疑。 交给我吧, 周天宇连忙回道。 你小心点周天宇的哥哥, 萧英雪走到楚汉风面前, 提醒道, 怎么? 楚汉风问道, 咱们平湖市的年轻一辈中, 有三子如虎的说法, 所谓三字, 就是周家的周九商, 雪家的雪伦, 以及秦家的秦官。 萧英雪解释道, 你倒是挺熟悉的, 楚汉风笑道, 不是熟悉, 是人人都这么说, 萧英雪回道。 周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当然知道, 我跟周天宇的恩怨不是结束, 而是才刚开始, 楚汉风回道。 此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这, 在学府广场的高台上, 一群学府的老师截队走了过来, 而站在最前方的乃是北仓府主北玄军, 以及一名风度翩翩, 剑眉心目的青年。 大家安静一下, 我说几句北玄军的声音响起, 底下的所有人也都安静了下来。 这次去新妖界, 基本规则你们的老师都说过了, 虽然不要求你们什么, 但还是希望同学之间不要互相残杀。 大家安全为主, 希望都能尽快成长, 直达妖道彼岸。 我等谨尊府主教会, 底下所有学生同时大喊道, 好了, 我旁边这位是城主慕容雄的独子, 慕容风卿。 他这次代表城主而来, 也是跟大家说几句话, 北玄军退到一边, 将位置让给了慕容风卿。 其实许多人都知道, 城主慕容雄已经年过六旬, 有了退位的想法。 他再给自己的儿子铺路, 接替他的位置。 这就是刷威望, 笼络人心的做法。 慕容风卿以表堂堂, 先是倾笑了一声, 随即说道, 主位可能认识我, 也可能不认识我, 但都不重要。 我仅代表城主的心意, 希望大家这次能安全归来。 慕容风卿说了一大堆, 其实都是场面话, 直到最后只听他说道, 这次诸位排名前十的 不仅仅学府有奖励, 我们城主府也会有奖励。 至于如何奖励, 我带来了一份名单, 各位可过目。 只见慕容风卿一百手, 一面金色的榜单从他袖中飞出, 直接悬浮在虚空中。 这榜单冉染生辉, 散发着耀眼的金芒, 只见上面写着一排排的字。 第一名, 可以任意向城主府提出一个要求。 第二名, 奖励五品纯元单十枚。 第三名, 奖励宝器一件。 第四名到第七名, 奖励灵器一件, 三品回元单五枚。 这一次, 城主府拿出来的奖励不可谓不强, 许多人都蠢蠢欲动, 尤其是一些家境不算好的学生。 假如能获得第一名, 恐怕城主府的任意条件 就足够比他们努力几年还有用。 最后, 祝愿大家妖道昌龙, 传送镇的。 学府有统一的校车, 接送所有人上了车去往青湖楼。 青湖楼前, 几百人已经聚集在这里。 因为这次北苍学府是整个学府都进入。 所以, 新妖界暂时封闭状态, 不允许其他外人再进入了。 因为之前肖剑带领楚汉风去过一次, 所以他也算是轻车熟路随着传送镇法开启。 楚汉风一手拉着肖英雪, 一手拉着齐绍风。 三人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时空穿梭。 就跟之前一样, 因为穿梭的地点是不同的, 当三人的身影落下来后, 出现在一片热带的雨林中。 这雨林内有股闷热感, 楚汉风三人环视四周。 这便是新妖界吗? 齐绍风好奇地问道。 应该就是了, 只是不知道这次来到哪个地方了。 楚汉风说道。 走进热带雨林内, 众人很快便感觉到了口渴以及闷热。 这种热带雨林比起许多森林还要闷热许多。 前面有妖兽, 齐绍风突然说道。 你怎么知道? 萧英雪好奇地问道。 我练习了感知术。 这可是我积攒了一年的学分, 才在书院兑换的。 齐绍风解释道。 这种感知术虽然战斗力不强, 但十分地实用。 我现在刚刚修炼, 仅仅能感知到20米的距离。 若是修炼圆满, 起码一公里。 听到齐绍风的话, 楚汉风微微点头。 这种侦察类的技能, 其实并不算罕见。 不但人类有, 就连许多妖兽也具备这种功能。 要各方面的属性均衡才算是最好的。 能感知到是什么妖兽吗? 楚汉风问道。 不行, 我只能感知到生命迹象。 齐绍风摇了摇头。 现在又感知不到了。 楚汉风开启命运之谋。 他环视一圈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 随即又看了一圈。 终于, 在地底竟然让他感知到了。 好家伙, 隐藏得这么深。 楚汉风内心暗自诧异。 这股生命迹象很怪异。 像是活物, 又像是死物, 险些连他都骗过了。 小心点, 楚汉风给两人做了一个动作。 随即一个巨鲨强袭使了出来。 鲨鱼的影子连接到了地底的生物, 紧接着一只巨大的鲨鱼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从地面窜了出来, 将那生物一口就给吞噬。 楚汉风这才看清那生物的样子。 竟然是一只木质的娃娃。 木偶娃娃。 他微微皱眉, 这与预期的不同啊。 他原本以为会是某种妖兽。 如今看来, 似乎只是一个娃娃, 而且没有任何的威胁。 鲨鱼的巨口下, 这只木偶娃娃已经破碎成好几块。 楚汉风亲自检查了一番, 发现这木偶娃娃的身上, 竟然有一条黑色的线条, 好像是被什么人给操控着。 你们见过这吗? 楚汉风朝两人问道, 因为他打开命运之谋后, 反馈出来的结果也让他不敢确定。 木偶娃娃, 某种遗留之物操控的东西。 攻击力未知, 防御力未知, 死亡之物无法探查, 这便是命运之谋反馈而来的。 楚汉风有些怪自己下手太重了, 直接给打成碎块了, 要不然也不会探查不出来。 齐少风微微摇头, 这东西他也没见过。 不过萧英雪却皱眉头, 说道, 这东西我以前在书里看过。 你说说看, 楚汉风问道, 萧英雪似乎在苦想着, 最终说道, 木偶娃娃, 这应该是掌中傀儡的操控之物。 掌控傀儡是特殊妖兽。 掌中傀儡, 我好像也听过这个名字。 齐少风连忙说道, 据说是三十年前, 帝都的强者去攻打星妖界, 当时有一些小势力也跟随而来。 但后来我听说, 有一个小势力招惹了掌中傀儡, 结果被全部灭掉。 而且那些小势力的人都被炼化成为木偶娃娃。 这掌中傀儡岂不是跟炼尸兽一样, 楚汉风自语道, 炼尸兽的本体并不强大, 而是依靠那些尸体而战斗。 不一样, 掌中傀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比起炼尸兽还要更强。 萧英雪摇头, 凝重地说道, 掌中傀儡的本体一般距离木偶娃娃有几十里远处, 炼尸兽可做不到这一点。 大多数情况下, 敌人连掌中傀儡的本体都见不到, 便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杀死。 萧英雪的这话也不是平白夸张。 就比如刚刚, 楚汉风若不是仔细去观察, 连他的命运之谋都被瞒过去了。 假如几人走到木偶娃娃的陷阱内, 后果不堪设想, 咱们来这新妖剑, 好像也没招惹什么人吧。 楚汉风说道, 怎么一进来, 就会被掌中傀儡盯上。 萧英雪与齐少风也是摇了摇头, 这也让他们满头雾水。 楚汉风环视四周, 说道, 咱们再走走吧, 说不定能找到答案。 脚下是湿润的树叶和枝条。 当众人在走了十几分钟后, 竟然在这热带雨林中, 见到了一座城池。 一座如同雄狮猛虎般, 屹立在丛林中的巨大城池。 从远处遥望它, 城池就像两只并肩而立的狮虎般。 左边的是雄狮, 右边的猛虎。 城池的整体建筑十分的有层次感, 那狮虎栩栩如生, 就如同真的一般。 咱们进去看看, 楚汉风说道, 当三人来到城池下面时, 才发现这城池的城门上面, 写着三个大字。 石虎城, 妖兽十六城之一, 楚汉风松了一口气, 好在这是熟悉的地方, 没有传送到什么稀奇古怪的地方去。 石虎城的城主楚汉风不认识, 不过他现在的身份是孤狼城的城主, 对方应该不会为难自己。 而且在人神教这边, 他的害字堂就掌管着这里。 咱们进城去看看, 楚汉风说道, 原本城门是紧闭的, 楚汉风几人要进去时, 突然只听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巨大的城门被打开, 一群人从其中鱼贯而出。 怎么回事? 三人被吓了一跳, 仔细一看, 才发现这群人类都被戴着手铐和鞠链, 他们就如同囚犯般, 旁边还有许多狮子妖兽和老虎妖兽勘压着。 在这些狮群和虎群中, 他们抬着一个担架, 只见一只庞大的妖兽悠哉悠哉地躺在上面, 它似乎是狮子和老虎的结合物。 哇, 好大的妖兽, 齐少风惊叹道, 不过他的声音立刻引起了那妖兽的注意力, 只见他耳朵微动。 人类被吓得匍匐在地, 旁边一群的狮子和老虎小妖全部包围了下来。 怎么办? 齐少风被吓得半死。 这妖兽口吐人言, 那必定是神葬境的妖兽才能做到的。 怕什么? 楚汉风笑了笑。 问道, 你是这狮虎城的城主? 那你可认识我。 在这新妖界中, 竟然还有人类这么嚣张? 狮虎王冷笑了一声。 说道, 你是谁啊? 本王要认识你吗? 新任孤狼城的城主, 楚汉风, 楚汉风笑了笑, 直接将自己的城主令牌给取了出来。 这次过来十六城逛逛, 也是想跟诸位城主认识一下。 你就是那个杀死狼王, 从而被认命的人类。 狮虎王打量了楚汉风一眼, 冷笑道, 要我说狼王也是废物, 竟然会被一个人类杀死。 不过妖王将你认命新的城主, 这一点我倒是不太懂。 小伙子, 格局小了, 楚汉风拍了拍他的肩膀, 轻笑道, 实不相瞒, 我爹爹跟妖王乃是同生共死的兄弟。 妖王那是我二叔, 都是自家人, 就那妖王殿, 我就跟去自己家一样。 开什么玩笑, 妖王大人哪来的兄弟? 他主宰新妖界几百年的岁月, 从来都是隐世不出的。 狮虎王直接反驳道, 你小子外行了吧? 楚汉风笑道, 妖王去啊, 隐世或者其他, 需要像你这种小角色汇报吗? 只有我们这些关系铁的才知道。 像你这种, 一辈子也就是守城的命了。 看到楚汉风说得如此自信满满, 这下连狮虎王都有些不敢置信了。 作为狮虎城的城主, 虽然看上去位高权重, 但其实真正的人都知道, 狮虎城也好, 妖兽十六城也罢, 其实都是放逐的边境之地。 说白了, 就是新妖界开门的, 进不去人家妖王的核心之地, 所以他了解的事情并不是很多。 你来我狮虎城, 就是为了混个脸书。 狮虎王不确定地问道, 有些是刚好想找你打听一下, 楚汉风也随之说道, 狮虎王宁重地说道, 看来你知道, 楚汉风点点头, 听说他是人神教那个邪教的教徒, 最近这段时间都游离在妖兽十六城中 捕杀各种的妖兽, 从而炼制成木偶娃娃, 狮虎王坡有些愤怒地说道, 只是那家伙行踪诡异, 我们围剿了好多次, 连影子都没见到, 也在为这件事烦恼呢。 人神教, 楚汉风一愣,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老子还是亥自堂的堂主吗? 楚汉风虽然内心在翻涌着, 但表面还是不动声色, 看了看面前这些人族, 问道,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要去布置阵法, 这些奴隶不用白不用, 狮虎王笑道, 楚汉风看了看这些人族, 一个个面如死灰, 早已经沦为一具行尸走肉般的躯体, 恐怕这个时候让他们去反抗, 他们都不会反抗了。 这妖兽十六城, 之前的孤狼城楚汉风也去过, 那里面的人族虽然被豢养, 但过得还算自由, 而这狮虎城, 狮虎王有些暴君的典范, 所以他统治的人族也是苦难深重。 楚汉风知道, 自己就算解决这些人也没用了, 问题的根源是整个新妖界, 而不是某一城一地, 但整个新妖界, 以楚汉风目前的实力, 根本无能为力。 我来看你, 你也不打算招待招待我。 楚汉风笑道, 狮虎王思索少许, 最终说道, 那阵法快完成了, 等我今晚在府邸设宴, 如何? 楚汉风微微点头, 随即跟狮虎王简单告别之后, 他进入了狮虎城内, 狮虎城内不算繁华, 地面尚且是怪石铺城, 其中许多建筑物已经倒塌, 属于微楼那种, 这里的街道做生意的人很少, 除了寥寥几人外, 大多数人连家门都不出来。 楚汉风几人走在街道上, 两旁的房屋内, 有几只眼睛顺着门缝在看着几人。 风哥, 你这什么时候成孤狼城的城主了? 齐少风终于没有压下自己的疑惑, 开口问道, 其实在之前, 我们来过新妖界。 楚汉风摆摆手, 笑道, 不值一提, 牛逼啊, 齐少风惊讶道, 那咱们赢的机会就很大了, 不过这里好奇怪啊, 人族竟然落到了这种程度, 不算什么奇怪的, 新妖界的人族本就是实物, 楚汉风回道, 咱们先找个居住的客栈吧。 萧英学两人也认可地点点头, 这狮虎城市真的简陋, 连个居住的客栈都找不到。 众人找了好久, 终于是找到了一家比较破旧的客栈。 客栈内桌椅凌乱, 几乎没什么人, 只有掌柜坐在里面。 这掌柜的乃是一名行将朽木的老者, 看上去随时都可能去世那种, 头发已经掉光了, 瘦弱的一阵风都能吹起来, 脸上甚至能看到屎斑。 楚汉风三人进来后, 那老者死记许久的身影才开始动了起来。 欢迎几位客人, 这城池好像就你一家客栈。 楚汉风问道没人住, 自然就没有客栈了。 老者笑道, 我这客栈已经十三年, 没有住过人了。 我们要三间客房。 楚汉风说道, 另外有什么好吃的吗? 食材有限, 本店只提供面条, 老者回道。 面条就面条吧, 齐绍峰白白手。 从进入新妖界以来, 他就没有吃过饭, 肚子已经很饿了。 晚上那狮虎王不是要设宴款待我们吗? 楚汉风笑道, 稍微吃点, 垫垫肚子就行。 三人在一楼坐下来, 这里桌椅凌乱, 一些已经破损。 楚汉风几人找了三把相对完好的邓椅。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齐绍峰问道, 是绘制地图, 还是去杀妖兽? 这些都可以得到积分的。 先在这新妖界逛逛吧, 楚汉风说道, 绘制地图的事情也不着急。 他其实也仅仅对妖兽十六成有过了解。 再往里面走, 楚汉风还真不知道。 三人聊了一会, 老者已经端着三碗热腾腾的面条走了过来。 都是很普通的素面, 连个搭配的蔬菜都没有。 齐绍峰是狼吞虎咽, 只觉得味道十分的好吃。 萧英雪则拍了拍楚汉风的肩膀, 指了指门外。 只见门外的地方, 一鸣扎着两根小辫子的小女孩站在门口, 正舔着下巴, 看着几人面前的面条。 你想吃? 楚汉风端起面前的碗, 询问道。 小女孩先是点点头, 随即又飞快地摇了摇头。 楚汉风看了萧英雪一眼, 只见萧英雪点点头, 随即端起碗来到了小女孩的面前。 吃吧, 有些惶恐地看了看萧英雪, 随即小心翼翼地端起碗。 接碗时, 她不小心碰了一下萧英雪的右手, 整个人连忙缩了回去。 怎么了? 萧英雪疑惑地问道。 脏, 我的手脏。 小女孩结结巴巴地回道。 没事的, 萧英雪将碗放在她的手中, 只见小女孩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她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眨眼的功夫, 一碗面已经干干净净。 连面汤都喝光, 碗底舔得干干净净。 谢, 谢谢。 小女孩诚恳地说道。 看着小女孩离开的背影, 萧英雪微微叹了口气。 这里的人泪过得真艰苦。 怎么? 心软了。 楚汉峰笑道。 有一点, 萧英雪点点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这新妖界的规则便是这样。 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楚汉峰说道, 他们若是不愿意被奴役, 可以去反抗, 尝试推翻妖王的统治。 咱们就不了任何人, 唯有自己能拯救自己。 跟萧英雪简单聊了几句后, 楚汉峰则沉思了起来。 你在想什么? 齐少峰问道。 关于那只掌中傀儡, 楚汉峰说道能跟我说说, 关于掌中傀儡更详细的信息吗? 其实我也知道的不多, 特殊妖兽就是因为其罕见性才会变得特殊。 萧英雪解释道, 掌中傀儡是一种很奇特的妖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们可以制作无数的木偶娃娃, 没有数量限制。 只要它们体内的妖气足够充足。 不过有一件事很奇怪。 什么? 楚汉峰问道。 按理来说, 像掌中傀儡这种妖兽, 是不会认主人类的。 它们宁愿自报, 萧英雪说道。 可是, 按照那狮虎王的说法, 这只掌中傀儡应该不是单独的妖兽, 而是人神叫某个成员的妖宠。 楚汉峰站起身, 最终说道。 你们先休息, 我出去一趟。 你去哪? 齐少峰大喊道。 不过楚汉峰的速度很快, 已经来不及回答他。 而萧英雪则回了一句。 注意安全。 因为他知道, 楚汉峰不单单是孤狼城的城主, 还是亥子堂的堂主。 所以, 楚汉峰此番前去, 肯定是寻找那只掌中傀儡了。 走在空气的大街上, 楚汉峰四处寻找着。 关于妖兽十六城, 每一个城池的负责人联系方式, 楚汉峰都是知道的。 上一次在孤狼城分别时, 他便已经打听清楚了。 他找了半赏, 终于在城池一条偏僻街道的后方, 找到了一间茅草屋。 这茅草屋前面挂着一个小牌子, 上面只刻画着一个图案。 哇! 这是人神教联系的密码, 基本上有这个图案, 就是人神教的分布了。 还真是隐秘不好找啊, 楚汉峰自语道。 他记得这狮虎城的负责人, 应该叫张栋。 两人之前还聊过天, 走到茅草屋前, 他先是敲了敲门, 里面无人应答。 楚汉峰也不着急, 就站在门口等着。 卒足一分钟后, 里面才传来咳嗽声。 谁啊? 楚汉峰没有说话, 而是将自己的唐主另取了出来。 透过门缝, 里面有一道眼睛在看着, 随即木门被打开。 唐, 唐主。 开门的老者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 进去说, 楚汉峰点点头, 率先走了进去。 这房间不算大, 里面就一张床, 屋子里还有很浓的烟味。 张栋呢? 他问道。 队长出去了, 他今晚才能回来, 老者连忙说道。 行, 回来后告诉他我来过, 楚汉峰点点头。 另外, 我问你几个事情。 唐主请讲, 老者将房门关好, 说道。 最近, 咱们亥字堂是不是新收成员, 有人的妖宠是掌中傀儡。 楚汉峰问道。 你说的是小白吧? 老者瞬间便反应了过来。 小白是一个星期前, 才来咱们施虎城的分部。 队长亲自招揽了他。 他刚来时, 虽然只有隐气境, 但妖宠掌中傀儡可是很强的, 现在一个星期时间, 他已经从隐气境跨入后天境了。 天赋很强, 队长也很看重他。 什么背景? 楚汉峰又问道。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他的性格比较冷淡, 除了队长以外, 我们跟他接触并不多, 老者又摇了摇头。 那你能联系到他吗? 或者知道他的踪迹吗? 楚汉峰问道。 不行, 除了队长外, 没人能知道他的踪迹, 老者回道。 那你告诉张栋, 我晚上再来, 让他等我。 楚汉峰吩咐道。 与老者简单交流了一回, 他便离开了。 回到客栈中, 齐少峰两人已经在房间了。 因为房子很久没住人, 掌柜的又很少打扫, 可想而知里面有多脏腕。 萧英雪与齐少峰两人 已经帮忙给楚汉峰 把房间收拾干净了。 看到楚汉峰回来, 齐少峰抱怨道。 峰哥, 你既然认识狮虎王, 咱们为什么不住狮虎王的府邸呢? 住外面方便, 在他的府邸, 随时会被监视。 楚汉峰解释道, 他看了看窗外的天色, 已经不知不觉是下午了。 夕阳几乎被吞没一半, 晚霞染红了天地尽头的轮廓。 窗外有清风吹过, 这新妖界的风景不错。 靠着临窗的位置, 正好能看到大街上。 狮虎王的大部队已经回来了。 那些人族被带回城内后, 便卸下来手铐和铐链, 放回家了。 至于狮虎王, 则在小妖抬起的担架上朝府邸走去。 而让楚汉峰饶有兴趣的是, 在这些小妖群中, 他竟然见到了几名人类。 而且都还是熟人。 有意思了, 楚汉峰笑道。 正在这时, 敲门声随之响起。 峰哥, 那妖王派人过来宴请你了。 齐少峰在外面喊道。 第142章 瞎了你的, 眼, 宴请。 楚汉峰稍微整理了一下衣衫。 随即走出房门口, 齐少峰和肖鹰雪已经在等候了。 而在楼下一只虎头小妖手持钢叉, 朝楚汉峰指了指釜底的方向。 意思就是说, 他要带路。 其实, 妖兽与妖兽之间, 是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沟通的。 只是想口吐人言, 用人类的语言, 必须神藏尽才可以。 体内运神藏, 智慧大增。 才能使用人类的语言, 否则以妖兽的智商, 根本不可能。 带路吧, 楚汉峰点点头。 三人跟在虎妖的身后, 一步步朝狮虎王的釜底走去。 走了能有七八分钟, 楚汉峰甚至不用询问, 便已经看到了视线中那座宏伟的釜底。 因为整座城池, 就这座釜底最为气派。 珠红色的大门透着古韵, 白玉石的台阶上是星星点点的落荫。 府外粉墙环滬, 绿柳周锤。 大门的两旁, 两尊狮虎的雕像放在左右两边。 栩栩如生, 威严十足。 仿佛要活过来般, 隐隐有狮虎的低吼声, 传来两名手持钢叉的狮虎阵, 守着大门。 在这狐妖的带领下, 走进釜底中。 一进入其中, 先是一个特别大的池塘, 池塘两边就是两条灵鹰大道。 亭台阁楼, 小桥流水, 错落有致。 远处还有三间花墙, 犹如大观园般。 别看着狮虎王是妖兽, 但他却会享受生活。 居住的地方, 都是按照人类的标准而修建的。 这狮虎王的准备很快, 楚汉峰穿过几条小道后, 已经闻到了食物的香味。 甚至隐隐间, 还有再歌再舞的声音。 终于, 在狐妖的带领下, 当他终于跨过一座庭院时, 看清了里面的场景。 这是一座露天的大殿, 此刻正摆着一个特别大的席桌。 上面放着各种的美食。 楚老殿, 快来, 老哥我可是等候许久了。 狮虎王上前, 客气地拉着楚汉峰的手, 笑道。 就是吃个饭, 简简单单就挺好的。 让狮虎兄破废了, 楚汉峰也同样笑道。 那怎么能行? 你我兄弟, 这是第一次见面。 不浓重一点, 这不是打老哥的脸吗? 狮虎王回道。 看得出, 比起第一次见面, 他如今对楚汉峰是客气万分。 不管是内心真的, 还是表面功夫。 起码狮虎王在释放自己的善意。 楚汉峰笑了笑, 说道。 狮虎兄如此高义, 我一定铭记在心。 今日, 你我兄弟二人, 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狮虎王点点头。 众人一起落座, 除了楚汉峰三人与狮虎王外, 旁边还有一名蛤蟆老者。 说他是蛤蟆, 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他的长相就是蛤蟆, 似乎应该是成腰之后, 变成了两只脚行走的生物。 他的胡须特别长, 而且是八字胡, 不管看谁时, 眼睛都是微眯着, 微笑一般。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师爷。 你们称呼黄师爷就行, 狮虎王简单介绍了一下。 因为这蛤蟆, 还不会口吐人言, 所以只能端起面前的酒杯, 朝楚汉峰众人示意了一下。 狮虎兄, 你的阵法弄得怎么样了? 楚汉峰问道, 众人坐下来后, 只见狮虎王一招手, 一群人类的女子半遮半眼地走了过来。 他们的姿色都算不错, 像是舞鸡般开始跳舞奏乐。 阵法已经完毕, 那掌中傀儡若是再来。 必叫他有来无回, 狮虎王笑道。 狮虎王若是抓住那人了, 可定要让我看看。 楚汉峰笑道。 他喝了一口酒, 还别说, 这酒刚刚入喉咙, 颇有些辛辣。 后面有唇香甘甜, 确实是好酒。 对了, 我今天出去, 倒是碰到了几个有意思的人。 狮虎王突然说道, 楚老弟要不要看看。 楚汉峰之前在窗户前看到了, 自然知道是谁, 便笑道, 可以啊, 我刚好有兴趣看看。 狮虎王打了一个响指, 只见五六名人类从后院走了出来。 这五六人出来的那一刻, 为首的人反应特别强烈楚汉峰, 怎么是你? 周天瑜, 周大公子, 还真是缘分啊, 就连来新妖界都是传颂的一个地方。 楚汉峰笑道, 你, 你怎么在这? 周天瑜问道, 我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吗? 楚汉峰笑道, 怎么, 你们认识? 狮虎王好奇地问道, 当然认识了, 楚汉峰站起身走到周天瑜的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你说是不是? 狮虎王大人, 你可别被这小子给骗了。 周天瑜连忙与楚汉峰拉开距离, 说道, 这小子居心叵测, 我严重怀疑他是人神教的卧底, 咱们应该先把他抓起来, 然后再严刑拷打。 周天瑜还以为, 楚汉峰与他一样都是为了活命, 然后假意臣服那种。 结果他说完之后, 却发现现场一片安静, 根本没人理会他。 子, 怎么? 周天瑜突然遇感到了不妙。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还有当狗腿子的前置? 楚汉峰说道, 你什么意思? 周天瑜问道, 正在这时, 狮虎王直接一个巴掌甩了过来, 只听砰的一声, 这巴掌声特别的响亮, 力度也十分大, 以至于周天瑜直接被扇飞了出去, 身影重重地倒在旁边的墙壁上, 脸庞肿得跟猪一样, 嘴角有鲜血流出。 瞎了你的狗眼, 这位是孤狼城的城主, 也是我的好兄弟, 你竟敢污蔑他。 狮虎王呵斥道, 孤狼城的城主, 周天瑜一愣, 整个人似乎还没从这种状态中清醒过来。 这怎么可能, 我还不了解他, 你很了解我吗? 要不要我给你解决了他? 狮虎王询问道, 不着急, 看看他想不想死, 楚汉风笑道。 周天瑜一听这话, 顿时知道了, 自己的小命已经捏在楚汉风的手里了, 是死是活全凭对方一句话, 他感觉到屈辱。 虽然屈辱, 但周天瑜也懂, 小不忍责乱大谋, 他想活着, 或者说没人比他更想活着。 他身份尊贵, 本就是周家的二公子, 而且天赋尚可, 还会好好享受生活。 怎么能死在这里呢? 汉风, 可解吧, 如何? 汉风也是你叫的。 楚汉风直接一脚踢了过去, 叫风爷。 风, 风爷, 周天瑜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喊了一句, 大声点, 没吃饭吗? 楚汉风又是一巴掌拍了过去。 风爷, 周天瑜脸色胀红, 这一次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凡事都有第一次, 以后喊多了就习惯了, 楚汉风笑道。 周天瑜内心都快崩溃了, 但表面还是很平静。 其实说起来, 他也倒霉他们这群人进入新妖界后, 还什么都没干, 就遇见了狮虎王。 若是遇见其他的妖兽, 他们就算不敌, 也能逃跑。 谁知这狮虎王乃是神脏的妖兽, 而且力量和速度强的离谱。 几招下来, 他们便被打得服服帖帖。 本来想着, 当当狗腿子, 把新妖界的情况给混熟了, 再借机逃跑。 谁能想到, 竟然稀里糊涂地遇见了楚汉风。 哎, 我这一天天也挺辛苦的, 腰酸背痛的。 楚汉风扭了扭脖子, 招手说道, 小鱼子, 来给我催催背。 小鱼子? 这踏马怎么听着像太监的称呼, 周天宇忍着屈辱。 来到楚汉风的背后, 开始垂背按摩起来。 楚老弟打算什么少走啊? 狮虎王不经意地问道, 就这几天吧, 见了狮虎兄, 我也放心了, 楚汉风笑道。 其实我对咱们新妖界不是很了解, 除了妖兽十六城外, 其他地方也不是很懂。 这个简单, 狮虎风突然摆摆手。 周天宇瞬间脸色跟便秘一般, 有些不甘心地离开了。 其实咱们新妖界很大的, 妖兽十六城说好了, 就是守门的。 这里共分为四个区域, 以风与雷火为标记。 只听狮虎王介绍道, 以我狮虎王为主, 朝北一直走, 基本上就踏入了雷区域。 主宰那片区域的, 乃是天雷之主。 他是咱们新妖界的四大护法之一。 对了, 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咱们新妖界除了妖王大人外, 最强的便是四大护法了。 狮虎兄已经是神葬境了, 难道还不能胜任护法吗?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楚老弟有所不知, 每一个护法都必须是天府妖兽, 狮虎王摇了摇头, 他还差得远呢, 否则也不会来镇守门户。 不过这里天高皇帝远, 他的生活倒也过得滋润。 我倒是有意在咱们新妖界到处逛逛, 不知这四大护法, 哪位最和善? 楚汉风问道, 这你可就算问对人了, 四大护法风雨雷火中, 天雷之主十分地暴虐, 火祖又特别地试战, 而与族为人冷淡, 基本不与其他人交谈。 要我看, 最正常的还是风公子。 狮虎王笑道, 风公子为人低调, 从来不摆架子, 与人说话也不胜气凌人。 我见过的护法中, 风公子应该算是最好的了, 那我就去风雨看看。 楚汉风笑道, 那几个人类, 你准备怎么办? 狮虎王问道, 狮虎兄想留下他们。 楚汉风问道, 我留他们做什么, 本来是想打听一下 关于外界的情况。 狮虎王笑道, 既然他们与楚老弟有过节, 杀了又何妨? 肯定是要杀的, 不过不是现在, 楚汉风白白手先折磨折磨, 务必让他长眠在这新妖界。 而此时, 楚汉风与狮虎王聊天的时候, 周天宇带着众人, 在小妖的看守下, 来到了旁边的庭院中等候吩咐。 门主, 咱们怎么办? 旁边有学生心惊胆战地问道, 因为周天宇自创的天门, 所以在外面, 他都要别人称呼他为门主, 而不是本名。 等, 周天宇咬牙切齿地说道, 今日的耻辱, 来日我必十倍, 百倍偿还。 万一那家伙要杀咱们呢? 有学生不放心地问道, 放心吧, 我还有杀手锏没用呢, 周天宇白白手。 原本我还想着, 集结咱们天门的所有人, 在这新妖界中追杀楚汉风。 没想到, 这里的妖兽竟然这么强。 之前被狮虎王抓住时, 我甚至想过利用妖兽来对付楚汉风。 如今看来, 妖兽这一条路, 咱们是走不通了。 那可怎么办? 有人担忧地说道, 还记得咱们当初被狮虎王抓住时, 对方以为咱们是人神教的卧底。 周天宇沉思道, 这人神教是个什么组织呢? 能让狮虎王如此痛恨, 想来应该是敌对势力。 既然妖兽这边靠不住, 咱们就想办法加入人神教。 众人都点点头, 不过如今之际, 还是先把小命保下来为妙。 与狮虎王交流了一段时间, 众人也算是酒足饭饱, 楚汉风得到了许多有用的消息, 尤其是他最关注的风域。 楚老弟, 今晚就在这府邸住下吧, 临走前, 狮虎王挽留道。 楚汉风则微微摆摆手, 笑道, 不敢再讨扰狮虎兄了, 我们已经有住处了。 行吧, 那我也就不挽留了。 欢迎楚老弟经常来做客, 狮虎王笑道。 问道, 这人与你打太极, 也不说明来历, 他绝对不是平白无故来咱们狮虎城的。 黄师爷回道, 我觉得咱们之间没冲突, 也没必要去骄傲。 按兵不动, 以不变应万变。 那就派人去监视, 狮虎王点了点头。 从府邸出来后, 楚汉风说道, 你们先回去客栈。 我出去一趟。 你小心点, 免得被跟踪。 萧英雪提醒道。 与萧英雪两人分开后, 楚汉风回到了城池内, 之前去的那间茅草屋前。 他这次敲了敲门, 对方看见是楚汉风, 很快便打开了门。 这次除了老者外, 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等候多时了。 见过堂主, 楚汉风进去时, 众人连忙问候道。 张栋, 楚汉风看像站在最前方的男子。 比起之前见面, 张栋似乎沧桑了许多, 好像整个人特别的疲倦, 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楚汉风问道, 你是不知道, 这狮虎城的狮虎王十分的极端, 咱们的教仲很多都被抓了。 我这不是也忙吗? 张栋苦笑道, 我倒是羡慕红, 他在孤郎城, 在你的庇护下, 什么都不用害怕。 大家都辛苦了, 到时候, 我有机会见见人神教的高层, 给你们多弄些资源。 楚汉风笑道, 堂主找我有什么事吗? 张栋猜测道, 是因为小白吗? 他全名叫什么? 楚汉风点点头, 他没有名字, 听说他是孤儿, 我见他的时候, 觉得资质不错。 而且, 当时他刚刚成为御妖师, 我就带回来了。 小白这个名字, 还是我起的, 张栋笑道, 那你知不知道, 我刚刚来狮虎城时, 就被一个拥有掌中傀儡的人袭击了。 楚汉风说道, 这怎么可能, 小白怎么会攻击人族, 张栋微微皱眉, 那你知道, 还有其他人拥有掌中傀儡吗? 楚汉风问道, 掌中傀儡这种罕见的特殊妖兽, 怎么可能轻易会有第二个人拥有? 张栋说道, 你见到小白了, 只是见到了木偶娃娃, 楚汉风摇了摇头, 你能不能把他找出来? 我派他去执行任务了, 只怕一时半会也联系不到啊。 张栋着急地解释道, 狮虎王在这周边不折城池, 任何的生物经过都会被检测出来, 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御妖师。 所以, 那阵法我们必须破坏掉。 张栋的话也情有可原, 要知道这城池的人都是凡人, 哪有资格契约妖宠? 这阵法一出来, 对人神教的校众打击不可谓不大。 我在狮虎城待不了多久, 若是没什么事, 恐怕明天就会离开。 楚汉风说道, 我要去一趟风域, 如果那掌中傀儡真对我有恶意, 一定还会再袭击的。 到时候, 看能不能把他找出来。 张栋点点头, 围巾之计也只能如此了。 那你小心点, 从茅草屋出来, 楚汉风也没什么收获, 便回到了客栈中。 萧英雪与齐少风两人自然无心睡眠, 简单跟两人聊了一会, 楚汉风便回到房间了。 他顺手也把今天的千道给做了。 千道狮虎城获得妖宠神通狮虎神拳。 这狮虎神拳既然是妖宠神通, 楚汉风自然让啸天给修炼了。 他休息到半夜, 突然一声爆炸将他从睡梦中惊醒。 轰隆隆的爆炸声在远处响起。 楚汉风从床上站起身, 连忙朝窗户外看去。 只见在狮虎王居住的府邸, 爆炸声就是来自于那里。 上空有浓烟滚滚, 无数箭柱倒塌。 狮虎的怒吼声弥漫整个天地。 怎么回事? 他走出房间, 萧英雪两人也从各自的房间出来。 快去看看, 发生什么事了? 三人的速度极快, 当他们来到府邸门口时, 只见半个府邸已经倒塌。 其中死伤的小妖更是多达几十只, 尸体躺在地上抽搐着。 而四周已经被其他小妖给包围了。 在黄师爷的陪同下, 狮虎王脸色发黑地站在门口处。 狮虎兄, 发生什么事了? 楚汉风上前问道。 楚老弟, 狮虎王声音阴沉地说道。 那几个人类跑了? 周天与他们。 楚汉风差一道。 没错, 他们身上有妖气, 而且是一次性妖气。 我的手下没防备,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狮虎王怒吼一声, 若是再让本王抓到他们, 一定碎尸万段。 逃了就逃了吧, 这新妖界如此之大, 人类本来就很难生存的。 咱们通知妖兽十六成, 下达通缉令, 看他们怎么办。 楚汉风说道。 没错, 我现在就联系妖兽十六成, 通缉这些人, 狮虎王连忙点点头。 到时候, 还需要楚老弟的孤狼城配合。 和狮虎王简单聊了一会, 楚汉风便回到了客栈内。 刚刚一走入房间, 他便微微皱眉。 有人来过。 客栈内, 只听砰的一声。 房门突然被关闭, 脚下的地面也开始抖动起来。 何必藏头藏尾, 装神弄鬼的。 直接出来吧, 楚汉风冷哼道。 下一刻, 三道进风从四周朝他杀来。 楚汉风也不客气。 逆龙七步驶出, 龙音声在耳边响起。 他整个人直接游离而出。 似是一条腾飞的神龙般, 直接躲开了这些攻击。 无上雷。 在他原本站立的地方, 一团巨大的雷霆爆炸开。 与此同时, 三名木偶娃娃的身躯被炸飞了出去。 又是掌中傀儡, 楚汉风微微皱眉。 目光环绕四周。 别找了, 房门口, 一道轻笑声响起。 只见一名青年缓缓走了进来。 皎洁的月光从窗户照耀而下。 对方的面容也从阴影中一点点显现而出。 是你? 楚汉风皱眉说道。 惊喜吗? 那青年笑道。 他坐到旁边的桌子上, 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这青年穿着一件黑袍, 脸庞有些瘦弱, 似乎是重病的暗黄色。 不过楚汉风却认识对方。 他当初第一次来新妖界的孤狼城时, 这青年曾经想拜他为师, 结果被他给拒绝了。 因为当时他觉得自己迟早要离开新妖界, 而且实力也不强, 根本没有收徒的打算。 我们之间似乎没什么恩怨吧? 楚汉风说道。 他也没想到, 仅仅是一段时间不见, 对方就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拥有掌中傀儡的御妖师。 难道是之前拜师被拒, 恼羞成怒了? 我就是想试试你有多强? 青年笑道。 现在看来不过如此吗? 你就是张栋说的小白。 楚汉风问道。 你认识我? 听到楚汉风一口喊出自己的名字, 青年诧异地问道你还认识张栋大哥。 看来你不知道我的身份啊。 楚汉风笑道。 我有必要知道吗? 青年小白冷哼了一声。 你既然加入了人神教, 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 楚汉风笑道。 自我介绍一下, 比人不才, 害字堂的堂主楚汉风。 你就是我们堂主。 小白有些不可置信。 你攻击我, 就是为了试探我的实力。 楚汉风点点头, 说道。 没错, 小白将脑袋偏过去。 随即回道。 既然你是堂主, 要杀药寡随你便。 这件事与张栋大哥没关系。 我记得你之前想拜我为师时, 还只是一个普通人。 怎么突然间得到的掌中傀儡呢?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这是秘密, 我不会告诉你的。 小白回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这样吧。 你如果能从这家客栈平安出去, 我就原谅你。 楚汉风笑道。 此话当真。 小白眼前一亮, 问道。 对于拥有掌中傀儡的他来说, 从别人手里逃脱, 楚汉风问道。 随你处置, 我绝无怨言。 小白说道。 楚汉风点点头, 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你有十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足以, 小白自信回道。 他先是观察了四周的情况, 然后一伸手, 四只木偶娃娃凭空出现。 这四周, 木偶娃娃朝四周分散逃离。 有两只是朝楼下跑的, 而另外两只则从左边两边的窗户跳了下去。 掌中傀儡与木偶娃娃本身一体。 听说他随意可以与木偶娃娃互换身躯。 楚汉风笑道。 也不知是真是假呢? 你试试就知道了。 小白说道。 楚汉风看了看那四只逃出去的木偶娃娃, 微微打了一个响指。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传来。 四只木偶娃娃全身被火焰给笼罩, 直接燃烧了起来。 而在客栈外, 笑天就虎视眈眈地站在那里, 阻止着任何想要出来的木偶娃娃。 你继续。 楚汉风笑道。 小白周身开始有妖气笼罩, 只见一只像是不导翁的生物出现在他身侧。 这生物的浑身缠满了黑色的线条。 密密麻麻, 让密集恐惧症不忍直视。 不导翁的眼睛似乎喷着火焰。 脸型是不规则的。 掌中傀儡吗? 楚汉风问道。 那掌中傀儡身上无数的黑线开始动了起来。 每一根黑线都代表着一个木偶娃娃。 刹那之间, 竟然有几十只木偶娃娃出现。 其中有一部分冲向楚汉风, 另一部分继续朝外界逃去。 可惜你只有后天静, 若不然还能一站。 楚汉风说道。 他随手挤到大碑碎空掌落下, 便是几个木偶娃娃破碎。 这些围着他的木偶娃娃, 几乎没有一个是他的义和之敌。 九阳踏天, 客栈的外界笑天一声怒吼, 地狱之火在周身熊熊燃烧而起。 深邃的火焰仿佛要吞噬虚空。 九颗太阳的轮廓迸发而出, 将所有冲出去的木偶娃娃都燃烧其中。 其实, 火本就是克制木的。 熊熊火焰差点将整个客栈都给燃烧了。 所有的木偶娃娃没有一个能跑的。 你若是距离几十里外操控木偶娃娃, 我还真拿你没办法。 楚汉风笑道。 但你在我面前就犹如蚂蚱般怎么跳。 小白冷哼了一声。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是不是忘了我还有第二个妖虫。 他的话音落下, 整个人连同自己的妖虫掌中傀儡, 全部化作一股浓烟, 消失不见。 啄气兽。 楚汉风轻笑了一声。 他抬头看向窗外, 右手一伸。 一盘散发着妖气的绳子出现在他手掌心。 捆妖绳, 他直接将气扔了出去。 捆妖绳在虚空中打了一个转, 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直接朝虚空飞奔而去。 原本空无一物的虚空, 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捆绑住。 一声声妖兽的怒吼传来。 下一刻, 只听砰的一声, 捆妖绳绳绑着一只体型瘦小的妖兽 落在楚汉风面前。 这妖兽只有一米左右, 他的全身就仿佛一个大泡泡板。 更像是王者里面的梦奇。 通体幽蓝色, 没有腿和脚, 一直在地面漂浮着。 此刻被捆妖绳绳绑着, 动弹不得。 而没有了灼气兽, 小白的身影自然现形, 出现在一旁。 怎么? 认输吗? 楚汉风笑道。 小白鸣嘴有些倔强。 十分钟时间快到了, 楚汉风又说道。 行吧, 我收回我之前的话, 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强。 小白说道。 不过这次是我大意了, 要不是我主动送上门来, 你是找不到我的。 行了, 你既然加入人神教了, 我也懒得跟你计较了。 替我做一件事, 楚汉风说道。 愿赌服说, 什么事? 你说吧, 小白回道。 去一趟雷狱, 给我挥制一份雷狱的地图。 为期半个月, 楚汉风说道。 我只怕没有那么多时间, 小白微微皱眉。 张栋大哥给我布置的任务, 是让我去破坏阵法。 那你能破坏吗? 楚汉风问道。 不行, 那里防备森严, 我的木偶娃娃靠近那里, 都会被摧毁。 我还在找机会, 小白摇了摇头, 那就把这个任务暂且放下, 等我离开前, 肯定会解决掉狮虎王的。 楚汉风说道。 行吧, 你是堂主, 你说了算, 小白只能点点头。 对了, 你有没有看到几个人类, 今夜从狮虎城逃出去的? 楚汉风又问道。 他们朝南边去了, 从那里跨过凌阳城, 就是风域了。 小白解释道。 行了, 你去跟张栋他们说一声, 到时候就尽快出发吧。 楚汉风点点头。 与小白分开以后, 第二天天色也渐渐亮了起来。 楚汉风与萧英雪他们聚集好, 便准备离开狮虎城, 他没有跟狮虎王道别, 毕竟关系也就那样。 咱们要去风域, 应该会路过凌阳城。 邵风, 你开始绘制地图。 楚汉风说道。 没问题。 齐少风兴奋地点点头。 三人出了狮虎城, 一路朝南边行。 有人在跟踪我们, 走了没多久。 楚汉风微微皱眉, 说道。 谁啊? 齐少风两人皆是一惊。 别回头, 楚汉风摇了摇头。 三人静止朝前方走着, 终于, 当三人来到了一处凹地时, 身后跟着的存在似乎已经按耐不住了。 一只体形中等的蝎尾狮从头顶一跃而起, 率先朝萧英雪扑了过去。 那狮子不单单是双爪锋利, 背后还有一条如蝎子般的尾巴。 无极顿, 萧英雪转过身, 回头双手交叉, 挡在前方。 这是他学习的妖际之一。 土黄色的妖气汇聚在他的两条胳膊间, 顿时形成了一面圆盘。 蝎尾狮扑过来后, 撞在土黄色的圆盘上。 萧英雪微微朝后退了几步, 而那些尾狮也同样倒退了出去。 谁? 齐少风大喝一声。 风雪虎与谷雪雪原站在他的两侧。 而萧英雪死死地盯着后方的位置, 只见十几人缓缓走了过来。 这几人穿的是粗布麻衫, 就跟普通的老百姓没什么区别。 恐怕平时走在大街上, 你都不会回头去看平平无奇那一站。 领头的人倒是有些特色, 脸色有一道疤痕。 他身材魁梧, 而且脸旁一圈的胡子很茂密, 看上去十分地有特色。 几位是什么人? 楚汉风上前一步, 问道, 你不必知道, 那刀疤男子冷笑道, 现在想活命, 听我的, 女人留下, 拦得把身上的财物全部留下, 然后滚蛋。 你们是妖兽这边的, 还是人神教的? 楚汉风问道, 因为在他的认知中, 这新妖界最大的两个势力, 应该就是妖兽和人神教了。 可惜他错估了, 这个世界还有一些苦苦挣扎的小势力。 老子什么都不是, 我只靠我自己, 刀疤男子, 手里拿着一把连环大砍刀, 强大的妖气从周身散发出, 看得出, 他乃是一名心俏镜的御妖师。 在他的身后, 四只妖宠一次站立。 这四只妖宠分别是暗黑魔狼, 冥界鬼狼, 金刚巨狼以及灯火兽。 暗黑魔狼强大的, 乃是他的攻击力。 冥界鬼狼突出的, 则是一个狡诈, 走的就是鬼道。 而金刚巨狼则是防御妖宠。 至于最后的灯火兽, 他表面看上去跟灯笼一样, 同体是幽蓝色的。 尤其是在黑暗中, 就仿佛一座灯塔般, 这是辅助系妖宠。 看得出, 即使在这新妖界, 人类如此寸步难行的情况下, 这刀疤男子的妖宠依旧很不错。 这十几人中, 他的实力是最强的。 其他人除了寥寥几个先天御妖师外, 就全部是一些小杂兵了。 你看上去很自信, 觉得自己能打过门。 楚汉风问道, 除非你是神藏御妖师, 否则本王还没有过败计。 刀疤男大笑道, 看来今天难免要有些嗜血了。 楚汉风舔了舔下巴, 冷笑道, 你能自保吧? 他看向其少风, 说道, 楚汉风倒是不担心消音血, 因为对方跟自己一样, 都是心翘进的御妖师。 放心吧, 不会拖你们后腿的。 其少风重重地点了点头, 小的们, 这里距离狮虎城不远, 未免有人通风报信, 咱们速战速决, 刀疤男子大喊道, 平日里, 那些人类都被关押在城池中。 想打劫一个人类, 可是不容易啊。 这十几人全部在大笑着, 有人还狼嚎鬼叫着, 看得出他们很放松。 美猴王, 那就试试你的战力吧。 楚汉风说道, 他一挥手, 只见一只体型巨大, 毛发金灿灿的巨猿从天而降, 手里拿着一根通天金棒, 但凡棍棒所到之处, 虚空都在砰砰砰地炸裂着, 巨猿的大吼声响彻整个虚空。 站, 楚汉风大喝道, 美猴王一跃而起, 庞大的身躯跳起来有百米高, 就由其一颗导弹落地。 只听轰的一声, 金色大棒犹如天庭之柱, 破碎一切落下石。 那只金刚巨狼想要躲闪, 竟然在这大棒下, 直接被一击给砸成肉饼了。 一只妖宠瞬间死亡, 那刀疤男子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目吼道, 给我撕碎他。 除了他的三只妖宠外, 其他手下的十几只妖宠也全部杀了过来。 萧英雪两人正严阵一带, 谁知楚汉风白白手, 大笑, 让我来, 刚好骨头有些痒了, 让我练练手, 以免生锈了。 他双拳紧握, 拳头砰砰响, 强大的御妖师是可以直面与妖兽战斗的。 楚汉风如今变想试一试, 他将天地原体打开, 源源不断的妖气如同风暴般, 在体内汇聚着。 四条腰脉中, 妖气奔腾如长河, 他的左手是大背碎空掌, 右手紧握大荒天兵数眼化的匕首。 这匕首不是握在手心的, 而是如拳套般, 待在他的拳头处, 犹如从手被长出来的道刺。 楚汉风脚下逆龙七步驶出, 整个人就如同一条腾飞的神龙般, 在无数妖兽之间穿梭着。 这天魔之主给他的步伐, 还别说是真的好用。 遇见稍微弱的妖兽, 他就是一掌大背碎空落下。 若是强大的妖兽, 楚汉风就用匕首割断气喉咙。 没过多久, 楚汉风的全身就已经鲜血淋漓, 大部分都是妖宠的, 也有少部分是他自己的。 只见他穿着粗气, 大笑道, 痛快,痛快。 在他的身后, 是好几只妖宠的尸体。 灯火兽, 启明之灯, 刀疤男子也有些脸庞变色。 只见那虚空中的灯火兽, 顿时爆发出蔚蓝色的光芒。 那些被他光芒笼罩的妖兽, 一个个气势大增, 甚至有些未不惧死。 可以增加士气的妖宠, 倒是挺罕见的, 楚汉风自语道。 所谓灯火, 其实就是那黑暗中的灯塔, 在每一艘船, 每个人绝望时, 指引他们归来的希望。 这便是灯塔存在的价值。 此刻, 所有妖宠的气势, 隐隐连接在一起, 颇有些毁天灭地的感觉。 他们, 犯着星红的双眸, 几乎是以毁灭的姿态, 朝楚汉风冲锋而来。 巨沙强袭, 楚汉风冷喝一声。 巨沙强袭掠过大地深处。 水花四溅, 这众多妖兽冲锋的路上, 龙威浩浩荡荡, 逆龙七步使用到极限, 一条真的龙影盘旋在周身。 几乎所有人都被这龙威给震撼。 楚汉风冲进妖兽群中, 一拳一脚尖, 这些妖宠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 给我攻击, 快拦住他。 刀疤男子在大喊着指挥。 看得出他已经有些胆怯了。 他的暗黑魔狼, 汗不惧死地朝楚汉风冲了过来。 楚汉风也不客气, 无上雷在掌心凝聚着。 强大的雷霆闪着紫色的电弧, 轰隆隆的雷暴, 直接正面炸裂开。 那暗黑魔狼顿时皮肉绽开, 朝远处倒飞了出去。 还没等楚汉风停息, 冥界鬼狼的身影已经不知不觉间出现在他身后。 这冥界鬼狼攻击力不算强, 但走的就是一个鬼道。 他周身缠绕着冥界的暗黑妖气, 张开血盆大口, 朝楚汉风的脖子咬去, 想要将他的头颅给咬断开。 等你多时了, 楚汉风冷哼一声。 无尽束缚。 他的双手变得如同狼爪般, 一股强大的力量传来。 只见他双爪快速掠过冥界鬼狼的头顶, 直接压制住了对方。 等到压制效果结束, 他直接捏住了冥界鬼狼的脖子, 用力一捏, 对方顿时原地去世。 这些妖宠看上去不堪一击, 只是几分钟的时间便已经全部死得死, 或者重伤倒在地上。 而这一切的始作勇者楚汉风, 此刻就如同魔神将士般, 全身鲜血淋漓, 目光嗜血地可怕, 因为刚刚战斗的时候, 一直动用了普摩古术的力量。 所以, 他此刻只有吞噬一切, 毁灭一切的念头。 他看着刀疤男子这群人一步步走了过去。 刀疤男子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不禁后退几步, 然后拉起旁边的几名手下, 挡在自己的面前。 大吼道, 给我挡住他, 挡住他。 这些手下倒也称职, 全部杀向楚汉风。 不过结果也可想而知, 他们的妖宠都奈何不了楚汉风, 已经化作一句句的尸体消散。 更何况他们自己呢? 楚汉风的双掌间, 一条条蒲魔古树的树根弥漫了出来。 这些树根有近百条, 如同狂魔乱舞般张牙舞爪的在楚汉风四周。 你既然想吞噬, 那便让你吞噬个够。 楚汉风喝道, 看着朝自己杀来到这群人, 他身上的蒲魔树根全部飞去。 有的缠绕着这些人的脖子, 有的直接刺入他们的体内。 疯狂又贪婪地吸收着血液, 蒲魔古树本就是魔术, 十大古树中最残忍也是最嗜血的古树。 自从被楚汉风收服进入体内后, 虽然楚汉风能借助对方的力量吞噬其他人的攻击, 从而做到同界无敌的程度, 但蒲魔古树何其强大。 曾经一夜之间, 可是毁灭了整个天玄帝国。 楚汉风却无法真正使用对方的力量。 所以,楚汉风倒也想与着蒲魔古树谈谈。 而这些人就是他准备的食物。 应该算是诚意吧? 只见这些人的血液被吸干, 妖气也全部被吞噬。 五脏六腑更是被吃得干干净净。 看得出蒲魔古树已经很饿了。 楚汉风没有一丝的同情或者恻隐之心, 当这些人对自己出手时, 不管他们有什么苦衷, 都必须死。 直到所有人都死亡后, 楚汉风才将目光看向他最后一人, 刀疤男子。 想过怎么死吗? 楚汉风问道,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刀疤男子大吼道。 他的情绪似乎有些崩溃, 直到最后, 竟然给楚汉风跪下了。 不过这刀疤男子的右手, 很隐蔽地藏在长袍的袖子中。 正在这时, 看着楚汉风一步步走近。 刀疤男子猛然站起身, 额头青筋抱起, 大吼道。 你去死吧。 他的袖口处, 竟然藏着一把小巧的黑紫色长弩。 这可不是普通的长弩。 上面弥漫着妖气, 看得出是一件妖气。 而且当长弩瞄准时, 楚汉风的额头下意识竟然有些刺痛。 嗖的一声, 长弩瞬间飞了过来, 化作一道流光, 刺破整个虚空。 小心, 萧英雪在旁边, 直接将楚汉风推了出去。 那长弩改变方向, 扑的一声, 直接没入萧英雪的手臂中, 将他整条胳膊都穿透。 足以看出这长弩有多强大。 该死, 楚汉风冷喝了一声。 身后的雷翅张开, 身影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出现在刀疤男子的面前。 手中的匕首快速无比, 将刀疤男子手持长弩的那条胳膊都给斩断。 手中捆腰绳出现将对方给捆绑的结结实实。 他这才查看萧英雪的伤势。 刚刚被长弩刺伤不到十几秒钟, 萧英雪竟然嘴唇发紫, 整个人已经没有了意识。 是剧毒, 齐少峰愤怒地说道。 踏马的。 他走上前, 朝着刀疤男子狠狠地踢了几脚, 大喝道。 快说, 你究竟做了什么? 你们就不了他的, 临死前能有这么个美人陪葬, 倒也算值了。 刀疤男子有些变态地大笑道。 随即目光很辣, 看向楚汉风, 说道。 不过就是可惜, 本该连你一起杀了的。 你不说是吧, 楚汉风缓缓拿起手中的匕首。 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就死了的。 我会把你身上的皮全包下来, 全部放在太阳下暴晒, 再让蚂蚁一点点去啃食, 最后一块块剁成碎肉。 你是恶魔, 有本事就给我一个痛快。 刀疤男子大吼道, 死亡对你来说, 是做仁慈的方法。 可对我而言,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才应该是你的归宿。 楚汉风说道, 他微微蹲下身子, 用匕首开始一点点包皮。 不要, 不要, 我告诉你, 刀疤男子大喊道, 我这长弩乃是毒胶弩, 它是一体的妖气, 这种妖气都是一次性的, 只能发射一根弩。 这弩中蕴含着毒胶的妖魂, 你朋友是被毒胶的妖魂附体了, 只要杀死妖魂, 就可以救他。 怎么杀死妖魂? 楚汉风又问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 刀疤男子弱弱地回道, 感受到身上传来的刺痛, 已经有鲜血一出, 他连忙大喊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妖魂乃是御妖师最奇特的地方, 我从未接触过妖魂, 又怎么可能懂这方面呢? 看得出, 他似乎并没有说谎。 楚汉风也知道, 像妖魂这种东西, 应该是神脏镜才会接触的, 等到天府镜后, 才能发扬光大使用的。 咱们去林阳城, 他看向齐少风, 说道, 那这狗东西怎么处准? 齐少风看了看刀疤男子, 问道, 几位放了我吧, 我绝对改邪归正, 刀疤男子求饶道。 但楚汉风根本不可能放过他, 手中的匕首直接掠过, 他的脖子顿时出现一道血线, 鲜血仿佛喷泉般, 直接喷了出来。 不过楚汉风下手也知道轻重, 他这么做, 不会让刀疤男子瞬间就死亡。 而且鲜血直流, 一点点去等待死亡来临的感觉, 最终会失血过多, 呼吸不上来而死。 楚汉风抱起消音血, 两人飞奔向林阳城, 看着楚汉风两人离去的背影, 这四周偏僻无人, 刀疤男子在挣扎着。 救, 救我! 他双眸已经没有了对焦点, 想呼喊,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死亡。 其实像他这种人, 一生都是可悲的, 生在这种妖族主宰的世界, 从小被当奴隶般对待着, 直到后来, 他们脱离了妖兽的首掌心, 来到外面当了孤魂野鬼, 开始自立门户。 他们其实与人神教很像, 但是做事方式却是两个极端。 人神教之所以能成功, 并且与妖兽对抗。 那是因为他们懂得联合人族, 最终变得越来越强。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而刀疤男子他们呢, 不但不联合人族, 反而干起了这拦路打劫的勾当。 其实他们的命运, 早已经就被注定了。 凌阳城距离算是不远不近那种。 楚汉风将笑天召唤起来, 一路狂奔。 终于, 在天黑之前, 他来到了凌阳城的城门前, 与狮虎城很相似。 这凌阳城从远处看, 就犹如一只朝前奔跑的凌阳般。 城池的总体色调买是白色。 与狮虎城不同, 这凌阳城一眼可见的繁华。 甚至城门前, 都有人族来来往往, 而且整个城门, 竟然没有士兵镇守。 三人形色匆匆地进入城池内, 也无心观看别的, 直接找了一个路人打听城主府的位置。 跟狮虎王的府邸那种奢靡不同。 这凌阳府显得很平常, 就是一座普通的府邸。 门口站着两名长着羊角的女子。 站住, 凌阳坐下的府邸不可随意进入。 快快退去, 羊角女子说道。 我是孤狼城的城主, 楚汉风直接取出自己的城主令牌。 回道。 你去通报一下, 就说我来拜会凌阳坐下。 原来是孤狼城主, 看着羊角女子离去的背影, 楚汉风看了看怀里的萧英雪。 她的体温已经越来越冰冷了。 这中途, 楚汉风开启了命运之谋。 其实大概情况, 她已经了解了。 中毒状态, 妖魂受损。 鬼死毒蛟的妖魂 与本体的妖魂在对峙着。 救治方案。 强者出手, 杀死鬼死毒蛟的妖魂。 或者利用解毒之物, 驱散鬼死毒蛟。 第一种方法, 楚汉风肯定是不可能的。 至于解毒之物, 她又没有。 所以她只能来到这羚羊城, 希望能找到救治的灵妖吧。 在府邸门口等了没多久, 便见那羊角女子 带着另一名女子走了出来。 这同样是一名长着羊角的女子。 只是她的气质 与其他人完全不同, 她的羊角是白色的。 就与那一头如雪般的白发 一模一样。 乳白色的羊角 有着淡淡的光韵。 女子身穿一件 略带半透明的丝绸长衫, 里面则是一件粉色的锦绣。 脚下的长裙 如同莲花般, 徐徐散开。 女子给人的感觉 属于那种温婉, 田径类型的。 这位便是孤郎城的城主。 女子走过来后, 轻笑道。 羊羊坐下。 楚汉风点点头。 我叫楚汉风。 原来是楚城主。 女子羊羊坐下笑道。 楚城主的威名 可是传遍 我们整个妖兽十六成了。 羊羊坐下就别抬救我了。 这次来 是有事想请你帮忙。 楚汉风说道。 楚城主先进来府邸吧。 咱们边走边说, 羊羊坐下点点头。 他对楚汉风倒是没有恶意。 不过也没多少亲近, 似乎总是保持着一点点的距离。 楚汉风知道, 毕竟两人这才刚刚认识, 就直接过来找人帮忙。 要不是看在自己孤郎城主的身份, 恐怕直接会被赶出去吧。 其实我也不想麻烦羊羊坐下。 但我有个朋友身重剧毒, 姓名危在旦夕, 我也是没办法了。 楚汉风说道。 是这位姑娘吧。 羊羊坐下早就将目光 放在了萧英雪的身上。 还没有查看, 仅仅是看了一眼, 便说道。 好霸道的毒, 只怕这不简单啊。 是鬼死毒蛟的妖魂附身, 我必须杀死这妖魂。 不知羊羊坐下这边, 可有解药。 楚汉风问道。 当然, 条件你开, 不可能让你白白救治的。 楚城主既然开口了, 我自然全力以赴。 让我先看看他的伤势吧。 羊羊坐下点点头, 他找了一处安静的房间。 楚汉风小心翼翼地 将萧英雪放在床上。 这羊羊坐下 似乎懂些医术。 只见他双手一点点的 妖气汇聚, 先是在萧英雪的体内 查探了一番。 最终松了一口气。 只见他从身上的瓶子中 取出一枚白色的丹药, 直接喂入萧英雪的体内。 丹药入口, 瞬间便有了反应。 萧英雪咳嗽了几声, 一口黑色的鲜血吐出。 不过, 瞬间又进入了昏迷的状态。 怎么样了? 楚汉风问道。 我刚刚查探了他的妖魂。 与鬼死毒骄 已经僵持在一起, 若是轻易出手 只怕会同归于尽。 羊羊坐下摇了摇头, 回道。 不过, 我给他吃了解毒弹, 应该可以短暂地压制住毒性, 保他五天的时间。 你直接告诉我, 怎么才能救他便行了? 楚汉风说道, 想要杀死鬼死毒骄, 你必须保住这位姑娘的妖魂才行。 羊羊坐下沉吟少许。 最终说道, 距离我们羊羊城五公里外, 就是风狱了。 我知道在风狱中, 有一种很特殊的妖兽, 名字叫再生兽。 这种妖兽通常只有两条命, 他们死亡后, 可以借助妖魂上演一出金蛇脱鞘, 再次重生。 你若是能找到再生兽的妖魂, 我倒是有办法救治这位姑娘。 再生兽, 楚汉风低声喃喃了一句, 随即点头, 问道。 那羊羊坐下的条件呢? 我相信, 你也不会白白就别人。 跟痛快人说话, 就是省事。 羊羊坐下笑道。 我需要刚风丹一刻, 此丹药只有风狱的风公子身上有。 风公子, 就是那个四大护法之一。 楚汉风问道。 没错, 风公子平易近人, 你若是去求丹, 说不定还有机会, 羊羊坐下点点头。 那我便去试试吧。 楚汉风点了点头, 他跟羊羊坐下说完之后, 对方便离开了。 之前的解读丹, 可以保住萧英雪五天时间。 按照羊羊坐下的说法, 以萧英雪的境界, 再加上解读丹, 最多可撑五日。 若是五日还不救治, 只怕就必死无疑了。 楚汉风找到了齐少风, 叮嘱道。 我可能要去风狱一趟, 你在这照顾好萧英雪。 我跟你一起去, 齐少风连忙说道。 你不过后天境, 跟我去又有什么用? 楚汉风解释道。 把萧英雪一个人放在这, 我不放心, 你在这里照看好他。 那行吧, 齐少风只能点点头。 楚汉风也不多浪费时间, 他连夜便从林阳城离开, 然后乘坐着啸天朝风狱狂奔而去。 这新妖界的四玉之中, 都是各有各的特色。 就好比这风玉, 这片天地常年都刮着大风。 据说是三天一小风, 五天一大风。 能在这里生存的, 都是风系的妖兽。 至于人类, 能适应这种环境的, 可谓是少之又少。 不过几百年下来, 还是有一些人类在这里建立城池, 归属于风公子的管辖下。 这风公子与其他护法不一样。 他并不压榨人族, 反而是约束妖兽, 不能随意吃人, 奴隶人族。 所以, 在四大狱中, 风玉的人族也算最多的。 哪怕这里环境恶劣, 依旧有无数的人愿意来到这里。 楚汉风赶了一夜的路, 啸天几乎是全速前进。 终于在第二天的早上, 他来到了风玉。 而一直到中午时分, 他才看到了一座人类生活的村庄。 荆棘墨叶村, 村庄前, 巨大的石碑刻着这扭曲的五个大字。 上面已经出现了裂缝, 足以证明这块石碑的古老程度。 这里不见其他植物, 四周只有一些黑色的荆棘可以存活。 楚汉风好不容易看到人类居所, 自然想要进去打听一番。 再加上他一路狂奔, 现在可谓是幼可幼恶。 走进村庄, 刚开始路的两旁都是一些田地, 其中种植着一些农作物。 有小麦、玉米都在茁壮地生长着。 穿过小道, 已经可以看到那一排排的房屋, 上空有鸟鸟吹烟生起。 此刻, 一鸣光着膀子, 全身大汉淋漓的大汉正从旁边走过。 这大汉的背上, 拖着一条铁链。 铁链另一头绑着一块巨石, 他吃力地拖着巨石, 正一点点向前移动着。 这是在锻炼。 他的皮肤是古铜色的, 全身的肌肉高高隆起。 这位大哥, 可否打听一下, 楚汉风走到对方面前, 笑着说道。 我是林阳城的民众, 在这里迷路了。 那大汉看了他一眼, 随即松开背上的铁链, 长呼了一口气。 林阳城是哪里? 我也不知道, 大汉摇了摇头。 说道, 我带你去见村长吧。 村长大人见多诗广, 肯定知道。 麻烦你了, 楚汉风连忙道谢道。 你是御妖师吗? 大汉边走边问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原来是御妖师大人, 诗敬诗敬, 大汉连忙恭敬地鞠了一躬。 我看你能拖起那么大的石块。 难道你不是御妖师? 楚汉风诧异地问道。 我不是。 兰子有些羞愧地回道。 村长说了, 我什么时候能拖着石块, 剑走如飞了, 才有资格成为御妖师。 啊, 你们村成为御妖师这么严格吗? 楚汉风惊诧万分。 若不是御妖师, 以普通人之躯, 能拖着那么大的石块, 剑走如飞。 确实不得了。 恐怕只有一些人类中, 天赋异禀的存在可以做到。 大汉以前肯定也是这样过来的吧? 大汉说道我王朝海绝对不会比任何人弱的。 啊, 楚汉风一愣, 成为御妖师不是打通妖脉, 契约妖宠就可以了吗? 跟着拖着石块, 有什么关系啊? 楚汉风正准备说话, 旁边突然传来咳嗽声。 小海, 你怎么带着陌生人进入村庄?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楚汉风抬头看去, 只见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正站在面前。 这老者像是老瘦星般, 头发还有长长的胡子, 全身白色的。 微微有些驼背, 拄着一根青色的拐杖。 这位就是我们的村长, 王朝海连忙介绍道, 村长, 这位是御妖师大人, 他迷路了, 所以来咱们村长打听林阳城, 你知道吗? 御妖师, 村长原本浑浊的眼睛瞬间睁开, 问道, 他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呀, 我们还没怎么聊呢, 你就过来了, 王朝海笑道。 行了, 那你快去锻炼吧, 老者摆摆手。 我跟他谈谈, 王朝海点点头, 随即跟楚汉风示意, 便离开了。 这里就剩咱们两人了, 阁下跟我实话实说吧, 真的没有恶意, 楚汉风摆摆手, 林阳城是新妖界的门户之地, 你是从那边逃过来的。 村长又问道, 其实像楚汉风这种的, 他见过很多, 在妖兽十六城生活不下去, 都听说风公子仁慈, 便来到这里想定居。 我说的话, 村长信吗? 楚汉风问道, 你不说, 我又如何信? 老者回道, 我是来寻找风公子的, 还有一种叫再生兽的妖兽, 楚汉风直接说道, 他也懒得拐弯抹脚, 毕竟萧英雪危在旦夕, 还等着他回去救治呢。 再生兽我没听过, 不过你要找风公子, 应该去封城。 老者说道, 封城是整个风域的核心, 也是我们风域最庞大的城池, 风公子若是没什么事, 基本上都在那里。 你有没有地图, 可否给我一张? 楚汉风问道, 要他自己去寻路, 确实有迷路的风险。 我简单给你绘制一个草图吧。 老者想了想, 说道, 至于你能否找到, 就看你的运气了。 对了, 也不要乱说, 老者提醒道, 其实以他现在的实力, 完全有资格成为御妖师的, 楚汉风回道。 你为何要骗他呢? 老者给王朝海制定的资格, 是只有拖着那块巨石剑走如飞。 这基本上,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是骗他, 只是善意的谎言, 给他保留希望罢了。 老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你还没吃饭吧, 去我家坐坐吧。 楚汉风倒也没拒绝, 这老者的家在村庄的最东方, 家里的面积还算大。 围墙都是用石头砌成的, 一些房屋也都是泥土建造而成, 属于那种最古老的建筑了。 院落很大, 里面长满了黑色的荆棘, 院落门口摆着一口大锅, 里面做的饭刚好熟了, 是简单的面条, 老者给楚汉风成了一碗。 同为人族, 你应该知道, 咱们的悲哀吧。 从出生便被注定的命运。 村长老者苦笑道, 要成为御妖师, 就必须契约妖宠。 可是我们去哪契约妖宠啊? 在这封狱中, 封公子给了我们一个栖息的地方。 甚至严令妖兽吃人, 不得奴役我们。 我们若是契约妖兽, 就势必要背叛封公子。 在这新妖界与妖兽作对, 只剩下死路一条。 你知道人神教吧? 楚汉风问道。 当然知道, 这新妖界中能稍微与妖兽抗衡的势力。 老者笑道, 你是让我们加入人神教? 小海说, 你是御妖师, 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人神教的一员? 这村长老者看透事情的本质很透彻, 基本上几下就将楚汉风猜得七七八八。 这个重要吗? 楚汉风笑道。 那我问你, 你觉得人神教能推翻妖兽的统治吗? 老者又问道。 楚汉风沉默了起来。 一场战争, 最大的胜负其实要看高端战力的。 对于妖王的实力, 楚汉风内心已经有了猜测。 而人神教这边, 高层其实他并不熟悉, 最多也只知道一个天臣老人。 你说, 当一个匍匐在天地间的蝼蚁, 有什么不好呢? 老者突然说道。 楚汉风沉默了一下, 最终问道。 现在有封公子在, 你们这些楼椅过得舒服。 若是封公子不在了呢? 又换了一个残暴的统治者。 你们到时候只怕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跪得太久了, 就站不起来了。 两人正聊天间, 大地突然颤抖起来。 地面传来震动声, 轰隆隆地仿佛在打雷斑。 怎么回事? 楚汉风问道。 而村长老者则是脸色大变。 村长, 不好了, 抚尸旧, 他们又来袭击了。 老者立刻站起身, 说道。 末夜启动了吗? 已经启动了, 那村民说道。 但这一次, 抚尸旧来势汹汹, 起码有几十只。 我怕, 撑不住啊。 你先去安抚一下村民的情绪, 老者微微点头, 示意自己知道了。 怎么回事? 楚汉风在一旁问道。 看来, 你来得很不巧啊。 老者苦笑道。 是抚尸旧群的袭击。 楚汉风抬头看向北边, 他已经能听到一道道滑破天际, 红亮的尖鸣声了。 那北方的天空, 一道道黑色的影子飞行而来。 他们席卷着一道十分庞大的黑色风暴俯尸旧。 不是说这里的妖兽不攻击人类吗? 楚汉风问道。 俯尸旧严格意义上来说, 不属于我们风域。 他们是从雷域而来的。 因为狩猎的范围特别大, 所以偶尔会经过我们这里。 老者解释道。 楚汉风正准备询问, 这荆棘墨叶村没有预妖师, 如何防备俯尸旧? 突然感觉四周发生了变化。 这偌大的村庄并非是建立在地面上的, 而是建立在几片十分巨大的叶子上。 此刻,当这些叶子卷起, 顿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球, 将整个村庄都保护在里面。 这些叶子是墨黑色的, 就如同泼墨般, 上面布满了黑色的荆棘。 妖兽! 楚汉风看到这一幕, 诧异地说道。 而且是植物系的妖兽, 其实不算是真正的妖兽, 只是墨叶大人临走前留下的残魂罢了。 老者叹息道, 说起来也是我们的运气好。 曾经救助过一根荆棘墨叶树, 后来为了报答我们, 墨叶大人便守护村庄百年时光, 直到他离开后, 依旧放心不下, 留下来自己的残魂。 随着荆棘墨叶包裹着村庄, 这里的人短暂地安全了起来。 不过外界的腐尸旧依旧不愿离开, 徘徊在外面, 远程攻击着叶子, 颇有些不破开不罢休的意思, 整个村庄都人心惶惶。 村长, 吃了你的饭, 就当是报答你们。 楚汉丰放下碗, 笑了笑, 说道, 外面那些腐尸旧, 今天将埋葬在这儿。 不过有句话, 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善意的欺骗, 也是欺骗。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是每个人的选择, 你不应该欺骗的。 看着楚汉丰离去的背影, 村长老者愣在了原地。 他在细细思索楚汉丰说过的话, 哎, 你, 一抬头, 看着楚汉丰已经走到了村子边缘。 村长, 那人怎么这个时候走了? 王朝海赶过来, 着急地回道。 是你把他赶走了吗? 小海, 你好好看看御妖师的战斗, 村长仿佛下定了决心。 说道, 若是完了之后, 还想成为御妖师, 我就告诉你方法。 真的, 我, 我通过你的考核了。 王朝海激动地说道, 通过了, 早就通过了, 村长微微点头。 王朝海睁大双眸, 紧紧地盯着楚汉丰离去的背影。 这荆棘末叶树的包裹很严实, 基本上, 腐尸就是进不来的。 不过毕竟, 这荆棘末叶树乃是残魂, 没有本体在这里, 它能够吸收的力量有限。 楚汉丰也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这里没有别的植物生存, 地面上全部是荆棘了。 这荆棘末叶树需要力量, 所以, 它生长的地方, 除非有比它更强的存在。 否则其他花草树木, 别看数量多, 但其实修为都不是很高。 最强者也不过是先天静。 要不然, 楚汉丰怎么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而且这些腐尸就, 既然是雷狱的生物, 若是太强大的话, 估计封公子也不允许他们兴风作浪。 都是一些小角色, 所以才没有被注意到。 不过, 即使是这种小角色, 依旧让这些手无腹肌之力的人类无能为力。 似乎是感受到了楚汉丰身上强大的威势。 那荆棘墨叶树也产生了灵质。 直接放开一片叶子, 让楚汉丰走了出去。 在他出去的刹那, 头顶盘旋的腐尸也看到了这一幕。 几十只腐尸就全部从虚空中俯冲了过来, 尖锐的鸣叫声隐隐连接在一起, 阵的人耳膜发颤。 楚汉丰看到这一幕, 微微攻下身子, 一双雷斥从背后长出。 他一个踏空而起, 身影快地化作闪电, 连背后的残影都看不清。 那腐尸就群也是瞬间便丢射目标。 不过下一刻, 一声惨叫随之响起。 只见楚汉丰不知何时, 已经飞到了腐尸就群的上方。 直接一脚踩在其中一只腐尸就的身上, 两只手抓住他的翅膀, 硬生生给拽断了。 那腐尸就惨叫着坠落地面。 而剩余的腐尸就看到这一幕, 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是更凶残地朝楚汉丰杀来。 这些腐尸就长相十分的凶狠, 身上的羽毛是黑褐色的, 头顶则光秃秃的。 尤其是那是眼睛, 一看就是穷凶极恶之徒。 他的嘴巴尖锐, 如刀刃, 双爪更是锋利无边, 多么坚硬的东西在他们的双爪下, 都如同豆腐般碎裂。 眼看着腐尸就群杀来, 楚汉丰想要躲闪已经是来不及了。 正在这时, 一声龙吟突然从虚空中响起, 只见一条巨大的黑色尾巴 弥漫着荒谷的气息, 直接从虚空中掠过。 尾巴一扫而光, 几乎是横推了沿途的一切。 腐尸就群如同鸟兽作散, 一瞬间便有十几只腐尸就被横扫了出去。 村长, 龙, 侍龙, 村庄内, 王朝海看着苍穹激动地大喊道。 人生第一次看到真龙, 他感觉全身都泛起了鸡皮疙瘩。 曾几何时, 王朝海也幻想过, 自己能成为神龙的御妖师, 保卫村庄, 行侠仗义。 我看到了, 村长从震惊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点了点头。 他原本以为, 楚汉风只是在妖兽十六成生活不下去了, 便逃到这里来。 如今看来, 一切都与他猜得不符。 当荒谷御龙出现的那一刻, 雷霆在周身暴动着, 整个苍穹都在翻江倒海着。 谁本来就能倒雷电? 所以此刻, 荒谷御龙四周是大海泛滥, 惊雷炸裂, 其中一条条银白色又黑紫色的闪电长龙在穿梭着。 可能是他们也想尝尝龙肉。 至于惧怕, 龙族本就是妖兽界之高种族之一。 像他们这些低等妖族, 本来就会被压制。 哪怕荒谷御龙什么都不做, 都带着一股超然王者的霸道。 腐狮就不断地尖叫着, 似乎是给自己再打气。 一起上马, 别浪费时间了, 楚汉风冷喝道。 他站在荒谷御龙的背上。 身后的雷斥仿佛与荒谷御融为一体般, 远远看去。 只见荒谷御龙咆哮着, 从天而降, 俯冲着强大的身躯。 直接本相狂化, 朝腐狮就冲杀了过去。 此刻, 他就仿佛狼入羊群般, 荒谷御龙的雷霆下, 腐狮就瞬间便被杀得灰飞烟灭。 而腐狮旧的爪子落下荒谷御龙的身躯上, 竟然连他的龙铃都破不开。 几个回合下来, 腐狮就被杀得溃不成军, 他们没有丝毫战意。 直接开始朝四周逃去。 楚汉风自然不可能放他们离开, 荒谷御龙追杀一部分, 而他本人也是雷翅加身, 不断地追杀起来。 一支支的腐狮就从虚空坠落, 他们的尸体散发着恶臭味。 其实楚汉风让他们这种死法, 已经很仁慈了。 这些腐狮就是很残忍的, 他们只喜欢吃腐烂的肉, 一般抓到食物后都是先活生生折磨死, 然后才会啃食。 看着上空落下的腐狮就, 王朝海在地下看得热血沸腾。 村长, 这些畜生死了, 我们村庄再也不怕被袭击了。 小海, 死了腐尸旧, 其实还有其他腰兽的, 村长看得要更透彻一些。 我决定了, 我要成为御妖师, 王朝海坚定地说道。 你想清楚了, 一旦成为御妖师, 就要契约妖兽。 其实, 妖虫与人类是平等的, 但对于妖兽来讲, 那就是奴役, 在咱们新妖界。 你这是与所有妖兽为敌。 村长最后提醒到哪怕是封公子, 也会成为你的敌人。 成为御妖师, 就要真正直面这个世界的残酷了。 可是外面应该有许多御妖师吧? 王朝海听到这话, 又问道。 是有许多, 他们不甘妖兽的统治, 都是反抗者。 村长说道。 我知道, 一个叫人神教的组织, 应该算是咱们新妖界最大的御妖师组织了。 那我要去加入他们。 王朝海说道。 想加入人神教, 你必须成为御妖师才行。 村长说道。 可是我没有妖兽可以契约啊。 王朝海回道。 谁说没有妖兽的, 村长缓缓一开目光, 落在了那荆棘末叶树的身上。 村长, 这不行, 王朝海似乎是明白了村长的意思。 连忙摇头说道。 荆棘末叶树是咱们村子的守护兽。 要是没有了它, 妖兽袭击, 后果不堪设想。 小海, 你听我说。 这荆棘末叶树虽然只是残魂, 但依旧可以契约。 其实你我也懂。 这荆棘末叶树不可能一直守护咱们村庄, 终有一天会被妖兽摧毁。 到时候等待它的, 就是灭亡。 村长叹息道。 而你若是契约了荆棘末叶树, 希望你能带着它越来越强, 最终让它成为完整的荆棘末叶树。 这种结果, 无论对你还是守护兽而言, 都是最好的结果。 话虽然这么说, 可是没有了荆棘末叶树, 咱们村庄怎么办? 王朝海依旧担忧地问道。 放心吧, 这次之后, 我会嵌移村庄。 去往封城的周围, 到时候安全应该无忧, 村长孝道。 他拍了拍王朝海的肩膀。 以后像那男人一样, 玉妖师可从来不是婆婆妈妈的。 王朝海坚定地点点头。 而正在这时, 楚汉丰从不远处走了回来。 村长连忙拉着王朝海, 走到楚汉丰的面前, 先是鞠了一躬。 公子乃真龙将士, 老朽老眼昏花, 如有怠慢, 还请公子恕罪。 行了, 村长, 跟我就别来这套了, 楚汉丰摆摆手。 他知道这村长肯定是有求于自己。 公子不是要去往封城的地图吗? 老朽这就给你绘制。 村长直接说道, 这一次, 他绘制的也不是草图了, 肯定十分的详细。 还要感谢大人出手相助, 替我们村庄杀死俯士旧群。 随手的事情, 绘制完地图我也该离开了。 楚汉丰说道, 公子, 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村长老者有些试探的问道, 怎么, 还要跟我讲条件? 楚汉丰说道, 不敢, 不敢, 村长连忙摇了摇头, 解释道, 老朽是真的没办法了。 小海这孩子, 一直想成为御妖师, 经过公子点拨, 我决定让他契约村里的荆棘墨叶术。 不过即使是御妖师, 像他这种什么都不懂的, 估计也不会有大成就公子是九天的神龙, 不知道需不需要侍从什么的。 小海这孩子, 从小便能够吃苦耐劳, 而且为人老实。 行了, 村长你不必说了, 楚汉丰摆手, 我可以带着他, 推荐他去人神教。 至于让他跟随我, 肯定是不可能的。 楚汉丰终有一天, 要离开新妖界, 下一次,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毕竟他也要去帝都了。 帝都可没有去往新妖界的传送阵, 帝都连接的都是一些新的事件。 能加入人神教,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敢奢求太多, 王朝海跪下来, 朝楚汉丰拜了拜。 公子的大恩, 朝海勇士铭记。 可能在外人看来, 他这种表现和反应有些过激了。 但只有王朝海自己知道, 他承载了整个村庄的希望。 年幼时期, 便想成为御妖师的梦想。 这其中种种都值得他如此激动。 给他契约妖宠, 然后给我绘制地图, 我带他去封城, 楚汉丰吩咐道。 楚汉丰是不想耽误时间, 必须尽快去往封城。 萧英雪还等待他的救治呢? 这村长老者直接拿出一张羊皮地图, 并非是他绘制的。 而是一幅很古老的地图。 绘制地图这种事, 若不是记忆力超群, 普通人是无法详细记住这么多的。 这地图是荆棘末叶术大人当年留下的。 这次我烙印一份, 把原版就交给公子了, 村长郑重地说道。 楚汉丰微微点头, 他明白, 这是老者给他示好, 让自己多多照顾王朝海。 而在另一边, 王朝海契约妖兽的过程很顺利, 他从小就在村庄长大, 几乎是没什么难度的。 荆棘末叶术也十分地认可他。 在荆棘末叶术的加持下, 王朝海盘息而坐, 周身的妖气腾腾。 加上他这些年的锻炼, 可谓是后肌薄发。 竟然轻而易举地打通了第一条妖脉。 这些年不停息的锻炼, 虽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但自身已经被淬炼得跟钢筋铁骨般, 完全能承受妖气洗礼的那种疼痛。 契约了妖兽的王朝海, 连气势都变了许多, 浑身的威势变得更加的浑厚。 不错,不错, 村长老者满意地笑道。 收拾一下就出发吧, 楚汉丰平静地说道。 他看了看这古老的地图, 对于路线绘制得很清楚。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基本上明天傍晚, 他就能来到封城。 离开前, 王朝海跟村庄的村民一一道别, 更是背得大包小包, 压得他肩膀都弯了。 月妖师都有储物用的戒拙, 楚汉丰随手甩了他一个。 他身上的戒拙很多, 基本上没什么用。 王朝海接过戒拙, 收纳物品用。 他似乎第一次接触, 玩得不亦乐乎行了。 做我们笑天吧, 没时间耽误了。 楚汉丰说道。 他直接将笑天召唤出来。 强大的妖气在笑天周身回荡着。 王朝海还是第一次见了荒谷玉龙后, 见到地狱三头犬。 他惊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似乎表现得有些拘谨, 坐在笑天身上, 速度快地画作一道道残艺。 一路风尘仆仆地赶路。 终于, 在第二天傍晚时分, 楚汉丰见到了视线中 那座屹立在风暴中的城池。 这座城池位于风暴中, 如此说并不是夸张。 因为抬头看, 巨大的城池上方 便是无穷无尽的风暴在旋转着。 好似一道龙卷风, 扭去了虚空, 吹动着天地。 不过身在封城的居民 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这座封城居住是可不仅仅是人族, 其中各种各样的妖手居多。 封城, 那城门的上方, 牌匾处写着几个大大的正凯字。 这是一座大城, 它的庞大是一望无尽, 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那种。 连绵不绝的城墙顺着天际线 一直消失在天地尽头。 进去看看, 楚汉丰说道, 王朝海懵懵懂懂地跟在他后面。 对于从小在村庄长大的他来说, 这些古老的城池 都只存在于只言片语的传说中。 他也是第一次接触 村子以外的人类。 你要是不想惹事, 最好不要展露你御妖师的身份。 楚汉丰提醒道, 别看这里生活着许多的人族, 但其实基本全部是凡人。 狱妖师在这个世界 会遭到所有妖兽的攻击, 若是不想死, 就伪装凡人。 我都听你的, 王朝海连忙点点头, 两人走进城池中, 四周是川流不息的人群, 有人族, 也有牛头怪, 风兽, 阴面女妖。 这里人族与妖族和平共处着, 几乎是一片和睦的情形。 呃,不饿。 楚汉丰问道, 呃,不,不饿。 王朝海先是点点头, 随即又快速摇摇头。 行了, 先去吃饭吧, 楚汉丰笑道。 他乃是心窍欲妖师, 其实好几天不吃饭, 都能坚持住。 但是王朝海不行, 他才踏入隐气境。 麻烦你了, 王朝海又是善善一笑。 这封城, 不仅仅是城池的构造, 九楼的建筑物也是特色十足。 楚汉丰来到封月九楼前, 这九楼共有十七层, 算是封城最大的建筑物。 寻常人吃饭, 也都是在前几层。 至于越往上的几层, 要求变越高, 那都是预定的地方。 这里面应该很贵吧? 王朝海弱弱地说道, 其实吃饭哪里都可以吃的。 你跟着吃就行了, 楚汉丰摆摆手。 走进九楼, 伙计很热情地迎了过来。 楚汉丰倒也没有指定的菜, 直接要了几个这里的特色菜。 两人是坐在一楼的靠窗位置, 这一楼许多人的聊天声音, 是可以听见的。 这几天城主卫兵都在搜寻着什么, 咱们可注意些。 我听说, 丰公子是在追捕人神教的余孽, 不过好像已经被跑了。 你们说的都不准确, 我那天亲眼所见, 天色刚刚黑。 卫兵们便追着一名黑袍人 从我家门前路过。 丰公子已经下了重赏, 好像帮忙缉拿人神教的教徒 可以得到很丰厚的奖励。 这酒店的一楼颇为场道, 议论声势纷纷扰扰, 不过其中的一条议论 却引起了楚汉丰的注意。 这九楼啊, 三教九楼的人都有, 是最方便探查情报的地方。 不过信息的真伪, 需要你自己分辨。 楚汉丰说道, 那咱们要去找那人神教的人吗? 王朝海问道, 找他做什么, 他自己都自身难保, 楚汉丰摆摆手。 说道, 吃完饭, 咱们去城主府。 王朝海一番风卷残云式的横扫, 桌上的饭菜瞬间被吃光。 他微微打了一个宝格, 两人走出了酒楼, 本来打听了丰公子的府邸位置。 正准备过去, 谁知半途中突然一阵嘈杂的吵闹声响起, 前面的拦住那黑袍人, 只见一群疯妖从不远处低空飞行而来。 诚然, 妖兽到了神葬境以后才有踏空飞行的能力, 但一些妖兽凭借自身的优势是可以飞行的。 就比如之前的俯师舅, 他们本来就是飞行妖兽。 不过, 疯妖虽然能飞行, 但也是短暂的低空飞行, 而且持续时间不能太久。 楚汉丰抬头看去, 只见疯妖追赶的目标正是一名身穿夜行衣, 身影飞快跳动在各个屋顶上的黑衣人。 不会这要求吧? 王朝海说道。 虽然有时候不相信, 但他就是这要求, 楚汉丰耸耸肩。 你不是想加入人神教吗? 现在救下他, 应该就可以了。 怎么救? 王朝海问道。 我也不是那些疯妖的对手啊。 你那荆棘末叶术的能力是什么? 楚汉丰问道。 受父, 地牢, 治疗, 王朝海回道。 看得出, 这荆棘末叶术也属于很强的妖兽了。 要不然, 他自带的神通绝对没有这么多。 综合来看, 这些都是控制系的技能, 楚汉丰之前也已经猜到了。 他低声说道。 我也没让你明处帮他, 你甚至不需要杀死这些疯妖, 只要帮助他躲过这次追捕就行了。 王朝海也似乎理解了楚汉丰的意思, 随即重重地点了点头,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我拼一次。 前方的街道上, 蜂妖们速度飞快地追逐着。 那黑衣人虽然动作灵敏, 而且借助一些建筑物遮挡着, 但终究只是短暂地逃离。 照这个情形下去, 迟早要被抓到的。 若不是姑奶奶中了你们的埋伏, 你们这些虾兵蟹将也是我的对手。 那黑衣人愤怒地喊道。 不过他的声音听上去似乎是名女子, 而且还有些奶声奶气的蜂妖, 却不理会他。 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自带一个天然的风带。 狂风袭袭, 想要将黑衣女子给收进去。 正在这时, 只见一道漆黑的荆棘从地底蹦出, 直接朝蜂妖们杀去。 蜂妖们先是下意识地躲闪。 随即似乎感受到了荆棘的力量很一般, 直接一手抓住荆棘。 而那泼墨般的荆棘就仿佛寄生虫般, 被抓住的那一刻, 竟然疯狂地生长了起来。 瞬间便缠绕了那蜂妖的全身。 不过蜂妖实力也很强, 直接以绝对的力量将荆棘给撕裂开。 与此同时, 以荆棘墨叶树为中心, 无数的荆棘生长起来。 从地底蔓延, 然后冲天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囚龙。 这黑色囚龙将所有的蜂妖都给笼罩其中。 无数蜂妖在怒吼着。 四周有狂风大作, 刚风阵阵毁灭了一切。 尽管荆棘墨叶树很强, 但王朝海目前的实力最多也就是引气镜。 这是硬实力的不足, 所以根本无法与这群蜂妖抗衡。 你快走。 王朝海从暗处走出来, 看向黑衣女子, 低声喊道。 为什么救我? 黑衣女子问道。 我也是人神教的人。 王朝海说道。 信你一次, 多谢。 黑衣女子微微点头, 她身影飞快便消失在黑暗中。 不过对于黑衣女子来说, 这并不算完。 整个封城都被封锁了。 她现在也只能在城池内躲躲藏藏, 离不开封城, 总会被抓住的。 黑衣女子逃走后, 无尽的粉碎。 地牢粉碎后, 蜂妖目光环视四周, 寻找黑衣女子的身影。 可惜毫无踪迹。 他们开始怒吼起来, 又开始寻找那暗中帮助黑衣女子的人。 要不然, 黑衣女子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地离开。 而王朝海其实早就离开了。 恰巧此时, 楚汉风大摇大摆地从这条街道走过。 这群蜂妖瞬间从天而降, 拦在了楚汉风的面前。 还没等蜂妖们有所动作, 楚汉风已经笑道。 诸位, 带我去见见蜂公子吧。 蜂妖们虽然不能开口说话, 但还是能懂楚汉风的意思。 只见楚汉风拿出自己的城主令牌。 继续说道, 妖兽十六城, 孤狼城的城主。 蜂妖们有些惊异不定, 不过还是有一只蜂妖率先做出了决定。 朝楚汉风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示意他在前面带路。 楚汉风倒也不惧, 大摇大摆地跟在对方身后。 而其他蜂妖则包围在他四周。 若是楚汉风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 只怕会立刻遭到毁灭打击。 蜂公子居住的城主府, 青砖, 青瓦, 青色的围墙上面蕴含着强大的风气。 这座府邸若是在普通人的眼里, 那就是一座普通的府邸。 但若是在御妖师的眼中, 他无时无刻不再散发着强大的威势, 仿佛整座府邸是按照天罡北斗, 乾坤八卦, 以及各个方位都完美布置的。 四周的一切都融合在一起。 能够感受得出来, 府邸的围墙不但散发着风气, 同样是包裹着整座府邸的风气, 让他不能够渗透出来。 蜂妖将楚汉风拦在了府邸门口, 因为他要进去禀报。 进去之前, 还特意将楚汉风的城主令牌给带了进去。 进去之后没过多久, 那些蜂妖便急匆匆地赶了出来。 除了这些蜂妖外, 前面还跟随着一名蝙蝠女妖。 这蝙蝠女妖跟人类没什么区别, 只是他的脸上戴着一张黑色的蝙蝠面具。 身形饱满, 身后还有一双合拢的黑色翅膀。 他走出来, 笑着问道, 这位就是孤郎城的城主吧。 我叫楚汉风, 楚汉风微微点头。 楚城主快快请进, 风公子等候多时了, 蝙蝠女妖笑道。 不知阁下怎么称呼。 楚汉风问道, 我就是风公子身边的侍女, 他们都叫我黑玫瑰大人。 你称呼我黑玫瑰即可。 这有些不合适吧, 楚汉风回道, 不如就叫你玫瑰姐姐吧。 楚城主随意, 怎么顺口便怎么来, 黑玫瑰笑了笑。 冒昧来访, 不知有没有打扰风公子。 楚汉风问道, 他总觉得对方跟自己热情过头了。 自己虽然是城主, 但在四大狱的眼里, 不过是守门的不值一提拔。 没有打扰, 风公子之前还想着, 你新成为城主, 要去送礼祝贺呢? 黑玫瑰笑道。 在黑玫瑰的带领下, 楚汉风进入了府邸的内堂。 这府邸的里面布置很淡雅。 一进入其中, 先是一面湖泊, 横穿了半个府邸。 湖边种植的, 全部是一些风属性的植物。 这里清风徐徐, 能够看到清晰的清风, 从指尖流淌而过。 对于风属性的妖兽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楚汉风抬头看了看, 之前未进入封城时, 他看到了城池上方凝聚的风暴。 此刻,楚汉风才算明白, 这风暴与城竹府底下, 布置的大阵隐隐相互映照着, 也不知谁是谁的起源。 终于, 在黑玫瑰的带领下, 楚汉风来到了一座庭院内。 这庭院中, 种植着一棵十分巨大的圣语树。 树干直冲天际, 通体都是青涩的, 树枝上面不断地发着光。 枝繁叶茂。 楚汉风见到的所有树木中, 除了蒲末古树和大荒天兵树外, 没有任何树能与其比拟。 而在眼前, 这棵大树的底下, 站着一名身穿长白袍的青年。 这青年第一眼便给人一种儒雅的感觉, 仿佛从画作走出的翩翩公子般。 一头黑色长发, 用发际束缚着, 白袍如雪, 一平如洗。 身影修长, 说一句剑眉心目也不为过。 他的嘴角带着淡笑, 腰间挂着一把青剑, 剑鞘上刻着问天二字。 风公子, 楚汉风率先开口, 问到你们聊, 黑玫瑰笑了笑, 随即退出来庭院。 楚城主请坐, 风公子笑了笑, 在旁边的梁亭上坐了下来。 梁亭内的桌子上正放着一幅棋盘, 黑白棋子刚好落定。 贸然打扰风公子, 还请见谅, 毕竟有求余人, 楚汉风还是做足了姿态。 不碍事, 早就听说过楚城主的名号了, 风公子摆摆手。 笑道, 一直想见面, 今日相见, 倒也得长所望。 楚城主会下棋吗? 不怎么会下, 楚汉风摇了摇头, 直入正题, 说道, 实不相瞒, 这次来是有一些事相求。 这种妖兽。 楚汉风问道, 在生寿啊, 风公子思索片刻, 随即点点头, 在风域的大悬窝内, 我曾经见过这种妖兽。 大悬窝, 楚汉风眼前一亮, 有消息了, 他内心也就松了一口气, 便问道, 不知这大悬窝乃是何处? 楚城主有所不知, 我们这新妖界, 曾经发现了一处古遗地。 风公子解释道, 古遗地? 楚汉风诧异地说道, 那又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清楚, 追溯起源, 可能比我们妖族的历史还要悠久。 这大漩涡中, 有强大的风暴席卷, 隔三差五, 就会毁灭一次世界, 清理所有的生物。 所以我们就算想探查, 也无法进入。 风公子解释道, 连妖王也不行吗? 楚汉风诧异地说道, 妖王在他的心目中, 应该是见过最强的存在了。 不行, 妖王大人从此将那里视为禁地, 不允许我们任何生物进入。 风公子摇了摇头, 随即回道, 但在我们以前的几次探查中, 还是发现了一些妖兽, 其中就有着再生兽。 你们怎么知道, 它叫再生兽? 楚汉风问道, 因为在新妖界, 其实是有再生兽的。 只不过再生兽的用处太大了, 曾经遭遇过猎杀, 如今已经濒临灭绝了。 风公子笑道, 所以, 你问我再生兽的下落。 除了大漩涡外, 其实我也不清楚。 我是不是可以怀疑, 你想让我进入大漩涡? 楚汉风笑道, 他自然不会这么轻易相信对方。 我对楚城主没有恶意, 楚城主应该明白, 风公子回道。 行吧, 不过, 我还有一事相求, 楚汉风又说道, 风公子微微仰头, 示意楚汉风继续说, 我想向风公子借一颗钢风丹, 楚汉风笑道, 钢风丹是强化以及变异风系妖兽的, 楚城主有风系妖宠。 楚汉风是御妖师的身份, 自然是瞒不住这些人的。 正是因为, 他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以御妖师的职位担任城主的, 所以, 大家的关注度才特别的高。 虽然说, 妖兽天然对抗御妖师, 但也是要分人的, 既然楚汉风已经得到了妖王的任命, 其他妖兽自然不敢有二心。 我没有风系妖宠, 视为一名朋友求丹的, 楚汉风笑道, 钢风丹可以给你, 不过楚城主应该明白, 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风公子笑道, 我也有一个条件, 楚城主去了大悬窝后, 我需要大悬窝的一颗风筋, 还没等楚汉风发问, 风公子连忙解释道, 风筋是大悬窝的力量基础, 里面一共有金木水火土风雷, 七种晶体, 这七种晶体虽然罕见, 但若是仔细寻找, 还是能找到的。 行, 一言为定, 楚汉风点了点头,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这钢风丹可以先给你, 风公子笑道, 只见他随手一招, 一颗葫芦横穿虚空而来, 带着强大的妖气停在风公子的面前, 他打开葫芦, 从里面取出一颗清韵十足, 古色天香的丹药, 丹药一出来, 便散发着浓郁的丹香, 上面也是一大圈的丹纹, 一看就不是凡品, 这羚羊坐下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楚汉风暗自想道, 这丹药也不知道是极品的, 你就不怕我拿着丹药跑了,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这钢风丹对我而言并不是稀缺之物, 你若是这样做了, 只会让我失望, 风公子淡笑着摇了摇头, 行吧, 你找人带我去大悬窝, 等到了大悬窝, 我自己下去即可, 楚汉风说道, 就让黑玫瑰随你去吧, 他在大悬窝接应你, 风公子想也没想, 便直接答应了, 之后又说道, 你今晚在我这休息一晚, 明天再出发吧, 事态紧急, 我也睡不着, 就今晚出发吧, 楚汉风摆了摆手, 其实萧英雪生死未卜, 他是真的不想耽误时间, 便笑道, 半个时辰后, 我在城门口等候黑玫瑰姐姐, 我先去处理些私事, 好, 风公子含笑答应道, 与风公子约定好后, 楚汉风便离开了这府邸, 这风公子为人还算不错, 起码留给楚汉风的印象不错, 看着楚汉风离开, 黑玫瑰从庭院外走了进来, 此刻, 风公子背对着他, 站在凉亭内, 自顾自地下着围棋, 是自己与自己下着棋, 玫瑰, 你觉得我这一步应该怎么走? 风公子突然问道, 黑玫瑰就静静地站在他身侧, 只要风公子不开口, 他绝对不会妄言, 听到问话, 黑玫瑰仔细观察棋局, 发现这黑白围棋双方特别的古怪, 好像每一步都是活棋, 但是, 无论走哪一步, 彼此都能围着彼此, 就好像两条交错纵横的黑白龙, 一时间他也看不清了, 玫瑰不知, 黑玫瑰摇头, 诚恳地说道, 风公子沉默了一会, 似乎对棋局又没兴趣了, 便站起身, 背负双手, 说道, 你半个时辰后, 陪那楚城主去大悬窝一趟, 是, 黑玫瑰郑重地点点头你就不好奇, 我为何会对那楚城主如此客气, 风公子笑道, 他虽是妖兽十六成的城主之一, 但在我等眼里, 这个职位依旧是不入流, 公子不说, 玫瑰不敢问, 黑玫瑰恭敬地回道, 我呀, 就是喜欢你这什么都不问的性格, 风公子笑了笑, 其实告诉你也无妨, 前段时间, 妖王召集了我们四大护法, 将任命一个人类为城主的事, 告诉了我们, 这人类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黑玫瑰问道, 我不知道, 但妖王只说了一句话, 什么? 如果我们得罪了那人类, 他会带着我们的尸体去赔罪, 此话一出, 黑玫瑰先是看了看风公子的脸色, 发现他不是开玩笑, 这一下是彻底的惊讶了, 因为他是知道的, 四大护法, 那可绝对是妖王最亲密的战相了, 基本上妖王有什么事情, 也都会告诉四大护法, 所以在这新妖界中, 除了妖王以外, 四大护法的身份是最高的, 但能让妖王如此重视, 而且毫不留情地说这话, 可见这人类有多么的重要, 你说的人类就是楚城主, 黑玫瑰猜测道, 没错, 其实这次他不来找我, 我倒是挺想去见见他的, 风公子回道, 我本想看看他有什么特殊之处, 不过可惜, 肉眼不可见, 也看不透他, 所以你让他去大漩涡? 没错, 安排他去大漩涡, 看看他有什么大本事, 风公子笑道, 反正如今, 大漩涡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公子高明, 黑玫瑰笑道, 玫瑰, 你也开始拍马屁了, 风公子摇头失笑, 并非拍马屁, 而是真的佩服公子, 黑玫瑰认真地回道, 行了, 你这次去陪着那楚城主, 等他去了大漩涡后, 你便在后面偷偷跟着他, 把他的所作所为, 都回来禀报我, 风公子吩咐道, 其实他骗楚汉风, 说大漩涡是古一帝, 这一点并没有错, 那里确实有毁灭风暴, 刚开始探查时, 无数妖族都折损其中, 但后来, 妖王出手, 直接平息了那里, 从此以后, 大漩涡已经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不过这个事, 只有妖王和四大护法知道, 其他人别说人类了, 连妖兽也不清楚的, 所以楚汉风也是无从得知的, 从城主府出来, 楚汉风原本淡笑的脸色, 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风公子, 静剑, 天府, 幽冥, 属性, 风, 武器, 狂风血刀, 疾风欲剑, 神通, 龙卷风暴, 以风欲空, 湮灭八荒, 千百丰刃, 这只是关于风公子最简单的一些介绍, 楚汉风的命运之谋反馈下, 他发现这风公子真不简单, 最起码, 比起自己见到的人中, 应该是很强的了, 他有些怀疑, 风公子需要风精的目的了, 但这一切, 还是要等到他自己去往大漩涡才能知道, 离开了城主府后, 楚汉风见到了王朝海, 对方在两人约定的地方等候他多时了, 见到王朝海时, 对方正偷偷摸摸, 贼头贼脑的东张西望, 那模样, 若是不被人当成小偷才怪呢, 你干嘛呢? 楚汉风上前问道, 王朝海吓了一大跳, 看到是楚汉风后方才松了一口气, 解释道, 我怕那些风妖发现我, 你正常点, 那些风妖便不会注意你了, 楚汉风无奈地说道, 这不是第一次干坏事吗? 没经验, 王朝海嘿嘿一笑, 你去找风公子, 谈得怎么样了? 这事你就别管了, 我让你跟踪那黑衣女子有什么收获吗? 楚汉风问道, 我看到他躲进一户人家了, 不过那里面有余妖师, 我的荆棘末叶树发出预警, 我没敢潜入进去, 王朝海说道, 你这荆棘末叶树还算不错, 你要是真进去了, 只怕就见不到我了, 楚汉风回道, 带我去看看吧, 楚公子, 他们真是人神教的吗? 王朝海又问道, 我也不知道, 先见面再说, 楚汉风摇了摇头, 他是害子堂的堂主, 对于妖兽十六成的人, 神教是比较清楚的, 这些都是他的统治范围内, 但人家封城的人神教, 跟他并不熟, 所以, 他也要先见见, 在王朝海的带领下, 楚汉风来到了一处人家的房屋前, 此时天色已经暗了, 这户人家的围墙是砖瓦的, 大门则是木制的, 而且, 里面也没有点灯, 黑漆漆的样子, 楚汉风来到门口, 先是敲了敲大门, 里面无人问津, 我知道里面有人, 若是不开门, 那我就强闯进来了, 楚汉风说道, 人比想象中还要省事, 木门打开后, 里面是一片漆黑, 王朝海有些害怕, 弱弱地问道, 咱们要不要白天再来, 我可没时间耗下去, 楚汉风笑了笑, 率先走进了院子中, 王朝海虽然害怕, 但还是一咬牙, 紧跟了进去, 两人刚刚进去, 原本敞开的木门, 只听咯吱一声, 竟然关闭了, 而黑暗中的庭院内, 竟然隐藏着十几只妖兽, 一窝蜂地扑了过来, 一阵噼里啪啦的炸裂声响起, 熊熊燃烧的地狱之火横扫而过, 庭院中传来了妖兽的惨叫声, 十几只妖兽在啸天的攻击下, 几乎无数是他的义和之敌, 楚汉风直接将一名黑袍人给踩在脚下, 说道, 人神叫的, 那黑衣人强忍着不说话, 楚汉风看了他一眼, 又用命运之谋看了一眼, 随即微微皱眉, 他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下一刻, 以他为中心, 四周竟然不知何时被布折阵法, 而被他踩在脚下的黑衣人, 竟然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替身兽, 替死鬼, 这是命运之谋反馈而来的信息, 对方这是将他引诱到阵法中, 阵法被启动, 强大的力量开始不断地徘徊起来, 不过这布阵人似乎也知道, 阵法的气势不能太强, 否则在这封城内, 很容易就会被发现的, 当阵法的气势稍微停止以后, 表面立刻是雷霆暴动, 封锁了楚汉风所处的空间, 暴雷阵三级阵法, 以最狂暴的雷霆布置而出, 极端阵法被困入阵法之人, 会与阵法一同被毁, 命运之谋看出的信息让楚汉风微微皱眉, 何人布阵, 出来一见, 楚汉风说道, 你又是何人, 闯入这里来, 黑暗中的人不愿露面, 只是传出了声音, 我今日救了一名女子, 看到她进入这里, 便跟着进来了, 楚汉风回道, 胡说八道, 这离哪来的女子, 黑暗中的声音呵斥道, 是真的, 那女子是我救的, 王朝海在旁边大喊道, 怎么是你, 黑暗中传来女子的惊讶声, 楚汉风听得出, 这女子的声音正是今晚的黑衣人, 姑娘, 我救了你, 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 王朝海说道, 黑暗中, 这次有脚步声传来, 终于有身影走了出来, 正是那名黑衣女子, 她虽然还穿着黑衣, 但已经取下了面罩, 看其模样, 竟然不过十四五岁, 长相还很青涩, 留着短发, 微微齐耳, 露出的脖梗雪白色, 我是人神教的呀, 王朝海大喊道, 你声音小点, 黑衣女子又指了指楚汉风, 说道, 那她呢, 也是人神教的吗, 你知道害字堂吗, 楚汉风问道, 我是害字堂的堂主, 开什么玩笑, 你害字堂的堂主不在妖兽十六成, 要我封城做什么, 这一次, 还没轮到黑衣女子说话, 从黑暗中走出一名老者, 这老者似乎就是之前布阵的人, 他年龄已经很大了, 头发花白, 身躯看上去就像残烛的烟火般, 随时都可能消散, 手里拄着一根拐杖, 他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但很明显能感觉到, 他瘦弱的体内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鬼名字, 属性, 死亡, 静剑, 神藏, 开魂, 武器, 鬼谷镰刀, 妖宠, 死命黑龙, 暗黑螳螂, 替死兽, 三伤, 烈荣剑, 看到对方的信息, 楚汉风先是内心一灵, 他早就该想到的, 这封城的人神教, 规模应该很大的, 这其中有神藏的强者,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不过这让楚汉风也很好奇, 为什么之前黑衣女子被追杀, 却没一人敢救他呢?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你是害子堂的堂主? 鬼名字问道, 楚汉风无奈, 只能将自己的堂主令牌取了出来, 谁知老者看到令牌后, 只是阴森一笑, 说道, 我是不是可以怀疑, 这人是有被害妄想症吧, 你可以拿着我的画像, 去妖兽十六城打听啊, 楚汉风回道, 再说, 你认不认识天尘老人, 还是他介绍我进来害子堂呢? 天尘啊, 鬼名字微微了然, 随即绕着楚汉风转了一圈, 又问道, 咱们人神教之间, 若是无事是不可以乱跑的, 你来封城有什么目的? 我有个朋友重伤, 需要再生受的妖魂, 楚汉风说道, 我也是被逼无奈才来这里的, 那他呢? 鬼名字又指了指旁边的王朝海, 他是我在路上的村庄遇到的, 便邀请他加入人神教了, 楚汉风解释道, 你跟踪我, 来这里想做什么? 黑衣女子紧跟着问道, 拜托你们想想, 我要真是坏人, 直接让风公子把你们一锅端了, 至于孤身犯险嘛, 楚汉风说道, 我要去大漩涡寻找再生兽, 来找你们, 就是临走前, 想把他托付给你们, 去了大漩涡, 带着他只会成为累赘, 听到楚汉风的各个解释都比较正常, 这边, 鬼名字与众人简单沟通了一下, 便说道, 我们决定相信你一次, 不过你的身份, 我们还会调查的, 你们拿什么调查, 窝在这封城, 已经自身难保了, 楚汉风内心暗自冷笑道, 不过, 他表面还是笑着点点头, 深正不怕影子嫌, 鬼名字右手一挥, 只见那布置的阵法全部消散开, 雷霆一点点地退去, 阵印全部落在他的手中, 楚汉风也重获自由, 长舒了一口气, 他其实还真怕对方一根筋, 自己怎么解释都不听, 毕竟他已经约好, 晚上要去大漩涡的, 你也别介意, 我们中间之前出现过叛徒, 所以大家都敏感一些, 黑衣女子走上前, 解释道, 我叫雨薇, 楚汉风两人也互相报了名字, 叛徒, 他惊讶地说道, 风公子那边, 你们准备怎么应付, 其实我们人神教, 本来在这封城很安全的, 可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 出卖朋友, 这才导致我们遭受重创, 隐藏的地方被连根拔起, 雨薇愤怒地说道, 如今, 我们先躲着吧, 看情况伺机行事,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鬼名子看向楚汉风, 问道, 等我从大漩涡回来以后, 心虚有什么办法? 楚汉风说道, 但现在, 你们还是隐藏好吧。 楚汉风说完之后, 看向王朝海, 说道, 以后你就跟着他们, 加入人神教, 若是有大事发生, 可来妖兽十六城找我。 多谢楚公子, 王朝海认真地说道, 楚汉风把王朝海安顿好以后, 他便离开了这间庭院, 四处看了看, 发现没人跟踪, 这才安心朝城门口走去。 城门口, 黑玫瑰一身黑色的长袍, 在冷冽的大风中, 飘飘洒洒, 看上去英姿飒爽, 犹如一朵在黑暗中绽放的黑玫瑰。 玫瑰姐姐, 让你等久了, 楚汉风笑道, 不碍事, 黑玫瑰摇了摇头, 只见他一挥手, 一声清脆的鸟鸣响起, 一只黑色的乌鸦从虚空中飞了过来。 这乌鸦可不是普通的乌鸦, 鬼面黑鸦, 它的体型有十几米长, 身上的毛发漆黑一片, 几只爪子更是如同钢铁般, 落下地上, 直接划出一道道深坑, 它的翅膀很大, 而且黑色与毛下, 里面则是紫色的。 咱们尽快去吧, 黑玫瑰说道。 楚汉风点点头, 将笑天召唤了出来, 基本上在速度这一块, 它的四只妖宠中, 除了荒谷玉龙外, 笑天是最快的, 同时也是乘坐最舒服的。 鬼面黑鸦在虚空中飞行着, 而笑天的身影在它身后追随着。 沿着封城北边的地平线, 楚汉风一直狂奔了整整两个时辰后, 终于看到黑玫瑰停了下来。 它的身影站在一处天然形成的深坑前, 里面是漆黑一片, 深不可测那种。 如果仔细去听, 就会听到那深坑内呼啸而过的狂风。 就是这里了。 楚汉风诧异地问道, 这跟他想象中有些不一样啊。 没错, 这里就是大漩涡, 根据我们的估算, 从这道地底应该有至少三千米。 黑玫瑰说道, 那我怎么下起? 岂不是要摔死? 楚汉风说道, 你放心吧, 你知道大漩涡这个名字的由来吧? 黑玫瑰笑道, 这深坑内有一股旋转的风, 你跳下去后, 这股风会拖着你的身躯, 让你安稳落地的。 你要不要下去? 楚汉风问道, 我就在上面等候楚城主安然归来吧。 直接从深坑跳了下去, 等到楚汉风跳下去一段时间后, 黑玫瑰方才紧随其后, 也跳了下去。 楚汉风跳入大漩涡以后, 内心先是有些忐忑, 不过很快, 他便感觉到了从下方吹来的强风, 这漩涡以顺时针的方向旋转着, 而且是以一股强大的力量扭曲着四周, 不是任何力量或者人力可以抗衡的。 楚汉风被漩涡一直扭曲顺时针朝下, 一点点地漂流下去。 也不知扭曲了多久, 楚汉风渐渐看到了四周的情形, 这是一条很长的走廊。 长廊不知通往哪里, 四周是星星点点的光芒, 有闪烁的晶体, 也有各种颜色的珊瑚, 总之美轮美奂。 脚踩在大地上, 楚汉风率先将笑天和美猴王召唤了出来, 两只妖宠一左一右地保护在他身边, 不让他有任何的危险。 进去看看, 楚汉风全程开启命运之谋, 说道, 他很小心, 因为这大漩涡十分的危险, 有了这些发光的晶体和珊瑚存在, 这四周的光线还算是明亮。 而且, 楚汉风还特意查看了一番, 这些晶体内没有任何的能量, 都只是简单的发光体罢了。 走了几步以后, 突然一群妖兽的怒吼响起, 伴随着旁边的疾风吹过, 一大阵的脚步声狂奔而至。 楚汉风抬头看去, 只见一群白色的白纹魔暴杀了过来。 美猴王怒吼一声, 双脚在地上狠狠地一跺脚, 大地阵战, 有一些白纹魔暴站立不稳, 直接倒在了地上。 美猴王怒吼着, 金色巨猿咆哮朝天吼, 只见他大爪落下, 大地军裂, 无数白纹魔暴都被掀翻了出去。 美猴王手持金色大棒, 就仿佛落入妖兽群的混式魔源。 实力之强, 让人侧目。 几乎是几棒子的功夫, 白纹魔暴群已经被杀得溃不成军, 望风而逃。 别追了, 咱们的目标是寻找再生兽, 楚汉风说道, 美猴王立马回到他的身边来。 楚汉风继续朝前走, 又走了一段路程后, 他发现这长长的走廊来到了尽头。 这一路上, 他看到了一颗古药, 九瓶紫芝, 生长在长廊尽头的墙壁上, 通体是深紫色。 紫芝是花开九瓣, 每一瓣花蕊都呈现卷曲的形状, 上面有浓郁的妖气在弥漫着。 不过在这四周, 有一些妖兽的粪便存在。 楚汉风知道, 这是妖兽在彰显自己的地盘领主行为, 不让其他妖兽靠近这里。 但他肯定是不会管的, 直接命令美猴王去采摘。 美猴王刚刚走到紫芝面前, 一道巨大的影子便从天而降, 与美猴王对了一拳。 两兽的身影, 皆是后退了好几步。 银环雪灵雄, 楚汉风看着突然出现的巨兽, 低声说道, 这是命运之谋反馈而来的信息, 要不然, 他也不可能认识这么多的稀缺妖兽。 只见这熊同样是巨兽, 身高与美猴王差不多。 他身上长满了一片片的血色灵甲, 覆盖了整具身躯, 如同盔甲般。 而在他的脖子上, 带着三道银环。 银环雪灵雄开始怒吼起来, 强大的威势爆发而出。 这株九瓶子汁乃是银环雪灵雄看上的古药。 估计是九瓶子汁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银环雪灵雄就已经盯上了, 便一直守在周围等待着紫汁的成熟。 却没想到, 半路杀出个成咬精, 楚汉风的突然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 银环雪灵雄并不想恋战, 他不断地怒吼着, 威胁着美猴王离开。 看他周身散发而出的妖气, 应该也是心翘近的妖兽。 去会会他, 楚汉风吩咐道, 美猴王怒吼着, 庞大的身躯踩着大地, 留下深深的脚印, 朝银环雪灵雄率先攻击。 只见银环雪灵雄脖子上的三道银环, 第一道银环率先亮起他, 与金色巨猿碰撞在一起。 轰隆隆的碰撞声不断地响起, 两只妖兽互相拍击, 撕咬着对方, 但还是美猴王占据了上风。 不一会儿功夫, 银环雪灵雄已经是遍体鳞伤, 只见他又是一声怒吼, 脖子上的第二道银环亮起, 这是治疗系的银环, 竟然瞬间便将他的伤势给恢复了。 刺眼的鲜血已经激起了银环血灵雄的暴虐, 他咆哮着, 第三道银环相继亮起。 这时候, 银环雪灵雄的气势已经到达了极限, 妖气都快在周身凝聚成风暴。 他两只巨大的熊掌落在地面上, 直接扑了起来, 就仿佛一枚发射的炮弹般, 威势惊人。 美猴王双拳砸去, 但在这股强大的力量面前, 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一连翻滚了好几下, 最终撞在了旁边的墙壁上。 银环血灵雄占据了上风, 不断地垂着胸膛, 已是自己的强大。 看来你也就这样了, 楚汉风冷哼一声。 美猴王, 神猴之力。 这是美猴王自带的神通之力。 神猴之力全面增强自身百分百的实力, 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金色的光芒笼罩了巨猿全身, 只见他的每一根毛发都如同钢铁般坚硬。 他神威无双, 双眸皆明。 好似能看到一切, 周身的妖气如同狂风般, 不断地咆哮着。 美猴王再次扑了过来, 以绝对的力量直接举起银环血灵雄, 将他从高空中重重地抛了下去。 美猴王一挥手, 金色大棒出现在他的手中。 神通! 惊天一击, 将所有力量全部汇聚于一棒之间提升百分之一千的力量。 这是美猴王最厉害的神通了。 但同时, 一旦使出这招, 美猴王会有十分钟的虚弱期。 此刻, 那金色大棒高高的扬起。 强大的力量在虚空中, 砰砰砰作响。 虚空被破碎, 无数的空间乱流在沸腾着。 只听轰的一声, 妖气暴虐而出, 重重地落在银环血灵雄的身上。 金色大棒之下, 一切都不可抗衡。 只见脚下, 大队裂开了一道深不见底, 又蔓延了百米长的裂缝。 美猴王站在原地, 收起金色大棒里, 目光炯炯地看着底下。 银环血灵雄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甚至都快成肉泥了。 你这下手太重了, 楚汉风心疼地看着这堂肉泥。 用剑挑了一会, 终于将对方的妖盒给取了出来。 幸好没有打碎。 这心窍于妖师的妖盒, 可是能卖好多钱呢。 楚汉风将妖盒收了起来, 随即走到墙壁处, 准备去采摘九瓶子汁。 这古药的采摘是很讲究的。 他现在也算是触及炼丹师了, 基本的事情都懂一些。 古药是很脆弱的, 若是碰坏一点点, 就可能极大的损失妖性。 而炼丹的时候, 妖性的不对也关系到凝丹的成败。 九瓶子汁在采摘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触碰它的叶子, 必须抓住根部, 然后从墙壁中掏出来。 这墙壁其实有一大部分是土壤凝聚的。 楚汉风用刀将周身的土壤给挖了出来, 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灵盒将九瓶子汁放了进去。 这保存古药, 同样是一门学问。 之前楚汉风去大腰商场采摘过一大批的物资, 其中就有干粮以及这灵盒。 九瓶子汁还好说, 放进灵盒中就能存活下来。 像是更高级的药材, 它们的保存方式简直用丧心病狂来形容, 也不为过。 就好比地药嗜血魔花, 它的储存条件必须是放进人体内, 而且一个人的血液只足够它吸收24小时。 这就意味着, 一旦嗜血魔花被采摘后, 想保存它的药效, 每天就必须付出一条生命来喂饱它。 其实还有更丧心病狂的药材。 楚汉风将药材收起来后并不着急前进, 而是坐在原地休息起来。 美猴王用了惊天一击后, 会有短暂的虚弱期。 所以,楚汉风必须等十分钟以后, 他才会选择出发。 毕竟是为了小命要紧嘛。 迁盒大漩涡, 获得唯一神话级别妖宠行天。 楚汉风随意迁到了一下, 但耳边传来的声音却让他愣了一下。 其实他现在也发现了, 自己的迁盗并不是每天都能迁出好东西。 有时候迁盗的乃是属性幼体, 他就随手给元素之灵融合了。 有时候迁盗的是金燕, 甚至偶尔还迁到一些很垃圾的妖际。 所以,楚汉风已经慢慢习惯了。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突然间的迁盗, 自己好像迁盗出一个了不起的东西。 行天, 那是神话时代,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上古巨人。 他看着手中迁到的卡片。 那是一个无头的巨人, 仅仅是透过卡片就有无穷的杀伐之气一出。 仿佛有无限不甘与怒吼在咆哮着。 他左手持着开天大斧, 右手拿着凶煞十足的大盾。 他没有脑袋, 脖子上全身黑色的长发在朝天飘荡着。 他的胸膛满是坚硬的肌肉。 而在胸膛处, 长着一张人脸, 刚毅十足, 腿上套着盔甲。 周身是雷霆与火焰不断地燃烧与炸裂着。 这气势一看, 便知道是个十足的凶人。 可惜, 楚汉风如今契约不了。 他必须到了神藏以后, 才能契约第五只妖宠。 他将行天的卡片收了起来。 而美猴王也休息得差不多了, 楚汉风则决定继续往前走。 这时候, 美猴王似乎给楚汉风传递了一些消息。 虽然说, 妖宠不能说话, 但他们与御妖师是心念相通的。 他们能够简单将想法传递给御妖师。 楚汉风微微皱眉, 随即又恢复如初。 原本的长廊走到了尽头, 楚汉风发现自己眼前的视线变得开阔了起来。 因为走廊的尽头, 乃是一片平原。 一望无际, 而且看不到尽头的平原。 他还没来得及观察这平原, 耳边突然传来了呼救声。 救命啊! 楚汉风倒不是热心的好人, 只是他需要更多的信息, 便决定去看看随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没过一会儿, 楚汉风看到了西北方, 在那里有龙银声传来。 一条盘旋在虚空中的烈焰火龙, 正在虚空中腾膜着。 若是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这烈焰火龙的前面, 还有一群正在逃命的人类。 救还是不救。 楚汉风在快速思考着, 若是救了, 他可以向这些人打听大漩涡的更多情报。 只是这势必要直面虚空中的龙。 烈焰火龙已经不属于亚龙了, 他们应该算是最低级的那种龙族。 在龙族没有地位, 可以被随意欺辱的种族。 但即使在垃圾, 身上也带了一个龙字。 而且, 看着烈焰火龙的气势, 这可是真正的神藏妖兽。 楚汉风知道,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 与神藏妖兽能简单一战。 但若是那种神藏中的顶尖存在, 他也没有把握。 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是一瞬间暗了下来, 天地间开始吹起幽暗的风。 原本还在追杀众人的烈焰火龙仿佛预感到了什么, 竟然头也不回地跑了。 而那群人中, 站在最前面的中年人开始大喊了起来。 那里去, 便主动跟在这群人的后面。 想看看, 这群人要去哪里。 他之前听风公子说过, 这大漩涡中,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毁灭风暴, 摧毁整个世界的所有生物。 这也给妖族探查大漩涡造成了重创。 楚汉风只感慨自己的运气不好。 这群人似乎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 沿着北边一直跑。 几分钟时间, 四周的暗黑色风暴已经越来越猛烈, 甚至吹得你睁不开眼睛。 有一些植物已经被吹得连根拔起。 一般人都明白, 风本无形无色。 但这里的风却是可以看到的, 风暴是黑色的。 终于, 在一处高坡前, 楚汉风眺望远方看到了一座毅力的庙宇。 那庙宇是白色的, 十分的显眼, 就仿佛覆盖了一层冰雪般。 那群人的目标正是这座庙宇全部进入了其中。 楚汉风也不敢停留,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了, 如果风再吹下去, 他会被卷上天, 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 这庙宇也不知是什么材料建造的, 总之它四周就是白色的。 无论是围墙还是庙宇的大门, 就连那一根根柱子都是洁白无瑕, 能映照脸庞的。 楚汉风进入其中以后, 瞬间便发现周深的风不见了。 这里隔绝了一切风的力量。 这庙宇的空间属于中等, 不小也不大。 除了上方供奉的雕像外, 这四周基本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有一张供奉用的案板, 但不知被谁给踢倒在地, 已经好久没人供奉了。 脚下的地板好像是有着洛英的岗石, 而这上方的雕像似乎是一名女子。 女子穿着古代的那种青丝长裙长裙若隐若现, 上面有无数的丝带在虚空中漂浮着。 女子画着精致的妆容, 双手朝上正做着飞天的姿势, 就如同敦煌神女般。 楚汉风进来的那一刻, 之前的那群人便瞬间看到了她, 警惕的同时还围绕着她, 不知阁下是何人。 之前的中年人站出来, 问道。 楚汉风打量了这群人一眼, 他们一共有七人, 五名男子, 两名女子。 他们穿的衣服很相似, 男的都是统一款式的黑袍, 而女的则是款式相同的白袍。 问别人之前, 不应该先自报家门吗? 楚汉风笑道。 我们乃是铁手宗的人, 在下铁手宗掌门苏武鹏。 铁手宗? 什么东西? 没听过, 楚汉风摇了摇头。 这新妖界的势力, 我只知道人神教和妖族。 我们铁手宗总有一天, 会跟人神教一样, 强大的。 旁边一名小个子, 名叫王威的小伙子, 不服气地说道。 似乎对于楚汉风不知道他们宗门的名字, 感到不高兴。 我是人神教的人, 楚汉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因为对方是人族, 楚汉风说人神教, 是最有力的。 反正他两个身份, 就属于那种见人说人话, 见妖说妖话的那种。 原来是人神教的大人, 苏武鹏依旧警惕地回道。 大人怎么会来大漩涡? 别大人大人地叫了, 直接叫我楚公子就行。 楚汉风摆摆手。 我问你们, 你们可知道再生手。 当然知道, 那叫王威的青年话还未说完, 便被苏武鹏给瞪了一眼。 只见苏武鹏笑道, 不曾听说过。 那你们来此地做什么? 楚汉风问道, 这个无序跟阁下说吧, 苏武鹏始终保持着一些距离。 楚汉风笑了笑, 他看了看这神庙之外, 黄蜂已经是铺天盖地。 短短的时间内, 外界天昏地暗, 天玄地转。 昏暗的风沙, 要将一切都摧毁。 在这种风暴下, 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活下来。 如果你们不说, 那我就把你们扔到外面去。 楚汉风转过身, 咧嘴轻笑道。 你就只有一个人, 我们不怕你。 青年王威冷哼道。 是吗? 楚汉风一招手。 先是笑天带着浓浓地狱之火冲了出来, 强大的火焰覆盖了一切。 四周的虚空好像都焚化了。 随即又是美猴王挥舞着金色大棒, 气势恢弘, 虎虎声威。 两只妖宠出现的那一刻, 强大的压迫感震压而来, 让在场的几人都是脸色大变。 你们退后, 苏武鹏站在前方, 让所有人都站在他的背后。 他同样是心俏镜的御妖师。 能在心妖界, 人族修炼到心俏镜, 这已经属实不错了。 不过, 比起楚汉风的豪华阵容, 这苏武鹏的妖兽就有些寒酸了。 一只疾风刺猬, 一只追悦犬, 一根青罗藤, 以及一只巨盾兽。 其中最强的, 还是防御系的巨盾兽, 他的身躯已经在四只妖宠中, 算是比较魁梧了。 但在地狱安三头犬, 和美猴王两只神兽面前, 依旧连一半都不到。 要站吗? 楚汉风笑道。 站, 苏武鹏站一盎然地说道。 追悦犬, 追悦斩。 直接那白色的追悦犬额头处, 有一道月光的痕迹。 此刻月光的光芒大增。 仿佛能量透露而出, 追悦犬的双爪处, 妖气沸腾。 直接两只爪子滑破虚空, 一左一右两道追悦斩杀了过来。 地狱三头犬, 甚至连躲闪都没有。 就这么硬来了两下攻击, 抖擞了身上的毛发, 不痛不痒。 多重追悦斩, 苏武鹏吩咐道。 追悦犬身上的妖气越发地强大, 一连数道妖气斩了过来。 疾风刺猬。 疾风尖刺球。 疾风刺猬的身体不算大, 但胜在灵活, 只见他此刻蜷缩在一起。 如同一个球形状, 速度快若闪电, 朝楚汉风撞击而来。 笑天, 你随便玩, 楚汉风聊胜无几地摆摆手。 他连指挥都懒得指挥。 笑天怒吼一声, 正准备扑过来。 青罗藤, 藤万束缚。 苏武鹏连忙大喊一声, 只见他的第三只妖宠青罗藤 开始动了起来, 无数的藤万蔓延出来。 然后密密麻麻将笑天的四肢 给捆绑了起来。 笑天一声怒吼, 强大的力量直接撕裂开藤万, 直接扑了出去。 身影如同电光火时, 肉眼可能看到一道红光闪过。 这么快, 苏武鹏大惊。 他连忙吩咐巨盾兽, 陨石之盾。 但是笑天的力量惊人, 大掌落下, 直接一巴掌将巨盾兽给先翻开。 随即又是一道地狱之火, 将青罗藤的四周都给笼罩住。 狮虎神拳, 笑天双爪, 直接紧握成拳, 摇弃凝聚出狮虎的形状。 他一拳一个, 将那疾风刺猬和追跃拳, 全部砸飞了出去。 宗主, 身后的王维几人惊呼道, 因为此刻的苏武鹏 已经被楚汉风提在手心中, 朝外面走去。 放开我们宗主,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 众人都被吓傻了。 还是那叫王维的青年, 率先站了出来, 大喊道, 回答我刚刚的问题, 你埋大悬窝做什么? 楚汉风问道, 我们铁手宗乃是一个独立的宗门, 跟你们人神教那种大门大派比不了。 王维解释道, 我们的修炼资源, 都是我们自己冒似获得的, 外面的地方太危险了, 所以我们每次都来大悬窝, 寻找修炼资源。 还有那个再生兽的问题, 楚汉风说道, 我们确实知道再生兽, 我们来这大悬窝也有好几次了, 宗主都有给我们标记, 有些地方去不得, 有些妖兽惹不得。 这再生兽就是我们惹不得的妖兽之一, 王维回道, 带我去找再生兽, 我就放了你们宗主。 楚汉风说道, 好, 王维没有任何的迟疑, 直接答应道, 你先放了我们掌门, 还有其他师兄弟, 我就带你去找再生兽, 王维又补了一句, 但楚汉风自然不可能跟他谈条件, 只是冷笑道, 你们所有人都必须去, 你若是敢骗我, 那么就让所有人都死。 这位大人, 大家都是人族, 何必自相残杀, 苏武鹏被提在手里, 挣扎着说道, 我刚开始也想好好说话啊, 可惜你们不配合, 楚汉风摇头说道, 你放开我吧, 我配合你。 苏武鹏叹息道, 楚汉风将他放下了, 他倒也不怕对方敢逃跑, 毕竟外面的风暴还没有停呢, 对方就算想跑也不可能。 苏武鹏大口喘着气, 苦笑道, 我记得人神教的大人们以前说过, 我们人族必须和平相处, 团结一致, 才有可能抗衡妖兽, 人神教招揽过你们。 楚汉风问道, 是招揽过, 不过我没去, 苏武鹏点点头。 为什么? 加入人神教, 不比你们现在混得好,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其实最开始, 我是想加入的,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便打消了我的念头。 苏武鹏回道, 什么事? 楚汉风问道, 我发现, 人神教的一些人, 与妖兽暗中有交易, 他们给妖兽贡献一些御妖师当食物, 从而获取好的修炼资源。 苏武鹏回道, 当然, 以至于教众参差不齐, 与其加入他们, 还不如把性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更保险些。 你见过人神教的高层吗? 楚汉风问道, 苏武鹏摇了摇头, 其实楚汉风一直好奇, 人神教的高层力量究竟是哪些? 可惜却没有渠道得知。 对于他而言, 人神教是好事坏不重要, 因为这里不是他那以生存的地方。 他终要离开, 现在只不过是需要人神教的名义吧。 人神教的事, 咱们暂且不提, 你们知道封经部? 楚汉风又问道, 他可没有忘记答应封公子的条件。 封经, 这不是大漩涡的基础组成能量吗? 苏武鹏回道, 这里面的七种晶体平时都十分罕见, 不过等外面的毁灭风暴停了以后, 应该就会好找许多。 你们来这大漩涡有没有见过齐类? 楚汉风又问道, 见过几个跟我们一样, 偷偷跑进来找修炼资源呢。 不过基本上都死在里面了, 苏武鹏回道, 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 也是因为对这里十分的熟悉。 哪里危险不能去, 哪里有资源, 基本上外围已经很清楚了。 我之前看你们被一只烈焰火龙给追杀着。 楚汉风说道, 被你看到了呀, 苏武鹏苦笑道, 这外围的资源, 我们已经找得差不多了。 原本想着再进去一段路程看看, 没想到进去没几步, 就不小心步入了那烈焰火龙的地盘。 都怪我, 是我不该摘那颗火龙果的。 王维在一旁主动认错楚汉风, 倒也没说太多。 他站起身, 在这神庙中走了一圈, 身影停在了那雕像的里面。 这是风神, 我们都这么称呼他。 苏武鹏走过来, 介绍道, 像这种风神的庙宇, 其实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看到。 在大漩涡中, 起码有七座, 每一座都一模一样吗? 楚汉风问道, 好像都一样吧。 苏武鹏不确定地说道, 他也没有仔细看到过。 楚汉风打量了半场, 突然把雕像转了过来, 在雕像的背部, 刻着一行字, 前三连西北开天。 这行字, 以前倒是没有注意过, 苏武鹏诧异地说道。 楚汉风眉头紧缩, 思索了半场。 又问道, 你们知道, 这风神是谁吗? 不知, 好像从大漩涡被发现开始, 这里就有毁灭风暴和风神庙宇。 苏武鹏说道, 有传言说, 大漩涡的这片天地, 乃是风神的居住地。 后来风神死去后, 这片天地的风暴都在调念风神, 才有了如此规模的毁灭风暴。 但风暴不会打扰风神的庙宇, 庙宇才成了躲避的唯一地方。 这就有意思了, 楚汉风笑了笑。 假如真有风神的存在, 那你们新妖界的历史就可以追溯更遥远了。 风神是人是妖呢? 这个谁知道呢? 连妖兽都探查不出, 苏武鹏苦笑道。 像他们这种连自身都无暇顾及的人, 怎么会关注这些了? 众人在这庙宇中等候了小半天的时间。 这期间, 楚汉风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风暴终于渐渐地停息了下来, 可以朝外界看, 天地间一片光秃秃的。 别说大树了, 连一根草都不剩余的那种。 给人的感觉就两个字, 死寂, 而且是无穷无尽的死寂。 至于那些妖兽, 肯定有的已经躲入了神庙中, 至于没有躲进去的, 等待他们的就是死路一条。 走吧, 楚汉风第一个走了出去。 铁守宗的众人也紧随其后, 来到这片平原中。 朝前面走, 希望那些再生兽没有被风暴杀死吧。 苏武鹏说道, 沿着平原的东北方向, 在去往再生兽的路上,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你们为什么会叫铁守宗啊? 实不相瞒, 因为我自创了一个妖际铁守掌, 当初变起了这个名字, 苏武鹏笑道, 能自创妖际, 这等天赋, 你倒是有些可惜了。 楚汉风感慨道, 把这苏武鹏放到外面的人黄玉, 说不定会大有一番作文。 在平原的前面, 苏武鹏脸色难看地停了下来, 他指着空旷的前面, 说道, 这里本应该有一片竹林的, 再生兽就生活在竹林内。 楚汉风微微皱眉, 此刻别说是再生兽了, 风暴过后, 连一根竹子的痕迹都看不到。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好骗? 楚汉风有些生气了, 其实他内心也拿不准。 旁边的王维也解释道, 掌门没有骗你, 再生兽以前真的生活在这里。 那就在这附近找找, 看有没有什么痕迹, 楚汉风吩咐道, 众人又开始搜寻了起来。 这风暴真的很强, 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楚汉风也觉得, 这几人没有骗他的意义, 只是让他们带个路, 而且众人又没有利益牵扯, 他们骗自己的几率不大, 那就是真的再生兽不见了。 这附近离得最近的神庙在哪? 楚汉风问道, 大漩涡好像一共就七座神庙, 只不过其他的都在里面, 周围都是强大的妖兽, 咱们也进不去。 肃鹏解释道, 这外围的神庙有两座, 除了刚刚咱们去的那座外, 还有一座在前面的悬崖上。 那就过去看看, 楚汉风说道, 众人又急匆匆朝悬崖上赶去, 走了一段路程后, 便听到了妖兽的嘶吼声。 看来确实有一部分妖兽 躲入了这悬崖上面的神庙内。 这悬崖所在的位置很高, 是一个陡峭的斜坡。 众人刚刚走到一半, 便见一只妖兽的尸体 从上面滚落下来。 应该是几只妖兽大战时, 这妖兽不敌对方被杀死了, 然后给滚落山坡。 楚汉风将剑插在坡的中间, 挡住了妖兽尸体的继续滚落。 是清明豹蛇, 素鹏看着这妖兽的尸体, 瞬间便认了出来。 清明豹蛇的体长有三十多米, 一旦他们死后, 尸体就会收缩, 蜷缩成一个球状。 这是肌肉下意识的反应。 此刻这条清明豹蛇的身上, 已经是血肉模糊, 似乎是有妖兽用大爪硬生生地捏爆了蛇胆, 还有他的腰盒。 都小心点, 素鹏看着身后的众弟子叮嘱道, 没有在管清明豹蛇的尸体, 众人继续朝上走。 终于看到了那座神庙的全景, 其实神庙之间一模一样, 也没什么区别。 而在神庙前, 大概有五只妖兽在撕站着, 旁边还躺着一些尸体。 是再生兽, 苏武鹏惊呼道, 他的手指着最中间的妖兽。 这再生兽的形状很特殊, 他没有腿, 腰部一下就如同一条尾巴般。 全身的皮肤是黄白色的, 两只胳膊上是利爪, 身后还有不算大的翅膀。 他的脑袋有点像是犀牛, 鼻子上长着一根脚。 他并不是爬行的, 而是在空中飞行的那种。 除了再生兽外, 在场的其他妖兽还有镜像兽, 紫岩兽, 冰烟魔师, 铁甲, 暴炎虎。 这四只妖兽几乎没有一直是省油的等。 苏武鹏激动的大喊时, 已经引起了其他妖兽的注意。 原本还在互相争斗的妖兽下一刻, 奇奇转过头将目光盯着众人。 苏武鹏咽了一口唾沫, 似乎有些害怕。 怎么办, 要不要跑啊? 你觉得你能跑过这些妖兽吗? 楚汉风问道, 苏武鹏没有说话, 人类。 中间的再生兽率先开口说话, 他乃是神藏镜的妖兽, 而其他几只妖兽看上去是心翘镜的。 这也让楚汉风松了一口气, 若都是神藏镜的, 那还打个屁。 这再生信号信号给我, 剩下的你们没问题吧? 楚汉风问道, 有, 有问题, 苏武鹏脸色难堪, 苦笑道, 这里也就我一个心翘欲妖师, 怎么应战啊? 我的这些弟子, 最多不过是后天静。 行吧, 楚汉风只好摆摆手。 楚汉, 出来吧。 他现在不管去了, 楚汉都是躲在他的影子中, 随时跟随的。 他的话音落下, 楚汉的身影便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他旁边。 公子请吩咐, 你拖住那再生兽, 别让他跑了。 楚汉风说道, 等我解决其他妖兽后, 再斩杀他。 楚汉微微点头, 他直接将自己的几只妖宠召唤了出来, 朝着再生兽扑了过去。 而楚汉风的目光则看向剩余的四肢心巧妖兽。 至于素武鹏这些铁手宗的人, 他是不指望了。 这些人能够自保已经算不易了, 还能要求什么呢? 元素之灵出现后, 其实这段时间, 楚汉风牵到了许多的属性幼体, 都给元素之灵融化了过去。 如今的元素之灵, 脖子上的元素之力越来越多。 能够使用的元素之力多也是一件好事, 甚至衍生出来了一种新的神通, 名叫元素镇压。 楚汉风一上来也没有丝毫的客气。 啸天这边, 直接火焰、死亡以及黑暗三种属性 都得到了元素之灵的增强。 浑身的气势暴涨, 怒吼声响彻整个悬崖。 而美猴王的属性就简单多了, 就只有一个妖属性。 但你也别小看着属性, 美猴王本身不在五行内, 也不分阴阳之中。 它基本上是可以使用任何属性的力量。 这也就是说, 元素之灵的力量可以全部加强它的实力。 巨猿在咆哮着, 它的体型应该算是众妖兽中最庞大的那只。 元素镇压, 楚汉风直接指挥道。 以元素之灵为中心, 一圈圈的五颜六色的元素之力弥漫开。 这几只妖兽都感觉到了浑身沉重, 好像背负着什么东西伴。 紫颜兽和冰雁魔师将目光看着笑天。 而镜像兽与铁甲暴颜兽, 则是看向美猴王。 目标明确, 二对一是想速战速决了。 那就试试看, 楚汉风冷哼道。 笑天一声怒吼, 地狱之火熊熊燃烧而起, 化作一道洪流冲击而去。 但是紫颜兽与冰雁魔师也不简单。 紫颜兽同样是一道紫颜洪流冲击而来, 虚空都焚化。 而冰雁魔师这边, 他的火焰是寒冰中夹杂昭魔器, 黑与白交融着。 但凡经过, 沿途的虚空全部冰冻住, 寒气逼人。 这三道火焰全部落下时, 碰撞在一起, 只听轰的一声。 火焰炸裂, 一时间火花四溅, 全部的火焰洪流击尸而出。 当火焰炸裂的那一刻, 笑天直接暴虐地扑了出去, 将冰雁魔师扑倒在地, 血盆大口朝对方的脖子处咬了过去。 冰雁魔师不断地挣扎反抗着。 至于紫颜兽, 又是一道紫颜朝笑天的背后冲击而去。 但这次, 笑天直接用了黑暗之体。 黑暗的力量环绕他的周身, 将大部分的紫颜都给抵消了。 至于剩余的一小部分紫颜, 落在笑天身上时, 那刺痛更是激发了他的凶性。 一道亡灵腐蚀落下, 全部落在了冰雁魔师的头上。 腐蚀的力量中蕴含着强大的死亡气息。 当他落在冰雁魔师的脑袋上时, 将他的一切都要腐蚀般。 冰雁魔师也不知从哪里迸发出来的力量, 直接将笑天先翻了过去。 刺骨的疼痛在脑袋上弥漫开。 仔细去看, 只见冰雁魔师的半个脑袋都被融化。 他站起身, 晃晃悠悠地走了几步, 终于还是没撑下去。 哀嚎一声, 然后不甘地倒了下去。 解决掉冰雁魔师后, 笑天这才目光凶狠地看向紫颜兽。 刚刚紫颜兽的偷袭这笔账还没算呢。 黑暗之体下, 笑天的速度极快, 直接朝紫颜兽扑了过去。 紫颜兽也有些害怕了。 嘴里的紫颜不断地喷出来, 但是都被笑天一一敏捷地躲避了过去。 笑天扑到对方面前时, 狮虎神拳使出狮虎的怒吼传来。 只见他双拳狮虎的影子不断地迸发而出, 化作一道道的残影狮虎。 喷喷喷几声响起, 拳头锐气不断, 直接将紫颜兽给击倒在地。 笑天瞬间便扑咬了上去。 笑天的扑咬可与其他妖兽不同, 他有三颗脑袋, 咬人时也是三颗脑袋一起咬, 基本上难以防备。 这不, 紫颜兽就直接被咬得遍体鳞伤, 倒在地上生死不明。 而在另一边, 镜像兽与铁甲暴掩虎, 两兽视为而不公, 绕着美猴王不断地转圈圈。 美猴王怒吼着, 先是朝镜像兽一拳砸去, 只听轰的一声, 拳头落在镜像兽身上, 仿佛打在了玻璃上。 咔嚓声不断响起, 镜像兽破碎成一块块的碎片, 但楚汉风看得清楚, 那只是他的镜像分身, 真正的镜像兽根本没有死。 先杀铁甲暴掩虎, 楚汉风吩咐道, 这铁甲暴掩虎看上去十分的威风, 他一身皮肤都是红黄色相间的花纹, 一直从头顶蔓延到尾巴处, 他的双眸暴虐十足带着嗜血的光芒, 而脑袋上, 包括四肢, 都有一整条的铁甲套在上面。 这铁甲可不是穿上去的, 身为铁甲暴掩虎, 正如他的名字般, 他们生来便具有铁甲, 巨猿怒吼着朝铁甲暴掩虎杀去。 这铁甲暴掩虎自然不可能认怂, 两兽的拳头在虚空中碰撞开, 即使有铁甲的防御, 铁甲暴掩虎依旧被砸飞了出去。 美猴王本就是强大无比, 如今又有元素之灵的强化, 几乎说同界无敌也不算吹嘘。 而等美猴王进阶齐天大圣后, 别说同界无敌了, 哪怕越极挑战, 估计都算轻轻松松与妖狮之间的境界划分, 是十分严格的。 想做到越极挑战, 本就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因为伴随着你境界越高, 你的妖宠也就越来越多。 越极挑战从来不是一人一兽的事情, 可能是七八只妖宠的对战, 成群妖宠的厮杀。 铁甲暴掩虎被打出去后, 看上去十分的暴怒, 只见他猛然虎啸镇山林, 位于眉心处的妖河开始变强了起来。 妖河是妖兽的优势所在, 只有妖兽才可以修炼妖河, 而被契约的妖宠是不具备妖河的。 在妖河力量的加持下, 铁甲暴掩虎的力量又惊人地变强了许多, 他再次狂暴地扑了过来。 可惜在巨猿面前, 美猴王使出神猴之力, 一时间神妖两半, 神性与妖化同时出现在他的身上, 强大的力量席卷着一切, 轰得一拳, 连虚空都破碎。 铁甲暴掩虎被一拳击倒在身下, 美猴王这一次也打出了火气。 一个跨身直接压在铁甲暴掩虎的身上, 大脚使劲踩着他的脑袋。 铁甲暴掩虎的惨叫声随之响起。 镜像之刃, 背后的镜像兽不得不救援。 只见他周身的镜像幻化出一面面的镜刃, 破空声响起。 全部杀向美猴王。 美猴王一声怒吼, 转过头来。 只见他双眸金灿灿的金猴神眸。 一道金色的激光从双眸中飞射而出, 又是轰得一声爆炸袭来。 金色激光直接摧毁了镜像之刃, 去世不检朝镜像兽杀去。 他叉一声又是一道镜像被打碎。 这镜像兽着实难缠, 利用镜像掩护, 从不显露真身。 楚汉风知道, 若是美猴王进阶齐天大圣, 直接一个火眼金睛, 保证你无所遁形。 但如今, 美猴王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他的金猴神眸只有攻击的效果。 镜像兽再次出现的那一刻, 巨猿直接抓起铁甲暴炎虎, 朝镜像兽扔了出去。 两只妖兽同时倒飞了出去。 巨猿在怒吼着, 气势如虹, 兽微腾腾。 他再次扑了过去。 这一次, 镜像兽慌芒躲闪了过去, 而已经被打猛的铁甲暴炎虎 直接被扑杀在地上。 美猴王一拳一拳, 疯狂地砸向他的脑袋。 直接将铁甲暴炎虎砸得奄奄一息, 血肉模糊。 铁甲暴炎虎张开嘴巴, 想要喷射火焰, 却被巨猿砸得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 最终, 在美猴王的一顿猛烈攻击下, 铁甲暴炎虎终究还是倒在了血泊中。 巨猿杀气腾腾地转过身, 看向了镜像兽。 他现在可以抽身, 好好与这镜像兽玩玩了。 镜像兽低吼一声, 竟然有些窃战, 直接一个镜像分身, 变成了几十只一模一样的镜像兽, 朝四周开始逃窜而去。 巨猿大吼一声, 金色大棒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挥舞得虎虎生风, 如同自己的手臂一般, 收放自如。 大棒直接横扫而过, 带着镜风破碎沿途的虚空。 每一次大棒落下, 便是十几只镜像兽破碎大棒乃是范围攻击。 不一会儿功夫, 便击中了真正的镜像兽, 将他劈倒在棍棒之下。 棒间强大的力量落下, 直接将镜像兽的脑袋砸得稀烂。 杀死了四只星翘镜的妖兽以后, 啸天与美猴王这才回到了楚汉风的身边。 楚一, 退下吧, 楚汉风说道。 这在生兽很是强大, 即使同为神藏镜的楚一, 在他的攻击下也是显像环升。 楚一的身影回到楚汉风的身边。 一举拿下他, 别给他自爆妖和的机会, 我需要完整的妖魂, 楚汉风吩咐道。 美猴王, 惊天一击。 这一上来, 便让美猴王用了最强的攻击。 你们都该死。 在生兽看向楚汉风, 愤怒地说道。 我只听过一句话, 人不是该死的时候死, 而是能死的时候死。 楚汉风笑道。 那就看你有没有能力, 让我死了。 在生兽冷哼一声, 一个在生罩套在自己的身上。 这是一个透明型的罩子。 可千万不要小看, 他的防御力惊人, 最重要的是, 即使打碎了也能再生出来。 如果运用得好, 甚至可以无限再生。 你以为你们这些小爬虫能碰到我? 在生兽冷笑道。 他直接飞起在虚空中, 嘴里如同机关枪般, 无数的散弹妖气从其中迸发而出。 这些散弹妖气别看体形小, 但是威力惊人。 每一颗散弹落在地面时, 都是轰隆隆的爆炸响起。 大家快躲开, 楚汉风大喊道。 众人被打得抱头乱窜, 几乎没有反抗的机会。 笑天的地狱之火虽然是远程攻击, 但对方有在生兆, 能随时阻挡自己不受伤害。 怎么办? 楚一问道, 周围也都是坑坑洼洼, 无数的散弹就如同炮弹般让人难以躲闪。 几只妖宠的身上已经多多少少有伤痕了。 没事, 先让他嚣张一会, 放松警惕, 楚汉风冷声说道。 楚一微微点头, 元素之灵, 元素之盾, 楚汉风吩咐道, 只见元素之灵飘浮在虚空中, 脖子上的元素之链越来越浓郁, 就犹如一道七色的彩虹般, 盾牌一直后退, 却不见破碎。 再生兽冷哼了一声, 超纠急炮弹, 只见他脑袋向上空仰天而去, 全身的力量都在朝头顶会聚着。 这家伙在憋大招, 楚一说道。 楚汉风抬起头, 只见一道璀璨的亮光闪过, 假如说之前的散弹只有拳头般大小, 那如今的炮弹便如同一颗真正的炮弹般, 而且是一个大圆光球。 洛, 再生兽直接将炮弹给抛了下来。 楚汉风第一瞬间便判断出, 挡不住, 起码元素之盾挡不住这个攻击, 快逃, 他大喊道, 众人连忙朝远处逃去。 巨大的超纠级炮弹落地, 璀璨的光芒照耀着一切只听轰的一声, 这炮弹的爆炸声音之大, 震力耳膜, 以至于众人耳朵甚至出现了短暂的耳鸣。 嗡嗡嗡声不断响起, 那股强大的冲击力将众人差点掀翻在地, 一时间尘土飞扬, 地面爬起来, 他刚刚差点被尘土给掩埋了, 站起身脆了几口, 上空的再生兽在得意地大笑着, 因为他的身前, 第二颗的超纠级炮弹又快要凝聚完成了, 一群蝼蚁也敢与我抗衡, 楚汉风微眯着眼, 他也不着急, 就这般看着炮弹凝聚完成, 眼看着最后时刻, 楚汉风直接大吼一声, 荒谷玉龙, 万荒神允, 原本空无一物的虚空中, 龙银声突然响起, 直接打了再生兽一个措手不及, 万荒神允乃是妖魂性的攻击, 就仿佛有万千陨石从天而降, 落在了再生兽的身上, 其实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妖魂攻击也是最神秘的, 当陨石天降, 再生兽的身影直接僵硬在原地, 再生兆可是挡不了这种攻击的, 而超纠级炮弹因为他的僵硬, 也直接凝聚失败破碎开, 楚汉风身后的雷斥徐徐张开, 直接一个咫尺天涯, 已经出现在再生兽的面前, 想不到吧, 我也会飞, 楚汉风轻笑道, 他直接抓起再生兽的翅膀硬生生地拽着, 朝地面落去, 砰的一声, 再生兽这才从妖魂的攻击中反应过来, 只见他大吼着, 可惜他的战斗优势就是远程消耗, 然后再生兆阻隔攻击, 用这一套立于不败之地, 但他这次偏偏遇上了拥有妖魂攻击的荒谷御龙, 而且同样能够飞行, 可谓是他的克星, 你想做什么? 再生兽大喊道, 惊天一击, 旁边的美猴王早已经等候多时, 那棍棒破碎虚空, 如如同惊天之事, 重重地落在了再生兽的身上, 他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强大的攻击, 直接破碎开来, 而再生兽破碎后, 他与其他妖兽的死亡方式不一样, 并非是直接沦为尸体, 而是化作一道妖魂, 他的血肉和五脏六腑全部被吸入妖魂中, 这么做是为了让再生兽重新复活, 也就是金蝉脱鞘, 再生一次, 不过楚汉风怎么可能给他再生的机会, 他手持掌中弧, 这葫芦乃是专门收取妖魂的, 甚至可以说他是所有妖魂的克星, 宝葫芦, 烧, 楚汉风周身妖气笼罩, 直接将宝葫芦对准了再生兽的妖魂, 那葫芦口一股极强的妖气风暴暴动而出, 直接将再生兽的妖魂给收了进去, 刚开始, 这妖魂还能挣扎一会, 不断地想要挣脱, 但随着宝葫芦的力量越来越大, 而且再生兽这种神藏妖兽算不上强大, 假如能有妖兽与他配合, 那就是真的无敌了, 楚汉风也将自己的其他妖宠收了进去, 楚一回归到自己的影子中, 他转头看向铁手中的众人, 大,大人, 肃鹏结结巴巴地问候道, 楚汉风这一手着实把他给震到了, 他看了看之前盘旋在头顶的荒谷玉龙, 楚汉风的实力超出他想象太多了, 进入神庙看看吧, 楚汉风摆摆手, 他也懒得多说什么, 再生兽的妖魂已经得手了, 他内心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下了, 而如今只剩下风精, 其实楚汉风对于风精有很大的疑惑, 他想去看看这神庙, 铁手中的众人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这神庙与上一个神庙没什么区别, 就连建筑风格都是一模一样, 那雕像也是风神, 我说的没错吧, 大人, 肃鹏公进地回道, 这些神庙都是一模一样的, 楚汉风稍微看了一会, 随即将风神的雕像给转了过来, 他眉头一皱, 因为这座风神的雕像后面的字体是不一样的, 上一个风神庙语, 那雕像后面写是前三连西北开天, 而这座风神的雕像后面则是昆六段西南八地, 可以说两座风神庙, 除了这句话外, 其他的布置都一模一样, 我以前也没注意过这个东西, 苏武鹏说道, 应该关系不大吧, 关系不大, 楚汉风轻笑了几声, 还是先寻找风精吧, 毁灭风暴毁灭了整个大漩涡, 这个时候很多强大的妖兽都会死亡, 但也有一些妖兽都躲藏了起来, 这个时候是咱们进入大漩涡里面最合适的时机, 苏武鹏解释道, 风精也好, 或者其他几种属性的晶体, 都是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现的, 为什么会容易出现?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他一边说着走出了这座神庙, 回头看了神庙一眼, 而且是在命运之谋下, 总觉得似乎有什么神秘的力量笼罩着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属性晶体平时根本不容易碰见, 只有毁灭风暴后, 我们曾见过几次, 苏武鹏说道, 这些属性晶体的能量很强吧, 楚汉风笑道, 还可以吧, 我们有时候修炼的妖气就是从其中吸收的, 而且里面的妖气能够增加属性, 确实比外界的妖气好许多, 苏武鹏解释道, 等等, 楚汉风打断了他的话, 这我没问道, 你是说, 属性晶体只有简单的修炼用处, 并不具备其他的作用, 应该不具备吧, 苏武鹏被吓了一跳, 咱们先去大漩涡深处看看吧, 苏武鹏试探地问道, 我可以跟你们去里面, 但能不能让我这些弟子回去, 他们实力低微, 进去遇见强大的妖兽, 帮不上什么忙, 反而会成为累赘, 你是怕遇见强大妖兽, 你们全部被杀死, 铁手宗灭门吧, 楚汉风说道, 苏武鹏善善一笑, 他确实有这个想法, 但不可能明确直接说出来, 让他们离开可以, 不过这里的事情不允许乱说, 楚汉风回道, 苏武鹏连忙点点头, 跟自己的弟子们交代了几句, 随即便让众弟子离去, 而他则带着楚汉风朝大漩涡的深处走去, 你这掌门倒是当得称职, 楚汉风笑道, 没办法, 其实我这铁手宗的弟子, 大多数都是锅儿, 我也都是当自己的孩子养的, 苏武鹏叹息道, 两人从草原穿梭而过, 按照苏武鹏的说法, 风经的出现是没有规律的, 两人最多就是进去碰碰运气, 遇见了便有, 要是没遇见, 只能自认倒霉了, 我有个疑问, 楚汉风说道, 这毁灭风暴一般多久会出现一次, 八十天会毁灭一次世界, 苏武鹏回到, 我们也是专门统计过的, 毁灭得如此频繁, 那这大漩涡的妖兽怎么一直没被消灭完呢, 楚汉风诧意说道, 就算有神庙的庇护, 这么多妖兽每一次死一些, 总有死完的时候吧, 神庙就七座, 还有两座在外围, 里面真正也就五座神庙, 能庇护多少妖兽, 神庙的面积楚汉风也看了, 并不算辽阔, 最多七八只妖兽就撑死了, 其实这件事我也不是很清楚, 大漩涡过后的一段时间, 妖兽的数量确实会很少, 但是过一段时间后, 妖兽又会越来越多, 苏武鹏回到, 咱们一路上先寻找属性晶体, 然后去其他几座神庙看看吧, 楚汉风说道, 苏武鹏点点头, 其实有他带路, 楚汉风也不用走冤网路, 两人走了一段路程后, 来到了大漩涡内部的第三座神庙中, 与前两座一模一样的神庙, 唯独风神雕像后面的那行字不一样, 对上缺西方双则, 这是第三座神庙后面的话, 你不觉得这话很熟悉吗? 楚汉风问道, 熟悉, 苏武鹏摇了摇头, 你把这三句话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 楚汉风说道, 前三连西北开天, 昆六段西南八地, 对上缺西方双则, 前, 昆, 对, 苏武鹏先是下意识地念了一遍, 随即大惊, 这不是八卦的其中三卦吗? 莫非这大漩涡与乾坤八卦有关? 我想, 咱们去其他几座神庙看看, 楚汉风说道, 说不定就有答案了, 苏武鹏点点头, 其实他内心也被勾起了好奇心, 两人开始朝第四座神庙出发, 走了半个时辰后, 这时, 两人途径一座山谷前, 原本两人是不打算进入山谷的, 但苏武鹏从入口看向里面, 却在山谷的山壁上, 看到了几颗闪闪发光的雷鲸, 虽然这雷鲸与楚汉风要寻找的风鲸, 是不同属性的, 但楚汉风还是好奇, 想研究一下, 两人走进山谷内, 才发现这里雾气很重, 小心点, 苏武鹏提醒道, 两人一路走到雷鲸的面前, 还没等楚汉风伸手去碰雷鲸, 旁边突然窜出来一道身影, 该死的人类, 离开那些东西, 楚汉风两人大惊, 连忙转头看去, 只见在左边的山壁上, 有一个很深的山洞, 因为迷雾太浓郁的关系, 若不是仔细去观看, 根本发现不了, 而山洞的入口处, 一个巨人从其中走了出来, 他的身形跟人类差不多, 都是直立行走的, 不过, 他并非是血肉之躯, 通体全是墨黑色的, 周身有浓郁的魔气缠绕着, 他的脑袋是四四方方的正方形, 身形起码有十几米高, 他走起路来, 大地都震站, 地面不断地摇晃着, 还能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发出, 是暗影魔人, 苏武鹏看了对方一眼, 对于一个常年混迹在大漩涡的人来说, 立刻便可以认出来, 不过暗影魔人应该是魔属性啊, 他要雷精做什么, 不是普通的暗影魔人, 楚汉风摇了摇头, 他用命运之谋简单看了一眼, 基本上已经有了答案, 变异的暗影魔人, 不过他的变异不完整, 可能想用这些雷精彻底变异吧, 变异成为雷影魔人, 苏武鹏说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提醒道, 是神藏武尽的地缘, 应该能解决的, 暗影魔人从山洞走出来后, 警惕了看了楚汉风两人一眼, 便直接从山洞上方一跃而起, 跳了下来, 轰的一声, 他落地时, 地面都轰鸣, 脚下裂开无数的裂缝, 碎石乱飞, 暗影魔人笼罩在魔器中, 扭了扭脖子, 一步步走上来, 这山谷是我的地盘, 你们竟敢闯入我的领地, 还妄想夺取我的雷精, 毁灭风暴不是刚过吗, 你怎么没有去神庙躲藏,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按理来说,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妖兽存在呢, 本王才不惧怕毁灭风暴, 暗影魔人冷哼一声, 现在给你们一次机会, 从我的地盘滚出去, 我可以既往不救, 这雷精我需要一颗, 楚汉风说道, 其实, 雷精对他用处不大, 他只想要一颗研究研究, 若是风精的话, 他不管怎样都要抢夺的, 我凭什么要给你, 暗影魔人冷哼道, 想要雷精可以, 但必须用其他属性晶体来跟我换, 那看来是谈不拢了, 楚汉风冷声回道, 他直接一挥手, 笑天与美猴王全部召唤了出来, 元素智灵的身影缓缓悬浮在他的面前, 而苏武鹏这边, 也是将自己的四只妖宠全部召唤出来, 分别是疾风刺猬, 追月犬, 青罗腾以及巨顿兽女的妖宠太弱了, 尽量远程消耗, 楚汉风说道, 放心吧, 苏武鹏点点头, 你们找死, 暗影魔人看到几只妖宠后, 十分地暴怒, 直接在仰天咆哮着, 别看他的身躯很庞大, 但速度极其地快, 在暗影魔器的笼罩下, 他一动起来只有残影掠过, 楚汉风用命运之谋方才简单地捕捉到, 而苏武鹏根本只能看到残影, 暗影魔人没有远程攻击的能力, 但他的近战能力十分地强大, 只见一只漆黑的拳头在眼前被放大, 这暗影魔人的第一目标竟然是楚汉风, 脚下逆龙七步驶出, 龙鹰想起, 楚汉风也是脚下金光闪烁, 直接躲过了这一拳, 笑天的地狱之火喷涌而出, 这暗影魔人防御力惊人, 他周身的暗影魔器, 竟然全部将地狱之火给阻挡了, 美猴王这时已经饶到他的后面, 一棒气势十足地朝后被砸去, 滚开, 暗影魔人一声幕后, 直接一脚将美猴王踢飞了出去, 他的实力强大, 本来就是神藏金王, 在明面上的实力, 已经足以压制美猴王这些星桥妖兽了, 所以, 哪怕是硬碰硬, 暗影魔人依旧是占据上风的那一方, 不过楚汉风这边的优势, 则在于他的妖宠数量多, 可以打群架那种, 暗影魔人在怒吼着, 他直接狂奔向楚汉风, 元素之盾, 巨大的五彩之盾挡在他的前面, 暗影魔人一拳落下, 只听轰的一声, 元素之盾猛烈震击, 一击之下, 上面已经出现了裂纹, 随即暗影魔人又是一拳, 轰的爆炸传来, 元素之盾彻底地破碎开, 而此刻, 楚汉风已经被逼到了墙角的位置, 无处可逃, 你不要过来啊, 楚汉风慌张地大喊道, 暗影魔人却是争吟着笑容, 一步步逼近, 小子, 早知如此, 刚才何必这么嚣张呢? 暗影魔人居高临下地看着楚汉风, 随即大掌一挥带着漫天魔器, 朝楚汉风拍了过去, 不过他刚刚扬起大掌的那一刻, 只听轰的一声, 一只大掌直接刺入了他的肚子中, 将他的腹部都给冻穿, 暗影魔人艰难地转过头去, 只见楚依带着提魂兽出现在他背后, 直接偷袭了他, 卑鄙, 暗影魔人愤怒地吼道, 兵不厌诈吗? 怎么能叫卑鄙? 楚汉风轻笑道, 旁边的美猴王已经蓄势待发, 直接一个大棒从天而降, 重重地落在了暗影魔人的头顶上, 魔器都消散了无数, 暗影魔人在痛苦地大吼着, 楚汉风直接将捆腰绳取了出来, 捆腰绳将暗影魔人五花大绑起来, 楚汉风也是一脚将其踹翻在地, 无耻, 无耻小人, 暗影魔人不断地破口大骂, 有本事把我放开, 咱们堂堂正正地大战几回合, 你一个神葬精妖兽, 跟我一个心窍欲妖师, 有什么好堂堂正正的? 楚汉风冷笑道你有时间在这骂我, 还不如想想, 等会怎么跟我求饶吧? 求饶? 放屁, 老子才不会求饶呢? 暗影魔人大怒道, 不会求饶, 等会让你生不如死, 你就知不知道求饶了? 楚汉风冷笑道, 他身后雷翅张开, 直接朝那山洞飞去, 山洞的入口虽然有些黑暗, 但楚汉风将随身携带的夜明珠取了出来, 稍微散发着一些淡淡的光运, 这山洞不算深, 进入里面后, 楚汉风基本上什么都没发现, 只是在角落里, 发现了一些属性经破碎过后, 留下的残渣, 就好像里面的能量被吸收完, 才破碎的样子, 他微微皱眉, 从山洞中走了出来, 现在, 你该回答我的问题了, 楚汉风说道, 我不会告诉你的, 暗影魔人刚刚说完一句话, 惨叫声便随之响起, 因为楚汉风直接一键砍断了他的右手臂,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死的, 你这算什么, 有本事给我个痛快, 暗影魔人回答, 他说话已经有些气喘吁吁了, 因为左臂传来的疼痛, 让他难以再应下去了, 你要是回答我的问题, 我满意的话, 可以放过你, 楚汉风直接说道, 我们本来就没什么恩怨, 你说对不对, 你想知道什么, 暗影魔人的眼珠子转了转, 随即妥协道, 当然, 他是真的妥协还是假妥协, 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为什么别的妖兽都去神庙躲避毁灭风暴了, 你却在这里黯然无恙, 楚汉风问道, 这山谷有天然庇护的能力, 所以我能躲藏, 暗影魔人转动着眼珠, 回答, 谁知他的话音落下, 又是惨叫从嘴里响起, 你觉得我很好骗, 楚汉风问道, 他一见落下, 将对方的左胳膊又给斩断了下来, 黑色的鲜血不断地流了下来, 小子, 你等着, 暗影魔人恨恨地说道, 要死的人了, 还这么嘴硬, 楚汉风冷笑了几声, 他看向旁边的苏武鹏, 说道, 你把他的肉, 一块块给我剁下来, 然后挂在这山谷内, 给其他妖兽当食物, 啊, 素鹏愣了一下, 杀人不过头点地, 这么凶残的方式, 他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他却是根本想不通, 楚汉风的最终目的, 压根就不是杀暗影魔人, 而是从对方的身上套取情报, 果然, 看到这一幕, 暗影魔人自然不想死, 只能认命地说道, 你想问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但你必须保证放了我, 没问题, 楚汉风点点头, 回答我刚当的问题, 我之所以能不被毁灭风暴杀死, 是因为, 我发现了大漩涡的秘密, 在这里, 并非一定要躲入神庙, 才能躲避毁毁灭风暴, 其实你收集了八种属性晶体后, 同样能够抵制毁灭风暴, 暗影魔人解释道你撒谎, 大漩涡只有七种属性晶体, 哪来的第八种属性晶体, 素鹏直接说道, 你不知道, 不代表没有, 暗影魔人冷笑道, 第八种是什么属性, 楚汉风倒是问道, 我也不知道, 那是一块红色的晶体, 暗影魔人回道, 我偶尔会在大漩涡遇见, 不过数量很稀少, 你居住的山洞里面, 那些晶体碎末便是你抗衡毁灭风暴后, 残留下来的吧, 楚汉风问道, 暗影魔人点点头, 每一次抵抗毁灭风暴, 都会耗尽晶体里面的能量, 自然也是破碎了, 最后一个问题, 楚汉风说道, 在哪可以找到风晶, 晶体的出现并没有规律, 就像这山谷的雷晶般, 你遇见了就是运气好, 遇不见也没办法, 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这大漩涡四处多走走, 暗影魔人解释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没什么用处了, 楚汉风咧嘴一笑, 手中的长剑已经朝对方的脖子上斩去, 你骗我, 暗影魔人大怒道, 别傻了, 我说的话你也相信, 楚汉风冷笑道, 他跟着暗影魔人已经结怨了, 基本上可以说不死不休, 又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放过对方呢, 咔嚓一声, 暗影魔人硕大的脑袋直接滚落在脚边, 苏武鹏急忙后退了几步, 这, 这, 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人类与妖兽本来就是天敌, 根本就不存在诚信可言, 楚汉风说道, 当然, 若是遇到愿意和平相处的妖兽, 这句话倒霉说, 不过在这新妖界, 你就别想了, 我, 我知道了, 苏武鹏受教的点点头, 楚汉风将对方的妖和取了出来, 然后一跃而起, 朝山壁一旁的雷精抓去, 这里一共有七颗雷精, 它们属于那种不规则的五菱形, 如同琥珀般, 表面是透明的, 里面则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雷精, 雷属性能量晶体, 其中蕴含着强大的雷霆, 乃是大漩涡基础组成力量之一, 这是命运之谋反馈而来的结果, 这个结果让楚汉风沉思了少许, 他倒不是视若于雷精的无用, 而是对于风公子的用意不明, 走吧, 去第四座神庙, 楚汉风说道, 走出山谷, 一路上苏武鹏试探地问道, 你真相信那暗影魔人说的话? 什么话? 楚汉风转头问道, 大漩涡存在第八种属性晶体, 苏武鹏回道, 何止是相信, 答案就在神庙中, 楚汉风神秘一笑, 两人再次到来时, 来到了第四座的神庙, 这第四座神庙依旧与其他三座神庙一模一样, 但楚汉风知道, 神庙的奥秘就在于雕像后面的话, 而不是神庙本身, 果然, 这第四句话写的是训下断东南无风你信不信, 这第五座神庙, 写的话会是镇养梦东方四雷, 楚汉风笑着问道, 楚公子已经掌握这里的奥秘了, 苏武鹏差一说道, 差不多吧, 咱们去其他几座神庙看完, 然后确定我的猜想, 楚汉风说道, 另外, 你把所有神庙的分布位置, 给我画一张简易的地图, 这个没问题, 苏武鹏点点头, 如今毁灭风暴刚刚过去, 许多妖兽都被杀死在风暴中, 仅仅有一些残余的妖兽, 也都是晶晶战战地躲了起来, 这也给了楚汉风机会, 两人方才能畅通无阻地在这大漩涡深处走过, 否则若是平日, 只怕早就遇见了无数的妖兽, 用了一天多的时间, 两人彻底地走完了这大漩涡的七座神庙, 果然, 每一座神庙都如同楚汉风预感的那样, 第五座神庙的雕像后面, 写的是镇养梦东方四雷, 第六座神庙后面则写的更富万东北七山, 第七座神庙写的是坎中满北方六水, 当从第七座神庙出来后, 苏武鹏已经是满头雾水了, 他看向楚汉风问道, 这些神庙有什么奥秘吗?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吗? 这些神庙有什么有关? 楚汉风问道, 八卦呀, 这几句话分别连起来, 就是前, 坤, 对, 旭, 更, 正, 坎, 苏武鹏点点头, 不对, 还差了一个, 代表火的梨, 楚汉风摇头回道, 离中虚南方真火, 可是这大漩涡只有七座神庙啊, 苏武鹏回道, 咱们去哪找代理的神庙, 不是七座神庙, 而是八座神庙, 只是这最后一座神庙被有意隐藏起来了, 楚汉风笑道, 找到这最后一座神庙, 只怕就知道大漩涡的秘密了, 那咱们该怎么找? 苏武鹏依旧不懂, 动动脑子啊, 楚汉风感觉这苏武鹏的思想太固执了, 属于那种不会转弯的, 你想想八卦的分布位置, 楚汉风提醒道, 再看看, 我刚刚让你把神庙的位置都画出来, 你是说, 离子神庙是以八卦的方位存在的, 苏武鹏瞬间反应了过来, 他打开自己画的地图, 前三连西北开天, 这代表前的神庙正好在八卦的西北方, 昆六段西南八地, 而昆就在西南方向, 以此类推, 离中虚南方真火, 那这离神庙, 应该就是在八卦的正南方向, 咱们去南边, 苏武鹏兴奋地说道, 没错, 去看看吧, 楚汉风笑道, 两人的速度很快, 按照八座神庙之间相隔的距离算起, 每座神庙之间都是相距十公里左右, 两人急速前进了几个时辰后, 终于来到了南边, 出人意料的是, 这南边空旷的大地上, 竟然有一座沉睡的死火山, 脚下是红白色的火山沿空气中, 仿佛都有火焰燃烧的那种灰烬气息, 十分地干燥, 越靠近那座死火山, 就能感觉到四周的温度越来越热, 你说, 这神庙该不会是在火山里面吧, 苏武鹏无奈地说道,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楚汉风问道, 来过啊, 我们之前进入这里后, 便被那只烈焰火龙给追杀了,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苏武鹏解释道, 那看来, 咱们想进去火山, 就必须解决那只烈焰火龙了, 楚汉风停下脚步, 笑道, 他知道不能再往前走了, 否则会惊动那只烈焰火龙, 因为这里已经算是对方的领土了, 咱们两个人只怕不行, 就算加上你的护卫, 也不是那火龙的对手, 苏武鹏是见过楚医的, 自然将楚医认作护卫的职责中, 龙族是妖族中最强大的种族之一, 哪怕烈焰火龙只是不入流的龙族, 但他体内依旧流淌着纯正的龙族血脉, 苏武鹏试图说服楚汉风, 你若是有认识的人, 可以叫过来一起帮忙, 你不是人神叫的吗? 那应该人脉很广, 我不是贪生怕死, 但仅凭咱们两人, 就是去送死, 我当然知道楚汉风笑道, 不过, 我又把握斩杀他, 怎么斩杀? 苏武鹏问道, 这个,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楚汉风笑道, 但在斩杀那烈焰火龙之前, 咱们还是先解决另一个麻烦吧, 什么? 苏武鹏一愣, 觉得楚汉风这说话太跳跃了, 但楚汉风也不跟他解释, 而是转过头去, 看向身后空荡的虚空, 笑道, 玫瑰姐姐, 你这跟了一路, 只怕是累了吧, 还不打算露面跟我见见吗? 有人跟踪咱们, 苏武鹏大惊, 要知道一路走来, 他可是没有任何察觉的, 楚汉风声音落下后, 虚空依旧寂静, 根本没有任何的东西, 既然如此, 那可别怪我动手了, 楚汉风打了一个响指, 巨沙强袭, 一道鲨鱼的影子, 直接飞向旁边的虚空中, 紧接着, 巨沙从地底吞噬而起, 朝虚空的一处咬去, 砰的一声, 一只大手落下, 巨沙直接被烟灭掌中, 楚城主冒犯了, 黑玫瑰的声音响起, 只见他全身遍布黑色的荆棘, 一步步从虚空中踏出, 他的手中拿着一面镜子, 镜子折射出另一个自己, 烟空镜, 普通妖气, 可让施法者藏匿虚空中, 只可简单移动, 不能攻击, 不能躲避伤害, 这烟空镜的属性, 在命运之谋的介绍下, 很简单, 就是专门用来跟踪人, 或者藏匿的, 黑玫瑰, 本体幽名藤蔓, 神藏镜, 实用化形单, 可化为人形, 妖际, 幽名鬼龙, 吞噬, 群腕乱舞, 幽名真身, 巨化藤蔓, 楚汉风盯着对方, 轻笑了一声, 跟了一路了, 只怕是累了吧, 楚城主别误会, 我是怕你遇到什么危险, 不放心, 方才悄悄跟着你的, 只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楚汉风笑道, 那楚城主觉得, 自己有什么值得我们图谋的呢, 黑玫瑰反问道, 风公子连钢锋丹都能随便给你, 便是交好的心思, 那他为何要让我来大漩涡, 楚汉风问道, 你用风筋换取钢锋丹, 不应该来这大漩涡之地, 寻找风筋吗, 黑玫瑰问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风公子应该是天赋境界吧, 楚汉风笑道, 而一颗风筋, 其中蕴含的力量, 别说对风公子了, 哪怕对你这种神葬镜来说, 依旧没什么用处的, 所以他跟我的交易, 根本不在于风筋, 而是想让我进入这大漩涡, 听到楚汉风的话, 黑玫瑰轻笑了一声, 看来, 你比想象中还要聪明, 没错, 风公子的, 却想试探一下你, 不过没有任何的恶意, 那你为什么跟踪我, 楚汉风问道, 一来是观察你, 二也是保护你, 黑玫瑰回道, 楚汉风看对方不像说谎的样子, 又问道, 最后一座神庙, 应该在这火山内吧, 黑玫瑰神色一紧, 随即笑道,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什么最后一座神庙, 楚城主还是尽早离开吧, 这里面的赤燕火龙, 可不是现在的你能抗衡的, 我做事不需要你来提醒, 这火山我必将进去, 楚汉风说道, 不过在进去之前, 为了怕你坏事, 我觉得, 还是要先委屈一下你了, 你什么意思啊, 黑玫瑰皱眉问道, 楚汉风将捆腰绳取了出来, 笑道, 麻烦玫瑰姐姐绑住一会, 等我从火山出来, 自然会给你结绑, 笑话, 你觉得你是我的对手, 黑玫瑰冷笑道, 幽冥藤万, 这是你的本体吧, 楚汉风笑道, 没想到, 你连这都看出来了, 黑玫瑰疑惑地问道,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我自认利用这烟空镜, 毫无破绽, 我的妖宠嗅到了你的气味, 楚汉风说道, 其实刚刚进入大漩涡, 美猴王在打死白纹魔暴时, 就已经发现了黑玫瑰的踪迹, 那时候楚汉风隐忍不发, 就是想看看对方什么目的, 只是让楚汉风诧异的是, 这黑玫瑰是真的能忍, 竟然跟了一路都没有出手, 无奈, 他只能率先把对方拆穿了, 毕竟接下来要打烈焰火龙, 不能容许有半点外来因素的打扰, 那就试试看, 黑玫瑰笑道, 刚好我也想试试楚城主的实力, 不过楚城主放心, 我不会杀你的, 最多将你擒住, 带回封城去, 楚汉风没有说话, 直接将楚一给叫了出来, 楚一的妖宠都还算不错, 除了提昏兽和六爪魔暴外, 他的剩余三只妖宠分别是辅助妖宠魔独产, 防御妖宠石王, 以及飞行妖宠子妖鹰, 五只妖宠站在前方, 将黑玫瑰都围了起来, 狂魔炮弹, 楚一一声令下, 只见六爪魔暴张开嘴巴, 一颗颗深紫色的炮弹从口中喷出, 一次性便有七八发, 轰隆隆的炮弹爆炸声响起, 黑玫瑰的身影在不断地闪避着, 躲闪了一定的距离后, 黑玫瑰看准时机, 直接右手一挥, 胳膊竟然变成了一条长长的藤蔓, 朝六爪魔暴抽了过去, 不过旁边的石王早有所防备, 他挡在六爪魔暴的前方, 藤蔓落在他的身上不痛不痒, 石王反手拽住藤蔓, 想要将黑玫瑰给拉过来, 两者僵持在原地, 动弹不得, 旁边的蹄魂兽一声大吼, 带着声波传来, 震得黑玫瑰妖魂轰鸣, 而紫妖鹰巨大的身影掠过虚空, 一抹紫色在虚空中炸裂开, 他双爪似是钢铁斑, 直接抓在黑玫瑰的腹部, 强大的力量将黑玫瑰甩飞了出去, 轰的一声, 几人看着黑玫瑰落地的位置, 黑玫瑰站起身, 身体开始以一种极度不科学的方式扭曲了起来, 楚城主, 接下来我可要认真了, 从远处看就仿佛一根通天的晴天支柱板, 藤蔓有无数条, 而且每一条藤蔓上面都带着白骨的雕刻, 幽冥藤蔓, 名符其实, 就仿佛从幽冥中而出, 浑身是死亡的气息, 这些藤蔓就仿佛死神的触手般, 全部朝楚衣杀来, 原本在虚空中的紫妖鹰一个不查, 直接被一根藤蔓贯穿翅膀, 随即几十条藤蔓全部缠绕而来, 瞬间便束缚住紫妖鹰将其掉在半空中, 该死, 楚衣脸色难堪, 笑天, 地狱之火, 楚汉风吩咐道, 笑天咆哮着, 一阵赤红色的火焰冲, 接而来, 直接摧毁了虚空, 落在幽冥藤蔓上面, 顿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藤蔓断裂, 紫妖鹰也得以获救, 但幽冥藤蔓不止于此, 幽冥鬼牢, 伴随着黑玫瑰的身影响起, 只见每一条藤蔓上面带着的骷炉头颅全部放打开, 形成了一个牢笼的形状, 这牢笼若是仔细看, 就会发现它像一个蜷缩在一起的生物, 而且牢笼都是从地底直接吞噬而来, 速度十分地快, 楚汉风几人仅仅是一个不察, 四周已经遍布了无数的藤蔓, 幽冥鬼牢瞬间禁锢了他们, 楚汉风与楚衣对视了一眼, 两人的实力强大, 岂是这藤蔓能困住的? 楚汉风手持大荒天兵树幻化的长剑, 剑点使出, 剑气长江, 剑主天地, 大剑搅碎着一切, 将藤蔓的牢笼斩成碎块, 而笑天使地狱之火燃烧殆尽, 美猴王直接双手硬生生撕裂了囚龙, 至于元素之灵, 他应该是最方便的了, 因为他本身具备死亡属性, 所以, 能与牢笼融为一体, 根本无法困住他, 楚汉风两人带领着各自的妖宠逃出来后, 旁边的苏武鹏却是倒霉了, 因为以他的实力, 根本冲不开这些牢笼的束缚, 楚公子, 你不用管我, 我能自保, 苏武鹏大喊道, 等我擒住他, 你自然会得救, 楚汉风点点头, 他与楚汉对视了一眼, 这一次, 楚汉风不敢有丝毫地小瞧对方, 将荒谷御龙也召唤了出来, 巨大的龙影徘徊在苍穹上, 他与提魂兽一样, 攻击都带着魂属性的攻击, 因此, 楚汉风让他与提魂兽一起攻击, 万荒神云, 神提震魂, 两道妖魂攻击落下, 幽冥藤蔓在疼痛地怒吼着, 六爪魔暴的狂魔炮弹 与啸天的地狱之火一同发射出, 这些攻击尽数落在幽冥藤蔓的身上, 吞噬, 黑玫瑰重重地冷哼一声, 只见他的藤蔓表面裂开了无数的小口子, 那些攻击过来的力量进入, 全部被吞噬了进去, 好难缠的对手啊, 楚汉风说道, 估计整个风域, 除了风公子外, 就属他最强了, 难缠也是情理之中, 楚一回道, 群藤乱舞, 黑玫瑰的下一次攻击已经迎来, 巨化藤蔓, 原本的无数藤蔓已经如同群魔般, 搅动着漫天风云, 粉碎四周无数的虚空, 如今每一根藤蔓都变得有几十米粗, 可以说, 每一根藤蔓的攻击都是属于那种惊天一击, 中妖宠开始慌忙躲闪起来, 又是紫妖鹰不小心挨了一击, 直接坠落地面, 血肉模糊, 这也幸亏元素之灵, 可以元素治疗, 要不然楚汉风这边, 瞬间就要失去一个战斗力, 这怎么打? 楚一看到这一幕, 无奈地说道, 其实也不难, 楚汉风说道, 他吩咐道, 荒谷玉龙, 炼狱空间, 荒谷玉龙一生龙银, 响彻整个天地, 只见一股如同炼狱般的力量, 从周身涌动了起来, 炼狱空间就仿佛一个放大了数百倍的牢笼, 但唯一不同的是, 它是炼化了整片天地, 可以凝固时间与空间的那种, 这炼狱空间还是楚汉风牵道的妖际, 炼狱的力量开始波及开, 瞬间便笼罩了幽名藤蔓的四周, 他四周的空间壁全部被禁锢了起来, 当这些藤蔓想要攻击时, 全部出不去禁锢的空间内, 咱们要速战速决了, 楚汉风说道, 荒谷玉龙毕竟是心窍妖宠, 困不住它多久的, 这一次, 楚汉风两人几乎命令所有的妖宠, 都将各自最强的攻击使了出来, 万荒神允, 地狱之火, 元素镇压, 惊天一击, 而在楚汉这边更是狂魔炮弹, 神体镇魂, 紫岩碎空, 石破惊天, 最让楚汉风诧异的, 还是那只魔独蝉的攻击方式, 它竟然变成了一个小光点, 傀儡魔独, 根据楚汉的描述, 这小光点附身到什么妖兽身上, 就能直接寄生, 然后它再利用提魂兽震撼对方的妖魂, 让魔独蝉联合吞噬对方的妖魂, 这样就能将那妖兽当作傀儡般, 控制起来, 可以说, 这两只妖宠是相辅相成的, 你的魔独蝉能控制幽冥藤万吗? 楚汉风问道, 我没把握, 但可以试一试, 楚汉回道, 我帮你压制他, 然后你去进攻, 楚汉风回道, 楚汉郑重地点了点头, 当所有妖宠的攻击都落下时, 一时间天地都是一片震撼, 龙鹰虎啸, 声音起伏跌宕, 一波接着一波, 各种颜色, 各种属性的攻击仿佛烟花般, 绚烂地落了下来, 只听轰轰轰的声音爆炸开, 幽冥藤万被淹没在爆炸之中, 楚汉风身后雷翅张开, 直接飞到了幽冥藤万的面前, 当爆炸的余波结束的那一刻, 楚汉风双掌四十利爪, 无尽束缚已经启动, 可别小看这无尽束缚, 它是无视目标的压制技能, 不管你是什么妖兽, 或者什么人, 都能被压制, 只是取决于时间的长短罢了, 在被压制的那一刻, 楚一已经指挥着魔独产的光点, 没入了幽冥藤万表面裂开的伤口中, 当压制结束的那块, 楚汉风一个咫尺天涯, 直接回到了楚一旁边, 搞定, 他看了楚一一眼, 楚一连忙回到, 当一切尘埃都落下后, 只见幽冥藤万此刻已经狼狈至极, 表面是伤痕累累, 无数的藤万也都断裂开, 我是真的有点生气了, 黑玫瑰清朗的声音响起, 原本以为只是一次十拿九稳的战斗, 自己竟然被逼成如此狼狈的模样, 幽冥藤万的怒吼声响起, 直冲云霄, 响彻天际, 你还有什么手段, 可以尽管使出来, 楚汉风说道, 楚城主, 那就恕我得罪了, 黑玫瑰保持着最后一丝理智, 幽冥真慎, 犹如从九幽深处响起的声音, 略微带着回音感, 楚汉风之前用命运之谋看过对方, 自然是知道这是对方的最终一招, 只见这幽冥藤万身上的力量, 全部朝前方汇聚, 汇聚到半空中, 力量涌动出来后, 这些幽冥藤万就仿佛哭死般, 没有丝毫的活力,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幽冥之力, 只见前方的虚空开始扭曲, 仿佛有什么怪物要出事, 一声声历历历的声音传来, 楚汉风两人抬头, 方才看清了这怪物的真实面容, 他的下半身与幽冥藤万差不多, 都是几十条冲天起的藤万缠绕在一起, 组成的下半身, 但是上半身却是凝实的状态, 全身都是黑褐色, 左臂处是一只凶神恶煞的骷髅头, 而右手的位置只有一条胳膊, 手里拿着一条血红色的藤万, 他只有一个脑袋的轮廓, 没有真正的五官, 在他胸膛而正中间,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腕字, 这腕字是血红色的, 不断衍生他的全身, 怪物怒吼着, 爆发出来的气势让人色变, 强大的净风袭来, 将楚汉风脸旁的碎发吹得迎风飞起, 好强,楚汉风说道, 这怪物就犹如从地狱走出来般, 身上的杀气比幽冥藤万本身还要浓郁, 仿佛要化为实质, 看你的了,楚汉风说道, 楚一点了点头,直接吩咐道, 魔毒禅,傀儡魔毒, 原本正准备朝众人走来的怪物, 身影突然一呆滞,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紧接着便是无数密密麻麻的黑点出现在他身体表面, 那怪物开始有些不受控制起来, 你们做了什么? 黑玫瑰惊呼道, 快攻击他的神魂, 不要让他有反应的时间, 楚一大喊道, 万荒神允, 神体震魂, 荒谷玉龙与提魂兽的攻击不断地落下, 几乎是不停息的那种, 怪物抱着脑袋不断地怒吼着, 相比较黑玫瑰的吃惊, 楚一这边要更加地吃惊, 魔毒禅竟然无法完全吞噬他的妖魂, 要知道这魔毒禅天生就是吞噬妖魂, 傀儡妖兽而生, 如今竟然没有办法完全吞噬, 这可是楚一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这只能说明是这个怪物太强了, 能吞噬多少? 楚汉风问道, 最多只能吞噬一半, 楚一说道, 我也只能控制这怪物的一半身躯, 你不觉得这样更有意思吗? 楚汉风笑道, 于是, 原本煞气十足的怪物, 竟然出现了滑稽的一幕, 黑玫瑰让他往前走, 而楚一却让朝后走, 这么做的代价便是原地不动, 黑玫瑰控制他的半边身躯, 那骷髅头喷发出毁灭的红色射线, 楚汉风等人连忙躲避开, 而楚一控制着怪物的右半边身躯, 不断地攻击着自己, 这就属于自残的行为了, 该死, 黑玫瑰怒斥道, 但却无能为力, 于是接下来就演变成了这一幕, 黄色藤蔓不断地劈在自己的身上, 一下, 两下, 再到十几下, 喷喷喷的声音不断响起, 一段时间后, 这怪物终于撑不住了, 只听轰的一声, 他胸膛中间的万字开始泛红, 随即便是轰的一声, 惊天动地的爆炸响起, 无数藤蔓碎裂开, 怪物也直接自爆了, 比想象中还要容易, 楚一擦了擦额头的汗, 有气无力地说道, 他控制着魔独产, 对于自身的心神消耗也是极其夸张的, 这次拟力大功, 楚汉风笑道, 他站起身, 只见幽名藤蔓也因为这次爆炸, 变得虚弱不开, 许多藤蔓连挥舞的力量都没有了, 手中的捆腰绳飞出, 迫使黑玫瑰又变成了人身, 然后捆绑起来, 放心吧, 我没乐意, 楚汉风迎着黑玫瑰的眼神, 笑道你就在这好好看看, 我怎么解决烈焰火龙, 解决烈焰火龙, 黑玫瑰冷笑了一声, 招惹了他, 这里可没人保得住你, 这么说, 你对这烈焰火龙很熟悉, 楚汉风问道, 龙族没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比较好奇, 你这龙族妖宠是如何得到的, 黑玫瑰问道, 是我问你问题, 还是你问我, 楚汉风摇了摇头, 今天我把话放这了, 哪怕天王老子来了, 这火山的神庙, 我依旧要进去, 那等会被打死了, 你自己负责, 黑玫瑰回道, 楚汉风也不愿与他多争辩, 直接转过身去, 目光眺望着远处的火山, 算是中等火山吧, 整座山都是漆黑色的, 仿佛被烧焦的煤炭般, 唯有核心之处, 可以看到一条条死寂的 绒将火红色流淌着, 滚滚狼烟几乎要将苍穹都给覆盖, 说它是完全的死火山, 倒也不尽燃, 但也不像正常火山喷发时, 那种火焰通天, 陨石天降的壮观场景, 咱们真要过去吗? 苏武鹏说道, 我是半点忙都帮不上的, 你怕了, 楚汉风笑道, 说实话, 真有些怕, 我还不想死, 苏武鹏诚恳地点点头, 你呢? 楚汉风又将目光看向楚一, 纵然死, 我也只听公子的命令, 楚一坚定地回道, 楚汉风笑了笑, 回道, 放心吧, 这一战不需要咱们打, 只见他微微闭上双眼, 意识沉入最深处的脑海中, 扑膜,扑膜, 黑暗的低音中, 还有阵阵喃细雨发出, 黑暗滋生一切, 又占据了一切, 楚汉风抬头看去, 意识的黑暗中, 一棵通天之树, 屹立在脑海的世界中, 谈个条件怎么样? 楚汉风问道, 不谈, 黑暗中带着微炎的声音, 直接传来, 那你就一辈子, 都被关进我的尸海中吧, 楚汉风也是强硬地说道, 我不会再让你吞噬任何的生物, 黑暗中的魔气暴动了一下, 随即又恢复平静, 扑膜古树问道, 你想谈什么? 有个大家伙可以给你吞噬, 楚汉风笑道, 你是遇见了对付不了的对手, 想让我给你当打手吧, 扑膜古树毫不客气地拆穿吧, 当你可以, 但你必须放我离开,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楚汉风摇了摇头, 那每天必须给我一个吞噬的生物, 扑膜古树退而求刺, 其实这才是他的目的, 至于让楚汉风放过他, 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当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性命差点都搭进去了,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过他, 每天一个, 你想得到没, 十天一个, 这是我的底线, 楚汉风回到五天一个, 扑膜古树又说道, 你以为这是买菜呢, 讨价还价, 楚汉风直接拒绝道, 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反正那家伙是龙族的, 味道应该不错, 行吧, 我答应你, 扑膜古树淡淡说道, 这才对吗, 合作药有个合作的样子, 楚汉风笑道, 其实你也不是真的帮我, 只是自己馋了, 对不对, 扑膜古树当初被封印在百草原的那世界中, 由大荒天兵树看守着, 可以说已经很久没有吞噬过生物了, 如今一块美味的肥肉在面前, 能不馋才怪呢, 而楚汉风只需要注意这个量, 不要让扑膜古树吞噬太多了, 免得对方反噬自己, 基本上就问题不大, 他的意识从石海中退出来, 楚汉风目光平视着四周, 走吧, 去看看那烈焰火龙, 楚汉风说道, 三人朝火山走去, 脚下是褐色的火山泥, 脚踩在上面, 松松软软的, 众人走了一段路程后, 已经距离火山越来越近, 突然, 只感觉脚下的大堆开始震动起来, 起初的震动声还很小, 但越来越大, 仿佛地震般, 龙音声在苍穹上传来, 悠扬的龙音声响彻整片天地, 抬头看去, 只见面前的火山已经摇晃起来, 轰隆隆, 仿佛老天在打雷般, 火山, 爆发了, 几十颗陨石从天而降, 将苍穹都染成了血红色, 而在位于上方的火山口, 一条巨大的火龙飞天而出, 翱翔在苍穹上, 它不像是东方的神龙, 反而更像西方长翅膀的巨龙般, 全身是通红色, 四肢趴在虚空中, 身后一条巨大的尾巴摇晃着, 两只翅膀扇动着漫天的火光, 那身上的龙铃, 零次至笔, 层层叠叠, 错落有致, 烈焰火龙的双眸如同喷火般, 周身携带着气势磅礴的火海, 烈焰火龙飞行在虚空中, 目光凶狠地看着楚汉风几人, 龙银不断地怒吼着, 怎么办, 苏武鹏慌忙问道, 别着急, 先跟他谈谈, 楚汉风笑道, 他抬起头, 看向苍穹上, 大喊道, 上面的大家伙, 咱们聊聊怎么样, 人类, 好大的胆子, 竟然闯入我的领地来, 烈焰火龙声音微严地说道, 我比较好奇, 这是你的领地, 还是你只是给别人开门的, 楚汉风笑道, 人类, 你该死, 那烈焰火龙二话不说, 直接张开大口, 龙熙烈焰吐出, 熊熊火焰如同火焰洪流般, 直接摧毁而来, 快躲开, 楚汉风大喊道, 他身后雷翅飞掠而过, 直接躲过了这一击, 看来是说中了你心中的痛楚, 我很好奇, 你的主子是谁, 楚汉风依旧在问道, 人类, 去死吧, 火龙怒吼着, 巨大的身影直接俯冲而来, 他的速度极快, 肉眼可见, 乃是火红色的一道血线在虚空中闪烁而过, 烈焰火龙庞大的身躯已经杀了过来, 出现在楚汉风的面前, 龙爪风力无比, 直接想要抓向楚汉风, 将它粉碎开, 无上雷, 楚汉风早已聚集的雷霆在掌心暴动着, 直接映照在对方的龙铃上, 不过烈焰火龙防御力惊人, 丝毫不见损伤, 一股大力传来, 紧接着便将楚汉风掀翻在地, 烈焰火龙不依不饶, 看着楚汉风倒飞出去的身影, 又是几道龙溪烈焰吐出, 楚汉风的四周, 无数烈焰之柱冲天起, 他单薄的身影被笼罩其中, 仿佛随时一道烈焰之柱都能将它摧毁, 烈焰火龙的怒吼在不断响起, 在烈焰之下, 火山泥的地面无数泥土飞扬, 火光四溅, 烈焰火龙睁着巨大的龙眸, 紧紧地盯着中心点, 伴随着火焰消散, 只见楚汉风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 周身是浓郁的魔气, 强大的魔气仿佛要毁灭整个世界般, 烈焰火龙微微皱眉, 这是什么? 让人厌恶的力量, 只见楚汉风双手伸开, 魔气凝聚成魔云, 从他周身咆哮而出,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魔气开始汇聚, 原本血红色的苍穹, 此刻渐渐演变成漆黑色, 烈焰火龙下意识欲感到了不祥, 去死吧, 他大吼着, 一道道的龙溪炮弹吐出, 一次性便是几十颗炮弹全部落在楚汉风的身上, 可惜想象中的爆炸并没有响起, 炮弹在接触到魔气的那一刻, 全部被吞噬殆尽, 这小子身上有古怪, 烈焰火龙冷声自语道, 好美味的食物啊, 魔气中有弹哮声传来, 下一刻, 只见无数魔气爆炸开, 一颗连接着天地, 毁天灭地, 吞噬万物的古树出现在魔气中, 挡在楚汉风的面前, 蒲魔古树周身是通天而起的魔气, 这一刻, 无论你在大悬窝的哪一处, 都能感受到如此强大的气息, 一些刚刚从毁灭风暴下, 劫后余生的妖兽们, 此刻也都瑟瑟发抖, 想要远离这片天地, 几乎难以想象的庞大树身, 无数条的蒲魔藤在虚空中乱舞着, 那幽名藤万与之比起来,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尤其是那蒲魔古树的树身, 还长着一张脸, 诡异又邪恶的大脸, 它枝繁叶茂, 每一根藤万都有无穷的力量, 仿佛能毁天灭地板, 苍穹上彻底沦为黑暗降临, 蒲魔古树的邪笑声响彻整片天地, 装神弄鬼, 烈焰火龙冷哼一声, 又是一道火焰红流从口中喷发而出, 小爬虫, 让你们的高等龙与我尚且有资格一战, 你也配, 蒲魔古树冷哼道, 无数条藤腕结成一张网, 挡住了所有的火源, 不管那火焰多么的强烈, 都无法突破蒲魔藤编织的大网, 龙危毁灭, 烈焰火龙的龙银怒吼一声接着一声, 毁灭的光波散开, 但蒲魔古树根本不受影响, 一条条蒲魔藤朝烈焰火龙禁锢而去, 强大的蒲魔藤落下石, 烈焰火龙虽然速度极快, 但它毕竟身躯庞大, 而且蒲魔藤的数量太多了, 根本就是无处可投, 几道蒲魔藤抽在它的身上, 已经是血肉模糊, 但烈焰火龙还在不断地怒吼着, 龙危的力量波动开, 楚汉风微微皱眉, 抬头看了看前方, 大喊道, 不好, 它想复苏整座火山, 原本的死火山在龙危的波动下, 里面的岩浆火焰早已经动荡了起来, 一条条的熔江长河在其中流动着, 红隆隆那威势更强了, 就仿佛原子弹炸裂, 一朵蘑菇云升天的场景, 火山终究还是爆发了, 无数的陨石和岩浆伴随着浓浓的黑烟, 被火山喷发了出去, 于是又从苍穹落了下来, 几十万米的高空距离可想而知, 小菜一叠, 蒲魔古树冷哼了一声, 只见它的树身开始有无穷无尽的魔气汇聚, 蒲魔古树的最强能力便是吞噬, 天地万物就没有不可以吞噬的, 此刻这些魔气笼罩了整个苍穹, 最终形成了一张黑色的恐怖大脸, 这大脸一张嘴巴, 无穷无尽的吞噬之力涌动而来, 原本还坠落在地面的陨石和火焰, 全部被蒲魔古树给吞噬进嘴巴内, 它的吞噬就仿佛一个无底洞, 看不到尽头般, 终于, 随着所有的陨石都被吞噬, 但蒲魔古树依旧不满意, 它又将目标对准火山, 将其中源源不断的火焰吞噬抽取了出来, 疯子, 彻头彻尾的疯子, 烈焰火龙惊叉的喊道, 它此刻已经没有战斗的心思了, 直接振动庞大的双翅, 想要逃离这里, 但蒲魔古树又怎么会如它所愿, 无数蒲魔藤早已经埋伏好, 直接将烈焰火龙的所有退路都封锁住, 每一根蒲魔藤就如同一条绳子般, 将烈焰火龙给缠绕着, 苍穹上的大嘴将吞噬的力量对准烈焰火龙的本体, 你如此亵渎龙族, 必将得到整个龙族的追杀, 烈焰火龙惊慌的大吼道, 放了我, 这火山让给你了, 被龙族追杀, 还有这等好事, 蒲魔古树根本不受威胁, 冷声回道, 我倒是想尝尝高等龙族当食物了, 烈焰火龙不断地怒吼着, 声音中已经带着惊慌, 而且庞大身躯奋力挣脱着, 不过一切都无济于事, 因为当蒲魔古树动起来时, 强大的力量几乎是碾压的姿态, 镇压着烈焰火龙, 吞噬之力彻底地将烈焰火龙给吞了进去, 蒲魔古树打了一个宝格, 似乎很久没有这么满足了, 你该回去了, 楚汉风走过来, 说道, 下次再有这种美味, 记得喊我, 蒲魔古树音侧侧地笑道, 随即魔器开始收拢, 只见蒲魔古树的身躯也一点点缩小, 然后彻底地被魔器吞噬, 魔器也回到了楚汉风的尸海中, 结束了, 楚汉风松了一口气, 蒲魔古树的强大确实没让他失望, 直接打爆了烈焰火龙不费吹灰之力的那种, 而远处的黑玫瑰更是目瞪口呆他从来没想过, 会是这种结局, 楚汉风抬头遥望着巨大的火山, 笑道, 走吧, 去看看里面的秘密, 你不能进去, 黑玫瑰在远处大喊道, 为什么不能进去, 楚汉风问道, 因为, 反正就是不能进去, 黑玫瑰说道, 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 那我就只能亲自去看看了, 楚汉风说道, 行吧, 黑玫瑰无奈, 其实这大漩涡早已经被我们妖族攻占了,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操控的, 你们操控的, 旁边的苏武鹏吃惊地喊道, 这怎么可能, 毁灭风暴岂是可以操控的, 没什么不可能的, 楚汉风笑道, 你还记得那个暗影魔人吗, 他说, 只要聚集八颗属性晶体就能避免毁灭风暴, 若是足够多的属性晶体呢, 听到此话, 苏武鹏一愣, 他可是从未相信过暗影魔人的话, 没错, 其实当初妖王早已经发现了这大漩涡的秘密, 从而控制了整个大漩涡, 风公子让你来大漩涡, 只是试探一下你, 并非真的对你有恶意, 可我已经走到这了, 若是不进去看看, 岂不是白来了, 楚汉风笑道, 那里不是谁都能进去的, 这是妖王的法旨所在, 你这是践踏妖王的旨意, 黑玫瑰竭力阻止道, 不过楚汉风根本不可能听他的, 他已经来到这里, 杀死了烈焰火龙, 大漩涡的八卦之秘, 马上清除, 怎么可能半途而废呢, 我也没有恶意, 就是看一看, 看一看就离开了, 楚汉风笑道, 他与苏武鹏朝火山内走去, 其实烈焰火龙死去以后, 大多数的火焰被蒲魔古树吞噬, 导致这里的温度急速下降, 两人甚至已经感觉不到炎热了, 来到火山口, 原本楚汉风还想着, 应该怎么进入火山, 你快看, 那里有一扇门, 谁知苏武鹏突然指着前方的山脉, 大喊道, 楚汉风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光秃秃的山脉上, 有一扇灰色的大门, 莫非这就是进入火山内部的路, 楚汉风猜测道, 山脉有些崎岖, 但两人还是走了上去, 热大的山脉仿佛一条盘旋在天地间的神龙般, 走到大门前, 楚汉风用力敲了几下, 大门的材质应该是某种金属, 他右手画而为掌, 强大的力量在掌心涌动着, 大碑碎空掌, 掌势碎空, 如同石碑天降, 一掌拍开, 不过还没等两人走进去, 一道强大的风暴从大门内席卷来, 差点将两人的身体冲上天, 楚汉风朝里面看去, 只见大门的上方是金光灿灿, 那里竟然挂着一份腰指, 法令禁止, 四个大字在金色的腰指下, 冉冉生辉, 这腰指在此, 就仿佛妖王清灵般强大威势镇压一切, 想要进去, 但上面传来的那种压迫感根本抬不动脚, 妖王, 我就是进去看看, 楚汉风回道, 保证不乱做什么的, 你若是同意, 就收了这威势吧, 要不然, 我们只能硬闯了, 似乎是听到了楚汉风的话, 那金色的腰指突然忽明忽暗起来, 没过多久, 只见金光褪去, 所有的威势也都消散, 这, 苏武鹏是金的目瞪口呆, 相隔万里, 妖王真能听到你的声音, 是残魂吗? 楚汉风也是微微皱眉, 原本他只是开玩笑地说说, 已经做好了强闯的准备, 没想到会是眼前的一幕, 真的有强者能在万里之外, 感知到你的一举一动, 连楚汉风自己都有些不可置信了, 不过没有了妖王旨意的压制, 两人也得以顺利进去大门中, 一进入大门, 才发现里面天地的辽阔, 超乎想象, 首先, 这里是火山的内部, 正前方是一条火山岩铺城的道路, 道路很窄, 只能一个人通过, 两旁便是荣江火海, 不过因为蒲末古树的原因, 如今荣江已经所剩不多, 沿着这条火山岩的道路前行, 一段路程后, 两人再次穿过一条走廊, 终于, 那属于梨的神庙出现在视线中, 与其他神庙不同, 这梨神庙似乎是八座神庙所有力量的聚集点, 虽然建筑是一模一样, 但颜色上面, 梨神庙通体乃是火红色, 就如同真的被烈火烧过, 红彤彤的, 浩强的力量, 苏武鹏诧异地说道, 八卦的中心点, 整个大漩涡的力量只怕都汇聚在此, 楚汉峰说道, 进去看看, 两人走到神庙内, 神庙内的布置场景没什么变化, 唯一的区别便是那风神的雕像, 他仿佛要活过来般, 栩栩如生, 周身是强大的妖气, 带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在周身闪烁着, 风神身披九彩云长, 偏若惊鸿, 宛若犹龙, 他以飞天之字立着, 看到风神, 哪怕知道他不是真实的, 但内心已经会有静养之感, 仿佛要下跪扣拜班, 苏武鹏甚至有些情不自禁, 一点点向风神走去, 那虔诚的表情犹如信徒, 犹如扑火的飞蛾, 你没事吧, 楚汉峰适时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苏武鹏瞬间惊醒, 全身冷汗直流, 整个人如同进入了梦魇班, 吓得连续退了好几步, 这,这, 你刚刚怎么了, 楚汉峰皱眉问道, 我也不知道, 苏武鹏摇了摇头, 回道, 我感觉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般, 醒来后, 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雕像有问题, 你不要看他, 楚汉峰提醒道, 他来到雕像的背后, 上面正如同想象的一般, 写着那句离中虚南方真火, 楚汉峰打开命运之谋, 查找着这神庙力量最强大的地方, 也就是这股力量的源泉, 其他七座神庙平平无奇, 那是因为, 他们将自身的力量都汇聚在这最后一座神庙中八卦之内, 太极, 两仪, 四项都在不断地旋转着, 前代表天, 坤代表地, 迅代表风, 阵代表雷, 砍代表水, 离代表火, 更代表山, 对代表泽, 强大的力量不断地奔腾着, 在地下, 楚汉峰说道, 他手持大荒天兵剑, 妖气在周身暴动着, 体内的四道妖脉中, 妖气如同长河, 楚汉峰大吼着, 直接将所有的力量都灌入剑中, 剑点第四是, 剑神无我, 他此刻便是剑神, 天下之剑为我所用, 天下万物, 皆可成剑, 剑意纵横而过, 带着咆哮的妖气, 狠狠地落在了神庙之下, 那力量交汇之地, 轰的一声, 神庙崩塌, 无数碎石飞剑, 大队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当楚汉峰与苏武鹏两人探头, 朝着大坑下面看时, 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大坑的表面, 确实是楚汉峰破坏出来的, 但里面的场景, 却是真正的天然形成的, 只见这神庙的底下, 仿佛一座天然的温泉般, 一共有四个泉眼, 分别是八卦中的四象,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四象神兽的雕像当作泉眼, 水流从雕像的嘴里流了出来, 全部汇聚成一片温泉, 这温泉中, 有各种各样的属性在涌动着, 就仿佛一片属性之海, 八卦所分别代表的八种属性力量, 就在这温泉之内游动着, 苏武鹏目瞪口呆, 但楚汉风知道, 这里的力量乃是整个大漩涡的源泉, 有如此充裕的力量不足为奇, 这是在汇聚什么, 楚汉风疑惑地问道, 但是以他的见识, 也看不懂这个, 他隐约觉得, 这应该是个阵法, 楚汉风很无奈, 自己如今还没有接触到阵法, 还愣着干嘛, 下去修炼啊, 楚汉风说道, 他说完便直接跳入这温泉中了, 里面蕴含着强大的各种属性的妖气, 这规模是楚汉风从未见过的, 这种妖气相当于大漩涡这个小世界的总和, 比起之前在孤狼城, 妖王妖气灌溉的那种, 还要强烈几十倍, 甚至百倍之多, 楚汉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他进入星翘域妖师也有一段时间了, 其实这段时间迁到的经验很多, 楚汉风原本以为, 还有一段时间才能进入神脏, 如今看来, 气机已到, 这运气来了, 挡也挡不住, 扑通一声, 他的身影跳入温泉中, 耳边仿佛响起了四神兽的声音, 青龙怒吼, 白虎狂笑, 朱雀兼鸣, 玄武朝天雀, 这四神兽从上面看, 只觉得是雕像, 但置身在温泉中, 就如同真正活过来般, 而且不仅仅如此, 楚汉风甚至感觉到了, 那温泉的八个方位, 隐隐存在的八座神庙, 他们巍峨气派, 神圣不可侵犯, 与之前看到的, 完全不一样, 好像是每座神庙的妙魂般, 似乎这些才是他们的本体, 不过此刻, 楚汉风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了, 因为当他进入这里后, 原本平静的温泉却如同暴风雨般, 波澜壮阔的水面开始波动起来, 波涛汹涌, 想要将它掀翻然后埋葬在此, 但楚汉风又怎么可能如其所愿呢, 他直接取出捆腰绳, 一头绑在白虎的脑袋上, 一头绑在自己的身上, 任由风暴在暴动, 想要掀翻一切, 他都不至于沉入水底, 楚汉风又取出大黄天兵剑, 剑尖直接插入温泉旁边的墙壁中, 就这般一直维持了十几分钟, 这暴动的温泉方才一点点的平静了下来, 你没事吧, 苏武鹏在上方, 担忧地喊道, 他想下去探查, 但想到自身的实力, 下去不过是送人头, 根本没有意义的, 没事, 下来吧, 楚汉风回道, 随着温泉平静, 只见楚汉风盘息而坐, 坐在温泉的中心点, 以他为中心, 无数的属性力量朝他涌动而来, 不断地汇聚着, 楚汉风管不了其他的, 他知道这是他进入神脏的契机, 妖气已经汇聚在体内, 而且开始源源不断地朝第五条妖脉冲击而去, 这次的妖气很强, 楚汉风甚至能听到体内传来砰砰砰的声音, 那是妖气与妖脉不断冲撞的声音, 楚汉风凝神惊气除了不断冲撞外, 他还一边修复着体内的伤势, 就这么持续了有半个时辰, 他感觉自己体内已经饱和, 外界的力量很难渗透进来, 突然间轰得一声爆炸, 第五条妖脉被彻底打通, 无数的妖气涌入第五条的妖脉中, 强大的威势从楚汉风身上爆发而出, 四周的温泉都被炸飞四溅而出, 神藏,体内暗藏宝藏, 已经能够随意飞行踏空, 实力更上一层楼, 楚汉风一边适应着神藏的力量, 一边调戏着体内的妖气, 因为刚刚突破, 气血难免不稳, 甚至有些沸腾的状况, 楚汉风刚刚睁开眼睛, 便看见苏武鹏站在他旁边, 你不修炼, 站我旁边做什么? 楚汉风皱眉问道, 实不相瞒, 我的身体吸收妖气已经到极限了, 只怕要回去多笑话一段时间了, 苏武鹏笑道, 到时要恭喜楚公子踏入神葬, 也算是真正的强者了, 神藏算什么强者? 楚汉风摇头失笑, 你去这温泉的底下看了没? 楚公子没醒来, 我不敢乱跑, 苏武鹏回道, 他怕遇到什么情况,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 刚刚这片温泉暴动, 我看到了最底下, 楚汉风笑道, 没什么危险, 下面可是有好东西, 两人朝温泉的水底潜入下去, 假如说, 整个温泉的表面是无数属性能量凝聚的液体成河, 那这底下便是液体凝聚成固体, 是一颗颗的晶体, 八种晶体都存在, 而且其中就有楚汉风需要的风筋堆积成小山的形状, 咱们发财了, 苏武鹏大喊道, 不拿白不拿, 既然风公子想试探我, 那我就让他试探个够, 楚汉风笑道, 其实他知道, 这些属性的能量精, 每隔一段时间应该就会凝聚成, 这里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 所以他拿走这些, 其实影响不大的, 楚汉风给了苏武鹏一些, 让他拿去发展自己的铁少宗, 而剩余的90%, 楚汉风则全部收进去戒着中, 收获满满之后, 楚汉风也准备离开了, 虽然还有许多谜团没有弄清, 比如这风神和大漩涡的来历, 还是毁灭风暴是如何出现的, 只是楚汉风不想耽误时间了, 此行已经足够丰富, 他要尽快回去就治消音血了, 从温泉中走出, 楚汉风从火山出来后, 黑玫瑰早已经在外面等候多时了, 因为之前捆腰绳被楚汉风召唤离开了, 所以黑玫瑰也对以脱困, 楚城主, 黑玫瑰率先开口, 说道, 你做了什么? 你自己去看看, 就知道了, 楚汉风笑道, 他随手取出一颗风筋, 扔给黑玫瑰, 结果风筋, 黑玫瑰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是问道, 你们喜结了神庙, 这么说都难听, 怎么能叫喜结呢? 楚汉风笑道, 最多算是顺手而为, 正所谓见者有份嘛, 你不是说, 只是去看看吗? 黑玫瑰反问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 楚汉风疑惑, 看向苏武鹏, 问道, 我有说过吗? 没有啊, 苏武鹏认真地摇了摇头, 答应风公子的骂, 用一颗风筋换取他的钢风单, 楚汉风笑道, 麻烦你跑个腿, 给他带过去, 你觉得, 风公子真的缺你这颗风筋? 黑玫瑰反问道, 缺不缺那是他的事, 不过, 我这人向来恪守承诺, 楚汉风笑道, 你要给风筋, 就自己亲自去给, 我凭什么给你跑路, 黑玫瑰气不过地说道, 我有重要的事要做, 不管怎么说, 这次的事情要多谢风公子, 楚汉风笑道, 你告诉他, 心意我楚汉风一直感激着, 楚汉风已经把话说到如此的地步了, 黑玫瑰也不好拒绝, 再说, 他拒不拒绝, 楚汉风好像都不在意, 这次的事情, 你闹得很大, 小心妖王那边震动下来, 黑玫瑰提醒道, 到时候, 风公子也保不住你, 不会吧, 我这城主还是妖王风的, 他不应该这么小气吧, 楚汉风说道, 再说, 我虽然取走了那些属性晶体, 但有温泉的存在, 以后可以继续凝聚吗, 我又没有毁灭起源, 反正这件事, 我会如实告诉风公子的, 黑玫瑰说道, 话虽如此, 但黑玫瑰自己也知道, 这件事, 估计就只能不了了之, 风公子这次, 真的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仅仅只是试探一下, 没想到这大漩涡的秘密, 都被发现了, 他是风公子身边最信任的人, 可以说, 风公子的许多事他都是知道的, 哪怕包括这大漩涡的秘密, 反正要离开了, 其实有些事, 我还没弄明白, 楚汉风笑道, 要不咱们边走边聊, 你问吧, 该说的我会告诉你, 不该说的, 也绝对只字不提, 黑玫瑰轻横道, 三人一边说着, 朝大漩涡的外面走去, 大漩涡的毁灭风暴,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楚汉风问道, 其实那不仅仅是毁灭风暴, 只是表面看着是风暴, 许多人便下意识地感官认为, 黑玫瑰回道, 就如同你看到的一般, 那毁灭的风暴中, 其实蕴含了八股最强的力量, 便是八卦对应的力量, 根据我们的初步推断, 这大漩涡中, 以前应该居住过八种属性妖兽, 所谓风神便是那八种妖兽之一, 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 其余七只妖兽都毁灭了, 唯有风神存活了下来, 而原本其他妖兽的神庙, 也都变成了风神的神庙, 这八种风暴, 应该是八种妖兽的怨念所化, 他们想摧毁这个大漩涡的世界, 但后来, 风神利用八卦相生相克的缘故, 能够毁灭, 也能新生, 八卦原本就是一个圈, 开头与结尾相互交映着, 所以便是你如今看到的情况, 毁灭大漩涡, 大漩涡又会得到新生, 黑玫瑰也不管楚汉风两人能不能听懂, 只是一口气将所有的秘密都说完了, 毕竟对于他而言, 整个大漩涡最大的秘密已经被楚汉风发现了, 至于其他的, 都是一些直言片语的传说, 他们发现大漩涡后, 从一些遗地中推算出来的, 至于真假,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伴随着八大妖兽死去, 许多真相都已经不重要了, 新生, 所以这大漩涡的妖兽死亡后, 其实都可以复活, 对吧, 楚汉风说道, 这也能解释, 大漩涡这么久了, 毁灭风暴, 竟然还没有毁灭所有的妖兽, 只有毁灭风暴下死亡的妖兽可以复活, 因为外界力量, 死亡的妖兽不在此连, 黑玫瑰说道, 就像你之前杀死的暗影魔人, 他就无法复活, 几人聊着, 已经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大漩涡的外围, 就像来时一样, 从那深不见底的大漩涡入口飞了上前, 这大漩涡说来也怪, 若是外界的生物可以自由进入, 不受影响, 但是里面的土著妖兽, 是不可能离开的, 一旦离开, 必将遭到妖气的碾碎, 估计这便是大漩涡的规则吧, 楚汉风跟黑玫瑰告别之后, 也跟苏武鹏要分开了, 对方一直感谢楚汉风, 一直目送楚汉风乘坐着荒谷玉龙 消失在视线中后, 方才回头离开, 荒谷玉龙的速度很快, 甚至比笑天还要快几分, 不断地游荡在虚空中, 甚至连白云仿佛都触手可及, 楚汉风是一刻钟都不敢耽误, 毕竟这出来也有好几天了, 若是漫上一步都可能闹出人命, 荒谷玉龙咆哮着, 一天多时间, 楚汉风已经看到了凌阳城的虚影, 而且若隐若现, 随着荒谷玉龙往前, 楚汉风的脸色渐渐难堪了起来, 因为凌阳城现在的情况并不好, 有近百只妖宠包围了整座城池, 似乎是在攻打着凌阳城, 而凌阳城这边城内的人类倒是稳定, 无数的妖兽在镇守城墙和城门, 楚汉风甚至看到了凌阳坐下的身影, 他直接显露真身乃是一只周身环绕着仙气的凌阳, 全身都是纯白色的, 仙气十足, 怎么回事? 楚汉风微微皱眉, 妖兽攻城可能是不可能的, 因为凌阳城乃是妖王的城池, 哪个妖兽敢如此胆大? 在这新妖界, 妖王便是一切, 那么就只可能是人类利用妖宠攻城了, 但是整个新妖界有如此势力的只怕就是人神教, 不过自己这个害字堂的堂主都没发话, 妖兽十六城是害字堂管理的范围, 什么人敢这么胆大包天? 楚汉风有些着急, 荒谷玉龙的身影更快了几分, 而此刻, 在凌阳城下, 无数妖兽的怒吼几乎传遍了整个苍穹, 在妖兽的最后方, 这里乃是一处高坡, 可以说十分的隐秘, 基本上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而高坡下, 密密麻麻有着十几个行军用的帐篷, 帐篷最前方有人架着烧烤的烤架, 正处理着一只妖兽的尸体, 而烤好的肉惊慌中透着香气, 武殿下, 这凌阳城坚持不了多久, 旁边有人的声音响起, 只见高坡上站着一名身穿黄袍, 气势很足的青年, 而在高坡的其他一侧, 许多玉妖师羡慕地站在一旁, 落主交代的命令, 咱们绝对能完成, 你也在这坚守好几天了, 应该去休息休息, 那黄袍青年名叫落下, 他转过身, 颇为威严的面貌, 眉头紧锁, 之前攻打狮虎城的时候, 我记得只用了三天吧, 这凌阳城竟然如此艰难, 听到落下的话, 旁边有人连忙解释道, 武殿下, 凌阳城与狮虎城是不同的, 这狮虎城的城主不得人心, 咱们当初攻打狮虎城的时候, 其中人类暴乱, 整个城池内有外患, 所以咱们才能很快就攻打下来, 没错, 旁边有人立刻紧跟着说道, 但凌阳城的治理很好, 咱们攻打了这么久, 也没见城池内乱, 我估计有许多人甚至不欢迎咱们, 将咱们当作敌人看待, 总之爹爹只给我七天时间, 我甚至在其他兄弟面前立下了军力状, 才抢到这个任务, 落下说道, 从这妖兽十六城开始, 我必须在明天晚上之前, 进入羚羊城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哪怕用尸体给我堆呢, 落下说这话, 其实有些不负责任, 打仗哪是这么容易的, 这羚羊城的实力并不差, 最好的办法就是慢慢去魔, 总会攻打下来的, 但四周的人也没办法, 只能布置更猛烈的攻击了, 要是再打不下来, 他们的妖宠也是人困马发, 需要休息的, 武殿下, 有人好像过来了, 正在这时, 高坡上有人指着远处的苍穹, 连忙喊道, 落下微微皱眉, 抬头看去, 这个时候, 他不希望出现任何的变故, 是不是落主派来支援的, 旁边有人猜测道, 你看那妖兽上面还有人类, 应该是御妖狮, 是龙, 而且是很强大的龙族妖宠, 等到众人看青荒谷御龙后, 方才大吃一惊, 咱们新妖界的人类中, 什么时候有如此的龙族御妖狮了, 看着众人吃惊的模样, 有人说道, 从天而降时, 他的第一目标, 自然是看到了那些战膜, 因为跟妖宠战斗, 尤其是这种大规模的妖宠, 杀死他们是没用的, 只有杀死于妖狮, 才是解决一切的根源, 楚汉丰最开始的打算, 只是先去凌阳城, 查探一下萧鹰雪的伤势, 然后再考虑别的事情,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刚刚靠近凌阳城, 便遭到了无数妖宠的围攻, 有天青蟒直接甩起巨大的尾巴, 从苍穹上拍了过来, 也有三头火烈鸟, 浓浓火焰喷射而来, 有双翅剑齿虎咆哮而过, 他的头顶几轮剑齿飞快旋转着, 这么多妖宠的攻击, 无数道的洪流, 几乎让楚汉丰难以靠近, 而就在这时, 有人乘坐着一只青蜂雀, 来到了楚汉丰的周围, 这位朋友, 我们殿下想见见你, 还劳烦下来一叙, 这青蜂雀上的人类开口, 大喊道, 你们殿下是谁? 楚汉丰皱眉问道, 你们又是什么人? 等你下来了, 自然就知道了, 那人笑道, 只见他骑着青蜂雀, 给楚汉丰在前面引路着, 楚汉丰想了想, 这么硬闯也不是办法, 若是单打独斗, 或者说十几只妖虫, 他还不放在眼里, 但是, 这里妖虫和气之多, 密密麻麻已经将羚羊城包围了, 他也不想伤亡惨重, 于是便跟着这人, 朝高坡的方位而去, 在快要靠近高坡的时候, 青蜂雀飞的距离地面也有些低了, 只见那人立刻跳了下来, 楚汉丰现在已经是神藏镜了, 哪怕没有雷翅也能飞行, 只是雷翅可以让他踏空飞行的速度变得更快, 而且, 雷翅自带的神通咫尺天涯要更加的有用, 他瞬间出现在高坡上, 速度之快让那人大吃一惊。 这位公子, 请, 那人连忙笑道走到高坡上, 落下带着众人早已经等候多时了, 他表情淡定地打量着楚汉丰, 你们是何人? 找我做什么? 楚汉丰率先发问道, 别激动, 落下笑了笑, 回道, 我们是人神教的, 大家同为人族, 应该互帮互助的。 人神教? 妖兽十六成的人神教有如此规模? 楚汉丰问道, 我们是丰裕的三十六堂总舵, 落下笑道, 小兄弟, 看你也不凡, 不知如何称呼, 我叫楚汉丰, 楚汉丰说道, 你们真是人神教的。 如假包换, 落下笑着点点头, 那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楚汉丰将自己的堂主令牌取了出来。 三十六堂之一, 害子堂的堂主, 你就是害子堂的堂主, 落下诧异地说道, 之前我问害子堂的成员, 都说他们的堂主神出鬼没, 谁也不知道踪迹, 你们为何会攻打这羚羊城? 楚汉丰好奇地问道, 我们准备对妖兽发起攻击, 落下笑道, 简单来说, 就是开战了, 为什么我没接到命令? 楚汉丰微微皱眉, 你这踪迹不定, 别人就算想给你传达命令, 也找不到你啊, 落下回道, 你的联络人是谁? 天成老人, 楚汉丰回道, 没事, 过几天我带你去见天成, 落下说道, 不过如今之际, 还需要先将凌羊城攻打下来, 妖兽那边已经注意到了, 我们必须一块打关, 否则妖兽援兵到来, 一切就都前功尽弃了, 要不混进凌羊城试试看, 楚汉丰回道, 我若是进去了, 找机会打开城门, 楚兄真能进去, 落下惊诧地说道, 一听到楚汉丰能进去, 这人连称呼都变了, 我不确定, 但是可以试试看, 楚汉丰说道, 我之前在这凌羊城认识一些人, 说不定他们有办法, 楚兄若是真能将这凌羊城的城门打开, 那么此次之行, 你该领头功, 落下郑重地说道, 尽力而为, 尽力而为, 楚汉丰连忙摆摆手, 大家都是人神教的, 一切为了人族, 说得没错, 一切为了人族, 落下大笑道, 一看笑天地狱三头犬的威势, 又是一个不比荒谷玉龙叉的妖宠, 落下的眼中闪过一丝的妒忌, 不过他隐藏得很好, 都是一闪而过, 楚汉丰离开之后, 冷笑了一声, 帮助人神教, 暂且不提, 他跟对方认不认识, 羚羊坐下可是能救治萧英雪的, 他脑袋坏了, 才会去帮助人神教, 第二, 天尘老人按理来说, 应该给他消息的这一点, 虽然不能确定, 但对方突然到来, 楚汉丰目前保持观望的姿态, 人神教与妖兽之间拼个死去活来, 他说不定能鱼翁得利呢, 骑着笑天朝羚羊城飞驰去, 他的速度极快, 这一次也没有妖宠阻止他, 快到城墙门口时, 笑天开始怒吼, 地狱之火朝苍穹吐出, 吸引了城墙上面羚羊坐下的注意力, 是我, 我要进城, 楚汉丰大喊道, 城墙之上, 羚羊坐下微微皱眉, 坐下, 是孤郎城的城主, 旁边有神阳侍卫回到, 我知道, 他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 羚羊坐下先是思索片刻, 随即又想通了, 也对, 他那同伴没有多久了, 再不回来必死无疑, 咱们要让他上来吗? 神阳护卫问道, 羚羊坐下微微点头, 让他上来吧, 可是他是人类啊, 虽然说是孤郎城的城主, 但终究逃不开人类的命运, 神阳护卫顾虑地说道, 咱们被困在这羚羊城, 也得不到其他的消息, 不知道其他城池如何, 圆兵什么时候到, 现在让他进来, 是不是有些冒险了? 他朋友这都在这里呢, 他能耍什么花招, 羚羊坐下回道, 正好我们可以问问他, 关于外面的情况, 人神教, 这次是彻底疯狂了, 也不知道, 他们哪来的信心, 神阳护卫回道, 一群只配活在咱们阴影下的蝼蚁, 羚羊坐下, 这次没有说话, 毕竟这些话说了也没用, 还是想着, 怎么解决眼前的危机吧, 楚城主, 你上来吧, 我们不会阻拦, 羚羊坐下的声音从上方传来, 楚汉风这才放心下来, 他还真怕羚羊坐下不让自己过去, 那就只能硬打进去了, 收了啸天, 身后雷翅飞掠虚空, 楚汉风现在是神藏玉妖狮了, 但他依旧喜欢扮猪吃老虎, 给别人雷翅踏空的感觉, 依旧是心窍玉妖狮, 装逼倒是其次, 隐藏实力说不定有奇效呢, 飞上城墙上面时, 楚汉风这才发现, 这每一个城墙口都放着一排排的灵气大炮, 这些灵气大炮的威力很强大, 只需要有足够的灵气弹支撑, 那么神藏以下的妖兽就过不来, 这灵气大炮已经属于妖气了, 不过是很普通的妖气, 必须几百台放在一起才有威力, 若是单独的几台根本造不成什么伤害, 羚羊坐下, 楚汉风率先问候道, 楚城主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 羚羊坐下问道, 先去看看我朋友吧, 边走边聊, 楚汉风说道, 他有些担心萧英雪的安危, 羚羊坐下点点头, 倒也没有反对, 两人一边走着, 楚汉风回道, 你不是要钢风丹吗, 我特意去了一趟风玉, 说来也话长, 风公子虽然给了我钢风丹, 但也需用风筋去换取, 楚汉风简单说了一些经历, 当然, 神庙这些事肯定是隐瞒的, 没想到这短短几天, 楚城主经历如此多, 羚羊坐下感慨道, 别提了, 九死一生, 好不容易把东西凑齐了, 刚刚回到羚羊城,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风玉应该没有暴乱吧, 羚羊坐下问道, 楚汉风摇了摇头, 那如此看来, 人神教这一次的目标, 应该就是妖兽十六成了, 羚羊坐下回道, 其实我这边也有点被打懵了, 不太清楚他们的情况和目的, 两人一边聊着, 已经来到了城主府内, 萧英雪休息的香房中, 齐少风正守在房子门口, 你这朋友挺敬业的, 从你走后便一直守在门口, 羚羊坐下笑道, 说你没回来之前, 不让任何人进去, 楚汉风微微有些泪目, 连续好几天不睡觉, 哪怕齐少风是玉妖师, 但他毕竟不过财后天静, 只怕身体迟早会垮掉, 少风, 楚汉风喊了一声, 风哥, 你终于回来了, 齐少风一喜, 脚下一个亮枪, 差点又倒在地上, 你没事吧, 看着对方疲倦的双眼, 楚汉风有些惭愧, 没事, 没事, 你快去救殷雪, 齐少风摇头说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说道, 你快去休息一下吧, 我没事, 等殷雪醒来了我再睡, 不碍事的, 齐少风摇了摇头, 看到对方决心这么坚定, 楚汉风也没有阻止, 走进房间内, 已经能闻到一股毒的那种腐臭味, 一看躺在床上的消殷雪, 他全身发黑, 气息若如油丝, 好像随时都可能死亡, 已经到边缘了, 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凌羊坐下说道, 那快救治啊, 齐少风说道, 若是往常, 我可以救治, 没问题, 凌羊坐下无奈地说道, 但现在整座凌羊城, 生死不明, 还需要我, 我救治完成之后, 必须有一段时间的虚弱期, 凌羊城不能无主啊, 听到凌羊坐下的话, 几人都沉默了下来, 几人总不能让对方, 为了消殷雪的安全, 然后舍弃整个凌羊城吧, 到时候, 一旦人神叫杀进来, 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再说, 人家也不一定会答应啊, 要不这样吧, 楚汉风思索少许, 说道, 阴雪这边已经脱不得了, 你救治了他, 在你虚拖的这段时间, 我替你镇守凌羊城, 不让城池被攻破, 你能行吗? 凌羊坐下回道, 你别误会, 不是针对你, 只是这件事事关重大, 我不敢马虎行事, 楚汉风笑了笑, 强大的妖气从周身爆发而出, 那是属于神脏禁欲妖师的气势, 几乎如同排山倒海般, 笼罩了一切, 楚汉风抬头, 问道, 你觉得如何? 看来楚城主一段时间没见, 又强大了许多, 凌羊坐下笑道他微微松了一口气, 如今看来, 楚汉风的实力不比他弱, 甚至要更强许多, 行, 我答应你, 凌羊坐下郑重地说道, 希望楚城主能不负我的期望, 也不负整个凌羊城所托, 那也同样希望凌羊坐下能治好我的同伴, 楚汉风点点头, 放心吧, 凌羊坐下说道, 他一挥手, 召集了两名神阳护卫到来, 解释道, 我替这位姑娘就职的这段时间, 估计需要一天时间, 这段时间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我让护卫守在门口, 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若是被人打扰了, 我的妖魂不但会重创, 这位姑娘也必死无疑, 放心吧, 楚汉风点点头, 我在门外守着, 看着凌羊坐下准备走进去房间, 楚汉风将掌中壶取了出来, 再生兽的妖魂游荡在他的手中, 这妖魂已经没有任何的意识了, 他将妖魂递给凌羊坐下, 伴随着房间大门被关上, 你去休息休息吧, 都好几天没睡了, 楚汉风看着齐少风, 回道, 没事的, 我再守守, 齐少风摇头回道, 你守在这有什么用, 真有什么危险, 以你的实力也帮不上什么忙, 楚汉风直接呵斥道, 真要把你累出个什么病, 我又要想办法去救你, 现在立刻, 马上, 去给我睡觉, 看到楚汉风态度如此坚决, 齐少风也不敢多说什么, 找了一间厢房, 便去睡觉了, 其实他早就困得不行了, 如今楚汉风回来了, 也就安心了, 看着两名神阳护卫守在大门口, 楚汉风决定找一找这凌羊城的人神教, 这里是他害字堂的地盘, 按理来说, 绝对有害字堂的分布, 楚汉风是知道这妖兽十六城, 每一个分布的联络方式的, 与其他城市人神教的成员躲藏不同, 因为这凌羊城的治理, 十分的安全, 所以, 害字堂在这里, 竟然做起了生意, 没错, 临阳城内的三阳开泰酒楼, 便是人神教的联络地方, 走到大街上, 如今的大街已经略显潇洒, 许多居民都躲在家中不敢出来, 只有城内的妖兽护卫在四处救援着, 城池四面, 哪边有缺口就朝哪里开始支援, 也是因为战乱, 三阳开泰酒楼是一点生意都没有, 整个偌大的酒楼都空荡荡的, 看到楚汉风进来, 几名伙计连忙迎了上来, 客官想吃点什么, 伙计问道, 找你们人神教的队长, 楚汉风笑道, 几名伙计脸色大变, 客官在说什么, 我们听不懂, 行了, 我是你们的堂主, 楚汉风直接将令牌取了出来, 几名伙计观察少许, 方才松了一口气, 见过堂主, 徐宇呢? 楚汉风问道, 他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临阳城的人神教队长, 名字就叫徐宇许队长在楼上, 伙计回道, 之前杀孤狼王的时候, 楚汉风与对方是见过面帝, 此刻, 走上楼, 徐宇是一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身穿一件黄白色的外套, 看到楚汉风连忙迎了上去, 堂主, 你可算是来了, 怎么了? 楚汉风问道, 这外面的究竟是谁, 咱们人神教的还是, 徐宇问道, 其实他也特别地着急, 凌阳城被神秘势力攻击, 而城门四处封闭, 他们就算想打探消息,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也没接到消息, 楚汉风问道, 没有, 徐宇连忙摇了摇头, 城门外的人自称是三十六堂的总舵之人, 楚汉风说道, 其实我也不认识, 还是先找到天臣老人, 再说其他的吧, 那堂主有什么吩咐? 徐宇问道, 他自然知道, 楚汉风不会无故找自己, 我让你出去, 给我带个话, 楚汉风说道, 他低声对徐宇说了一些, 徐宇微微沉思着, 堂主, 那些人可信吗? 可不可信, 目前还不确定? 我要联系一下天臣老人, 如果真是咱们人神教的, 自然要帮忙, 楚汉风说道, 若是骗子, 咱们也不能轻举妄动, 好, 堂主放心, 话我一定带到, 徐宇点点头, 注意安全, 楚汉风提醒了一句, 随即便离开了酒楼, 他回到城主府后, 想了想, 决定将自己的第五只妖虫给契约了, 以行天的实力, 若是能契约成功, 只怕自己的实力会进行一次质的变化, 从而真正的蜕变, 哪怕是直面那些人, 自己也不需要害怕了, 他守在房门前, 那里有一座凉亭, 楚汉风盘息而坐, 将笑天和美猴王带出来, 守在自己的周围, 免得其他人打扰, 随即又将那张印有行天的卡片取了出来, 卡片上, 乌头巨人散发着强大的威势, 暴虐又狂暴, 楚汉风将状态调整到最好, 随即直接捏碎卡片, 一股强大的气流涌入他的体内, 流转于各种的腰脉中, 轰隆隆, 好像隐约之间能听到巨人的怒吼声传来, 在楚汉风的身后, 无数的妖气开始沸腾, 不断地缠绕着, 想要凝聚出行天的虚影, 楚汉风的意识中, 行天的身影也渐渐清晰了起来, 左手持巨斧, 右手拿大盾, 腹部长着五官, 第五条的妖脉中, 属于行天的力量在不断地奔腾着, 楚汉风感受着体内的力量, 刚开始动荡又狂暴, 隐约之间又有巨人的怒吼声传来, 并且渐渐弱了下来, 对身体也柔和了起来, 先发, 生命古术的庇护, 他双手结印, 迅速治疗着体内的伤势, 这伤势在快速恢复着, 而楚汉风的力量又更进一步, 身上的妖气源源不断地奔腾着, 此刻的他就如同行天般, 缓缓睁开双眼, 不知何时起, 天色竟然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自己契约妖宠, 竟然用了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其实对于御妖师来说, 每打通一次妖脉, 自身的实力都会全方面增长一次, 其中就包括攻击力, 防御力, 速度以及妖气的储存和速度, 而契约妖宠后, 体内便会存在妖宠的力量, 据说到了更强的存在, 更高的境界, 甚至能够使用妖宠的力量, 相防内, 羚羊坐下还没有出来, 应该再给萧英雪疗伤, 楚汉风就守在凉亭内, 也不知道许宇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随着夜色渐身, 原本攻城的妖宠也都困乏了起来, 无论是攻城的妖宠, 还是守城的妖兽, 此刻大多数都休息了起来, 唯独少部分妖兽开始巡夜, 而徐宇身穿一身黑袍, 趁着夜色悄悄从城门处溜了出去, 当然, 这些楚汉风有意吩咐, 让徐宇逃出去, 毕竟羚羊坐下将使命交给他, 他就有指挥整个羚羊城的权利, 否则徐宇想出城, 难如登天, 徐宇一身黑袍, 当他趁着夜色出去后, 很快便找到了落下这一群人, 这群人压着徐宇来到了落下的面前, 你说, 你是从羚羊城出来的? 落下问道, 徐宇连忙点点头, 回道, 我是咱们人神教在羚羊城的分部队长, 是楚汤主让我来找你们的, 原来是楚汤主的人松绑落下大手一挥, 笑着问道, 楚汤主是有消息要带给我吧? 没错, 楚汤主已经获得了羚羊坐下的信任, 我们约定好, 等后天晚上, 城池内的人神教众直接引起内乱, 然后趁机打开城门, 放你们进来, 徐宇回答道, 到时候需要你们在外面猛烈进攻配合我们, 后天晚上, 落下皱眉说道, 明天晚上不行吗? 我们的时间特别紧张, 不能在这羚羊城浪费太多, 这个没办法, 徐宇摇头说道, 后天晚上, 羚羊坐下会在府邸举办晚宴, 我们才有机会, 否则以我们的实力, 基本不可能打开城门, 听到这话, 落下皱眉思索着, 旁边已经有人开始劝解了起来, 武殿下, 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没错, 就算咱们再怎么猛攻, 明天下午也打不下羚羊城, 到时候只会凭白伤了妖虫, 短时间没有战斗力, 众人都在劝解着, 落下的拳头在地面狠狠一砸, 可恨我在父王面前立下豪言, 这下又要被笑话了, 妖兽十六成本就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武殿下能攻打下来已经是大功一剑, 又何须笑话呢, 有人安慰道, 行了, 就这么办吧, 落下看向徐宇, 说道, 这几天咱们先阳攻, 让对方放松精神等后天晚上, 发起总攻, 遵命众人全部清和道, 落下随即将目光看向徐宇, 笑道, 徐大长, 这次的事情还麻烦你了, 冒死给我通报消息, 我准备些美酒佳肴款待你, 也算是感激不尽, 不用了, 落殿下, 心意领了, 徐宇连忙说道, 我还要趁夜回去, 详细一下计划, 保证万无一失, 好, 落下点点头, 看着徐宇离开的背影, 旁边有人问道, 这人可信吗, 或者说, 那楚堂主可信吗, 谁知道呢, 落下笑了笑, 总之最多浪费一两天的时间罢了, 落下是这般想的, 楚汉丰又何尝不是呢, 他就是想多要几天时间, 替凌羊坐下阵, 守这几天, 完事之后, 凌羊坐下恢复, 这座城池的平安与否, 跟他也就没有关系了, 如果妖兽那边再不来援兵, 凌羊城的覆灭是注定的, 不过, 一切也都是时间问题罢了, 徐宇在回到城池后, 简单将情况给楚汉丰说了一遍, 楚汉丰微微点头, 同时也吩咐下去, 这几天, 妖兽们可以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然后准备后天晚上的大决战, 他在凉亭内守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早上, 天色大亮后, 凌羊坐下方才一脸疲倦地走了出来, 两名神羊护卫搀扶着他, 看得出他很虚弱, 不是假装的那种, 楚城主, 信不辱命, 凌羊坐下笑道, 你的同伴已经醒了, 休养一段时间便好了, 楚汉丰连忙走进去, 只见萧英雪靠在床上, 脸色红润了很多, 感觉怎么样? 楚汉丰问道, 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 萧英雪笑道, 好好休息, 过几天咱们要离开这里了, 楚汉丰说道, 他用仙法, 生命古术的庇护探查了一番, 萧英雪体内的毒胶腰魂已除, 如今安养一下自己的妖魂就可以恢复了, 跟萧英雪简单聊了几句, 楚汉丰便让他好好休息, 来到了外界, 他也跟凌羊坐下保证, 在凌羊坐下恢复的这几天内, 凌羊城能够完好无损, 这几天的凌羊城十分的安宁, 宫城的妖宠们也没有那么拼命了,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 楚汉丰来到了城墙的上方, 摆门的灵七大炮已经准备完毕, 所有的妖兽都站满城墙, 灵七弹还剩多少? 他问道, 城墙之上有一名神阳将军跟在他的旁边, 回道, 还剩三千颗, 有点少啊, 楚汉丰说道, 别看三千颗听上去挺多的, 但一百门灵七大炮, 每一炮轰个几十下就没有了, 没办法, 这段时间一直在使用灵七大炮压制外面的妖宠, 若不然城池只怕早就破了, 库存也所剩不多了, 神阳将军无奈回道, 你们有没有联络其他妖兽? 楚汉丰又问道联络了, 早在刚开始被攻城的时候, 我们就突破出去寻找救援, 神阳将军无奈地说道, 可惜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我总觉得这次的事情透露着诡异, 那就多加小心, 楚汉丰点点头, 这一次人神叫得突然决战, 有些打断他的计划了, 天色渐飞, 不过城池外却是灯火通明, 无数的火把点燃在一起, 照亮了四周, 城池之下已经有妖宠开始肋骨鸡声, 鼓声如同惊雷般在苍穹上炸裂着, 妖宠的怒吼声更是一声接着一声, 而在城墙上, 神阳将军一马当仙, 无数妖兽也在身后怒吼着, 终于伴随着战鼓都被击破, 城池底下, 妖宠的总攻彻底开始, 妖宠中基本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飞行妖宠, 另一种则是陆地妖宠, 飞行妖宠是最容易攻入城池的, 所以城墙上面的灵气弹, 第一目标也是飞行妖宠, 而剩余的其他妖兽, 则主要是阻止妖宠攀登城墙, 以及攻破城门, 楚汉丰这还是为数不多, 见到如此规模的大战, 上一次大战, 还是九尾妖狐现实, 整个平湖室进入全面战争中, 他抬头看, 十几只紫金天鹤从天边飞驰而来, 这些紫金天鹤的全身乃是纯金色, 就如同流金打造, 坚硬无比, 尤其是那几只鹤爪, 仿佛无间不摧本, 尖锐的双眸和嘹亮的鹤鸣铜时而来, 快打, 神阳将军大吼道, 这段时间他们可是知道, 这紫金天鹤的厉害, 尤其是吃了不少苦头, 紫金天鹤的力爪坚硬无比, 这些城池在他们沼下, 就如同豆腐般脆弱, 而且, 有好几门的灵器大炮都被他们摧毁, 无数的灵器大炮装弹完毕, 只听一声发射, 轰隆隆的声音炮弹被发射而出, 在苍穹上密密麻麻, 声势浩大, 迎面而来的紫金天鹤遭受了最大的打击, 仅仅是第一轮的炮弹, 便有一半的紫金天鹤被炸死, 楚汉风在城墙上看到这一幕, 也觉得这守城应该问题不大, 毕竟妖宠的数量也有限, 不可能这么无节制地伤亡下去, 几轮之后, 紫金天鹤已经彻底被消灭, 但随着又一轮进攻, 只见一只只体型小巧的绿水蜥蜴 从地面快速爬行而来, 这种绿色蜥蜴因为体型小巧的缘故, 差不多有七八十只的绿水蜥蜴, 仅仅是几十秒钟, 这些蜥蜴已经开始接触到城墙, 快速爬了下来, 神阳将军临危不乱, 看到这一幕, 他直接吩咐道, 把洪水的油往下倒, 洪水乃是一种可燃的水流, 就像是汽油般, 不但燃烧的时间长, 而且温度很高, 简直是对绿水蜥蜴的致命武器, 伴随着滚烫的洪水油从城墙滚滚落下, 无数妖兽的惨叫声从下面传来, 洪水油腐蚀了一切又一次化解了危机, 不过神阳将军一直眉头紧锁, 怎么了? 楚汉风问道, 这种工程的工事有些弱呀, 神阳将军回道, 不过还没等他细细思索, 一声怒吼的老虎嘶吼声已经传来, 两人低头朝城下看去, 只见一只散发着神藏进威势, 气势庞大的飞天翼虎出现在下方, 这飞天翼虎的身上是一道道黄色和黑色的条纹皮肤, 嘴巴上獠牙凸现, 体型有百米之大, 尤其是他的身后还有一双遮天蔽日的翅膀, 神藏进的妖宠用其他办法很难杀死, 神阳将军说道, 当看到那飞天翼虎朝城池飞上来后, 神阳将军轻贺道, 我来站他, 只见他全身穿着金色的盔甲, 在脑袋后面有一轮轮的金色光圈闪烁而出, 神阳将军一挥手, 一把羊角长枪出现在手中, 他站在城墙上直接一跃而起, 那羊角长枪在虚空中画了一个半圈, 重重地朝飞天翼虎斩了过去, 轰轰轰的声音不断传来, 神阳将军直接一刀将飞天翼虎斩杀下去, 两人的身影站在一起, 神阳将军也不想浪费时间, 他直接开启自己的妖和, 强大的力量笼罩全身, 几乎是压着飞天翼虎在打,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够斩杀对方了, 楚汉风微微皱眉, 因为他感觉四周的妖宠攻势已经越来越慢, 更像是一种阳宫拖住了众人, 楚城主, 楚城主正在这时, 有人的大喊声传来, 只见一名男子全身是血, 亮亮呛呛呛地跑了过来, 怎么回事, 楚汉风连忙扶助对方, 问道, 这男子他也认识, 是自己人神教的教重, 别管我, 快去北城, 北门要失守了, 男子奄奄一息地说道, 怎么会失守呢, 楚汉风皱眉问道, 有人打开了城门, 不是, 那男子连忙说道, 这次妖宠攻城, 其他三门攻城都是阳宫, 只有北门那里, 几乎聚集了一大半妖宠的主力, 北门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楚汉风终于明白, 他感觉不对的地方在哪了, 明明是总攻, 但妖宠那边的攻势太弱了, 原来是对方调整了战略, 四个城门同时攻击, 以妖宠的规模很难攻破, 他们这些将所有的力量汇聚在一个方向, 然后想猛烈攻下来, 我去看看, 楚汉风连忙说道, 他身影飞快, 从南门急速朝北门去, 越靠近北门, 那妖兽群震天怒吼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 几乎是萦绕了半个天地, 在苍穹上回荡着, 红隆隆的炸裂声不断响起, 楚汉风抬起头时, 已经看到一大群的赤雷雕盘旋在苍穹上, 他们的口中凝聚着强大的雷霆, 尖锐的斯明与雷霆的炸裂同时响起, 一道道雷霆洪流从天而降, 起码有几十道红流, 而其中几道红流落下的身影, 赫然是楚汉风的位置, 该死, 他冷喝一声, 身后雷尺张开, 身影化作一道道的残影, 快速地躲避着这些雷霆红流, 雷霆在地面炸裂, 无数的砖瓦破碎开, 火花似箭, 而楚汉风原本站立的位置, 早已经被劈成好几个黑洞, 赤雷雕在攻击着, 而且不仅仅如此, 在另一边, 还有一大圈的九手冰笋已经飞行驾铃, 看到九手冰笋, 所有人的脸色难堪, 因为在之前的工程中, 这种妖兽是从未出现过的, 那么如今的出现, 只有两种解释, 要么是妖宠这边, 暗藏底牌, 等待着最后放大招一举拿下, 要么就是妖宠的援兵到了, 这两种情况, 无论是哪一种, 都对如今的凌羊城不利, 而因为战士紧张, 休息了两天的凌羊坐下, 已经被迫来到了城池上, 他如今的实力最多恢复一半, 根本无法与太过强大的妖宠对抗, 看到楚汉风, 凌羊坐下连忙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是很清楚, 目前唯一的办法, 便是先解决这次的斗争, 楚汉风说道, 怎么解决, 凌羊坐下问道, 这北门已经撑不住了, 话音刚刚落下, 只见九手冰笋中, 已经开始攻击了起来, 天地间的温度, 仿佛都冰冷了许多, 九手冰笋的攻击方式, 十分的特殊, 他们到来后, 头顶的苍穹, 只见他们快速地挥舞翅膀, 强大的寒气直冲天际, 而那些落下的雪花, 竟然演变成一根根的冰坡, 此刻冰坡袭击而来, 虽然说, 可能一两根的冰坡并不足以杀死妖兽, 但是, 当密密麻麻的冰坡落下时, 如同千疮百孔般, 无人能躲避开, 凌羊坐下, 脸色大变, 他以最后的力量升起一道道的防护罩, 可惜力量有限, 哪怕是他全盛时期都不行, 又何尝是现在呢? 这些防护罩的范围有些, 大多数的神羊依旧在其中倒下死去, 而城墙上, 越来越多的妖宠开始爬了上来, 前面已经混乱成一片, 城主, 守不住了, 有人开始大喊道, 城门要被撞开了, 听到这话, 凌羊坐下与楚汉风连忙朝城门狂奔而去, 只见在城门的前面, 一只只的独角长牦牛站在那里, 双蹄向前, 叙事待发, 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城门, 要知道, 这凌羊城的城门可是特殊的材料制成的, 一般情况下, 很难被攻破的, 而这些独角长牦牛也不简单, 看这情况, 就算短时间攻不破, 但只要坚持下去, 迟早城门会破, 而城墙上的妖兽都被攀登上来的妖宠拖住了, 已经无暇攻击这些独角长牦牛, 我去斩了他们, 凌羊坐下大喊道, 不过楚汉风却拦住了他, 我去吧, 之前答应你, 要在你恢复之前守住这凌羊城, 楚汉风笑道, 虽然我这人并不在意旁人的生死, 但你毕竟救了我的朋友, 这点我还是分得清, 楚汉风说完之后, 直接将美猴王召唤了出来, 他趴在美猴王的脖子上, 美猴王庞大的身影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来到了城门外, 这瞬间出现的变故, 瞬间引起了无数妖宠的注意, 寝刻间便有一只只妖宠朝他杀来, 不过这些妖宠的战斗力都在神葬一下, 唯一麻烦的便是数量多罢了, 美猴王一边怒吼着, 手里的棍棒也在不同的挥舞着, 砰砰砰的声音响彻虚空, 无数妖宠的尸体倒在他的棍棒下, 而楚汉风也从美猴王的背上跳下来, 五行麒麟铠甲覆盖他的全身, 大荒天兵枪拿在手中, 美猴王给他在前方开路, 朝独角长毛牛杀了过去, 似乎是感知到了楚汉风到来, 有好几只独角长毛牛猛然冲了过来, 黑色的牛角好似可以贯穿万物, 楚汉风枪尖一跳, 枪尖雷霆暴打缠绕而出, 在地面划出一道很长的痕迹, 与独角长毛牛碰撞在一起, 虽然说对方的力量确实很强, 但在境界这一块终究是有些弱, 直接被楚汉风给一枪贯穿脑袋, 死得不能再死了, 旁边的独角长毛牛群看到这一幕, 鲜血的刺激和同伴的死亡, 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暴躁, 一个个牛角朝天大地惊颤, 脚下奔腾, 尘土飞扬般朝楚汉风杀了过来, 来得好, 楚汉风大笑道, 先是一个巨杀强袭使出, 无数的掌上雷在掌心爆炸开, 楚汉风脚下逆龙七步使出, 开始不断地拉动着距离, 用掌心雷当作远程攻击, 而这些独角长毛牛虽然攻击很强, 但他们的致命缺点便是不能飞行, 因此, 楚汉风都能轻松躲过他们的攻击, 轰隆隆的爆炸声响起, 掌心雷不断地朝下扔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的落下众人都是面露蕴色, 这楚堂主不帮我们也就算了, 竟然反过来攻击我们, 有人看不过眼, 怒喝道, 等我们打下妖兽十六成, 一定要找他问罪,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落下回道, 他阻止了咱们攻击城门, 谁去斩他, 四周的人一听这话, 反而安静了下来, 虽然说众人十分地痛恨楚汉风, 但之前, 也是见识过楚汉风的实力和妖宠的, 所以他们自认为不是对手, 这个时候可不能逞能, 随时都会掉脑袋的事情, 王志, 要不你去试试, 落下看向其中一人, 问道, 我看你刚才叫嚣得最大声, 这个, 那叫王志的男子连忙拒绝道, 武殿下, 我昨天战斗, 妖宠还没有恢复归来呢, 我战死倒是没什么, 主要是怕耽误你的大事, 听到这话, 落下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他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推辞呢, 他看向身后原本空无一人的虚空, 淡淡说道, 你去会会的, 是, 虚空中突兀的有声音响起, 紧接着, 众人只觉得虚空暴动, 不过没人敢多问一句, 因为众人都知道, 这是暗影部的人, 暗影部通常行踪如鬼魅, 暗影部, 这是落家很早以前, 就暗中培养的力量, 甚至可以这么说, 这暗影部的人不但实力强大, 更是一个个死士, 他们不听从其他人的命令, 哪怕是人神教的教主, 也指挥不了他们, 因为他们是落家的私人护卫, 说到落家, 就不得不提人神教的四大总舵了, 每一个总舵都只属教主管理, 分别对应妖兽这边的四大狱, 而四大总舵主自然对应四大护法, 不过关于人神教的教主, 却一直是个谜, 首先关于他的身份, 无人知道, 哪怕是四大总舵主, 也没有见过教主的真实面貌, 其次是教主的实力, 有人说他跟妖王平分秋色, 也有人说他要弱于妖王很多, 落家便是四大总舵之一, 城门前, 楚汉风的长枪上已经全是鲜血, 旁边一句句的独角长毛牛的尸体在倒下, 杀死了所有的独角长毛牛, 楚汉风全身是粘稠的鲜血, 味道特别的血腥, 牵到羚羊城获得狂暴血魔, 密法, 狂暴血魔, 可以瞬间燃烧体内血液, 提高自己与妖宠二十倍的力量, 一直持续到自身血液燃烧完毕, 住, 此密法分为三层, 增幅程度分别是二十倍, 五十倍以及一百倍, 使用此密法时, 不可燃烧完所有的血液, 否则将变成干湿, 留下不可逆转的伤害, 听到耳边系统的声音, 楚汉风知道, 这密法是把双刃剑, 先伤自己, 再伤别人, 不过密法的威力也很恐怖, 若是修炼到第三层, 一百倍的加持, 越级战斗, 有何不可, 解决了城门的危机后, 楚汉风原本是打算离开的, 不过他刚刚走了几步, 身影猛然停在原地, 什么人, 出来, 伴随着楚汉风的轻贺声, 只见一道残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身后, 森严的刀器朝他的脖子斩去, 轰的一声, 楚汉风只感觉脖子一凉, 覆盖在皮肤表面的麒麟铠甲一收缩, 替他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楚汉风吓了一跳, 若不是这五行麒麟铠甲, 只怕自己现在已经脑袋分家了, 对方下手狠辣, 而且丝毫不留情, 显然是个狠角色, 他直接打开命运之谋, 全神戒备, 在命运之谋下, 所有的隐藏都无所遁形, 找到了, 楚汉风冷哼一声, 手中的大荒天冰枪直接化作飞镖, 锋利的飞镖划破寂静虚空, 直接朝那虚空中的暗影喉咙刺去, 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离也, 虚空中传来惊一声, 似乎对于自己的自信隐藏被发现, 胆到不可思议那道黑影也被强行逼了出来, 楚汉风这才看清对方的长相, 一袭黑袍将全身都笼罩其中, 黑色的帽颜压得很低, 仿佛就怕别人看清他的脸, 而脸上更是蒙着一块黑布, 怎么, 长得很丑吗? 见不得人, 楚汉风笑道, 死, 黑袍人冷喝一声, 双爪四阴爪, 速度如同音乐而过, 直接朝楚汉风抓了过来, 楚汉风自然不耸, 大背碎空掌拍劲来, 两道强大的力量在虚空中碰撞开, 楚汉风瞬间便感知出来, 对方也是神藏镜的存在, 从他散发而出的妖气感知而出, 两人的身影同时倒退开, 楚汉风低头看了看, 手掌有几道白印, 摸上去有些疼, 暗影位, 五, 静剑, 神藏, 玄兆, 几道黑暗御妖师, 妖宠, 是魔狂龙, 石魔, 紫火魔师, 暗黑螳螂, 魔黄花, 武器, 翠毒暗影爪, 御妖记, 无鬼步, 黑鹰爪, 魔藤腿, 暗影分身, 命运之谋很快便分析出来对方的数据, 楚汉风目光微宁, 这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他没有将楚衣喊出来, 因为楚汉风想试试自己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虽然两人都是神藏的境界, 但神藏共有五个境界, 楚汉风只不过是刚刚进阶, 现在是神藏第一境的翠神, 上面还有地缘, 天丹以及第四境的玄兆, 小子, 你运气好, 要不是你身上那副铠甲妖气, 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暗影卫武淡淡说道, 你是什么人, 楚汉风问道, 谁让你来的, 死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暗影卫武冷笑一声, 无鬼步使出, 而且他的无鬼步是与暗影分身一起使用的, 可以说是完美连接, 他走来之时身影模糊不清, 而且瞬间化为五道残影, 让人看不清哪个是真身, 他的速度很快, 在接触到楚汉风的那一刻, 黑鹰爪直接使出, 弥漫着黑色的利爪直接抓向楚汉风的胸膛, 贯穿过, 想要掏出他的心脏, 不过当他利爪贯穿楚汉风的身影时, 暗影卫武却是浑身一僵, 分身啊, 刚好我也会, 身后, 另一个楚汉风的身影突然出现, 森罗万象, 无尽束缚, 声音响起的那一刻, 楚汉风直接压制住暗影卫武, 在压制结束的那一刻, 他一掌拍在对方的脸上, 顺势扯下来了对方的面具, 那暗影卫武直接倒飞出去, 站起身, 楚汉风这才看清了他的长相, 那是一张苍白无力, 毫无生机的脸, 更准备来说, 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肉, 就仿佛是一张皮覆盖在骨头上, 销瘦的下人, 如同行尸走肉般, 按理来说, 神葬强者, 体内暗藏宝藏, 气血强大, 生机勃勃, 但这人的模样, 却与事实相反, 楚汉风冷笑了一声, 还真是丑八怪啊, 暗影卫武连忙低下头, 等他再抬起头时, 脸上已经被黑雾笼罩, 什么都看不清了, 本来还想跟你多玩玩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趣的对手, 只听暗影卫武英侧侧地笑道, 但既然如此, 那便彻底了解你, 他话音落下, 只见他双手一挥, 磅礴的黑暗之力笼罩自身, 一声龙吟从身后响起, 是魔狂龙, 出来吧, 天地间, 刮起一阵阴风, 在那阴风中, 飞沙走时, 瘦微腾腾, 一道巨大的身影出现在其中, 他的一呼一息之间, 仿佛都有风暴在汇聚, 让人难以想象的强大, 那黑暗中的身影已经显现, 狂风越来越大, 甚至要将所有人都席卷而去, 终于, 当狂风渐渐停息, 暗影卫武的身后, 那道巨大的身影也渐渐显露而出, 黑色的龙溪从他嘴里吐出, 这依旧是一条与西方神话中相似的神龙, 他的脑袋有些像古老的龙人, 头型尖锐, 乃是纯黑色, 耳朵如同屏风般, 是横直的, 双眸散发着亮光, 尤其是在黑漆漆的脑袋内, 就显得格外的清晰, 就仿佛有魔气喷涌而出, 带着势魂心魄的感觉, 而那双嘴巴, 映入眼帘的便是两根獠牙, 因为嘴巴内是熊熊烈焰在燃烧着, 所以, 獠牙是通红色的, 其他牙齿也是密密麻麻, 十分的恐怖, 至于整具身躯, 要比普通的龙族庞大许多, 全身都被黑色的龙鳞覆盖着, 脖子上和胳膊上全是道次, 给人一种很强的压迫感, 身后依旧是一双翅膀, 如同遮天壁日般, 此刻, 龙银响彻天地, 龙膝吞吞吐吞出, 全身是磅礴的魔气, 汹涌澎湃地散开, 是魔狂龙, 中等级龙族, 属于罕见龙的一种, 此刻, 当这魔龙出现的那一刻, 他直接口吐人言, 不悦地说道, 小子, 不知道我在睡觉吗, 吵醒我的后果, 有没有想过, 龙前辈, 我给你找了感兴趣的食物, 暗影魏武连忙回答, 这家伙的妖宠乃是龙族, 而且还是我从未见过的龙, 暗影魏武的手指向楚汉风, 看到两人对话的态度, 让楚汉风有些疑惑, 妖宠一般都是无条件遵从御妖师的, 怎么还会用这种语气说话, 这种感觉, 就好像这条龙才是御妖师, 而暗影魏武不过是妖宠罢了, 小子, 他说的可属实, 是魔狂龙将目光对准楚汉风, 强大的压迫感带着龙威爆发而出, 没错, 跟你比, 只强不弱, 楚汉风笑道, 让他出来, 我看看, 是魔狂龙迫不及待地说道, 楚汉风倒也不怕他, 一挥手, 荒谷御龙强大的身躯已经盘旋在苍穹上, 荒谷御龙本就是从地狱中而出的龙族, 要比起黑暗与魔气, 他比是魔狂龙要更加的霸道, 只见他身后的翅膀比起是魔狂龙来, 要更加的庞大, 而且并非是纯黑色的翅膀的灵脚乃是黑色的, 至于翅膀表面则是鲜红色的, 他的身上则是纯黑色, 一片片的龙鳞临刺至笔地整齐滑衣而排练, 头顶处两根弯曲的龙脚更是坚硬无比, 而在他的背部一根根的道刺突兀而出, 荒谷御龙在怒吼着, 他出现的那一刻是魔狂龙有些颤抖, 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好几步, 不过转眼间他又想了起来, 这里并非是龙族, 被契约的龙族妖宠终究还是要看境界的, 他宁目注视荒谷御龙许久, 最终方才说道, 太古八大龙族之一荒谷御龙, 没有错的, 哪怕在如今的龙族中都难以看见的强大存在, 竟然会成为一个人类小子的妖宠, 简直是可笑, 暴舔天物啊, 你自己不也成为别人的妖宠吗? 楚汉风说道, 他也配驱使我, 是魔狂龙看了暗影未舞一眼, 冷笑道, 我与他签订的并非是妖宠契约, 而是人宠契约, 人宠契约, 楚汉风一愣,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 小子, 连这都不知道, 是魔狂龙猛哼道, 简单来说, 天地间的生物都可以用动物来解释, 不管是妖兽, 还是人类, 其实都是动物, 只不过, 你们人类自认为是高等动物, 但也不过是动物进化, 演变来的物种, 追根溯源, 依旧是动物, 所以, 人类能契约妖兽, 妖兽又为何不能契约人类呢? 听到是魔狂龙的话, 楚汉风仿佛被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你要不要也考虑跟我混, 楚汉风笑道, 小子口气不小, 是魔狂龙冷哼道, 你的身上有荒谷玉龙的腰脉, 的确是一道美味的食物, 今天本王吃定了, 是魔狂龙的话音落下, 他身后的翅膀直接扇起, 在魔云的笼罩下, 只听轰的一声, 犹如一枚炮弹般, 朝楚汉风杀了过来, 而楚汉风自然不会避让, 头顶的荒谷玉龙盘旋一圈以后, 同样的是龙银响彻云霄, 与是魔狂龙颤抖在一起, 两条巨大的魔龙在攻击着对方, 是魂机, 万荒神云, 两道同样是妖魂的攻击碰撞在一起, 无形的爆炸声波动开, 四周的虚空泛起涟漪, 本来只是普通的涟漪, 后来直接如同大海般, 浪涛拍击, 四周的众人连忙捂着耳朵, 刺耳的噪音传来, 哪怕这妖魂攻击针对的不是其他人, 依旧让人有种脑袋刺痛, 妖魂要爆炸的感觉, 本处身形的是魔狂龙在怒吼着, 直接进行了狂化, 而荒谷御龙也开始了本相狂化, 万千雷霆凝聚自身, 两条巨龙都强大了许多, 这是魔狂龙的身上是黑暗之气, 是魔气而荒谷御龙的身上, 弥漫的则是古老的地狱之气, 看着两条巨龙在苍穹上大战, 爆炸声不断传来,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暗影卫武看向楚汉风, 冷横道, 本来还觉得你是个不错的对手, 楚汉风冷笑道, 现在看来, 你做了这条龙的人宠, 我感到耻辱, 做欲妖狮也罢, 做人宠也罢, 只要能活下去, 才是最终目标, 暗影卫武不在意地说道, 对于他而言, 能成为龙族的人宠, 并非亚耻辱, 反而是一种荣性, 他一挥手, 其他几只妖宠也相继出现, 体型巨大的石魔, 全身都是黑暗之石融合而成, 紫火魔狮, 周身是黑紫色的魔火在燃烧着, 狮吼声不断地怒吼着, 而暗黑螳螂生长着两颗脑袋, 周身是魔气笼罩, 全身都隐藏在虚空中, 它就如同一个刺客般, 在黑暗中随时寄予你致命一击, 黑暗螳螂双眸心红地盯着楚汉风, 至于最后的魔皇花, 这是一种辅助系的妖宠, 花开三片, 以魔滋生, 这朵花可以强化魔气的力量, 拥有增幅以及治疗的效果, 之前命运之谋的反馈中, 说明这暗影未武修的是极致黑暗御妖师, 这也意味着, 他今后所有的妖宠都是黑暗属性的, 相辅相成, 有利有弊版, 就好像齐少峰, 他想要修炼极致兵属性的御妖师, 这条路才刚刚开始罢了,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站还是头, 暗影未武冷喝道, 看你是个好苗子, 归于顺我们人神教, 一同攻打这羚羊城, 到时候总舵主的赏赐不会少的, 你脑子嗅豆了吗? 我本来就是人神教的堂主, 怎么? 我投降我自己, 楚汉风问道, 既然你不知好歹, 那就不要怪我了, 暗影未武一回首, 先是石魔, 直接双手举起在虚空中, 手中有一块百米大的巨石, 这巨石魔气腾腾, 面积巨大, 直接朝楚汉风扔了过来, 这石魔竟然是个远程攻击的妖宠, 相当于那种强大的投尸车, 楚汉风目光微宁, 这巨石的面积很大, 所以他并不好躲闪, 而且, 这种妖宠之间的战斗, 楚汉风也绝对不会插手, 比妖宠, 谁怕谁啊? 美猴王直接一跃而起, 一拳便将扔过来的巨石给粉碎开, 他神猴之力笼罩自身, 不断地怒吼着, 一边粉碎石块, 一边朝石魔一步步走去, 看到这巨魔石, 奈何不了美猴王, 旁边的紫火魔狮一声怒吼, 只见从他的口中, 一颗颗的紫色火焰炮弹, 如同陨石般, 朝美猴王砸了过来, 美猴王右手一挥, 金色大棒直接出现在手中, 只见美猴王呲牙咧嘴, 手中的大棒挥舞得虎虎生风, 而且密不透风, 无论那些紫火陨石有多少, 全部被金色大棒给击碎, 随着距离越来越靠近, 只见美猴王大吼一声, 身影一跃而起, 腾空之时, 大棒的力量增强了无数被轰的一声, 大棒落在石魔的身上, 那石魔就仿佛石块般, 四分五裂开, 不过紧接着, 石块上魔器笼罩, 又瞬间恢复了过来, 楚汉风微微抬头, 看到了那旁边的魔皇花, 是这魔皇花在作祟, 否则绝对没有这么轻易恢复, 先斩杀那魔皇花, 楚汉风吩咐道, 听到这话, 美猴王大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再次朝魔皇花杀去, 石魔也是直接狂奔而来, 挡在了美猴王的前面, 尖如磐石, 暗影魏武一声冷喝, 石魔的周身仿佛穿上了一件黑色的十衣铠甲, 美猴王再次一棒下来, 击中了石魔, 但是这一次, 对方没有如之前那种破碎, 而是表面的尖如磐石盔甲破碎开了, 这尖如磐石盔甲确实厉害, 可以抵挡一次任意攻击, 石魔怒吼一声, 魔石顶天, 他举起一块大石, 但并没有随意扔出去, 而且随着石头高高举起, 四周有无数的魔石朝起凝聚而来, 轰隆隆, 伴随着越来越多石块的融合, 只见石魔举起的那块石头, 也是气势越来越浑厚, 面积越来越大, 石魔怒吼一声, 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量, 重重地将石块扔了出来, 美猴王抬头看去, 只见这石块庞大的面积, 遮挡了半边天, 美猴王轮起大棒, 砸在巨石上, 但这一次, 却是无功而返, 元素之力, 属性镇压, 全属性增强, 楚汉风的轻贺声传来, 元素之灵脖子上的项链, 开始亮了起来, 一股强大的力量笼罩四周, 在这强大的力量中, 仿佛形成了一个领域, 领域内, 敌人的全属性降低, 而我方的全属性增强, 这是一个群体的效果, 美猴王这一次, 双眸冉染生辉, 强大的神猴之力缠绕周身, 大棒在手中旋转了360度以后, 带着嗡嗡嗡的破空声, 大棒狠狠地砸在了巨石身上, 砰砰砰, 巨大的魔石上面, 先是有裂缝出现, 伴随着爆炸声, 彻底的四分五裂开, 那大棒去世不减, 不但砸碎了魔石, 还直接朝石魔贯穿去, 又是轰的一声, 大棒将石魔插了一个透心梁, 直接给钉杀在地面上, 一旁的魔皇花想要救援, 然而还没等它开始, 一道地狱之火便从旁边喷涌而出, 在所有人都没注意的情况下, 笼罩了整朵魔皇花, 魔皇花凄惨地嘶叫起来, 可惜已经无济于事, 战斗可以输, 辅助必须死, 楚汉风笑道, 干得漂亮, 你偷袭, 暗影卫武回过神来, 震怒道, 因为在刚刚,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美猴王身上, 谁能想到地狱三头犬已经不知何时, 在旁边叙事待发, 战斗本就是尔虞我诈, 谁规定不能偷袭了, 楚汉风问道, 我记得, 你刚刚好像还偷袭我了, 说到这, 楚汉风双眸满是杀意, 直接吩咐道, 笑天, 美猴王, 速战速决, 两只妖兽全部朝天怒吼着, 笑天将目光放在紫火魔尸身上, 而美猴王的目标自然是黑暗螳螂, 四只妖兽颤抖在一起, 楚汉风又将目光看向上空, 大站在一起的荒谷御龙与世魔狂龙, 如今世魔狂龙已经处于下风, 周深的龙铃破碎不堪, 黑色的血液混杂着魔气, 气势也雷弱了许多, 别拖了, 解决他, 楚汉风吩咐道, 荒谷御龙听到这, 巨大的身躯直接甩飞世魔狂龙, 暴潮泛滥, 他盘旋在苍穹上, 身后犹如一片大海凝聚而来, 这大海汹涌澎湃, 仿佛要将苍穹淹没, 将天地掀翻, 轰隆隆的洪水倒挂天穹三万里, 淹没一切, 吞噬一切, 毁灭一切, 世魔狂龙看到这一幕, 已经知道大势已去, 便想要逃跑, 不过荒谷御龙早已经启用了炼狱空间, 又怎么可以让他轻易逃跑呢? 荒谷御龙庞大的身躯席卷着万千水流, 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冲向, 世魔狂龙, 霸魔体, 世魔狂龙同样长啸一声, 龙银阵阵, 磨威冲天, 只见四周的魔气凝聚在一起, 组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堡垒, 四周的虚空暴动, 妖气全部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轰的一声, 荒谷御龙的力量在经过元素之灵的加持以后, 基本上是成倍的增加, 根本不是现在的世魔狂龙可以比你的, 波兰壮阔的海水瞬间冲垮了壁垒, 世魔狂龙也被淹没其中, 荒谷御龙庞大的身躯搅动着漫天风云, 张开血盆大口, 将世魔狂龙的脑袋给一口咬住, 凄惨的惨叫声不断地响起在天地间, 而在另一旁, 美猴王四肢妖虫的战斗也已经要分出胜负了, 只见美猴王直接惊天一棒, 彻底地将子火魔尸给垂死在大地上, 大地都崩碎, 虚空都崩溃, 而笑天更是直接, 地狱之火与死亡俯石同时发出, 那黑暗螳螂虽然说躲避得很及时, 但久而久之最终还是被击中, 到飞出去的那一刻, 笑天一记狮虎神拳将对方击倒在地, 随即便是三颗脑袋的一阵撕咬, 很快, 对方的几只妖宠全部奄奄一息, 暗影卫武看到这一幕, 是又怒又惊, 他浑身颤抖, 看着楚汉风一步步走来, 该死, 该死, 怎么会败呢, 就这点实力, 也敢在我面前装逼, 楚汉风冷笑道, 不过如此嘛, 而远处的高坡上, 落下看到这一幕, 眉头更是皱得很深, 直接说道, 让所有妖兽掩护暗影未撤离, 还有, 如果能以兽海战术杀死楚汉风, 我都记大功, 别让他轻易逃跑, 是, 四周的人全都轻喝到单条打不过你, 难道裙架还不行吗, 北门之前, 原本还在疯狂攻城的妖虫们, 一窝蜂地朝楚汉风杀去, 从四面八方, 狂奔而来的妖虫起码有近百只, 而且, 这还不算那些远程妖虫, 大地在颤抖, 各种各样的妖虫怒吼声在响起, 在这股受潮的冲击下, 只怕不管是任何人, 都会如同纸般薄弱, 而楚汉风就如同吓傻了,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城主, 要不要救援楚城主, 城墙上, 有神阳看向灵阳坐下, 问道, 怎么救援, 灵阳坐下反问道, 咱们依靠着城墙之险, 尚且能阻挡住, 若是出了城门, 你们能正面决战吗, 被灵阳坐下这么一问, 那神阳也沉默了下来, 想要救援, 可惜有心无力, 实在不行, 我去救援, 灵阳坐下说道, 城主, 以你现在的实力, 只怕是不行啊, 那神阳着急地回道, 这灵阳城可以没有我们, 但不能没有城主啊, 灵阳坐下默然, 随即指着妖宠群, 轻贺道, 给我用灵气大炮狠狠地打, 势必要给楚城主, 轰出一条逃生的路, 大炮轰鸣, 天地一片肃杀之气在萦绕着, 此时此刻, 处于妖宠包围圈的楚汉风, 就如同大海上, 波澜壮阔海域的一夜偏周, 被大海搅动的天翻地覆, 无处藏身, 今日你必死, 旁边的暗影卫武, 看到这一幕, 畅快地大笑道, 闭嘴, 楚汉风看了他一眼, 手中的大荒天兵剑斩处, 一记剑主天的杀出, 暗影卫武根本无从躲闪, 因为在之前, 他的几只妖宠被接连打死, 他自身也受创严重,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早还有精力在战, 剑气落下的同时, 一颗不明目的脑袋员争着掉落而下, 楚汉风冷哼一声, 说道, 既然这么想战, 刚好, 我这有个家伙, 骨头也痒了, 行天, 会会他们, 楚汉风的话音落下, 只见一道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 这身影带着浓浓的战役, 以及不甘是死气, 他如同巨人般, 在他出现的那一刻, 脚下的妖宠就如同蝼蚁般, 对于他庞大的身躯而言, 此刻他便是全场最庞大的, 无头的行天, 身体比林阳城的城墙还要高大, 这, 这是什么怪物, 有人看到这一幕, 结结巴巴的喊道, 一手巨斧, 一手盾牌, 武官长在腹部的位置, 行天的怒吼着, 他与妖兽的怒吼不同, 他的吼声跟人一样, 声音不甘且撞脸, 就像当年那个与皇帝大战, 及时斩掉头颅, 依旧无头战斗的战神般, 行天一拳杂在地上, 顿时以他为中心, 大地军裂, 无数的裂缝动荡起来, 那些冲锋而来的妖宠大军, 瞬间被打乱了阵型, 脚下凹凸不平, 行天大吼一声,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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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竖起盾牌, 拿起巨斧, 巨人冲锋而去, 哪怕面对百倍的妖宠大军, 他一人依旧敢冲锋而去, 行天, 戒咒百战, 楚汉风一声轻贺, 只见行天身上的战役越来越强, 从某种程度来讲, 无头行天的存在并非是一种生物, 而是一种信念和不甘的战役驱使而出现的, 他的战役越强, 自身的实力便越强, 战役强大到一种地步, 哪怕守思神灵, 不死不休也并非难事, 伴随着行天战役的冲锋, 那盾牌挡在前方, 轰隆隆, 行天仅仅只是一轮的冲锋, 数十只妖宠便全部被掀翻在地, 开山, 楚汉风又是轻贺一声, 只见行天手持巨斧, 俯刃上是无数的妖气笼罩而出, 战役昂然中, 隐约好像有战鼓的声音响起, 行天大吼一声, 那斧头如能开山断水, 碎空破剑, 巨斧狠狠地落下, 只见正前方, 大地崩裂, 虚空破碎, 强大的腐气搅动着一切, 正前方的大地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大裂缝, 十几只妖宠被彻底地埋葬其中, 正在这时, 上空的妖宠赤雷雕一道道的雷霆攻击已经轰击而来, 行天直接将大盾挡在前方, 任凭雷霆轰炸, 都伤不得他嘶吼, 赤雷雕徘徊在上空四周, 似乎是想用远程攻击来解决行天, 你们想得太简单了, 楚汉风轻笑道, 行天怒火中烧, 行周身的战役, 此刻已经快要化为实质, 行天的皮肤表面已经渐渐变成了新红色, 他腹部的眉头一皱, 双眸竖起, 凶神恶煞般, 实质性的战役笼罩自身, 只见行天朝天冲去, 此刻的他就如同一枚炮弹般, 仅仅是一跳而起, 那跳跃的高度竟然比许多飞行妖宠还要高得多, 行天在苍穹上俯瞰着庞大的赤雷雕群体, 斧头在颤抖, 尚未批出, 四周的虚空已经在强大的力量面前破碎开, 可想而知, 这斧头究竟有多么的强大, 随即只见行天用力一批, 这是斩天一斧, 是真正的王者之斧, 斧头从行天的手中扔了出来, 只听轰的一声爆炸, 所有的赤雷雕全部被巨大的战斧阴影所笼罩, 当战斧落下时, 谁也逃跑不掉, 轰隆隆的爆炸传来, 赤雷雕的尸体如同下雨般, 全部散落而下, 看到这一幕, 远处的山坡上落下木字净裂, 楚汉风, 我与你不死不休, 武殿下, 我们要不要先退走吧, 旁边有人见一道, 那是个怪物, 我们解决不了他, 不如向总舵主求援吧, 求援, 求援, 你TM就知道求援, 你们都是废物吗, 落下大怒, 直接抽出腰间的长剑, 一剑落下, 鲜血四剑, 那人的头颅直接落在地上, 看到这一幕, 四周的众人都被吓了一跳, 一个个下意识后退一步, 一时间竟然无人敢说话了, 命令大部队撤退, 本殿下要向父王负荆请罪, 落下震怒道, 是, 众人是静若寒蝉, 不敢再说话, 毕竟谁也没想到, 好好攻打一个城池, 竟然出现了楚汉风这个变数, 另外, 给我查查那小子的资料, 行天庞大的身躯落在地上, 他挥手一招, 瞬间战斧在虚空中掠过, 直接回到了他的手中, 行天似乎还没有站过影, 再次怒吼拙, 想要寻找对手, 可惜妖宠大军仿佛受到了指示, 竟然源源不断地朝后方退去, 如同潮水般, 来得快, 去得也快, 平一人可当百万军, 羚羊坐下站在城墙上, 大笑道, 楚汉风也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这些人竟然如此耸, 一旦失利也不纠缠, 直接就退走了, 内心也不禁松了一口气, 起码这羚羊城守住了, 他答应羚羊坐下的事情, 也算是做到了, 眼看着妖宠的撤退, 已经拉开距离, 羚羊城的大门被打开, 无数妖兽冲了出来, 将楚汉风抬起来, 然后又抛向天空, 以这种方式庆祝着, 等到所有人激动的心情, 渐渐平静下来, 楚汉风才被放了下来, 他看向旁边的羚羊坐下, 信不辱命, 多谢了, 羚羊坐下认真地说道, 不用, 这是答应你的事, 楚汉风摇了摇头, 不过, 你还是尽快朝妖兽求援吧, 要不然, 终究会成破的, 他话音落下, 只见远处突然传来奔腾声, 抬头看去, 不远处已经是狼烟滚滚, 尘土飞扬, 震危的售吼一声接着一声, 数十里之地, 皆是能听到, 我这嘴, 不会是开过光吧, 楚汉风笑道, 那还要感谢楚城主了, 羚羊坐下, 似乎也感知到了什么, 笑着说道, 看着狼烟滚滚, 朝羚羊城而来, 四周的神羊妖兽都有些紧张, 不过在看清了狼烟中的存在后, 羚羊坐下反而笑了笑, 回道, 大家不用紧张, 风雨的援兵到了, 只见那狼烟中, 是数百名妖兽, 前赴后继的狂奔而来, 有青毛狮子, 有白纹猎虎, 有龙溪也有紫金炼火兽, 而且低空中, 各种飞行妖兽也是随之而来, 就这种规模, 几乎可以横扫刚刚的妖宠大军了, 是救援来了, 所有的妖兽都有些兴奋, 这些妖兽的速度很快, 不到几分钟时间便来到了凌阳城前, 而这次援兵的领头人, 乃是一名直立行走, 周身是通黄色, 身穿褐色铠甲的狮子, 他的本体乃是一只黄极赤魂狮, 凌阳坐下, 那狮子走上前两人似乎是认识的, 凌阳坐下也是连忙笑道, 施宇兄, 还要多谢你的救援, 谢什么, 那些人组走了, 黄极赤魂狮诗语问道, 走了, 不过说不定还会来的, 只见一名青年缓缓走了出来, 这青年身穿人类的衣服, 不过他的本体应该是妖兽, 他的额头有一枚星星, 星星闪烁着紫色的光芒, 而他的双眸更是如同狼一般贪婪, 附带侵略性, 脑袋尖尖的, 身上的毛发都是紫色的, 紫星幽狼, 一种可以与三十六星秀比较, 甚至要更强的种族, 传说紫星幽狼对应的星辰, 是苍穹上最大的星星, 传闻他们可以化为星辰, 吸收星辰之力战斗, 尤其是晚上, 战斗力是最强的, 青年的目光直直处汉风, 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语气却让人十分的不舒服, 这位是, 羚羊坐下看向青年, 问道, 看我这记性,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战狼将军的儿子, 施语孝道, 你可以称呼他幽少将, 战狼将军, 听到这个名字, 羚羊坐下也瞬间明白过来了, 在风狼中, 假如说, 风公子给人的印象十分的温和, 那么他的座下, 统领整个风域邀兽大军的主将, 战狼, 便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传闻这战狼将军十分的试杀, 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武力解决, 不过有风公子在, 这战狼将军, 除了打仗外, 倒也不关注其他事, 这次大军前来救援, 只怕战狼将军让儿子跟过来, 就存在历练的想法, 幽少将, 羚羊坐下笑着回道, 这位是孤狼城的楚城主, 买是妖王亲自认命的, 妖王亲自认命, 幽少将冷哼一声, 一个人类, 闻到这气味, 着实让人厌恶, 看他这模样, 一看就不是好人, 这家伙是找事的, 楚汉风内心暗自估摸着, 随即冷笑了一声, 小伙子, 找是找错人了吧, 他看向幽少将, 淡淡说道, 你讨厌我, 刚好我也看你不顺眼, 要不要干一场, 生死战, 听到楚汉风的话, 幽少将也是脾气火爆, 来就来, 谁怕谁, 不过他话音刚落, 便被旁边的诗语给打断了, 少说几句, 诗语看向楚汉风, 笑道, 楚城主, 小孩子不懂事, 多多担当, 楚汉风看向幽少将, 冷哼道, 记住了, 这里不是风雨, 我也不是你爹, 没人会惯着你, 楚汉风说完之后, 便直接离开, 走入了城池中, 谁他妈还没点脾气了, 年轻人不轻狂一点, 怎么能叫年轻人呢, 羚羊坐下, 在一旁连忙打着圆场, 笑道, 楚城主就这脾气, 这次凌羊城能渡过难关, 楚城主功不可没, 没有他, 我们也能救凌羊城, 幽少将冷哼了一声, 还是先进城, 进城再说吧, 凌羊坐下笑道, 伴随着妖兽的大部队, 进入城池中, 原本残破的凌羊城, 顿时有了安全感, 楚汉风去了萧英雪 居住的庭院一趟, 萧英雪的气色好了许多, 都是欲妖师, 有妖气的治疗, 自然比普通人恢复要快得多, 咱们尽快离开这里吧, 萧英雪说道, 眼看着回学院的期限快到了, 咱们都没什么收获, 怎么没收获, 楚汉风笑道, 地图的问题, 我已经让人绘制了, 而且我之前去过一次风域, 绘制地图不算难, 至于妖兽的妖河, 你知道现在战争四起, 战争的时代, 从来不缺少尸体和妖河的, 也是哦, 萧英雪点了点头, 既然你都有安排了, 那就听你的吧, 等你身体好了, 咱们再离开也不迟, 楚汉风笑道, 跟萧英雪简单聊了一会, 楚汉风便让其尽量多休息, 而走出房间后, 齐少风已经在外面等候了, 睡醒了, 楚汉风笑道, 现在精神百倍, 齐少风回道, 那你照顾英雪, 楚汉风吩咐道, 过几天咱们就离开, 听说外面特别混乱, 会不会不安全, 齐少风问道, 是危险, 同样也是机遇, 楚汉风回道, 两人正聊天的时候, 之前的神阳将军来到了庭院中, 他看向楚汉风的脸色带着敬重, 说道, 楚省主, 凌羊坐下, 请你过去一趟, 请我做什么? 楚汉风皱眉问道, 商量战事, 神阳将军回道, 跟我有什么商量的, 我过几天还要回我的郭郎城, 也不知道那里怎么样了, 楚汉风说道, 不过他, 还是跟着神阳将军, 一同朝议士的大殿走去, 来到议士大殿, 只见除了凌羊坐下外, 诗语跟幽少将也都在, 看到楚汉风, 幽少将不免冷哼了一声, 找我做什么? 楚汉风懒得理睬他, 直接问道, 楚城主, 来看看这张地图, 凌羊坐下笑道, 他一挥手, 楚汉风这才发现在前面的桌子上, 铺着一张很大的地图, 这地图几乎涵盖了半个新妖间, 从风遇到妖兽十六成, 而且地图标志得很清晰, 足以看得出画图人的功底, 人神教这次突然进攻, 可不是简单的鲁莽形式, 凌羊坐下指着地图, 解释道, 你看这些地图, 他们进攻的所有方位, 楚汉风一愣, 人神教这次进攻的位置, 全部是新妖界的边缘位置, 至于核心之处, 却是丝毫未动, 这肯定不寻常, 他们占领边缘地带, 就仿佛一个包围圈般, 将整个新妖界都包围了起来, 你们怎么想的? 楚汉风问道, 是阵法, 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大毁灭阵法, 诗语说道, 人神教想利用这个阵法, 一举将包围圈内的妖兽, 全部杀死, 这里面还有人类呢? 楚汉风说道,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许多人类接到消息, 已经开始逃往边缘地段, 如今四大狱, 时常有人类逃跑的事情发生, 咱们林阳城管理得好, 倒是没有人类逃跑, 要我说, 人族都该死, 幽少将看向楚汉风, 挑衅地说道, 乖乖当条狗不好吗? 现在敢反抗, 就全部杀光光, 我就站在这, 等你杀, 楚汉风淡淡说道, 行了,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 林阳坐下头疼地说道, 咱们现在的主要任务, 就是破除人神教的阴谋, 妖王那边怎么说? 楚汉风问道, 妖王还没有出事, 都是风公子在指挥风域这边, 施语率先回道, 咱们妖兽十六城, 就是北方的门户之地, 只要咱们守好妖兽十六城, 他们的阵法就很难布置, 而且我们只是第一批的援兵, 后来还有好几批呢, 必要时候, 风公子会亲自带兵来的, 那妖兽十六城, 现在又是什么局面? 楚汉风说道, 除了咱们林阳城外, 还残留几座城池, 很遗憾,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除了人神教外, 就只剩西边的青蛇城, 还尚在诗语苦笑道, 若是如此, 咱们应该主动联系青蛇城, 组成联盟性质, 一起共渡这难关, 林阳坐下建议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 派谁去联系青蛇城呢? 施语回道, 我看幽少将这妖牛逼, 不如就让他去吧, 楚汉风说道, 此话落下, 幽少将直接拍桌, 大怒道, 我凭什么听你的话? 那实在不行, 就我去, 楚汉风说道, 但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施语问道, 给我准备五百颗妖盒, 楚汉风回道, 别看五百颗妖盒听上去好像不多, 但是要知道, 只有先天晋的妖兽才会开始凝聚妖盒, 在此之前, 妖兽都是没有的, 我就知道, 你图谋不轨, 人族荡真是该诛, 幽少将愤怒地回道, 这个要求有些过分了吧, 这下连灵阳坐下都是眉头紧皱, 我就这要求, 毕竟外面危险重重, 楚汉风回道, 毕竟外面危险重重, 说不定我没命回来呢, 楚城主说笑了, 以你的实力, 若不是遇见天府级别的强者, 谁也奈何不了你吧, 灵阳坐下笑道, 这谁知道呢, 这次人神叫来势汹汹, 谁敢保证没有天府强者, 楚汉风回道, 灵阳坐下, 咱俩交情归交情, 你救了我朋友, 我也貌似帮你拿了钢风丹, 又貌似镇守城池, 也算是互不相欠吧, 灵阳坐下, 这次彻底沉默了下来, 妖河这种东西, 其实除了人类用来练丹或者练气外, 他们妖族也可以拿来修炼, 总之妙处多多, 像他们这种妖族的强者, 基本上都会有不菲的妖河, 但有是一回事, 拿出来就是另一回事了, 楚汉风也不着急, 反正人神叫灭的是妖兽, 跟他有什么关系, 以后离开新妖界了, 屁股一拍, 谁认识谁啊, 灵阳坐下, 不如我们一人一半, 施宇提议道, 让楚汉风去, 其实是最合适的结果, 灵阳坐下要镇守城池, 自然不可能去, 而施宇是这次援兵的领头者, 只有他能压住优少将, 所以他的位置也很重要, 就只有楚汉风这个闲人, 好像没什么事情做, 施宇兄都这么说了, 我自然只能答应, 灵阳坐下笑道, 两人决定, 一人掏250颗的妖和出来, 那楚城主决定什么时候出发, 灵阳坐下问道, 后天一早吧, 楚汉风说道, 行, 楚城主需不需要我们派兵护送, 施宇相征信地问道, 不过大部分兵力要守城, 我们能派的人并不多, 楚汉风也懒得跟对方假惺惺地作戏, 直接说道, 我跟我那两位朋友就行, 其他人不需要, 你该不会骗了我们的妖和, 然后跑路吧, 这时, 幽少将在一旁阴瑟瑟地笑道, 你压得, 这都被你猜到了, 楚汉风内心一惊, 不过表面还是面不改色, 暴怒道, 你可以侮辱我, 但不能质疑我的人格, 你若是不相信, 大可以随我一同去, 行了, 楚城主的人品我还是相信的, 毕竟他与我一样都是一城之主, 而且还是妖王亲自册封的, 灵阳坐下回道, 像他们这种城主, 一般都是封公子任职的, 可以说, 楚汉风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妖王亲自册封的, 这份殊荣, 可不是谁都能享受的, 幽少将又是一声冷哼, 但也不好多说什么, 楚汉风抬头, 看了看窗外的天色, 说道, 天也快黑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等明天准备好妖和, 记得给我, 他说完之后便离开了, 回到了自己的庭院中, 楚汉风原本是想好好休息一晚, 毕竟今天经历了一番大战, 他也是挺困的, 不过, 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小子, 做个交易如何, 谁, 谁在说话, 楚汉风吓了一跳, 只听那声音忧怨地回道, 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把老夫忘了, 楚汉风这才发现, 自己之前拍卖的那块死石, 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之前七月死石的时候, 可是差点被这里面的死灵给附身了, 也幸亏老爸出现了及时, 虽然说, 两人现在已经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但楚汉风依旧对死灵抱有很大的警惕, 你想做什么, 楚汉风问道, 你应该知道, 我现在的状态, 就必须弥补我的妖魂, 然后找到一副新的躯体, 死灵老者说道, 然后呢, 楚汉风问道, 你想做什么, 今天那只紫星幽狼, 跟你应该有恩怨吧, 死灵老者问道, 你想不想杀了他, 直接说你的目的, 楚汉风回道, 紫星幽狼, 他们的体内有一根幽骨, 这幽骨, 买是我凝聚身躯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死灵老者黑黑笑道, 幽骨很强吗,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他之前还真没有听说过, 他本身不算强, 但这幽骨在我手里, 就有无限成长的可能性了, 死灵老者回道, 所以, 我需要他, 关我屁事, 楚汉风毫不留情地回道, 我拿东西跟你换, 死灵老者回道, 什么东西, 楚汉风疑惑, 一个残魂, 能有什么好东西, 我生前留下的传承, 如何, 老者说道, 你生前很强吗, 楚汉风好奇道, 强, 何止是强啊, 老者连忙说道, 老夫生前, 也是独霸一方的强者, 也不过是我掌中楼一罢了, 真这么厉害, 楚汉风问道, 老夫会骗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也太小看我了吧, 死灵老者回道, 那你为什么会沦落成现在这副模样, 楚汉风好奇说道, 一言难尽, 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 死灵老者回道, 你到底交一步, 你的传承之地在哪,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总得告诉我, 里面有什么传承吧, 这蔚蓝帝国外, 是大兴界, 大兴界就有老夫的传承, 死灵老者回道, 至于传承中, 各种武技, 功法, 以及稀有物品, 数不胜数, 不去, 太遥远了, 楚汉风摇了摇头, 还大兴界, 他连帝都都没去过, 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 你, 死灵老者有些生气, 本来习惯性, 想用暴力解决事情的, 不过他想到了那晚的楚正然, 又说道, 要不然, 咱们换个, 换什么, 风叶城你应该知道吧, 死灵老者突然说道, 楚汉风点了点头, 之前, 风叶城连同天机关一起失手, 据说是龙魔蛙女一族干的, 这件事, 在蔚蓝帝国闹得很大, 他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那风叶城的天榜, 你可知道, 老者说道, 什么天榜, 楚汉风摇了摇头, 你仔细想想, 龙魔蛙女一族夺取风叶城, 是为了什么, 死灵老者回道, 主要原来还是天榜啊, 天榜乃是天地奇观, 对于人族和妖兽, 都有极大的吸引力, 有什么益处, 你说说看, 楚汉风问道, 天榜是天生地养的奇观, 天榜之中, 共有99层阶梯, 登阶梯者, 榜上有名者, 都可以得到天榜的赏赐, 死灵老者解释道, 这天榜的赏赐, 什么样的东西, 都有你登得越高, 赏赐自然越大, 因此, 为了天榜的名额, 许多人都是争得头破血流, 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吧, 你们蔚蓝帝国的帝都, 有个叫王七的青年, 他登阶梯到了89层, 天榜直接赏赐了一只神兽木麒麟, 听到这话, 楚汉风内心已经有数了, 天榜阶梯99层, 89层便有如此奖励, 越往上一层, 只怕奖励更不费, 所以呢, 天榜跟我有什么关系, 楚汉风回道, 如今, 那里已经被龙魔蛙女给占领了, 我就算想去, 也没办法, 那龙魔蛙女一族的圣女, 便是我的弟子, 我可以保你一个进入的名额, 死灵老者回道, 听到这话, 楚汉风双眸一凝, 起码他内心有些心动了, 我凭什么相信你, 楚汉风又说道, 你说的真假, 我又没办法验证, 你可以先将幽谷保存着, 等得到名额了再给我, 如何, 死灵老者问道, 成交, 楚汉风想了想, 最终回道, 不过, 我就算想杀他, 在这凌阳城也不好动手, 凌阳城如今有妖兽大军的支援, 可以说守卫十分的严密, 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低, 都可能引起妖兽的注意, 除非幽少将离开凌阳城, 要不然, 我根本没有机会, 我可以帮你, 死灵老者连忙说道, 以我如今的力量, 应该可以制造一个死灵空间, 在这死灵空间发生的事情, 都不会惊动外界的人, 空间稳定吗? 楚汉风问道, 基本上, 只要力量不超过天赋, 空间都不会崩塌, 死灵老者肯定地说道, 那就行, 明晚行动, 楚汉风点点头, 一夜无语, 整个凌阳城在这一夜, 都显得十分的寂静, 或许是战乱许久之后的宁静, 这一夜, 就连妖兽们也睡得很熟, 直到第二天中午, 楚汉风方才醒来, 他见到了灵羊坐下和诗语, 两人将准备好的妖和给了他, 楚汉风简单探查了一番, 这些妖和中, 大多数都是先天境妖兽的妖和, 还有一小部分是心窍境的妖兽, 至于神脏境的妖和, 只有七八个, 毕竟在这妖兽十六成中, 神脏境的妖兽本来就稀有, 楚汉风倒也没有要求太多, 跟两人简单聊了一会, 两人便离开了, 刚刚战乱结束, 他们要管理整座城池, 还要提防人神教的再次袭击, 所以, 两人的事情还很繁忙, 楚汉风在灵羊城修炼了大半天, 还顺便用仙法, 生命古术的庇护给萧英学检查了一下身体, 确定对方明天就无碍, 可以出发后, 方才松了一口气, 傍晚时分, 他开始行动了, 楚汉风也不着急, 而是找到人神教在灵羊城分部的人, 让对方引诱忧少将出来, 这人神教的人名叫王明, 刚好有一只妖宠是赤火蜂, 这种风体形小, 而且攻击力并不算强, 所以他一般最广泛的用途就是偷袭, 因为他的攻击含有剧毒, 这种剧毒, 哪怕是高抬一些的御妖师或者妖兽, 若是中了毒, 都会有生命危险, 赤火蜂顺着忧少将居住的庭院, 一路小心翼翼地飞了进去, 因为刚好是傍晚的缘故, 忧少将忙碌了一天, 回家正准备睡觉, 他刚刚吹灭油灯, 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冷喝道, 什么人, 砰的一声, 看着黑暗中的火光, 忧少将直接伸手一抓, 一根尖锐的银针如同细丝般, 朝他杀了过来, 而他两根手指正好夹住了这射来的银针, 忧少将目光一鸣, 瞬间发现在躲在暗处的赤火蜂, 妖宠, 该死, 还有人神教的人隐藏在城中, 忧少将大怒, 他对于人类似乎有着天生的敌意, 赤火蜂被发现后, 连忙顺着原路返回逃跑, 而忧少将自然不会放他离开, 朝后方追了过去, 追出了凌阳府底, 来到了凌阳城一座偏僻的街道上, 忧少将并不怕埋伏, 或者说他并非是盲目地追逃, 因为凌阳城的巡逻十分地密集, 若是真有什么埋伏, 他只要大喊一声, 援兵立刻就会到, 这才毫无顾虑地追了出来, 来到偏僻街道后, 那赤火蜂也不逃了, 直接停在虚空中, 什么人, 出来, 忧少将环视四周, 大喝道, 他也在四周看有没有什么动静, 正在这时, 一声声地鼓掌传来, 只见楚汉风从旁边走了出来, 是你, 忧少将立刻转过身, 眉头一皱, 你引我出来做什么, 他这个时候, 也只是把楚汉风当作有事, 并没有当敌人看待, 虽然看楚汉风不顺眼, 也想亲手杀死他, 但忧少将起码还没怀疑过楚汉风, 想跟你借一样东西, 楚汉风笑道, 我跟你又不熟, 有什么好借的, 忧少将淡淡回道, 你不想知道, 我问你借什么吗, 楚汉风笑道, 你说, 忧少将微微皱眉, 听说你体内有一根幽骨, 楚汉风笑道, 此话一出, 忧少将脸色大变, 随即死死地盯着楚汉风, 你是在找死吗, 对啊, 就怕你杀不了我, 楚汉风缓缓取出大荒天兵道, 说道, 道是被我反杀, 然后被我抽筋把骨, 看来你是一心求死了, 忧少将冷哼一声, 直接取出一杆长枪来, 他虽然是妖兽, 却带着戒着, 像他们这种妖兽, 在智慧和形式方面, 早已经不逊色于人类了, 忧少将这时候, 也算是看出来了, 楚汉风是想杀他, 他自然不会客气, 长枪指导黄龙, 朝楚汉风杀了过来, 楚汉风同样挥舞着长刀, 两人的身影在虚空中交错而过, 砰砰砰地连续几道碰撞声响起, 两人的兵器在虚空中交锋开瞬间, 便碰撞了几十下, 火花四箭, 楚汉风的弯刀使力量十足, 刀器迸发而出, 将整个虚空都笼罩着, 而对方忧少将的长枪, 也是使用的有模有样, 枪身挡住了楚汉风的攻击时, 还偶尔能够进攻, 不错, 再来, 楚汉风抡起大刀, 直接一个斜着三百六十度转身, 狠狠地劈了下去, 只听轰的一声, 忧少将举起长枪阻挡, 却被楚汉风一脚给踢飞了出去, 之前看你挺嚣张的, 原来实力这么弱呀, 楚汉风笑道, 他在激怒着对方, 忧少将本就是年轻气盛, 直接大怒, 直接将长枪扔到一旁, 双爪上是无数的力爪伸出, 他周身的妖气笼罩, 速度快如闪电, 一个脊步已经来到了楚汉风的面前, 双爪在虚空中留下紫色痕迹, 直接朝楚汉风杀了过来, 楚汉风将大黄天兵刀收了起来, 双手上同样是力爪伸出, 如同狼一般的力爪, 左安怒兽, 无尽束缚, 这一招压制的优先级要比忧少将更快, 直接将忧少将压制在爪下, 一个无上雷引动, 轰的一声爆炸传来, 忧少将的身体直接被炸飞了出去, 哦哦, 忧少将的怒吼声传来, 楚汉风说道, 要不然, 只怕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你是真的惹怒我了, 我要碎尸万段你, 忧少将的双眸中, 眼眶是紫色的, 而其中则散发着新红色的光芒, 这新红色的双眸带着嗜血的感觉, 随即, 只见忧少将开始显露本体, 他的身躯渐渐放大, 起码有十几倍, 一瞬间便是紫色的光芒从周身爆发而出, 而当强大的光芒一点点地退散后, 出现在楚汉风面前的, 则是一只体型强悍, 通体紫色毛发的巨狼, 这只狼跟普通的狼有很大的区别, 除了紫色的颜色外, 他的颜值无疑是很帅的, 高高在上地俯瞰着楚汉风, 小子, 现在说, 你想怎么死, 此刻他已经不是幽少将了, 而是真正的紫星幽狼, 大家伙, 现在你的对手可不是我了, 楚汉风笑道, 他一挥手, 东方, 美猴王直接一跃而下, 西方, 笑天怒吼着, 虎视眈眈, 南方, 荒谷御龙盘旋在苍穹上, 而北边, 行天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守在那里, 至于元素之灵, 则镇守楚汉风的身边, 元素领域笼罩开, 你, 紫星幽狼看到这一幕, 是又惊又怒, 现在该我问你, 你想怎么死了吧, 楚汉风说道, 我这几个神兽, 随便拿出来一个足以碾压你, 找死, 紫星幽狼也发现了这一现象, 直接朝楚汉风杀去, 只要杀了楚汉风, 那么一切, 就都结束了, 欲妖狮死亡, 妖虫也必死无疑, 杀, 伴随着紫星幽狼气势汹汹地杀来, 楚汉风根本就不着急, 因为四只妖虫, 四个方位, 全部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这紫星幽狼根本逃脱不掉, 美猴王举起大棒, 狠狠地砸了下去, 与紫星幽狼同时倒飞了出去, 不过美猴王却是战意盎然, 而紫星幽狼的身上, 却有一道明显的棍印, 狼嚎声再次响起, 紫星幽狼似乎是感知到了生命的危机, 只见他嘴巴朝天, 一颗紫色的妖河吐了出来, 这妖河席卷着强大的力量, 飘浮在紫星幽狼的头顶, 砰砰砰, 虚空都泛起无尽涟漪, 紫星幽狼, 天北紫星, 心路无双, 紫星幽狼大喝一声, 在遥远的天际边, 那属于他的星星亮了, 而在遥远几万公里处, 星光已经洒落, 直接落在了紫星幽狼的身上, 一瞬间, 他的力量仿佛增强了数十倍, 獠牙凸现, 身上腥臭味弥漫开, 紫星幽狼怒吼着, 好一颗妖河, 可惜, 这是在凌阳城, 要不然, 我还真想得到, 楚汉风看着几只妖宠, 吩咐道, 速战速决, 话音落下, 只听轰的一声, 行天已经赤脚而来, 如同远古的巨人般大地震战, 一拳砸了下来, 虚空都破碎, 强大的力量扭曲了一切, 这紫星幽狼也确实强大, 竟然与行天直接对碰了一拳, 虽然说他被行天击飞了出去, 但本体却没有受到多强的伤害, 不过这里的妖宠可不止行天一个, 他倒飞出去的那一刻, 地狱之火, 万荒神允已经落下, 纵使他速度飞快, 都不可能将两道攻击全部躲避, 被击中后, 这紫星幽狼也在痛苦地嘶吼着, 而上空中, 荒谷御龙庞大的身躯已经缠绕而来, 将紫星幽狼的身躯给束缚得紧紧的, 哪怕对方奋力挣脱, 獠牙落在龙铃上, 却没有丝毫的效果, 你究竟想做什么? 紫星幽狼大吼道, 他也是没办法了, 只能主动跟楚汉风妥协来商量,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楚汉风回道, 杀了你, 然后夺幽谷, 我爹是风域的大将军, 你敢杀我, 没人能庇护你, 紫星幽狼回道, 我又何须他人庇护, 楚汉风回道, 荒谷御龙束缚他的力量越来越大, 仿佛要将他给勒成好几劫, 我们商量一下, 你想要幽谷, 我可以给你想办法, 紫星幽狼说道, 行了吧, 咱们已经是敌人了, 我放了你, 无异于放虎归山, 楚汉风直接拒绝道, 下辈子活明白点, 别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楚汉风说完, 荒谷御龙直接一声龙吼, 硬生生将紫星幽狼给勒成好几半, 血腥的尸体看上去让人呕吐, 十分的残忍, 唯一可惜的是, 紫星幽狼的腰盒没有保存下来, 对方在临死前, 竟然摧毁了自己的腰盒, 幽少将的目光中, 还带着不甘与仇视, 楚汉风拿起大黄天兵刀挤刀下去, 便从幽少将的体内找到了幽谷, 所谓的幽谷, 其实特别的显眼, 也是最容易寻找的, 这是一根深紫色的骨头, 与其他的骨头不同, 其中蕴含着强大的星光, 幽谷内, 星星点点, 似有无穷的星光, 若是仔细去看, 就会发现, 这幽谷仿佛一颗星辰般, 璀璨夺目, 是这个吧, 楚汉风问道, 死灵老者连忙回道, 没错, 就是这, 我身躯的骨骼, 有了, 接下来, 只有一副肉体, 以及一颗心脏, 我就能够完成附身了, 记住你说的天堡名额, 楚汉风回道, 放心吧, 那圣女是我的徒弟, 我说的话他肯定听, 死灵老者回道, 我很好奇, 他是你徒弟, 那就说明, 这死时的上一代主人, 应该是那个圣女吧, 楚汉风回道, 那死时, 为什么最终会遗落在降妖商会的手里, 从而被我得到, 我那徒弟, 已经死了三次了, 直到最后一次, 他率领大部队攻打枫叶城, 竟然遭到了别人的拼命死扑, 几名强者围着他, 自暴而亡, 爆炸的余波, 也炸死了他最后一条命, 死灵老者解释道, 死时有灵, 并非是我能控制的, 那圣女的三次机会都用完了, 死时自然会脱离, 寻找新的宿主, 听到这话, 楚汉风方才了然, 笑道, 看来那圣女也挺作死的, 三次机会竟然都用完了, 你错了, 死灵老者摇头解释道, 外面的世界凶险无比, 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无数人死去, 你身在这平湖室, 就如同井底之蛙, 根本不懂外界的凶险, 好吧, 楚汉风点点头, 说道, 我要快点回去了, 有少将失踪, 我估计那诗语接下来有的忙了, 我得制造不在场证明, 死灵老者连忙将死灵空间撤去, 这也是他目前唯一的能力了, 看到四周并没有人注意, 楚汉风方才趁着已经漆黑的夜色, 又偷偷溜回去居住的庭院, 因为他出来时也是偷偷出来的, 自然害怕被人发现, 不过好在, 他回到休息的厢房后, 也没有人注意他, 安稳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 他睡眼惺忪地睁开双眸, 楚城主, 羚羊坐下推门而入, 脸上带着着急的神色, 问道, 你可见过幽少将? 幽少将? 楚汉风皱眉回道, 我见他做什么? 幽少将失踪了, 我们已经找遍了整座城池, 都没有他的踪迹, 羚羊坐下回道, 当然找不到了, 幽谷被自己得到, 尸体早就被笑天他们饱餐一顿, 楚汉风内心嘀咕道, 但表面还是疑惑地回道, 是不是出城了? 没有, 守城的士兵不让任何人出城的, 城门我们都封锁了, 羚羊坐下摇了摇头, 昨晚我们商议完成后, 他就回去休息了, 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楚汉风跟羚羊坐下走出庭院, 与营面来的诗语刚好遇见了, 楚城主, 事情我都知道了, 我也没见他, 楚汉风直接回道, 虽然说我与他有些矛盾, 但羚羊坐下应该明白, 以我的实力, 根本不足以悄无声息地杀死他, 楚汉风也没有绕弯子, 直接说得很干脆, 这种事情一般属于越描越黑的, 所以他直接快刀斩乱麻, 根本不给对方怀疑和质问的机会, 施语只能点点头, 回道, 优少将不可能不打招呼, 就平白无故地离开, 我怀疑他已经遇害了, 遇害, 羚羊坐下一惊, 回道, 你的意思是说, 这城内有人神教的人, 彻查吧, 施语点点头, 没有理会两人的各种猜测, 这件事与他楚汉风反正没关系, 他直接说道, 羚羊坐下, 我准备去青蛇城了, 现在就出发吗, 施语在一旁问道, 事不宜迟, 要尽在破坏人神教的阴谋, 楚汉风认真地点点头, 那倒也是, 羚羊坐下点点头, 随后, 楚汉风将萧英雪以及齐少峰两人给叫来, 萧英雪如今的伤势基本上无碍了, 而羚羊坐下与施语, 则是将三人送到了城门口, 临走前, 施语突然问道, 楚城主, 昨晚你做什么了? 睡觉啊, 众人一直消失在视线中, 羚羊坐下说道, 咱们回去吧, 你信不信, 幽少将的失踪绝对与他有关系, 施语突然说道, 羚羊坐下一愣, 应该不会吧, 楚城主这人挺不错的, 这人不可信, 施语回道, 非我族内, 齐心当诛, 羚羊坐下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他还真不好回答, 一直走, 直到走出了好远之后, 楚汉风算是松了一口气, 还好对方没有发现, 楚汉风说道, 风哥, 那幽少将真是你杀的啊, 齐少风差一回道, 不然呢, 楚汉风说道, 牛逼, 听说那幽少将很强, 齐少风黑黑笑道, 不过风哥, 一捅千秋, 技高一筹, 咱们现在去啊, 萧英雪问道, 找天成老人, 楚汉风回道, 能找到吗, 齐少风连忙说道, 你知道他在哪, 我跟他有过约定, 楚汉风笑道, 先去孤郎城, 你之前得罪了人神教的人, 要小心点了, 萧英雪提醒道, 小心什么, 我是这妖兽十六成的堂主, 这里我说了算, 楚汉风回道我顺便找一下红, 让他帮我联系一下我的属下, 卧槽, 风哥, 你这是要跟人神教开战啊, 齐少风看热闹, 不嫌是大, 激动地喊道, 开你个头, 现在新妖界是一片乱世, 只有身后有实力, 我们才能安全, 楚汉风说道, 我们不开战, 但是也不能被别人欺负了, 那我到时候, 是不是能带领几百个小弟, 齐少风激动地说道, 还几百个小弟, 我这妖兽十六成加起来, 估计也就几百人, 楚汉风摇头是笑, 那也算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萧英雪笑道, 三天赶路而去, 一连两天之后, 这一天, 众人来到了一处草木茂盛的丛林中, 其实说是丛林, 里面的树木并不多, 反而是灌木丛密密麻麻, 而且这些灌木丛, 生长得跟人一般高, 走在其中, 甚至视线都看不清, 灌木丛扎得难受, 有人, 楚汉风突然说道, 只见前方的灌木丛, 已经有许多倒塌下去了, 像是人为的, 或者妖兽踩踏那种, 而且灌木丛倒塌下去的时间并不长, 一听这话, 几人都紧张了起来, 齐少风将自己的感知术给使用出来, 楚汉风同样将命运之谋打开, 在西北风, 两人的声音同时响起, 要不要去看看, 萧英雪问道, 若是去看,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 就麻烦了, 去看看吧, 只要不入天府, 就不需要怕, 楚汉风说道, 齐少风两人也点点头, 三人寻着灌木丛的痕迹, 一路向前, 很快便看到了前方不远处的火光, 都快饿死了, 这些该死的人类, 等妖王大人重振旗鼓, 我们一定要再杀回去, 看来平时还是太仁慈了, 这次城破, 最可恶的便是造反的人类, 若不是他们在城内闹事, 咱们狮虎城不会如此轻易被攻破的,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狮虎城破了, 咱们也没有安身之处, 不如去投靠封公子吧, 投靠封公子, 现在妖兽十六城到处都是该死的人神教, 咱们只有躲在这, 才能安稳度过危机, 躲在这倒是没问题, 但饿了食物怎么办, 听着众人七嘴八舌, 正在这时, 一声明显的嘶吼声传来, 何人, 还不快快现身, 声音落下的同时, 一颗颗火球飞了过来, 楚汉风三人的身影连忙躲避, 在旁边的灌木丛中, 一大团烈焰燃烧了起来, 狮虎兄, 这是怎么了, 脾气这么暴躁, 楚汉风的轻笑声响起, 只见灌木丛中, 狮虎王带着几只狮虎妖在那里, 这狮虎王的灵觉十分的敏锐, 他也是第一个发现楚汉风众人的, 看到了楚汉风几人后, 狮虎王的神情微微松懈了许多, 笑道, 楚城主, 原来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人神教的那些人, 我听闻狮虎城被迫, 就连忙赶去救援, 没想到狮虎兄踪迹不明, 说着彼此靠近了起来, 让楚城主担心了是为兄的不好, 狮虎王笑着跟楚汉风想拥抱, 然而下一刻, 在两人抱的那一刻, 竟然默契的同时出手攻击对方, 大荒天兵刀与锋利的胡爪碰撞在一起, 瞬间两个人的身影分开, 城主, 你没事吧, 旁边几名狮虎小妖说道, 除了这几名小妖外, 其实旁边还有一名蛤蟆老者, 这蛤蟆老者早在之前, 楚汉风就见过, 乃是狮虎王的狮言, 名字就叫黄狮言, 其实这些小妖说话, 都是用他们妖族之间的语言, 楚汉风这些人类是听不懂的, 狮虎王站起身怒吼了几下, 冷笑道, 楚城主, 你这是何意, 我还想问问狮虎兄呢, 怎么突然攻击我, 楚汉风笑道, 行了, 咱们就别装了, 坦白说, 楚城主, 我不信任你, 狮虎王直接说道, 与其让一个不信任的人在身边, 倒不如让楚城主成为我的食物, 我可是饿了好几天, 你也不怕把牙给崩了, 楚汉风冷笑道, 既然如此, 我也顺道解决你, 楚城主一个小小的心窍欲妖狮, 倒是有些大言不惭, 狮虎王冷哼道, 楚汉风没有说话, 只是右手一挥, 强大的力量波动开, 笑天怒吼, 美猴王垂着自己的胸膛, 喷喷喷的声音不断响起, 我只用两只妖宠, 足以解决你, 楚汉风说道, 他转过头, 看向萧英雪两人, 说道, 其余小妖交给你们了, 萧英雪如今是心窍的御妖狮, 而其少风差一些, 只是先天御妖狮, 虽然实力不强, 但是对付那些小妖却足够了, 笑天的地狱之火燃烧而起, 这四周全是灌木丛, 也都是干燥的毅然之物, 当地狱之火喷涌而来时, 只听一阵霹雳啪啦的声音响起, 无数灌木丛燃烧着, 这地狱之火的洪流目标对准的, 赫然是狮虎王, 狮虎王先是几拳落下, 似乎是想将火焰给打断, 可惜他低估地狱之火的威力了, 亦或者说, 他没想到楚汉风已经是神藏级别的强者了, 地狱之火强大的火焰将狮虎王击飞了出去, 狮虎王怒吼一声, 直接显露出自己的本体, 那是一只形似狮子又像老虎的动物, 他的体型飘悍大概有几十米长, 全身是黑白两色的条纹, 毛发旺盛, 尤其是额头, 一个王字引人瞩目, 他就是万寿之王, 是绝对的王者, 一双爪子是锋芒毕露, 好像任何的东西在这双爪子前都会被撕裂成碎片, 凶悍的气息弥漫而出, 狮虎王怒吼着, 獠牙凸现, 血盆大口张开, 但是美猴王怡然不惧, 直接便是一个大膀甩了过去, 只听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金色大棒炸裂, 直接落在狮虎王的身上, 将对方给击飞了出去, 狮虎王爬起来, 他直接朝楚汉风扑来, 那速度快若一道黑白闪电, 来得好, 楚汉风大喊一声, 一个响只打出, 巨沙强袭, 狮虎王还没有扑到楚汉风的面前, 便见一只巨大的鲨鱼从地面吞噬而来, 直接将狮虎王给吞噬了进去, 狮虎王怒吼着将鲨鱼给撕裂成碎片, 不过此刻, 他也是伤痕累累, 已经美猴王神猴之力开启, 已经是惊天一击杀来, 一声惨叫响起, 这一棒之下, 大地都裂开, 地面都塌陷, 而狮虎王的身影彻底倒在地上, 笑天扑了过来, 其在狮虎王的身上, 地狱之火与死亡腐蚀一同从口中吐出, 惨叫声不断地响起, 当两道强大的洪流落下后, 狮虎王已经奄奄一息, 再无反抗之力, 楚兄弟, 楚兄弟, 狮虎王连忙求饶道, 大家都是好兄弟, 有什么事可以好好说吗? 好兄弟, 你刚刚杀我的时候, 好兄弟在哪呢? 楚汉风冷笑道, 如果真当我好兄弟, 狮虎兄, 就把你的妖狐完整留给我吧, 不要, 我不想死, 狮虎王大叫道, 楚城主想要什么, 可以尽管说, 我一定全部给你, 我还有一些积蓄, 都留在了狮虎城, 等人神教的霍乱过去了, 我全部给楚城主, 大可不必, 你就安心去吧, 楚汉风摇了摇头, 当笑天与美猴王将狮虎王给制服后, 楚汉风直接挥动手中的大荒天兵刀, 狠狠地斩杀了下去, 砰的一声, 鲜血飙升, 一颗头脑直接飞起, 狮虎王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投降吧, 狮虎王已经死了, 楚汉风抬头, 看向旁边还跟齐少风两人大战的黄师爷, 以及几名狮虎妖, 几只妖狮转头看到这一幕, 一个个目自尽炼, 大喊道, 城主, 我们为你报仇, 他们说完, 便一个个怒气冲冲地杀向楚汉风, 楚汉风只是冷笑了几声, 倒是挺忠心的, 只可惜忠心用错了地方, 他大手一挥, 孝天直接扑了上去, 几只妖狮的实力虽然不错, 但是跟孝天比起来, 终究还是境界上差了太多, 孝天的几次扑杀, 就已经将几只妖狮全部杀死, 而唯一的黄师爷, 也是未能幸免于难, 楚汉风将这些妖狮的妖和都一一取了下来, 也算是收获颇丰, 尤其是里面有神藏级别的妖狮, 咱们接着走吧, 楚汉风说道, 这狮虎城的几个余孽罢了, 杀了也没事, 萧英雪微微点头, 回道, 如今看来, 大半个妖兽十六城已经被人神交给控制了, 咱们也要小心点, 我的孤狼城也未能幸免, 但红应该还在, 楚汉风说道, 三人顺着这片灌木丛, 内心倒是有了安全感, 毕竟灌木丛十分的隐蔽, 基本上只要不露出声音, 暴露的几率就不大, 穿过灌木丛用了大半天的时间, 而楚汉风已经看到了孤狼城的轮廓, 小心点, 有人神教的巡逻队, 楚汉风低声说道, 三人的身影飞快, 直接登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 借着大树茂密之夜的隐蔽, 观察着从不远处而来的一群人, 这群人皆是身穿黑色且整齐的长袍, 看得出是一个组织的, 从他们胸膛印着的神字不难推测出来, 他们应该都是人神教的, 这都巡查好几天了, 也没看见半只妖兽的影子, 要我说, 还不如去进攻其他城池, 在这也嫌得无聊, 王老五, 你少发牢骚, 这是敏大人的命令, 有任何的闪失都能要了你的命, 旁边一名威严的中年人冷哼道, 他叫夏侯爸, 乃是这个小队的队长, 这个小队一共九个人, 他的实力最强, 有心翘劲的实力, 而其他人则全部是先天进的, 可别小看这个九人小队, 但他们十分的难缠, 因为他们的主要责任根本不是战斗, 而是勘察敌情寻找妖兽的目标, 九人小队的前方, 一共有两只妖宠在探路着, 一只是飞行妖宠千里雕, 另一只是陆地妖宠盾地黑翼, 两只妖宠, 一只天上, 一只地下, 可谓是十分的强大, 咱们躲不过去的, 楚汉风看着接近的九人小队, 跟萧英雪两人说道, 必须主动出击才行, 有千里雕和盾地黑翼的存在, 可以说, 楚汉风有脸吸神诀, 但是齐少风两人没有啊, 单单是气味这一关, 就躲不过两只妖宠的探测, 那就先杀那小队的队长, 萧英雪说道, 他的实力最强, 不, 先杀那两个人, 楚汉风指着九人小队的其中一对双胞胎, 那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为什么? 萧英雪一愣, 因为那两人的实力并不算强, 楚汉风则是微眯着眼, 因为命运之谋下, 两人的信息他是一览无余, 王北, 王南, 静剑, 先天静, 妖宠, 爆炸竹子, 千里哨兵, 急速黑鹰, 妖剂, 两个双胞胎的其他信息, 楚汉风没有注意, 但是妖宠内栏中, 一个千里哨兵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种千里哨兵的妖宠, 其实战斗力并不强, 但他却是很麻烦的一种妖宠, 据说这种妖宠的哨声, 可以传遍千里之地, 就算千里有些夸张了, 但是百里总有的, 如果这千里哨兵发出声音, 只怕在远处的孤狼城, 那些人神教的其他人瞬间会听到, 然后支援过来, 所以, 楚汉风一定要第一时间杀死这两人, 至于其他人, 倒是可以慢慢杀, 不用着急的, 萧英雪对于楚汉风也是身性不疑, 便点点头, 回道, 咱们一人一个, 你左我右, 楚汉风说道, 眼看着众人快要靠近, 楚汉风一声轻贺, 动手, 下一刻, 两人的身影直接从树上飞驰而出, 速度十分地快, 楚汉风逆龙七步驶出, 而萧英雪, 脚下也是叠影重重, 两人刹那间, 趁着对方所有人没有反应过来之际, 直接杀了过来, 来到两人的面前, 一刀一剑, 直接穿过这王男以及王北双胞胎的胸膛, 什么人, 下猴霸的大喝声刚刚响起, 便见两人的尸体倒在地上, 两人有些死不瞑目, 谁也没想到, 会如此被暴杀而死, 该死啊, 什么人, 九人小队的七人连忙聚集在一起, 凝重地看着楚汉风两人, 诸位好啊, 楚汉风咧嘴笑道, 是人类, 下猴霸皱眉, 问道, 你们是何人, 别误会, 我也是人神教的, 楚汉风笑道, 笑话, 你若是人神教的, 为何要偷袭我们, 下猴霸冷声问道, 当然, 他也不是跟楚汉风在这废话, 而是暗中实眼色, 让七人渐渐以包围圈的姿态, 将楚汉风两人给围了起来, 确保两人没有逃跑的机会后, 他才松了一口气, 诸位, 我想你们搞错了, 我并没有逃跑的打算, 楚汉风咧嘴笑道, 我只是想问一些消息, 不管你问什么, 杀了我们的同伴, 你就死罪难免, 下猴霸冷声说道, 你是不是搞错了, 现在该逃命的, 应该是你们吧, 楚汉风冷笑道, 他一挥手, 笑天与美猴王飞奔而出, 元素之灵飘附在他的周身, 而萧英雪, 也同样将自己的四只妖宠召唤了出来, 鲜鱼鸟, 寒破幽冥虎, 巨齿雷沙, 以及他之前与楚汉风一同到达心窍境后, 新契约的妖宠, 上古不眠生, 因为巨齿雷沙, 乃是海洋水系的妖宠, 所以, 他在水里才能发挥最强的战力, 而在陆地上, 反而有些弱, 看到几只妖宠, 周身强大的威势在徘徊着, 萧英雪, 已经是心窍欲妖狮了, 而楚汉风, 更是神藏欲妖狮, 这强大的气势, 铺天盖地震压来后, 夏侯霸众人脸色苍白, 也都知道遇到硬查了, 对方直接击杀王楠, 王北两兄弟, 就是直接断了他们求援的希望, 这是有预谋的击杀, 他们现在这七人, 都没有远距离传达信息的能力, 怎么办, 有人问道, 夏侯霸回道, 都冷静点, 战是不行的, 咱们突围出去, 立马去孤狼城求援, 敏大人就在那里, 没错, 只要逃入孤狼城, 咱们就胜利了, 有人点点头, 你们逃的了吗, 楚汉风笑了笑, 指着夏侯霸对笑天几只妖兽吩咐道, 除了他, 其他人全杀了, 笑天怒吼一声, 和美猴王一同扑杀了过去, 而萧英雪的几只妖宠, 则是在四周守着, 以免有人浑水逃跑, 其他几人楚汉风根本不放在眼里, 他的注意力都在夏侯霸的身上, 只见夏侯霸怒吼一声, 他的四只妖宠全部狂奔而出, 火舞云狮, 暗月白虎, 风铃蝶, 至于第四只妖宠, 夏侯霸并没有急着召唤出来, 杀, 他怒吼一声, 先是火舞云狮, 庞大的狮身周围, 一团团的火焰如同跳舞般, 不断地跳跃在虚空中, 火舞云狮一怒吼, 那些火焰在暴动着, 全部朝笑天涌动而去, 不过比起火焰, 笑天的地狱之火可谓不遑多让, 甚至要更强无数, 只听笑天一声怒吼, 地狱之火, 熊熊燃烧而起, 将沿途的一切都淹没其中, 那火舞云狮哀嚎一声, 直接被地狱之火喷涌着, 朝旁边击飞了出去, 暗月斩, 暗月白虎早已经蓄势待发, 只见他头顶的月亮标志亮起, 无穷无尽的妖气汇聚而出, 一道月牙形状的攻击形成, 速度快如闪电, 直接朝笑天杀了过来, 不过还没等暗月斩落下, 只见美猴王庞大的身躯已经从天而降, 金色的毛发在阳光下冉染生灰, 他的金色大棒重重地落下, 直接将暗月斩给敲得粉碎, 风灵蝶, 凤舞成双, 夏侯霸连忙指挥道, 他的妖宠要比楚汉风弱一个等级, 所以硬实力本来就差, 如今也只能靠辅助西妖宠弥补了, 辅助西妖宠, 谁还没有啊, 楚汉风冷笑道, 元素之灵, 风属性元素削弱, 全属性加强, 这就是元素之灵的强大, 不但可以削弱对方的能力, 还能加强自己这边的属性, 因为元素之灵的元素领域铺开, 这风灵蝶的加速效果就仿佛失效般, 这是什么妖宠, 夏侯敦惊骇地问道, 本来我的妖宠就比你的强, 而且如今境界实力更高, 没有让你成为负面减弱就不错了, 楚汉风说道, 美猴王因为属性的加强, 再加上自己的神猴之灵, 仿佛无敌一般的存在, 直接朝夏侯霸杀去, 这暗月白虎还想阻拦, 却被美猴王一棍给砸成肉饼了, 夏侯霸一声闷哼, 朝后退了几步, 妖宠的死亡同样对他造成了伤害, 美猴王开始狂奔起来, 双脚踏在地面, 大地震撼, 而夏侯霸直接被吓傻在原地, 队长, 快跑啊, 旁边有人大喊道, 伴随着美猴王一棒落下, 那人的妖宠清风露直接一命呜呼, 夏侯霸这才从惊慌中回过神来, 老王, 夏侯霸看着满身是血的队友, 有些悲愤地喊道, 快跑, 去孤狼城找援兵, 为我们报仇, 那人大喊道, 他控制着最后的妖宠朝楚汉风杀去, 想要尽量给夏侯霸的逃跑拖延时间, 因为他们这个小队中, 如果有人能逃跑的话, 那么一定是夏侯霸, 至于具体原因, 便是因为夏侯霸的第四只妖宠, 为我们报仇, 七人小队的其他人, 全部挡在夏侯霸的前方, 随着美猴王的金色大棒落下, 他的威势如同排山倒海般强大, 这些妖宠无疑是他的义和之敌, 夏侯霸这才将自己的第四只妖宠给召唤了出来, 那是一头喷涌着蓝色火焰的骏马, 蓝燕马, 速度十分快的马, 基本上在妖宠之中, 马类的妖宠都是以速度著称的, 蓝燕马一声清明, 直接将夏侯霸拖在身后, 朝远方飞驰而去, 他的速度很快, 在众人的眼里, 就化作一道蓝色的火焰般, 如流光穿梭而入, 萧英学想阻拦时, 已经来不及了, 就算他想阻拦, 那蓝燕马的速度也是他无法追寻到的, 今日之仇, 来日必将你碎尸万段, 楚汉风朝他看了一眼, 并没有说话, 此刻, 美猴王已经将蓝在前面的妖宠, 全部用大棒给轰碎了, 哀嚎声遍地而逝, 逃跑的夏侯霸, 内心是愤怒的, 他现在只想回到孤狼城, 然后着急人手来报仇, 可惜, 当他跑了没多久, 他突然听到了龙银声, 龙银阵阵, 如同打雷般, 在耳边炸裂着, 夏侯霸抬头头, 只见荒谷御龙庞大的身躯, 几乎占据了一大半的苍穹, 一个炼狱空间落下, 无论蓝燕马速度多快, 都无法离开这炼狱空间中, 荒谷御龙直接俯冲而下, 巨大的龙头叼着夏侯霸, 将他朝远处飞甩了过去, 哄的一声, 夏侯霸掉落的位置, 正好是楚汉风的面前, 又见面了, 楚汉风笑道, 你, 你是恶魔, 夏侯霸惊骇地喊道, 别害怕, 不杀你, 楚汉风说道, 你想做什么, 夏侯霸问道, 只要你认真回答我的情报, 我就不杀你, 楚汉风笑道, 可是, 你已经杀死了我的队友, 夏侯霸不相信地回道, 死到有不死平到, 这句话没听过吗, 楚汉风嘿嘿笑道, 你到时候逃回孤狼城, 就说遇袭, 你是被掩护逃出来求援的, 不会有什么事的, 你真会放了我, 夏侯霸又问道, 没人愿意真的死, 他们加入人神教, 就是不想被豢养, 从而为了活着而努力的, 放心吧, 我只能说话一口唾沫一口定, 楚汉风信誓旦旦地点点头, 那你想知道什么, 夏侯霸提醒道, 我只是一个小队长, 不清楚很机密的事情, 人神教现在是什么情况, 楚汉风问道, 我只奉命, 追随敏大人, 镇守孤狼城, 央兽十六城的各个城市之间, 都有人镇守着, 央兽那边呢, 楚汉风问道, 敏大人说过, 不久之后, 央兽那边会有一波猛烈的反扑, 所以才让我们巡逻, 以防有什么异常, 夏侯霸无奈地说道, 按理来说, 他们这个小队九个人, 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团灭的情况, 只要王南或者王北两兄弟, 随便一人能传达信号, 他们可是带了两人, 就怕以防万一双重保险, 结果对方一出来, 就把双重保险全杀了, 我也很好奇, 你是怎么知道王南, 王北两兄弟的妖宠能力的, 夏侯霸疑惑地问道, 这个你就不需要关心了, 楚汉风怎么可能告诉对方, 便问道, 你知道落下吧, 那是我们总舵主的五儿子, 夏侯霸点点头, 五殿下在攻打其他的城池, 所以我们的联系并不多, 我们是归落主直接统领的, 落主也来了, 楚汉风一惊, 他知道, 这落主或者说总舵主的实力, 基本上可以比肩四大狱的护法, 都是天赋级别的强者, 所以除了四大总舵主, 四大护法, 以及妖王和人神教的教主外, 楚汉风鲜少有怕的人, 若是落主来了, 那局面就不好说了, 落主的踪迹我们哪知道啊, 我只听从敏大人的夏侯霸摇头说道, 你说的这敏大人乃是何种的境界, 楚汉风又问道, 敏大人的本体是一只九头火鸟, 乃是神藏妖兽夏侯霸回道, 敏大人不是人类, 这让楚汉风有些疑惑, 他还以为, 人神教的成员全部是人类呢, 敏大人之前被妖兽追杀, 是落主救了他, 所以从那以后, 敏大人便也加入我们人神教了, 夏侯霸回道, 等会你带我们进入孤狼城, 楚汉风突然说道, 什么, 你要去孤狼城, 夏侯霸心头一跳, 连忙问道, 对啊, 我们假扮成你的手下, 混入城内, 楚汉风说道, 只要我们安全进去, 我们就可以放你离开, 楚汉风说着, 从戒着取出一颗丹药, 直接放入夏侯霸的嘴中, 这是辅毒丹, 就如同他的名字般, 若是没有解药, 一个时辰后, 你就会在极度痛苦中化成浓水, 楚汉风说道, 等去了孤狼城, 我自然会给你解药, 听到这话, 夏侯霸拼命想将丹药吐出来, 可惜都无济于事, 你好歹多, 怎么样, 答应不, 楚汉风笑道, 事已至此, 我还有选择的机会吗, 夏侯霸无奈地说道, 明智之举, 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省事, 将那几人的黑袍脱下来, 然后劈在身上, 因为人神教的长袍都很宽大, 所以几人穿在身上, 倒也没有合不合适这种说法, 风哥, 你哪来的什么辅毒丹啊, 齐少风好奇地问道, 能不能给我几颗, 什么辅毒丹, 不过是我之前随意练的丹药罢了, 楚汉风回道, 他练习天魔之主交给他的万法缭乱时, 曾经练制了一些废丹, 这些废丹楚汉风也没有扔便, 吃给了夏侯霸, 对方应该会肚子疼, 但无生命之忧的, 而真正的辅毒丹, 楚汉风虽然有丹方, 但因为没有练丹材料, 所以他也没来得及练制, 你这招厉害, 就看那夏侯霸敢不敢赌了, 齐少风笑道, 三人将长袍穿好, 简单将其他人的尸体隐藏了起来, 以免被其他侦查小队发现, 然后才跟着夏侯霸朝孤郎城走去, 你们究竟是何人, 一路上夏侯霸的心态也稳定了下来, 好奇地问道, 错愕了许久, 喂, 为什么, 咱们都是人神教的, 何必自相残杀, 怎么说呢, 跟你们的五殿下有些恩怨, 而且, 我的上方街头人现在也没有联络我, 我不太相信你们的落主, 楚汉风直接说道, 好吧, 夏侯霸无奈点头, 就像妖兽之中不合谐般, 其实人神教之中也有很多分裂, 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这是自古以来变有的事情, 这孤郎城的御妖师多不多, 小英雪问道, 不多, 因为妖兽十六城被分开了, 我们只有几十人, 夏侯霸回道, 四人一路走着, 楚汉风几人将夏侯霸夹击在中间, 尽量让走起路来更自然一点, 你要是敢耍花样, 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楚汉风警告道, 走到孤郎城下, 如今的孤郎城可谓是戒备森严, 单单守城的就有二十名御妖师, 而且都是仙天境, 每个人可以召唤三只妖宠, 加起来那也相当于六十只妖宠, 这个阵容用来守城门, 不可谓不强大, 何人, 守城的这边有人看着楚汉风一行人, 是夏侯霸队长, 有人松了一口气, 说道, 夏侯霸队长, 你怎么回来了, 那人问道, 其他人呢, 怎么没有一起, 听到那人的提问, 夏侯霸有些僵硬地笑了笑, 说道, 老王他们几人在探查, 我有些事要回来一趟, 行, 那就给你放心, 只见那人一挥手, 横荡在城门口, 一道巨大的狼牙刀闸被快速升起, 可别小看着狼牙刀闸, 若是一个不小心, 神仓级别以下的妖宠, 根本扛不住这一击, 麻烦了, 夏侯霸笑了笑, 带着楚汉风几人正准备进城, 等一下, 旁边有人突然喊了一声, 夏侯霸的脚步一致, 其实他内心也是咯噔一下, 这几人可是他带进来的, 若是被发现了, 如果不是他主动提供情报, 只怕他也难逃其咎, 怎么了, 夏侯霸转过身, 有些勉强地笑了笑, 你身边这几个人, 怎么有些眼神啊, 那人问道, 以前好像都没见过, 这三人是新加入我们小队的, 你没见过很正常啊, 夏侯霸笑道, 你要是不信, 可以去问问敏大人, 反正我们小队的成员, 都是敏大人说了算, 这个就不必了, 那人笑了笑, 现在是特殊时期, 所以大家都紧张一些, 都快惊弓之鸟了, 并非是不信任夏侯兄弟, 莫见怪啊, 各司其职, 有什么见怪的, 夏侯霸笑着摇了摇头, 对着楚汉风几人笑道, 这位是守城的王明虎, 以后多打招呼, 事事事, 楚汉风三人连忙点点头, 他握着大荒天兵刀的手也是轻轻一松, 刚刚要是真被发现了, 就是最坏的结果, 打一场然后逃跑, 幸好这夏侯霸还算不错, 集中生智, 能勉强解释过去, 借助夏侯霸, 然后伪装进入孤狼城, 也是楚汉风刚刚想到的主意, 要不然他想进去, 只能强攻或者夜晚潜入, 强攻暂且不考虑, 他倒是不怕敏大人, 但是妖兽十六城都是连在一起的, 要是引起了其他人神教的注意, 就毫无意义了, 而夜晚潜入, 同样危险大, 再加上齐少风的实力弱, 刚刚进阶先天境, 第三只妖宠都没有契约呢, 所以他思来想去, 伪装进入虽然危险也大, 但成功率最高, 伴随着狼牙刀闸升起, 几人进入了城池中, 原本热闹的城池已经变得落寞了起来, 人神教进入孤狼城后, 只是杀死了守城的妖兽, 并没有乱杀这里的人类, 不过这里的人类都是普通人, 也没什么用处, 便全部被禁锢在家中, 不允许出门, 如今的街道, 除了一些御妖师的部队外, 只有一片萧瑟之景, 我带你们进来了, 我的解药呢? 夏侯爸问道, 折什么急, 楚汉风笑道, 你想反悔, 夏侯爸的脸色带着韵母, 信不信我告发你们, 咱们一起死, 正在这时, 萧英雪突然动手, 直接一掌斩在了夏侯爸的脖子上, 夏侯爸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晕倒了过去, 看在你把我们带进来的份上, 就不杀你了, 楚汉风说道, 三人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楚汉风用捆腰绳将夏侯爸给绑了起来, 虽然说不杀他, 但是也不能让他坏事, 因为城外的防守森严, 再加上御妖师数量有限, 所以城池内反而宽松了许多, 咱们现在去啊, 齐少风问道, 去红的烟纸铺, 楚汉风直接说道, 三人借着各种建筑物的躲藏, 一路上有惊无险地来到了烟纸铺, 烟纸铺早已经关门了, 不过楚汉风知道, 在烟纸铺的下面有一个地下室, 这是几人之前聚集的地方, 这地下室的门从烟纸铺的后面就可以进去, 楚汉风抬起后面的一块地板, 他低声说道, 我先见, 你们两个人跟在我后面, 免得闹误会, 毕竟人神叫的人是不认识齐少风和萧英雪的两人, 也结实点点头, 进入地下室后, 楚汉风轻车熟路, 走了没几步, 耳边突然传来破空声, 自己人, 别攻击, 楚汉风轻喝道, 他看到了一只狮猴朝他扑了过来, 楚汉风直接一掌拍去, 将狮猴击飞了出去, 那狮猴的防御力倒也惊人, 全身是浓郁的死气波动开, 接了一掌, 依旧是上蹿下跳, 气得哇哇大叫, 楚汉风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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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究竟是怎么情况?天臣什么意思?人神教的袭击太突然了,连我们都没有接到消息。所以,我们一直在静观其变,没有轻易露面。洪开口说道,至于天臣,你亲自问他吧。楚汉丰点了点头,他来到这地下室的里面,这里铭刻着一个阵法,可以传引的阵法。要知道,在现代世界,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手机视频。而在新妖界,虽然说科技没有这么发达,但他们却用阵法弥补了这种远程的缺失。楚汉丰将自己的手掌按在阵法上。 这阵法也只能识别楚汉丰的妖气。伴随着阵法启动,楚汉丰也开始了解起来情况。我记得,咱们害子堂应该有一百多人吧?楚汉丰回道。其他人呢?他们来不及撤离这里,所以我都让他们原地待命。洪解释道,因为人神教的袭击太快了,我们反应的时间根本来不及。正在这时,阵法已经彻底地打开。天臣老人的身影有些不稳定地出现在虚空中。天臣,到底是怎么回事?楚汉丰问道,洛主违背了教主的命令,联合雷狱的狂大人想要启动大毁灭阵法。 天臣老人解释道,你跑哪去了?怎么现在才联系我?事情有些复杂,我也是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楚汉丰解释道,什么大毁灭阵?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些?在新妖界的北边,一年前发现了一处古老的传承之地。教主从里面发现了一座上古的阵法。当时,这里也惊动了妖兽的探查。最终与妖兽的一番大战后,我们人神教获得了这个阵法。天臣老人解释道,这阵法便是大毁灭阵。而且是一个大范围的杀伤性阵法,如果阵法能够布置完毕,甚 甚至可以摧毁新妖界的一切生物。只不过,布置这阵法的条件特别苛刻,需要无数人类的精血为以。而且,阵法并不稳定。于是教主提议,只是先将阵法保存下来,再慢慢研究,希望能推演出完整的阵法。但是洛主却等不及了。他联合狂大人偷走了阵法,提前发起了攻击,想要布置大毁灭阵。原来是他们私自行动,怪不得我们一点消息都没得到,楚汉丰回到。那教主怎么说?教主的意思是,目前不可轻举妄动。就让他们狗妖狗,无论是妖兽的死亡,还是� 叛徒的死亡,都对咱们没有坏处。天成老人回到。目前,咱们要做两个事情。探查妖兽和人神教这边的情况。如果真的让那些叛徒成功了,只怕整个新妖界都会毁灭。咱们人神教也不会有好下场,这里就会成为他们的天堂。怎么探查?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敌人,楚汉丰问道。他连进个孤狼城,都要小心翼翼的。叛徒们想以快打快,趁着妖兽们没有反应过来,将阵法布置完成。否则等妖兽缓过来了,他们绝对不是对手。天成老人说道。我们的意思是,让你卧底 妖兽群众。我们给你提供那些叛徒的消息。你带领妖兽将他们一网打尽。楚汉丰微微皱眉,他在思考如今的得失。估计这一次,北苍学府的学生要损失惨重了。谁能想到,好不容易这么多学生进入新妖界,竟然碰到了这种大战。能活下来的,可谓少之又少。他现在躲下去,说不定可以保住性命,然后安全回到人黄域。可是能不能拿到比试的第一名,他还真没把握。不过,若是按照天成老人的意思。一旦有大战发生,那么妖和就是源源不断的。俗话说得 正好,富贵险中求。楚汉丰觉得拼一把,能不能成功都无所谓。反正他有死时,死一次没什么的。好,我答应你。楚汉丰直接抬头说道。我当初没有看错你,天成老人欣慰地笑道。我现在给你一条消息。三日后,洛主的大儿子会带领一百玉妖狮进攻青蛇城。你们可以在半路设下埋伏,一举将他们歼灭。我知道了,楚汉丰点点头。另外,红这边有一块铭刻着流影阵法的灵石。你带着那灵石,可以随时与我联系。天成老人提醒道。楚汉丰抬头,红 红连忙从地下密室的一个盒子处取出一块白色的石头。他将流影石交给楚汉丰。楚汉丰亦有所指的笑道。看来红姐有许多事情瞒着我啊。这流影石连楚汉丰这个堂主都不清楚。准确一点说,对于亥字堂的了解,天成老人信任红比自己更多一些。楚汉丰也不在意这些毕竟两人都是互相利用的地方。他得到了妖和后,也会拍拍屁股离开这新妖界。楚汉丰主要去青蛇城吗?红问道。本来不想去的,楚汉丰笑道。不过如今看来,是非去一趟不 可了。其实他之前只是骗取施语的妖和,至于青蛇城的安危并不关心。如今看来,他还是要去一下获取妖兽这边的信任。第一是答应凌阳城的联营,第二便是埋伏落主的大儿子的事情。我们跟你一起去,看到楚汉丰准备离开。肖英雪连忙说道。你们跟红就躲在这里面吧,比较安全线。楚汉丰说道。我这次去青蛇城,打算强闯进去,就不带着你们了。听到楚汉丰的话,肖英雪与齐少风两人无奈地点点头。其实说到底,还是两人的实力太大了。在这种乱世的时候, 若就是一切的原罪,你也只能无能狂怒。跟红告别后,楚汉丰来到烟制铺的外面,直接将荒谷御龙召唤了出来。他准备杀死这孤狼城的敏大人,这样烟制铺能更安全一些。等到他离开后,其他人看到自己这个凶手,估计都会将目标放在自己的身上。楚汉丰站在荒谷御龙的背上。龙鹰响起,回荡在苍穹上,也瞬间吸引了孤狼城中其他人类的注意力。楚汉丰并不管其他人,他的目标是敏大人,也就是那只九头火鸟。 此刻的敏大人,他化作人形,正坐在城主府的大殿中。一身红色的铠甲穿在身上,仿佛熊熊燃烧的火焰般。他的头顶是一大簇火红的毛发,鼻子和脸型都有些尖锐。此刻,听到龙鹰声。外面有人类跑进来,慌张禀报道。敏大人,外面有龙飞过来了。慌什么?是咱们人神叫的吗?敏大人站起身,铠甲在身上喷喷喷地作响。不知道,不过来人看上去气势汹汹,就像是专门为你而来的。那人回道。随我去看看。敏大人冷哼 声一声,直接朝大殿外走去。刚刚走出来,便是迎面来一道地狱之火的洪流喷涌而来。他吓了一大跳,身影连忙躲避开。而在他身后的大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至于轰的一声,那大殿直接在火焰中爆炸开,倒塌成一片废墟。你是何人?敏大人暴露问道。杀你的人,楚汉风冷哼道。旁边的啸天已经扑了过来,不过敏大人的速度飞快,几乎是瞬间直接踏空而起。而他也是显露真身,竟然化作一只庞大的火鸟。这火鸟长着一双遮天 毕日的翅膀。而他的脑袋更是有足足九只。这九头猎鸟盘旋在苍穹上,周身是熊熊烈焰在燃烧着。九只脑袋全部围绕着楚汉风在怒吼着,强大的威势爆发而出。荒谷御龙同样不甘示弱,强大的威势同样排山倒海的铺盖镇压下去。只听轰隆隆的龙音声波动在苍穹上九头火鸟直接掠过天际边,朝荒谷御龙俯身冲了过来。两只巨兽在苍穹上打斗了起来。九头火鸟的脑袋 狠狠地咬在了龙鳞上面。荒谷御龙的龙尾则是甩飞了过来,龙尾包裹着九只脑袋朝苍穹上扔了下去。九只火鸟似乎十分地愤怒。火焰灼烧着炎热的虚空将一切都给焚化。而且,他的九只脑袋都在喷着火焰,九道火焰融合在一起凝聚出一道惊天的洪流。荒谷御龙看到这一幕,直接按照楚汉风的吩咐将暴巢泛滥给使了出来。一大片深渊之海在背后汹涌澎湃地波动着。在这深海之中,� 紫色的雷霆穿梭在深海之中。当火焰的洪流而来时,这荒谷御龙同样不甘示弱,将无数的大海洪流沙了过来。这一瞬间,惊天的爆炸在虚空中响起。只见苍穹之上,火焰与大海僵持在一起,两道洪流一左一右。荒谷御龙周身波涛汹涌,大海覆盖半个苍穹,水无穷却有万重力。而九头火鸟,周身的火焰冲天而起,炎热的火焰将四周化为火海。九头火鸟似乎还不满足,它头顶的腰盒直接 飘浮而出。火焰又加大了几分,火焰洪流甚至凝聚成一条火龙,朝荒谷御龙杀去。它的妖河乃是火红色的。如果仔细去看,就会发现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般。好妖河,我要了,楚汉风大笑道。因为妖河的出现,这九头火鸟似乎占据了上风。九头火鸟本就是上谷的一种,虽然比不上神兽,但也是根基不俗。不过荒谷御龙显然没有这么弱。直接本向狂话激发而出,强大的雷霆在大海中穿梭而过,水能导电 一时间,雷霆与大海都强大了许多。荒谷御龙的身躯磅礴了几十倍,只听轰隆隆的声音响起。荒谷御龙彻底地摧毁一切,将九头火鸟的火焰全部熄灭。它龙银阵阵,龙危腾腾。巨大的龙影在虚空中穿梭而来,九族龙爪直接抓住九头鸟最中间的脑袋,拼命地朝上空飞去。在虚空中,伴随着龙爪用力一抓,那九头火鸟的其中一颗脑袋已经爆炸开。荒谷御龙依旧 不满足,显得暴虐十足,又一一将其他的脑袋全部爆炸开。等到九颗脑袋全部爆炸破碎后,九头火鸟就犹如一个掉线的风筝般,从虚空中坠落而下。至于荒谷御龙的爪子处,鲜血淋漓地抓着一颗腰盒。干得漂亮,楚汉风接过腰盒,冷笑道。随即他也踏空而起,直接踩在荒谷御龙的背上,看着四周那些人族的御妖师,大喊道,今日这闽大人已死,等都好自为之吧。跟着这些叛徒,难成大事,最终只会丧 是自己的性命。他说完之后,便乘坐着荒谷御龙朝青蛇城的方向飞去。看到楚汉风走了,很远很远后。众人才反应了过来敏大人死了,咱们快去救援吧。去哪救援啊?旁边的城池吗?依我看,咱们不如回去人神教吧。如今的落主已经叛逃人神教。你想做什么?若是敢背叛落主,不会有好下场的。众人议论纷纷,但分裂的种子已经在众人之间弥漫开。妖兽十六城,分别在这外围不同的十六个方向。所以,青蛇城并不算难找。哪怕楚汉风从未 去过这里。在这里,也不得不说,妖兽十六城的城池手,基本上在虚空中能很简单就看到城池的轮廓。楚汉风在持续飞行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见到了青蛇城。青蛇城就如同他的名字般,这里乃是蛇的天下。不过青蛇城并非建立在平原上,而是在一处山谷中。这可让楚汉风寻找了许久。不过在第二天的晌午,楚汉风终于还是找到了这山谷。山谷位于一旁茂密的杂草之中。如果不是从天上飞过,只怕根本看不清这城池。山谷的前方有大战过的痕� 许多人和蛇的尸体倒在地上。楚汉风双眸一凝,他还真怕这青蛇城已经被攻陷了。走到山坡上,朝山谷内看去。只见山谷的四周山壁上是密密麻麻无数个山洞。这山谷也足够大,似乎蛇妖都在山洞里居住着。而山谷内,而是无数的建筑物拔地而起,豢养着一大群的人类。尤其是山谷的城门最起码有百米高。一般的妖兽想要冲进来难如登天。此刻,在山谷的城门上方,简单用石块堆积的围墙上。数十个蛇� 在上方巡逻着。这些蛇妖跟印象中在地面上爬的蛇可不同。它们是直立行走的,而且舌头的长相也跟人脸很相似。楚汉风乘坐荒谷御龙过来时,瞬间引起了无数蛇妖的注意。只见他们怒吼着,一支支的毒箭已经在口中开始汇聚。仿佛楚汉风只要敢接近,瞬间就会被毒箭千疮百孔。别激动,我是林阳城的,是来与你们连营的。楚汉风大喊道。不过那群蛇妖依旧不愿让他靠近。楚汉风无奈,再次大喊道。找个能说话 的人来跟我交谈。他的话音刚落,便见一条明显体型更大的白蛇,缓缓走了过来。这白蛇四周的灵片十分的密集,看上去更像是一条巨蟒般。它通体雪白,如同下雪一般。你是何人?我是孤郎城的城主。如今这妖兽十六城,就只剩下你们青蛇城与羚羊城还在。我是来连营的。楚汉风说道。你有什么证据?白色巨蟒问道。楚汉风将自己的令牌取了出来。城主令不可信,万一是你杀了城主,抢夺的令牌呢?白蟒直接回道。那你们怎么样才相信?楚汉风问道。 听到楚汉风的话,城池上方,那巨大的白蟒直接说道,想要证明你很简单。在我们青蛇城的北边,有一群人神教的人。你只要杀死十个人,我们便相信你。听到对方的话,楚汉风内心有些愤怒。对方这是想拿他当枪使。行,你们等着。先取得你们的信任,到时候就坐山观虎斗。楚汉风想到这,随即笑道。没问题。他直接坐在荒谷玉龙的背上,朝北边飞去。而等他身影远去以后,城池上才有青蛇看向巨蟒,问道。白大人,我们真要放他进来。 前段时间,妖王确实任命了一个人类当城主。如果他敢杀人神教的人,可以试着放进来。就算他有异常,在这青蛇城中全是我们的人,他一个人也翻不起浪花。白大人回道。我们现在急需增援。要不然,青蛇城坚持不了多久。这些人类真可恨。旁边的青蛇妖怒气冲冲地说道。只要援兵一来,绝对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楚汉风骑着荒谷玉龙,从高空俯卡尔下,几乎是瞬间便看到了人神教休息的地方。按理来说,三天后,洛主的大儿子, 应该是带领大部分前来进攻青蛇城。估计到时候,是想一举拿下这里。而如今守在这里的人神教育妖师,实力并不算强。大概看了一眼,也就不到三十人。有五十只妖虫守在旁边。此刻刚刚进攻大战,都在休息着。还有人烤蛇,炖蛇汤之类的。荒谷玉龙的到来,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是玉妖师,有人大喊道。该不会是咱们的人来了吧?不是说,还有两天才到吗?怎么这么快?小心点,有人说道。此刻,这群人的领头站了出来。大喊道。 不知是哪位朋友?楚汉风也不回应,轻轻拍了拍荒谷玉龙的龙头。只听荒谷玉龙怒吼一声,庞大的身躯碾压而来,龙银阵阵,腥风血雨。这群人被吓了一大跳。是狄非有,大家小心,有人大喊道。四周休息的妖虫们也全部开启作战状态。不过荒谷玉龙的实力毕竟太强大了,这群人中似乎连个神脏级别的玉妖师都没有。荒谷玉龙冲进人群中,如同崔库拉朽般,将几十只妖虫的身影 击飞了出去。他庞大的龙尾从地面横扫而过,顿时大地军裂,雷霆暴动。有十几名玉妖师的身影被龙尾给裹了起来,直接朝苍穹上飞去。这些玉妖师被龙尾裹在一起,尾巴上面传来的雷霆直接将他们炸死。而楚汉风的动作很快,也几乎是几分钟就回到了青蛇城的上方。龙尾从苍穹上放下,直接一用力就将十几人的尸体甩入了城池中。都看看,我刚刚杀的,楚汉风淡淡说道。巨大的白芒仔细探查了一番,� 就回去了。楚汉风淡淡说道,反正凌阳城已经有援兵了,你们青蛇城就自生自灭吧。楚城主莫妖误会,我们也是害怕遇见坏人,白大人连忙笑道。他吩咐道,所有人都不许攻击,让楚城主进来城墙。楚汉风冷哼了一声,随即将荒谷御龙收了起来,他乃是神藏玉妖师,踏空而行不算难事。直接来到了城墙上方,看得出,众多青蛇妖对他还是很警惕的。他刚刚落地,便将它包围了起来。白色巨蟒此刻也过来了,他深邃的瞳孔看 向楚汉风。最终,只见妖气弥漫,他竟然化身为一名女子。身穿白色长衫,一头漆黑色的长发如瀑布般洒落而下。他身姿曼妙,笑起来脸旁还有一个酒窝。楚城主,刚刚冒犯了,白大人笑道。确实冒犯了,不过你们现在如同惊弓之鸟,可以理解楚汉风回道。我要见青蛇城的城主。楚城主请随我了,白大人笑道。他走在前面,城墙上的青蛇妖们自动分开一条路。而等好好守城,不得松懈,白大人临走前吩咐了一声。从城墙走下来, 来到了青蛇城的城内。城内的居民倒是显得格外的热闹,人们并没有闲着,而是在制造一种神秘的液体,忙碌的热火朝天。看得出,这青蛇城对于人类的管理很不错,所以,人类也愿意帮忙抵御人神教。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一般只有管理者真正的善待人类,这样城池才能坚持得久一些。没有暴乱,也没有内乱。而那些把人类当食物的城池,在人神教攻城之前,都会轻易被攻陷。楚汉风看着这些人类做的液体,都是青色的,上面还冒着烟雾。白大人 笑着解释道,这是腐蚀毒液,我们专门用来攻击御妖狮的。与其他城市不同,这青蛇城竟然不仅仅是单纯的守城,竟然还主动出击。他们也深知,只有杀死御妖狮才能斩杀妖宠的根源。而这种腐蚀毒液十分的强大,都是从死去的青蛇妖尸体的毒芽融化而出的,这是青蛇妖最核心的位置,也是毒液最烈的地方。反正青蛇妖若是战死了,他们的尸体还能有如此用处,可谓一举两得。而这种腐蚀毒液只要沾 山道一滴,就瞬间整个人都腐蚀成水,路过忙碌的街道。在白大人的带领下,楚汉风来到了城主居住的地方。这城主居住的可不是釜底,而是一个特别大的山洞。这山洞就在青蛇城山谷的后方。楚汉风还没走到尽头,便感觉到了一股惊天的妖气。这妖气浓郁的程度,直接超过了神藏的妖兽。楚汉风微微皱眉。当他跟随着白大人走到里面后,也彻底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条有千米长的蛟龙此刻在地面翻滚着。他的身躯庞大,山谷 山谷底下是一条河。这蛟龙似乎在忍受着飞人的痛苦,不过却强撑着不让自己叫出声。因为蛟龙明白,他现在是关键时刻。如果他的嘶吼声引来人神叫的注意,知道自己是蜕变的关键时刻,无法守城。只怕青蛇城瞬间会引来狂风暴雨般的进攻。所以,他在极力克制着。粗壮的蛟尾不断地拍击着身下的河水,无数激流飞射而出。这蛟龙的蜕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的身躯已经完成蜕变,如今正好是脑袋的位置。从蟒头蜕 蜕变成蛟龙。似乎是看到了白大人的到来,蛟龙终身的妖气弱了许多。状态也渐渐稳定了下来。最终整个身影潜入水下。人类的气息一道清零的声音传来。这蛟龙竟然也是一名女子。听到对方的问话,白大人回道。城主,这位是孤狼城的楚城主。这次,他是来与咱们联营的。孤狼城已经被灭了吧。蛟龙的声音传来。楚汉风笑道,我是代表羚羊城来的。如今妖兽十六城就只剩青蛇城与羚羊城了。我们羚羊 羊羊城有风雨的援兵。怎么个联营法?蛟龙问道。我们有人神教那边的情报。楚汉风说道。咱们死守下去,迟早要被灭的。不如主动出击给人神教造成重创。单凭我们青蛇城的力量很难。蛟龙回道。我如今乃是蜕变的状态。根本无法有战力参战。而城内最强的不过是小白一个神藏妖兽。可以跟凌羊城联合。现在只剩两天时间,洛主的大公子便会带人来攻城。到时候,你们肯定守不住的。楚汉风坚定地说道。不如两大城池联合在半 半路设下埋伏,让他们全军覆没。给妖兽这边的援兵争取时间。有几分把握。蛟龙问道。如果没意外,十分把握,楚汉风自信地回道。我可以回去凌羊城找人。那蛟龙的身影在水里游动着,似乎还在思索。拼死一搏吧。你若是不愿意,这青蛇城到时候还是会城破人亡。楚汉风说道。以你蛻变的状态,能阻止什么?小白,把地图拿来。蛟龙吩咐了一声。白大人右手一挥。一副关于妖兽十六城的地图就在妖气的笼 照下,漂浮在虚空中。看到这地图,蛟龙直接找出了一处峡谷。黑山峡谷,此地是埋伏的最佳地段。蛟龙直接说道。我青蛇城可以出兵一百青蛇妖,有小白带队,去此地设下埋伏。城主,我哪也不去。就在城内保护你。白大人连忙回道。他是知道自家城主的状态。如今是进阶天府的重要时刻,容不得有半点闪失。这是命令,蛟龙威严十足,直接说道。白大人无奈,只能点点头。蛟龙随即看向楚汉风,说道。 楚城主,此战若胜。你便是我们青蛇城的朋友。那我就不打扰城主了。楚汉风笑道。我赶回去林阳城报信。到时候,咱们黑山峡谷聚集。楚汉风直接将荒谷御龙召唤了出来。荒谷御龙巨大的双眸盯着蛟龙,顿时让对方觉得压力大增。荒谷御龙起飞,直接朝苍穹上飞去。而看着荒谷御龙离去的背影,蛟龙的脸上露出向往之色。小白,你说我们,何时才能成为这九天的神龙?城主,很快的。你如今不也是迈出一大步了 白大人笑道。这楚城主可靠吗?蛟龙问道。目前来看,没什么问题。白大人回道。妖王不傻,他亲自任命的城主,肯定有什么特殊之处。从青蛇城离开。楚汉风在去往林阳城的路上,一直在思索着。去黑山峡谷埋伏的妖兽不能太多,否则要是摧枯拉朽的将人神叫全灭了。他的妖和大计怎么办?应该让两方实力差不多。最终妖兽这边惨胜,自己才能谋取更多的妖和。而且,去的必须是先天境以及网上的妖兽。其他妖兽都是打酱油的。 没有妖和,实力也太差。楚汉风感觉自己现在都成报信的了。不过这样的话,他的可操控空间也就更大了。他一路骑着荒谷御龙,也不敢停留。他知道,埋伏必须在人神叫前面到黑山峡谷,而对方按照路程最多两天就到达了。他用了大半天时间。在荒谷御龙的全力飞行下,终于回来了林阳城。如今的林阳城有了援兵,可以说十分的安全。看到楚汉风回来,立刻就有人通知了施语以及林阳座下。楚城主,你终于回来了,林阳座下笑道。我还以为你路上发生什么事。 别说了,遇到了一个人神叫的小队,差点死了,楚汉风说道。不过好在我命大,此行收获颇风。楚城主先进城,我已经让人准备了饭菜,给你接风洗尘,林阳座下笑道。相比较林阳座下的热情,这施语的表现就过分冷淡了。他只是朝楚汉风微微点了点头,便算是打招呼了。楚城主别介意,施语兄这段时间可是着急得很。幽少将失踪,到现在都没找到,林阳座下帮其解释道。毕竟幽少将不仅仅自身实力强大,而且他的爹爹乃是战狼将 这让施语没办法交差啊。施语怀疑的最大对象便是楚汉风,但他没有证据。他也明白,楚汉风不存在瞬间击杀幽少将的实力。而城池内,但凡有任何的战斗,都会引起妖兽们的注意。所以,从各种方面来说,幽少将就仿佛凭空消失般。楚汉风也懒得理会,自家人清楚自家事。幽少将的幽谷还在他的戒着中吗?来到林阳府,这林阳城确实准备了无数美酒佳肴。 然后,楚汉风也在宴会上将自己的计划和联营的事情说了一遍。众人一拍集合,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那楚城主觉得,我们派多少,妖兽合适?林阳坐下思索道,两把妖兽吧,楚汉风回道。再加上青蛇城的,应该足够了。若是派去太多的妖兽,只怕林阳城空虚,被人神叫趁虚而入。那就这么决定了,林阳坐下点点头。林阳坐下说完之后,看向施语,问道,施语兄觉得如何?这件事就以你为主吧。我进来的主要事情就是寻找幽少将。 施语回道。在他看来,估计整个林阳城的所有人性命都比不上一个幽少将。所以,幽少将的事情在他这里可排第一。那我便安排了,派去的两百妖兽,咱们两人一人一半,林阳坐下说道。他的林阳城神阳护卫本来就不多。他不可能让整个城池都是施语的人。虽然说,大家都是妖兽一族的,但防人之心不可恶。既然是妖兽援军,总不可能在自己这林阳城白吃白喝。而打仗的事情,全部交给自己的手下去做的。施语思索再三,最终点头同意道。可以。吃完饭,楚汉 楚汉风也没有休息。连夜让林阳坐下将派去的两百妖兽给安排好。这次除了楚汉风带队外,林阳坐下还不放心,特意让自己的神阳将军跟随。楚汉风知道,林阳坐下还是不信任自己。要真实遇见什么分歧,估计这些妖兽也只听神阳将军的话。不过名义上,他依旧是这次行动的主导者。楚汉风也没想跟这些妖兽有什么交集。反正他是为了妖和。天色快亮时,楚汉风带领着众妖兽,趁着夜色的掩盖,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朝黑山 峡谷出发。因为这些神阳护卫,还有许多先天境的妖宠是不能飞的。所以楚汉风的速度着实会被影响,但他也没办法,只能让众妖兽全速前进,等去了黑山峡谷后再休息。这一路上,楚汉风也让几只金毛鸟在前方开始探路。若是有什么异常,能够第一时间汇报。这次是去埋伏的。所以,行踪千万不能泄露,若是被反埋伏了,就彻底完蛋了。走了整整一天一夜后,楚汉风看了看地图,距离黑山峡谷起码还有五公里。他跟神阳将军说道 我先去黑山峡谷探查一番,顺便看看青蛇城的人到了没。你带领大部队在后面全速前行。去吧,楚城主多加小心,神阳将军点了点头。楚汉风坐在荒谷御龙的背上,仅仅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他就来到了黑山峡谷。真正来到这里后,楚汉风才明白为什么青蛇城主会说这里是最合适埋伏的地方,这黑山峡谷十分的优深。毫不夸张地说,整条峡谷只有百米长,而且峡谷两边的山壁特别高。因为这座山是黑山。所以,山壁也都是黑色的。 这黑山壁常年不见阳光,幽深又黑暗,乃是藏身的最好地方。若是妖兽们能藏在半山腰,除非是走得近了,否则根本看不见的。好地方,楚汉风将黑山峡谷绕了一圈。终于,山壁后面的一片丛林内,他发现了青蛇腰的踪跃。因为青蛇城距离这里近一点,所以,他们仙道也很正常。楚城主,白大人连忙喊道。楚汉风从荒谷御龙的背上降落下来,笑道。怎么样?这地方确实不错。我已经让人规划好了地方,白大人回道。林阳城的援兵呢?在 后面呢?马上就到了,楚汉风说道。小心一下人神教吧。争取在他们来临前,将埋伏都不止完成。终于,在傍晚时分,林阳城的两百妖兽也都聚集在这里。楚汉风简单将神阳将军和白大人相互介绍认识了一下。三人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自然将埋伏的位置都选择好了,黑山丛林茂盛,而且光线黑暗。哪怕是有飞行妖兽从头顶飞过,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楚汉风连忙将一共三百妖兽藏身之地划分好,然后让各去各位。楚城主,我们带了许 很多的腐蚀毒液,白大人回道。等他们从底下经过时,我们倒下去,也能杀死许多人。没问题,不过最重要的是,将峡谷两头给为堵住。来个瓮中捉鳖,楚汉风笑道。让这些人全军覆没,一个都别头。众人结实点点头,用了将近一个时辰的时间,所有人也都隐藏好了。不过天空不作美,此刻灰蒙蒙的天空,竟然下起了小雨。雨落在身上,有些冰凉的感觉。但众多妖兽依旧忍着雨幕,趴守在茂密的丛林中。不知过了多久,夜间间都深了。而在黑山� 峡谷远处,不足一公里之地。只见有一两百人的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停在了前面。领头人乃是一名青年。名叫洛布成,是洛主的大儿子。他是个大胖子,身穿的青色长袍,硬衬着肚子圆鼓鼓的。头发有些稀少。此刻,手里正拿着一根鸡腿,看着遥远的,已经阴沉的天际线。问道,还有多久到达青蛇城?回禀殿下,根据地图,估计有十公里。明天傍晚差不多吧?旁边有人连忙回道。现在下雨了,是否命令大家休息?休息什么?等 请去了青蛇城,攻入城内,有他们休息的时间,洛布成回道。可是殿下,根据地图标记,前面是黑山峡谷,晚上路过那里,恐怕不安全。旁边的人连忙解释道,还不如白天安全些。你是怕那些,妖兽会埋伏我们?洛布成大笑道。王开,你多虑的。咱们这次行动是保密的。第一,妖兽那边不可能知道。第二,咱们这么强的实力,妖兽敢埋伏吗?话虽如此,那叫王开的青年,还想说些什么,却被洛布成给打断了。现在咱们人神教的局势大好。我那废物五弟,已经被爹� 责怪,办事不力。我可不想重蹈覆辙。命令黑熊鹰前面探路,十五分钟后出发。看到洛布成如此坚定的态度,王开只能点点头,也希望是自己多虑了。全身漆黑,双眸散发着亮光的黑熊鹰从黑山峡谷绕了一圈后,朝着苍穹鸣叫了几声。这是安全的信号。事实上,楚汉丰等人也十分紧张。没事的,都准备好,楚汉丰提醒道。而不远处,人神教的大部队已经靠近了。他抬头朝黑山峡谷的入口处看去,只见大部队已经朝这里进来了。 最前面的领头人骑着黑铃马,速度不快不慢,还有几十只飞行妖宠在头顶上空飞翔着。等待这些人越来越近,快要靠近动手的圈子时,楚汉丰内心也越来越急迫。终于,他看了看对面的白大人,只见白大人微微点头,右手一挥舞。瞬间有几十只青蛇妖快速出现,将手里的腐蚀毒液从两边的山壁倒了下去。而青蛇妖出现的那一刻,苍穹上的黑熊鹰就发现了异常,连忙开始撕鸣了起来。小心,有嫡鞋,王开大喊道。啊 四周绿色的液体如同下雨般,无数人的惨叫声也随之响起。王开目光猙獰,瞬间发现了峡谷上方的众人。他怒吼一声,只见一条黑暗鬼胶出现在他面前,他直接乘坐着黑暗鬼胶朝所有的青蛇妖攻击而去,保护殿下,撤出黑山峡谷。王开的大喊声也随之响起。杀,楚汉丰大吼一声。整个黑山峡谷内,所有隐藏的妖兽们全部狂奔而出。飞行妖兽则去攻击飞行妖宠,而其他妖兽从峡谷两头杀来。 当王开乘坐黑暗鬼胶杀来时,白大人直接化身巨蟒,死死地缠住黑暗鬼胶的身躯,将他给甩飞了出去。虽然说,蛟龙从某种程度来说要比巨蟒强大许多,但大家都是神藏级别的,强弱并不是如此区分的。黑暗鬼胶从峡谷中重新飞上来,与白大人的巨蟒战斗在一起。而峡谷中,楚汉丰看着众人大战在一起,他并没有去战,而是寻找一些妖兽的尸体,挖取妖河,或者找到御妖师夺取他们的戒着,总之 战争就是发财的好机会。但看着楚汉丰游离在峡谷中,也有人盯住了他。大哥,那小子身上好东西不少,咱们杀了他,有个刀疤脸喊道。而他喊的大哥,则是一名独眼龙的男子。这男子一只眼睛瞎了,听到这话,他也发现了,楚汉丰这是在捡死人才。两人冷笑着,朝楚汉丰围了过去。这两人的实力不算强,独眼龙是心窍近的,而刀疤脸只是先天静的。两人一挥手,都将各自的妖虫给召唤了出来。两人就连妖虫都契 纪约的一模一样。分别是一只双头狼,一只雷狗,以及一只绿甲龟。独眼龙的妖虫要多一只影兽,因为他是心窍近。杀,两人一招手,也不多说废话。直接朝楚汉丰杀了过去。楚汉丰冷哼一声,看来这简视都不能安生。他直接将美猴王召唤出来,笑天守护身边。对付这两人,楚汉丰根本就不在意。美猴王一棒落下,虚空砰砰砰地作响,而那几只妖虫都被打爆了脑袋。雷狗的速度算是很快了,雷霆在双脚上缠 缠绕着,不过也看看躲了几次后,当场被砸死在地。楚汉丰微眯着眼,他旁边的虚空中,隐兽隐身来,朝他偷袭着。但楚汉丰有命运之谋,怎么可能看不见那嵌到黑山峡谷,获得五级玉妖记,星云指。楚汉丰直接躲过隐兽的偷袭。在错身的那一刻,他的指尖星辰凝聚,仿佛有一颗陨石在指尖来。轰的一声,仅仅是一指之威,强大的爆炸,直接将隐兽给炸飞了出去。而隐兽的胸膛已经被炸� 死得不能再死了。这星云指的威力很强大。之前楚汉丰用的都是大碑碎空掌,但是大碑碎空掌毕竟是二级的御妖记,随着他实力越来越强,遇到的对手也越来越强。楚汉丰深知,这个御妖记已经慢慢淘汰了。正好他牵到来的星云指,这个时间刚好适应。楚汉丰目光如炬,冷眼看着独眼龙二人。二人也是感知到了楚汉丰的强大。一声大鹤跑。跑得了吗?楚汉丰冷哼一声。笑天直接狂扑了过去。在初期,人类的速度怎么可能跟妖兽 就比较呢?只见笑天一口一个嘎嘣脆斑,直接将两人给咬死在原地。楚汉丰看了看,发现人神教已经被打得斗志全无。除了那王开以外,其他人都不敢贸然进攻,只是被动退守着。这样不行啊,你们不杀妖兽,我怎么得到吆喝?楚汉丰想到。他觉得自己应该给人神教加点火了。楚汉丰看向那群人撤退的时候,护着的胖子,他猜测那应该就是洛主的大儿子了。笑天攻击他,楚汉丰吩咐道。只听笑天怒吼一声,熊熊烈焰的地狱之火朝落不沉喷� 而去。保护殿下,有人神教的人大吼道。这一下,他们进攻得更猛烈了。楚汉丰在一旁添油加醋道。峡谷两边都被包围了,咱们撤退不了的。只有杀光这些妖兽才有活命的机会。他是冒充人神教的人在混乱中大喊着。所以,众人也看不到他。杀,人神教这边似乎也知道自己这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不胜就是死。一个个怒吼着,跟妖兽开始拼起命来。而在另一旁,这王开的实力着实强大。他召唤自己的五只妖虫,竟然能将其他人, 将白大人跟神阳将军同时拖住。以一敌二,而且丝毫不落下风。楚城主,助我们啊。白大人喊道。他是不想继续拖下去了。你们先站,我去刺杀那殿下。楚汉丰大喊道。擒贼先擒王。战斗刚刚热血起来,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结束呢?楚汉丰洋装朝洛不成杀去。殿下,用黑魂铠甲,不朽精盾,王开连忙提醒道。这洛不成,着实是个战斗废柴。直到被王开提醒以后,他才反应过来。也不得不说,他的宝物是真的多。 一剑可以同时防御肉体攻击和妖魂攻击的铠甲。还有一面黑色的盾。这盾上面有不朽的妖气弥漫着,是一剑可以修复的妖气。哪怕破碎了,也能恢复过来。看到这一幕,楚汉丰相征性地攻击了几下,努力做出一副胶着的局面正当战斗朝妖兽这边倾斜时,突然一声爆炸从虚空中响起。虚空中的爆炸传来,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因为这爆炸的声音太响了,连底下所有人的大战声都给掩盖了。不过当众人细� 去听时,就会发现,这乃是爆炸,而是有强者重重的冷哼声。只是因为冷哼声太响了,才如同惊雷般在苍穹上爆炸开。这突然出现的变故可谓是惊呆了所有人。众人抬头看去,只见苍穹上一名身穿道袍,长相颇为阴狠的老人出现在上空。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这群畜生,平日里躲在城池还好,竟然敢踏出城池伏击我们。今日老夫便将你们一网打尽。听到这话,所有妖兽皆是脸色大变。有人看着 苍穹的老者,只见他气势如同长河奔日,奔腾回荡,十分的强大。天府欲妖师,白大人喃喃自语了一声,随即快速摇了摇头,似乎还没到天府,但又比神葬强大。半步天府,妖魂只烙印一半。半步天府,照样能够杀死你们这些畜生,老者冷哼道。气势十足,十分的强大。而看到老者,人神教这边,也看到了希望。只听洛不辰连忙大喊道,狂雷叔叔,快来救我。老者狂雷尊者大喊道,你莫怕,我此行便是专门为了 保护你而来的。没想到竟然会有意外收获。听到这话,众人也都明白了。只怕是洛主也知道,自己的大儿子是个废物,担心他的安危,便让这狂雷尊者在暗中保护着。若是没有什么事,就不出现那种。而这种情况,也刚好出乎了楚汉风众人的预料。这谁能想到啊?在另一旁,白大人与神阳将军的联手,终于将王开给打伤。只见白大人巨尾抽在王开的身上,而神阳将军头顶的仰角发出金光,直接将王开给顶飞了出去。这王开胸膛鲅鲜血 灵力已经是受了重伤。而他的妖宠自然也无法再战斗了。若是刚刚众人还能高兴一下,但如今却都面无表情。因为上空的狂雷尊者才是真正的威胁。只见他一招手,一只巨大的青鸾翱翔翔在虚空中。这青鸾乃是传说中的神鸟后裔。通体是碧绿色的,无时无刻不再散发着飘渺的鲜光。青鸾长着四只翅膀,脑袋有点类似于仙鹤,唯有头顶的一缕羽毛是蓝色的。除了青鸾外,老者的右手一挥, 一条巨大的雷龙也飞驰而出。这雷龙的身影与青鸾一般大,同样是六爪之龙盘旋在虚空中。他的全身噼里啪啦的雷霆不断地爆裂着。半个苍穹都被雷霆给占据。龙银阵阵,雷龙不断地怒吼着。紧接着,右手一只吼蜂兽的身影出现。他出现时,已经伴随着强大的风暴凌冽地吹遍整个虚空虚空中沙尘暴一般的风暴中。吼蜂兽圆呼呼地身影出现。第四只妖宠石化猛马也� 这是防御性的妖宠。他的身体高大,单单是脑袋,就有百米之高。说是实话,其实只不过是全身的颜色与石头很相似。血肉之躯坚硬无比,单单是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雄壮且厚实的感觉。而除了石化猛马外,最后一只妖宠,月露也出现了。这月露乃是辅助系的妖宠。别看他的名字平平无奇,但其实他的实力要强得多。他身具月光之力,不但可以提供各种护盾,就连治疗和增强属性都存在。在辅助妖宠中,绝对属于那种很强,� 这狂雷尊者虽然是半部天赋,但他毕竟没有到达真正的天赋之境,所以也无法契约第六只妖宠。这也是对于众人而言,目前唯一的好消息了。五只妖宠围住了黑山峡谷,让任何人都无法逃跑。这狂雷尊者很强,或者说他的妖宠和实力都完美无暇,使得众人更加的恐惧。你们想怎么死呢?狂雷尊者问道。这一边,白大人与神阳将军对视了一眼,似乎是暗中有了决定。而楚汉风也是微微皱眉,感觉到了棘手。你们两人拖住他, 我抓住那骆不成,楚汉风提醒道,如果真的打到在一起,他感觉已经半部天赋的狂雷尊者,基本上很难被打败。这一次,他也不再装无作样,直接朝骆不成杀了过去。但这骆不成有黑魂铠甲和不朽盾。楚汉风一连几个无上雷,瞬间便将拦住他去路的妖宠们全部炸裂。而他星云只落下,只见似有无穷星辰在暴动着。只听轰的一声,星云只打在不朽盾上,只见这不朽盾竟然仅仅只是震动了一下,也没有丝毫的破碎,甚至连痕 这让楚汉风明白,眼前的妖气非同反响,他直接一个森罗幻想,假的身影扬装朝不朽盾杀去,而真实的身影却从骆不成后面绕过。骆不成显得十分的紧张,根本没注意到这一点。楚汉风直接栖身而来,想要夺取他手中的不朽盾。两人的争夺被狂雷尊者看在眼里,他显得十分的震怒。直接命令雷龙席卷万千雷霆,朝楚汉风杀了过去。但雷龙在半途中,却被白大人化身的巨蟒给拦了下来。巨蟒怒吼着,一 巨蟒在怒吼着,与巨蟒战斗在一起。看到这一幕,黄围尊者身后的青鸾也飞了过来。伴随着尖叫声,青鸾滑破寂静虚空。那双爪将虚空都抓碎,显得锋利无比。一边俯冲向楚汉风,一边从嘴里吐出一道青色的红流。那红流一路经过之地,虚空都被冻结,寒冷的雾气笼罩着。看到红流,神阳将军踏空而来,金色的阳脚在楚汉风前面凝固出一个护盾。将所有的寒冰红流都挡在护 顿前青鸾在奸明。随着他掠过虚空的身影越来越近,那红流的威力也越来越大。渐渐地,神阳将军已经处于下风。身影被逼得不断后退,金色的阳脚上面也渐渐有了冰茶。小心,神阳将军终于坚持不住,直接大吼道。当青鸾杀来之时,神阳将军的金色阳脚已经彻底被冻结了。不过此刻,一双大手按在神阳将军的背后,直接将他的身影拽到一旁。神阳将军惊慌中转头一看,只见楚汉风就站在他的背后。手中的布朽 布朽顿已经抢夺了过来。布朽顿拿在楚汉风的手中,威力明显强了好几个层次。布朽顿上,布朽气息弥漫,直接挡住了迎灭而来的寒冰洪流。紧接着也挡住了青鸾冲过来的撞击。只听轰的一声,青鸾撞飞了出去。但是楚汉风也是一连倒退了好几步。上空的狂为尊者看到这一幕,十分的震怒。他不断地呐喊着,你们等人今日必死,谁也就不了你们。无所谓啊,我死也有人陪葬。楚汉风直接将洛不尘挡在自己的面前。 这洛不尘身上穿的黑魂铠甲。随着神阳将军的一声怒吼,神阳金角,只见他头顶的金角瞬间震碎寒冰,上面散发着如同金属性的妖气。金,本就是无坚不摧,锋利无比。此刻,金角狠狠地撞向黑魂铠甲。那铠甲也十分地坚固,竟然一连好几下都没撞碎。但此刻的神阳将军,如同发怒的公羊般,不断地撞击着。三四下不行,那就三四十下,甚至成百下。终于,黑魂铠甲被撞碎。而铠甲内部 的洛不尘也被撞击得震荡,给震荡的口吐鲜血。其实说起来,也是这洛不尘太废物了。他拥有黑魂铠甲和不朽盾。若是反抗一下,有些战斗经验和实力,楚汉丰就短时间无法奈何他。但他自小,身份带来的卓越感,就让他不需要经历太残酷的事情。于是,就废物一时爽,一直废物一直爽。此刻,他被楚汉丰抓在手里,威胁着狂雷尊者。狂雷尊者也是眉头紧皱。大概他也没想到,这洛不尘竟然废物到了 这种地步。放了他,你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狂雷尊者直接说道,抱歉啊,我不相信你说的话,楚汉丰咧嘴笑道。你只能相信,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狂雷尊者亲和道,有本事你杀了他。我让这黑山峡谷的所有妖兽都给他陪葬。我杀了他。我看你怎么跟落主交代,楚汉丰冷哼道。你敢杀吗?狂雷尊者也不愿落了下风,问道。你是要我试试吗?楚汉丰手中的大黄天兵刀已经出窍。试试就试试呗。其实现在,楚汉丰 与狂雷尊者拼的就是一个气势。谁先败下阵来,那么谁就输了。楚汉丰不敢杀落不成。但也因此,使得狂雷尊者不敢轻举妄动,而面前的落不成已经开始囚扰起来了。狂雷叔说,救救我呀。这些人哪怕全死了,他们的命也不止我一个的。听到落不成的话,狂雷尊者是真的想一巴掌拍死他。不过爱于他的身份,狂雷尊者最终还是率先问道。你的条件是什么?让我们安全离开。楚汉丰回道。这不可能,一命换一命,最多让你一个人离开。 狂雷尊者直接说道。那就是没得谈哦。楚汉丰问道。你别太过分了,我的底线是十个人,你若是不愿意,那就杀吧。狂雷尊者冷声说道。看得出,这确实是他的底线了。楚汉丰跟白大人对视了一眼,说道。可以,我们答应了。把他放了。狂雷尊者回道。万一你反悔呢?楚汉丰笑道。这样吧,我们撤出三公里外,自然会让他回来的。如何?我狂雷说的话,便是铁律。说放就放,老夫也不屑欺骗你们。狂雷尊者不满地说道。那这样吧。 让我的同伴走。我放了他。楚汉丰说道。狂雷尊者思索少许。最终看向楚汉丰点点头。谈判吗?总要相互退一步的。楚汉丰白白手,看到白大人和神阳将军,带着几个人朝黑山峡谷外走去。而其他妖兽倒也没有混乱,都是站在原地等候着。楚汉丰一步步向狂雷尊者走去。他手中的刀底再落不沉的喉咙处,对方要是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他都能第一时间割喉对方。楚汉丰一步步靠近着。而狂雷尊者看在白大 二人几人走出黑山峡谷,脸色难堪。一招手,说道。现在可以把人放了吧?楚汉丰笑了笑,将落不沉朝狂雷尊者推去。在推去的那一刻,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足五米。楚汉丰瞬间抱起,直接一刀刺向狂雷尊者。小子,早就知道你会耍手断了。狂雷尊者冷横道。他同样气势十足,直接右手划刀朝楚汉丰杀了过来。轰的一声。这强大的力量贯穿而来,楚汉丰自然不是他的对手。直接被一拳给轰碎开。看到这一幕, 狂雷尊者才反应过来。这只是楚汉丰的分身,根本不是真人。在身后,狂雷尊者大喝道。一转身,可惜已经为时已晚。楚汉丰左手持着一颗毒牙,右手则是一颗轰天雷。这毒牙乃是刚刚白大人偷偷叫给他的。众所周知,青蛇咬死后,毒牙可以做成腐蚀毒液。不过像白大人这种,在没有死之前,就已经将毒牙给拔了出来。这对于他自身的损伤是很大的。当然,好处就在于,这种毒牙的毒性也是最强大的。而除了毒牙外,楚汉丰右手的轰天� 狂雷,则是他很早之前在杀死孤狼王后从对方的宝库中找到的。这轰天雷相当于神藏强者的最强一击。楚汉丰觉得如今也正好适用,可以一股脑地全部扔过去毒牙刺入狂雷尊者的背后。对方的惨叫声响起。而在轰天雷爆炸的那一刻,楚汉丰也是逆龙七步始出,身影如同一条腾空的神龙。快速从苍穹上掠过,抽离了爆炸的余波中。而此时,白大人以及神阳将军,这些原本离开的人此刻又重返了。搞定了,楚汉� 说道,也不知道你的毒牙可否杀死他。差不多吧,白大人的语气也有些不确定。说道,之前,我的毒牙可以直接腐蚀一个神藏玉妖师,但半步天赋我还没试过。楚汉丰只希望对方没有坑自己,要不然下场会很惨的。爆炸的余波中,狂雷尊者的怒吼声渐渐停止了,只见余波也渐渐消散。楚汉丰几人看去,只见狂雷尊者衣衫蓝绿,全身有些地方已经血肉模糊起来。不过他依旧气势如同,在他的身上竟然长出了跟他妖宠雷龙似的 一样的灵甲,黑色的龙铃护住狂雷尊者的四周。除了黑龙的灵甲外,他的身后还长着一双如同青鸾般的翅膀。他已经烙印了两只妖宠的神通,白大人凝重地说道,只怕没有那么容易杀死了。玉妖师到了后期,尤其是天府之后,就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在这个时期,玉妖师便可以烙印自己妖宠的神通。而这个时期,就不再是妖宠之间的决斗了,因为玉妖师将拥有彻底抗衡妖兽的能力。这可不是简单的蜕变。就好比楚汉丰 它可以烙印啸天的地狱之火,荒谷御龙的本相狂化,甚至是元素之灵的元素镇压。当然,天府这个境界不仅仅是玉妖师的一次制的飞跃,对于妖兽而言也同样是一种飞跃。因为这个阶段,妖兽的妖和将进行进化,与自身的妖魂融为一体。而这个妖魂也将拥有烙印的能力。这个时候,妖兽就可以烙印其他妖兽的能力了。就好比眼前的黑龙,它可以烙印青鸾的能力,而且自身的全面能力也会增强无数。毫不夸张地说,一对一,� 虽然妖宠不是妖兽的对手,但玉妖师的优势就在于,每一个玉妖师最多能契约十二只妖宠。但妖兽却只有一只,这就是质量与数量的差别了。也是忍者见人,智者见智的事情了。眼前的狂雷尊者,他现在只烙印了两只妖宠的能力,就是黑龙的灵甲与青鸾的翅膀。等他将五只妖宠全部烙印完后,才算是真正的天府强者了。就算这两样能力也足够杀你们了,狂雷尊者怒吼道。怎么回事?你的剧毒没用?楚汉风看向白大 大人,不是没用,而是他太强了,短时间压制了我的剧毒。白大人回道,与他战斗,他的妖气运用的越多,中毒便越深,总有他压制不住的时候。都小心点,神阳将军也提醒道,这个时候,妖兽这边有资格也能与狂雷尊者一战的,就只有他们三人。楚汉风右手一招,笑天与美猴王的身影出现在左边,而行天与荒谷玉龙则在他的右边。至于元素之灵位于楚汉风的肩膀处,狂雷尊者在怒吼着,强大的气势回荡在虚空中。 他的吼风兽,一声怒吼。只见吼风兽的四周,风暴汇聚,无穷无尽的风暴在怒吼着。风暴席卷而来,在这黑山峡谷内,地势本就狭窄。因此,这风暴席卷的地方空间只有这么大,所以自然而然,风暴的威力也强大许多。一时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楚汉风看到这一幕,丝毫不惧。将不朽顿挡在自己的面前,无论这风暴有多么的强烈,他都宜然不惧,尖如磐石。而白大人和神阳将军,也都是躲在顿后面 咱们的大军怎么办?白大人看着面前的青蛇妖,还有林阳城的援兵,惊喊道。楚汉风是巴不得这些妖兽死,这样自己才有妖和。而且,自己也是人族的一员,看着妖兽豢养人类。虽然跟自己没关系,但心里也不爽。他大喊道。先顾好自己吧,有什么事,杀了那狂雷尊者给报仇?听到楚汉风的话,白大人虽然心有不甘,但最终只能点点头。终于,风暴席卷一窃。黑山峡谷的两旁,碎石凌循从四周坠落,而且无数的草木被连 拔起。楚汉风抬头看,只见在风暴中,狂雷尊者杀了过来。因为他也知道,单纯的风暴根本奈何不了楚汉风的不朽盾。此妖气在越强的人的手中,发挥的威力自然越强。奔雷拳,狂雷尊者怒吼道,只见他踏空而起,拳头处雷霆暴动,虚空破碎。而楚汉风的身影直接被一拳砸的倒退了好几步。真强,楚汉风举盾的手有些疼,抱雷脚,狂雷尊者又是一脚踢来,虚空都破碎。雷法三千动,伴� 这雷脚暴动,而苍穹上同样是如同雷海的东西降临。轰隆隆,仿佛老天在震怒,雷霆毁灭一切。而楚汉风看到这一幕,也知道哪怕不朽盾挡住这一击。但自己不死,也得脱层皮。逃,他怒吼一声。也不管身后的几人,直接逆龙七步驶出,如同一条金色巨龙不断地游离在虚空中。而楚汉风原本站立的地方,直接炸裂出一个大洞,不仅仅是楚汉风几人的战斗。上空中,妖兽的战斗也依旧打响了。� 荒谷玉龙虽然比雷龙强,但是对方的境界毕竟比他高。所以,两龙也算是平分秋色,各有胜负。而另一边,笑天与青鸾在大战着。青鸾的优势就在于,他可以飞翔在空中攻击,而笑天只能通过地狱之火这种远程攻击来攻击青鸾。美猴王则与吼风兽战斗着。美猴王跳跃在峡谷的缝隙之中,不断地躲避风暴。时而棍棒挥舞,虎虎声威。至于行天,则是与石化猛马一对一,进行着真男人大 两人都属于那种攻击强,防御强,但是速度稍弱的妖宠。行天其实算是全能的。只是在速度方面,行天用的并不是很多,他更像一个战神。战无不胜,绝不后退或者躲避。而双方的辅助系妖宠,元素之灵与月光鹿则是尽心尽力地辅助着。比起月光鹿,元素之灵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他的元素之欲铺开,不仅仅加强了各方面的属性,还消退了月光鹿的属性。楚汉风明白,他能暂时与狂雷尊者的妖宠平分秋色。还是因为自己的妖 妖宠乃是神兽,在这方面占据很大的优势。要不然,自己一个刚刚踏入神脏的御妖师凭什么与半部天府强者的妖宠争霸?但楚汉风也知道。这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孝天他们肯定撑不住多久。而胜利的关键便是在这狂雷尊者身上。他发起雷法三千动,虽然看上去气势很唬人。但楚汉风感觉得出来,这狂雷尊者的气息并不稳定。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白大人的毒牙。每一次运转妖气,随着妖气扩散到七经八脉,五 而毒牙的毒液也会一同随之遍及他全身。狂雷尊者正式感受到了这一幕,所以想要速战速决,然后去治疗自己。杀杀杀。此刻,他就宛如一头发怒的猛虎般,不断地怒吼着。狂雷尊者带着漫天的雷霆。第一个目标自然是楚汉风。楚汉风算是三人中实力最强的那一个。楚汉风有些庆幸,幸亏自己夺取了不朽盾,尚且能够且战且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轰的一声,又是一声如同惊雷般的巨响。雷霆在不朽 顿前爆炸开,而楚汉风的身影直接倒飞了出去。擦了擦嘴角溢出的鲜血。楚汉风冷哼了一声,他不能坐以待毙了。直接将大荒天兵剑取出,剑点的招式使出。四招剑气长江,剑主天地,剑林横雨,剑神无我。天地间的剑气空荡荡,不断地纵横而过,将狂雷尊者的四周都笼罩开。狂雷尊者怒吼着,万千雷霆爆炸开,一道雷光猛然照耀横雨。而一道惊天之雷直冲天地。此刻,狂雷尊者就宛如 雷神将士。他的头发都是竖直的形状,目光威严,额头有雷印暴动。不过紧接着,狂雷尊者的气势一弱,一口黑色的鲜血吐出。是剧毒发作了。白大人高兴地说道,剧毒身亡前,老夫也能将你们全部宰掉。狂雷尊者怒吼道,他头顶的雷霆直通苍穹。随即只见他伸出双手,万千雷霆为他所用。狂雷尊者一挥手。小心,神阳将军大吼道他直接闪避而开,在他原本站立的地方,大地都被雷霆劈裂开。紧接着 便是狂雷尊者一个人的表演时间了。他站在苍穹上,俯瞰着整个黑山峡谷,不断地将雷霆朝下扔下来。这些雷霆仿佛无穷无尽般,而底下的妖兽大军包括楚汉风三人都在疯狂逃窜着。一时间损失惨重。怎么办?白大人问道,这样下去,只怕他还没死,咱们就要被劈死了。想办法,把他从天上打下来。楚汉风说道,怎么打?神阳将军问道,楚汉风想起了自己的无尽束缚,说道,我有一招可以压制他三秒钟,在此期间,你们将他打落。 现在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靠近他。能让我使出这一招?我帮你,白大人说道。只见他庞大的身躯快速而来,巨大的尾巴直接将楚汉风卷在其中。紧接着,白大人朝狂雷尊者杀去。狂雷尊者第一时间便看到了,他双手同时挥动。请客之间,便有十几道惊雷落下。这些惊雷落在白大人的身上,纵使他是妖兽,防御力惊人。但也很难一时间就撑住。白大人的惨叫声响起,只见他蛇铃站开,血肉模糊,鲜血从虚空中流下。不过白大人依旧在 靠近着狂雷尊者。哄,又是一道惊天之雷落下。这一次,惊雷直接击中了白大人的头部,让人刺耳的惨叫声响起。还没等白大人有缓冲的地步,又是一道惊雷。我来挡,楚汉风大喊道。巨大的蛇芒将他挡在前面,而楚汉风手持不朽钝。此刻,他双手的虎口都被震得出血。但好消息时,他已经靠近狂雷尊者了。无尽束缚。楚汉风怒吓,双手四郎爪,直接栖身上前朝狂雷尊者杀来。无尽束缚短暂的 压制。快,就是现在,楚汉风大喊道。白大人也是十分的震怒,毕竟刚刚被雷给劈残了。只见他缠绕着对方,仅剩的一颗毒牙也狠狠地咬在了狂雷尊者的脖子处。与此同时,沈阳将军如同一只发怒的公羊,金色的羊角直接冲天起,带着强大的威势,羊的咧咧叫声响彻天地。扑的一声,这羊角直接捅入狂雷的腹部一缕缕黑色的血标出。与此同时,楚汉风的压制效果结束。狂雷尊者发出怒 而白大人的盲尾拍来,将狂雷尊者直接拍落在地面。据杀强袭,楚汉风打了一个响指。当狂雷尊者落在地面时,一只鲨鱼的头颅咬来,将狂雷尊者给吞噬了进去。此刻,楚汉风三人看着其中的情况。我就不屑,这老家伙还能不死。白大人说道,别小看了天府强者的厉害。沈阳将军提醒道,果然,沈阳将军的话音落下。那鲨鱼直接爆炸,而狂雷尊者劈头散发,狼狈又奄奄一息地逃了出来此刻,他全身的 中毒深入骨髓了。一起去死吧,狂雷尊者大吼着,竟然朝楚汉风扑了过来。死还想带个楚汉风冷哼一声,他也直接朝狂雷尊者杀了过去。两人的身影碰撞在一起。又是分身,狂雷尊者愤怒地说道,直接撞碎了楚汉风的分身。而此刻的他,已经浑身乏力,无力回天了。狂雷尊者只能不断地怒吼着。我不甘心啊,不甘啊,老夫怎么可能死在你们这些小鬼的手上。伴随着他的大吼声越来越小,最终,只见狂雷尊者倒在地上。 胜了,白大人倒在一旁,血肉模糊,但脸上依旧有着笑容。这里,也就楚汉风受的伤最轻。他还要感谢那森罗万象,这让他多了好几次保命的机会。楚汉风觉得,以后有机会,可以找一些更厉害的分身术。狂雷尊者死了。楚汉风等人一直确定狂雷尊者死透了,方才靠近狂雷尊者的尸体。只见他脸色苍白,全身都有骨发臭味。不得不说,白大人的毒牙,失利了大功。但他两颗毒牙,只剩一个。这对他的损失,是很重的。毒牙是长不出来 除非他像青蛇城的城主般,一莽蜕变成蛟龙。否则,一生都要缺少一颗毒牙的。楚汉风踢了踢狂雷尊者的尸体,眼疾手快将对方的戒着取了出来。这种级别的强者戒着内,那可都是好东西啊。楚汉风查探一番,先是一大批的草药,灵药,宝药的数量最多。而且,其中还有三株的古药,分别是沙枝曼陀罗,九尾龙葵花,赤血神龙草。楚汉风感叹,今后炼丹的草药起码够用一段时间了。而除了这 这些药材外,楚汉风竟然发现了三颗妖宠弹,分别是辅助西妖宠独魔藤,幼体黑山老妖,幼体雷龙。这其中,黑山老妖应该是最强的。倒不是雷龙弱,因为黑山老妖是罕见的稀有妖宠。据楚汉风所知,蔚蓝帝国内是没有这种妖兽的。只有帝国外,似乎才能预见。而且,每一个黑山老妖都是实力强劲。除此之外,这其中竟然还有一本御妖技,苍雷诀。这可是狂雷尊者刚刚使用的雷技,乃是大面积攻� 的六级御妖技。楚汉风稍微翻开了一下,发现这雷技竟然是残缺的。他一共有三招。第一招,雷法三千动。第二招,天雷地杀劫。至于第三招便是残缺的那一招。据楚汉风的估算,若是第三招能够补全,这御妖技最起码也是七级的。他将御妖技全部收了起来。随即看了看四周,是满地的妖兽尸体。刚刚雷法落下,只有寥寥的几十只妖兽运气好躲开了。楚汉风连忙挖起了妖盒。看到楚汉风忙得热火朝天 旁边受伤休息的白大人无奈地摇了摇头着楚城主。什么都好,就是有些贪了。贪了好,我还怕他无欲无求,这样的人才不可信呢。神阳将军回道。不管怎么说,咱们也算出生入死了,随他去吧。接下来,你们临阳城准备怎么办?白大人问道。这一战,人神教那边应该算是损失惨重。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兵力。既要镇守其他城池,又要攻打我们。神阳将军解释道,除非那落主不顾一切给儿子报仇。应该不会,落主不会这么傻的。而且,咱们妖兽这边的援兵应该要 到了,我估计与人神教已经开战了。趁着两人聊天的功夫,楚汉风已经将妖和全部到手,随即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缓缓将天臣老人的那块拥有流影的灵精取了出来。他打开阵法。那一头,已经出现了天臣老人的身影。事情怎么样了?天臣老人迫不及待地问道。不但杀了你说的那些援兵,还杀了一个叫狂雷尊者的老人,楚汉风回道。狂雷尊者,那不是落主身边最器重的老婆吗?天臣老人一惊。你们怎么杀死的?你别管怎么杀的。给我说说现在的情形,楚汉风问道。 他知道,人神教的情报是很强的。天臣老人回道。目前,妖兽这边已经与那些叛徒交战了。没有我们的支援,这些叛徒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已经暂避锋芒了。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做。又是什么事?楚汉风微微皱眉。他本能地觉得,这天臣老人说的事情绝对不简单。叛徒目前已经大势已去,但是大毁灭阵法却在那落主的手里。天臣老人说道。我们需要你将那阵法给偷出来。开什么玩笑?楚汉风回道。落主是天府强者吧?我怎么偷? 你先别激动。听我说,天臣老人回道。这阵法并不在落主的身上。他要布置大毁灭阵法,那么阵盘一定要放在某处。那又如何?楚汉风问道。然并乱。你听我说,妖兽的反扑开始后,叛徒们已经开始向教主求援了。教主也准备派人去救这些叛徒。当然,不是真的救他们,而是以此为借口,实则去偷阵盘,天臣老人说道。我想来想去,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若是这次事情办成,你立大功,我给教主建议,你代替落主的位置。 成为总舵主,如何?听到这话,楚汉风冷笑了一声。他离开平湖市后,就去了帝都了。下次来这新妖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成为总舵主,对他有个屁用啊。看到楚汉风不为所动。天臣老人又解释道,其实你这次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因为我们派去救援的部队很强。四名神葬御妖师,百明星翘御妖师。遇到关键时刻,他们都会以命死保你撤退。没什么危险。天臣,咱们也打过这么多交道了。我的为人你也清楚。楚汉风问道。你觉得我像傻子吗? 那你想要什么?天臣老人也知道,空口无凭是没用的。像楚汉风这种,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一万妖和,其中有一百颗神葬妖兽。楚汉风直接说道。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天臣老人连忙说道。这不可能。那白白,楚汉风二话不说,直接将阵法给关掉。他倒不是真的不想谈了。而是先量量天臣老人。你呀的,想让老子给你卖命,就许诺一些口头支票。从这一点看上去,天臣老人也不是个好东西。 估计自己这次伏击这些叛徒,杀死狂雷尊者。天臣老人会把什么指挥有力的功劳,全给自己揽在身上。来到黑山峡谷内。此时,白大人与神阳将军的伤势,好转了许多。楚城主,两人站起身,说道。咱们早些回城,将这消息,告知其他人吧。我就不回去了,楚汉风笑了笑。说道。我有别的事要做,你们先走吧。白大人与神阳将军对视了一眼。楚城主莫非有什么事瞒着我们?白大人笑道。若是有什么麻烦,我们都可以帮助楚城主的。这外面如今也不安全。 没事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私事,楚汉风笑道。希望下次,咱们还能有并肩作战的机会。听到楚汉风如此说了,众人自然不可能再强迫。那就后会有期,看着白大人离去的背影。虽然说,这次灭了人神教的援兵,但是妖兽这边同样损失惨重。来时有三百妖兽,如今是连一百都不足。唯一获利的,可能也只有楚汉风一个人了。收获了将近两百克的妖盒。当白大人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后,楚汉风才又将那流影零食给取了出来。你在做什么?天臣老人回道。 什么事都是可以谈的。刚刚有点事忙,楚汉风笑道。怎么谈?又是卖命的活,而且一次比一次危险。楚汉风笑道。说句难听的话,光想让牛跑,却不给牛吃,你觉得现实吗?但你这牛,未免胃口太大了吧?天臣老人说道。性命是无价的,楚汉风直接说道。我也不跟你扯了,五千妖合。而且神脏的妖合只有三百。天臣老人说道。我不是扣,这是我的极限了。你若是不满意,那我就找别人了。楚汉风笑了笑说道。成交?他也知道。 这是天臣老人的极限。这波呀,就叫极限拉扯。那我去哪找你?楚汉风问道。他暂时没有管硝英雪跟齐少风。两人在青蛇城,安全应该是没问题的。最起码,以目前人神教的情况,除非是疯了,洛主亲自出手,不顾一切后果。才会将青蛇城攻破。但目前两者之间的仇恨,还没有到他这个份上。 狂雷尊者只是一个仆从罢了。而洛不成虽然是他的儿子,但洛主的儿子应该很多的。像之前的洛下,那都是五殿下,也就是第五个儿子了。鬼知道他有多少个儿子。听到楚汉风问话,天臣老人回道。我目前在雷狱的天使城。这座城池已经被我们人神教控制了。你来这里。我不认识洛啊。楚汉风说道。他知道妖兽十六城的路,也知道风狱的路。但是雷狱还没去过。这个不用担心。 我把地图通过流影石传给你。你记住了,天臣老人说道。楚汉风顿时发现,手中的流影灵石上面,妖气开始翻用。整块石头的震动也越来越强。终于,随着眼前的画面一闪。一块从妖兽十六城到达天使城的路被标记了出来。你过来需要多久?天臣老人着急地问道。楚汉风看了看。回道。最快也要三天。那你尽快,目前战绩重要。耽误一分一秒,局势可能就变了。天臣老人提醒道。两人说完之后,楚汉风便收起来流影石。 他坐在荒谷御龙的背上,全力朝天使城飞去。这几天,新妖界的天气越来越恶劣。起初还是小雨。直到最后,暴风雨来临,倾盆大雨如同泼水般落下。苍穹更是电闪雷鸣。楚汉风乘坐在荒谷御龙的背上。将五行麒麟凯穿在身上,不朽顿挡在背上穿梭在雷霆中。龙音声不断响起。这一天,楚汉风终于踏入了雷霆的边界。上空的雷霆好像更重了。不过楚汉风运气好,沿路赶来,竟然没有被雷 一天给劈过一次。突然间,从底下有一道洪流朝荒谷御龙杀来。荒谷御龙的龙尾重重一甩。只听轰的一声,这洪流便被龙尾给湮灭其中。好霸道的龙,正好抓了给我当妖宠。一道略微稚嫩的声音传来。只听一声凤鸣传来,紧接着便是一团紫色的血火朝苍穹上飞来。离得近了,方才看清,那哪是血火呀?分明就是一头妖缝。血火妖缝?据说它体内的血脉,有一半是凤凰的血脉。也是凤凰一脉,血脉 最浓郁的妖宠之一。这血火妖缝的火焰十分霸道又猛烈,直接朝荒谷御龙杀来。离得近了,对方同样也看到了龙背上的楚汉风。晦气,竟然已经是妖宠了,那稚嫩的声音又响起。楚汉风看去,只见这血火妖缝的主人,竟然是一名年龄很小的娃娃,但她长得又不像娃娃。首先她的头不高,一米三左右,穿着红色的背心,额头还有个小红点,留着光头,小胳膊小腿的。但是这小娃娃,眼睛周身全是皱纹,而且胡子拉� 这副尊容跟这个身体,是完全不匹配啊。但楚汉风感受到对方身上的威势时,却是脸色微变,因为这人的气势与狂雷尊者相似,竟然都是半部天府的存在。平日里一个天府都见不到,怎么这一道雷狱就遇见了一个,楚汉风只能感慨自己真倒霉。他全力让荒谷御龙前进着,想摆脱对方。这一次,没有白大人的毒牙还有他们的帮忙,楚汉风知道,自己一个人肯定是打不过的,跟其他无关就是境界的镇压。 小娃娃,你别跑,邪火妖风上面的小孩大喊道。他一开口便叫楚汉风小娃娃,总之给人的感觉很违和。傻子才不跑,楚汉风吐槽了一声。你要再跑,我就攻击了,那小孩喊道。留下你的妖宠,黑风大爷饶你一命。你可拉几把倒吧,楚汉风冷哼了一声。他伸下荒谷御龙的速度又快了几分。这时,后面的邪火妖风已经吐出无数紫火焰球,朝荒谷御龙杀了过来。因为荒谷御龙的体型太大了,所以不免有些地方被打中。但是楚汉风 不敢停留。他知道,这个时候只有逃到天使城,自己才能有救。其他一切都是白大。还剩五公里,楚汉风喃喃自语了一声。随即他一挥手,美猴王的身影直接出现。希望能给他争取一些时间。一场拉锯战也因此开始。美猴王手持金色大棒直接给砸了过去。美猴王的实力虽然强,可惜这邪火妖风更强一些。当美猴王的金色大棒落下时,只听轰的一声。邪火妖风的大爪直接将金色大棒给抓住,大嘴吐出紫色邪火,直接朝美猴王杀来。 美猴王也在怒吼着。神猴之力使出,一大棒砸中了邪火妖风的腹部。而紫色邪火同样爆炸在美猴王的身上。在空中作战,美猴王本来就实力弱,再加上他不是飞行妖虫。与邪火妖风这种飞行妖虫比较,更是弱了几分。邪火妖风的邪火将美猴王给燃烧起来。而美猴王的身影没有了支撑点,也是要从虚空中坠落而下。美猴王在最后时刻,只听轰的一声,用最后的力量将惊天一击给使了出来。那大棒砸在邪火妖风的 惊叫着,身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棍印。扑,楚汉风一口鲜血吐出。他知道,美猴王已经战死了。这也不要紧,只要恢复妖脉,美猴王又可以复活。但目前重要的是,他要先活着。美猴王的死帮助楚汉风拖延了许多的时间。三宫里,楚汉风喃喃自语了一声,没过多久,那邪火妖风又追了上来。小子,你今天必死无疑,黑风大爷在大吼着。楚汉风冷哼一声,看着无数紫色邪火杀来,他又将啸天给召唤了出来。地狱之火的洪流杀来。 将所有的邪火全部吞没。虽然说,这邪火妖风的火焰很强大,但是啸天的地狱之火更加的霸道。还有两公里,楚汉风喃喃自语道。但是邪火妖风的速度明显更胜一筹,他已经与荒谷御龙并驾崎岖了。啸天为了拖延时间,直接朝邪火妖风给扑了过去。他直接扑上邪火妖风的背部。地狱之火朝黑风大爷吐去。小狗,找死,黑风大爷怒吼道。只见他身上的妖魂震动。一只老虎的虚影出现,这老虎怒吼着,仿佛 进入了狂暴状态。老者一拳,竟然将啸天给砸得趴在身上,可想而知他的力量有多大。还剩最后一公里,楚汉风说道,快些,再快些。他已经能看到天使城的轮廓了。这天使城从远处看,他的整体乃是纯白色的。而且,形状像一只玄鸟,两只翅膀如同天使的飞翼般。这时,邪火妖风已经暴怒了。那火焰直接燃烧了整个苍穹,将天空都染成了紫色。邪火妖风飞到了荒谷御龙的上方。两只紫色的爪子朝楚汉风抓去。这� 爪子狠狠地划过荒谷御龙的龙铃,将楚汉风给抓在上面。是假的,该死的,敢骗你黑风大爷。那小娃娃怒吼道。荒谷御龙背上的楚汉风只是分身罢了。而真正的楚汉风早已经弃了荒谷御龙,孤身朝天使城踏空而去。据像天踏,黑风大爷也同样从邪火妖风的背上踏空而来。他的双脚便大了无数倍。就犹如龙象之力,这应该是他烙印的妖宠神通。虚空都破碎,沿途的一切不断地崩溃着。只见黑风大爷 的大脚上,黑色的妖气暴动而出,隐约之间有龙象的鸣叫响起。天城,快救我呀!楚汉风朝着天使城大喊道。轰的一声,那具脚坠落的速度明显要快得多。楚汉风已经躲闪不及,他将五行麒麟凯和不朽顿同时挡在前面,但依旧是一股不可抗衡的力量落下。他的身影仿佛流星般被击飞了出去。这时,天使城内才反应过来。只见天城老人带着几名玉妖师踏空而起,拦住了黑风大爷的面前。何人闯我天使城?天城老人皱 就没说到。而底下,楚汉风也从大地的废墟中爬起身,一连咳嗽了好几滩的血。不过幸亏他的防御力惊人,受的伤都是皮肉伤。看着天城老人,那黑风大爷冷哼道。你听好了,本大爷人称黑风洞主。你若是怕了,就早些让开路。黑风洞主?天城老人一愣,似乎也听过这个名字。你就是那个杀死古莽兽的玉妖师?我们人神叫招揽你好几次,都被拒绝。没错,知道怕了吧?黑风洞主大笑道。你们这群神脏的小骂了,难道也想挡我? 正在这时,从城内也传来一道声音。黑风,你若是想站,我陪你玩玩。一大把年龄了,为难小辈,也不害臊。这声音的同时,一名身穿白袍的老者,缓缓踏空而来。他先锋道鼓,给人一种云雾般,遥不可及又不真实的感觉。白云灌主,看到这老者出现,黑风洞主脸色微变。见过灌主,天城几人连忙问候道。你闭关出来了?灌主可突破那一层次了。还诧异丢丢,白云灌主笑道。不过应该快了,只是积累问题罢了。白云灌主再次 抬头,身上的气势更加的神秘莫测。黑风,今日咱俩再站一番,看你能在我手上坚持几招。这白云灌主与黑风洞主一直都是世仇。几年前,白云灌主就奉命招揽黑风洞主,谁料对方根本不屑人神教。而且,两人还大打出手。在之后,两人便经常比试,彼此境界修为都差不多。只不过如今,白云灌主的实力越来越强。距离突破天赋,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而黑风洞主不过刚刚勘破半步天赋罢了。小子,这次算你命大。看在白云的面子上 我饶你一命。黑风洞主不甘地说道。但你记住了,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运的。黑风洞主说完之后,直接一个踏空站在邪火妖凤的背上离去。楚汉风咬了咬牙。此仇不报非君子。两人无恩无怨,只是在路上遇见便突然被袭击。楚城主没事吧?天尘老人连忙下来,问候道。还死不了。楚汉风摇了摇头。不过还是感谢灌主的救命之恩。楚汉风有先法。生命古术的庇护,所以这点皮外伤对他而言不算什么的。其实也怪我。若不是我, 让你来天使城。你也不会遇见黑风洞主。天尘老人回道。行了,先进城再说吧,旁边有人回道。天尘老人搀扶着楚汉风,一步步朝天使城走去。那黑风洞主什么来历?楚汉风问道。就是一个散修,中立态度吧。不听妖兽的,也不站咱们人类这边。天尘老人解释道。这一次,恐怕是看上你的妖宠了。这人向来没有规矩。这笔账我记住了。楚汉风说道。去支援那些叛徒的人手,你都准备好了。已经准备好了。一百名心窍御妖师,包括四名神葬御� 天尘老人说道。不过以你目前的身体情况。看到天尘老人有些迟疑。楚汉风直接说道。给我两天时间,我的伤势应该能好。天尘老人想了想,最终重重地点点头。这次的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阵盘必须拿到我们手上,否则到时候咱们人神教更无法与妖兽对抗。楚汉风微微点头。他其实也猜得到。落主与狂大人分别是人神教四位总舵主的其中之二。他们两人的叛徒可谓是带走了人神教一半的兵力。假如这些叛徒全被消灭,人神教的实力已经无法与妖 受抗衡了。而这大毁灭阵应该算是人神教目前唯一的翻盘点。楚汉风有些奇怪。这大毁灭阵的阵盘既然如此重要,怎么会把这任务交给自己这么一个不相熟的人?楚汉风本能觉得有阴谋,但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来到天尘城后,天尘老人先是将那四名跟随他的神脏御妖师相互介绍了一番。这四人的名字也好记。以春夏秋冬为代号。楚汉风要了一个安静的房间,他要先去疗伤。只见他盘膝而坐。仙法。生命古术的庇护。这仙法治疗着他的 全身血肉伤痕以及恢复着自身的妖脉。因为美猴王和笑天的战死,荒谷玉龙也受了重伤。楚汉风一共要修复三条妖脉。工程量太大,仙法的速度自然就慢下来了。楚汉风决定用丹药试试。反正他的丹方多,其中就有修复妖脉的丹药。而且他自身不缺药材。楚汉风找了一番,最终挑了一个蕴脉丹的丹方。楚汉风想试试用万法缭乱去炼制。这万法缭乱这段时间他一直有练习,不过这还是他第一次用万法缭� 丹药扔进火焰中。如今楚汉风的丹火还很弱,等他跨入天府之后,可以将笑天的地狱之火给烙印下来。到时候炼丹的速度要更快。万法缭乱的优点就是,速度快。寻常炼丹师都是一株株丹药去炼化。而楚汉风直接一瞬间将七株宝药全部炼化。炼化完成后,他开始控制火焰的温度,将宝药炼制的药液给融合起来,然后凝聚成丹。终于,仅仅是二十几秒的时间,楚汉风的第一炉丹药已经炼制完成,一共五颗丹药。 而且,每一颗丹药都有四道丹纹。还算不错,但也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楚汉风自语了一声,将运卖丹一颗磕吃了进去。而强大的丹气在五脏六腑间旋转着,只见腰脉轰隆隆作响。楚汉风的气势也越来越强了起来。两日时间已过,天臣老人率领众人在外面早已经等候多时。楚汉风打开门,久违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他换了一身新的长袍,精神抖擞地走了出来。楚城主,你可算是没事了,天臣老人笑道。这几天,我总担惊受怕的 担心什么,今日便可以出发,楚汉风笑道。我的腰盒准备好了吗?五千腰盒,先给一半如何?天臣老人笑道。剩余的,等你拿到大毁灭阵的阵盘后,我再给楚城主。楚城主不要误会,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此事太大了,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楚汉风知道,对方是怕自己拿着腰盒跑了,便笑着点点头。他要是强行索要,反而会加重对方的怀疑。2500克的腰盒,已经算不少了。具体说说这次的任务吧,楚汉风说道。让下统领说吧,天臣老人转过身。 指了指身后春、夏、秋、冬。这四名即将跟随楚汉风的神藏强者,笑道。夏统领走出来,朝楚汉风轻轻合手示意,直接拿出一张地图。说道,这些叛徒朝咱们求援是在北边的边境处,正好是咱们雷狱的边境地段。那里,叫做雷鼓,是布置大毁灭阵的主要之地。大毁灭阵法是要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边境之地布置,这样才能形成包围圈,将整个新妖界给毁灭了。而洛主和狂大人,两人也是任务明确。 洛主负责南方和东方的边境之地,而狂大人则负责北方与西方的边境之地。这一次求援的,正是狂大人的势力。因为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北方的情况。所以此番前去实属见机形势。 但是,若是北方的势力薄弱,我们就直接横扫过去,逼迫他们输出阵盘的位置。若是他们实力强,我们就假借支援的名义,暗地里偷偷调查阵盘。听到夏统领的话,楚汉锋也明白了。反正不管怎么弄,打也好,用计谋也好,只要拿到阵盘即可。 好吧,那咱们出发吧,楚汉锋说道。这一次,有这么多人,楚汉锋也有了底气。因为要急着去雷鼓,众人都将自己速度最快的妖宠召唤了出来。楚汉锋自然是笑天。一百多只妖宠一同出现,吼声震天响,就这气势,只怕不管谁看了都要怂。出发,楚汉锋大手一挥,只见无数的妖宠狂奔而来,轰隆隆大地震动不已。离开了天使城,一路向北。在沿途,楚汉锋看向四名统领,说道,等到了雷鼓,你们就是明面上的主事人。 我扮作一个小将就行。为什么?东统领问道。我要在岸,这样才方便调查,楚汉锋解释道。要不然,估计会有无数目光盯着咱们,做什么都不容易。几人听完也都觉得有理,便点点头。楚汉锋在岸,春夏秋冬几人在明。这样的话,也不至于暴露。楚汉锋更有机会去寻找阵盘。大部队一路浩浩荡荡,各种妖宠的怒吼声响起在一起。轰隆隆。从这里去往雷鼓,大致需要两天时间。而楚汉锋等人行走了一天一夜后,无论妖宠还是人都困 估了起来。于是楚汉锋下令,让所有人原地休息一晚。第二天,应该就能到达雷鼓了。养足精神,谁知道前面会不会是一场恶战呢?有些人将干粮取了出来,开始食用。还有人在四周搜寻,看有没有妖兽,可以烧口,白吃,而楚汉锋则在练习着自己的万法缭乱。迁到天使城,获得审判天使凯尔的技能圣财之客。圣财之客。你可以令自己,或者指定任意一人,无敌两秒钟。两秒之后,圣财降临,对周围的区域造成伤害。圣财之客期间,可以 移动,但不能攻击。这种楚汉锋之前在天使城迁到的技能,楚汉锋觉得这技能十分的实用。是一个短时间无敌的技能,保命的关键御妖技。他此刻盘膝而坐,体内的妖气不断地分裂着。一分二,二分三,三又分千万。无数道的妖气就象征着,楚汉锋可以同时炼化无数株药材和无数颗妖合。这是很变态的一种炼单法。无论是数量以及治疗,都是碾压别人的。楚汉锋不得不佩服创造此数的前辈之智慧。正当他修炼时,楚汉� 他敏锐地察觉到周围有动静。其实不仅仅是他,春夏秋冬四统领也察觉到了。什么人?秋统领一声爆喝,直接朝旁边众人休息的一块大石杂举。一拳之下,大石四分五裂,而一道身影正趴在大石身后被吓了一大跳。大家别误会,我没有恶意。这人连忙举起双手,解释道。是人类,几人对视了一眼。你在这做什么?秋统领问道。那人的一名男子,年龄约莫三十来岁,穿着一件很朴素的外套,身高一米六左右,长得普普通通,属于那种人。 放在人群中,都不会看眼的人。我是偶然经过这里,看这里有动静,便想来看看,这人连忙回道。我叫王辉昂,是雷锋城的人。雷锋城的人类,来这做什么?秋统领问道。雷锋城的妖兽都去打仗了,所以我逃了出来,这王辉昂解释道。你们是人神教的吗?我可以加入你们吗?我们不说外人,秋统领直接拒绝道。第一,人神教向来只招收御妖师,不会招凡人的。第二,目前是关键时刻。而这人的身份还是个谜,他们不可能让陌生人加入进来的。 听到秋统领的拒绝,王辉昂连忙肯求道。大家同为人类,你们就给我一个机会吧。雷锋城我肯定是回不去了。我也不知道去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妖兽吃了。我不管,你们去哪我就跟到哪。听到这话,秋统领正准备呵斥他,不过却被楚汉风给阻止了。你若是诚心,让你加入进来也无妨。楚汉风笑道。秋统领微微皱眉,但他看了看楚汉风,最终还是沉默了下来。真的,这王辉昂显得十分的开心。你就跟着我吧,楚汉风说道。在我身边,帮我处理一下 这些事。可以可以,只要让我加入人神教,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王辉昂憨憨地笑道,这王辉昂只是一个插曲。他来了之后,众人又恢复平常。休息的休息,守夜的守夜。楚汉风倒也没有了睡意,将旁边的篝火加了一些。咱们这是准备去哪啊?王辉昂坐在一边,好奇地问道。雷鼓支援人神教,楚汉风毫不避讳地说道。要打仗啊,王辉昂有些害怕。那到时候,岂不是要死很多人?你若是怕死,就不会出现在这了。不是吗?楚汉风问道。王辉昂笑着点点头。 我也想成为御妖师。会有机会的,楚汉风回道。休息了一整夜。第二天,天色微微凉,还是黎明时,大部队又出发了。这一次,王辉昂因为没有妖宠的缘故,和别人是共做一只妖宠的。赶路的过程中,邱通灵找到了楚汉风。你怎么想的?这人啊不简单。楚汉风笑道。我也看出来了,放在身边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邱通灵说道。是定时炸弹,但却由我控制。楚汉风神秘莫测地笑道。听到楚汉风卖关子,不肯直说。 邱通灵只能作罢,无奈提醒道。你自己注意点,别有什么闪失。又是大半天的赶路,这一路走来也没有发现什么意外。在快要到达雷鼓时,楚汉风几人听到了大战的声音。先停下,邱通灵摆摆手,让大部队不要上前。他则和其他几位统领上前探查。雷鼓在视线中已经可以看到。虽说是鼓,但这雷鼓的面积辽阔,起码有几千米之长。 这是一个十分辽阔的山谷。而其中更有雷霆暴动,时有惊雷落下。若是不小心,就有被雷劈的命运。没过一会儿,邱通灵变回来了。是妖兽在进攻雷鼓,不过人神教的防守很严密。目前来看,应该攻不破。邱通灵说道。咱们要去帮忙吗?王辉昂问道。邱通灵看了他一眼,随即淡淡说道。原地休闲,等战斗结束了,咱们再进鼓。进去之前,最好先派人联系一下里面的人。我去吧,楚汉风说道。他看了看王辉昂,你跟我一起。王辉 王辉昂也没有迟疑,直接点头答应。众人开始在远处蹲守起来。这场大战持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傍晚时分,双方才算是明经收兵。妖兽们全部撤了回去。而楚汉风带着王辉昂,一步步朝雷鼓走去。半途中,楚汉风突然说道。是妖王派你来的吧?你在说什么?王辉昂一脸疑惑。别装了。他们看不出来,我却看得清清楚楚,楚汉风笑道。你根本就不是人类,对吧?王辉昂的脸色有些不自然,却依旧不愿承认。你若是不想让我加入人 神教就直说,何必安歇莫须有的罪名呢?我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却被说成是妖兽。我知道你们妖兽之间,有种东西叫做化形。楚汉风说道。化形,这么高端的事情,你觉得我能做到?王辉昂好笑地说道。所以我才说,你是妖王派来的。你做不到,但是妖王可以做到。楚汉风笑道。其实这王辉昂的伪装已经很完美了。楚汉风之所以能看出来,全靠他的命运之谋。王辉昂,化形期间。凡人。真实数据。苍叶恐雀兽。净剑。 神葬。神通。朱雀千语。灼炼之光。万雀妖音。命运之谋反馈而来的数据很长。楚汉风都是一一看过的。所以他知道,对方是妖王派来的。因为妖兽这边,除了妖王,只有四大护法能够化行了。但是四大护法的化形,只能给他们自己化形,却无法帮助别人。当然,这个所谓的化形,乃是完美状态的化形。能变得跟真正的人一模一样。一些妖兽的化形,是有很大的缺陷的。比如说,有些狐狸化形,却依旧留着尾巴。有些狼的化形, 还留着狼耳。这种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似乎是被楚汉风识破了身份。这王辉昂有些恼羞成目。目光中泛着凶光,随时都可以动手的样子。别想着跟我打。我要是对你有恶意,就不会单独跟你说了。楚汉风回道。刚刚跟四大统领就联手镇压你了。你想做什么?王辉昂问道。看到被彻底地拆除,王辉昂也不装了。我好奇,你得到的任务是什么?楚汉风问道。你觉得我会告诉你?王辉昂冷笑道。不知道妖王有没有跟你提过我吗?楚汉风说道。 王辉昂一愣,似乎还不明白楚汉风话中的意思。楚汉风将自己孤狼城的城主令牌取了出来。说道。我这妖兽城的城主之位,还是妖王给我封的呢?原来是你。王辉昂打量了楚汉风一眼。我知道你。妖王亲自册封了一个人类。还让我们都不要得罪你。不要得罪我。楚汉风摇了摇头。这是我不知道。不过,我跟妖王那关系。可是铁哥们,那你怎么会跟人神教混在一起?王辉昂问道。他虽然还有戒心,但也已经慢慢对楚汉风没有恶意了。毕竟妖王亲自册封, 这点还是信得过的。你不懂,我这是卧底。楚汉风低声说道。这是风公子给我的任务。让我过来偷取正盘。我混入人神教,就是为了方便。你也是来偷取正盘的。王辉昂下意识地说道。不过话音刚落,王辉昂连忙闭着嘴。他知道,自己已经把任务给暴露了。妖王让你来偷取正盘。这有什么?你就算不说,我也猜得到。楚汉风摆摆手这么说,咱俩算是一路的。那还希望楚城主能多多协助我。王辉昂连忙说道。他让楚汉风协助自己,而不是他协助楚汉风。 这话的意思,差距可是很大的。楚汉风内心不屑,但表面依旧和气笑道。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协助你。两人一边聊着,此刻已经走到了雷鼓的前方。这雷鼓的骨口,被一块巨大的石头给堵住。唯一能进入的山路,此刻被无数人神教的御妖师镇守着。此地可谓是一手难攻。难怪妖兽们,一时半会攻打不下来。楚汉风刚刚靠近山路,便有无数的妖宠开始怒吼起来。别动手,是自己人。楚汉风低声喊道。是人类。人神教的御妖师看到人类,微皱眉。 倒是没有看到妖兽那么极端。但依旧让楚汉风保持距离,不许靠近。问道。你是何人?人神教的援兵,我是来与你商讨的。楚汉风说道。你们是援兵?人神教真的愿意支援我们。那些叛徒们都有些诧异。原本他们只是抱着适时的态度,朝人神教求援。毕竟死守着雷鼓。若是没有意外,他们只剩战死一条路了。看你这话说的,大家都是人神教的兄弟姐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楚汉风笑道。我是来传话的。 四位统领已经带着大军在三宫里外等候了。你们带了多少人?谷内的人问道。一百星翘的御妖师还有好几名神葬强者呢?楚汉风说道。咱们有救了,有如此多兵力,应该足够咱们镇守十天了。谷内有人大喊道。楚汉风冷笑了一声,便喊道。我们何时进谷?今晚三更十分,让大军分三批进入,别引起妖兽们的注意。谷内有人说道。你的声音我记得,到时候还是你带路。再来时,便上来山路。要不说个暗号吧?楚汉风回道。什么暗号? 谷内的人一愣。天王盖地虎,宝塔正和妖。这个如何?楚汉风喊道。那也行,谷内的人微微点头。与这些人聊了一会,楚汉风便要返回,将这个消息告知四大统领。这些谷内的人也是足够警惕的。自己大老远来了,别说好酒好菜的招待了,竟然连雷鼓都进不去。在外面说了几句话,就被打发了。格局小了呀。人情事故都不懂得。楚汉风带着王辉昂,两人又从来时的路返回。半路上,王辉昂问道。你觉得,大毁灭阵的阵盘, 最可能放在哪里?谁知道呢?楚汉风耸耸肩。反正一定在雷鼓中,只是具体的位置不知道。两人现在猜测也没有意思。倒不如进入雷鼓,看看里面的情况和地理位置分布在慢慢寻找。两人回来大军所在,将这些消息简单告知了四大统领。众人已经商榷好,半夜就进入雷鼓中。一直等到半夜。所有人收拾好,楚汉风带一部分人,春夏秋冬四统领各带一对人。这样也防止打草惊蛇。楚汉风先行,带着一行人偷偷摸摸地出去,借助这夜色的掩盖。 今夜天空一平如洗,没有星月,正好是夜黑风高夜。天王盖地虎,楚汉风轻喝喊道。雷鼓的上面,立刻传来宝塔镇和妖一句话。你们上来吧,顺着山谷的山路,上面的人轻喊道。因为巨石堵住了山谷的入口。哪怕是人神教,也没办法挪动巨石。几十人顺着山路往上,进入到了雷鼓中。进入其中后,立刻便被一群人给围了起来。别紧张,都是自己人,楚汉风连忙大喊道。只见一名皮肤有些有黑,脸上有一条刀疤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认识一下,我叫雷蒙,那中年男子说道。我们是奉天臣老人的命令来支援的。楚汉风说道。我打头阵,四名统领随后就到。你们能够支援,我们已经很感谢了。雷蒙叹息道。教主大度啊,无论如何,我们人神教都是一家。楚汉风点点头,朝着雷蒙笑道。黄大人哪?黄大人单独有事。目前我是这里的将军,雷蒙回道。本敢好好招待你们的。但条件有限,等雷鼓镇守下来了,一定让我静静地主之意。这个好说,楚汉风笑道。因为晚上太黑了, 楚汉风也没办法去查探雷鼓墓地的地形。再加上初次见面,大家彼此之间都十分的警惕。楚汉风便站在山路上,与雷蒙一同迎接四大统领的到来。这位楚兄弟是什么职位?雷蒙笑着问道。我就是一个小将。楚汉风笑道。我看楚兄弟,前途无量啊。雷蒙回道。正在这时,四大统领也依次带着众多御妖师从山路赶了上来。众人见面,自然是一番叙旧。早就听闻狂大人手下,雷蒙将军乃是第一猛将。今日得见,名不虚传。秋统 四大统领笑道。四大统领说笑了,四大统领乃是天爵大人的左膀右臂,我也久仰久仰。雷蒙笑道。妖兽那边分别有四大护法。乃是天雷之主、风公子、羽神以及火祖。而人神教这边自然有四大总舵主。分别是狂大人、洛主、炎帝以及天爵。别看这些人名字起得很雕。但他们的实力,撑死了也不过是天府强者。但在这新妖界除了妖王和人神教的教主外,天府确实已经是极强的存在了。四大统领乃是天爵大人的手下。而雷� 是狂大人的手下。虽然说大家之前没见过面,但彼此之间还是听说过的。目前是什么情况?邱统领问道。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有我们的支援可否实现反攻?听到这话,雷蒙连忙解释道。现在围攻我们的妖兽应该是火祖的势力。根据我们的探查,这些妖兽起码有五百只。其中最强者乃是半部天府的存在。四大统领都是神藏御妖师,而雷蒙也是半部天府的御妖师。如此看来,想要打赢妖兽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两方现在势均力敌, 还是要提前规划好才行。正所谓,擎贼先擎王,邱统领说道。依我看,杀了对方的半部天府妖兽,才是关键的问题。群龙无首,咱们就赢了。不如这样吧,雷蒙回道。明天他们肯定会攻打雷鼓的,我们势敌已弱。把他们放进雷鼓后,然后封锁这里,切割他们的兵力。再全部包围歼免。我同意,四位统领皆是点点头。众人商量对策到半夜,方才回到各自的帐篷休息了起来。楚汉丰与四大统领的帐篷是挨在一起的,� 我觉得,暂时不能打赢妖兽。楚汉丰说道,必须给我时间寻找阵盘。放心吧,明天咱们保留实力,尽量损失他们的人手。这雷鼓用不了多久,就该咱们当家了。夏统领冷横道。那雷蒙是半部天府,有些难解决。楚汉丰又说道。不用怕,我四兄弟联合起来,足以站他,邱统领回道。春统领也点了点头。我们四人有一套合击神通,站半部天府,甚至撼动真正的天府强者,都是没问题的。一夜无雨。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楚汉丰起来后,站在雷鼓上方, 方才看清了这其中的全貌。整个雷鼓就如同他的名字般。四处都是雷霆缠绕着。雷鼓很大,里面是各种的碎石和大树。杂草纵横,碎石凌循。而在山壁四周,噼里啪啦的雷霆不断地暴动着。楚汉丰都有些好奇,这些雷霆究竟是从何处发出的?楚汉丰知道,想要寻找阵盘,就要去最危险的地方。因为有阵盘的地方,这雷蒙一定派人严加看守着,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楚汉丰没有行动,而是吩咐王辉昂四� 雷叶孔雀。他的搜查能力可是很强的。据说这苍叶孔雀开平时,身上会长满无数的眼睛。而四面八方的情形都可以被他清晰地看到。目前,雷鼓防御森严,想要探查很难的。楚汉丰便让其等着。妖兽进攻,战斗混乱时便是最合适的时机了。终于,一大早,妖兽那边的击鼓声已经出现了。鼓声如同惊雷般在整片天地间炸裂着。当楚汉丰站在山谷上方看时,只见无数妖兽洪流在鼓声的震撼下不断地怒吼着 他们排成五个纵队。每队一百只妖兽,十分的好数而在人神教这边,飞行妖宠和远程妖宠率先进攻。务必要在妖兽与近战妖宠战斗时,给对方造成大面积的伤亡。这种大规模的战斗,无疑是热血又震撼的。楚汉丰并没有特意去大战。他在旁边打着酱油。而雷蒙算是最猛的,只见他一马当仙,手持一把雷刀,气势恢弘。看着雷蒙大杀特杀,与妖兽星号星号战的背影。楚汉丰还希望对方 能被妖兽给杀死。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少了许多麻烦。楚汉丰一边打着酱油,一边在妖兽的尸体周围开始了挖尸寻找妖和。反正,他只避战不打。楚汉丰也看到了妖兽这边,那只半步天附近的妖兽。那是一只六维血鹿。许多人对于鹿的印象都与杀鹿联系不起来。但楚汉丰看着面前的六维血鹿,却感觉他就是为了杀鹿而生的。这六维血鹿的鹿角坚硬无比,最重要的是,他的牙齿与其他鹿族不同。竟然有半米 非常地獠牙。而且,他如同吸血鬼般,这血鹿十分地渴望人血。被他杀死的人类,全部是吸干了血。楚汉丰尽量离那血鹿远一些。而就在这时,一只妖兽朝楚汉丰攻击了过来。楚汉丰原本想闪避的。但这妖兽不依不饶,也不攻击其他人,就专门朝着楚汉丰进攻。妈的,以为我是软柿子,好捏是不是?楚汉丰冷喝一声。他也不召唤妖宠。因为眼前这只妖兽不过是先天进的三臂英雄。这三臂英雄就如同他的名字般。通体乃 还是银白色的,颜值倒算是不错,而且还长着三条胳膊。他狂奔向楚汉丰。楚汉丰也是轻贺一声,星云指落下,直接破碎虚空,狠狠地朝三臂英雄的眼睛杀去。楚汉丰突然地反击,也吓了三臂英雄一大跳。原本他还以为楚汉丰是惧怕他。所以,他此刻根本来不及反抗和躲闪,星云暴动着。这一指的威力不下于一颗陨石从天而降,带着强大的压迫感。吼吼吼,只见三臂英雄的双眼直接被轰瞎了,鲜 血之流,脑袋都是嗡嗡嗡作响。楚汉丰将他掀翻在地,大荒天兵刀锋利无比,将三臂英雄的脑袋给斩了下来。这生死战时,结果就是这样。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对方给轻易杀死。更何况一只先天静的妖兽,哪怕有所防备,也不是楚汉丰的对手。但还没等楚汉丰取那三臂英雄的妖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熊吼。这熊吼听上去愤怒又悲壮。楚汉丰只感觉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大地震动,一只庞然大雾朝他杀 扎了过来。他转头看去,只见一只八臂金熊如同疯了般,舍弃自己的对手不顾一切地朝他杀来。不会吧,这两只熊该不会是父子吧?楚汉丰觉得很无奈。这八臂金熊乃是神脏级别的妖兽,通体金色,冉冉生辉。尤其是他的身材浩大,起码有十几米高,长着八条手臂左右各四条,恐无有力。其实,神藏镜的妖兽楚汉丰也不怕,但他不能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啊。因为这一次,他扮演的这一名小将。 那雷蒙虽然在战斗,但他的视线一直在周围徘徊着。无论是四大统领或者楚汉丰都在他的观察中。楚汉丰若是暴露自己神藏的实力,一个神藏欲妖师竟然只是一个小将,任谁都不会相信。所以此刻,当八臂金熊狂奔而来,大地震动时,楚汉丰第一时刻选择了逃跑。他看上去慌不择路,其实有意无意地将身影靠近着雷蒙。只有这样,对方才会帮自己杀熊啊。救我啊,统领,楚汉丰故作恐惧地喊道。他脸跑带喊,中途差点 跌倒几次。楚汉丰感觉自己这表演都有些影帝的成分了。终于,他来到了雷蒙的面前。仿佛找到了救星斑,躲在雷蒙的背后,喊道。雷将军,救我啊。楚兄弟,别怕,雷蒙回到。看着八臂金熊杀来,他直接将手中的雷刀斩下。雷霆爆裂,轰隆隆作响着。而八臂金熊的防御和力量都惊人。竟然双手硬生生接住了雷刀这一击,八只爪子同时抓住雷刀,想要将刀给抢过来。触声,滚,雷蒙怒吓一声 他烙印的妖宠神通,直接激活。强大的力量爆发而出,此刻只见他的身体大了足足好几倍。就连胳膊都是青筋爆起,肌肉高高隆起。此为神通俱立。强大的力量爆发而出,直接将八臂金熊给击飞了出去。八臂金熊站起身,依旧切而不舍地杀向楚汉风。仿佛不给他的孩子报仇,事不罢休。楚兄弟,你先躲入雷鼓去。雷蒙说道。他又是一脚,直接将八臂金熊掀翻在地,手中的雷刀想要斩落。而不远处,六尾血肉的攻击也到了。 六条尾巴化作六条通天之尾,仅仅是横扫而过,十几名御妖师连带妖宠,直接被击飞了出去。六尾尾尾尾尖硬无比,仿佛能贯穿一切,朝雷蒙杀了过来。雷蒙也知道,他这一刀若是斩死了八臂金熊,自己也要被六尾中创。他连忙抽身而退。在他原本站立的位置,六尾直接落在地上。轰隆隆地爆炸响起,大地出现六个深坑。随即六尾卷起八臂金熊的身躯,将他快速地救了出来。楚汉风看到这一幕,也 知道自己不能暴露实力,待在这继续战斗也没意义了。他便回到了雷谷中。这个时候搜寻阵盘,正是好时机。他回到了雷谷后,先是找到了王辉昂。问道,发现什么没?我刚刚用我的孔雀白眼看了一圈,发现了两处很隐秘的地方。王辉昂说道,哪里?楚汉风连忙问道,一处在山谷的北面是一个洞口,那外面有十几人镇守着。而且,这十几人,有一人是神藏玉妖师,其余全部是心窍玉妖师。王辉昂解释道,第二个地方则在雷谷的西面。 那里的防御稍微松懈一些。只有七名心窍玉妖师镇守,但那里是一片雷霆瀑布,仿佛是着雷谷的源头。我也不能确认。那就兵分两路,楚汉风回道。我去西面的雷霆瀑布,你去北面的山洞?咱们只是探查一番,等回来再确认什么时候动手。阵盘的周围肯定有阵法的,你别轻举妄动。楚汉风知道,目前最重要的便是先确定阵盘的下落,然后徐徐徒之。还有一个疑问,他不知道狂大人在哪。如果狂大人出现,只怕情形又会发生改变。 楚汉风觉得速战速决是最好的办法。他开始朝着西面快速而去。楚汉风专门挑这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不到一会儿,他便看到了王辉昂说的那地方。这里已经是雷谷的深处了。而且越往深处行走,就越能感觉到里面雷霆的暴动,电闪雷鸣,仿佛雷霆红流般。充饰着整个峡谷。楚汉风微微皱眉,只见正前方是峡谷的一个斜坡。从这斜坡上,雷霆红流直接湮灭而来,化作一道道瀑布从天而降。在这雷霆瀑布四周,有七名 御妖师在巡逻着。总之想偷偷进去是不可能的。这七人的守卫严密,目光从不离开瀑布,仿佛这瀑布中有很重要的东西。楚汉风知道就算杀死着其中。如何进入雷霆中也是一大难事。因为按照这雷霆的规模,只怕刚刚进入就会被劈死。除了天府强者外,其他御妖师没有烙印妖宠神通,基本上是进不去的。楚汉风有很大的把握,这瀑布中绝对别有洞天。阵盘很可能在这里面。看得出狂大人很聪明,把阵盘放在了一个非天府强者不能进去 的地方。不过他却没想到有楚汉风这个异类。楚汉风之前在天使城时曾经牵到过审判天使凯尔的终极大招。圣财之客。这个大招可以让他拥有两秒的无敌时间,在无敌之间,他虽然不能攻击,但是可以移动。楚汉风目前唯一需要确定的便是,自己在这两秒钟内能否冲入雷海中。若有半点闪失便是性命不保。想清楚后,楚汉风知道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机,他的身影渐渐退去。外界的战斗应该也快要结束了。有自己带来的援兵,妖兽那边, 应该也占不了便宜。果然,当楚汉风回去时,两边正好明惊收兵。不过雷蒙将军脸色淡然,仿佛有什么事情吧?找到了四大统领,说道, 几位,随我去见一个人吧。莫非是狂大人回来了? 邱统领问道,几位跟我去就知道了。雷蒙说道,四大统领想了想,将楚汉风也带了过去。 五人跟着雷蒙的身后,来到了一处帐篷中,因为如今妖兽大军刚刚撤退,人神教的兵力也堵住了入口处。 一进入其中,楚汉风便看到在上手坐着一名中年人。这中年人如同狮子般,脸色的淡蓝色的,一圈圈的毛发特别的浓郁,将整个脑袋都包裹了起来。 而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大褂,身材高大,身上有很强的威势在拨动着。这中年人的脚下,王辉昂直接倒在地上。 见过狂大人,四位统领连忙问候道,狂大人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你等居心叵测,真以为我不在雷骨中。我们不懂狂大人的意思,下统领说道。 不懂事吧?给我解释一下,他是怎么回事。 狂大人踢了踢脚边的王辉昂,询问道,他怎么了? 几位统领皆是一愣。他来到我闭关的洞府,鬼鬼祟祟的,狂大人直接一手抓住王辉昂。 此刻的王辉昂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 狂大人深吸一口气,而且他身上还有很重的妖兽气息。 你们这些人与妖兽合作了,是不是? 冤枉啊,四大统领解释着大喊道,我们与他不熟啊,他是半路加入进来的。 再说,这活生生的一个人,如何与妖兽有关? 你们这一本多主的话,狂大人眉头竖起,只见他一拳朝王辉昂杀去。 这拳头上雷霆燃烧,仿佛能够一拳打爆任何的东西。 这时,一声妖兽的怒吼传来,只见王辉昂在生命危机时刻,竟然也不伪装了。 直接显露自己的本体,强大的妖气回荡在四周,将头顶的帐篷都掀翻了起来。 这还不算完,王辉昂转眼之间便变成了一只体型巨大的孔雀。 苍叶孔雀。 通体墨绿色在黑暗中最善隐藏,可以与黑暗融为一体。 而且他的翅膀并拢,强大的力量有着毁天灭地的威力。 苍叶孔雀想跑,但是狂大人自然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一个劈腿下来,无数雷霆从天而降,轰隆隆将苍叶孔雀给披露在地。 这王辉昂原本就已经受了重伤,如今被这般对待,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 旁边的楚汉风十分地庆幸,幸亏自己去了西北的雷霆瀑布,否则现在倒在地上的,就是自己了。 至于王辉昂这般,他倒是没什么感觉,两人本来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王辉昂原指了指苍叶孔雀,问道,四大统领连忙跪了下来。 狂大人明鉴啊,我们奉命前来支援你,怎么可能带一只妖兽来? 是啊,我等绝对没有一心。 听到四位统领的话,狂大人沉默不语。 他让众人跪了几分钟后,方才淡淡地说道, 这种事情发生,我想是谁也不愿看到的。 你们几人还有待考验? 这样吧,你们带来的一百余妖师,先让围盟管理着。 而你们四人,则暂且跟随我身边吧。 一听这话,四大统领瞬间便明白了。 这狂大人竟然一开始就想好了, 借着妖兽的由头,先剥夺他们的统兵权。 这样的话,即使他们有通天之能,也翻不起风浪。 四名统领当然不愿意了。 正想反驳,却听狂大人重重地冷哼一声, 直接呵斥道, 你们四人若是我的手下, 我直接便将你们四人全部斩了。 看在你们四人不值钱, 而且是天爵的手下,我才饶了一命。 莫要得寸进尺,四人连忙不敢说话。 若是没什么事,都退下吧。 狂大人摆摆手,已经不愿多说了。 四大统领离开帐篷, 而楚汉丰之前是守在帐篷外的。 他虽然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但还是能听到声音的。 看到四大统领从帐篷里出来, 楚汉丰默默跟在身后,也没有言语什么。 一直走出去很远后, 四大统领方才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欺人太甚,欺人太甚。 夏统领一拳砸在旁边的巨石上面, 只听轰的一声。 那巨石四分五裂,直接粉碎开。 我们带来的御妖师,他有什么自个剥夺? 邱同龄也说道。 楚城主,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解释? 而东同龄看向楚汉丰, 问道。 我们本不想让那王辉昂加入进来的。 是你觉得能控制住?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是妖兽? 我找到了阵盘的地方, 楚汉丰直接说道。 他也不解释别的, 先将自己的成果说出来。 什么? 这么快就找到了, 东同龄惊讶地说道。 很快吗? 我要说是那妖兽的功劳, 东同龄怎么说? 楚汉丰问道。 你让那妖兽加入, 便是想利用他找阵盘。 夏同龄问道。 实话实说吧, 本来计划完美。 我找到阵盘, 我们就算大功到成了。 楚汉丰这才解释道。 谁能想到, 狂大人突然出现了。 打乱了一切, 这是意外, 谁也控制不了。 你们怨我也没用。 楚城主不要见怪, 是我们几个没控制好心情。 夏同龄这才道歉起来。 关心地问道。 阵盘在哪里? 雷鼓起源的雷霆瀑布里面, 楚汉丰说道。 非天府强者, 不能进入。 啊, 几人这下傻眼了。 那怎么办? 我有办法进入, 但不能确定。 只是怕惊动狂大人, 楚汉丰说道。 你们能挡住狂大人吗? 说实话, 不行, 夏同领诚恳地摇摇头。 我们几人的合击神通联合起来, 对付半步天府没问题。 但是真正的天府强者, 强的可不是一心半点。 这也是刚刚在帐篷内, 我们没有闹冲突的原因。 那如今看来, 还是要靠妖兽那边给点力了。 楚汉丰回道。 如今, 能对付狂大人的, 就是妖兽那边的火祖了。 可是火祖不在这里啊, 夏统领说道狂大人都隐藏在暗处, 谁能保证火祖不在。 楚汉丰反问道, 几人思索一番, 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那怎么才能让火祖现身啊? 东统领问道。 很简单, 明日你们给我狠狠地打, 打得妖兽溃不成军, 撑不住的时候。 我就不信, 那火祖还能坐得住。 楚汉丰说道, 等火祖就与狂大人战斗时, 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那便说定了, 春统领愤怒地说道, 我们带来的一百兄弟, 只要我们双臂一呼, 绝对还会听我们的命令。 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几人商量完对策, 天色也暗了下来。 众人回到帐篷中, 开始休息起来。 至于王辉昂的死活, 楚汉丰不会关心。 他相信对方不会出卖他。 起码对方目前是相信的, 自己乃是妖兽阵容的。 整整一夜无语。 一大早起来, 妖兽们击鼓的战鼓声 有惊天的响起。 这些妖兽们仿佛不知疲倦, 狂大人并没有出战, 而是让雷蒙为主, 带着四大统领去应战。 轰隆隆, 妖兽的大吼响彻整个天际。 妖兽红流与妖宠红流 再一次杀战在一起。 这一次, 四大统领没有留守, 直接将各自的妖宠召唤出来。 神葬进的威势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在妖兽群中十分地显眼。 没过一会儿, 妖兽便已经被杀得溃不成军。 兄弟们, 随我冲。 今日便彻底灭了这些妖兽, 下统领大吼道。 御妖师这边, 气势越来越强, 一个个都如同惊雷般, 吼声炸裂着。 俗话说得好, 兵败如山倒。 眼前的妖兽大军便是如此。 虽然那半部的六尾血路很强, 但是他被雷蒙给纠缠住, 根本分不开身, 只能无能怒吼着。 终于, 看着妖兽大军撑不住了。 大帝突然出现了异响, 众人只感觉脚下一片炽热, 变得越来越滚烫, 仿佛站在烈火上烘烤般。 怎么回事? 有人问道。 有一些御妖师仿佛想到了什么, 大吼道。 快逃, 快逃。 是火祖, 火祖出现了。 一听这话, 御妖师这边, 火祖, 妖兽四大护法之一。 据说是除了妖王以外, 最强的妖兽了。 真正的天府级别妖兽。 妖河已经完成蜕变, 烙印了其他的妖兽。 所以知道, 火祖强大的御妖师 根本没有丝毫恋战的想法。 因为火祖最著名的一场战役, 便是独自一只妖兽 斩杀了千人御妖师大军。 当时令无数人神教的御妖师 弹之色变, 闻风丧胆。 这时, 伴随着滚烫的大地。 只见雷骨外面的大地上 已经化为一条条的绒江。 这些岩浆冲天起, 化作一道道洪流, 从地底喷涌出。 一声惊天地, 气鬼神的妖兽吼传来。 只见一只巨大的九阳不死兽 出现在大地上没错。 这个自称火祖的妖兽 便是九阳不死兽。 它的身形很庞大, 最起码有千米之长, 而且岩浆般的身体背后 有九颗太阳般的圆点。 据说九阳不死兽 拥有九条命, 死一次碎一颗背上的太阳。 当然, 这是完整形态的九阳不死兽。 眼前的火祖 仅仅是拥有一次不死的机会。 但即使这样, 已经很惊人了。 人神叫的援兵, 从火祖口中 沉闷的声音传了出来。 今日便是等妖兽的没落, 雷蒙在一旁亲鹤道。 你还不配跟我说话, 让狂战出来。 火祖说道, 狂战便是狂大人的真名。 火祖说完后, 直接一道火焰洪流 从口中喷出, 朝雷蒙杀了过去。 雷蒙被吓了一大跳, 纵使他是半步天赋, 但半步就是半步, 之间的差距依旧很大, 难以跨越。 眼看着洪流杀来, 狂大人的冷哼声也传来。 火祖若要大, 我奉陪到底, 何必伤我的手下。 狂战, 之前我的手下败将而已, 气感嚣张, 火祖暴怒道。 你是不是忘了, 当初差点被我斩杀, 要不是别人救你, 已经是亡魂了。 火祖淡淡说道, 狂大人重重冷哼了一声, 说道, 现在不是往日, 风水轮流转。 我倒是想与火祖再战一场, 看看谁强谁弱, 你要找死, 我成全你。 火祖大吼道, 但这一次, 可没有人能救你。 燃烧的浓浓火焰从苍穹上落下, 这火祖庞大的身躯一摆栋, 火焰不断地喷涌着, 从他自身的九颗太阳下喷涌而出, 就如同蒸汽般不断地怒吼着。 九阳不死兽, 也就是火祖直接扑杀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狂大人冷哼一声, 他身上的妖气纵横而出, 强大的威势不断地涌动着, 先是一缕缕电弧再闪烁而出。 紧接着, 电弧直接破碎来, 如同雷霆般在虚空中炸裂开。 而且不仅仅如此, 雷霆密布将狂大人的右手都笼罩。 这雷霆凝聚形成了一只长龙的龙头, 烙印的妖宠神通吞噬龙莽。 轰的一声, 强大的气势不断地回荡着。 火祖与龙拳撞击在一起, 轰隆隆, 轰隆隆, 仿佛天穹都要倒塌。 一人一兽的身影交错着分开, 火祖毫发无损, 而狂大人的拳头上有青红的鲜血一出。 尽管并不严重, 但一个小小的交锋, 狂大人已经落了下风。 狂大人大手一挥, 一只只妖宠的身影开始浮现而出, 天苍青折龙庞大的身躯在暴动着。 龙影覆盖了整个苍穹, 青色的巨龙伴随着龙危腾腾。 它身上的龙铃犹如金折, 是倒扣起来的回旋状。 第二只妖宠是金毛猴。 猴本就是凶兽之一, 而金毛猴乃是通体金光闪闪。 强大的威势在回荡在。 毛发旺盛, 双眸凶残, 身上长满了一根根的道刺。 第三只妖宠则是十尾龙蝎。 第四只妖宠是玄银流离兽, 第五只妖宠是魔射狼虎。 第六只妖宠则是雷鬼。 六只妖宠怒吼着, 腥风血雨, 威势强大, 将在场的目光全部吸引了过来。 这便是天府强者的强大。 一出场便是一片天地的核心, 强大的力量波动虚空。 而狂大人踏空而起, 万千雷霆缠绕他的周身。 此刻, 他自身思毫不逊色于其他妖宠。 就仿佛站在这里的乃是七只妖宠。 妖宠们朝火组怒吼着, 妖气直冲天际, 将苍穹都掩盖。 浩浩荡荡的天空上, 是无穷无尽的妖气在暴动的。 火阻倒也不惧, 只是冷哼了一声。 他庞大的身躯七身上前, 自身的妖河演变成妖魂, 而且烙印了一只妖兽。 在他的身后, 妖魂烙印的妖兽出现在身后。 那竟然是一只天鸾白猿。 这种白猿的实力很强, 更可贵的是, 它是白猿中难得少见的可以飞行的白猿。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 月妖师烙印妖宠神通, 其实每一次只能选择一个神通, 而妖兽烙印妖兽, 却可以选择将一整只妖兽全部烙印进来。 包括这妖兽的所有能力, 天鸾白猿在怒吼着, 九阳不死兽也直接腾空而起, 飞行在虚空中。 天鸾的翅膀让他的速度更快, 直接朝天苍青折龙杀去。 那条苍青折龙也是伸出龙罩, 强大的力量直接破碎虚空, 与九阳不死兽碰撞在一起, 只听轰的一声, 强大的力量席卷而来。 这天苍青折龙竟然被硬生生地击飞了出去, 火祖轻蔑一笑, 狂战, 这么久了, 你还是一无掌尽。 狂大人冷哼一声, 折什么急, 打过才知道。 看着狂大人带着众多妖虫与火祖站在了一起, 楚汉风知道现在是最佳时机, 他连忙带着四大统领朝雷霆瀑布的方向而去, 几人来到雷谷的深处, 这里依旧有七人在镇守着, 而且这七人的妖宠都可以快速传递信息。 楚汉风知道, 一旦自己暴露, 这七人瞬间可以传递信息给狂大人, 而届时, 狂大人直接舍弃火祖会杀过来。 楚汉风知道, 除了会入雷霆瀑布中, 这一步也是最重要的。 强闯肯定不行, 楚汉风说道, 那怎么办? 夏统领问道, 楚汉风微眯着眼, 向后退了几步, 低声说道, 死灵老人, 在不在? 小子, 怎么了? 死灵老人的声音传来, 你的那死灵空间还可以制造布? 楚汉风问道, 我需要杀死那边的七个人。 可以是可以, 但小子你应该知道, 每一次的制造虚空, 对老夫的消耗都很大的。 死灵老人说道, 别来这一套, 你直接说, 什么条件? 楚汉风问道, 嘿嘿, 小子, 还是你懂我? 死灵老人笑道, 我需要一滴骨血。 骨血, 这不可能的一个死灵空间而已, 楚汉风回到骨血的价值超过太多。 小子, 老夫的实力正在慢慢恢复, 你给我一滴骨血, 我可以在你生命垂危之际, 救你一次, 怎么样? 死灵老人说道, 救我? 楚汉风思索着, 没错, 起码在你们蔚蓝帝国中, 老夫若是想救你, 别人还拦不住。 死灵老人说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这一点他倒能接受, 否则光凭一个死灵空间, 就想要骨血, 简直是吃人做梦。 所谓骨血, 一般都是强者的血液, 目前在骨血这一块, 都是一些强者流的传承中会有骨血。 楚汉风知道, 以后难免会有强者的传承, 所以他便答应了下来。 死灵老人答应后, 瞬间便开启了死灵空间, 一某黑色从地底悄无声息地出现。 神不知, 鬼不觉的。 当这黑色从地底出来后, 直接映照天际, 将雷霆瀑布外的场景全部包裹了起来。 怎么回事? 七人发现异常, 惊叫道, 快去禀报狂大人, 有人大喊道, 瞬间便将自己的妖宠释放出来。 可惜死灵空间隔绝一切, 这些妖宠的声音和信号根本发不出去。 杀, 楚汉风挥挥手, 直接让四大统领杀了过去, 以四大统领神葬镜的实力直接地碾压而来。 终于, 当四大统领强大的威势碾压而来, 这镇守雷霆瀑布的七人全部慌了手脚, 他们的实力本来就不强大, 而且这七人全部是情报一类的御妖师。 所以, 在战斗方面, 本就就是先天的劣势。 只听轰的一声, 七人的身影帘带着各自的妖宠, 很快便被四大统领给炸飞了出去。 被杀我们, 别杀我们, 已经有人开始大喊求饶了起来。 你们想知道什么? 我们都告诉你们。 这瀑布里面是什么? 楚汉风问道。 我们也不知道, 七人中有人摇头说道。 楚汉风冷哼一声, 直接一刀落下, 就将对方的脑袋给割了下来。 别说我这人不人道, 我给过你们机会了。 谁先告诉我, 谁就可以活命。 至于剩下的, 就全部去死吧。 楚汉风目光凶狠, 还带着浓郁的杀气。 剩余的六人全部被吓了一跳, 只见其中一人竟然举手了。 这雷霆瀑布后面有什么? 我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当初, 我们也是奉命镇守这里。 至于其他的事情, 雷蒙将军也没告诉我。 不过有一次, 雷蒙将军进去之时, 我却是看到了。 里面有一个正方形的圆盘,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听到这人说的话, 楚汉风眉头一松。 目前看来, 他的猜测应该没错。 那就是大毁灭阵法的阵盘, 没错了。 既然如此, 你们其他人就全部死吧。 楚汉风大手一挥, 手中的大荒天兵刀 迸发出强大的刀气, 直接破碎虚空, 将其余人全部给杀了。 而至于那一人, 楚汉风没有杀。 四大统领则是阴侧侧地笑道, 他说不杀你, 我们可没有说。 你们骗我。 那人看着夏统领的右手, 直接贯穿他的胸膛, 硬生生将他心脏捏灭而死。 有些不甘心地吼道, 杀完了所有人, 四大统领和楚汉风才算是安心了。 其实随便想想, 但凡有些智商, 这七人就应该明白, 他们不可能活命的。 大毁灭阵法牵扯太大了。 甚至毫不夸张地说, 这场战争能打起, 洛主和狂大人背叛人神教。 都是因为这大毁灭阵盘而起。 如今, 阵盘就在眼前, 眼看要得手了, 怎么可能放过他们这些艺术呢? 杀死了七人, 楚汉风也让死灵老人撤去了他的死灵空间。 小子, 你可要记得答应我的事情。 死灵老人不放心地回道, 毕竟重新铸造躯体, 对他而言太重要了。 放心吧, 楚汉风微微点头, 他先是将七人死去的尸体, 全部扔进了雷霆瀑布中。 只是一瞬间, 七人就仿佛气球般, 直接在雷霆瀑布中爆炸开来。 这一幕可是看得几人头皮发麻, 有点太残暴了。 就这雷霆的洪流和强大程度, 你之所以能够进去, 这也是楚汉风猜测。 他身上一定有雷霆的妖气, 否则他半步天赋的实力, 估计也是做不到的。 楚堂主, 你真的可以吗? 四大统领问道, 若是不行, 我们再想想办法。 不要勉强, 放心吧, 我拼死一次。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楚汉风坚定地说道, 不过, 我估计那阵盘周围应该也有禁止。 若是拿走阵盘, 黄大人应该会知道。 到时候, 咱们撤退的时候, 还要靠几位掩护了。 我们兄弟四人, 死命保护处堂主, 下统领坚定地说道, 还有一同跟随我们来的, 一百星翘玉妖师, 他们也是忠心耿耿, 绝对可以短时间阻止狂大人。 楚汉风听到这, 便是点点头。 他看着雷霆瀑布,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希望自己的无敌大招, 可以撑过去的。 实在不行, 他还有死时的复活机会。 楚汉风知道, 双重保险,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他看准雷霆瀑布流动的方向, 直接先是朝瀑布踏空扑了过去。 在快要靠近雷霆瀑布的时候, 也就是那一刻, 他能够感觉到紫色的电弧在他鼻子间跳动着。 雷霆的狂暴映入眼帘。 无敌, 他大吼一声, 身影直接没入了雷霆瀑布中, 而四大统领在一旁看得是心惊胆战, 就是害怕楚汉风失败了。 不过楚汉风的惨叫声没有响起, 那雷霆的爆炸声也没有响起。 过了大概几分钟后, 夏统领才不确定地问道, 看这架势, 楚堂主应该没事吧? 没事的, 其他几位统领也点点头。 这个时候, 他们不清楚里面的情况, 只能往好的方面去想了。 至于瀑布内, 楚汉风的身影从雷霆瀑布进入后, 他最怕的便是里面不会别有洞天, 就是一面墙。 那他就必死无疑, 要浪费一条命了。 但好在当他冲入其中以后, 里面的场景一空, 他的身影直线掉落, 任何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虽然脑袋撞得有些疼, 但楚汉风知道, 自己赌对了。 这后面真的是别有洞天, 就像水帘洞一般, 瀑布后面还有一个山洞, 他从地上站起身, 然后开始打量四周的情形。 环视一圈后, 楚汉风发现, 这里其实本来不是山洞, 或者说不是天然形成的山洞, 而是被强者以极强的力量, 直接暴力开辟出来的山洞。 所以这里的面积不算大, 而且没有尘土, 一切都比较干净。 这山洞内有一个打坐的蒲团, 还有石桌以及石屹。 看到这一幕, 楚汉风知道, 应该是有人在这里住过。 楚汉风大胆猜测了一番, 之前雷蒙将军应该在这里面住着, 守护着镇盘。 后来妖兽大军杀来, 必须他出来主持大局, 才迫不得已从这里离开了。 楚汉风微微皱眉, 因为他发现, 这里除了刚刚那些东西外, 并没有镇盘的所在。 没有镇盘, 他用命运之谋看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 没有镇盘的气息。 难道我猜错了? 楚汉风皱眉, 想到, 可是刚刚那人明明说过, 雷蒙将军拿着一个圆盘, 楚汉风双眸猛然睁开。 楚汉风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雷蒙将军将大毁灭镇盘的镇盘给转移了。 那就彻底完了, 他们杀了那七人,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等到战斗结束, 对方一定会发现七人失踪, 到时候一切都暴露了。 楚汉风想到这, 不断地用命运之谋搜寻着, 他之前都是看四周以及脚下的位置, 一无所获。 楚汉风眉头一皱, 突然抬头朝头顶的山洞看了看, 差点进入误区了, 楚汉风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的命运之谋下, 能够清晰地看到, 一轮圆形的阵盘被镶嵌在头顶的上方。 原本他是找暗阁, 在四周的墙壁和脚下找的, 没想到对方的暗阁, 竟然在头顶, 恐怕一般人都不会在意头顶。 楚汉风双手妖气凝聚, 直接一拳狠狠地砸去, 只听轰的一声, 头顶直接被砸出一个大洞, 而其中有强大的阵法之力席卷着毁灭之气, 一点点地弥漫而出。 楚汉风眼疾手快, 急忙朝那阵盘抓去, 这阵盘是大毁灭阵法的核心。 可以这么说, 大毁灭阵法都是基于阵盘而创建出来的。 楚汉风将其收起来的那一刻, 阵法之间的所有联系便全部断了。 看着手中的阵盘, 它是以一种可以容纳无尽妖气的万妖墓制成的。 这种墓取自万妖术, 在如今这个时代, 万妖术已经是兵临灭绝了, 而且这阵盘上面还刻画着八卦以及五行。 但如今, 阵盘有些残缺, 五行中属于水的那一行已经残缺了。 这就说明, 阵法不稳定。 怪不得人神教的教主不让使用, 想要补全阵法。 因为这种状态使用, 谁也不能确定会发生什么意外。 甚至这阵法能不能使用, 都不知道。 不过楚汉丰明白, 别人看不出来, 但他拥有命运之谋, 却是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到阵盘的状态。 大毁灭阵法, 残缺状态。 阵法缺少水形, 在开启状态会留下严重的缺陷。 只要顺着水形的方向走, 便可以轻松走出阵法。 补全阵法的方法, 寻找足够的水能量宝物, 从而寻找阵法师重新融合。 楚汉丰看到这一幕, 也算是明白了, 因为残缺的缘故, 这本来是死阵的阵法, 却可以轻易靠着缺陷离开。 这也同样说明, 人神教的教主是正确的。 千辛万苦布置阵法, 却没有丝毫的作用, 估计落主他们要被气死。 不过楚汉丰则是将其收了起来。 虽然说, 这阵法有一些缺陷, 但是他的力量却是无庸置疑的。 真正的毁灭天地, 能够做到毁灭一切的地步。 只要这阵盘利用得好, 将来一定有大用。 楚汉丰想到这, 他知道, 这阵法他不会留给妖兽, 也同样不会给人神教和天成老人。 自己独吞, 他不香吗? 而且他跟天成老人也好, 还是妖兽这边, 本来就是左右逢源, 不怎么熟悉。 利益至上, 如今利益足够, 楚汉丰自然是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吗? 他抬头, 觉得自己该离开了。 看了看雷尸瀑布, 再次直接迅速狂奔了出去。 有了第一次, 楚汉丰便有了经验。 在靠近雷尸瀑布的那一刻, 冷却完毕的无敌技能已经准备好。 楚汉丰一声大喝, 直接穿梭在雷尸瀑布中, 从虚空踏空飞了出来。 他刚刚出来, 还没站稳脚步。 雷鼓外面就已经传来一阵闷雷声。 何人闯雷鼓禁地? 这声音便是狂大人的。 一听声音, 楚汉丰便知道对方已经发现了。 快跑, 他大喊道。 楚城主, 找到阵盘梅。 四大统领急促地问道。 等逃出去再说, 楚汉丰摩棱两可地回道。 而此刻的雷鼓外, 黄大人是脸色大变, 而且十分的愤怒。 他在阵盘的四周有放置阵法。 一旦有人接触阵盘, 就会离开激发那连接着他的阵法。 他知道, 有人闯入雷霆瀑布中了。 此刻, 他也顾不上与活祖纠缠。 直接一掌与对方分开, 大喊道。 活祖, 咱们明月再战。 怎么? 这才几招, 就怕了。 活祖冷哼着说道。 他依依不饶, 也看出来黄大人有什么急事, 自然不能如他所愿, 让黄大人安然离开。 该死, 黄大人愤怒他不再有任何的保留, 几只妖虫与自身烙印的神通, 如同发疯般杀了过来。 他宁愿与活祖以伤换伤, 这样能打退活祖, 自己好回去追查阵盘的下落。 雷蒙, 让所有人回去镇守雷鼓, 不允许任何人出来, 也不允许妖兽进去。 黄大人吩咐道, 雷蒙将军在旁边点点头, 只见他右手伸出, 直接一挥。 大鹤道, 撤! 刹那间, 所有的妖宠包括人神教的人, 全部退了回去, 就如同潮水般, 不断地后退了。 而妖兽们看到这一幕, 也没有强行去追寻, 全部都是聚集在一起, 看着活祖与狂大人之间的大战。 毕竟妖兽们刚刚损失惨重, 如今再战, 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 与活祖大战了一番后, 两人皆是浑身伤痕累累。 楚汉丰几人倒也该感谢这活祖, 对方为他们争取了这么多时间, 不过眼看着要离开雷谷了。 雷蒙将军已经带着众人, 将雷谷给封锁了起来。 四位统领, 现在出不去。 雷蒙将军说道, 为何出不去? 夏统领眉头一束, 冷哼道, 我们有要事出去, 雷蒙将军这是何意? 我没什么意思, 只是这是狂大人的命令, 雷蒙将军平静地回道, 我们是来支援你们的, 并非是狂大人的手下。 他的命令对我们无效, 夏统领说道, 四位统领莫让我为难, 雷蒙将军无动于衷, 摇了摇头, 东统领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直接喝道, 那今日我们四人若是非要走, 又如何? 那就莫怪我不客气了, 雷蒙将军寸步不让, 冷声说道, 一百兄弟何在? 怕你不成, 东统领大喝道。 在, 之前带来的一百名御妖师, 瞬间齐声喝道, 随后冲出去, 我看谁敢拦我们, 春统领淡淡说道, 看到四大统领一呼百应, 雷蒙将军脸色难堪, 他冷哼了一声, 说道, 四大统领虽然你们不受我的管辖, 但你别忘了, 狂大人就在前面战斗着, 你们若是违抗他的命令, 就不怕他怪罪吗? 笑话, 没有天绝大人, 你以为我们会来支援你们? 夏统领先是说道, 如今他要是敢杀害我们, 一分一毫, 我看他怎么跟天绝大人交代, 说到这, 夏统领似乎也着急起了, 他还真怕这狂大人突然回来了, 便大喝道, 若是再不让开, 那就格杀勿论, 试试看, 雷蒙将军针锋相对的大吼道, 给我杀, 四大统领同时大吼道, 雷蒙将军被这一声大吼给吓了一跳, 他原本以为, 四大统领就是态度强硬一些, 根本不敢挑起战争的, 这后果是谁也承受不了的, 但是令他没想到, 这四人竟然如此默契, 全部大喊着杀, 你们疯了吗? 雷蒙将军问道, 不过已经没人回答他了, 迎接他的, 只是四大统领同时的攻击该死, 该死, 你们都该死, 雷蒙将军大吼道, 他半步天赋的实力发挥出来, 强大的气势如同排山倒海般, 想要以此来镇压四大统领, 毕竟实力强大的人, 仅仅从气势上就可以压垮许多人, 雷蒙将军便是如此, 神仓级别的强者, 在他的气势下, 实力起码要弱几分, 雷蒙, 其他三大统领微微点头, 没有丝毫的迟疑, 只见四人拉开距离, 手中同时开始结印, 这四人代表的仿佛就是四季, 春夏秋冬, 四种不同的季节就好像四种不同的温度, 春便是万物复苏, 冬乃是一切冰冻, 夏则是酷暑炎热, 秋代表着一切的凋零, 四种不同的意境, 四道印记在四人的手心波动开, 强大的力量席卷一切, 而四位统领的四大印记在这一刻竟然融合了, 就仿佛四季融合, 这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 他们的融合实力是成倍的增加, 四大统领的身影开始层层叠叠, 出现了无数的残影, 刹那间四人好像融为一体, 但又好像是四个分开的独立个体, 雷蒙将军揉了揉眼睛, 感觉眼前的一切变得十分的诡异, 最让他心迹的是, 这四人的气势在融合一起后, 竟然变得十分强大, 一步步的升高, 竟然隐约之间压制住了他这个半部天赋的强者, 这不可能, 雷蒙将军不敢置信地说道, 雷蒙, 世间之事有什么不可能的, 四大统领冷横道, 只是, 你自己井底之蛙, 没有什么见识罢了, 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你不该阻止我们的, 谁的死期还不一定呢, 雷蒙将军同样不甘示弱, 大吼道, 本来妖兽当前, 我们人类应该团结而始, 你们这样制造摩擦战斗, 就算去教主那里, 我斩了你们, 有些好笑, 他们的身影与雷蒙将军战斗杀在一起,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召唤妖虫, 而是以纯粹的御妖师的力量战斗着, 这雷蒙将军烙印了妖魂, 有妖虫的神通, 他本以为自己战斗要占据上风, 却没想到, 对方根本不逊色他, 而且甚至在单纯的战斗中, 已经要压制的他几乎没有反抗之力, 你们这是什么神通, 雷蒙将军问道, 你死了, 我们会稍止告诉你的, 四大统领怒吼道, 他们越打, 这气势就越强, 想要不给雷蒙将军反抗的机会, 直接诛杀他, 雷蒙将军自然也不简单, 他用万千雷霆凝聚手中, 强大的雷霆炮炸开, 将几人的身影彻底地分散, 雷蒙, 别反抗了, 今日你必死的局, 雷蒙将军也不答话, 他目前是下风, 但雷蒙将军知道, 自己只要坚持住, 等狂大人回来, 那么一切都有挽救的机会, 反而会是这些人的必死之局, 他一挥手, 将自己的妖宠全部召唤了出来, 而四大统领这边, 也是抱着速战速决的态度, 将自己的妖宠也召唤了出来, 一时间龙争虎斗, 气势十分地强大, 整个天地间都是妖宠的腥风血雨, 强大的妖宠之间, 都是用吼声证明自己的强大, 仿佛声音越大, 在气势这块, 就越能压制住对方, 除了雷蒙将军与四大统领这边, 其实双方带的人, 也都战斗在一起, 而且一个比一个凶狠, 这一百星翘欲妖师的实力虽然强一些, 但因为人数的大战, 短时间内根本就是分不出胜负的, 无数的妖宠如同洪流般, 在雷鼓的上方战斗着, 喊杀声弥漫在天地间, 至于楚汉风, 他看着混乱的人群, 压根就没有半点犹豫, 他开始朝外面跑去, 这人群中, 他颇有些片叶不沾身的感觉, 楚汉风不练战, 就算有人杀他, 他也不还手, 甚至藏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才算是最安全的, 因为妖兽这边, 还是人神教人类这边, 都是需要这阵盘的, 一个大毁灭阵, 会引起一场大的战争, 楚汉风决定, 把这阵法谁也不给, 就留给自己, 到时候, 他势必要遭到两方势力的追杀, 他也想过, 只要自己躲到了一定的时间, 到时候就回去人黄遇了, 这新妖界的人, 再怎么翻天覆地, 就算挖地三尺, 也找不到他的, 楚汉风一直在跑着, 刚开始, 身后还有人在追他, 结果他越跑越远, 一会儿乘坐啸天, 等啸天累了, 就乘坐荒谷御龙,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究竟跑了多久, 只是后面的追兵越来越少, 直到最后, 一个人也看不到了, 楚汉风实在是累得不行了, 才从啸天的背上摔了下来, 重重地倒在地上, 楚汉风倒在地上, 只感觉十分地困乏, 眼睛强行睁开, 已经是何其困难, 他看向啸天, 说道, 你们多注意一下四周, 让我休息一会, 楚汉风连续几天的狂奔, 体内的妖气因为天地原体的原因, 倒也没有枯竭, 最关键的便是精神上的疲倦, 这种疲倦已经是身体的抗议, 楚汉风也坚持不下去了, 休息没多久, 他便沉沉地睡过去, 而在另一边, 四大统领与雷蒙将军的大战, 已经是最激烈的时刻了, 双方胶着在一起, 狂大人终于与火组分开, 两人都是身受重伤, 狂大人的脸色难堪, 平时两人大战也就算了, 他也尚且不惧, 但是这一次, 如果大毁灭阵法的阵盘都找不到了, 那还打个锤子, 你们要这雷鼓, 让给你们又何妨? 只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跟落主说, 阵盘在他这里丢失, 无论如何他都逃不开关系, 最重要的是, 这一次他们事情做得有些绝, 直接背叛人神教离开了, 那就说明回头路已经很小了, 人神教之所以能支援他, 肯定是有偷取阵盘的想法, 虽然他不知道阵盘是如何丢失的, 但黄大人心里已经有数了, 很有可能是人神教的人偷走的, 当他急匆匆赶回雷鼓时, 看着这漫山遍野战斗的众人, 直接一声大喝, 要是不想死, 就都给我住手, 一声轻喝, 黄大人一掌拍下, 直接几个人当场被拍死, 掌位彻底地爆炸开, 而众人的身影也全部停了下来, 黄大人又是一掌落下, 将雷盟与四大统领的身影也都分开了, 你们想做什么? 造反吗? 黄大人问道, 黄大人, 我们不是你的手下, 你没权利命令我们, 四大统领说道, 原本他们的身影是融合在一起, 为了跟雷盟将军一战, 便用了四技绝杀, 但如今, 当他们的身影分开时, 众人这才发现, 原本的四大统领已经剩余三个了, 而东统领的身影不见了, 他人呢? 黄大人问道, 不知道, 夏统领回道, 话音刚落, 黄大人的身影直接化作一道残影, 下一刻, 已经出现在夏统领的面前, 一把捏住他的脖子, 将其给举了起来, 你想做什么? 其他两位统领被吓了一跳, 警惕地问道, 是不是东统领偷了阵盘, 然后跑了? 黄大人目光威严, 声音也是咄咄逼人, 你们应该知道, 这后果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东统领去啊, 那是他的自由, 我们无权过问, 夏统领回道, 即使自己被对方拿捏在手中, 但夏统领依旧不害怕, 因为他知道, 真正的阵盘是被楚汉风拿走了, 而东统领只是赶回天使城去禀报了, 他们对楚汉风是有防备的, 所以夏统领不会说出来, 而黄大人额头青筋抱起, 他双手微微用力, 随时可以把对方掐死的, 但黄大人也知道, 如果阵盘还在, 自己可以杀死他们, 否则也没事, 但是如今计划失败, 他想重回人神教, 就不能随便杀人了, 因此, 黄大人重重地冷哼了一声, 直接将夏统领扔到一旁, 说道, 先将他们这些人都关押起来, 等我找到阵盘, 再一一算账, 是, 雷盟将军回道, 他一挥手, 无论是那三大统领, 还是其余的心窍欲妖狮, 全部被束缚住, 这些人也没有反抗, 因为他们也都知道, 如今黄大人的脾气, 正在一个临界点, 不杀他们已经是最后的忍耐了, 若是在得寸进尺, 只怕真的要被杀了, 把这些人关押起来后, 雷盟跟随着黄大人, 来到了雷霆瀑布前镇守这里的七人, 全部被杀了, 雷盟将军看了看四周, 说道, 这是死的连尸骨都不存, 那就证明, 应该是抛尸瀑布下面了, 你的妖气一直佩戴在身上, 黄大人问道, 此地只有他与雷盟将军能进入, 他是以绝对的实力, 而雷盟将军则是靠着雷属性的妖气, 没错, 这妖气, 我视若生命, 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怎么可能让别人拿去呢, 雷盟将军连忙摇头, 他是绝不承认, 对方进入雷池瀑布, 乃是他的问题, 这锅太大了, 他可背不起, 那就进去看看吧, 狂大人回道, 他大手一挥, 属于天府境, 强大的妖气纵横而出, 并且不断地激荡着, 轰隆隆, 虚空都裂开, 而雷霆瀑布被强大的力量给分裂开, 只见那雷霆瀑布被隔离出一个两米高的入口, 雷盟将军跟随着狂大人一同踏空而入, 进入到山洞内, 两人第一时间便看到了头顶, 楚汉风一拳砸的大洞, 终究还是来晚了, 雷盟将军回道, 而狂大人则闭着双眼, 似乎是沉思着什么, 许久之后, 他猛然睁开双眸, 一缕紫色的电弧从其中迸发而出, 我要去教主那里, 赴京请罪, 听到狂大人的话, 雷盟有些惊诧, 背叛这种事, 去赴京请罪, 教主若是不愿意, 可能会直接处死, 大人三思啊, 雷盟将军提醒道, 就这样了, 趁现在还有挽回的地步, 狂大人说完后, 雷盟将军紧跟着问道, 那这雷鼓呢, 还要不要镇守, 镇守什么, 全部撤退, 狂大人回道, 等我的消息, 若是一切安然无事了, 咱们再聚集, 楚汉风缓缓睁开双眼, 他睡了一觉, 只感觉身心轻松, 整个人都放松了许多, 不过让楚汉风诧异的是, 自己并不在那片草丛中, 而是在一间房子里面, 这房子的布置很简陋, 里面只有一张床, 和一张梳妆的桌子, 不过这里面却是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空气中有股淡淡的清香味, 楚汉风急忙坐起身, 他微微皱眉, 喊道, 笑天, 自己怎么来到这的, 他都不知道, 似乎是听到了声音, 房门被打开, 你醒了, 房间的大门被打开, 只见一名女子, 缓缓走了进来, 这女子长相清秀, 穿着一件粗布麻衣, 不过衣衫干净整洁, 身上还有股很清淡的香味, 身后扎着一个马尾辫, 你是谁, 笑天哪, 楚汉风皱眉问道, 你是说那只狗啊, 他在院子里看家呢, 女子笑道, 他的手里端着一个盘子, 这盘子上正放着一碗粥, 以及一些小菜之类的, 先吃饭吧, 女子说道, 我叫王莹, 是这临海村的女子, 那天看着你从河流上方飘过来了, 所以便救了你, 河流上飘流过来的楚汉风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不知道自己睡觉的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当时累到了极致, 从雷鼓逃跑出来, 他是一刻也不敢停, 就怕狂大人追来, 到时候是必死无疑, 哪怕有死时的复活也没用, 实力不如人, 复活多少次都没用, 所以楚汉风跑得很疯狂, 一连几天几夜, 连自己的妖虫都累了, 他能不累吗, 所以他睡过去后肯定发生了什么事, 笑天他低声喊道, 这时候院子的笑天也听到了他的呼喊, 从门外跑了进来, 一看笑天, 他发现, 笑天的身上有许多密密麻麻的伤痕, 而且都是一些心伤, 楚汉风这才细细感受了一番体内的妖脉, 那独属于笑天的第一条妖脉, 此刻确实轻微地受伤了, 不过伤势并不严重, 所以楚汉风刚刚没有感受出来, 或许是, 之前有一些伤势, 但在他沉睡的这段时间, 妖脉自行恢复, 然后治疗好了笑天, 你快躺下吧, 我刚刚见到你时, 怎么叫你, 你都不行, 我还以为死了, 要不是你还有呼吸, 女子王莹说道, 谢了, 楚汉风回道, 不用, 先吃饭吧, 王莹说道, 楚汉风倒也没有心思吃饭, 不过对方做了饭, 他不吃倒是有些不礼貌, 便端过来粥, 一边吃, 一边问道, 这林海村是哪里啊, 什么哪里, 王莹似乎还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位于四大狱的哪个方向, 楚汉风仔细地解释道, 雷, 火, 风, 与四狱, 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这里是雨狱, 王莹连忙点点头, 我们林海村靠近大灾海, 这里常年下雨, 自然是雨狱了, 没想到竟然来的雨狱, 楚汉风低难了一声, 不过这样也好, 起码不去雷狱和风狱, 在这里没什么认识的人, 也没有仇人, 能够好好休息一阵子了, 只要等到时间足够了, 他便能够回到人黄狱, 到时候, 一切危机都解除了, 想到这, 楚汉风倒也觉得, 目前的处境还算不错, 而他喝完粥, 王莹也说道, 你刚刚醒了, 身体应该还很弱吧, 不如就多多休息, 我要出去打鱼, 今晚回来给你熬一汤, 麻烦了, 楚汉风摆摆手, 看着王莹离开房间, 他才朝笑天, 问道, 我沉睡的这段时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笑天在嗯嗯嗯着, 虽然妖宠不能开口说话, 但他与御妖师的心念是相通的, 笑天的意思楚汉风也能够大概明白, 所以没一会儿, 楚汉风内心便有底了, 在他沉睡的时候, 有人神教的御妖师找到了他, 不过, 好在笑天发现得早, 一直带着楚汉风逃跑, 也不恋战, 就这么, 笑天的身影有了许多的伤痕, 这也是由来, 而后来, 笑天便遇到了一条湍急的河流, 当时他无路可逃, 只能带着楚汉风跳进河里, 然后阴差阳错之下, 竟然来了雨雨, 来到了这临海村, 人神教的人是怎么找到我的? 楚汉风问道, 当初他逃跑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只是胡乱跑着, 想要距离雷雨越来越远, 没想到人神教的情报信息这么强吗? 楚汉风猜测不出来, 又问道, 如今已经过去几天了, 十三天了, 楚汉风微微皱眉, 他不知道, 萧英雪与齐少风两人目前如何了, 当初从青蛇城离开, 两人目前应该还没危险吧, 只希望两人能尽快离开青蛇城, 找个地方躲起来, 而且自己与白大人关系不错, 就算有什么, 起码不会为难这两人的, 想到这, 楚汉风也心安了, 决定在这住下来, 他将大毁灭阵法的阵盘取出来, 如今方才有机会仔细端倪起来, 五行八卦, 其中以方位为主, 八门之中, 此阵法连生门都不留, 这就是不给闯阵之人活路啊, 小子, 好霸道的阵法, 死灵老人的声音也响起来了, 怎么? 楚汉风问道, 可惜有残缺, 你若是能补全这阵法, 别说天府级别的强者了, 只怕是在高一两个等级的御妖师, 也能够杀死, 我之前还觉得, 这阵法的范畴应该在天府级别这一层次, 老夫也算是见过无数阵法, 绝对不会看错的, 很古老的阵法, 绝对是古老的杀阵, 死灵老人说道, 那如今看来, 我费了这么辛苦, 可没有白费, 楚汉风笑道, 对了, 你这突然出来, 有什么事情吗? 老夫是感知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东西, 死灵老人笑道, 想不想知道, 你的妖宠美猴王, 想要进阶齐天大圣, 需要什么采样? 死灵老人突然问道, 怎么? 楚汉风微微皱眉, 这个条件因为太苛刻了, 所以被他短时间内放弃了, 不过他可没有放弃, 一颗灵际级别的天妖神珠, 天地五行石, 万寿雪, 神通果, 以及造化仙业, 哪怕对于如今的楚汉风来说, 这五种东西依旧毫无头绪, 没错, 万寿险, 老夫敢知道了, 死灵老人笑道, 真的, 楚汉风有些激动, 这五样东西, 没有一样可是让人省心的, 不过听到死灵老人的笑容, 楚汉风也冷静了下来, 说吧, 这一次想要什么? 楚汉风可是从来不会觉得, 这死灵老人会平白无故帮他忙, 不过, 两人也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这一点, 倒是不需要担心什么, 像那种什么都不要的人, 反而会让人担心目的不纯, 我接下来要的东西, 可能有些贵重, 死灵老人笑道, 不如这就算个人情, 你先欠着, 到时候一起还给我, 如何? 可以, 不过, 我也先说好了, 楚汉风回到, 我能还的人情, 都是我的能力范围以内, 若是我做不到的, 这人情不要也罢, 小子, 你放心吧, 这事情, 你肯定能做到, 死灵老人笑道, 在楚汉风听不到的声音, 死灵老人又低声补充了一句, 就算你做不到, 你爸也可以啊, 子债复还嘛, 我比较好奇, 你是如何感知到的, 楚汉风好奇地问道, 他见过感知力强的, 便是之前齐少风修炼的感知术, 但那种感知术, 只能感知到生命气息, 其他东西却不行, 小子, 你知道原神不, 死灵老者问道, 楚汉风摇了摇头, 只听死灵老人解释道, 等你到了这种境界, 就会明白, 感知是最基础的, 所以, 感知对我而言, 不算很难的事情, 我虽然肉体被毁, 但是原神和残魂却都还在, 楚汉风听得一知半解, 不过他知道, 这一切应该与原神有关, 只是他自己没体验过, 如今也不能彻底明白, 你说的万寿血在哪块? 楚汉风这才问起了正事, 林海村往南三公里处, 那片地域有很狂暴的力量, 死灵老人说道, 而且血液的交融程度而言, 应该是万寿血, 对了小子, 你知道什么是万寿血吗? 万寿血, 应该是一种很强大的妖兽血脉吧, 楚汉风问道, 错了, 所谓万寿血, 其实是许多妖兽的血脉融合, 从而形成的一种变异血脉, 死灵老人解释道, 很久以前, 有人修炼了吞噬血脉的功法, 从那以后, 便有了万寿血的说法, 据说万寿血脉最精华的那一滴血, 便是万寿血, 原来是这样, 楚汉风觉得自己长姿势了, 那我明天去探查一下再说, 顺便再问问这林海村周围的地形, 楚汉风从房间走出来, 发现这王寅居住的地方, 十分地简陋, 只有一间房子, 而做饭的地方, 都是在院子中, 院落的围墙已经坍塌了一小半, 他走出院落, 环视整个林海村, 这村庄就是一个靠近不栽海, 以捕鱼为生的小村庄, 因为林海的缘故, 空气中的湿气很足, 楚汉风走了一圈, 村内的人对他都十分地好奇, 不过也没人上来打招呼, 楚汉风也发现, 这里居住的都是一群凡人, 竟然连一个御妖师都没有, 看来这里地处偏僻, 根本没人会修炼, 傍晚时分, 楚汉风在院子里, 而王寅捕鱼回到了家中, 看到楚汉风, 他连忙说道, 你怎么出来了, 不知道重伤要多休息吗? 不需要, 我已经没事了, 楚汉风笑道, 他抬头看了看, 只见王寅背着一个木框, 这框里面装满了水, 五六条很大的黑鱼在其中翻涌着, 你休息吧, 我给你烤鱼, 顺便再熬鲜鱼汤, 王寅说道, 他取下木框, 轻车熟路地来到了旁边的铁锅前, 熟练的生火开始烧水, 迅速清理黑鱼, 然后一边烤鱼, 一边熬鱼汤, 你的家人呢? 楚汉风在一旁问道, 他们都不在了, 王寅笑道,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村里人都心地善良, 就连父母长什么样, 我都不记得了, 说到这, 王寅表情平静,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他的手艺很不错, 没一会儿功夫, 这烤鱼已经滋滋滋地散发出香味, 而鱼汤也咕咕咕地滚了起来, 快吃饭吧, 王寅笑道, 你离开过临海村吗? 楚汉风问道, 这周围都去过, 王寅笑道, 不过没有离开太远的地方, 那你知道南边有什么吗? 楚汉风又问道, 南边啊, 那里有一座岛屿, 我们都叫它孤岛, 王寅解释道, 之前那里本来不是岛屿, 但有一次布栽海泛滥, 波涛汹涌拍击, 将一大片陆地给分离开, 所以那被分离的大陆变成了孤岛, 那你去过孤岛吗? 楚汉风又问道, 之前去那里捕鱼, 不过前段时间孤岛被封禁了, 一般人进不去, 王寅说道, 楚汉风吃着烤鱼, 满嘴流油, 还别说, 这鱼很新鲜, 味道鲜美, 确实不错, 封禁, 谁封禁的呀? 前段时间来了一群人, 就将那里封禁了, 他们看上去可凶了, 我们也不敢打扰, 王寅说道, 只希望他们尽快离开吧, 楚汉风听到这, 则是微微皱眉, 目前看来, 这陵海村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平静, 他决定明天去看看, 吃完饭, 晚上睡觉的时候, 因为这王寅家只有一个房间, 楚汉风便让他睡床上了, 而自己则在院落中休息起来, 毕竟自己根本就没受伤, 睡到半夜, 突然砰砰砰的声音响起, 只听有人剧烈地敲着门, 楚汉风猛然睁开双眼, 他微微皱眉, 因为这敲门声很大力, 而且看上去, 似乎有许多人, 脚步声也很凌乱, 王寅丫头, 快些开门, 王寅也被吵醒了, 他走出院落, 打开门, 只见有十几名村民走了进来, 他们都是临海村的村民, 王寅也都认识, 便问道, 村长, 有什么事吗? 众人都是一脸的男色, 你说, 有人推了旁边的人一下, 你为什么不说? 几人争论了一下, 最终还是村长咳嗽了几声, 将所有人的吵闹都压住了, 行了, 我说吧, 村长抬起头, 看向王寅, 叹息道, 王寅丫头, 河神那边降下旨意, 供奉要开始了, 一听这话, 王寅脸色苍白, 供奉是已经交了, 但往年都是一年一次, 而如今和神的要求, 供奉越来越频繁了, 村长摇头叹息道, 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本来这一次, 应该轮到三喜家了, 但三喜的女儿, 之前坠入不灾还已经死了, 所以, 自然而然轮到你身上了, 村长说到这, 看向王寅说道, 你还有一晚的时间, 有什么事情, 就今早了结吧, 等明天一早, 记得沐浴焚香, 随我们去见和神吧, 是啊, 王寅丫头, 反正你是孤儿无牵无挂的, 旁边有人劝解道, 看开点吧,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王寅没有说话, 他沉默了许久, 脸色依旧十分的苍白, 回道, 诸位, 还是请回吧, 我想静一静, 村长抬起手, 想要说些什么, 最终还是沉默了下来, 他带着一群人全部离开了, 不过楚汉风听得出, 他们并没有完全离开, 还有一部分人守在附近, 恐怕是担心王寅逃走吧, 王寅关了门, 有些发呆地坐在院落中, 怎么了, 楚汉风的声音响起, 没, 没什么, 王寅脸色有些不自然地回道, 什么河神, 什么供奉的, 我都已经听到了, 楚汉风问道, 王寅沉默了少许, 方才说道, 我被选为河神的供奉之物了, 我们这临海村因为靠近不灾海, 常年以捕鱼为生, 这条不灾海便是我们的实物来源, 不过, 不灾海的名字虽然是不灾, 但不过是, 我们启明希望的寓意罢了, 不灾海经常有风暴汇聚, 曾经有无数村民被席卷进去, 死无葬身之地, 甚至不灾海中, 还有大鱼食人, 总之异常恐怖, 几年前, 我们临海村来了一位河神, 他自称能够掌管这片海域, 只要我们每年按时进贡给他供奉, 他就保证我们风调雨顺, 无灾无难, 这世间还有这种河神, 楚汉风孝道, 起初村民也有些疑惑, 不过我们进贡以后, 竟然真的没有灾难了, 不灾海十分的平静, 没有风暴, 也没有大鱼食人, 不过就是这河神的供奉之物, 让人有些难以启齿, 他要的供奉必须是年方十八的少女, 听到这话, 楚汉风冷笑了一声, 这是哪门子河神, 不就是妖兽作怪吗? 只是这妖兽应该是谁属性的, 所以能呼风唤雨, 召唤海啸, 甚至偶尔吃人, 而这临海村的人全部是凡人, 所以对于妖兽的认识并不准确, 楚汉风也了解过, 这里的人有些封闭式地生活着, 没有出过远门, 所以对于外界的信息了解得不够透彻, 你快离开吧, 别到时候因为我, 连累了你, 王英说道, 那你呢? 楚汉风问道, 我可能这就是命吧, 王英摇头笑道, 村子里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每家每户都有将女儿献给河神, 明天供奉, 祭拜河神, 我与你一同去吧, 楚汉风说道, 你去做什么? 王英好奇地问道,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楚汉风笑了笑, 他拍了拍王英的肩膀, 稍微一用力, 王英直接昏睡了过去, 楚汉风看了看他的身影, 低声说道, 也罢, 你救了我, 而且心地善良, 也算是你我之间, 结了一个善因吧, 楚汉风一挥手, 荒谷御龙的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没有弄得气势很大, 免得惊动了外面的村民, 低声吩咐道, 你去查查这条不在海里面的妖兽吧, 天亮之前回来, 荒谷御龙的身影, 直接隐没在苍穹中, 一夜无雨, 苍穹上月亮如圆盘, 一夜的繁星璀璨夺目, 楚汉风伸了一个懒腰, 缓缓睁开眼睛, 而王英已经沐浴完毕, 穿着一件崭新的红色长裙, 两名婆婆给他精心打扮了一番, 还别说, 这王英的长相起码能给打个七分, 尤其是打扮过后, 给个九分倒也不过分, 而在临海村外, 人们已经开始敲锣打鼓起来, 给和神供奉的这一天, 必须是欢快的敲锣打鼓, 尽管众人的脸上并没有多少的喜悦, 一个妙龄少女即将死去, 这临海村的人已经见到了很多次, 但依旧难以释然, 他们知道, 但凡被供奉送给和神的女子, 从来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 昨晚睡得怎么样, 楚汉风笑道, 挺好的, 王英抿嘴回道, 他的脸上看不见多少悲伤, 似乎已经是习惯了, 而黄谷玉龙早在黎明的时候, 就已经回来了, 楚汉风跟在大部队后面, 他与王英说话时, 两旁搀扶王英, 之前给其化妆的老婆婆提醒道, 小伙子, 等会去了海边, 可严谨说话, 你记住了, 要不然和神怪罪下来, 谁也承担不起, 放心吧, 我正好想会会这和神, 楚汉风笑道, 众人一路浩浩荡荡, 敲锣打鼓, 两旁的树上还是张灯结彩, 无数的礼花在虚空中漂浮着, 而王英身穿红裙, 头上还带着一顶红盖头, 只见他走在最前方, 当供奉的大部队到来, 只见不在海的海面上顿时波涛汹涌, 轰隆隆, 海面的风暴汇聚, 强大的威势暴动着, 一股股龙卷风暴不断地怒吼着, 所有人只感觉仿佛是海神震怒般, 脚下大地都在颤抖, 这种力量仿佛不是人力, 只有神力可以做到, 这让众人更加地敬畏了, 众人兢兢战战地走了过来, 只见村长走到最前面, 大喊一声, 跪下, 全场的村民除了楚汉风外, 所有人全部跪了下来, 这也让楚汉风看上去十分的显眼, 你做什么, 想害死我们吗, 快给河神跪下, 我这一生, 除了父母外, 连天地都不跪, 他也配, 楚汉风不懈地说道, 村长还想提醒, 不过此刻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波涛汹涌的大海中, 隐约之间有一道巨大的身影, 缓缓浮现而出, 楚汉风抬头看去, 目光盯着那其中, 那海水泛滥中, 有一朵朵的浪花席卷着万千风暴, 汹涌澎湃地拍劲来, 只听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海水中有一双眼睛似乎在盯着他, 那眼睛呈现血红色, 是河神, 大家都低头, 不要只是河神, 这是大不敬, 村长第一个将头低下, 说道, 所有的村民看到这一幕, 也不敢提醒楚汉风, 都是战战利利地趴在地上, 在这风暴之中, 大海仿佛在发怒, 这种力量, 绝非人力可以做到的, 楚汉风双眸中, 命运之谋闪烁, 看来荒谷玉戎的情报, 没有错了, 见了本神, 竟敢不跪, 那汹涌澎湃的海水中, 新红的双眸盯着楚汉风, 冷声和斥道, 你算什么神啊, 伪神吗, 楚汉风笑道, 估计连伪神都算不上, 只会装神弄鬼罢了, 你疯了, 快给河神道歉, 村长在一旁大喝着提醒道, 愚昧, 楚汉风冷哼了一声, 不过是一只黏鱼腰罢了, 若真是护卫一方的河神, 怎么会吃人呢, 听到楚汉风的话, 村民们只觉得他要疯了, 这不在海中的河神也是怒吼着, 他呼风唤雨, 波涛先翻天穷而起, 在苍穹上凝聚出一个大手的形状, 直接朝楚汉风拍了过去, 只听轰的一声, 重重地爆炸传来, 整个海岸都震动起来, 而楚汉风的位置, 正是爆炸的中心点, 临海村的村民们, 吓得一个个躲在旁边, 这家伙死定了, 触犯了河神, 绝对会受到惩罚的, 可惜了, 大好的年龄, 听说是王英救下的他, 估计他也是想报恩吧, 众人议论纷纷, 不过当波涛的拍机落下后, 楚汉风的身影竟然平安无事地站在其中, 他拍了拍身上的水珠, 笑道, 神藏镜的妖兽啊, 刚好是是手, 给我滚出来, 楚汉风直接踏空而起, 这人, 这人会飞, 莫非这是仙人, 据说咱们人类中曾经就有可以修炼的存在, 只是咱们从未见过罢了, 我还听说, 咱们临海村外面的世界辽阔无垠, 修仙的各种鬼怪仙人皆是, 那你说, 这河神会不会是什么惊怪, 有人试探地问道, 旁边的人瞬间瞪了他一眼, 莫要胡说, 众人此刻抬起头, 只是凝神摒弃地看着不在海内, 楚汉风直接一道允星指落下, 只听轰的一声, 无数的激流暴湿而出, 整个大海都爆炸开, 那巨大的身影被迫现身, 众人这才看清楚, 这竟然是一条通体黑紫色的鲶鱼, 这鲶鱼有千米长, 两只眼睛是椭圆形的, 身上的鱼鳞如同钢铁般, 散发着淡淡的幽光, 与其如同屏风般, 四周的水流在他身下旋转起来, 这, 这是河神, 村民们也是大吃一惊, 眼前的怪物, 可是半点都与河神不匹配啊, 都看好了, 妖兽罢了, 也敢装神弄鬼, 楚汉风猛哼道, 小子, 你多管闲事, 鲶鱼妖脸色难堪地说道, 我吃我的人, 你走你的路, 我们本户不相反啊, 可惜啊, 你吃的人, 乃是我的救命恩人, 楚汉风回道, 既然如此, 你带他走, 我不吃他便是了, 鲶鱼妖兽说道, 我这人, 一旦成了敌人, 那必须一棒子打死, 没有弹河的可能性, 楚汉风摇头说道, 本神已经一退再退, 你非要鱼死网破是不是, 鲶鱼妖问道, 首先第一, 你不是神, 第二, 你这条鱼必死, 但我这往却未必破, 楚汉风冷哼一声, 强大的力量不断地盘旋在周身, 他一挥手, 荒谷御龙强大的气息弥漫开, 随即便是带着暴潮泛滥, 电闪雷鸣的庞大身躯杀了过来, 龙, 快看是龙, 有人看到这一幕, 大喊道, 临海村的村民全部跪拜下来, 一个个虔诚地看着荒谷御龙, 在他们的认知中, 龙那都是传说中的图腾神兽, 如今亲眼所见, 一个个虔诚又跪拜, 也算是情有可原, 荒谷御龙穿梭而过, 直接掀起一阵的无尽风暴, 这风暴汇聚之处, 海水如同海巢般, 汹涌澎湃的拍击而来, 轰隆隆, 轰隆隆, 苍穹仿仿佛都要被撕裂, 荒谷御龙的尾巴抽在鲶鱼腰的身上, 这鲶鱼腰痛得大叫, 但并未受到真正的伤害, 因为这鲶鱼腰的身体表面, 有一层粘膜, 仿佛能以泄力的方式, 将所有的攻击都反弹开, 荒谷御龙怒吼一声, 修长的龙尾想要缠绕住鲶鱼腰, 谁知对方的身上黏膜光滑, 直接从他龙尾的缠绕处逃了出去, 鲶鱼腰也开始了反击, 他的身躯表面, 无数根细小又尖锐的利刺, 开始脱离身体, 然后一点点地漂浮在四周的虚空中, 杀, 鲶鱼腰一声怒吼, 所有的尖刺全部暴射而出, 别看这些尖刺很细小, 但是他们的攻击力很强, 连荒谷御龙的龙铃都能刺传, 而荒谷御龙此刻也愤怒了他, 直接开启本相狂化, 雷霆之力在周身缠绕着, 强大的雷霆不断地批斩在虚空中, 轰轰轰, 无数的浪花被击飞了出来, 波涛汹涌抬积着海面, 不灾海仿佛更加地暴动了, 本相狂化的荒谷御龙搅动着漫天风云, 气势越来越强, 该死, 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鲶鱼腰冷哼了一声, 随即头也不回地朝远处游去, 是的, 他怂了, 他知道, 御妖狮可不仅仅只有一只妖虫, 楚汉风还没有发挥全部的实力, 鲶鱼腰的头顶一颗蓝色的妖壳在旋转着, 强大的水系力量爆发而出, 随着妖河的力量爆发, 鲶鱼腰逃跑的速度更快了几分, 河神逃跑了, 有人吃惊地说道, 什么河神? 那就是个妖怪, 是神龙大人把我们赶走了妖怪, 旁边有村民立刻提醒道, 这些村民也是个顺风的墙头草, 谁厉害便站在谁的这边, 不过楚汉风也没有理会他们, 他追着鲶鱼腰逃跑的身影而去, 这鲶鱼虽然头顶腰和笼罩, 速度如长虹贯日无比, 但是荒谷玉龙的速度要更胜一筹, 强大的力量以催枯拉朽之姿贯穿长虹而来, 轰隆隆,轰隆隆, 虚空都被破碎, 楚汉风如同骑龙的战士般, 长发被冷风吹拂而起, 很快, 荒谷玉龙便追上了鲶鱼腰, 你当真不留活路, 鲶鱼腰大怒道, 楚汉风冷哼一声, 他没有回答对方, 只听荒谷玉龙的龙银声响起, 强大的力量催枯拉朽杀来, 轰的一声, 强大的力量爆发出, 荒谷玉龙口吐雷霆, 直接劈在了鲶鱼腰的身上, 虽然说对方身上的鲶鱼很特殊, 能够泄力, 但这力量也要在他的承受范围以内, 很明显, 这接连几道雷霆下, 鲶鱼腰已经撑不住了, 身上的黏膜开始脱落, 而荒谷玉龙又是一个炼鱼空间, 直接将四周的虚空都给封锁住, 根本不给鲶鱼腰逃离的机会, 鲶鱼腰大怒直接扑杀过来, 与荒谷玉龙厮杀在一起, 似乎是知道必死无疑了, 竟然带着一些狠辣, 想要同归于尽, 可惜, 荒谷玉龙若是其他妖宠, 两兽同境界, 谁强谁弱还真不一定呢, 但荒谷玉龙在龙族中都属于顶尖的那一种, 怎么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鲶鱼腰就能杀死的呢? 最终, 在一阵猛烈的攻击下, 鲶鱼腰满身伤痕, 重重地从虚空中坠落而下, 楚汉风也没有要杀死他, 而是抓住鲶鱼腰乘坐着荒谷玉龙朝领海村而去, 此刻, 在海岸上, 领海村的人正在恭贺着亡营, 救了一个仙人, 没过多久, 有人大喊道, 大家快看, 那仙人回来了, 他成龙回来了, 众人连忙抬头看去, 只见楚汉风从荒谷玉龙的背上踏空降临, 而他右手一挥, 将鲶鱼腰已经重伤的尸体扔到地上, 说道, 都看看吧, 这就是你们祭拜的河神, 听到这话, 村民们原本是吓得远远的, 此刻, 禁不住好奇, 有几名胆大的开始小心翼翼地靠近, 想要看看鲶鱼腰, 终于, 当他们靠近后, 发现这鲶鱼腰并不凶悍, 已经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了, 乡亲们, 快来看啊, 这鲶鱼腰怪没什么好怕的, 有人甚至抓住石块, 直接朝鲶鱼腰扔了过去, 砰砰砰, 这一下子, 这些乡亲们都仿佛找到了宣泄口, 不断地殴打着鲶鱼腰, 显然, 这是一个引起群奋的事情, 楚汉风也没有管, 反正这鲶鱼腰是要死的, 他走到王英的面前, 问道,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王英看着他, 说话都有些结巴, 似乎感觉十分的陌生, 你之前救了我, 现在我救你, 我们两清了, 楚汉风笑道,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谢谢你, 王英说道, 你不单单救了我, 还替我们村子杀了妖怪, 楚汉风微微摇了摇头, 等到村民们泄愤完了之后, 他也是手起刀落, 直接将鲶鱼腰杀死了, 而对方神葬的妖和, 自然被他给挖了出来, 村民们在欢呼着, 他们围着楚汉风, 十分地好奇, 但又不敢靠近, 内心始终有一丝敬畏的存在, 楚汉风摆摆手, 说道, 大家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 吃完饭再走吧, 村长说道, 我跟王英说几句话, 便会离开的, 大家都回去吧, 楚汉风摆摆手, 他是不想跟这些人打交道, 这都是墙头草, 若不是王英的缘故, 他也懒得搭理这个村庄, 听到楚汉风的话, 村民们虽然有些遗憾, 但还是朝村内开始回去, 而楚汉风看向王英, 你想成为御妖师吗? 御妖师, 王英有些疑惑, 这个新词汇, 就是像我一样的仙人吧, 只是我们将这个职业, 叫做御妖师, 只要强大的御妖师, 或许才可以成为仙人吧, 楚汉风解释道, 我可以吗? 王英问道, 我传你一篇打通妖脉的功法, 留给你第一只妖宠弹, 剩下的就交给你自己了, 楚汉风说道, 王英激动地点点头, 妖宠弹这块, 楚汉风倒也不缺, 他之前杀死了许多人, 名贵的妖宠没有, 但是普通的妖宠弹, 还是有许多的, 当然, 这其中还有一些功法, 他用了半天的时间, 简单教会了王英修炼, 楚汉风才准备离开, 这王英的天赋不错, 而是资质很好, 估计将来若是不陨落, 也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御妖师, 起码守护着陵海村, 就足够了, 看着楚汉风成龙离去的背影, 王英知道, 可能两人这一生都不会再相见了, 有些人, 注定是你人生的过客, 你要平平安安地, 王英低声说道, 乘坐着荒谷御龙, 楚汉风直接朝孤岛的方向去, 他也是打听清楚了, 这孤岛可不一般, 之前被封锁之后, 近些日子经常发现一遍, 那四周的海水, 如今已经变成了血水, 也不知道有人究竟在上面做什么, 楚汉风在靠近孤岛后, 便将荒谷御龙给收了起来, 这目标太大了, 只怕还潜入孤岛中, 就被对方给发现了, 来到孤岛四周的海域, 楚汉风遥望了一番, 果然, 这海水是血红色的, 而且有一股腥味刺鼻而出, 这周围有许多的废弃船只, 四周不见任何的身影, 除了孤岛, 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楚汉风想了想, 直接找了一个废弃的偏周, 这偏周还能滑水, 他便坐在偏周上面, 静止朝孤岛而去, 楚汉风觉得白天目标太大了, 特意选择在晚上的时候, 在快要靠近孤岛的时候, 楚汉风发现了一些尸体, 都是一些妖兽的尸体, 他们的血液已经流干了, 变得如同干尸般, 不然,他听到了说话声, 连忙腹在整艘偏周上, 以免被远处的灯塔给发现了, 你们那边什么时候结束啊, 已经快要结束了, 这南边的阵法结束以后, 咱们也能轻松一段时间了, 谁说不是呢, 忙忙碌碌好几个月了, 连个宝教都没睡好, 几人的声音响起, 孤岛四周, 有海浪波动, 倒也显得不明显, 若不是楚汉风靠在岸边, 十分地靠近, 其实也听不到声音的, 他看着两道黑影缓缓消失, 两人交谈的时间很短, 更像是巡逻时擦肩而过遇见了, 随口说了几句, 楚汉风也不确定, 这些人是不是人神教的, 不过他唯一能确定的, 便是这些人都是御妖师, 这地方肯定不简单, 楚汉风原本是想找万寿雪的, 没想到竟然有意外收获, 因为刚刚躲在水中, 全身已经是湿漉漉了, 他从水里面躺出来, 小心翼翼爬到了岸边, 旁边有灌木丛, 他先是从戒着中, 取出一件干净的换洗衣服, 悄悄穿上以后, 感觉才好了许多, 楚汉风开始打量起这座孤岛, 这里晚上有人巡逻, 似乎是两队人马, 一队巡逻南边, 一队巡逻北边, 楚汉风仔细观察了一番, 发现这南边的一队人, 巡逻得特别警惕, 什么地方都要看一些, 而北边的这一队人, 则相对于放松一些, 更多是完成任务般, 于是他决定从北边作为切入口, 开始混进去, 先是隐藏于灌木丛或者草丛中, 这夜色漆黑倒也方便了楚汉风行事, 他一路躲躲藏藏, 倒也安全, 楚汉风走了一段路程后, 在前面发现了密密麻麻的无数帐篷, 数了数帐篷的数量, 楚汉风便明白, 只怕来这孤岛的御妖师, 起码有一百名了, 他不敢靠近这些帐篷, 以免打扰到里面的人, 低声问道, 你感知的万寿写在哪块呢? 死灵老人低声回道, 就在这附近, 少许之后, 死灵老人的声音响起, 感知到了, 就在帐篷的中心处, 听到这话, 楚汉风微微皱眉, 这些帐篷的搭建应该是提前规划好的, 顺着万寿学所在的位置环绕而搭建的, 这样的话, 那想要进入, 可谓是难上加难, 他冥思苦想着, 楚汉风都没法用一个不被发现的办法进去, 于是, 他决定待在原地, 找了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 天亮了之后, 再看看具体的情况, 他找了一棵树, 楚汉风正好能完美地藏身, 当第二天早上, 阳光落在所有的帐篷上后, 这里面的人也都穿衣, 开始起床, 楚汉风发现, 这些人穿的都是人神教统一的长袍, 他内心也就有底了, 这些既然都是人神教的人, 那么按照推算, 应该就是落主的部下了, 狂大人目前在雷狱, 忙得不可结交, 根本不可能来与狱的, 说起来, 楚汉风跟着落主打的交道最多, 但还没有亲眼见过彼此呢, 只怕这落主还在准备大毁灭阵法吧, 而他不知道, 阵盘已经被自己给偷了, 而狂大人更是背叛他, 准备跟教主赴经请罪, 这些人起床后, 排成一个个小队, 总共十小队, 每一队有十人, 楚汉风在树上看得是清清楚楚, 只见一名身材魁梧, 走路龙形虎步的大汉在前方, 他指挥着一切, 这些御妖师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他们从早上开始就练习凝聚阵, 每一天, 大概能凝聚几千枚阵阵, 而且, 还有人负责刻画阵法的阵线, 这些人都是有预谋的, 楚汉风看不懂, 因为对方布置的阵法, 已经超过了他的认知范围, 他便询问死灵老人, 问道, 你看得懂吗? 是召唤阵法, 死灵老人看了一会儿, 直接笃定说道, 召唤阵法, 楚汉风一愣, 虽然说阵法的名字很简单理解, 但他, 也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阵法, 没错, 召唤阵法是特殊阵法之一, 它不像其他阵法一样, 只要学会刻画阵线, 凝聚阵印, 就能够布置了, 召唤阵法最重要的, 乃是召唤的戒指, 死灵老人解释道, 只有拥有戒指, 才能布置成功召唤阵法, 他们这是想召唤什么呀, 楚汉风有些疑惑, 这个只怕,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不过看着规模, 召唤的东西, 应该不简单, 小子, 你小心点, 死灵老人提醒道, 他们现在, 正在祭拜着召唤物,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能够完成了, 那在召唤物完成之前, 咱们必须得手离开, 楚汉风说道, 这就是你的事了, 老夫只能帮你赶置一下位置, 死灵老人回道, 他是残魂的状态, 不可能指望他去战斗, 当然, 楚汉风也是从来没指望过他, 楚汉风一时间有些进退两难了, 强闯, 他的实力只怕不够, 若是撤走, 现在也不行了, 周围这么多余妖师, 他但凡有一点动作, 只怕都会被捕捉到, 楚汉风觉得静观其变, 接下来的三天, 他便一直待在这棵树上面, 只见这些御妖师, 每天都做着重复的事情, 刻画阵线, 凝聚阵硬, 楚汉风原本以为, 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想到第三天的下午, 在孤岛的四周, 海浪突然发生了变化, 好像有什么不速之刻来了, 整个孤岛的人都神情紧绷, 在孤岛四周, 轰隆隆的声音不断响起, 楚汉风感觉, 整座孤岛都在漂浮着摇晃起来, 紧接着便是波涛有千米之高, 开始不断地汇聚在这上空处, 仿佛要将孤岛给湮灭其中, 雨神, 是雨神来了, 有御妖师惊慌的大喊道, 快去禀报落主, 我们被发现了, 大家前往迎敌, 你们被破坏了召唤阵法, 伴随着无数御妖师的身影, 朝岛屿边缘跑去, 楚汉风眼前一亮, 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 他可以混入其中, 他根本没有看见雨神的本尊, 但依旧足够他们紧张的, 雨神作为雨衣的主宰, 在这里, 他便是岩出法随, 与其他三人合称四大护法, 但在四大护法中, 雨神也是公认最神秘的一个, 有人说, 他是最强的, 整个新妖界除了妖王以外, 他便是最强的存在, 虽然这件事并没有定律, 不过雨神的强却是公认的, 上一次雨神出手, 还是人神教的一个堂主被发现, 然后那堂主逃了整整三天, 最终, 还是被击杀于人神教的基地前面, 当时, 隐藏的人神教成员, 没有一个赶出来对战雨神, 此刻, 无数人朝孤岛的边缘而去, 一是防御雨神的攻击, 第二, 若是打不过, 众人也可以逃走, 总之, 这里的人也没抱希望能打败雨神, 他们都想求救落主, 但落主再不在这孤岛, 他们许多人也都不清楚, 而楚汉风躲在树上看着大部队撤走, 确定帐篷内没什么人后, 他才小心翼翼地从树上下来, 因为现在是白天, 楚汉风也不敢太明目张胆, 他快速朝帐篷内走去, 直到来到帐篷的中心点时, 楚汉风才发现, 这所谓的万寿雪之地, 其实就是一个天坑, 天坑属于中等面积, 大概有足球场这般大, 四周全部裂缝, 而里面则是一片漆黑, 从上方根本看不清, 你确定是这里没错? 楚汉风问道, 放心吧, 老夫的感知还能有错不成, 死灵老人的声音传来, 就在这天坑下面, 这里面除了万寿雪, 还有什么? 楚汉风问道, 里面的气息很杂乱, 似乎有许多的妖兽, 不过我也不确定, 只能你自己下去看看了, 死灵老人说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他直接一跃而起, 朝天坑踏空而起, 因为可以飞行, 楚汉风倒也不怕什么, 他一点点朝天坑下面降临, 四周黑暗的视线也渐渐明亮起来, 天坑的四周被镶嵌了十几颗的夜明珠, 虽然不至于跟外界相比, 这天坑内堆满了尸体, 全部是妖兽的, 各种各样的妖兽, 有的已经死了, 残肢断壁, 有的是半死不活的状态, 苦苦挣扎着, 当然, 除了这些, 空气中的血腥味足以让人作呕, 楚汉风有些受不了, 他只能快速下降, 直到天坑的最深处, 这些妖兽的尸体都是在下方漂浮着, 他们身上的血液不断落下, 楚汉风来到天坑的尽头后, 发现了一片血池, 似乎是这些妖兽的鲜血汇聚一起, 而且血池中还泡着无数的妖合, 此刻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喝着血, 然后吸收着妖合的力量, 这里便是召唤阵法的核心之处, 死灵老人的声音响起, 能看出是召唤什么生物的吗? 楚汉风问道, 不行, 不过你也能感知出来, 肯定是特别邪恶的生物, 死灵老人说道, 我终于知道, 这里为何会有万兽血了? 为何? 楚汉风疑惑, 这万兽血是他们献祭给召唤的生物用的, 死灵老人说道, 这里的一大片血池都是在供给着万兽血, 因为万兽血是融合了无数妖兽的血脉, 所以它必须被孕育着, 若是放在外界, 只怕力量会不断地流逝, 这么麻烦, 楚汉风说道, 小子, 你懂什么? 奇珍异宝, 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东西, 生长的条件是极其苛刻的, 有些甚至让你难以想象, 死灵老人见多识广, 说道, 等你以后出去多看看外面的事件, 你便明白了, 楚汉风也不与他仔细讨论这个话题, 而是问道, 那我该如何取得万兽血? 万兽血一定就在这片血池内, 只是具体的位置我也感应不出来, 我只能感应个大概, 死灵老人说道, 你可以让你的妖宠自己去寻找, 这万兽血既然是他的净化之物, 那么他应该感知最为强烈, 听到这, 楚汉风连忙将美猴王召唤了出来吩咐道, 你去寻找万兽血吧, 能不能找到, 就看你的本事了, 美猴王大叫了一声, 随即抡起金色大棒就朝血海中而去, 至于楚汉风, 他也想去看看外面的情况, 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面, 既然把美猴王放进来了, 楚汉风也就不需要手了, 于是他踏空飞上天坑, 此刻, 孤岛四周的战斗已经打响, 轰隆隆, 轰隆隆, 整个孤岛如同地震般, 楚汉风小心翼翼地靠近岛屿边缘, 他看向布在海上面, 只见几百只轮船用铁锁连接在一起, 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 几乎要将整座孤岛都围堵起来, 让人插翅难逃, 这些船上的妖兽, 基本上都是一些虾兵蟹将之类的, 指挥的, 乃是一只巨大的乌龟, 妖兽深海玄规, 他化为人形, 头发花白, 指挥的战术很明确, 围绕包围起来的孤岛, 但是其他地方都围而不攻, 只在一个方向进攻着, 楚汉风正看着, 突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他被吓了一跳, 连忙警惕地看着后面的人, 那边都在手等, 你不去帮忙在这做什么, 莫非贪生怕死不成, 这拍他肩膀的人, 乃是一名虎背熊腰的大汉, 他手里拿着一根很大的狼牙棒, 气势十足, 走起路来, 全身的肌肉都在颤抖着, 楚汉风一愣, 随即明白了, 对方这是将他当成自己人了, 如今正好是战斗时期, 对方根本没有盘问他的身份, 也对, 这个孤岛上, 除了人神教的人外, 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楚汉风连忙说道, 大人, 我们队长战死了, 我受了伤, 想在这里恢复一下再去战, 那你跟着我吧, 我们支援北边, 那大汉说道, 不知道大人怎么称呼, 楚汉风连忙问道, 这位是咱们的老魔将军, 你竟然不认识, 你们队长是谁, 旁边有人问道, 听到对方的提问, 楚汉风一听, 这坏事了, 他认识的队长啊, 这些人之间肯定都是认识的, 他若是胡说, 只怕会直接被拆穿, 如今, 美猴王还没有取出万寿血, 他肯定不能这么快暴露啊, 楚汉风笑了笑, 说道, 我们队长是, 话说道一般, 他突然大喊一声, 说道, 妖兽大军要冲过来, 南边快撑不住了, 咱们赶紧去支援啊, 那老魔将军连忙转头看去, 只见那些虾兵蟹将距离岛屿越来越近, 航船的压迫感也越来越强, 他挥舞手中的狼牙棒, 大吼道, 快去支援, 若是岛屿被攻占, 咱们都没有好下场, 而楚汉风也在一旁擦了擦冷汗, 幸好这些妖兽给力啊, 让他能转移话题, 要不然今天真要玩玩, 他跟着老魔将军一行人朝孤岛外跑去, 在途中, 众人已经将各自的妖虫给召唤了出来, 楚汉风自然不能免俗他, 只能将元素之灵给召唤出来, 主要是, 不管荒谷御龙还是行天, 都太威武了, 一召唤出来, 肯定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 到时候他肯定被特殊对待, 而元素之灵虽然也厉害, 但他外表稍微朴素一些, 也不会有太多人认识, 元素之灵本来就是唯一妖虫, 所以被说认识了, 许多人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旁边有人看向楚汉风, 问道, 兄弟, 你的战斗妖虫呢? 我就契约了一只妖虫, 还没来得及呢? 楚汉风笑道, 你这是辅助妖虫吧? 有人问道, 是辅助妖虫, 楚汉风笑道, 这样吧, 咱俩一起战斗, 我保护你, 这人说道, 楚汉风倒也没有拒绝, 他没有战斗妖虫, 这人可以保护自己, 而自己刚好可以滑水, 至于这人, 肯定也是需要自己的辅助妖虫辅助他, 也算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了, 众人来到了孤岛边缘, 只见这些虾兵蟹将乘坐的船舰, 颇有些异负当官, 势不可挡的气势, 船只用铁锁连接在一起, 就算有其他船舰毁灭了, 这些妖兽也能去到其他船上面, 就算用火弓也无济于事, 因为这些航船灵活, 有一艘燃烧起来了, 会被瞬间抛弃, 根本不可能引火蔓延到其他船上面, 老魔将军挡在最前面, 他骑着一只黑猩猩, 这猩猩跟金刚般体型巨大, 攻击力惊人, 他跳起来一跃而起, 仅仅是冲击力, 就将落脚的一艘船给鸡尘, 而妖兽这边, 同样是一只体型巨大的玄龟, 从不在海中钻了出来, 这玄龟乃是光明圣龟, 它的周身都散发着冉冉生辉的光芒, 光明之柱直通天地, 龙玉的光明之力将整片海水都掩盖了, 黑猩猩朝着光明玄龟怒吼着, 两只巨大的妖兽缠绕在深海中, 不过海中, 光明圣龟明显要更占优势, 而楚汉丰这边, 与他联手的人名叫王朔, 乃是一名先天境的御妖师, 他的三只妖宠都十分的极端, 全部是攻击系的妖宠, 金剑持虎, 目独慢, 以及火焰将魂, 这御妖师颇有些暴力的倾向, 所以他十分需要楚汉丰的辅助妖宠, 这几名妖宠全部狂奔向船舰, 而楚汉丰命令元素之灵将元素领域打开, 刹那间三只妖宠似乎有所感知, 周身的妖气越来越磅礴, 各方面的属性都成几何倍的增长着, 兄弟, 你这妖宠厉害啊, 王朔赞叹道, 一般般, 之前就是看中这妖宠, 才没有契约战斗妖宠的, 楚汉丰笑着解释道, 要我, 我也肯定契约他, 王朔笑道, 楚汉丰躲在最后面, 王朔带着几只妖宠直奔船上, 一场大战彻底地展开, 老魔将军看向楚汉丰, 问道, 小子, 你这妖宠的领域能有多远? 就几十米, 楚汉丰笑道, 老魔将军微微点头, 也没有多说什么, 如果楚汉丰的妖宠领域能有几千米, 那到时候有什么战争, 一个妖宠可以给几十万大军提供帮助, 这是很逆天的一件事, 楚汉丰站在孤岛上, 看着战斗, 正在这时, 美猴王的感应传来, 他已经找到了万兽血, 但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楚汉丰微微皱眉, 他看了看战斗的众人, 也就不管这些人了, 直接朝天坑的位置, 跑去, 十几分钟后, 当他跳入天坑内, 只听里面传来怪物的怒吼声, 这声音有些似不像, 仿佛无数妖兽的怒吼, 融合在一起的样子, 楚汉丰的身影快速坠落, 终于来到了天坑的最底下, 美猴王正与一只怪物在大战着, 四周的天坑出现了无数破碎的地方, 底下的血池也是不断地激荡而出, 楚汉丰看向那怪物, 只见这怪物十分地恐怖, 他的脑袋像是一个长满毛的骷髅, 身躯庞大, 是爬形状的, 而且他的背后竟然长着几十颗的脑袋, 从骷髅头往下, 全是密密麻麻的脑袋, 有狮子, 老虎的, 也有熊鹰, 山羊一类的, 总之各种各样的妖兽脑袋都有, 而他的身上也有四只手和四条腿, 甚至是狂暴的妖气在磅礴散开, 一股股的瘦微震压而来, 他张嘴嘶吼, 两边各有一对獠牙, 模样十分的凶狠, 楚汉风看到这一幕, 二话不说, 将笑天, 荒谷御龙, 以及行天都召唤了出来, 有些怪异, 他感应不出来这怪物的实力境界, 不死老头, 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吗? 楚汉风问道, 看来那万兽雪已经有灵了, 这是万兽雪用力量凝聚的怪物, 其中包含了所有融入万兽血脉的妖兽, 不死老人解释道, 他的实力很模糊, 不过你找找弱点, 应该能打败他, 弱点, 楚汉风微微皱眉, 命运之眼打开, 眼前的信息也显现而出, 万兽怪由万兽雪凝聚出来的怪物, 因为万兽雪的血脉不同, 所以万兽怪都没有详细的实力和能力, 弱点, 万兽雪的本体才是弱点, 万兽怪本身不具备缺点, 可以无限复活, 看到这段描述, 楚汉风也懂了, 这怪物想必是杀不死的, 而万兽雪的本体则是他的唯一弱点, 若是想杀死他, 那就必须找到万兽雪的本体才行, 楚汉风想通以后, 那万兽怪已经杀了过来, 他的速度极快, 直接飞奔杀来, 每一颗头颅都仿佛活过来了, 一起吼叫着, 才发出这种似不像的声音, 邢天直接起身上前, 手中的战斧斩了过去, 轰的一声, 只见两兽碰撞, 邢天微微后退了一步, 而怪物直接被斩杀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楚汉风微微皱眉, 因为他感觉得出来, 这怪物防御力惊人, 那一击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 万兽怪被击飞出去后, 庞大的身躯坠入血池内, 随即犹如一枚炮弹在血池炸裂, 他的身影飞速出现, 身上的鲜血在流淌着, 而一声声尖锐的鸣叫声传来, 是声波攻击, 楚汉风连忙捂住耳朵, 他看向啸天, 吩咐道, 打断他, 啸天一道地狱之火喷涌而出, 又是轰的一声, 四周天坑的岩壁都被击穿, 无数的碎石坠落而下, 那万兽怪的身影灵活, 直接躲过了这一击, 但他也没想到, 啸天这一道地狱之火, 只是阳光, 当他躲避的那一刻, 美猴王的惊天一棒已经从天而降, 重重地击中了万兽怪的脑袋, 对方痛苦的大吼, 这才响起, 不过楚汉风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荒谷御龙庞大的身躯已经缠绕而来, 轰隆隆, 轰隆隆, 因为天坑面积有限, 在荒谷御龙的身躯摆动时, 不断传来崩塌的声音, 他庞大的身躯带着本相狂化后的力量, 直接抽飞了万兽怪, 上面的雷霆炸裂开, 随即行天赤脚狂奔而来, 一手抓住万兽怪将对方按在地上, 另一只手抡起巨斧就这般斩杀了过来, 手中的巨斧不停地落下, 轰隆隆, 轰隆隆, 终于, 几下巨斧摧枯拉朽地斩杀之后, 这万兽怪从起初的剧烈挣扎, 也渐渐没有了声息, 就这么死了, 楚汉风有些警惕, 果然, 下一刻, 只见血池开始咕咕咕地冒起泡泡, 竟然又有一只万兽怪凝聚了出来, 这万兽血不除, 万兽怪就是无穷无尽杀不死的, 你杀几次便可以重新凝聚几次, 楚汉风冷哼一声, 他开启命运之谋, 在血池中开始寻找万兽血的下落, 同时吩咐道, 你们拦住这万兽怪, 给我时间找万兽血, 命运之谋从血池中掠过, 楚汉风很快便发现了万兽血, 这万兽血太奇特了, 楚汉风原本以为, 这万兽血应该是一滴血的形状, 没想到, 他是完全想错了, 这万兽血的形状像一个孕育的小孩, 他蜷缩在一起, 仿佛要新生般, 看来这万兽血不仅仅是有灵质了, 他更想幻化出人形, 成为一种生物, 不死老人说道, 我去抓他, 不会有危险吧, 楚汉风问道, 万兽血只会凝聚万兽怪, 在他未彻底划刑之前, 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不死老人说道, 不过前提是, 你必须能抓住他, 楚汉风也顾不上血池的心臭了, 直接朝血池跳了过去, 扑通一声, 他坠入血池后, 因为命运之谋的关系, 倒也不惧怕这血池会影响视线, 但是不能呼吸, 因为里面太心臭了, 这血池也不知道杀了多少妖兽, 用了多少血液才有如此的规模, 简直跟一片虎一样大了, 楚汉风直接朝万兽血抓去, 但当他靠近万兽血的时候, 只听轰的一声, 这万兽血孕育的婴儿, 就如同鲤鱼般灵活, 直接从他手中逃脱而出, 楚汉风也不放弃, 就这般追在万兽血的后面, 不断想抓住对方但几分钟后, 他发现这根本不可能, 如果用常规的方法, 自己是抓不住这万兽血的, 他略微一思索, 决定用无尽束缚试试, 这无尽束缚真的是神迹, 可以压制所有的生物, 楚汉风这一次小心了许多, 跟在万兽血的后面也不急着动手, 等到靠近, 时机刚刚好, 他使出无尽束缚的那一刻, 直接大喊道, 美猴王, 动手, 轰的一声, 楚汉风的双手便利着, 无尽束缚直接压制, 仅仅是压制了一秒钟, 对方竟然就挣脱了压制效果, 不过也幸好, 提前有后手布置, 美猴王从天而降, 直接将刚刚脱困的万兽血给吞进嘴里, 万兽血在挣扎着, 但美猴王好像天生克制他, 其实也不能说是克制, 因为美猴王的升级需要万兽血, 所以他刚好能够吞噬这万兽血, 若是别的妖兽吞噬了, 只怕必死无疑, 万兽血正扎着, 而上空的万兽怪也越来越暴躁, 想要杀过来解决万兽血, 却被邢天几名妖宠拖着, 根本靠近不了这里, 大概僵持了半分钟左右, 美猴王终于彻底将万兽血给吞噬进去, 而这一刻, 血池开始颤抖, 那万兽怪如同发疯般, 开始攻击天坑四周, 轰隆隆, 轰隆隆, 楚汉风抬头, 脸色大变, 因为刚刚的战斗, 再加上如今的破坏, 这天坑要坍塌了, 这万兽怪也是泥马狠, 自知没有万兽血, 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便想拉着所有人一起埋葬在这天坑内, 快走, 楚汉风大喊道, 美猴王吞噬了万兽血后, 状态明显不对劲了, 只见他体内的血脉逆流, 疼痛的感觉不断冲撞五脏六腑, 他将美猴王给收了起来, 然后乘坐着荒谷御龙准备朝天坑上飞去, 四周是无数的巨石开始坍塌下来, 这些巨石随便落在身上, 都足够你受的了, 眼看着荒谷御龙要扶摇之上, 突然, 那万兽怪抓住了他的尾巴, 竟然想要狠狠将他拽下来, 滚开, 楚汉风大吼道, 直接拿起大荒天兵刀就狠狠朝万兽怪身上斩去, 因为没有了万兽血的攻击, 这万兽怪的气势也越来越弱, 轰隆隆, 轰隆隆, 伴随着大荒天兵刀落下, 这万兽怪不断地怒吼着, 眼看着天坑已经坍塌了一半, 在躲避之时, 楚汉风被一块巨石砸中肩膀, 肩膀都仿佛要骨折般, 他忍着疼痛, 冷哼了一声, 终于在连续几十刀的怒斩之下, 没有了万兽血支撑的万兽怪再也支撑不住, 彻底从荒谷御龙的尾巴处坠落而下, 荒谷御龙怒吼着, 龙吟腾腾, 强大的气势席卷而来, 洪流将至粉碎上空的碎石, 眼看着天坑的坍塌, 荒谷御龙以强大的威势爆发而出, 终于冲破一切从天坑内逃了出去, 一逃出天坑, 楚汉风便倒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 这太惊险了, 差一点就差一点, 他就被埋葬在天坑内了, 这万兽怪也是个狠人, 不过楚汉风的思绪刚刚停下, 他就感觉不对劲了, 楚汉风这才注意起四周的景象, 这一看, 吓得他是满头的冷汗, 只见四周围满了御妖师, 密密麻麻, 围成一个大圈的形状, 粗略看去, 起码有近百名, 你们好呀, 楚汉风脸色难看地笑道, 你怎么会从天坑出来, 你在里面做了什么, 小子,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妖兽这边的卧底, 之前与楚汉风见过面对老魔将军, 也是缓缓走了过来, 他看着楚汉风冷哼道, 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你不对劲, 说吧, 你是什么来历, 哟, 人类这边内乱了, 不远处传来轻笑声, 楚汉风环视四周, 这才发现, 这四周虽然是御妖师组成的小包围圈, 将自己包围其中, 而这小包围圈外, 则是妖兽大军组成的大包围圈, 将所有人都包围其中, 原来在楚汉风进入天坑的这段时间, 御妖师终究没能撑住, 让妖兽大军给登陆到岛屿上, 而御妖师们只能边站边退, 最终, 退到了这天坑内, 已经无路可逃了, 看到这一幕, 楚汉风也不害怕了, 他淡淡说道, 老魔将军, 我想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团结, 而不是窝里斗, 有什么事, 先度过眼前的危机再说, 老魔将军冷哼了一声, 随即警告道,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 他这才命人看住楚汉风, 转过身去, 毕竟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楚汉风, 而且包围他们的妖兽, 你们想做什么, 老魔将军问道, 妖兽大军中, 那边的光明玄规, 缓缓爬了过来, 说道, 人神教, 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 死期, 死期, 两旁的妖兽, 在嗷嗷嗷大叫着, 老魔将军脸色难堪, 说道, 非要鱼死网破不成, 商量一下, 让我们离开, 这孤岛让给你们, 鱼死网破, 人神教的, 你们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现在你们大势已去, 又能如何呢, 光明玄规冷笑道, 旁边也有妖兽大吼道, 跟他们费什么话, 直接全部抓起来, 再慢慢拷问, 一听这话, 人神教的众人都是脸色大变, 而光明玄规也一挥手, 大喊道, 给我杀, 大包围圈开始收拢, 无数妖兽大军一点点的汇聚着, 正在这时, 突然一道洪流从苍穹上炸裂, 直接在妖兽群中炸开, 将十几只妖兽的身体给炸飞了出去, 什么人, 光明玄规大喝道, 他抬头看去, 只见一道身影不知何时, 已经从天上踏空而起, 这道身影威势强大, 周围席卷的气势, 仿佛惊天动地般, 要将整个虚空都扭曲开, 这是一名男子, 身穿宽大的淡黄色长袍, 留着长胡子, 而且, 男子起码有五十多岁了, 他衣衫在风中旧旧响起, 五官略有些阴霾, 从虚空踏空而来时, 令所有人都是浑身一沉, 仿佛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我人神教的人, 男子淡淡地说道, 四周人神教的人都激动起来了, 是洛主, 咱们的洛主来就咱们了, 这下好了, 这些妖兽都要玩玩, 别高兴太早了, 雨神不是还没出来吗, 有人提醒道, 众人连忙沉默起来, 洛主抬头, 看向那光明玄规, 淡淡说道, 怎么, 你们的雨神呢, 杀你们人神教的, 何须雨神出马, 光明玄规冷哼了一声, 归壳上一道光明洪流冲了过来, 洛主抬起手直接一拳, 将光明洪流就给击碎其中, 随即他又是一掌拍下, 狠狠地落在光明玄规的归壳上, 他的速度和力量都达到了一种极端, 轰隆隆, 洛主几秒钟时间便已经有十几拳落下, 最终伴随着他一脚将光明玄规给踢飞了出去, 只见光明玄规全身鲜血淋漓, 哪怕是坚硬的龟壳上也略微军裂几块, 洛主冷声说道, 你以为凭你有资格与我对战, 光明玄规怒气冲冲地看着他, 不停地怒吼着, 雨神呢? 洛主问道, 洛道有如此关心我, 我岂有不来之理, 这时一道轻笑声响起, 只听轰隆隆和噼里啪啦的声音同时响起,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苍穹被乌云给遮盖, 原本清朗的天气顿时变得阴云密布, 天空上电闪雷鸣, 而渐渐地, 天空上落下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这一幕让众人都有些惊骇, 雨神, 来了, 好厉害的妖兽, 不死老人的声音也从楚汉风耳边响起, 老夫见过强大的妖兽, 他们出现时一般都是异响连连, 伴随着天昏地暗, 狂风暴雨, 小子, 你可小心点, 小心什么, 我乃是妖兽孤郎城的城主, 有什么需要小心点, 楚汉风正义凛然地说道, 伴随着孤岛的一阵晃动, 终于, 只见孤岛外, 那片不灾海席卷起万丈海浪, 仿佛大海在震怒地咆哮, 浪涛掀起万丈高, 一只骷髅章鱼的巨大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这只骷髅章鱼十分地庞大, 起码有几千米高, 它立于不灾海中, 身躯几乎是横跨了半个不灾海, 骷髅章鱼腥风血雨, 翻江倒海, 将整个不灾海都仿佛在它的控制之中, 它的大吼声在暴风雨中响彻而来, 尖锐的鸣叫声, 让所有人不禁闭着耳朵, 脑袋发猛, 而它庞大的身躯下, 一共有几十只的章鱼触手, 每一根触手都犹如通天之柱子般, 笔直又粗壮, 看到这一幕, 众多玉妖狮这边都产生了一种不可敌的感觉, 因为骷髅章鱼触场的方式太霸气了, 庞大的身躯甚至形成了一种反差感, 轰隆隆, 轰隆隆, 暴动声不绝于耳, 这骷髅章鱼便是羽神, 可能对于那些没见过羽神的人来说, 从来不会想到他是这种模样, 这也不意外, 羽神神秘无比, 因为他常年折腹在布栽海的深处, 怎么可能会有人见过他呢? 单单是他生长的环境, 许多人就去不了, 洛主, 在我的地盘敢布置阵法? 你倒是胆子挺大吗? 羽神口吐人言, 淡淡说道, 你莫要嚣张, 阵法城的那一刻, 便是你的死期, 洛主同样回道, 恐怕有件事, 你不知道吧, 羽神回道, 雷鼓已经被攻陷了, 你们想布置大毁灭阵的想法, 已经落空了, 妖兽十六成这段时间也都被收服了, 如今只剩下你这座孤岛, 还在苦苦死撑, 可是有用吗? 你少诈我, 洛主明显不相信, 说道, 黄战有这么逊色, 他的内心其实也是咯噔一下, 毕竟, 阵盘可是在狂大人手中呢, 当初他背叛人神教, 私自盗取了大毁灭阵法的阵盘, 后来为了拉狂大人入伙, 甚至将阵盘存放到了对方那一块, 毕竟他知道, 不给对方足够的好处, 怎么敢背叛教主呢? 此刻听到羽神的话, 洛主虽然有些慌张, 但内心还是强撑着, 你信不信无所谓, 今日灭了你, 这场大战也该结束了, 羽神说道, 他话音落下, 似乎也是懒得与洛主废话了, 庞大的身躯直接摆动着, 一条条的怒海波涛拍劲来, 洛主轻贺一声, 直接将自己的妖宠全部召唤出来, 这第一只妖宠便是凶兽九鹰, 也是他最强的妖宠之一, 九鹰乃是上古的蛇形凶兽, 它长着九颗脑袋, 准确来说就如同九条蛇身汇聚在一起, 而凝聚的怪物, 它的身躯庞大, 通体乃是紫蓝色的, 每一颗舌头脑袋都争宁凶狠, 獠牙出现, 有毒液粘稠的在上面, 尤其是身下的两只大爪, 更是强大无比, 粗壮有力, 第二只妖宠乃是银辽暴龙, 这暴龙与龙族可不是一个种族, 它的模样更像是恐龙一类, 强大的龙威爆发出来, 通体乃是漆黑色, 身躯十分的庞大, 双脚更是爬行而走, 尾巴有几十米长, 脸庞凹陷, 五官凶狠, 第三只妖宠是双头雪豹, 第四只妖宠是大地盾甲雄, 第五只妖宠则是梦魇, 至于最后的一只妖宠, 乃是辅助系的妖宠杀修天残, 六只妖宠朝天而起, 每一只都是威势强大, 带着如同排山倒海般拍机而来的强大气势, 在这鼓鼓气势下, 人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天府强者的强大六只妖宠踏空而起, 以不同的方位将骷髅章鱼给围了起来, 一场大战开始, 至于洛主, 他契约了六只妖宠的神通, 可谓是十分的强大, 此刻, 他看了看天坑的位置, 这我没问到, 这是怎么回事, 大人, 是这小子干的, 旁边有人连忙指着楚汉风, 说道, 就是这小子, 出来以后天坑就塌陷了, 该死, 你知道这天坑是召唤阵法的核心吗, 洛主大怒道, 天坑内有万兽血,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布置的这阵法, 没有万兽血, 他怎么召唤那怪物, 你是谁的部下, 大人, 他不是我们的人, 老摩将军回到, 我们都不认识他, 听到这话, 洛主脸色阴沉, 他的速度飞快, 直接出现在楚汉风的面前, 强大的气势震压而来, 楚汉风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因为此刻, 那强大的气势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 他连动弹一下, 都难如登天, 说, 谁指使你来的, 楚汉风明白, 自己若是一个回答不好, 会直接被杀死, 因为他看到了洛主眼中, 那浓浓的杀意, 仿佛要凝聚成实质性的, 他有些艰难地喘着气, 说道, 我的人神教派来的, 我也不瞒你, 我是来招安你的, 笑话, 我需要你招安, 洛主皱眉说道, 你别着急, 先听我解释, 楚汉风开始胡扯起来, 刚刚那羽神没有骗你, 狂大人确实已经败了, 他被活祖打败, 如今已经回到了人神教中, 你在这里, 也是他告诉我们的, 我奉命来此招安于你, 教主不计前嫌, 想要你重新回教, 听到这话, 洛主再次皱眉, 其实他也分不清楚, 汉风话的真假, 因为他在这偏僻之地, 已经没有接触到外面的情况了, 本来打算召唤阵法布置完毕, 就可以出去看看了, 没想到, 如今会是这个局面, 我怎么相信你, 洛主问道, 楚汉风连忙将自己 害子堂的堂主令取了出来, 我真是自己人, 我是堂主啊, 教主当真愿意摒弃前嫌, 洛主还是有些不相信, 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吗? 楚汉风问道, 莫非你要跟人神教 以及妖兽同时为敌, 那这新妖界便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楚汉风这话, 也算是说到洛主的心坎了, 他肯定不敢这么做, 之前是因为大毁灭阵, 可以毁灭一切, 所以他才打算赌一次, 我暂且相信你, 洛主淡淡说道, 楚汉风只感觉全身的压力一松, 他这是逃过一劫了, 不过也仅仅是现阶段的谎言, 骗住了洛主, 这双重身份也是真好用, 见人说人话, 见妖说妖话, 洛主命人看住楚汉风, 自己则打算专心对付羽神, 别看他有六只妖虫, 在数量上占据优势, 但真正打起来, 羽神的破坏力太惊人了, 短短时间内, 几只妖虫竟然都受伤了, 洛主轻贺一声, 他周身环绕着各自妖虫的神通, 六大神通缠身, 踏空而来, 直接一手抓住骷髅章鱼的一根触手, 竟然以强大的力量, 硬生生给撕裂开, 而紧接着, 便有几十只触手相继杀来, 这不在海上, 接连波涛汹涌, 无数的浪花鸡蛋起, 只听轰隆隆, 洛主身影灵活的踏空在无数触手之间, 不断地攻击着羽神, 两人的大战已经开始了, 而妖兽这边, 以光明玄规为首, 自然不可能一直等待下去, 已经朝遇妖师开始进攻了, 老魔将军组织着所有人, 奋力想要撕裂一条口子, 全部逃脱出来, 但十分的艰难, 这些妖兽太凶残了, 不仅仅是围住了众人, 连天空都给封锁了起来, 而洛主想要回缘, 也来不及了, 因为哭如章鱼纠缠住他, 根本不给他逃离的机会, 终于, 没过多久, 只见御妖师这边的阵容已经被冲散, 在妖兽大军的袭击下, 许多人都死得死, 伤得伤, 当然, 大多数的御妖师并不想死, 所以宁愿选择做俘虏, 为数不多还在支撑的御妖师, 也就剩下老魔将军跟几名部下, 在妖兽的冲锋中不断地死撑着, 砰的一声, 这老魔将军一个不慎, 直接被击中大腿, 整个腿都快被打断了, 老魔将军怒吼着, 想要挣扎站起身, 但腿上的疼痛, 却让他无能为力, 不一会儿, 已经有几名蟹将手持钢叉, 将他俘虏在地上了, 而此刻, 楚汉风这边, 几名虾兵蟹将也将他围了起来, 都是自己人, 别动手, 楚汉风连忙喊道, 谁跟你是自己人, 那蟹将嚷嚷道, 人类都该死, 楚汉风将自己孤郎城的令牌取了出来, 说道, 你把这东西, 拿给那只大乌龟看看, 那是我们的玄规大人, 什么乌龟, 谢江怒喝道, 随即看了看令牌, 问道, 这什么玩意, 大胆, 楚汉风一声轻贺, 把那谢江给吓了一跳, 这是妖王亲自给我的令牌, 而我是妖王大人, 亲自册封的城主, 你敢如此跟我说话, 看到楚汉风如此勃然大怒, 那谢江还真被哄住了, 他有些迟疑, 最终还是将令牌拿到了光明玄规的面前, 光明玄规看了看, 随即又抬头打量了楚汉风一番, 别人不知道, 但光明玄规可知道, 之前妖王确实册封了一个人类, 这件事在妖兽中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毕竟这还是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有人类进入妖兽中任职, 不过妖王也不解释, 直接就将这件事压下去了, 光明玄规缓缓缓来到面前, 双眸中灵光一闪, 问道, 你不在孤狼城待着, 为何来我语遇? 楚汉风低声说道, 我是奉命来此寻找大毁灭阵盘的, 那你可有什么眉目? 光明玄规问道, 我之前以为在这天坑内, 不过如今天坑塌陷, 什么线索都没有了, 楚汉风回道, 听到楚汉风的回答, 这光明玄规在思索着, 他并不可能完全相信楚汉风, 而楚汉风也不需要他绝对相信, 主要度过这一劫便行了, 正思索间, 突然, 远处的布在海上, 开始有身影出现, 众多妖兽都看去, 只见同样是几十艘航舰, 从不远处乘风破浪, 行驶了过来, 都给我戒备, 光明玄规轻贺了一声, 众多妖兽严阵以待, 航船还未靠近, 那上面已经有大笑声传来, 骆兄, 近来可还好, 听到这声音, 原本与骷髅章鱼大战的骆主, 与其强行分开身来, 咒梅问道, 船上的可是天爵凶, 可不仅仅只有天爵, 分别是几百余妖师的身影站在甲板上, 而当仙三人分别是人神教的四大总舵主, 狂大人, 天爵以及炎帝, 三人直接踏空而来, 强大的威士在苍穹上咆哮着, 与神, 这里便是你今日的葬身之地, 天爵淡淡说道, 他长相乃是一名老者, 看上去已经七八十的模样, 头顶已经秃头, 光秃秃的, 而胡子却很旺盛, 一圈白胡子笼罩下半边脸蛋, 除此之外, 这天爵老人目光如炬, 周身磅礴妖气散开, 你们怎么都来了, 落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洛兄, 是我带来的, 黄大人叹息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背叛了落主, 将一切都告诉了人神教那边, 但黄大人并不后悔, 因为没有人神教的帮助, 他们两人根本成不了事, 落主显然也猜出来了, 便问道, 阵盘还在吗, 出了一些差错, 让一个人类给骗了, 黄大人冷声说道, 楚汉风听到这, 连忙转过身去, 跟我无关, 行了, 叙旧待会再说, 先杀了这羽神, 削弱一下妖兽这边的战斗力, 眼底开口, 说道, 三人结实点点头, 与落主一般, 四人踏空而起, 将骷髅章鱼给围了起来, 四股强大的气势在波动着, 这四大总舵主的气势连在一起, 隐隐之间将羽神镇压其中, 杀, 天爵老人冷哼道, 他直接将自己的妖宠召唤而出, 四人总共召唤了二十四只妖宠, 每一个都强大无比, 跟羽神战斗在一起, 虽然这羽神身躯庞大, 而且战斗力惊人, 但在四名同等级的强者围攻下, 很快就要败下阵来, 正在这时, 一道狂风突然席卷万丈海浪, 朝四大总堕住沙兰, 何人, 四人连忙躲闪开, 只听一声轻贺响起, 你们人类也就会如此行事, 做这种围攻的卑鄙之事,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天雷之主, 活祖以及封公子也都踏空而来, 这是属于妖族的四大护法, 他们到来的速度出乎了众人的预料之外, 若是想战, 咱们一对一, 难不成还怕你们人类不成, 一群手下败将, 天雷之主第一个怒吼道, 他乃是一只通体庞大的雷鹰, 展翅之间, 天雷滚滚, 此刻, 整个场面都混乱在一起, 其他几位护法的出现, 可谓是让原本混乱的场面变得更混乱了, 而楚汉风反而松了一口气, 他是希望这两方都两败俱伤的, 这样也就没有精力来处理他了, 否则他威仪, 毕竟大毁灭阵的阵盘在他手中, 而四大护法与四大总舵主, 那都是彼此不愿服输的人, 此刻, 众身影已经战斗在一起, 几十只妖宠一拥而上, 整个不栽海都被打得轰隆隆炸下, 浪涛千秋起, 逾越神龙门, 各种妖宠与四大护法击杀在一起, 而四大总舵主带来的御妖师, 也从四面八方杀来, 想要将妖兽给全军覆没, 总体来说, 两方的实力相差不大, 但楚汉风知道, 妖兽这边是占据优势的,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有越来越多的妖兽前来支援, 在这新妖界, 妖族本就是比人足强, 要不然人神教之前, 也不至于躲躲藏藏的, 四大总舵主也有些着急, 可惜这种战斗, 已经不是着急就能解决的, 欲速则不达, 这个时候, 他们就算想逃跑, 也来不及了, 看着混战的场面, 楚汉风是想逃跑的, 他跟在众人身后, 洋装战斗着, 不过却一点点地靠近孤岛边缘, 想要抢一艘航船, 然后离开这里, 因为待在这, 总会暴露的, 一切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楚汉风让笑天在前方开路, 尽量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在这混战中, 其实也没有人注意他, 终于, 在十几分钟后, 楚汉风终于成功靠近岸边, 他挑选了一艘船舰, 坐在笑天的身上, 而笑天也猛然爆发出强大的威势, 直接撞击开眼前的妖宠, 朝那船舰狂奔去, 轰的一声, 只见笑天一跃而起, 随即平稳落地, 着落在这船舰上, 笑天怒吼着, 警告周围的妖宠不要靠近, 而楚汉风快速地启动航船, 在一颗颗妖精的驱使下, 船舰开始传来轰鸣声, 轰隆隆, 轰隆隆, 以极强的威势朝不在海身处游去, 看到有船舰离开, 顿时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力, 黄大人下意识看了一眼, 随即脸色大变, 喝道, 抓住他, 那阵盘就在他的身上, 此话一出, 黄大人也知道自己是誓言了, 而原本混乱大战的妖兽与御妖师们全部分开, 一个个开始疯狂地抢夺起船舰, 朝楚汉风追了过去, 哪怕是四大护法和四大总舵主, 也是踏空追了过去, 楚汉风乘坐着船舰, 将速度给开到了最大快点, 再快点, 这船舱乃是妖精驱使的, 你放入的妖精越多, 它的速度自然越快, 一道声音突然提醒道, 谢谢, 楚汉风刚刚感谢完, 突然声音一致, 这船舰上, 莫非还有第二人, 谁, 出来, 楚汉风警惕地轻贺道, 只见在船舰的船舱内, 一名老者的身影, 缓缓走了出来, 这老者一身蓝袍, 周身散发着浓浓的妖气, 他脸上泛着淡笑, 正是楚汉风的老熟人, 天臣老人, 你怎么会在这, 楚汉风微眯着眼, 问道, 自然是为你而来, 天臣老人笑道, 你想做什么, 楚汉风看向对方, 楚汉风可是让我很失望, 我那么信任你, 你竟然想独吞阵盘, 天臣老人遗憾地说道,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楚汉风问道, 楚汉风可还记得, 我之前给你的留影识, 天臣老人笑道, 楚汉风连忙将刘影识取出, 之前也是为了方便与天臣老人练习, 他才拿着石头, 如今看来, 刘影识被动过手脚, 天臣老人肯定是因此找到他位置的, 自己被阴了, 这天臣老人一开始就有防备, 楚汉风脸色难堪, 这船上只有我们两人, 你觉得你能打败我? 楚汉风问道, 他之前可是看过的, 这天臣老人跟他一样, 都是神脏级别的御妖师, 若是同境界, 楚汉风自信不惧怕任何人, 听到这话, 天臣老人笑了笑, 说道, 请容许我, 自我介绍一番, 在下人神教的教主天臣, 话音落下的同时, 天臣老人强大的气势回荡而出, 轰隆隆, 轰隆隆, 这气势就如同深海般, 将不灾海都给笼罩其中, 强大的气势镇压一切, 仿佛一阵龙卷风暴, 而楚汉风就像这龙卷风暴中的一片树叶, 在强大的风暴面前, 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 楚汉风额头满是冷汗, 只见天臣老人的体内, 一只干瘦的大手撕裂天臣老人的胸膛, 从他的体内走出另一个人, 这便是真正个人神教教主, 天臣教主, 他一直利用天臣老人的身份, 行走在心妖界中, 别说是楚汉风了, 哪怕是几大总舵主都没有发现他的身份, 这天臣教主是一名年龄三十多的男子, 他身材高大, 有一米八左右, 两条胳膊处纹身一般的图案, 两条飞龙盘旋胳膊上, 身穿一件黑色的制式短袍, 而下身则是一件黑色蚂蚁宽松裤, 以及青云虎靴, 他一头红色长发, 仿佛燃烧的火焰般, 天臣教主抬手, 强大的妖气汇聚在他手心, 楚汉主, 你觉得如何呢? 他轻笑了一声, 楚汉风只觉得无比强大的力量震压而来, 他全身动弹不得, 这下自己玩脱了, 震盘拿出来吧, 天臣教主说道, 而此刻, 后面追赶的妖族四大护法也赶来了, 天臣教主杀了过来不自量力, 天臣教主微微转过头, 冷哼了一声, 只见他右手的妖气暴动, 一道洪流直接冲突而出, 只听轰的一声, 那洪流彻底的淹没骷髅章鱼, 将对方的身影给重伤在不灾海中, 鲜血染红了半片海域, 众人看到这一幕, 皆是道西一口凉气, 天府级别的羽神一招被打爆了, 天臣, 你, 黄大人还想说什么? 但是看着天臣教主落下来的目光, 连忙大喊道, 教主, 我不知, 不知你的身份, 你的账, 我慢慢跟你算, 天臣教主淡淡说道, 教主, 都是我一时鬼迷心巧, 不该听信洛主的谗言, 黄大人直接跪了下来, 求饶道, 这个时候, 他也顾不上洛主就在旁边, 直接出卖对方, 正所谓死道友不死平道, 这个时候, 还讲义气就是傻子所为, 行了, 这场战斗让你戴罪立功, 看你表现, 天臣教主淡淡说道, 黄大人连忙感激地点点头, 如今看来, 事情并非没有挽回的机会, 教主虽然生气, 却没有到不死不休, 要处死他们的局面, 那就没什么大事, 至于洛主, 一看这情况, 他同样跪了下来, 你们的事以后再说, 这里不是合适的场合, 天臣教主直接摆摆手, 打断了所有人, 然后转头看向妖族的四大护法, 经过刚刚与神的那件事, 几大护法都被吓得, 不禁后退了一步, 大概整个新妖界, 除了妖王外, 也就只有这人神教的天臣教主, 能让他们如此惊骇和警惕了, 几位, 你们的妖王呢? 天臣教主警惕地问道, 妖王就在附近, 天雷之主冷声说道, 其实他们也不清楚妖王的下落, 平常时候, 除了妖王召见他们外, 他们根本没有资格主动进见妖王的, 天雷之主这么说, 也是想吓一下天臣教主, 让对方有所忌惮, 不敢太过嚣张了, 你以为我好吗? 天臣教主看了他一眼, 瞬间便看出了天雷之主在说谎, 不过他也不想多纠缠, 万一妖王真的来了, 那就麻烦了, 天臣教主将目光看向楚汉风, 说道, 小子, 阵盘交出来, 我饶你不死, 而此刻的楚汉风, 在命运之谋的窥探下, 已经是彻底傻眼了, 天臣教主, 静静, 灵记, 仅仅是灵记, 两个先红的大字便打碎了楚汉风所有的幻想, 战斗或者逃跑都将毫无意义, 天府御妖师, 他或许可以想着逃跑什么的, 但在灵记欲妖师的面前, 他就如同那被随意拿捏的蚂蚁般,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楚汉风打算将大毁灭阵法的阵盘交出去, 但他顾虑一件事, 如今阵盘在自己手中, 天臣教主不敢轻易杀他, 要不然就得不到阵盘了, 万一他交出来后便没有用了, 这天臣教主直接杀了自己, 怎么办谁能想到造化弄人, 这天臣老人就是天臣教主, 当自己拿到留影时的那一刻, 所有行踪就都在天臣教主的眼皮底下, 他以为自己双重身份可以来一手无剑刀, 如今看来, 这些聪明的人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阵盘我可以给你, 但你如何保证我的安全? 楚汉风问道, 小子, 你以为自己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天臣教主轻蔑一笑, 他大手一拍, 楚汉风的身影没有丝毫地反抗, 直接被拍飞了出去, 从船舰上掉落下去, 落入不在海中, 湍急的海水冲卷着楚汉风, 又将他重重地刮上船舱甲班上, 小子, 我有许多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你若是不想受尽折磨, 最好不要废话, 天臣教主说道, 楚汉风微眯着眼, 其实现在,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交也不是, 不交也不是, 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无助,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的阴谋诡计都无济于事, 正当气氛凝重时, 一声重重的咳嗽声响起,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天臣教主却如同金弓之鸟般, 大喝一声, 谁, 便转头环视四周, 只见这原本狂暴的不在海上, 不知何时, 升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而且, 海面开始平静下来, 无论之前多么的汹涌澎湃, 波涛咆哮, 此刻都安安静静, 甚至安安静静地, 有些诡异, 在升起的迷雾中, 只见一夜偏周漂浮在海中, 缓缓滑了过来, 这偏周很小, 只能坐一个人, 上面也只有一名头戴斗笠的人影, 何人, 天臣教主紧张地问道, 但那斗笠之人却不回答, 只是专心致志地划着偏周, 天臣教主的双手上, 一团团的雷霆圆球凝聚而出, 直接朝那偏周扔去, 轰隆隆, 雷霆圆球炸裂, 无数浪花爆起, 但是那偏周却十分地淡定, 冥冥之中, 轻而易举地躲开了雷霆圆球的袭击, 巫妖王, 是不是你, 天臣教主大喊道, 哎呀, 真热闹了, 嘖嘖嘖, 只见那偏周靠得有些近了, 上面的人影才取下斗笠, 这人影身材魁梧, 起码有两米高, 他身穿红色的战袍, 这战袍由铠甲与布料制造而成, 他的头顶是扭曲的不规则形状, 双眸泛着淡淡的血光, 身后深红色的披风随着海风在飘荡着, 他身上肌肉发达, 一根根道刺从双臂处斜着生长, 靠得近了, 众人这才看清, 他刚刚划船用的可不是传奖, 而是一把漆黑色的大剑, 他的胸膛处镶嵌着一颗很大的骷髅头, 这是一个妖兽, 但分不清是何种的妖族, 与人们常见的各种妖族都不一样, 巫,巫妖王, 天臣教主凝重地说道, 而楚汉风则深吸一口气, 他当初去过巫妖王的宫殿, 只是当初, 对方隐藏在血色迷雾中跟自己说话, 他也只是闻其声, 不见其人当巫妖王到来的那一刻, 所有的妖兽都跪拜下来, 我等见过妖王, 妖王降临, 妖界当心, 浩浩荡荡几百只妖兽跪拜下来, 就连四大护法也是毕恭毕敬地跪在一旁, 起来吧, 巫妖王一挥手, 庞博的妖气从他周身弥码出, 只见这股力量笼罩整个布栽海, 四周的海域开始沸腾起来, 巫边伟力镇压一切, 天臣教主只感觉浑身一沉, 他闷哼一声, 知道这股气势镇压, 我是输在这小子身上了, 天臣教主指了指楚汉风, 愤怒地说道, 原本他找来阵盘, 要是交给我, 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发生了, 你做梦, 楚汉风直接站到了妖王这一步, 咱家生是妖族的人, 死是妖族的鬼, 你也太无耻了, 听到楚汉风的话, 天臣教主呵斥了一声, 无耻, 与你这种算计的卑鄙小人比较, 我还差得远呢, 楚汉风回道, 来吧, 天臣, 妖王一挥手, 强大的气势从周身爆发而出, 说道, 让我看看, 你成长了多少吧, 如你所愿, 天臣教主冷贺一声, 他聚精会神, 全身的力量都在涌动着, 两人的气势都十分地强大, 已经超出了天赋的级别, 两股惊天威势冲天起, 在虚空中, 这两股气势已经开始对抗起来, 轰隆隆, 轰隆隆, 苍穹都震动起来, 不过还是妖王更胜一筹, 他目光如炬, 庞大的压迫感直接破碎一切, 只见天臣教主的身影一个恍惚, 只见一口鲜血吐出, 仅仅是气势的冲击, 便已经将天臣教主给镇压成重伤, 有点小进步比上次强了许多, 妖王说道, 但你更强了, 天臣教主微眯着眼, 凝重地说道, 妖王笑了笑, 问道, 天臣, 你知道我为何一直留着你吗? 你这几年戒尸还魂, 以一个假的身份出现而活跃, 你以为我不知道, 为何? 天臣教主问道, 在这新妖界, 人类的地位始终不能与妖兽平等, 那么, 人类总有起义的一天, 而若是整个人族都大乱, 我们妖族到头来也是得不偿失, 妖王解释道, 所以便有了你的存在, 有了人神教存在得意义, 因为有你们, 会给一些人类希望, 而你们都在我的控制范围内, 可以懂吗? 与其让人类脱离掌控起义, 不如培养能控制住的人神教, 对吧? 天臣教主说道, 也可以这么理解, 可惜你们太跳了, 竟然想使用什么大毁灭阵, 将整个新妖界都毁了, 妖王摇头说道, 有时候啊, 这太跳了也不好, 我也只能将你拍死, 天臣教主冷哼了一声说道, 我这一生都在为人族的自由而战, 虽死无憾, 行了吧, 你没那么伟大, 你只是为自己而战罢了, 你代替不了人族, 妖王回道, 人神教的规模越来越大后, 已经开始有了许多黑暗地带, 许多人神教的御妖师用人类与我们妖星号, 这就证明, 人神教已经从内部腐烂了, 天臣教主深深叹了口气, 他大手一挥, 自己的七只妖宠全部召唤了出来, 有咆哮的黑暗天虎也有翱翔到九天火凤, 他自知如今已经没有了退路, 直接朝妖王杀了过去, 或许对如今的他来说, 求饶逃跑都不可能了, 而战死便是最好的结局了, 看着天臣教主朝妖王杀去, 其他四大总舵主也是拼命杀了过来, 巫妖王抬头, 蚪蚁永远都是蚪蚁, 尔等可以尽情挣扎, 但要明白一件事, 在这世间, 我才是一切的主宰, 巫妖王话音落下, 只见他庞大的身躯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在他腹部的位置, 直接出现一张深渊大口, 轰的一声, 这深渊大口吞噬一切, 将所有冲杀过来的人以及妖宠, 全部吞噬进去了, 这场吞噬仅仅仅持续了几分钟, 所有人都吞噬而去, 巫妖王打了一个宝格, 随即又恢复原样, 碾压, 这是绝对的碾压, 就连楚汉风都不懂, 明明两人都是灵机的境界, 为何会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杀死呢? 这高境界的差距, 一分一毫, 都是一步一登天的艰难, 楚汉风没有说话, 直到妖王的目光缓缓转过来, 看向楚汉风, 楚汉风才善善一笑, 说道, 你若是想要阵盘的话, 我可以给你, 我要那东西无用, 妖王摆摆手, 似乎对大毁灭阵盘根本不介意, 他看向四大护法, 吩咐道, 把这些人类都处理了吧, 新妖界, 应该再次迎来和平, 是, 四人都是点点头, 咱们单独走走, 巫妖王看向楚汉风, 问道, 几大护法都不明白, 巫妖王为何会对楚汉风这么客气, 内心凛然, 暗了有了决定, 这楚汉风, 还是不能轻易招惹啊, 楚汉风微微点头, 他与妖王顺着不栽海, 一直朝下, 你也快离开了吧, 巫妖王说道, 楚汉风微微点头, 你们那个世界的人, 一直想探查这新妖界, 说实话, 我对其他世界很排斥的, 不过也想去你们的世界看看, 巫妖王说道, 其实你也可以去, 楚汉风说道, 以后会去的, 巫妖王点点头, 说道, 对了, 你对这人神教的教主之位怎么看, 啊, 楚汉风一惊, 天臣和四大总舵主都死了, 这人神教已经名存实亡了, 他解释道, 高层虽然死了, 但分布在新妖界, 那些人神教的基层成员, 却还在呢, 巫妖王说道, 你是想让我, 把这些成员全部杀了吗, 那倒是不用, 楚汉风连忙摆摆手,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人族, 自然偏向人族一些, 我若是让你做这人神教的教主呢, 巫妖王又说道, 不会吧, 楚汉风有些诧异, 我都快离开这里了, 你还是重新找个人吧, 离开没关系啊, 你可以找个代理人替你管理, 以后有兴趣了, 可以随时来看看, 把这里当家一样, 巫妖王笑道, 他越说越觉得很不错, 便说道, 那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你便是这人神教的教主了, 我会让妖族那边配合你的, 楚汉风无奈, 但他也不好拒绝, 毕竟妖王没有找他时, 已经算够好了, 对了, 你爸呢, 妖王突然问道, 这段时间在做什么, 不知道, 经常不在家, 楚汉风回道, 盲点也是情有可原的, 妖王笑了笑, 这大毁灭阵盘你就留着吧, 算是我给你的见面礼了, 楚汉风微微点头, 解决了这人神教的事情后, 楚汉风也准备离开羽狱了, 他要去寻找萧英雪以及齐少风, 算算时间, 回到仁皇狱的时间也快要到了, 妖王想让楚汉风当着人神教的教主, 其实也是有一些小心思的, 人神教的在楚汉风的带领下, 肯定不会有反抗的想法的, 因为楚汉风本身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所以反抗什么的压根就不存在, 妖王能更好地掌控住, 至于第二点, 其实也抱着交好楚汉风的想法, 当然, 这些楚汉风也不知道, 妖王让他当教主, 不仅仅是妖王说了算, 同时也要得到整个新妖界, 那些人类御妖师的认可才行, 所以, 妖王倒也显得很平静, 他制定了一些计划, 天臣教主以及四大总舵主虽然被杀了, 但是他们带领来的这些御妖师却还存在着, 妖王也没有杀他们, 而是让他们承认楚汉风为教主便可以活命, 因此, 在死亡危机的威胁下, 许多御妖师都已经承认了, 而不愿意的, 自然直接被杀死, 这没有第二次机会的选择, 楚汉风救了一百多人, 于是将众人全部带回了风狱中, 他不喜欢与狱这种气氛, 阴雨绵绵, 让人感觉到压抑, 至于离开新妖界后, 代替自己的代理教主, 楚汉风也有了合适的人选, 自己害自堂的那些兄弟就不错, 可以暂且管理着, 在经历了长达半个多月的赶路后, 楚汉风终于回到了孤狼城中, 而肖英雪与齐绍风, 两人早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看到楚汉风, 两人自然高兴万分, 风哥, 你这么久不回来, 差点吓死我了, 齐绍风笑道, 我能有什么事, 楚汉风摆摆手, 问道, 你们都没事吧? 没事, 这段时间, 我们都躲在烟纸铺的地下暗室, 齐绍风摇了摇头人神教那些人, 没难为你们, 楚汉风诧意问道, 要知道他自从拿走了大毁灭阵的阵盘后, 就与人神教成了对立面, 肖英雪则是摇了摇头, 解释道, 红队我们挺好的, 并没有为难我们, 反而还帮帮我们躲藏, 楚汉风走到了孤狼城内, 如今他既是孤狼城的城主, 又是人神教的教主, 也就不需要躲躲藏藏了, 来到烟纸铺, 红先是笑道, 见过教主, 到时候, 让人神教的小队长这些, 都来孤狼城集合吧, 楚汉风点点头, 吩咐道, 还有人神教的成员, 能过来的, 就都过来混个脸书, 咱们以后, 也不需要躲躲藏藏了, 听到楚汉风的话, 红微微点头, 他也知道, 如今的人神教, 其实更需要与妖兽和平相处, 否则他们这些人, 都要被杀光了, 在人神教待了三天, 许多周边的御妖师, 也都陆陆续续朝这里聚集着, 而在孤狼城不远处, 周天宇带着自己的几名狗腿子, 也是这御妖师中的一员, 如今他们的生活, 自然是加入了人神教的一员, 这几名狗腿子中, 一共有三人, 分别叫王兴, 张磊以及莫文云, 几人中, 只有莫文云是女生, 这莫文云的实力很一般, 不过也稍微有些姿色, 周天宇带着他的心思, 任谁都知道, 而另外两人, 在北苍学府的时候, 就早已经是周天宇的狗腿子了, 门主, 要我说, 这里的人真是不知好歹, 以你的才能, 做个堂主都是绰绰有余, 竟然只让你当普通成员, 旁边的王兴不服气地说道, 因为周天宇, 在北苍学府建立的天门, 所以学生们, 也都习惯称呼他为门主, 什么堂主, 要我说, 这人神教的教主, 就该给咱们门主, 张磊更是嚷嚷的, 小声点, 周天宇瞪了两人一眼, 周围还有其他御妖师呢, 这若是被有心之人听到了, 有什么矛盾就不好了, 他回道, 这新妖界本就是一个考核, 又并非长久之地, 做什么不重要, 算算时间, 咱们也快要离开了, 还有楚汉丰那个狗东西, 等回去之后再慢慢跟他算账, 听说这一次, 是去见咱们人神教的教主, 你们都给我表现好一些, 几人一路聊着, 便已经来到了孤狼城的城池前, 走进其中, 如今的孤狼城比起之前, 要更繁华得多, 周天宇, 这时候旁边一道声音响起, 周天宇转头看去, 只见一名身穿滑袍的中年男子, 缓缓走了过来, 这男子气势很足, 只见他龙行虎步, 气势很强, 走过来时, 身后还跟着一个小队, 这小队有几十人, 浩浩荡荡的, 强堂主, 周天宇连忙满脸对笑, 迎了上去, 这人可是他的上司, 当初他能加入人神教, 也是拜对方所赐, 强堂主原名叫强横, 他微微点头, 说道, 我等会要去见教主, 看你小子不错, 就跟我一起去吧, 多谢堂主成全, 周天宇大喜, 连忙点点头, 只不过呀, 强横有些迟疑, 说道, 这第一次见教主, 怎么也要准备一些礼物吧, 但我又苦于没有好礼物, 一听这话, 周天宇怎么能不知道呢, 对方这是想白嫖, 哥这给他有东西来了, 他是周家的嫡系弟子, 身上的修炼资源自然不少, 之前为了进入人神教, 给了对方一些好东西, 没想到这就让对方给盯上了, 周天宇思索少许, 这强横有些贪得无厌, 这种人就像一个无底洞, 是未不保的, 不过, 他想搭上教主这条线, 若是能结识教主得到教主的看重, 这强横又算得了什么, 想到这, 周天宇便笑了笑, 说道, 堂主, 我这里正好有个小玩意, 你可以看看, 孤狼府中, 楚汉风休息了一整天, 这几天的奔波, 着实让他劳累过度, 一觉睡醒, 神清气爽, 他走出庭院, 看向门口镇守的御妖师, 问道, 外界准备得怎么样了, 基本上来了几百御妖师, 其中地位比较高的十八堂主, 也都全部来了, 那御妖师连忙回道, 三十六堂能来一半, 已经算不错了, 楚汉风点点头, 那稍后便安排他们进来吧, 毕竟三十六堂, 有的地方距离这里挺远的, 一时半会也赶不回来, 听到楚汉风的话, 旁边的御妖师皆是点点头, 十八堂主的到来, 其实这中间有许多事情, 比如, 四大总舵主被杀了, 那么空缺的四大总舵主之位, 肯定要从三十六堂主中选拔而出, 而是听说, 这新来的教主与妖族交好, 从今以后, 他们人神教也不需要躲躲藏藏了, 这其实有好有坏, 不过十八堂主来, 也不仅仅全是楚汉风的面子, 其中肯定有基于总舵主之位的人, 到时候也不知道, 教主能不能压制这些人, 几名御妖师这般想着, 不过这件事与他们无关, 反正有好事, 升官发财什么的, 也轮不到他们这些底层的御妖师, 楚汉风换了一身正红色的长袍, 看上去大气又喜庆, 这长袍上雕刻着几条金龙的图案, 又平添了几分尊贵之气, 他留着碎发, 脸庞消瘦, 颇有些阳刚之气, 让众人汇聚的地方, 赫然是孤朗府的一座大堂, 这大堂内摆着一条条长方形的暗桌, 可以让人席地而坐, 各种美酒佳肴都已经准备妥当, 甚至在城中还找了一些美艳的歌姬, 这气氛瞬间就上来了, 十八堂主包括一些重要人物都已经到齐了, 楚汉风是最后一个到场的, 这样才能显示他身份的尊贵, 嘈杂的大堂内众人也都是熟面孔了, 许久未见开始联络起感情来, 熊堂主, 最近可好, 好个锤子, 上次跟妖兽大战, 差点摇了我的老命, 幸好我皮糙肉后躲过一剪, 闽堂主, 你坐镇那西北的边境之地, 据说西边美女多, 你可是想尽其人之福了, 嗨, 马马虎虎, 也不知道咱们这新教主会不会新官上任, 三把火呀, 我也不求总多主之位了, 只希望咱们的堂主之位不要有变动, 而在大堂的角落里, 周天宇几人只能站在这里, 因为他们并非堂主, 而是强横带过来的, 所以, 能进入这里已经算不错了, 自然不可能要求太多, 座位也是有限的, 周天宇自然不可能甘心, 他看向几名狗腿子, 说道, 本会我把这天圣妖的妖宠弹献给教主, 肯定能得到他的赏识, 妈的, 这天圣妖本来是我准备进阶神葬镜, 给自己准备的第五只妖宠, 周天宇心疼地说道, 不过他也没办法了, 狗腿子王心安慰道, 门主,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有舍才有得骂, 几人议论纷纷, 在门外, 已经有御妖师开始提醒道, 教主来了, 你们都肃进县, 一听这话, 原本嘈杂的大堂内瞬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看向大堂的方向, 先是一阵阵脚步声响起, 随即, 指尖在红包括萧英学几人的陪同下, 楚汉风高大的身影缓缓走了进来, 见过教主, 所有人站起身, 同时问候道, 不过在这些问候声中, 竟然夹杂着一道颇为尖锐的声音, 楚汉风, 怎么是你, 这声音十分地突兀, 在场的众人连忙将目光看向周天宇, 这是谁带来的人啊, 大吵大闹, 成何体统, 敢直呼教主的名字, 这是不想活了吗, 而旁边的强横早已经是满脸愤怒, 他愤怒地走上前, 狠狠朝周天宇扇了一巴掌, 将周天宇差点扇倒在地, 可想而知这一巴掌的力量, 该死, 你敢直呼教主的名字, 强横也是冷汗直流, 因为他此番前来, 也是有意竞争总舵主之位的, 谁不想更进一步啊, 但这周天宇, 平日里看着人还挺机灵的, 怎么突然敢直呼教主的名字呢, 这不是要将他拉下水吗, 周天宇同样被打猛啊, 一方面, 是被打的, 另一方面, 竟然是自己心心念想八戒的教主, 竟然是楚汉风, 自己最看不起, 也最痛恨的那个人, 楚汉风倒是显得平静, 他看向周天宇, 笑道, 又见面了, 你说说, 这世界还真是小啊, 教主跟这小子认识, 强横诧异地说道, 他脑海中, 开始快速活跃起来, 楚汉风则笑道, 认识啊, 何止是认识啊, 简直是记忆犹新, 楚, 教主, 周天宇连忙改了口吻, 看着强横给自己识眼色, 他只能问了一声, 周天宇, 你想怎么死啊, 楚汉风一边朝上手走去, 随即缓缓落座, 方才问道, 一句话顿时让周天宇全身紧绷, 楚汉风, 我们好歹也是同学啊, 你至于以死相逼吗, 同学, 我这人不小见, 但周天宇, 咱们之间的矛盾, 你应该清楚, 久久算是我的逆灵, 我以后保证不打扰他, 周天宇连忙保证道, 只有死人的保证才算数, 楚汉风笑道, 非要以死相逼, 周天宇说道, 这次我也不想委屈求全了, 死就死了, 我周天宇, 起码不给我周家掉面子, 说到这, 周天宇目光中带着凶狠, 仿佛是知道的必死无疑, 他突然从那戒中, 取出一枚戒指, 将自身全部的妖气, 都涌入戒指中, 似乎是他的妖气不太够, 周天宇猛然抓住了旁边的强横, 你做什么, 强横被吓了一跳, 一起去死吧, 周天宇大吼道, 他有些争鸣又疯狂, 看上去仿佛是某种疯癫的状态, 随即, 只见那戒指上一股股青烟冒了出来, 那青烟笼罩之地, 出现了一个怪物庞大的躯体, 先是一只手露出, 那是一只青色的妖兽之手, 上面满是绒姜和利齿, 此兽乃是睁牙穷奇, 毁灭一切的凶兽, 乃是我机缘所得, 今日便用此手灭了你们, 周天宇大吼道, 而被拉住手的强横, 此刻也感觉到自身力量的流逝, 他疯狂地反抗起来, 可惜, 无论他如何挣扎, 都无济于事, 那股强大的力量吸着他, 吸收着他体魅的力量, 没用的, 你会随我一起死, 你若是想活, 就去拉别人, 用别人的力量保全自己, 直到这睁牙穷奇复活, 周天宇大笑道,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 强横冷笑道,